陆小峰喝了茶水,再次要去拎起袋子,朱婷婷卖不上钱,这样的粗活怎么能让老板亲自动手,全都交给我吧,这些碎瓷片是需要洗干净吗?陆小峰点头,碎瓷片容易扎手,还是我来吧,朱婷婷温柔道,还是我来吧,老板你一早就出去了,这么辛苦,我坐在店里歇了那么久,实在是于心不忍,你就放心好了,我会戴上手套,不会受伤的。 陆小峰看着朱婷婷,她总感觉朱婷婷今天格外温柔,难道是因为李一一在这里的原因吗?陆小峰无视李一一,这时候也不愿留下来跟李一一坐在这里尴尬,她直接道,咱们一起去洗吧,朱婷婷高兴起来,声音里都露着笑意,好啊,李一一这时候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陆小峰,你不要太过分了,陆小峰回头,她盯着李一一,你是谁,我怎么过分了? 李一一本来憋着一肚子的火气,一见到陆小峰微冷的眼神,顿时就想到,陆小峰一拳砸碎墙壁上瓷砖的画面,顿时面色微变,胆怯起来。 在这段感情里,陆小峰是受害者,因此,李一一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她张了张嘴,争辩道,我是一名普通的顾客,你既然是开门营业,总是要接待的吧?陆小峰看向朱婷婷,你去。 对,李一一顿时道,不行,必须是你亲自接待才行。陆小峰扫了她一眼,眼神仍旧带着冷意,你不配。 李一一瞪大眼睛,满是不可思议,她盯着陆小峰,气得哽咽起来,但是陆小峰却没有丝毫动作。 好一会儿,陆小峰转身要离开,李一一终于大声道,你就要这样丢下我不管了吗? 这个女人有什么好的,我也可以到你店里来帮忙,我今天就是来应聘的。 朱婷婷踩着高跟鞋走过去,她站在李一一身旁,伸手捏起她血腻的下巴,泽泽,真是我见油脸。 可惜啊,你只是前女友,不是老板娘。你还没有资格说,我有什么不好? 李一一面上挂着泪水,泪眼朦胧。 陆小峰,你就认有这个女人这样遭见我吗? 陆小峰盯着李一一,皱眉道,以后没有事情,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对了,你什么时候签个合同,把那套房子还给我? 陆小峰与李一一基本上没有瓜葛了,只有当初那套为了结婚买的婚房,房子还没有交付,当初买房是两人的名字,陆小峰要把李一一的名字拿掉。 对于陆小峰来讲,当初买下的那套房子已经不算什么了,但那毕竟是父母辛苦半辈子的成果,他不可能拱手让人更不可能放弃。 李一一听到这话,似乎像是抓住了陆小峰的把柄。 他开口道,你让我到店里上班,我就跟你签合同。 陆小峰皱眉,上班? 多久? 李一一想了想,开口道,等到我主动提出辞职的要求才行。 陆小峰摇头,你出去。 李一一性目原瞪,你就对我这么不耐烦了吗? 陆小峰皱眉,你跟我有关系吗? 说吧,陆小峰拎着碎瓷片上楼,一边道,婷婷,把无关的人赶出去。 祝婷婷笑着道,好的。 陆小峰走上楼梯,祝婷婷朝着李一一伸手示意。 李一一面色难看,她盯着陆小峰离开的背影,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 许久,李一一转身离开了。 祝婷婷跑上楼,见到陆小峰正在清洗碎瓷片。 这些碎瓷片都是陆小峰在外面逃回来的。 想要买一件完整瓷器的碎瓷片并不容易,哪怕是陆小峰,也很难从一整个蛇皮带的碎瓷片中拼出一件完整的瓷器。 因此,她这一次买回来的碎瓷片,很多都是残缺的,但她要先把碎瓷片清洗干净,把碎瓷片拼凑好。 陆小峰并没有戴上手套,她用右手清洗,锋利的碎瓷片并没有扎破陆小峰的双手。 祝婷婷连忙戴上手套来帮忙。 陆小峰买了一部带子的碎瓷片,这些碎瓷片有些只需要简单清洗,但是有一些污垢却是难以清理的,必须要借助工具。 不过,陆小峰并不打算仔细清理,因为她需要对部带子里的碎瓷片先进行分类,然后根据能够拼接的情况,再进行下一步清洗。 如果瓷器只有少部分的碎瓷片,陆小峰就打算丢掉了,只有那些大部分完整的瓷器才会进行下一步清理。 简单清洗,陆小峰把碎瓷片带到楼下,根据碎瓷片的类型进行分类,然后再进行拼接。 祝婷婷在店里待了一段时间,也看了几本鉴定的书,对于瓷器鉴定虽然称不上精通,但是她能够分清楚青花、粉彩,可以对碎瓷片进行简单的分类。 有了祝婷婷的帮忙,陆小峰就方便了很多,她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拼出了两件残缺较少的瓷器。 一件是明代嘉靖年制青花瓷盘,另外一件是清代乾隆年制粉彩,龙纹瓷碗。 祝婷婷盯着这两件残缺的瓷器,她捶了捶自己的腰,忍不住道,真是累死我了。 老板,你能把这两件瓷器修复吗? 这该怎么修复? 陆小峰笑着道,你后面再看就好了。 陆小峰把其他的碎瓷片都收了起来,这些碎瓷片虽然也能够拼凑出一部分,但是因为碎瓷片占比太少,没有修复的价值。 对碎瓷片进行修复,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修旧如旧,如果就瓷片占比太少,即便是修复,看起来就是新瓷器。 陆小峰对瓷器烧制研究不多,因此他还需要研究一番,才能着手烧制。 陆小峰听说陆小峰要修复瓷器,跑过来围观,见到陆小峰拼好的残缺瓷器。 他忍不住道,你就算是把瓷器都修复好了,恐怕很多人也不会认可。 你考虑过没有? 可能原价数十万上百万的东西,修复好之后只能价值一二十万,甚至更低。 陆小峰点头,我明白,但是有些事情总要迈出第一步才行,我觉得瓷器修复以后会有很大的市场。 市面上的瓷器修复,很多都是只是简单清理之后,把瓷器拼接起来,对于残缺的部分,用树枝与石英粉调为膏状,石膏做局部膜,以树枝膏填补后,杀纸打磨光洁,然后上釉。 这种修复方式相对简单,并不需要咬口烧制,但是很多人不喜欢,毕竟这种瓷器一眼看上去就是残损的,不够完美。 陆小峰想要先给瓷器残缺部分做个模型,然后根据根据模型烧制残缺部位,然后把瓷器完整拼接出来。 不过,这样做的难度很大,模型想要完全契合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右色,想要把右色完全调配一致,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右色烧制好之后,新瓷片是有火光的,需要做就处理,想要做的丝毫不差,这很困难。 正常的古瓷器在经过岁月的侵蚀之后,都会失去光泽,看上去很柔和,甚至有些会形成褒浆,但是新瓷片想要做出这样的效果,还需要一定的做就处理。 陆小峰把自己的需求说了出来,他看向沈子明。 沈子明皱眉?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陆小峰道, 其实,我之前曾经考虑过,咱们一起创业,烧制建展这种小众瓷器,但是我最近查了资料,建展企业已经很多了,我就考虑,咱们可以做瓷器修复。 其实,这跟书画修复是差不多的,最重要的是要做出调色数据模型,只要做好模型,有足够的数据支撑,以后修复瓷器或者书画,想要调配出合适的色彩,是就很容易了。 我想要在咱们已有的公司,再分出一个部门,专门做瓷器右色的试验。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既然你想要做,我肯定会支持你。 不过,即便是调配好的右色,在不同温度下,所能够烧制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必须要有窑口来做实验,甚至要去景德的瓷器厂收集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瓷器厂最宝贵的财富,你觉得它们会交出来吗? 陆小峰笑着道,那就花钱买。 沈子明摇头,这可不是花钱就能够买到的,毕竟这些都藏在一些大师傅的脑子里, 必须要挖一些有经验的瓷器烧制大师才行。 陆小峰点头,你说得很有道理,看来我要先去挖一位大师回来才行。 沈子明嘿嘿一笑,他盯着陆小峰,我来找你,是有点事情。 陆小峰看过去,什么事情? 沈子明道,最近,我们的短视频做得不错,粉丝已经有一百多万了。 陆小峰惊讶地看过去,这么快? 沈子明盯着陆小峰,你一点都不关心的吗? 这家公子,也有你一份的。 陆小峰笑着道,最近有点忙,没能来得及关心,真是恭喜恭喜。 沈子明拱手,同心。 朱婷婷听到这话,忍不住道,沈老板,你都已经是大红人了,有没有想过,以后让我出镜,给我涨工资? 沈子明知道朱婷婷爱钱,顿时调笑道,朱婷婷,你一手拿着老板的工资,一手从我这里拿着补贴,难道你不觉得羞愧吗? 你拿着两份薪水,竟然还要让我加薪,你有点过分了。 朱婷婷笑着道,这是老板允许的,我每次都向她请示的。 你不用管那么多,还是谈一谈补贴的事情吧? 你就说,要不要给我涨工资吧。 沈子明看向朱婷婷,上下打量了一番,事先落在她的小腿上。 库里斯,你怎么就知道,你老板喜欢这一套? 朱婷婷被沈子明揭穿,面上微红,她在网上搜了很久,才想到了这个方法。 没想到,竟然被沈子明一眼看穿了。 朱婷婷争辩道,你不要转移话题。 沈子明嘿嘿一笑,反正公司有你们老板一份,我觉得有必要。 以后你在我这里出镜,都有你们店里给出补贴。 朱婷婷,我觉得你应该讨好我才对,不能每次都对我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 朱婷婷哼了一声,傲娇道,凭什么讨好你? 你又不给我涨工资? 沈子明贼兮兮地道,但是我知道你们老板的喜好啊。 朱婷婷盯着沈子明,真的? 陆小峰咳嗽了一声,行了,你还没有说完到底是什么事情,该不会只是想要告诉我粉丝百万的事情吧? 既然是粉丝百万,你们接下来肯定要继续直播。 你们打算去哪里? 沈子明道,其实我们最近一直跟一些沙雕网友连迈,直播健保,但我觉得一直这样就太过枯燥乏味了,还是要多走一走。 江雨昕他们两个来到中海,也有一段时间了,刚好江玉祥邀请我们前往精灵,我打算送江雨昕回去看一看,顺便在那里拍一些视频。 陆小峰点头,这样也好,咱们一起去走一趟。 这时候,沈子明的电话陡然响了起来,他接了电话,随即道,我要去直播了, 要去会议会沙雕网友。 祝婷婷自告奋勇,我可以出镜。 沈子明开玩笑道,我不会给你钱。 祝婷婷性目原瞪,沈子明,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这么一个大美女,能够愿意出镜,已经给你面子了。 你觉得网友喜欢看你,还是喜欢看我? 沈子明道,你懂得鉴定吗? 祝婷婷道,我怎么就不懂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也算是学了一身的本领,却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施展。 这一次我就施展给你看,我要让你知道,不能小瞧了我。 沈子明笑了起来,好,我们一起去。 陆小峰笑了笑,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出去。 沈子明他们已经在写字楼租了办公室,江雨昕和林若仪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们也不再是草台班子,有了专门的摄影师,还有视频剪辑,灯光师,现场至少有四五位员工。 江雨昕穿着一身红色的汉服,妆容精致,看起来像是从画中走出来一般。 他见到陆小峰,朝着陆小峰挥了挥手,又走过来跟陆小峰打了招呼。 林若仪则是随意一些。 哟,陆老板,您还知道过来呢? 面对林若仪的调笑,陆小峰笑着道,林老板不欢迎。 林若仪摇头,我也不是不欢迎。 只是很久不见陆老板,都感觉有点陌生了,我都差点忘记陆老板的模样了。 说吧,他伸手指向周围的员工。 你们大家知道,这位也是咱们公司的老板吗? 员工们面面相去,在沈子明的视频里,陆小峰一直都没有出过境,甚至一直用采购员的代称。 这些人都是最近招聘的,大家看过去之前的视频,但是没有见过陆小峰。 林若仪看向陆小峰,陆老板,看到没有,大家都不认识你呢。 陆小峰无奈,朝着大家拱手。 直播结束后,我请大家吃大餐。 现场顿时欢呼起来,尽管只有五个员工,但是大家的欢呼声却不小。 感谢陆老板,陆老板万岁。 林若仪瞪了瞪眼睛,满是无奈。 他本来是想要严余陆小峰几句,没想到这么快就被陆小峰破解了。 沈子明和祝婷婷这时候已经坐到了直播的场地。 沈子明坐在中间,江雨昕和祝婷婷分别坐在两侧位置。 正常的直播间,两个人就不少了,现在加了祝婷婷,镜头明显没有办法完全覆盖了,因此只能对准沈子明和江雨昕,中间的时候再把祝婷婷插播进去。 祝婷婷也不在意,坐在一旁,表现得很随意,她翘着小脚,露出穿着黑丝的小腿。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陆小峰坐在一旁,戴着耳机,盯着手机屏幕,看着沈子明和网友连迈。 最近一段时间,沈子明他们都是这样直播的,很多网友拿出家里珍藏的宝物,想要沈子明通过镜头鉴定。 在陆小峰看来,这样完全不可取,摸不着的宝物,又怎么可能鉴定出来? 不过,看到第一件瓷器,陆小峰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第一次瓷器的图案竟然是小猪佩琪。 沈子明看了一眼,声音显得很激动,保友,你可真是捡到宝贝了。 这是一件粉彩瓷碗,碗内外及圈族内,均湿白柚,内底及外壁均以暗花海水绿采云龙纹装饰,正中则是传奇人物佩琪的图案。 这件粉彩瓷碗,颜色浓郁艳丽,纹饰化工精细,又色饱满清亮,称得上是21世纪的文化瑰宝。 沈子明一本正经地进行鉴定,就好像这真是一件宝物。 陆小峰不觉得,这样就能够吸引人观看。 不过,看到络绎不绝的弹幕,陆小峰就明白过来,这真是一群沙雕网友。 保友,你这是发大财了,这可是价值五块钱的当代艺术品。 你们都不懂,这说明佩琪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我要去收版权费。 我就喜欢看着胖子一本正经的沙雕样子。 难道你们都是来看宝物的? 只有我注意到旁边的小姐姐了吗? 我想买下这件瓷碗,可以把小姐姐送给我吗? 接下来,沈子明又接连连卖了几个网友,每一次,沈子明都用夸张的语气,把保友好一顿夸赞。 尽管大家都清楚,这肯定是赢品,但是听着沈子明的夸赞,却感觉很舒服。 陆小峰看了片刻,她打算不再继续看下去。 这时候,镜头转向了祝婷婷,祝婷婷无聊,竟然脱掉了高跟鞋,正在抠脚。 镜头转过去,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播间里却炸开了。 卧槽,胖子好福建,我现在很想去直播间,能不能告诉我地址? 这位小姐姐很面善,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库里斯,永远的深。 镜头只是转了一下,很快就转了回来。 这让直播间的沙雕网友顿时哀嚎一片。 祝婷婷抬头看向陆小峰的方向,慌忙又把鞋子穿上了,她朝着摄影师气鼓鼓的瞪眼。 摄影师嘿嘿一笑,不敢多说。 祝婷婷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走到陆小峰的身旁坐下来,抱怨道,这人怎么能这样,完全不顾惜我的形象。 陆小峰笑了笑,她这是想要把你从女神的神坛上拉下来。 祝婷婷不满道,我这样穿,又不是给他们看的,凭什么这样拍我? 瞎搞,等沈子民下播,我肯定跟他没完。 陆小峰点了点头,好,跟他没完。 祝婷婷盯着陆小峰,目光灼灼,我这样穿,不是给他们看的。 你知不知道是想给谁看的? 陆小峰抬头,子民要下播了,网友翻天了,弹幕太多了。 祝婷婷盯着陆小峰,见到她不愿意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不免有些失望。 陆小峰则是叹了一口气,兔子不吃窝边草。 沈子民走过来,婷婷女神,你不是要直播的吗? 祝婷婷瞪眼,我不要直播了,你的摄影师破坏我的形象,我不能继续直播了。 沈子民无奈道,这都怪我,今天直播补贴给你五千块。 祝婷婷直接站起身来。 陆小峰看着祝婷婷上前,不由笑了起来。 江雨昕穿着汉服的样子很漂亮,能够为直播间带来流量,但是她有时候太过庄重,不会开玩笑,不像沈子民。 稍不注意,车咕噜都能从脸上压过去。 祝婷婷显然更能放得开,见到保友的问题,还会挑选回应。 你们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那要看你丑不丑。 沈胖子做男友怎么样? 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吗? 为什么女神也会抠脚? 因为你们都没有点关注啊。 沈子民坐在一旁配合,本来一场健保直播,竟然演变成祝婷婷一个人的直播。 陆小峰坐在一旁,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对,林若仪坐在陆小峰身旁,压低声音问道,能不能把祝婷婷借过来? 我感觉她很有直播的天赋,完全可以让她来直播。 陆小峰笑了笑,这要看她自己的个人意愿了,你可以问一问她的想法。 或者,等到直播结束,你们开个会。 林若仪点了点头,通过祝婷婷的直播,她也看出了江雨昕的短板。 但这是天然的性格原因,很难改变。 祝婷婷家庭条件相对较差,为了赚钱,她能够拉下脸。 但是江雨昕从小锦衣玉食,面皮很薄,她面对弹幕的调戏,能够忽视,就已经很不错了。 她很难拉下脸开玩笑。 这一场直播非常圆满,刚开始只有两万人观看直播。 结束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十万人,这显然是很大的进步。 沈子明下播之后,仍旧非常兴奋。 祝婷婷真的很有直播天赋,放得开。 陆小峰朝着江雨昕看了一眼,见到江雨昕面色不好看。 她笑着道,你们两个一起直播,就显得太嘈杂吵闹。 如果祝婷婷和江雨昕一起直播,效果会不会更好? 两人一动一镜,效果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沈子明反应过来,她转身看向江雨昕的方向, 看着江雨昕穿着一身汉服,妆容精致。 但是,这样的形象,本来就非常出彩。 再加上软件自带的美颜效果,肯定是非常漂亮的。 祝婷婷一身小西装,看起来很干练。 两女坐在一起,效果肯定非常好。 沈子明开口道,你说得对, 接下来我们的直播要多轮换一下。 如果他们两个能够一起直播的话,我可就解放了。 不过,你会把你们家祝婷婷借给我们吗? 祝婷婷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听到沈子明这样说, 她连忙走过来,沈子明,你可不要想把我拐走。 我在店里做得那么好,老板肯定不愿意放我走。 你不愿意给我发补贴,还要把我给挖走,这脸皮也太厚了吧。 陆小峰笑了笑,他看向沈子明, 你不是很想要成为网红的吗? 如果真是被祝婷婷替换掉, 你以后的影响力可能就会差很多。 你真是想好了吗? 沈子明迟疑了片刻,开口道, 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想要成为网红不容易,工作量很大, 每天的直播都要绞尽脑汁。 其实,看似这场直播很简单, 好像保友们拿出来的宝物很随意, 但这都是我们编排好的, 让保友先把图片发过来, 我们跟对方约定连线的时间。 我自己提前写了台词本, 甚至查阅了相关资料。 准备我的台词, 虽然不是全都照本宣科, 但是大部分都是提前准备好。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他有些诧异, 随即又醒悟过来, 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 恐怕真是会出问题, 毕竟很多东西,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是没有办法鉴定真假的。 沈子明准备的充分, 才能更好地提高直播的效果。 陆小峰问道, 你准备的这么充分, 会不会出现意外? 沈子明道, 的确是有少数人不愿意配合, 在鉴定的现场, 直接拿出其他的东西, 让我当场鉴定。 这是非常正常的, 这种情况下, 就考验随机应变的能力了。 江雨昕却是很懂鉴定, 能够跟我配合得很好。 现在, 我们为了能够涨粉, 直播的频率很高, 我感觉压力很大, 瀕临崩溃。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他倒是没有料到, 沈子明看似嘻嘻哈哈, 竟然还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陆小峰开口道, 如果你真是想要祝婷婷帮忙, 我也没有意见, 只要让他满意就可以了。 沈子明道, 这件事情不着急, 等咱们从精灵回来再说。 直播结束, 陆小峰履行承诺, 带着大家去了附近一家酒楼。 祝婷婷很重视陆小峰的态度, 他在路上忍不住拉住了陆小峰。 老板, 你该不会真是想要让我去直播吧? 我在店里做得那么好, 我不想离开。 陆小峰笑着道, 你如果不想离开, 没有谁会逼着你。 你难道不想赚钱吗? 现在沈子明那边的直播搞得风生水起, 每一次直播给你的补贴也不低, 难道你就不想多赚钱? 祝婷婷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不想每天都上班直播, 这样太辛苦了。 陆小峰盯着祝婷婷, 她能感觉到祝婷婷情绪不高, 她笑了起来, 我都已经说过了, 谁都不会逼着你选择, 你还担心什么呢? 你完全可以像现在这样, 正常上班, 沈子明他们什么时候需要你的时候, 你再过来。 祝婷婷听到陆小峰这样说, 顿时高兴起来, 她差点以为陆小峰要把她赶走。 自从下播之后, 江雨昕一直都很沉默, 沈子明知道, 自己夸赞祝婷婷的话, 让江雨昕不舒服, 幸亏陆小峰帮她圆了过来。 可是, 即便如此, 江雨昕仍旧闷闷不乐, 似乎还在纠结这件事。 沈子明不好道歉, 只好朝着林若仪示意, 让林若仪开解。 吃了饭, 陆小峰和沈子明把大家送回家, 两人也没有去听取, 而是到了陆小峰的店里聊天。 沈子明无奈道, 真正开始合伙创业, 才发现太艰难, 早知道当初拉着你, 咱们两个人一起搞了。 也不是说这两个女孩子不好, 她们毕竟心眼小, 有些事情会记仇。 陆小峰笑着道, 你大气一点不就好了吗?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他很清楚, 陆小峰应该知道其中的问题, 但是陆小峰显然不愿意跟他探讨, 毕竟创业进行到这一步, 开工没有回头见。 两人端着茶杯, 没有说话。 哗啦! 陆小峰听到门外传来了泼水声, 他不由愣了一下, 他的店铺是独立的两层小楼, 楼上又没有人, 谁会泼水? 沈子明站起身来, 朝外走出去, 陆小峰跟着走了出去。 走到大门边, 还没有打开门, 陆小峰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气, 他不由大惊失色,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打开大门, 陆小峰就看到, 店铺门前已经被泼了大量的狗血, 门上, 玻璃上, 甚至电招上, 也都沾染了血迹。 这是有人故意泼狗血? 陆小峰看着地面上的血迹, 面色难看, 他先打电话报警, 这才上楼调了监控。 很快, 陆小峰把监控截图, 附近的民警已经赶到了, 这一次又是王明。 王明看到黑狗血, 又看了看陆小峰的截图, 不禁皱眉道, 你这是得罪人了呀? 被人家泼狗血,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了。 陆小峰看向王明, 对方骑着摩托车, 两个人虽然头戴头盔, 想必应该能够追查到吧? 王明摇头, 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 要不然, 你自己来查。 陆小峰又看向王明, 盯着他许久没有说话。 王明无奈道, 实在不好意思,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像是这种案子, 本身损失也不是很大, 对方戴着头盔, 又把摩托后排摘掉了, 明显是有备而来。 我可能花几天时间都调查不出结果, 就算是调查出结果, 顶多也就拘留几天罢了。 对于这些人来讲, 竟派出所是家常便饭, 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 陆小峰点了点头, 对方是有备而来, 想要调查非常困难, 如果陆小峰强行要求调查, 王明当然会按照规定程序处理, 但是王明觉得没有必要。 沈子明站在一旁, 开口道, 我们知道幕后指使者, 能不能从这一点出手? 王明看过去, 沈公子, 我也知道, 肯定跟姓刘的有关, 毕竟上次的案子是我办的, 我知道你们有积怨, 但是我不可能无缘无故传唤对方是吧。 像是破狗血这种事情, 性质恶劣, 但是影响不大, 我就算能够找到这两人, 如果对方持续破狗血, 又该怎么办? 这种事情, 最终影响的还是你们的生意。 陆小峰点了点头, 他也猜到是刘福星所为, 毕竟刘胜强被他送进了牢里, 尽管没有宣判, 但肯定是要被判刑的。 刘福星手上有钱, 只要他愿意付出足够的钱, 他甚至能够天天雇人破狗血, 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 但是, 这件事情传扬出去, 还有谁会来陆小峰的店里?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你有没有好的办法? 沈子明开口道, 擒贼先擒王, 既然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咱们就去找刘福星。 陆小峰盯着门口看了看, 我先去拍照, 然后清洗掉这里的狗血, 明天一早, 我就去找刘福星。 沈子明点头, 我跟江雨昕说一下, 退迟回去的时间, 咱们先去找刘福星的麻烦。 陆小峰摆手, 你就不用跟我一起过去了。 你先帮我调查刘福星所在的位置, 我直接去找他。 既然刘福星想要纠缠下去, 那就奉陪到底。 王明随即离开了, 陆小峰和沈子明两人动手清洗地面。 一切搞定, 已经接近午夜, 两人各自回去休息。 第二日, 陆小峰先去了医院, 发现刘福星早就出院了。 他回去了一趟, 直接来到福星点当行的总店, 这一次, 他带来了一件宴品青花梅瓶。 之前的青花瓷风波才刚刚过去, 市面上还有大量的青花瓷宴品在售, 但是价格非常便宜。 这一件是陆小峰之前花了几千块在市场上买回来的。 七, 陆小峰把青花瓶梅瓶放在典当行, 这里的鉴定师就被请了出来。 鉴定师黄元正是个中年男子, 见到青花瓷的一瞬间就直言道, 年轻人, 你可能不知道, 最近明青花的价格跌了很多。 你这件明青花, 这时候当不了多少钱呢? 陆小峰摆手, 没事, 你帮我看看这件多少钱? 黄元正拿出放大镜, 盯着青花瓷细细看了起来。 陆小峰淡定地坐在一旁, 这件梅瓶是他精挑细选买到的, 伪造的水平很高, 再加上被埋十多年, 寻常鉴定师压根看不出来。 许久, 黄元正抬头看向陆小峰, 你打算活当还是死当? 活当的价格低一些, 死当的价格高。 陆小峰开口道, 死当。 黄元正点了点头, 稍等, 我要评估一下市场价格,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你坐在这里等候片刻。 说话间, 黄元正用手机给青花梅瓶拍了一张照片, 这才转身离开了。 陆小峰盯着黄元正离开的背影, 转身和前台的小姑娘聊了起来。 鉴定师是不是去请老板了? 你们老板来了没有? 老板没来, 他应该是去请示去了, 一般而言。 价值相对较高的物品, 都会请示, 甚至老板要亲自过来。 陆小峰点了点头, 这是他之前就已经打听到的消息, 刘福星上次住院之后, 已经很少再来店里了, 想要见到对方, 就必须要先拿出价值高昂的物品。 尽管陆小峰拿出的是赝品, 但是黄元正看不出来, 即便是明清花价值跌了不少, 但也价值几十万, 这足以把刘福星吸引出来。 如果刘福星不愿意出来, 也没有关系, 陆小峰把这件青花词出手, 也算是赚到了。 没有等候太久, 黄元正再次走了回来,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老板很快就会过来, 他会跟你谈价钱。 还未请教, 你贵姓? 陆小峰道, 免贵姓陆。 黄元正点了点头, 随即又愣住了, 姓陆。 你是陆小峰吗? 陆小峰笑了笑, 没有回应。 黄元正却陡然站起身来, 瞪大眼睛道, 你就是陆小峰, 怎么会是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姓名? 陆小峰笑着道, 你可以装作不知道。 黄元正愣了一下, 他朝着周边看了看, 见到没有人注意这里的情况, 他方才安定了下来, 重新坐下来。 黄元正面上表情明重, 陆先生,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尽管售出宴箱的分店并不是这里, 但是黄元正却听说过事情的经过, 知道陆小峰从老板手里 捡漏了一件扶桑国宝八桥, 试毁罗电宴箱, 这件宴箱被陆小峰卖给叶半城, 卖出了六千万的天价, 甚至有扶桑京都大学教授专程前来求购, 开出了更高的价格, 但被陆小峰拒绝了。 黄元正很佩服陆小峰, 但是老板因为这件事情气得住院, 邵东家为了从陆小峰那里挽回损失, 采取了不光彩的手段, 因此被抓。 不管怎么样, 放任陆小峰来到店里, 这就是冤罪。 不过, 事已至此, 黄元正不敢多说, 他只希望老板过来之后, 不要冲他发火。 陆小峰神色淡定, 他朝着左右看了看, 典荡行的布局跟古玩店不一样, 这里不仅收购古董, 还回收高档酒水珠宝名表名包。 没过多久, 刘福星就赶到了这里, 他进入店里, 见到陆小峰的身影不由面色大变, 惊声道, 陆小峰, 你怎么在这里? 店里所有人都惊到了, 大家转身看向老板的方向。 陆小峰笑了笑,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刘老板这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刘福星死死地盯着陆小峰, 面色难看, 他没有料到, 来到店里的人竟然是陆小峰。 刘福星对陆小峰恨之入骨, 因为陆小峰不仅在他这里 捡走了价值六千万的扶桑国宝, 还把他的儿子送进了监狱。 此时, 听到陆小峰的指责, 刘福星冷哼一声, 陆小峰, 看来你没有任何愧疚之心。 陆小峰盯着刘福星, 冷声道, 刘老板, 你昨晚派人做了什么?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刘福星神色微变, 但是随即又镇定下来, 他当然不可能承认此事, 毕竟他已经去看望过刘胜强, 知道陆小峰是因为随身携带摄像头, 才会固定了证据给刘胜强定罪。 刘福星不知道陆小峰是不是带了摄像头, 他盯着陆小峰道, 我做了什么, 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陆小峰, 我警告你, 不要来福星点当行捣乱, 要不然, 就需要怪我不客气。 说话间, 刘福星盯着桌面上的青花瓷没屏, 不禁朝着黄渊正赤道, 我都已经告诉过你, 我们不再接受青花瓷, 你怎么就不听呢? 青花瓷的风险很大, 尤其是这一位当初亲历了青花瓷的事情, 甚至就是他找到了伪造青花瓷的窝点, 你能够逗得过人家? 黄渊正听到这话, 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他看向陆小峰, 满面难以置信。 尽管刘福星没有明说, 但是意思很明显, 这件青花瓷没平时赝品, 高仿的水平能够以假乱真。 黄渊正不禁庆幸起来, 如果不是老板做事较真, 亲自赶来, 恐怕他已经做主, 收下了这件青花瓷。 陆小峰盯着对方, 刘老板, 坐下来聊两句。 陆小峰, 他可不想跟陆小峰聊天, 万一哪一句被对方找到证据录了下来, 接下来可能就会报警找他的麻烦。 他可是一大把年纪了, 万一真是被抓紧去蹲几天, 颜面丢尽。 陆小峰看着对方警惕的表情, 他并不在意, 继续道, 刘老板,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这家店是新开的, 没有多长时间, 店铺也是租来的, 顶多我也就是舍弃一年的房租罢了。 我还年轻, 能够耗得起, 只要我有修复的手艺, 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可是, 如果被我知道, 昨天晚上是谁派人在我的店门外泼了狗血, 我是肯定不会放过对方的, 大半夜泼狗血算什么? 我会让他尝一尝, 大白天被泼一喷狗血。 刘福星瞪眼盯着陆小峰, 他可没有想到, 陆小峰竟然敢这样威胁他。 刘福星冷哼一声, 陆老板, 我想你肯定是找错人了,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陆小峰点了点头, 最好如此, 反正我只有一家店, 我哪怕是拿出一千万来, 只要能够把福星点当行拖垮了, 我也值得。 刘福星瞪眼, 你在胡说什么?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狗血的事情, 不是我做的。 你如果想搞福星点当行的话, 我奉陪到底。 刘福星的员工就在旁边, 他的态度渐渐强硬了起来。 不过, 陆小峰却清楚, 刘福星的强硬态度, 不过是外墙中干把了。 陆小峰站起身来, 缓缓开口道, 刘老板,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你自便吧。 说吧, 陆小峰拎起梅瓶, 直接朝外走了出去。 刘福星瞪眼, 姓陆的, 你不要走。 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陆小峰笑着道, 刘老板, 难道你这里不是开门做生意的吗? 如果因为一言不合, 你就口出狂言, 如此对待顾客, 恐怕福星点当行也不可能走远吧。 刘福星张口想要说话, 但是他盯着陆小峰, 随即又闭嘴了, 因为他意识到, 陆小峰很有可能随身携带摄像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陆小峰只要断章取义, 把这段话放到网上, 就很有可能败坏福星点当行的名声。 陆小峰看着刘福星愤怒的样子, 不由呵呵一笑, 他转身走了回去, 伸出右手, 轻轻地朝着红木桌面捶了一下。 咔嚓, 红木桌面顿时破开了一个洞, 整块桌面都裂开了。 陆小峰笑了起来, 刘老板买来的桌子也太不结实了吧, 轻轻一碰就碎掉了。 我那里还有几张酸枣木桌子, 刘老板如果需要的话, 尽管派人去我那里拉回来。 我劝刘老板一定要调查一下你们店里的采购员, 这样的桌子也能买回来, 真是昏头了。 刘福星面色苍白, 他盯着桌面上的破洞, 许久没有说话。 这张桌子是刘福星亲自买回来的, 尽管只是普通的红木, 但却是实木的, 足足有三公分厚, 哪怕是成人站上去, 也不会有丝毫变形。 陆小枫只是轻飘飘一拳, 直接就把这张桌子砸破了。 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不仅刘福星惊呆了, 黄元正和店员们也都呆住了, 他们实在看不出, 看似文质彬彬的陆小枫, 怎么能够一拳打碎桌面。 许久, 刘福星叹了一口气, 他转身朝着四周看了看, 陆小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刘福星看着大家呆滞的神情, 开口道, 这张桌子时间长了, 已经腐朽不经用了, 袁正, 换掉吧。 黄元正张了张嘴, 想要问是不是要去陆小枫那里, 拖一张桌子回来。 不过, 看着刘福星失魂落魄的模样, 黄元正终究没敢问出来。 尽管刘福星极力否认, 但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 应该是刘福星派人去给陆小枫的店铺泼了狗血。 这时候, 被人家找上门来, 几乎指着鼻子威胁, 就差一巴掌扇在脸上, 刘福星却没有办法奈何陆小枫, 甚至还要避其锋芒。 刘福星终究是老了, 他已经没有了雄心壮志。 宁妻白头翁, 末妻少年穷。 刘胜强已经进了监狱, 以后能不能继承家业, 还不好说, 但是刘福星如果跟陆小枫结仇, 他显然是斗不过陆小枫的。 陆小枫却不再考虑刘福星的想法,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对方再敢这样做, 他就绝对会说到做到。 陆小枫回去, 把自己的处理结果告诉了沈子明。 沈子明愤愤不平, 真是便宜他了。 像是刘福星这种人, 完全就是欺软怕硬。 你的态度一定要强硬, 你就应该早点在他面前露一手, 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陆小枫笑着道, 我的力量是不小, 但总不可能一直搞破坏吧, 无缘无故把一张桌子砸坏掉, 人家不觉得我是神经病才是怪事。 我已经去警告过刘福星了, 如果他敢动手, 我就还机, 把他每一家门店都泼上狗血。 沈子明点头, 我相信你的警告肯定是有效果的。 不过, 咱们今晚再观望一下, 如果他没有动作, 咱们明天就前往精灵。 江雨昕早就迫不及待想要回家了, 这都是刘福星瞎耽误功夫。 离开之前, 咱们去勾兰听一听小曲儿。 陆小枫一转身, 见到祝婷婷站在不远处, 见到陆小枫看过去, 祝婷婷连忙转过头去。 不过, 祝婷婷还是忍不住道, 沈子明嘿嘿一笑, 你老板跟我学坏, 跟你有什么关系? 财迷鬼! 祝婷婷瞪眼, 沈子明, 我警告你, 不要给我起这个绰号。 沈子明笑道, 难道你不是小财迷吗? 祝婷婷冷哼一声, 气得跺脚跑开了。 沈子明回头, 对了, 最近怎么不见您老师? 你该不会是惹他生气了吧? 陆小枫无奈道, 宁婉秋最近在闭关作画, 他想要画一幅剧作, 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每天全部都铺在这件事情上, 就算是上课都没空跟我说几句话。 我前两天见到他, 整个人都受了一圈。 沈子明笑道, 你这是心疼了? 嘿嘿, 小枫, 你就该娶您老师这样的。 你想一想, 您老师这么喜欢钻研画作, 以后经常闭关作画, 你岂不是就自由了? 咱们兄弟以后,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 逍遥快活四神仙。 陆小枫摇头, 趁着年轻快活两年就得了。 你两只腰子是铁打的吗? 还能经得住你造几年。 沈子明愣了一下, 随即摸了摸自己的腰, 你不提, 我都忘记了, 最近腰疼得厉害, 我要先去补一补。 沈子明转身跑出去了, 很快, 他又再次跑了回来, 拉住了陆小枫, 一起去。 陆小枫无奈, 只能跟了过去。 两人在外面吃药扇人生机, 沈子明接了电话, 他挂断之后, 看向陆小枫, 刘福星请老头子吃饭, 想要请老头子帮忙说和。 这个刘老头, 早干嘛去了? 现在才想起来和解, 已经晚了。 陆小枫点头, 刘福星的度量实在是太小了, 像他这种人, 在夜内鸣声怎么样? 沈子明从碗里捞出人参, 直接咬了一口, 以前的鸣声就不怎么吼, 但是至少还要脸, 这一次完全就是不要脸了。 这次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刘福星以后在圈里,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鸣声了。 不过, 主要是你太狠了, 直接捡漏了六千万, 他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 陆小枫想了想, 他看向沈子明, 其实, 我这一次要跟你去精灵,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中海是我们的家, 做事情总要顾忌一些, 甚至面对刘福星这样的人, 总还是有些束手束脚。 如果去了精灵, 就完全不一样了。 哪怕是捡漏, 对方也不可能找上门来。 沈子明开口道, 其实, 这件事情也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把你的战绩暴露了出去, 刘福星也不可能来到你的店里。 陆小枫摇头, 就算是没有这一点, 刘福星也会很快知道这件事情。 毕竟京都大学的教授都追了过来, 我把燕香六千万转让出去, 这样的事情是包不住的。 陆小枫仔细复盘过整件事情, 他觉得, 这件事情追根究底, 还是因为自己的实力太弱, 地位不高, 以至于让刘福星父子生出了不轨之心。 如果自己也有夜半成这样的财富和地位, 刘福星父子敢这样做吗? 这件扶桑宴箱落入陆小枫的手中, 他是保不住的。 想要获取更多的财富, 陆小枫是能够做到的, 但是想要提升地位, 却并非是那么容易的。 沈子明做短视频也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也算是网红, 但是走出去却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如果真是想要提升地位, 那就要把财富提升到一个档次上, 还要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前教授提出的方案, 读研, 然后进入学校教书, 走学术路线。 陆小枫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沈子明探讨, 沈子明想了许久, 开口道, 为什么不能两条腿走路? 古董商人是不会有什么地位可言的, 毕竟这是一个小众圈子, 你不可能有几万的员工, 也不会为社会产生大的效益, 但是大收藏家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以你的条件, 也可以走技术路线, 把自己的文物修复技术提升到顶级, 把自己的绘画提升到顶级, 这两样有其中一样, 就足够了。 陆小枫点头, 他也有这样的考虑, 想要走学术路线, 但是又不能耽误发财, 毕竟有钱能够解决太多的问题。 两人吃饱喝足, 人身汤下肚, 浑身暖洋洋的。 陆小枫能感觉到, 最近自己的力量好像又有提升, 只是这种提升并不明显。 两人去花天酒地一番, 晚上走出来, 再一次撞见了沈一鸣。 不过, 这一次沈一鸣身旁跟着刘福星, 刘福星脸上通红, 双眼眯着, 沈老弟, 今晚开不开心? 尽不尽兴? 沈一鸣高声道, 开心? 尽兴? 老刘, 你就放心好了, 你的事情交给我出脸。 刘福星笑着道, 好, 今晚你好好享受。 陆小枫和沈子鸣两人听到说话声, 他们站定下来, 盯着这两人, 一直等他们撞过来。 沈一鸣抬头, 看了看陆小枫, 又看了看沈子鸣, 他回头看着自己身旁的姑娘, 顿时理直气壮。 你们两个兔崽子, 跟你们说了多少遍, 不要来这种地方。 刘福星一抬头, 顿时醒酒了。 刘福星看到陆小枫这张脸, 顿时就畏惧了。 他清楚记得, 陆小枫一拳头下去, 红木桌子都被砸坏掉。 这样的实力, 超出他的想象。 刘福星甚至能够想到, 如果陆小枫一拳头砸过来, 他肯定是头破血流的下场。 不过, 沈一鸣在身旁, 这让刘福星稍稍安心, 他躲到了沈一鸣的背后。 沈子鸣哪里会畏惧沈一鸣, 他瞪大眼睛。 老头子, 这是我们年轻人该来的地方, 你们才是最不该过来的。 我告诉你, 我和小枫我们去吃了一大锅的人参药扇鸡, 正要过来发泄旺盛的精力。 你们还有精力吗? 我看你们两个已经是顺风低失邪的年纪了, 还怎么跟我们年轻人比? 沈一鸣吹胡子瞪眼, 你说什么? 老子分明可以迎风尿三尺。 沈子鸣呵呵一笑, 可笑, 咱们现在就是一试。 沈一鸣道, 试试就试试。 沈子鸣拉着陆小枫, 跟沈一鸣推推嗓嗓, 朝着旁边走过去。 刘福星连忙跟上去, 却被沈子鸣一下子给轰了回来。 你跟着过来做什么?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决斗, 你们都不要插手。 刘福星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他很想要说陆小枫怎么能跟过去, 但是沈子鸣他们已经走远了。 两位姑娘看着沈子鸣一行人的方向,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刘福星只好在原地等待起来, 只是等了很久, 双脚都站麻木了, 却仍旧没有见到沈一鸣一行人的影子。 刘福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耍了。 沈一鸣他们哪里是去比拼了, 分明是回家了。 今晚明月当空, 完全没有任何风, 他们怎么比拼? 难道是回家拿着吹风机荡成风吗? 不管怎么样, 刘福星都被涮了, 他气鼓鼓地转身要离开, 但是站在他旁边的姑娘却拉住了他, 今晚怎么说? 刘福星气恼道, 什么怎么说, 人都走了, 还能怎么说? 姑娘拉住他不放手, 可是你不能不付钱啊, 都已经说好了。 刘福星瞪眼, 面色难看, 感觉脑袋充血, 眼前一黑, 摔倒在地。 两个姑娘吓住了, 惊叫着跑开了, 陆小枫一行人直接走了出去, 他们上了车, 叫了代驾, 一路回到陆小枫的店里。 三人坐在一起喝茶, 陆小枫又把自己和沈子明探讨的结果告诉沈一鸣, 让他帮忙出主意。 沈一鸣喝了茶水, 整个人都恢复了清明, 一双浑浊的眼睛, 竟然变得亮亮的, 你们的想法没有问题, 现在你欠缺的只是成长的时间罢了。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比沈子明还要差一些。 沈子明顿时高兴起来, 老子英雄好汉, 一代更比一代强。 沈一鸣皱眉, 你比我强哪里了? 除了比我胖, 你还有哪里比我强? 沈子明呵呵一笑, 我不跟你争辩,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你去不去精灵? 沈一鸣摆手, 我就不跟过去了, 你们自己注意安全, 像是刘福星这种人, 毕竟还是少数, 但你们还是要注意, 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在精灵, 如果遇到珍贵的宝物, 一定先存起来, 不要随身携带, 这样不安全。 陆小枫点头, 他还有宝物存放在精灵的银行, 没有带回来, 在这件事情上, 他向来小心。 沈子明和沈一鸣待了片刻, 这才离开了。 次日, 一切都很平静, 刘福星终究不敢再派人过来, 祝婷婷来到店里, 他央求陆小枫, 他想要一同跟过去。 深秋时节, 清晨已经有了几分良意, 祝婷婷上身, 穿着黑色薄毛衣, 把身材完全凸显了出来, 他瞪着大眼睛盯着陆小枫, 眼神里满是渴求。 陆小枫点头硬了下来, 出去之后, 一切听指挥, 你回去准备好换洗衣服, 咱们趁早出发。 祝婷婷从里面拖出一个大箱子,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沈子明带着团队赶到, 他们会合之后, 这才驾车前往。 相比于上一次, 沈子明的团队壮大了很多, 人数更多了, 需要开三辆车子才行。 沈子明的队伍很专业, 出发时就已经开始拍摄, 准备短视频的镜头素材。 从中海到精灵, 开车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因为沈子明有不少设备要带过去, 不方便乘坐高铁, 只能开车。 让陆小枫没有想到的是, 祝婷婷的车技竟然不错, 她坐在驾驶位, 单手放在方向盘上, 墨镜盖住大半张脸, 露出白皙的面容和红唇。 因为有祝婷婷, 陆小枫一路几乎睡到了精灵。 这一次要拍摄短视频, 一切开销都是公司承担, 因为人多, 沈子明只选了一家普通的五星酒店。 江雨昕一下车, 拉着行李就跑了, 大家晚上在酒店等我, 我爸说是要请你们吃饭。 不过, 江雨昕没有跑出几步, 就见到了江雨昌, 他连忙抱了过去。 林若仪也没有待这里, 跟众人告别, 打车回家。 江雨昌与众人打了招呼, 邀请众人晚上一起吃饭, 就带着江雨昌离开了。 等到他离开, 陆小枫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两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江雨昌的状态比上次更差了, 显然是不太乐观。 大家各自回房间洗漱片刻, 又回到大厅集合。 沈子明拿出手机, 我给大家赚了红包, 你们自己出去玩一圈, 晚上回来聚会。 这一次, 沈子明带了三个员工过来, 他们听到这话, 顿时兴奋地跳了起来, 三人跑出了酒店。 陆小枫和沈子明, 以及祝婷婷则是漫无目的地 在附近游荡。 陆小枫两人来过这里, 因此并不好奇, 只有祝婷婷朝着四周好奇看过去。 片刻, 三人走到一家古玩店门外, 同时顿住了脚步, 三人对视一眼, 全都笑了起来, 这大概就是他们的职业习惯。 陆小枫走在前面, 举步走了进去。 这家古玩店并不在古玩城, 反而是在闹市区, 单独开的一家店, 像是这种店铺, 一般生意都不怎么样, 只有聚集在一起的店铺, 生意会好一点。 老板见到有人过来, 也不招呼, 扫了一眼, 继续写字。 陆小枫远远地看过去, 见到老板的字铁化银钩, 气势磅礴。 这间古玩店经营得很繁杂, 不仅有书画瓷器, 更有青铜佛像, 玉雕翡翠。 陆小枫在店里细细看了起来, 沈子明则是打开了摄像头, 准备拍摄素材。 接连看了几件宝物, 陆小枫发现, 这位老板水平很高, 几乎每一件都是精品, 最为重要的是, 每一件的价格都很精准。 看了几件之后, 陆小枫朝着沈子明看过去, 压低声音道, 遇到高手了。 沈子明咧嘴笑了起来, 这不是很正常吗? 有人水平低, 也就会有人水平高, 咱们走了这么多家店面, 遇到高手不是很正常吗? 陆小枫点了点头, 他遇到的高手比较少, 因此遇到这样的高手, 难免会有几分好奇。 尤其是这里的古玩很杂, 但是每一件都是真品, 这就很不容易, 比较很多专家都只是专精其中一个种类, 很少有人能够全部精通。 老板写完了字, 看了两眼,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接着, 老板又走到了一旁的茶桌旁, 开始泡茶。 老板倒了四杯茶水, 三杯放在对面, 他自己独拿了一杯, 一边喝茶, 一边看向陆小枫一行人。 沈子明不耐烦看这么多的古玩, 他转身跑过去, 坐到了老板的对面, 笑着道, 老个好雅兴。 老板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模样, 小麦肤色, 穿着白衬衫黑西裤, 浑身有种精干的气质, 看上去像是军人, 不像是古玩商人。 老板笑着点头, 小友怎么称呼? 沈子明笑着道, 我叫沈子明, 老板坐如松战如中, 这种气质像是退伍的。 老板贵姓, 怎么称呼? 老板笑了笑, 硬朗的面堂有了几分和善, 小友好眼力, 我叫林如松, 十年前退伍的。 沈子明端起茶水。 我就说嘛, 老板的气质不一般, 看起来就很专注又自律, 最重要的是腰板挺直, 这是改不掉的习惯。 老板林如松笑了笑, 没有多解释。 好一会儿, 林如松朝着陆小枫的方向看过去, 见到他仍旧把每一样东西都拿起来, 仔细查看一遍, 不免诧异问道, 那位怎么称呼? 看你们的样子, 像是从外地过来的, 过来旅游的吗? 沈子明指着陆小枫, 介绍道, 这是陆小枫, 我机友, 我们一起过来玩几天, 他对这个很好奇, 过来看一看。 林如松伸手指向沈子明的手里的小机器, 你为什么要随身携带录像设备? 沈子明连忙解释道, 我是一位短视频主播, 平时会记录生活, 拍一些段子, 如果老板介意的话, 后期我会给你打码。 我这个朋友的水平不错, 他刚才一直在夸赞老板的水平高。 林如松点了点头, 似乎并没有在意摄像的事情, 他沉默了下来, 不再开口。 沈子明能够看得出来, 老板说话很少, 看起来很沉默。 祝婷婷一直跟在陆小枫身边, 这么冷的天, 他仍旧穿着黑色白褶裙, 露出包裹黑色丝外的眉腿。 却没有想到, 陆小枫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面前的古董上。 沈子明想要跟老板调起话题, 但是老板似乎没有了谈话的雅性, 不愿多说。 很快, 陆小枫的注意力放在了一枚天珠上, 这枚天珠与绿松石、蜜蜡一起串了起来。 这枚天珠看起来不是很圆, 是三角形, 纹路悬傲, 陆小枫一眼看上去, 天珠上的深绿色的纹路就如同眼睛一般深邃。 几乎一瞬间, 陆小枫感觉自己像是迷失了一半, 他盯着天珠, 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星空之中, 四周广袤又荒凉, 漫无边际。 陆小枫伸出右手拿起天珠, 他感觉到这枚天珠滚烫, 像是被炙烤过一般, 他的眼前浮现出天珠的雕琢过程。 眼前出现的是非常古老的工艺, 没有现代化雕刻工具, 天珠只能在石头上打磨, 这个过程需要很久。 很快, 陆小枫感觉到自己耳畔出现了阵阵泛因, 这泛因古老又幽远, 似乎能够穿透时空, 抚平内心。 看了一眼标架, 陆小枫把这枚天珠直接带到了茶桌旁。 林如松见到陆小枫坐过来, 又看了一眼陆小枫手里的天珠, 不由笑了笑。 沈子明扫了一眼, 诧异问道, 天珠? 陆小枫点了点头, 是天珠? 说吧, 陆小枫似乎并不在意一般, 他把手里的天珠放到了茶桌上, 抬头看向老板。 祝婷婷跟着坐过来, 他伸手, 想要拿起天珠, 却被沈子明拦住了, 正常来讲, 触碰天珠的人越少越好, 如果小枫真是想要买下这枚天珠, 咱们还是不要触碰为好。 祝婷婷不满道, 为什么不能碰? 沈子明开口道, 天珠一般都会有高僧法力加持, 在藏族地区, 他们认为天珠有强大的宇宙磁场和高僧法力加持, 佩戴天珠能够护身, 能够消除业障, 能够获得诸佛菩萨的护佑。 你看着这枚天珠, 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看到的是一整片苍穹? 祝婷婷扫了一眼, 摇头道, 没有看到。 林如松顿时笑了起来, 这是一句真话, 我很喜欢。 他们信奉佛教, 因此赋予了天珠佛门的含义, 但我信仰马列主义, 心中无佛。 四五年前, 我去了青藏高原一趟, 在那里从普通牧民手里收到了这串珠子, 当时我只是觉得珠子很好看, 并没有想太多, 没想到竟然被你们赋予了这么多的含义。 陆小峰笑着点头, 林老板, 不管你信不信, 这都不妨碍这枚天珠确实不错。 这枚天珠表面光滑, 有很强的预质感, 珠体不透明, 甚至连珠体都不规则, 与我们寻常所见的椭圆形的珠体有很大的不同。 陆小峰伸手再次拿起了天珠, 他愈发感觉到自己内心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渴望, 想要得到这枚天珠, 这枚天珠与他有缘。 林如松笑了起来, 看你的样子, 我感觉你好像对天珠很感兴趣。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建议你可以走一趟。 陆小峰点头, 有时间, 我会过去的。 毕竟是世界污脊, 陆小峰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 想要过去一趟。 陆小峰看向老板的方向, 他突然对老板感兴趣起来, 因为这位老板不一般, 竟然给每一件都标了价格。 很多古安店主是不会标价的, 因为他们要看人下菜, 见到富贵之人, 价格明显就要高一些, 见到衣着普通的, 就会把价格降低一些。 林如松给这件天珠的标价要低很多, 只有十万块, 这显然是因为他不认可天珠的附加价格, 才会出现这样的低价。 陆小峰想了想, 他看向林如松, 开口道, 天珠一般都会先由大德高僧佩戴传承, 这是具有法力之物。 天珠在藏区更是被奉为无价之宝, 这件天珠很不凡, 林老板要不要重新考虑定价? 听到这话, 沈子明顿时瞪眼看向陆小峰, 满面诧异, 他不明白陆小峰为什么要劝对方涨价。 林如松同样诧异, 他不禁笑了起来, 看来, 你真是很看好这件天珠, 涨价是不可能涨价的, 但是我很想要知道, 这没天珠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 竟然让你如此着迷, 甚至觉得价值高昂。 这样好了, 咱们先做好交易, 你付了款, 我把收据给你, 你再告诉我, 这件天珠的来历, 也省了我会反悔。 说吧, 林如松荡真起身站起来, 陆小峰和沈子明面面相去, 他们遇到了刘福星。 见到了刘福星的小肚鸡肠之后, 他们就商量, 以后再次简陋的时候, 绝对不能当场告诉对方。 没想到, 陆小峰劝说对方涨价, 对方竟然坚持不涨, 对方之所以要去拿收据, 正是想要把这次的交易做实, 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对方能够有这样的诚信, 实在是难得。 陆小峰很诧异, 亲眼见到林如松把收据拿了出来, 直接动笔写了收据, 这时候, 陆小峰还没有付款, 见到对方已经把收据撕掉递过来, 陆小峰无奈, 只好拿出银行卡, 让对方刷了卡。 一切准备好, 林如松看向陆小峰,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这是一枚古象熊天珠, 象熊出现在吐蕃之前, 大概距今三四千年前, 是西藏文明的发祥地。 现存的象熊天珠, 都是由大成就者和高僧大德, 供奉加持装饭供佛, 或者浮藏传世而来, 是火星陨石, 与地球玉水玛瑙矿脉融合后的产物, 珍贵无比。 象熊天珠的颜色有很多, 有以深绿色最为珍贵, 因此林老板的眼光是真得很好, 这枚天珠应该是最为顶级的象熊天珠。 林如松笑了起来, 这可不是我眼光好, 我这是看走眼了, 被你捡漏了。 我一直以为, 象是天珠最重要的价值, 是因为有传承, 有高僧加持,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么久远的天珠。 虽然走了宝,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至少又学习了新知识。 陆小峰看过去, 见到林如松面上神情自然, 不像是走宝的样子, 他不禁诧异问道, 林老板退伍之后就开店了。 林如松笑着道, 我以前就对古董感兴趣, 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 但是跟着家里长辈学过一段时间。 我的天赋还算是不错, 这些年也经手了不少好东西,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不缺钱, 不会因为走宝就觉得有问题。 当然,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这没天珠的价格不应该太高, 因为你们觉得天珠有强大的磁场和法力加持, 在我看来, 这都是扯淡。 陆小峰点头, 这样就好。 林如松笑了起来, 放心好了, 我不会因为你是外地人, 就打击报复, 我不是这样的人。 沈子明开口道, 林老板一看上去, 就是很有正义感的, 我们相信你。 林老板走南闯北, 买到了不少好东西吧, 都在这里吗? 林如松笑了起来, 怎么? 你想要买什么? 林如松的画匣子打开了, 反而显得很爽朗, 不像是沉默寡言的样子, 跟着之前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 沈子明很诧异, 却又不知内情。 沈子明想了想, 开口道, 我们这次来到精灵, 想要多待一段时间, 小峰是文物修复师, 我们要在这里打开局面。 林如松诧异看过来, 文物修复师, 你能修复什么? 说吧, 林如松又连忙改口道, 不好意思, 我没有质疑的意思, 只是好奇, 像你这么年轻, 修复过很多东西吗? 陆小峰倒也没有在意, 他很清楚, 他的年纪肯定会引起大家的质疑, 毕竟文物修复跟医术一样, 越是年纪大, 也就越会受到欢迎。 陆小峰笑着道, 年轻人的手更稳, 修复的也越好。 林如松笑着鼓掌, 说得好, 有志气。 林如松似乎对修复很感兴趣, 他笑着跟陆小峰聊起了修复的事情, 这让沈子明插不上嘴, 他只好把注意力放在天珠上。 祝婷婷坐在一旁, 盯着天珠看了很久, 他想要问一问价格, 但是见到陆小峰正在聊天, 他不好问出来, 只好拿出手机搜索了起来。 很快, 祝婷婷见到功夫巨星李连杰拥有一颗九眼天珠, 是他花了两千万请回去的。 看到这个价格, 祝婷婷完全惊呆了。 在祝婷婷看来, 他完全没有办法看出这没天珠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怎么就能够达到两千万的价格?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陆小峰买下的这颗天珠又价值多少? 祝婷婷不敢多说, 他生怕问出来会再次招惹刘福欣这样的祸患, 只能心里揣着疑惑, 一直憋着。 祝婷婷憋得难受, 听到陆小峰和林老板探讨无聊的修复话题, 见到陆小峰兴致勃勃勃的样子, 他实在是想不清楚, 这有什么好聊的。 许久之后, 陆小峰和林如松安静了下来, 林如松特意给陆小峰送了一只盒子, 用来把天珠装起来。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打算以后多多联系, 虽然只是见了一面, 但是两人却一见如故。 走出了店铺, 祝婷婷终于忍不住说出来 功夫巨星那颗天珠的价格, 又问道, 老板这颗天珠岂不是也能够卖出这个价格? 陆小峰笑着摇头, 不可能的, 他那颗天珠价格太高了, 正常也就两三百万的价格。 祝婷婷点了点头, 松了一口气, 感觉两三百万好像也不是很高的样子, 跟在老板身边就是容易膨胀。 沈子明回头看向陆小峰, 忍不住道, 林老板不愿给天珠增加附加价值, 你也是如此啊。 陆小峰愣了一下, 他回头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我说的价格太低了吗? 沈子明点头, 实际上, 天珠的价值本来就不在于材质, 而在于附加价值, 因为天珠有大德高僧的加持, 才会有现在的价值。 李连杰那一颗天珠也是如此, 他花了两千万, 从活佛手里买下来的, 这个价格受到他的认可, 受到活佛认可, 市场也会认可这个价格。 当然, 两千万的价格确实虚高, 但是应该也不像你所说的两三百万那么低。 朱婷婷瞪大眼睛, 活佛加持之后, 就能卖那么高的价格? 七,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位活佛, 把这梅天珠放在他那里? 这样一来, 这梅天珠岂不是能卖一两千万? 沈子明点头,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陆小峰并没有太过在意这些, 他拿着墓盒三人转了一圈, 回到了酒店。 回到房间之后, 陆小峰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墓盒, 把天珠拿了出来。 他伸手触摸到天珠, 这一次天珠不再滚烫, 而是有一种预制的温润感, 触碰到天珠的一刹那。 陆小峰再次感觉到有一阵泛音声响起, 这股泛音没有在耳畔, 像是从他心底冒出来一样。 听着这道声音, 陆小峰顿时感觉到, 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完全陷入了沉睡之中。 许久, 陆小峰听到外面的敲门声, 他被惊醒过来, 走过去开门, 这时候他才感觉到, 似乎身上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 陆小峰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不过才睡了五分钟而已。 开门见到沈子明, 沈子明并没有进来, 反而伸头在陆小峰的房间里看过去, 你房间里是不是藏人了? 陆小峰摇头, 你瞎说什么? 沈子明笑了起来, 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 你都没有接, 我还以为你正处于关键时刻, 不方便接听电话。 我特意跑过来看一看, 你到底是什么情况? 陆小峰瞪眼, 如果真是有人, 那你岂不是要吓到我了? 沈子明黑黑笑了起来, 如果真是有人, 也不会有外人, 这才几分钟, 你总不可能这么多时间就勾搭了一个。 陆小峰朝后退了两步, 走回了房间, 出了什么事情? 沈子明道, 我接到电话, 已经订好了餐厅,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咱们就过去, 你可以趁着这段时间洗漱一下, 既然是来到精灵, 咱们总要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才行。 陆小峰开口问道, 晚上都有谁? 沈子明道, 没有外人, 就咱们这些人, 再加上江玉祥。 陆小峰点头, 他伸手拿起了天珠, 挂在了脖子上。 沈子明瞪大了眼睛, 忍不住道, 你竟然把天珠挂在了脖子上, 难道你不觉得绿松石, 蜜蜡再加上天珠, 这样一串显得夸张了吗? 挂在脖子上, 实在是太明显了。 陆小峰倒也没有避讳, 直接道, 刚才我是睡着了, 我拿着天珠会有心安的感觉。 因此, 我想要试一试带着天珠感觉如何, 先带两天试一试。 如果真是效果不错的话, 回头我就把绿松石和蜜蜡都取下来, 只挂天珠就可以了。 沈子明盯着天珠看了看, 很惊讶问道, 真是有助睡眠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要去买一串。 你是不知道, 我经常失眠, 实在是太难受了。 陆小峰差一看过去, 你也会失眠, 我真是没有想到。 沈子明站起身来,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这种有钱人, 怎么会理解我们这种穷人的痛苦呢? 我每天都在想着, 该怎么样才能赚到钱, 赚钱真是太难了, 还是简陋容易? 陆小峰深以为然地点头, 我也觉得简陋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 你要多多努力, 我相信你也能够做到。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我呸, 说你发财, 你还喘上了。 兄弟, 狗富贵, 勿相忘。 陆小峰点头, 今晚安排勾篮听曲。 沈子明想了想, 摇头道, 今晚还是算了, 毕竟员工们都在, 不能带坏他们, 明天晚上, 我安排你请客。 陆小峰笑道, 没问题, 沈子明离开, 陆小峰洗了澡, 换了一身衣服。 江玉祥为了大家方便, 特意在酒店附近的酒楼订了餐。 陆小峰一心人赶到时, 江玉祥父女和林若仪都已经在等候了, 众人走进包厢, 依次坐下来。 上次一别, 并没有过去太长时间, 但是江玉祥的状态越来越差了, 他的面上蜡黄, 就连走路似乎都有些困难, 需要江玉心搀扶才行。 看到这种情况, 陆小峰和沈子明两人对视一眼, 都很忧虑。 坐下来后, 沈子明忍不住道, 江叔说, 你没有必要专门请我们吃饭。 江玉祥笑了起来, 一顿饭而已, 这没有什么, 你们都不要客气。 尽管江玉祥声音不低, 但是陆小峰却能听得出来, 江玉祥明显中气不足。 江玉心坐在一旁, 一直都没有开口, 只是抱着江玉祥的胳膊不说话, 但是他的眼圈红红的, 显然是哭过的。 之前, 陆小峰就觉得, 江玉祥迫不及待, 想要安置江玉心。 现在看来, 江玉祥对自己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江玉祥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大家并没有喝酒, 席间气氛也很凝重, 大家都没有办法活跃起来。 江玉祥面前摆了筷子, 但是他动都没有动, 只是看着大家吃饭。 没有多久, 江玉心就站了起来, 实在不好意思, 大家先吃, 我带我爸回去休息。 江玉祥很固执, 甩开江玉心的手, 想要坐在这里陪着大家。 陆小峰和沈子明竭力劝说, 这才把他劝走了。 看着江玉祥离开的背影, 沈子明忍不住感慨道, 人生无常, 必须要及时行乐呀。 朱婷婷忍不住吐槽道, 人生无常, 难道不应该更加珍惜眼前人吗? 沈子明, 我看啊, 你这个人的思想绝对有问题, 老板跟着你, 都会被你带歪了。 沈子明瞪眼, 你瞎讲, 陆小峰可不是我带歪的, 这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说吧, 沈子明朝下看了一眼, 你穿了一条黑裤子, 陆小峰可不喜欢这样子的。 陆小峰一巴掌拍在沈子明的肩膀上, 行了, 不要瞎说了。 沈子明跟着陆小峰朝里走进去, 回头见到祝婷婷气急败坏, 朝着他指指点点。 回到包厢, 现场的氛围已经活跃不起来了。 陆小峰看向林若仪, 你跟他熟悉一些, 江玉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今天晚上, 林若仪同样满面悲伤之色, 听到这话, 面露悲淒之色, 很不好。 大家都忍不住长须短叹起来。 沈子明安慰道, 大家都看他一些, 我们之前就认识了江叔叔, 我感觉他是很乐观的人, 很早就在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他已经把子女都安顿好了, 想必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心事, 大家既然吃了江叔叔这顿饭, 以后对咱们的大老板江雨昕 多照顾一点就好了。 林若仪点头, 江叔叔确实是最放心不下雨昕, 雨昕一段时间没有回来, 之前都是通过电话沟通, 他也没有想到, 叔叔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回家之后, 他劝叔叔放弃请客, 或者是在家里附近请客, 但是叔叔拒绝了, 坚持要到这边来。 雨昕的家距离这里有半个小时路程, 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就过来了, 江叔叔坚持要这样做。 大家本来已经拿起的筷子, 这时候也忍不住放了下来。 陆小峰和沈子明两人的感触更深一些, 毕竟他们上一次来到精灵的时候, 江玉祥还没有那么严重, 大家坐在一起聚餐都没有问题, 没想到转眼就要不行了。 咚咚咚, 包厢响起了敲门声。 席间一人站起身来, 走过去打开门, 见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陆小峰和沈子明同时站起身来。 陆小峰差一道, 刘老板, 你怎么来了? 来人正是刘俊平, 当初他们在精灵见过面, 没想到刘俊平找到了这里。 刘俊平笑了起来, 老江给我打电话, 说是请客请到了一半, 他想要喝酒, 却被女儿给拽走了, 让我过来陪一陪大家。 看来, 大家都不怎么喜欢吃菜吗? 这一桌子的菜, 吃的不是很多。 这时候, 桌子上的菜上的并不多, 但是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中, 很少吃菜。 刘俊平一挥手, 我来跟老板说一下, 让他把剩下的菜都撤掉, 咱们去吃烧烤。 老江已经老了, 他不懂得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咱们去吃烤全羊喝啤酒。 这时候天气已经微凉, 但是大家听说吃烤全羊, 还是很兴奋。 刘俊平跟这里的老板很熟悉, 直言把剩下的菜退掉, 老板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硬了下来。 坐进车子里, 刘俊平这才叹了一口气, 老江的情况, 你们也都看到了吧? 陆小峰和沈子明相继点头, 刘俊平道, 生老病死, 这都是常态, 你们也不要太过放在心上, 老江他很乐观, 大家都应该乐观起来。 陆小峰点头, 是的, 我们应该乐观起来。 刘俊平开口问道, 你们这次来到精灵, 有什么计划没有? 你们是打算拍短视频是吧? 老江是没有办法陪着你们了, 他委托, 想要让我陪着你们。 沈子明连忙道, 刘老板, 真是不必这么客气, 我们对精灵还算是熟悉, 能够找到路。 刘俊平笑了起来, 我当然知道, 你们能够找到路, 现在都有导航, 你们不可能迷路。 老沈给我打电话, 已经跟我说起了小峰在中海的事情, 万一你们再精灵, 也遇到了这种事情, 该怎么办? 沈子明无奈道, 像是刘福星那样的人, 毕竟是少数。 刘俊平道, 既然是来到了精灵, 一切都有我罩着, 我是绝对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的。 沈子明还要客气, 陆小峰拉了沈子明一把, 既然是这样, 那就多谢了。 刘俊平道, 我跟老沈关系很好, 你们也别称呼什么刘老板了, 叫我叔叔, 那就把我喊老了, 还是叫我一声老哥吧。 刘俊平的年轻一些, 称呼叔叔确实不合适, 但是称呼老哥又让他平白矮了一倍, 因此陆小峰和沈子明不约而同称呼刘老板, 既然刘俊平自己不在意, 陆小峰和沈子明也就顺了他的意思。 陆小峰问了一句, 刘老哥认不认识林如松? 这时候, 他们已经停好车子, 来到了烤全羊馆的包厢里, 老板还在准备烤全羊, 给他们上了素菜和烤串, 烤全羊马上就会送上来。 听到陆小峰的问话, 刘俊平稍稍一正, 你们见到林如松了? 这可是一位奇人, 他鉴定古董, 最讲究演员, 一眼看中的东西, 他就觉得是真品, 还别说, 他买到的大部分都是真品, 虽然也有打眼的时候, 但是总体上赚得更多, 所以他现在整天沉迷书法, 不缺钱, 逍遥快活, 我们都很羡慕, 朱婷婷忍不住道, 老板才在他那里买了东西, 刘俊平诧意问道, 买了什么? 陆小峰倒是没有隐瞒, 他把天猪拿了出来, 刘俊平很惊讶, 这是天猪, 不过, 刘俊平见到陆小峰 已经把天猪带了起来, 他不好伸手去触碰, 只是看了两眼, 不由诧意道, 这没天猪的品色很好,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在林如松的店里 见到过这串天猪, 大概标价十万左右, 很不错, 沈子明笑了笑, 故意道,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这是像熊天猪? 刘俊平瞪大眼睛, 他盯着天猪看了起来, 满面诧异之色, 像熊天猪, 刘俊平愣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搜索起来, 好一会儿, 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竟然真是像熊天猪, 我对天猪了解不是很多, 也从未想过要去了解, 真是没有想到, 这没天猪竟然这么珍贵, 你花了多少钱买下来的? 陆小枫道, 十万, 刘俊平稍稍一震, 随即笑了起来, 这样看来, 林如松也没有看出来, 这是像熊天猪吗? 我猜啊, 他这时候肯定肉疼的厉害, 陆小枫惊讶看过去, 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很在乎的样子, 刘俊平笑了起来, 你们很少接触过这个人, 不清楚林如松这个人, 看起来好像一切都能看得开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他肯定是在乎的, 只是好面子罢了, 沈子明道, 如果因为好面子, 能够这样做, 其实也不错呀, 即便是君子, 不也都是因为好面子吗? 我倒是希望, 像他这种人多一点才好, 刘俊平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笑着道, 我跟刘俊平算是非常熟悉了, 我们是多年至交, 这些年, 他也的确是赚到了很多, 他可能是真不在乎钱财了, 其实,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 很多事情都能够看得开了, 陆小峰看向刘俊平, 沈子明接下来想要拍一些视频取材, 刘老哥有什么建议? 刘俊平想了想, 开口道, 其实, 我觉得林如松那里就不错, 老林那里, 基本上都是真品, 只是他这个人喜欢清静, 你们不能打扰太久, 拍了一两天的视频, 还是没有问题的,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这个事情要沈子明做主, 毕竟这件事情都要他来操盘, 沈子明略微犹豫, 开口道, 这段时间, 江雨昕肯定是不能出镜了, 小峰, 我要把祝婷婷借走出镜, 陆小峰看了祝婷婷一眼, 这没有问题, 祝婷婷坐在一旁, 听到这话, 不由满面惊喜, 因为现场出场费很高啊, 沈子明继续道, 我要仔细考虑, 到时候, 可能还需要几个群演, 这个我来考虑, 明天先不要借用, 我们先去考察一下, 我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再考虑编出什么样的故事出来, 陆小峰笑着点头, 你做主, 这时候, 烤全羊端了上来, 一股肉香味, 让人垂涎, 刘俊平亲自动手, 帮大家割了肉, 放入大家的碗里, 大家都吃, 不要客气, 陆小峰他们安心吃饭, 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刘俊平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又懂得说段子, 妙语连珠, 引得众人大笑, 一顿饭吃到午夜, 大家找了代价回去, 第二天, 刘俊平一早就赶了过来, 再次前往林如松的店铺, 尽管一行人来得很早, 但是林如松已经在店里等候了, 见到刘俊平走进来, 林如松走过来, 老刘, 事情真有这么着急吗? 一大早就把我叫过来, 陆小峰, 沈子明, 你们怎么也跟过来了? 陆小峰, 沈子明一行人跟在刘俊平的身后, 鱼灌而入, 林如松看到他们, 不免惊讶, 陆小峰笑着道, 林老板, 我们又回来了, 林如松看着陆小峰脖子上挂着的天珠, 有一瞬间的失神, 他的视线很快又落在了刘俊平的身上, 老刘, 这是做什么? 刘俊平笑着解释道,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沈子明跟江玉祥的女儿江雨昕在中海合伙做短视频, 最近他们打算回精灵录制, 你也知道, 老江的身体不太好, 老江没有办法招待, 就请我代为招待他们, 上一次, 他们两个来到精灵, 我们是见过面点, 子明跟江雨昕的合作, 还是在我们的见证下达成的, 我这样说, 你能明白了吗? 林如松点头, 他反应很快, 你们是想要借我这里拍视频? 刘俊平点头, 正是如此, 我们今天想要一看情况, 他们想要明天暂见你这里一天时间, 你觉得如何? 当然, 也不会平白让你受损, 他们会把你的电招也拍进去, 到时候, 肯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生意, 林如松看了看一行人, 并没有答应下来, 而是指着大堂里的座椅, 大家坐下来再说, 刘俊平有些急切, 你这人真是的, 做事难道就不能干脆一点? 我们这正等着你的答复, 你如何不愿意的话, 我们就找别的地方了, 林如松看向刘俊平, 无奈道, 你还是这样的急性子, 我也没有说不同意, 只是同意之前, 先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以你和我的关系, 你竟然是张了口, 难道我还能拒绝不成? 刘俊平顿时笑了起来, 老林, 我就知道, 你不是这样的人, 林如松早已泡好了茶水, 他给大家倒了茶水, 陆小枫和沈子明他们连忙上前, 各自接过了一杯茶水, 林如松则是转身朝着里面走进去, 在这间店铺的里面, 还有一间房, 很快, 林如松从里面走了出来, 在他的手里, 则是拿了一支木盒, 他把木盒放在陆小枫面前的茶几上, 陆老板, 你帮我看一看, 林如松这一生陆老板, 显得非常认真又郑重, 这让陆小枫很惊讶, 他点了点头, 掀开了木盒, 见到木盒里, 竟然整齐地放着四枚天珠, 关键这些天珠都是深绿色, 与他昨天所买的天珠相差无几, 只是在纹路上略有不同, 当然, 林如松这四枚天珠, 只有天珠, 并没有绿松石做配饰, 四枚天珠串在一起, 形成天珠串, 陆小枫伸手摸了过去, 他把天珠拿起来, 眼前就出现了天珠打磨的过程, 这个过程极为漫长, 许久, 陆小枫把四枚天珠都摸了一遍, 他抬头看向林如松的方向, 朝着对方竖起了大拇指, 陆小枫以为自己简陋, 已经算是高手了, 没想到, 林如松技高一筹, 林如松分明是因为没有看出像熊天珠的底细, 才能把这串天珠中的一枚取了下来, 又加上了绿松石, 做成了新的珠串, 给陆小枫剪漏, 但他又从陆小枫嘴里打探到天珠的真正来历, 如此一来, 尽管林如松亏了一枚天珠, 但是他却知道了另外四枚天珠的来历, 这完全就是赚大了, 难怪林如松表现得如此淡然, 甚至交易之后也要知道天珠的来历, 沈子明见到陆小枫的表情不免诧异, 他直接站起身走过来, 看到墓盒里装着的天珠, 他不由大吃一惊, 天珠还是四枚, 将还是老的辣, 林老板, 你发财了, 林如松面上平静, 一副不慎在意的样子, 但是端着茶杯的有些微微颤抖的手, 却出卖了他, 刘俊平看着沈子明的样子, 不免觉得沈子明像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就是天珠吗? 大惊小怪做什么? 刚开始, 刘俊平也没有在意, 但是他见到沈子明站在陆小枫, 在陆小枫身旁, 眼睛盯着沈子明一直在惊呼, 他才好奇走上前去, 陆小枫这时候也把脖子上的象熊天珠拿了出来, 刘俊平的视线落在象熊天珠上, 这是他之前就已经看到过的不足为奇, 但他的视线落在沈子明里, 不由惊呆了, 沈子明里竟然还有四枚象熊天珠, 从陆小枫的嘴里知道象熊天珠的事情, 刘俊平当时只是羡慕陆小枫又一次简陋, 他当时就觉得奇怪, 觉得林如松的反应有些反常了, 现在看到幕后里的四枚象熊天珠, 刘俊平陡然反应过来, 林如松之所以那么淡定, 那是因为他拥有的更多, 如果一枚象熊天珠价值两三百万, 这四枚天珠就价值上千万, 刘俊平转头看向林如松, 你手上有天珠的事情, 为什么不早说? 林如松伸手指向陆小枫的胸口位置, 我把那串天珠挂了那么久, 难道你就没有看到过吗? 你看到过, 却没有埋走, 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眼光, 这怎么能够怪我? 刘俊平非常后悔, 气得直跺脚, 刘俊平和林如松的关系好, 因此他会经常来到店里, 也曾经不少次见过天珠, 但他都没有在意, 他从未想过, 这串天珠竟然会是林如松 故意挂出来荡调耳的, 刘俊平忍不住问道, 你自己没有办法鉴定天珠, 难道你不能找我吗? 林如松看过去, 在此之前, 你知不知道向雄天珠? 刘俊平呆住了, 他的确是不知道, 但他可以调查呀, 不过, 一切都已经迟了, 林如松已经清楚知道天珠的价值, 不需要他再去查资料了, 陆小峰看着他们, 他笑了笑, 没有开口, 可能林如松在此之前,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天珠的价值, 他标注十万的价格时, 可能连他都觉得价格太高了, 没想到, 竟然被陆小峰买了, 林如松开口道, 我之前只是觉得这串天珠价值不菲, 但是具体为什么, 我又说不清楚, 这才会出此下策, 拿出一枚坐耳, 其实, 我要多谢陆老板, 是他帮我认识到了象雄天珠的价值, 说吧, 他又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既然是想要借这里拍短视频, 你们想要借几天? 如果一天不够的话, 那就两天三天也没有问题, 甚至连我都可以入境, 给你们当群演。 沈子明从震惊中走出来, 惊喜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刘俊平盯着象雄天珠, 你什么时候去了青藏高原, 怎么没有带我一起去? 如果我跟着过去, 也许也能买到一串象雄天珠。 林如松笑了起来, 下次一定带你一起去。 有了林如松的配合, 接下来就顺利多了。 沈子明拉着陆小峰, 在店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最终选定了几样东西, 打算用作明天的道具。 沈子明算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几乎每一样东西一拿出来, 他就能想到一段小故事, 他拿着录音笔, 把自己想到的故事记录下来, 打算根据故事, 寻找合适的群演。 陆小峰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但是一直被沈子明拉着, 他也不好脱身。 一直等到中午, 沈子明把电脑打开, 把上午录制的内容传了回去, 让员工把故事整理出来, 最终确定群演的年纪数量, 他们这次轻松下来。 刘俊平和林如松坐在茶桌旁聊天, 见到陆小峰两人终于忙完了, 连忙邀请两人坐下来。 林如松倒了两杯茶水, 放在他们的面前, 笑着道, 你们算是我的福星, 中午我请客。 刘俊平道, 本来就该你请客, 你算是白捡了一千万, 真是极度的让人双眼发红。 沈子明笑着道, 实在是太让人极度了。 林如松哈哈大笑起来, 他带着众人去了附近的酒楼, 因为下午还要继续忙, 他们并没有喝酒, 林如松和刘俊平对短视频很感兴趣, 他们详细地询问运作的模式。 刘俊平看向林如松, 咱们也做一个账号。 七, 林如松摇头, 开口问道, 你出镜吗? 刘俊平顿时犹豫了起来, 他心里是不太愿意出镜的。 沈子明却很兴奋, 一起搞短视频, 我可以教你们。 我们这个赛道, 目前只能算是小众赛道, 我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这样才能做大做强。 刘俊平他只是随口一提, 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 林如松更是不愿意折腾的, 不会轻易同意。 吃了饭, 沈子明继续忙碌, 陆小枫则是坐到了茶桌旁, 闲聊了起来。 一杯茶, 一炷香, 三人各坐一脚, 闲聊一下午。 陆小枫很少这么清闲, 这样坐着。 刚开始不习惯, 但是渐渐心里沉静下来, 哪怕是不说话, 他也觉得很舒服。 次日, 沈子明做好了准备, 他们去了现场拍摄短视频, 陆小枫并没有过去。 他对这些不感兴趣, 因为他都能想象得到, 现场肯定跟拍戏是差不多的。 陆小枫独自一人去了附近的夫子庙, 他一个人坐着游船, 看着秦淮河畔的风景。 陆小枫在秦淮河畔, 找了一处古色古香的景点, 他把画架摆了出来, 打算在这里写生。 他并没有忘记, 自己还在学习绘画。 陆小枫这还是第一次画建筑, 这并非是他擅长的东西, 但是总有第一次。 陆小枫找的是一处颇为偏僻的地方, 专心作画, 没想到, 还是吸引了不少路过的游人围观, 大家站在陆小枫身后, 不敢靠近过去, 生怕会影响到他作画。 陆小枫沉浸在绘画的世界中, 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等到天色暗淡下来, 陆小枫并没有画完, 但他转头看过去, 见到身后竟然围了一圈人。 大家见到陆小枫回头, 纷纷鼓掌。 陆小枫连忙朝着众人拱手, 多谢, 多谢, 大家这才散开了。 陆小枫笑了笑, 他看到, 附近多了不少穿着汉服的小姐姐, 上次过来时, 天气炎热, 穿汉服要少一些, 这一次明显多出很多, 陆小枫收起画架, 带着画架回去。 不过, 他刚走了几步, 就被穿着汉服的小姐姐拦住了, 对方指了指陆小枫手里的画架。 你好, 你是学会画的吗? 陆小枫朝着对方看了一眼, 见到对方妆容精致, 眉目如画, 他点了点头, 是, 小姐姐很高兴, 那你可以帮我画一幅吗? 陆小枫并没有急着答应下来, 他看向对方, 想要知道, 对方怎么会找到他。 小姐姐却以为陆小枫想要拒绝, 我可以付钱的, 不知道你画一幅画多少钱。 陆小枫笑着摇头, 我收费太贵, 不划算, 要不然, 你还是找别人吧。 小姐姐摇头, 没事, 咱们先加一下联系方式, 贵一点我也能接受。 难道还能让我以身相许不成? 陆小枫看着对方, 不免诧异,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对方找到他, 很有可能是想要加他的联系方式, 现在的小姐姐都已经这么开放了吗? 陆小枫拿着手机, 开口道, 我画的上一幅画, 收费二十万, 你确定吗? 小姐姐张着嘴巴, 似乎完全惊呆了, 这完全就是天价。 小姐姐很难相信, 如果真是到了这个价位, 怎么还跑出来做画? 陆小枫笑了笑, 他只是想要吓退对方, 他所说的价格是他修复画作的价格, 他的画还没有卖出去过。 陆小枫看着对方错愕的表情, 我们可以加联系方式, 我给你有情价好了。 小姐姐反应过来, 连忙道, 好, 我请你吃饭, 你给我打折。 陆小枫拿着手机, 扫了对方, 夹了对方, 见到对方用的网名是采薇。 陆小枫抬头问道, 你叫顾采薇? 小姐姐满是惊喜, 你好有文化, 竟然知道这句诗。 陆小枫笑了笑, 这是王维的一句诗, 遂令东山客, 不得顾采薇。 顾采薇带着陆小枫, 去了旁边一家精灵大排档, 两人坐下来, 陆小枫好奇问道, 你孤身一人, 怎么敢跟我搭话? 你就没有想过, 我可能是个坏人。 顾采薇嘿嘿一笑, 我家就住在附近, 只要我不跟着你去偏僻的地方, 应该就不会有危险。 顾采薇穿着一身浅绿色的汉服, 身高接近一米七, 但也相差无几, 身材窈窕, 面上化着妆, 看起来明眸好齿, 十分艳丽。 如果不是见色起义, 陆小枫绝对不会跟他多聊一句。 当然, 陆小枫又跟对方聊了几句, 这才知道, 对方是精灵艺术学院表演系的学生, 最近正在观察生活, 他站在陆小枫身边, 看他画画看了很久, 犹豫了很久, 这才临时起义, 叫住了陆小枫, 想要讨一幅画。 顾采薇看向陆小枫, 仍旧有些不相信道, 你的画真能价值二十万吗? 陆小枫笑着道, 我是做文物修复的画, 我修复一幅画, 二十万起步, 但是我自己的画, 应该是达不到这样的价位。 顾采薇点了一些特色小吃, 这里几乎都是精灵特色菜, 看起来很不错。 顾采薇似乎不经意问道, 那你一幅画价格多少? 我想知道, 自己能不能孵得起。 陆小枫摇头, 没有卖过, 也不打贩卖, 我学会画, 主要是为了修复古画。 陆小枫刚刚毕业, 顾采薇大三再读, 因此, 两人倒是能够聊到一起去。 顾采薇对陆小枫到这里来, 非常好奇。 陆小枫说自己陪人来拍短视频, 顾采薇的兴趣就更大了。 顾采薇学习表演专业, 但是他们学校的表演学院在国内排名不算高, 又没有太多师兄师姐提携, 因此, 想要在娱乐圈里出头的概率实在太低。 他们班里有很多同学在拍短视频, 想要走网红这条路, 还有同学准备拍网剧, 因此, 顾采薇想要去拍摄现场看一看。 陆小枫笑着硬了下来, 还约定了时间。 晚上回到酒店, 陆小枫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沈子明, 沈子明正抓耳挠腮, 江雨昕不在, 他和林若仪不仅要做编剧, 还要做导演, 耗尽脑汁, 他几乎要把自己抓成光头。 听到陆小枫提到的事情, 沈子明顿时恼怒道, 陆小枫, 你不仅不帮忙也就罢了, 竟然还添乱。 不过, 沈子明很快反应过来, 随即赤道, 渣男。 陆小枫,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的真面目比我可渣多了。 我们在忙碌, 你竟然在泡妞。 你说的那位长相怎么样? 你怎么回来这么走? 难道没有攻略下来? 陆小枫道, 我跟你不一样。 沈子明正重点头, 你说的很对, 你确实跟我不一样, 咱们都诈, 但是我的貂蝉在腰上。 老子来精灵一趟, 竟然把时间完全浪费在工作上, 老子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十里情怀惊犹在, 一招春梦了无痕。 陆小枫听着最后一句, 总感觉怪怪的, 他纠正道, 六朝春梦。 沈子明瞪眼, 一招就够了。 难道老子还能连着六天做春梦不成? 老子就算是再忙, 也不可能亏待自己, 连着六天都不去听曲儿吧。 陆小枫顿时反应过来, 沈子明这时又在开车, 他笑着道, 十里情怀生春梦。 沈子明道, 明天把那位带过来, 我要看一看有没有培养价值。 第二天, 顾采薇如约而至, 陆小枫昨天给他发消息, 让他穿得青春一点, 因为沈子明拍视频, 缺了一个青春的角色。 顾采薇穿着白衬衫, 格子裙露出一截长腿, 他化着淡妆, 肌肤圣雪, 眉目如画。 沈子明一见到顾采薇, 顿时惊为天人, 小妹妹, 我关你骨骼轻奇, 是表演的好材料, 哥哥帮你摸摸骨, 看你的天赋如何。 顾采薇被吓到了, 连忙躲到陆小枫的身后, 惊慌失措, 这是什么人? 陆小枫道, 不用在意, 这个人扮演一个流氓角色, 如果他真是伸手, 你就直接一脚踹过去就行了。 顾采薇点了点头, 一双名利的毛子, 好奇地朝着四周张望, 他的同学尽管也拍视频, 但却并非是做内容视频, 一般都是拍拍跳舞唱歌, 像是这种有剧情的视频, 只有交作业的时候, 老师才会让大家做。 顾采薇盯着顾采薇, 看着面上有些苍白, 难道老板喜欢这款? 因为沈子明需要扮演主角, 林若宜成为导演, 他拿了一份剧本交给顾采薇, 把顾采薇需要扮演的角色告诉他, 让他做好准备。 陆小枫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是不会出镜的, 因此也就找了一处安静的角落, 把画架织起来, 继续作画。 刘俊平今天没有跟过来, 林如松见到陆小枫作画, 也搬了一张椅子, 坐到了陆小枫的身旁, 盯着他作画。 林如松对于书法绘画有所研究, 见到陆小枫展开已经完成一半的画作, 只是看了第一眼, 不免惊艳起来。 林如松能够看得出来, 陆小枫的绘画水平很高, 在他这个年纪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实在不容易。 陆小枫注意到, 林如松就坐在自家的身旁, 但他并没有在意, 昨天画了一下午, 他已经把每个细节都刻印在自己的脑海里, 因此这时候, 他只需要所有的细节画出来就可以了。 他们两个, 一个画得认真, 一个看得认真, 两人坐在角落里, 不知时间流逝。 一直等到陆小枫收笔, 伸了伸懒腰, 林如松这才回过神来。 林如松盯着这幅画, 忍不住赞道, 秦淮和闭波荡漾, 正如朱先生笔下的秦淮和, 蜜杂杂的启恨竹老去的年华, 已都如蜜行似的, 融在刘波的心窝里。 陆老板画笔下的秦淮和, 比文章里多了几分活泼和生气, 陆小枫笑了笑, 他并不感觉自己的画里表现出什么样的新气象, 他只是如实地把自己看到的秦淮和画了出来。 林如松看着这幅画, 盯着看了许久, 他面上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陆老板, 你这幅画打算收藏吗? 陆小枫笑着道, 这是我的作业, 我要带回去给老师看的。 林如松很诧异, 你拜师了? 陆小枫点头, 正在读研, 最近虽然还在上课, 但是我请假了, 但是作业还是要交的, 要不然老是要找我的麻烦了。 林如松有些无奈, 他想要找陆小枫讨要这幅画的, 但是陆小枫要交作业, 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顾采薇不知道从哪里走了出来, 他好奇问道, 你竟然还在读研? 陆小枫点了点头, 顾采薇开口道, 真是不能给我画一幅肖像吗? 我觉得你画得很不错,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陆小枫看了顾采薇一眼, 见到他的脸上满是祈求, 他不禁笑了起来, 今天就给你安排, 你的戏份已经结束了。 顾采薇点头, 随即又举着嘴, 我本来以为是个重要角色, 没想到他就让我出场了一会儿, 把我当成了背景版。 我以前以为拍短视频会比拍戏有意思, 现在看来, 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么有趣。 陆小枫笑道, 尽管我接触的不多, 但是我知道, 他这样做, 其实是想要先让你露相, 如果评论区有很多网友强烈要求, 他就会在下个视频, 让你扮演重要角色。 你完全可以把短视频, 当作是连载剧集, 会根据读者反馈, 进行剧情和人物的调整。 七, 顾采薇愣了一下, 顿时高兴起来, 你这样说起来, 好像还真是如此。 陆小枫把画作取下来, 放在了旁边晾杆, 他又取来新的画质, 帮顾采薇画肖像画。 现在国内有一批人画超写实主义, 他们利用油画的特性, 把人物画画的鲜豪避现, 甚至连汉毛都能够看得清清楚。 但是, 国画是没有办法表现到这种程度的, 陆小枫拿着画笔, 轻易地就能够勾勒出顾采薇的轮廓, 接下来, 他又填充了色彩, 把顾采薇的神韵完全表现了出来。 这幅画画完,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沈子明的视频也已经拍完了。 沈子明跑过来, 看到已经完成的作品, 不由瞪大眼睛, 陆小枫, 你真是重色轻有, 我们认识那么久, 你都没有帮我画肖像画, 人家只是认识你一夜, 你就帮人家画了。 顾采薇看着画作, 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他满面惊喜, 之前他就觉得, 陆小枫绘画的水平很高, 眼前这幅画栩栩如生, 完全展现出他的神韵, 碧月修花, 沉鱼落叶。 陆小枫一下子反应过来, 他盯着沈子明, 你不要胡说八道, 什么人是一夜? 沈子明张口道, 管报之交, 陆小枫一巴掌打了过去, 沈子明朝着众人招手, 今天大家都喜欢了, 我们准备的素材已经拍好了, 明天开始剪辑就行了, 今晚大吃一场, 众人顿时欢呼了起来。 晚上的宴席, 顾采薇本来是不愿参加的, 但是经不住住婷婷拉着她过去, 陆小枫看了住婷婷一眼, 祝婷婷今天穿着红色的裙子, 一双眉腿包裹着肉色丝袜, 显得出挑又严厉。 她见到陆小枫的视线, 伸手抱住了顾采薇, 挑衅似的回了一个白眼。 沈子明站在一旁, 刚好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道, 你这是可以左拥右抱了。 小枫, 你要相信我, 祝婷婷有大副之资, 绝对能够帮你管理好后院。 陆小枫没有搭理沈子明, 她开口问道, 明天做什么? 沈子明道, 不过, 纪管长给我打了电话, 邀请我们一起过去。 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事情, 但是他特意提到了, 应该很有可能就是文物修复的事情。 陆小枫皱眉, 我给他留了联系方式, 他怎么没有直接联系我? 沈子明道, 他说把你留下的联系方式搞丢了, 找不到你, 只好给我打电话。 吉永尽管退休了, 但是他是文物鉴定的专家, 现在的影响力仍旧很大。 陆小枫笑着点头, 我明白的, 既然是这样, 那就跟他约定时间地点, 咱们去找他, 咱们是不是要准备点礼物? 沈子明点头, 没事, 明天早上去买点新鲜水果就行了, 反正他也不缺钱。 陆小枫点头赞同, 别看他们好像很羡慕陆小枫简陋, 这些人在这个行当里混了大半辈子, 基本上已经迟到了最大的行业红利, 都是不缺钱的主。 吉永住在郊区的一处别墅, 陆小枫两人驱车赶到, 吉永已经在家里泡好茶水等候了, 两人走进去, 吉永看着他们手里的水果, 忍不住道, 你们两个这么客气做什么, 下次可不要这么客气了。 沈子明站在客厅打量了片刻, 开口道, 老季, 你可真是腐败啊, 竟然住得起别墅。 吉永也不在意, 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我不该住别墅吗? 我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搞收藏了, 想要买一处别墅, 应该不费多少力气吧? 沈子明点头道, 哎, 真是羡慕你们那个时代,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房品, 如果多收藏几件, 这时候就可以过上退休生活了。 吉永笑道, 子明, 你难道没有想过, 那时候大家手头没有多少钱, 哪像是现在, 大家都付了起来, 钱不值钱了。 你如果真是想要早点退休, 完全可以去拍卖行, 多买几样好东西收藏起来。 咱们都是普通人, 没有本事成为大企业家, 想要发家致富, 那就只能赌国运, 相信祖国能够繁荣昌盛, 盛世一直持续, 古董才能更值钱。 沈子明点头, 我也有这样的打算, 但是现在原始积累还不够, 我要多攒钱, 多买几样古案收藏起来, 所以吉伯伯, 你可一定要多帮帮我。 吉永指着沈子明哭笑不得, 你这个小兔崽子, 进门称呼我老季, 这会儿求我了, 就称呼伯伯了。 沈子明哈哈大笑起来, 我能称呼你伯伯, 你就得意吧。 吉永哈哈大笑了起来, 陆小峰坐在一旁, 只有开始客套了一句, 后面一直没有多说, 沈子明与吉永这算是世交, 沈一鸣以前经常会来到精灵 跟吉永他们聚会, 因此, 吉永看待沈子明就像是自家晚辈。 闲聊了片刻, 吉永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他开口问道, 小峰, 你的文物修复水平如何? 陆小峰听到对方问话, 心里有疑惑, 嘴上回道, 目前, 我主要是修复书画, 瓷器修复的手。 吉永点了点头, 开口道, 是这样的, 有一个朋友找到我, 希望能帮他找一位文物修复师, 帮忙修复一匹瓷器, 我就想到了你。 我跟那人并不熟悉, 不清楚他那边的情况, 既然你很少修复瓷器, 那我就直接推掉了。 陆小峰很诧异, 开口问道, 纪馆长认识的修复师很多, 难道都不合适? 吉永笑着道, 也不是不合适,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时间, 很多人都接了私活, 这一次需要修复的瓷器比较多, 需要花费的时间也长, 因此, 他们都不适合。 小峰, 你既然能够来到精灵, 那就说明, 你近期应该是有时间了, 我就想到了你。 陆小峰点了点头, 他心里有点想法, 但是听说, 对方需要修复的数量实在太大, 他就没有了兴趣。 纪永看到陆小峰脖子上的天珠, 好奇问了一句, 沈子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听得吉永惊奇不已。 吉永当然也认识林如松, 只是他没有料到,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吉永忍不住感慨道, 紫永看到没有, 现在还有发财的机会, 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你和小峰一起去了林如松的店里, 你看人家, 把握了机会。 沈子明道, 我如果有这个水平, 我也不去拍短视频了。 吉永上次就见过陆小峰简陋, 这一次再次听闻, 他对陆小峰就好奇起来, 仔细询问陆小峰最近情况。 沈子明简要说了一些, 让吉永很兴奋, 再次忍不住邀请陆小峰去精灵博物院, 但陆小峰再次拒绝了。 陆小峰他们中午在这里吃了午饭, 这才告辞离开。 回去路上, 陆小峰忍不住道, 你觉得纪管长是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为了帮朋友问话, 直接打电话不就好了吗? 沈子明道, 你不要想太多, 咱们来到精灵, 难道不应该主动过来拜会纪管长吗? 陆小峰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好像的确应该如此。 回到酒店, 两人遇到了刘俊平, 刘俊平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了很久, 见到两人走回来, 笑着道, 你们去找老基了? 沈子明忍不住道, 刘老哥, 你过来多久了, 怎么不给我们打电话? 你打个电话, 我们就早点回来了。 你是不知道, 老基啰嗦得很, 啰啰嗦嗦讲了一大通, 我都听得不耐烦了。 刘俊平哈哈大笑起来, 没事, 我也是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 说是有人要出一批货, 我想着, 你们也在精灵, 我带你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们有没有兴趣? 陆小峰听到这话, 不由皱眉, 能够大批量出货的可不多, 像是这种事情, 多半都是有猫腻的。 不过, 陆小峰却很感兴趣, 有兴趣。 沈子明开口道, 如果说没有兴趣, 那完全是假话。 刘俊平笑了起来, 既然是这样, 明天中午我来接你们。 不过, 你可不能全程录像, 像是这种事情, 就算是录像, 也不能发出来。 沈子明摆手, 你就放心好了, 我都懂的。 陆小峰和沈子明送走了刘俊平, 两人各自给当地的银行打电话, 预约明天取现金。 沈子明取了五十万, 陆小峰则是直接取了两百万, 像是这种交易。 刘俊平之所以提前通知, 肯定是见不得光的, 不可能用银行卡转账, 这批东西有问题, 但是总要看过才知道。 两人取了这么多现金, 直接带过去, 肯定有危险。 他们又跟刘俊平联系, 刘俊平果然是早已做好了准备。 实际上,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独立参与这样的事情, 以往沈一鸣从不带着沈子明参与这种事情。 两人都很期待, 希望能够买到好东西。 第二天中午吃了饭, 刘俊平就带着两辆车子赶过来, 两人上了车子, 见到刘俊平坐在副驾上, 在驾驶位上则是一位精壮的汉子。 刘俊平伸手指向身后的车子道, 那边还有两人, 你们放心好了, 这次是我一个熟人, 虽然是突然联系的, 但应该不会有问题。 刘俊平并没有询问他们贷了多少钱, 只是扫了一眼箱子, 就示意司机开车。 一行人驱车两个多小时, 赶到一处偏僻的村外, 车子停在一处大院内。 院子里已经停了一辆商务车, 见到刘俊平下车, 商务车上走出一位落腮胡的壮汉, 壮汉扫了陆小峰和沈子明一眼, 开口问道, 怎么这么多人? 刘俊平笑着道, 他们也感兴趣, 我就带他们来看一看, 大家总有第一次。 壮汉不经皱眉, 不满道, 刘老板, 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要提前打招呼。 刘俊平笑道, 我跟你们老板通过电话, 你打电话问一问。 壮汉皱眉, 拿出手机, 朝外走了出去。 很快, 壮汉走回来, 每个人不能低于五十万现金, 我要开箱查验。 刘老板, 这是规矩。 刘俊平点头, 他转头看向陆小峰和沈子明的方向, 你们带够了吗? 如果不足的话, 我这里还有一些。 陆小峰和沈子明点头, 沈子明有些庆幸, 他本来是打算少带一点的, 最终决定带五十万, 没想到竟然踩在门槛上。 壮汉走过来, 让他们打开箱子, 只是扫了一眼, 就没有再看, 他经常接触现金, 因此, 一眼就能够看出数量。 接着, 又有人拿出了金属探测器, 对陆小峰他们进行搜身, 这是害怕他们中间出现卧底。 好在搜身并没有出现什么波澜, 沈子明还得意地朝着陆小峰眨了眨眼睛。 看到沈子明的态度, 陆小峰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很显然, 沈子明肯定是偷偷携带了摄像头。 如果这件事情被发现, 恐怕他们就算是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 但是, 大家都在这里, 陆小峰没有办法说出口。 很快, 他们一行人六人上了商务车, 按照规矩, 一位客户可以携带一个保镖, 这也是刘俊平另外带了三人过来的原因。 陆小峰扫了一眼自己的保镖, 他的保镖看起来很惊悍, 皮肤有黑, 但是陆小峰感觉, 对方战斗技巧应该比他强, 但是力量肯定比不过他。 商务车四周拉上了窗帘, 就连座位之间也有窗帘隔开, 因此, 他们压根没有办法观察四周的路况。 车子开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陆小峰感觉车子应该是在附近打转, 转了好几圈, 差不多天色要黑下来的时候, 他们才抵达山中一处小院。 一行人下了车, 一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这人戴着金丝眼镜,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样子, 他的身上穿着灰色的大褂, 他走到刘俊平的身旁, 笑着道,刘老弟终于等到你了。 刘俊平笑着道, 这一路颠簸劳苦, 骆兄如果准备的东西不好, 可对不起我们的辛苦啊。 中年男子笑了笑, 他朝着陆小峰的方向看了一眼, 刘老弟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刘俊平指着陆小峰两人介绍道, 这两位是陆老板和沈老板, 又指向中年男子开口道, 这是骆老四, 骆兄在这一带名气很大。 陆小峰点头, 朝着对方笑了笑, 他盯着对方,不禁皱眉, 他总感觉对方打量自己的眼神有些怪异, 好像对方认识他似的。 骆老四面上挂着微笑, 陆老板, 是陆小峰吗? 陆小峰面色微变, 他一直都是待在中海, 很少会来到精灵, 这里已经出了精灵城, 对方怎么会认识他? 骆老四笑着道, 最近我手上收了一批瓷器, 运输的过程中, 因为手下人失误, 摔碎了二十多件瓷器。 我最近正在物色文物修复师, 想要把这批瓷器修复好, 有人向我推荐了陆老板, 没想到陆老板竟然主动过来了。 陆小峰听到这话, 不由面色大变, 他盯着陆老四, 他可不相信这是什么巧合。 陆小峰问道, 你联系了纪管长, 陆老四点头, 看来纪管长真是帮我问过了, 他告诉我陆老板没有时间, 陆老板, 我这里也就二十多件瓷器, 花不了太长时间, 你就放心好了, 我会保证报仇让你满意的。 陆小峰没有搭理对方, 他的视线落在刘俊平的身上, 刘俊平张口道, 洛兄, 我们今天都是顾客, 没有什么修复师, 既然你想要找陆老板修复, 那就自己主动登门去请。 你在这里问, 这是几个意思啊? 陆老四反应过来, 对, 刘老弟说的对, 我是该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诸位请进。 客厅里灯光通明, 此时已经有三拨人坐在这里等候了, 陆老四把他们带进去, 请他们坐下后, 转身就离开了。 刘俊平满面无奈, 小枫, 请你相信我, 我真不清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陆小枫点了点头, 刘老哥, 我相信你, 沈子明也跟着道。 刘老哥, 你就放心好了, 我们还能不相信你吗? 我们既然愿意跟着你过来, 肯定是相信你的。 刘俊平点了点头, 无奈叹息道, 你们放心好了, 既然是我把你们带过来, 我也肯定要把你们安全带回去。 你们叫我一声老个, 我就有这个责任。 陆小枫点头, 刘老哥, 我们相信你。 陆小枫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两人都没有开口。 这件事情, 不管刘俊平有意还是无意, 都不重要了, 他们现在要确保能够平安回去。 也不怪陆小枫他们会多想, 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诡异, 陆小枫他们才从吉永那里听到消息, 拒绝了这件事情, 转眼又被刘俊平邀请过来。 洛老四是不是清楚, 陆小枫和刘俊平之间的关系, 陆小枫不得而知。 很快, 又从外面走进来一拨人, 这拨人要多一些, 足足有五人, 走在最中间的肥胖男子, 身旁跟着两位保镖, 在他身后, 还有一位肤白浓妆的貌美女子, 和一位年纪稍长的鉴定师。 陆小枫这才有时间打量坐在这里的三拨人。 坐在一号桌的是两位中年男子, 一人着休闲装, 一人着西装, 但是应该是以休闲装男子为主。 坐在二号桌的是一老一少的组合, 老者年纪不小, 少年也有二十岁的年纪。 坐在三号桌有三人, 却是一个年轻男子, 带着一位保镖, 一位鉴定师, 这位年轻男子盯着最后过来的那群人看了看, 满面不屑。 陆小枫他们坐在四号桌, 最后进来的那批人是五号桌。 尽管陆小枫他们三个可以分成三张桌子坐, 但是他们并没有分开, 而是坐在了一起。 很快, 骆老四走了过来, 他站在大厅正中, 欢迎大家捧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 这一次, 仍旧是老规矩, 我已经把相对珍贵的物件都挑选了出来拍卖, 还剩下一小部分物件, 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挑选出价, 先到先得。 说吧, 骆老四看向众人的方向,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吗? 可以直接提出来, 现场一片安静, 没有人回应。 骆老四笑了笑, 也不在意, 他开口道, 既然如此, 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说吧, 骆老四拍了拍手, 有小弟端着托盘走过来, 在托盘上放着一枚铜镜, 骆老四戴上白手套, 他抓起铜镜, 朝着众人开口道, 汉代连胡闻鸣闻铜镜, 哪位感兴趣, 可以先过来看一看。 骆小峰盯着这面铜镜, 满是诧异, 因为这面铜镜上绣迹斑斑, 布满了绿色的铜绣, 这面铜镜显然不是一般的来历。 尽管骆小峰已经做足了准备, 但是第一面铜镜送上来, 一眼看上去, 就是新鲜出土的东西, 还是让他惊讶, 毕竟他一直以为像是盗墓这种事情, 早已销声匿迹, 毕竟代价实在太大。 不过, 既然对方拿出这面铜镜, 陆小峰也不会轻易放过, 他站起身来, 朝前走过去。 与此同时, 其他几桌也都有了动静, 各自有人走出来。 骆老四不由欣喜起来, 他笑着道, 既然大家都感兴趣, 那就按照桌号的顺序上前吧。 第一桌走过去的是休闲庄中年男子, 二号桌走过去的是老者, 三号桌和五号桌都有鉴定诗。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你很感兴趣。 陆小峰点头, 我想看一看, 我感觉这面镜子不错, 我手头上还没有青铜镜。 刘俊平笑着道, 既然你很喜欢, 那我就不过去了, 咱们就不要那步争抢了。 陆小峰摇了摇头, 刘老哥, 你如果真是喜欢, 那咱们就一起上去看一看,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拿下。 接下来, 很有可能五桌都要出价, 你也看一看, 算是帮我长眼了。 陆小峰看向刘俊平, 并没有领情, 但是他说得很温和。 因为刘俊平的话, 听起来像是, 他把青铜镜让给了陆小峰一样, 但是对方没有看过青铜镜, 也没有参与拍卖, 这时候说这些为时过早。 如果接下来, 陆小峰想要拍下的东西, 与刘俊平起了冲突, 他是不是也要相让? 尽管陆小峰和刘俊平关系不错, 但是刘俊平凑巧把他带到这里, 这样陆小峰心里还是产生怀疑。 刘俊平反应过来, 笑着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过去看一看。 七, 很快, 前面三人看完, 陆小峰和刘俊平同时上前。 陆小峰让刘俊平先观察了一番, 他这才动手拿起了青铜镜。 拿起青铜镜的一瞬间, 陆小峰面前就出现了画面, 这个画面正是铸镜的过程, 从炼酮到铸造的过程, 一切都展现在陆小峰的眼前。 直到青铜局铸造完成, 铸造师拿起青铜镜观察, 陆小峰看到这里, 正要把青铜镜放下来, 但是他突然看到, 在墙面上映照出青铜镜背面的图纹, 他震惊了。 这是一面连弧纹青铜镜, 镜面呈圆形, 因为背面有弧线连成圈, 所以称之为连弧纹。 古代的青铜镜, 镜面肯定不如现代镜子清晰, 但是这只青铜镜, 却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阳光照射在镜面上, 但是青铜镜背面的图纹, 却映在了墙面上。 这是西汉中晚期出现的一种魔镜, 透光镜。 陆小峰面色平静, 把青铜镜放了下来, 心里有了打算。 尽管陆小峰看到的画面很多, 但是坚定所花费的时间, 并不比其他人多, 只有最后一个胖子有些不耐烦, 忍不住抱怨道, 你到底买不买的? 你们派出一个人坚定不就行了吗? 你们这样, 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大爷春宵一刻, 早就迫不及待了。 说吧。 胖子搂住了身旁的浓装女子, 哈哈大笑起来。 骆老四连忙解释道, 还请五号兄弟不要着急, 四号桌的兄弟虽然坐在一起, 但是他们三人都是顾客, 因为我们这里人不多, 所以没有给他们分开坐。 五号兄弟不要着急, 这一次拍卖的东西不是很多, 绝对不会耽误兄弟的春宵一梦。 骆老四并没有提到大家的姓名, 甚至连姓氏都没有提及, 只以桌号称呼, 这是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 坐在五号桌的胖子哼了一声, 不再多说。 陆小峰坐了回去, 他盯着胖子的方向看了一眼, 不禁朝着沈子明道, 你觉得他像不像是托儿? 沈子明低声道, 别乱说, 先看着吧。 刘俊平压低声音解释道, 我跟这人有过接触, 应该不是托儿, 因为他每次都真正买东西。 陆小峰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 很快, 所有鉴定师都看完了, 大家坐在位置上。 骆老四笑着道, 大家都清楚我们的规矩, 我就不多说了, 起拍价三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两千, 诸位请出价吧。 陆小峰抬头, 这个价格算是很低了, 不过, 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见不得光, 即便是买回去, 也要放上几年才能出手, 价格低一点算是正常的。 骆老四的声音传来, 二号桌加价两千, 三万二, 一号桌加价两千, 三万四。 大家好像都在试探, 现场加价的节奏并不快。 陆小峰没有急着加价, 他转头看向刘俊平, 老哥, 你是怎么考虑的? 刘俊平略微沉吟, 摇头道, 第一件青铜镜的价格怕是不低, 我带的钱不多, 我就不参与了。 陆小峰道, 既然如此, 我就参与了。 刘俊平点了点头, 陆小峰询问他的意见, 让他的心里稍微舒坦了一点, 刚才陆小峰让他上前鉴定, 他明显感觉到陆小峰的疏远。 其实, 刘俊平的心里是非常憋屈的, 他好心带了陆小峰他们过来, 却又凑巧碰到这种事情, 哪怕是陆小峰不怀疑, 他自己都要怀疑这中间肯定有猫腻。 肯定有人从中作梗, 把刘俊平的事情告诉了陆老四, 要不然怎么就这么凑巧? 五号桌出价六万? 陆老四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众人回头看过去, 果然见到五号桌的胖子, 比坏了一个六的手势。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大家扫了一眼五号桌, 不禁摇头。 陆老四这里的东西有问题, 大家来到这里都是担着风险的, 因此谁都想要把价格压到最低, 像是胖子这样开价, 后面还买不买了。 沈子明扯了陆小峰一把, 压低声音道, 放弃吧。 陆小峰没有回应, 三号桌的年轻人笑了笑, 六万二。 陆小峰不禁皱眉, 他能够看得出来, 三号桌的年轻人有挑衅的意思。 五号桌胖子不由冷哼一声, 马仁杰, 你找事。 三号桌年轻人冷声道, 温茂财, 你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了不起是吗? 我们难道没有钱, 有谁像你一样的? 洛老四连忙阻止道, 两位兄弟, 咱们虽然认识, 但最好不要把证明说出来。 今天过后, 咱们在座的诸位, 走出去之后, 谁都不认识谁。 尽管洛老四出面阻止, 但是这两人却杠了起来, 两人都不甘示弱。 六万四? 六万八? 很快, 价格就飙升到了十万。 五号桌温茂才喊出了这个报价, 现场安静了下来, 三号桌马仁杰冷哼一声, 不再搭理他。 温茂才不免有些得意, 堆满肥肉的面上挤出笑容。 这时候, 陆小枫开口道, 十万二。 温茂才面色大变, 他转头看向陆小枫, 你确定要参与? 洛老四立即站了出来, 温公子, 我们公平竞价, 不得威胁。 如果你再说出这种带有威胁倾向的语言, 那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 陆小枫扫了洛老四一眼, 呵呵一笑, 他算是看出来了, 洛老四这人很会控场。 之前温茂才和马仁杰冲突的时候, 洛老四后面才圆场, 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两人有恩怨。 闲着温茂才威胁陆小枫, 他立即就站了出来, 表达中立的立场, 让陆小枫安心竞价。 温茂才果然更生气了, 十二万。 陆小枫丝毫不让, 十二万二。 温茂才瞪眼, 十五万。 四号桌的, 你如果比这个价格高, 我就让给你了, 大爷不差这一件。 陆小枫看过去, 他能够清楚看到, 温茂才瞪着双眼, 满是威胁。 他肥瘦的身材挤满了椅子, 还要把旁边的女子搂在怀里。 刘俊平拉了陆小枫一把, 压低声音道, 不要冲动。 陆小枫面上很平静, 十五万二。 陆小枫当然不可能因为对方一具威胁, 就放弃这件宝物。 在陆小枫看来, 温茂才不过是土鸡娃狗罢了, 顶多也就嘴上威胁两句。 如果真是动手, 肯定不够陆小枫打的。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这边足足三位保镖, 对方只有两位。 七, 温茂才气得冷哼一声, 却又不敢多说。 陆小枫笑了笑, 色力内人! 第一件青铜镜卖出十五万多的高价, 顿时让骆老四兴奋起来, 只这一件, 他们就赚了十多万, 接下来就能轻松一些了。 至于现场出现的矛盾, 骆老四可不会在意, 毕竟矛盾越大, 接下来的价格就会越高, 得到利益的只会是他。 刘俊平叹了一口气, 这个价格太高了, 正常青铜镜可能都卖不出这个价格。 沈子明对陆小枫最为了解。 笑着道, 老哥, 你怕是不知道或吸附所以的道理。 刘俊平稍稍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陆小枫自始至终表现出来的态度 都不像是斗气的样子, 他很有成算。 很快, 第二件宝物被送了上来, 这是一件龙纹玉璧, 玉璧呈淡青色, 以阴线雕刻, 龙围双身, 如飘带身向两侧, 刻纹与龙身缠绕, 代表找霍赤, 在龙手的位置, 有一块谢庆。 这一次, 连沈子明都有了兴趣, 上去细细观察了一番。 陆小枫拿起玉璧, 一入手, 眼前就浮现出玉璧雕刻的场景。 只是看到这个场景, 陆小枫不免惊呆了, 因为雕刻玉璧的人穿着现代服饰, 这应该是八十年代雕刻而成, 进行了做就处理。 陆小枫把玉璧放下来, 又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他能看得出来, 这块玉璧雕工极为出色, 再加上后期多次做就转手, 以至于能够以假乱真。 众人相继坐了回去, 沈子明看向陆小枫, 低声问道, 你觉得如何? 陆小枫低声道, 不看好。 沈子明吓了一跳, 他刚才仔细看了这块玉璧, 并没有感觉有任何问题, 怎么到了陆小枫这里就不看好了呢? 不过, 沈子明清楚, 陆小枫水平要比他高, 肯定以陆小枫的结论为准。 陆小枫看向刘俊平, 却发现刘俊平面上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刘俊平注意到陆小枫两人的小动作, 压低声音道, 这件玉璧很不错, 洛老四他们最近肯定是挖到了一个大墓, 这块玉璧还有一股子土腥味。 陆小枫不忍, 提醒道, 我不看好。 刘俊平愣住了, 将信将疑地看向陆小枫。 刘俊平知道, 陆小枫的鉴定水平不错, 但是这件看起来没有瑕疵的玉璧, 陆小枫却明确表示不看好, 这是几个意思? 洛老四的声音响起, 既然大家都看好了, 话不多说, 十万起拍, 每次加价不低于两千。 这一次, 大家的反应极为热烈, 一开始, 前面三桌就开始了争夺战。 十万二, 十万六, 十一万。 很快, 价格就被抬到了二十万, 这才渐渐消停了下来。 不过, 二十万的报价是出自马仁杰的口中, 五号桌的温帽才再次出手, 二十一万。 马仁杰瞪眼, 面色难看, 二十二万。 陆小枫坐在一旁, 看着两人加价, 心里在猜想,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愤怒, 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吗? 如果这件汉代玉币是真的, 可能要价值两三百万, 现在才二十万的价格, 可用不着这么小心试探。 其实, 大家刚开始就参与, 心里是抱着想要减漏的心思, 现在报价才刚刚开始。 果然, 两人短短一分钟, 就把价格抬到了六十万。 马仁杰盯着温茂财, 满是愤怒, 六十六万。 参与这种拍卖, 大家都想要把价格压到最低, 一般最终的报价, 只有实际价格的一半左右。 也就是说, 这件玉币最终成交价, 应该在百万左右, 如果再高的话, 就要承担不小的风险。 温茂财没有在意马仁杰的愤怒, 他开口道, 七十万。 马仁杰停了下来, 他转头看向其他人, 他们两人一直在抬价, 其他参与者变成了围观者, 这让他不太舒服, 更何况, 坐在他旁边的鉴定师, 拉了他一把, 他刚好暂停下来, 思考下一步的策略。 温茂财面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刘俊平一直想要参与, 但是插不上嘴, 他终究没有选择相信陆小枫, 他觉得这件玉币应该就是真品。 刘俊平开口道, 七十五万。 刘俊平一开口, 就把价格抬高了五万, 表现出势在必得的决心。 温茂财看了一眼, 七十七万。 刘俊平道, 八十万。 骆老四站在前面, 一直都没有开口, 之前大家都还举牌, 现在没有人举牌, 直接报价, 这让他轻松了不少。 温茂财皱眉, 八十二万。 刘俊平直接道, 九十万。 这个价格爆出来, 现场所有人都看向刘俊平的方向,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刘俊平的决心。 温茂财有些迟疑起来, 他表现出顽固公子哥的样子, 但他毕竟不是无脑的公子哥, 他需要考虑成本。 好一会儿, 温茂财开口道, 九十三万。 刘俊平犹豫了, 他本来想要靠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把温茂财下退, 没想到温茂财竟然表现得这么坚韧, 想要把他下退, 可不容易。 陆小峰却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道, 一百万。 刘俊平震惊地看过去, 陆小峰跟他说这是赝品, 为什么还要下场买下来, 直接开出一百万, 这个价格可不低。 陆小峰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是想要阻止他, 还是真心想要买下来? 陆小峰一直盯着温茂财的方才, 刚才对方给他使绊子,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此人? 陆小峰能够看得出, 坐在温茂财旁边的鉴定师, 非常看好这件玉璧, 那么他们就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陆小峰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帮忙加把火, 把价格抬上去。 突然冒出百万的价格, 大家的视线都落在了陆小峰的身上。 我不相信他手上有一百万, 我要求检查。 陆老四同样抬头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这位朋友,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这里只接受现金支付, 如果拍下的价格, 却没有足够的现金, 是有惩罚的。 陆小峰朝着旁边示意, 保镖把箱子拿了出来, 丢在了地上。 箱子落在地面上, 发出重重的响声, 大家看了一眼, 不再怀疑。 所有人都带了现金过来, 大家都拎过箱子。 知道一百万现金有多少? 温茂才很犹豫, 朝着鉴定师看过去。 陆小峰的表态让温茂才迟疑, 马仁杰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 开口道, 一百一十万。 温茂才看了对方一眼, 一百二十万。 到了这一步, 大家看似胆大, 加钱豪爽, 但却是一次次试探对方的心理底线, 想要以最低的价格拿下来。 陆小峰只是报了一次价格, 直接就放弃了。 刘俊平盯着现场, 他很想要这一块玉币,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高了点, 他试探着加价一百二十一万。 温茂才果断道, 一百三十万。 刘俊平被震慑住了, 他之前想把人家震慑住, 没想到人家的决心比自己大多了, 他笑了笑, 放弃了。 温茂才压根不在意陆小峰和刘俊平, 他的视线落在马仁杰的身上, 神情巨傲。 马仁杰冷哼一声, 一百四十万。 温茂才道, 一百五十万。 马仁杰不说话了, 转身与鉴定师商议起来, 不过, 他的鉴定师似乎不赞同他继续加价。 温茂才有些不耐烦, 大家还要不要加价, 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就带走了。 陆小峰坐在一旁, 微微闭着眼睛, 他已经在关键时刻抬高了价格, 接下来介入进去。 万一真是落入自己手里就不好了, 这一次坑了温茂才一百五十万, 也算是解了气。 现场没有人再继续加价, 温茂才顺利拿到了玉币。 温茂才表现得极为兴奋, 高兴道, 主尉, 你们就等着两年之后, 这件汉代龙温玉币大放光彩吧。 陆小峰站在一旁, 面上带着笑意, 他很想见到对方两年后的囚样。 这时候有多嚣张, 哭的时候就会有多心痛, 拍卖耽误的时间太长, 这让大家有些不满, 骆老四加快了拍卖的进展。 第三件是汉八刀玉珠卧, 这件玉珠卧雕刻手法简单, 但是记忆极高。 陆小峰看到这件玉珠卧被吓了一跳, 要知道, 玉珠卧是陪葬品, 是死者卧在手中, 古人认为, 死者不能空手而去, 要卧着财富和权力。 这只玉珠卧的材质不一般, 如果是真品的话, 价值不菲。 最为重要的是, 这只玉珠卧上有血沁, 应该是刚出土不久, 能够出现玉珠卧的, 绝对不是普通的汉木, 这是大木。 不过, 陆小峰拿起玉珠卧, 不禁皱眉, 这件玉珠卧竟然与玉璧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这也是一件艳品。 陆小峰放下心来, 他放心坐在一旁看戏, 这一次, 马仁杰和温茂财都只是参与了一下, 最终一号桌和二号桌参与了争夺, 一号桌的中年男子以十八万的价格成交, 刘俊平想要参与, 但是被陆小峰阻止了, 刘俊平看着中年男子拿走玉珠卧, 不免有些羡慕。 第四件是汉代青铜雕斗, 这种雕斗有脸盘大小, 有长长的把手, 可以用来煮饭, 烧热水, 军旅中也会用作侍景。 这是一件真品, 但是做工相对粗糙, 并没有太高的价值, 大家看了看, 谁都不愿买下。 沈子明在征求陆小峰的意见之后, 花了一万块买了下来, 这件雕斗如果稍稍整翅, 能够卖出十多万的价格。 但是坐在这里的人, 大家都看不上。 沈子明也不嫌弃, 买下来后是做珍宝。 接下来又有两件汉代青铜器被端了出来, 一件青铜壶, 一件青铜尊, 青铜壶是真品, 卖出了三十万, 青铜尊是赝品, 被刘俊平固执的花了四十万买下来。 陆小峰没能劝住刘俊平, 这让他很无奈, 骆老四面上很兴奋, 最后这一件, 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失望。 陆小峰看过去, 拍卖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他都没有花多少钱, 他很想把这两百万都花完, 毕竟带着这么多的现金回去, 也是很沉的, 还要再存进银行, 实在有点麻烦。 最后一件物件送上来, 的确是让众人震惊不已, 因为这件物品, 竟然需要四个人抬着木板送进来。 陆小峰看到最后一件重器, 忍不住震惊地站起身来。 这是一件三层绿柚陶楼, 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这件陶楼上的绿柚有少量脱落, 露出红桃底色。 按照之前拍卖的那几样东西来看, 这件绿柚陶楼很有可能是汉代式的名气, 现场几乎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大家盯着这件陶楼充满了震撼, 哪怕是温茂财, 也知道这件陶楼的珍贵, 忍不住抱怨道, 骆老板, 你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我们, 像是这种贵重物品, 我们总要多带点现金过来才行。 骆老四哈哈一笑, 温公子, 你就不必抱怨了,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我这里的拍卖, 难道你不清楚, 每次最后一件都是重器吗? 我这里东西虽然不多, 但是样样都是精品, 是我惊挑戏选出来的。 骆老四环顾四周, 他盯着现场众人, 见到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他不免有些得意, 他觉得很痛快, 仿佛看到大量的现金落入他的口袋里。 骆老四开口道, 诸位, 请分别上前, 大家不要着急。 一直低调的二号桌老者站起身来, 这件陶楼体型很大, 完全可以三个人一起, 这样节省时间。 骆老四有些迟疑, 他看向一号桌, 一号桌的中年男子点头, 我没有问题。 三号桌的马人杰道, 好, 我这边也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陆小峰稍稍镇定了一些, 他坐在座位上, 盯着陶楼的方向, 这件陶楼超过一米高, 共三层, 第三层是鼓楼, 第二层则是舞台, 舞台上正在表演歌舞。 这分明是古代用于娱乐的酒楼。 古人誓死如生, 也正是如此。 才会在死后陪葬大量精英器, 手里握着玉珠, 嘴里有玉蝉, 还要穿金带银, 陪葬侍女兵马俑, 像是这种娱乐的酒楼也要带上。 沈子铭瞪眼盯着陶楼, 他看向陆小峰, 你觉得这像什么? 陆小峰问道, 你觉得像什么? 沈子铭道, 像不像勾篮? 陆小峰微微一笑, 你的脑子里除了这种地方, 难道就不能有其他地方了? 沈子铭有些迟疑, 开口道, 这件陶楼价值高昂, 但是隐患也大, 哪怕真是买了下来, 也要注意安全, 像是这种重器, 都是有数的, 只有大木才能挖出来。 陆小峰点头, 他当然明白沈子铭的意思, 一切以安全为重。 等了许久, 前面三组才关上完, 陆老四看向陆小峰一行人, 开口道, 还剩下两组, 要不然你们一起鉴赏。 刘俊平点头, 没有问题。 这一次, 陆小峰三人齐出洞, 五号桌除了鉴定师, 温茂才甚至自己主动走上前来,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上前。 陆小峰伸手触碰到桃楼, 眼前顿时出现了桃楼的制作过程, 像是如此精美的桃楼, 飞达官贵人不能烧制, 这件桃楼是东汉时期的作品, 这是一件真片。 陆小峰不免好奇, 他很想知道, 骆老四拿出的这些宝物, 是他收回来的, 但是他自己亲自动手挖出来的。 不过, 这种话当然不可能问出口, 很快, 大家相继鉴赏完, 各自回到位置上。 刘俊平拉了陆小峰一把, 你要不要买下来?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如果低于两百万, 我就买下来。 刘俊平点了点头, 他略微迟疑, 开口道, 我非常想要拿下这件桃楼, 如果价格超过两百万, 你放弃之后, 能不能把手里的钱借给我? 不管我借你多少钱, 买下这件桃楼之后, 我当场给你转账。 陆小峰点头, 没问题。 看到刘俊平的决心, 陆小峰就知道, 这件桃楼与自己无缘了, 他们肯定会疯狂叫价。 骆老四等到大家坐好, 终于开口道, 各位, 既然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想必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这件东汉歌舞律又桃楼起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万, 请出价。 现场一片安静, 大家谁都没有先开价。 好一会儿, 刘俊平举起了手里的牌子。 骆老四很高兴, 刘老板加价一万, 目前一百零一万, 还有比这价格更高的吗? 骆老四很兴奋, 以至于把刘俊平的姓氏都叫了出来。 马仁杰直接举牌, 一百零二万。 陆小枫想要搅浑水, 他直接报价, 一百五十万。 现场众人瞪眼看向陆小枫, 大家都觉得他这样出价, 完全就是搅屎棍。 其实, 拍卖场上的价格是有随机性的, 毕竟每一次情绪不一样, 最终成交价也会产生区别。 如果大家一万一万加价, 最终成交价并不会太高, 但是十万十万加价, 最终成交价很有可能会让大家难以承受。 面对绿右桃楼, 大家都想要掌握主动权, 掌握现场的节奏, 但是却被陆小枫一下子打乱了。 二号桌的老者朝着陆小枫瞪了一眼, 试图把价格拉回之前的节奏, 一百五十一万。 刘俊平跟着加价, 一百五十二万。 陆小枫还想要加价, 却被刘俊平拉住了。 你不要捣乱, 人家会把你当成托儿的。 陆小枫点头, 他算是看出来了, 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拿到的这件桃楼的, 他想要尽快结束拍卖, 看看还能不能剩下几样的宝物。 陆小枫很无奈, 手上现金不足是一方面, 他就算是买下桃楼, 也没有地方放。 这件桃楼这么珍贵, 陆小枫不放心把桃楼放在店里, 他更不可能拿回家里, 毕竟家里是人住的地方, 如果父母知道这是陪葬品, 肯定会意见很大。 桃楼更不可能存进银行保管箱, 毕竟这件桃楼太过引人注目, 这样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接下来, 拍卖节奏放缓了下来, 每一次加价一万块都要经历很久, 好像大家已经到了极限一样。 十多分钟才加了十来万的, 价格落在了165万。 这样的拍卖节奏实在让人无感, 陆小枫昏昏欲睡。 洛老司并不着急, 他很淡定主持着现场的拍卖。 最先沉不住气的是三号桌的马仁杰, 他不顾鉴定师反对, 爆出了170万的价格。 二号桌老者当即到180万。 听到这个数字, 陆小枫彻底断了念想, 因为他手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 刘俊平举牌, 181万。 因为马仁杰带起了节奏, 因此现场的进展陡然快了起来。 很快, 价格就超过了250万, 这才放慢了下来。 三号桌马仁杰还想要再出价, 却被鉴定师拦住了。 温茂财眼神里满是不限, 直接报价, 260万。 马仁杰气得直瞪眼, 却又无可奈何。 温茂财环视一圈, 眼神闭靡, 似乎无人可敌。 洛老四等了片刻, 还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吗? 现场很安静, 温茂财不耐烦道, 既然没有人加价, 那就定下来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也该早点歇息了。 说吧, 温茂财搂住了身旁的女子, 春宵一刻值千金,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洛老四点头, 正要开口, 却被刘俊平拦下了, 265万。 温茂财没有丝毫犹豫, 280万。 咱们果断一点, 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不一样, 又臭又长。 刘俊平皱眉, 他并没有被温茂财带乱节奏, 他很清楚, 自己必须要稳住。 温茂财看似嚣张的举动, 实际上都是有用意的。 片刻, 刘俊平开口道, 285万。 温茂财没有丝毫停顿, 295万。 刘俊平看向温茂财, 300万。 温茂财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310万。 刘俊平略作犹豫, 320万。 温茂财停住了, 他看向洛老四, 我要求检查他的现金, 我怀疑他没有这么多现金。 刘俊平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对方很有可能没有准备足够的现金, 如今图穷比线, 把价格抬高, 就是为了让他拿不出足够的现金。 不过, 刘俊平早就跟陆小峰商量好了, 这时候自然不会畏惧。 他冷笑道, 如果温公子不愿意继续了, 咱们就直接成交。 温茂财点头, 好, 刘俊平面色有些难看, 他隐隐明白, 自己可能被对方耍了, 对方可能没有这么多现金。 不过, 事已至此, 刘俊平也顾不得那么多。 很快, 大家按照交易的先后顺序, 各自拿出现金交易。 陆小峰拿到了自己买下来的青铜镜, 刘俊平之前花了40万, 买下青铜尊, 手上剩下一百六十万, 他向陆小峰借了一百六十万现金, 这才拿下了这件东汉歌舞绿右陶楼。 这样一来, 刘俊平箱子里完全空了, 陆小峰剩下二十万出头的现金, 反而是沈子明剩下四十九万。 拍卖结束, 温茂财甚至都不愿停留, 搂着怀里的姑娘就离开了。 骆老四也没有在意, 他拍了拍手, 手下送来了一堆小物件。 刘俊平盯着这些小物件看了看, 不禁皱眉, 骆老板, 你这样太抠门了吧, 为什么每一次都拿出同样的一套东西出来? 陆小峰听到这话, 这才反应过来, 难怪温茂才不愿意留下来, 肯定是早就知道, 剩下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至于其他几人, 大家围拢上去, 扫了两眼, 又各自坐了回去。 现场只有陆小峰和沈子明走过去, 在这堆小物件里挑挑担担。 骆老四笑了起来, 刘老板, 你虽然看过了, 但是总有人没有见过。 不过, 还请诸位谅解一下, 你们也知道, 现在这年头, 各处都有监控, 我们的营生越来越不好做了。 陆小峰拿起每一样东西, 仔细查看起来, 这些都是一些小青铜物件, 有剑足, 也有青铜剑, 青铜勺子, 汉代瓦当。 陆小峰把其中一部分, 价值相对较高的真品挑选出来。 沈子明本来在自己挑选, 见到陆小峰挑选出来的一把青铜剑, 他顿时抓了起来, 这把剑能不能让给我? 陆小峰扫了一眼, 这把青铜剑铸造于西汉年间, 造型古朴, 保存品项还算完好,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能够卖出不错的价格, 但又不会太高。 陆小峰点头, 你拿着吧。 说话间, 陆小峰抄起手里的青铜勺子, 这个也是真的, 你要不要买? 沈子明盯着勺子看了一眼, 连忙摇头, 这个就算是真的, 恐怕也不值钱。 陆小峰笑了笑, 又把勺子放了回去, 这勺子跟现代的勺子相差无几, 尽管是真品, 但是品相很差, 勺子破损严重, 卖不出价钱。 陆小峰的视线落在一件青铜卡尺上, 这是一件游标卡尺, 上面标注了刻度, 看到这件尺子, 陆小峰差点以为这是当代的东西。 陆小峰的手放在卡尺上, 顿时惊呆了, 因为他能够清楚看到, 这应该是东汉时期的产物。 他并没有选出这件卡尺, 接着又把剩下的东西都翻了一遍。 很快, 陆小峰又找出一件保存相对完好的瓦当, 他把瓦当青铜卡尺和青铜勺子都找了出来。 见到陆小峰的动作,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尤其是马仁杰, 他见到青铜卡尺, 忍不住大笑道, 这位朋友, 你可真是搞笑, 这是什么? 卡尺吗? 你觉得, 以古代的水平, 他们能够造出游标卡尺吗? 陆小峰皱眉, 他并没有搭理对方, 而是看向了骆老四的方向, 骆老板, 帮我看一看, 这三样要多少钱? 骆老四扫了一眼, 小兄弟给我两千块钱就够了。 陆小峰点了点头, 也没有还价, 他很清楚, 像是最后送来的这批东西, 都是附赠品, 价格肯定不高, 哪怕是这件瓦当, 回去之后也能卖出两千块的价格。 陆小峰抽出钱, 他突然看到沈子明手里的青铜剑, 他又问道, 加上这把剑呢? 沈子明连忙拦住了他, 这把青铜剑是我买下来的, 你不要付钱, 虽然咱们关系好, 但是亲兄弟们算账。 骆老四跟着道, 我也觉得, 最好不要混在一起。 陆小峰也没有坚持, 他和沈子明不会因为这点事情闹矛盾, 但这是规矩。 沈子明自己花了两千块, 买下了青铜剑。 拍卖结束, 大家带着各自的物品相继离开。 陆小峰这群人买的东西多, 但是他们人也多, 两个保镖抬着绿右桃楼放进车子里。 骆老四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海绵, 用海绵包裹住桃楼各个角落, 他们这才离开。 回到中转站, 一行人换了自己的车子, 桃楼被放进了后面那辆车子的后排, 刘俊平填充了两床被子, 这才放下心来。 陆小峰坐在车子里, 朝后看了看, 见到骆老四的人并没有怪异动作, 他皱了皱眉, 没有多说。 陆小峰本来还以为, 骆老四会把他强行留下来, 让他帮忙修复瓷器, 没想到对方并没有这样做。 能够顺利返程, 这是再好不过了。 一切收拾妥当, 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刘俊平叮嘱司机开车慢一点, 大家都熬了一夜。 路上容易犯困, 经过服务区时, 刘俊平特意让司机停下来, 大家吃了早饭, 又在车子上睡了两个小时, 再次出发时, 已经到了八点多钟。 不过, 经过两个小时的休息, 大家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 刘俊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陆老弟,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就把钱转给你。 陆小枫也没有客气, 看着手机上的倒账记录, 开口道, 刘老哥这次收获颇丰。 提到这件事情, 刘俊平不免高兴起来, 我跟骆老四也算是熟人了, 这不是第一次过来, 每一次都有不小的收获。 也因为合作的次数多, 我们之间能够相互信任。 陆小枫笑了笑, 并没有戳穿他, 因为他能够明显能够感觉到, 在离开之前, 刘俊平是很紧张的。 像是骆老四这种亡命之徒, 哪怕是熟悉, 也不敢完全信任, 毕竟谁都不知道, 骆老四什么时候就离开了这里。 刘俊平拿出手机, 你们今天着急休息吗? 如果不着急的话, 跟我一起去我家里, 我把机馆长和林如松一起叫过来。 陆小枫笑着点头, 好啊。 沈子明跟着道, 我能不能拍? 算了, 不能拍。 沈子明一心想着拍摄短视频, 但是话说到一半, 他就意识到, 他们手里的东西都是有问题, 一眼看上去就是新鲜出土的东西。 如果放在平台上, 网友反手一个举报, 他们就要吃牢饭了。 沈子明叹了一口气, 其实, 我们也是好意, 毕竟, 如果我们不买走这些东西, 这些很有可能落入二手贩子的手上, 被他们转卖出去。 我们这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陆小枫道, 不必强行解释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我们买下这些, 本就是错误。 虽然我们的初心是好的。 说吧, 陆小枫反应过来, 这不像是你的风格啊, 你怎么会担心这些? 沈子明无奈道, 我担心老头子跟我较真, 他是不愿意让我参与这种事情的。 陆小枫笑着道, 你多虑了, 一路平安, 一行人顺利抵达刘俊平的家里。 刘俊平正常都是住在市区的, 但是他在郊区农村有一套三层小楼, 他的父母住在这里。 刘俊平请来的保镖并不是外人, 都是家里没出五福的兄弟, 他们帮忙把东西搬下来, 直接回家了。 陆小枫和沈子明跟刘俊平的父母打了招呼, 三人在家里稍稍洗漱, 刚泡好茶水, 吉永和林如松就赶到了。 见到客厅里摆放的桃楼, 两人不免大吃一惊, 吉永忍不住惊呼, 老刘,这都是你买回来的, 你从哪里买到的? 这是绿右, 右色暗淡, 但是脱落的很少, 这应该是歌舞楼, 这些人物刻画得很细腻。 七, 这是东汉时期的绿右桃楼, 无论是右色还是桃器的底色, 颜色都很正, 你的眼光不错。 林如松跟着点头, 的确是不错, 这应该是东汉时期的桃楼。 两人盯着桃楼, 忍不住惊叹, 赞叹桃楼做工惊喜, 陆小枫和沈子明淡定地坐在一旁喝茶, 刘俊平很得意, 我是从洛老四那里买来的, 对了, 老刑, 我问你一件事情, 洛老四是不是让你找人帮忙修复瓷器了? 我们一到那里, 洛老四就认出了陆老弟, 他怎么会认识陆老弟呢? 吉永愣了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洛老四有陆小枫的照片? 但是我, 没有给他, 我都没有提到小枫的名字, 他不清楚, 我跟小枫说过这件事情。 刘俊平皱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会是谁? 这两件事情太巧了, 如果是我, 我都要怀疑自己跟洛老四有勾结了。 吉永听到这句话, 顿时明白过来, 他笑着道, 这件事情确实不能怪老刘, 虽然你在精灵认识的人不多, 但是你上次在精灵简陋, 可是有不少都知道的事情。 这一次, 你再次来到精灵, 很多人都通过短视频关注到了, 想要认识你, 应该不算太难。 陆小枫愣了一下, 随即醒悟过来, 虽然他在沈子明的视频里不经常出现, 但还是有几次露面, 如果有心人想要注意, 并非是什么难事。 陆小枫转身看向沈子明, 之前发出去的那些视频, 能不能删掉? 沈子明笑了笑, 放心好了, 一般人都不会注意的。 陆小枫也没有坚持, 他看过了所有的短视频, 他的出场镜头确实不多, 只不过他在精灵简陋, 因此名气大一点, 被别人注意算是正常的。 刘俊平松了一口气, 真实的, 我差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陆小枫连忙道, 老哥, 没有怀疑, 你的意思, 只是这件事情太巧了。 刘俊平摆手, 都过去了, 咱们不要太在意。 吉永则是拿起了刘俊平买下的那件青铜尊, 他悄悄打打的片刻, 转身看向林如松, 你来看一看。 林如松走过去, 细细鉴定起来。 刘俊平看到两人这个反应, 顿时满面惊讶, 难道真是赝品不成? 吉永愣了一下, 你已经知道了, 多少钱买回来的? 这件青铜尊做工不错, 甚至做假也很高级, 你没发现也算是正常。 刘俊平捂了五心口, 感觉被插了一刀。 林如松点头, 这是做旧的东西。 刘俊平感觉又一刀插入心口, 买到陶楼的, 兴奋散去了一半。 刘俊平满面苦笑, 四十万买回来的, 都怪我, 没有听陆老弟的话, 执意买了下来。 吉永愣了一下, 既然小枫都阻止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你这是不愿意相信小枫啊? 不过, 你这件陶楼能卖两三百万, 应该是赚了不少吧? 刘俊平愣住了, 这件陶楼价格那么低吗? 按理来讲, 这件陶楼品相完好, 应该价格很高的呀。 吉永呵呵一笑, 你该不会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吧? 这件陶楼虽然价值不低, 但毕竟是名气, 可能有人会忌讳, 最为重要的是, 你这件陶楼上不得台面, 如果遇到很喜欢的, 或许能够卖大几百万, 但是正常的价格也就两三百万。 刘俊平苦笑, 满是无奈, 他很清楚, 陶楼来历不正, 很难卖出高价钱, 除非他在手上多压几年。 林如松好奇问道, 到底多少钱买回来的? 沈子明道, 三百二十万。 林如松瞪眼, 老刘真是会下血本, 竟然带了这么多现金过去。 你拿出这么多现金, 不容易吧? 刘俊平苦笑道, 我带了两百万过去, 还借了陆老弟一百六十万, 本来以为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没想到还有可能亏本。 吉永笑了笑, 没事, 你把这件陶楼在家里多放一段时间, 过几年就好了。 刘俊平满是无奈, 三百多万的资金, 每一年的资金成本都不低, 放银行都有几十万的利息, 放几年可真是亏了。 吉永道, 这能怪谁呢? 我不在现场, 但也能猜到, 你肯定是跟人家拼到了最后。 参与这种事情, 最好还是稳住气, 不要跟人家拼得太厉害。 刘俊平忍不住叹气, 吉永和林如松并没有继续安慰, 像是这种事情, 也不一定是坏事, 毕竟如果真是找一个好的买家, 很有可能卖出高价钱, 瞬间就能回本, 赚到大笔的钱。 林如松的视线落在卡尺上, 他愣了一下, 这是青铜游镖卡尺。 沈子明站在一旁, 忍不住吐槽道, 这应该纯属后人仿造的吧, 青铜气时代, 怎么可能会有人铸造出卡尺? 游镖卡尺, 应该是现代人的产物吧, 古人怎么可能造得出来? 游镖卡尺, 是用来精准测量长度的尺子, 大家都见过, 但是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青铜铸造出来的卡尺。 林如松非常好奇, 他把游镖卡尺拿了起来, 从铜袖上来看, 这应该是真的, 但是应该不会有青铜卡尺吧。 小枫, 我们都夸你有眼光, 这真是你买的吗? 这算是打眼了。 陆小枫笑着点头, 并没有解释。 杰勇走上前来, 他接过青铜卡尺, 细细看了两眼, 猛然抬头看向陆小枫, 开口问道, 你觉得这是真的? 陆小枫点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国内之前就曾经挖到过青铜卡尺, 这是东汉新朝的产物, 冀馆长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沈子明皱眉, 新朝的产物? 这个东西, 的确是很新朝。 陆小枫无奈道, 我说的是王莽时期的那个新朝, 不是你说的新朝。 杰勇点头, 的确是有这种事情, 这是王莽命人造出来的东西, 在阳城出土的。 当时我收邀去过现场查看情况, 这两件青铜卡尺几乎一样, 真是没有想到, 小枫你竟然能够买到这样的宝物。 沈子明瞪大眼睛, 就是那位被当成穿越者的王莽造出来的, 当时就有这样的头脑了吗? 这不会成为王莽穿越的又一个佐证吧? 陆小枫笑了起来, 网上有很多人怀疑王莽是穿越过去的, 因为王莽很多思想都很有现代思维, 废除奴隶制, 土地收归国有, 统一铸币, 贷款制度, 连租房, 调控物价, 这都是王莽新潮时期的重要政策, 而且是王莽首创, 这样的思维实在让人惊叹。 尤其是看着眼前这件青铜卡尺, 不得不让人感慨, 王莽真得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 刘俊平顾不得惊讶, 挤上前来, 他盯着吉永手里的青铜卡尺, 惊讶到了极点, 不是吧, 我已经三次见到这件青铜卡尺了, 我一直觉得这是赝品, 这竟然是真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林如松盯着青铜卡尺, 没有说话, 他还真是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情, 这次算是长见识了。 林如松转头看向陆小峰,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王莽造卡尺的事情, 所以才会重金买下来? 陆小峰点头, 我确实知道这件事情。 陆小峰语气坚定, 完全不尴尬, 他压根不清楚青铜卡尺的来历, 这是他后来搜出来的信息, 只是他当初看到青铜卡尺制作的过程, 知道这件卡尺是真品, 这才会买下来。 沈子明揭穿道, 这可不是陆小峰重金买下来的, 他只花了两千块。 吉永惊讶道, 两千块买到东汉青铜卡尺, 这个价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沈子明摇头, 他花了两千块, 买了这一件青铜卡尺, 外加一件汉代瓦当, 还有这个青铜勺子。 吉永和林如松都不说话了, 这相当于不花钱了。 好一会儿, 吉永叹了一口气, 阳城博物馆那件青铜卡尺, 被评定为一级文物。 客厅里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有些沉默。 陆小峰很无奈, 只好道, 大家不必太过在意, 只是凑巧罢了。 我的运气向来比较好, 如果机馆长碰到这件青铜卡尺, 想必也不会错过了。 吉永点了点头, 他知道青铜卡尺的事情, 当然不会错过。 刘俊平再次苦笑, 你们是没有遇到, 我遇到了三次, 但我都没有买下来。 我在洛老司那里买了这么多次东西, 哪怕是我开口索要, 他也会直接送给我。 我感觉自己, 这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凌如松道, 你也不要太自责, 毕竟这种事情是要看命的, 你可能命里没有青铜卡尺。 下一次, 你该向我学习, 做事情留一手。 刘俊平道, 我也想要留一手, 可是青铜卡尺不在我的手里, 我怎么留一手? 沈子明忍不住问了一句, 像是这件青铜卡尺, 大概能卖多少钱。 吉永一时间犹豫起来, 想了好一会儿, 开口道, 市面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宝物, 我很难给出具体的价格。 不过, 根据以往的经验, 像是这种物件, 价格相对较高, 毕竟实在是罕见, 能卖出几百万的价格吧。 沈子明细问道, 大几百万, 还是小几百万? 吉永摇头, 说不清楚, 四五百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沈子明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么贵。 林如松点头道, 我觉得这个价格差不多, 毕竟青铜卡尺是新潮之物。 新潮一共也就持续了十五年, 非常短暂, 存饰数量肯定非常少。 刘俊平捂着自己的胸口, 我感觉像是被插了一刀, 真是心痛, 错过了这件宝物, 我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陆小枫笑了起来, 刘老板, 你以后一定要多学习, 如果你去了阳城博物馆, 你就知道了。 沈子明在一旁问道, 你去过了? 陆小枫摇头, 我虽然没有去过, 但是我看过相关的书。 沈子明盯着卡尺, 直到现在, 我还是感觉这不真实, 这种现代化的东西, 东汉怎么就有人能够造出来了呢? 纪勇把青铜卡尺放了下来, 他看了陆小枫一眼, 欲言又止。 陆小枫看了集勇一眼, 没有多问, 刘俊平已经白手道, 老介, 你都已经退休了, 就不要想着帮你们单位拉捐助了。 你们那么大的单位, 好东西那么多, 肯定有很多宝物都放在仓库里吃灰, 就算是捐了再多的东西, 又有什么用? 集勇无奈, 我这不是没有开口吗? 陆小枫这才醒悟过来, 集勇竟然会有这样的习惯, 他想要为精灵博物院拉捐助, 想要陆小枫把这件东汉青铜卡尺捐给博物院, 陆小枫当然是不愿意的, 不过刘俊平已经帮他拒绝了这件事情。 沈子明拿起了青铜镜, 你们看一看这面镜子, 我觉得小枫不像是随便出手的人, 当时买下这面青铜镜的时候, 小枫完全就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我觉得这面镜子肯定也很值钱, 集勇和林如松顿时来了兴致, 两人盯着这面连胡闻青铜镜看了起来, 只是研究了许久, 集勇就差把铜镜上的绣迹抠下来, 都没能看出这件青铜镜到底有什么奇异之处。 四人齐齐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见识了青铜卡尺, 大家都觉得沈子明说话有道理, 毕竟陆小枫这一次来到精灵之后, 先买了像熊天珠, 他愿意出手买下的东西, 肯定不寻常。 迎着众人炽热的目光, 陆小枫满是无奈, 他只好拿起了青铜镜, 这面镜子因为年代久远, 在镜子的正面生出了不少的铜锈, 但是这并不影响透光效果。 陆小枫拿起镜子, 朝着外面走过去, 跟我来。 沈子明快步追上去, 集勇三人将信将疑, 他们盯着陆小枫走出去的方向, 面面相去, 不知道陆小枫要搞什么鬼。 集勇三人走出去, 见到陆小枫拿着镜子站在墙边, 见到集勇他们走过来, 陆小枫把镜子倾斜了角度, 让阳光照射在镜面上。 看到这种情况, 大家都不理解, 不明白陆小枫这是什么意思。 等了好一会儿, 见到陆小枫没有反应, 沈子明忍不住了, 小枫,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陆小枫无奈, 你们看墙上。 四人的视线落在墙上, 见到墙面上的影子, 他们不由惊呆了, 因为在墙上, 清晰地出现了青铜镜背面的连弧纹和鸣纹。 沈子明惊声道, 这个镜子能透光吗? 集勇瞪大眼睛, 这是透光镜在西汉中晚期出现的一种魔镜。 从表面上看起来, 这种镜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却因为光学原理, 能够透光, 我见过这种镜子。 集勇满是惊讶, 他完全没有想到, 眼前这面镜子竟然也能够透光。 刘俊平更是目瞪口呆, 他清楚记得, 当时拍卖这面镜子的时候, 陆小枫还问了他一句, 确定他不愿意买, 这才参与的。 现在想来, 陆小枫当时就已经意识到, 这面青铜镜的价值, 这才会问出这样的话。 刘俊平有点后悔, 却又心服口服, 陆小枫这可不是运气, 这分明是实力。 集勇叹了一口气, 这面镜子, 就算是放在我的面前, 我也不可能看出这是透光镜。 小枫, 这是你买回的青铜镜,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陆小枫开口道, 我们交易的时候, 是在天黑以后, 房间里有灯光, 我凑巧看到了。 林如松道, 你不要说什么凑巧, 其他人怎么就没有凑巧呢? 这还是因为你足够细心, 能够发现透光镜的现象。 集勇跟着道, 对, 这是你的本事, 可不是什么凑巧的事情。 小枫, 我觉得你的鉴定水平, 已经搞过大多数专家了, 我们在座的, 都比不上你。 陆小枫连忙摆手, 集馆长, 您可千万不要捧杀我, 我禁不住夸奖的。 集勇哈哈大笑起来, 不, 你禁得住夸奖。 青铜卡齿洗手, 透光镜同样非常洗手, 最为重要的是, 这面镜子上有明文存在。 你这面镜子, 价值绝对不会比青铜卡齿低了, 价格甚至可能还要翻倍, 达到上千万。 林如松笑着道, 我觉得, 这件青铜镜的价格, 应该要高很多。 青铜镜的观赏性更强, 青铜卡齿有什么好看的, 如果不是因为文物价值, 肯定是卖不出高价。 沈子明摆手道, 我觉得, 你们还是不要在我们面前提价格了, 我感觉小心脏受不了。 小峰简单买一面镜子, 竟然是罕见的透光镜, 这也太凡尔赛了。 刘俊平跟着点头, 我已经感觉心脏被扎的都是窟窿。 扎心啊, 这么多宝物在面前, 但我却没有看到, 我还嫌弃骆老四, 每次都不愿意拿宝物出来, 原来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沈子明道, 看来, 下次还是要拉着小峰一起去, 他买什么, 咱们就跟着加价, 从他手里抢过去, 我们要让小峰变成我们的鉴定师。 刘俊平赞同道, 对, 就要这样办, 因为陆小峰的表现太过优秀, 以至于大家把瓦当和青铜勺子都拿了出来, 认真分析起来。 陆小峰哭笑不得, 这两件虽然是真品, 但却是他买回来的搭头, 他不愿让这骆老四看出青铜卡齿的异常, 这才买了瓦当和青铜勺子。 沈子明拿着勺子挥舞了两下, 朝着陆小峰问道, 你当时想要让我买勺子, 我没有同意, 现在我后悔了, 能不能原价卖给我? 陆小峰笑道, 不用说买, 直接送你了。 沈子明摆手, 还是不要送了, 我怕你以后会后悔。 陆小峰盯着沈子明, 笑着道, 是什么给你这样的自信? 你觉得自己的眼光比我要强吗? 沈子明不说话了, 他要承认, 自己的眼光确实比不过陆小峰。 沈子明给陆小峰塞了两百块钱, 买下了青铜勺子, 他打算带着勺子去直播。 大家终究没有从勺子和瓦当上看出什么异常, 这才放过了陆小峰。 这时候, 已经差不多到了中午, 刘俊平的父母已经准备好了午餐, 大家坐在一起吃了饭, 陆小峰和沈子明他们就顶不住了, 回到酒店休息。 陆小峰把透光镜和青铜卡齿放进包里, 直接放在酒店房间, 他就睡了下来。 一觉直接睡到了第二天, 陆小峰去了银行, 把这两样宝物存进了保管箱。 接受了上次的教训, 沈子明在外面并没有提到陆小峰简陋的事情, 甚至刘俊平, 纪管长他们都被陆小峰提醒了一番, 毕竟这批东西来历不正, 如果真是暴露出去, 很容易被别人看出来。 沈子明刚起床, 见到陆小峰从外面走回来, 不免诧异。 你去哪里了? 陆小峰道, 去了一趟银行。 沈子明瞪眼, 你怎么不等我一下, 咱们一起过去。 好歹我手里还有一件青铜勺子, 这个可是珍宝, 能够卖出大价钱的。 陆小峰笑了笑, 没事, 反正时间还早, 咱们再走一趟。 沈子明摆手, 算了, 我身宽体盘, 能够经受得住压力, 放在手里, 我也不觉得有人敢抢我手里的东西。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晚上要不要出去庆祝一下? 陆小峰笑了笑, 正要答应下来, 抬头却见到祝婷婷带着顾采薇走过来。 不过, 两人今天的着装显得有些怪异, 顾采薇穿着黑色制服裙, 一双美腿裹着肉色丝袜, 踩着黑色高跟鞋装作成熟的模样, 只是她的面上还有几分稚嫩, 显得尤为可爱。 祝婷婷法是穿着一身白色衬衫, 格子裙, 精致的妆容配上稚嫩的装扮, 好像也有几分不一样的眼力。 沈子明拍了拍陆小峰的肩膀, 嘿嘿一笑, 陆小峰看过去, 你不上课吗? 顾采薇笑了起来, 我觉得还是跟着你们拍短视频有意思, 我们现在上课已经不多了, 不过去也没有关系。 陆小峰摇头, 这可不行, 你不能这样做, 我们这里可不是正规的剧组, 对你锻炼演技并没有任何作用, 你最好还是不要过来。 顾采薇盯着陆小峰, 顿时就红了眼, 沈子明站在一旁, 忍不住道, 你不要瞎胡说, 我们这里是正规的剧组, 虽然是拍摄短视频, 但也算正规。 既然你想要过来拍戏, 那就得祝婷婷留个联系方式, 如果真是有拍摄的机会, 祝婷婷直接联系你。 顾采薇转身朝着祝婷婷点头, 后面就劳烦姐姐了, 祝婷婷点头, 没事的。 顾采薇没有搭理陆小峰, 转身离开了, 等到对方走远, 沈子明哈哈一笑, 你这个态度可不好, 陆小峰摇头, 没有多说。 沈子明笑了笑, 他看向祝婷婷, 江雨昕这两天有没有消息, 祝婷婷摇头, 没有。 沈子明点头, 没有消息, 那就是好消息, 希望江叔叔能够多支撑一段时间, 让他好好陪陪江叔叔。 陆小峰开口道, 今天咱们买点水果, 过去看一看江叔叔, 你来给他打个电话, 约时间。 沈子明没有推辞, 直接打了电话过去。 陆小峰本以为这件事情非常容易, 没想到江玉祥接了电话, 却拒绝了他们探望的请求, 这让沈子明和陆小峰很诧异。 沈子明又给林若仪打电话打探了一番, 这才知道, 江玉祥最近不见外客, 都是一家人在一起, 不愿外人打扰。 知道这些情况, 陆小峰和沈子明果断放弃前去探望的打算。 两人没有事情, 打算在附近的景区转一转, 陆小峰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是洛老四的声音。 洛老四开口很客气, 陆先生好, 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你。 陆小峰朝着沈子明比划了一下, 他转身走到了偏僻处, 沈子明跟着他走了过去, 陆小峰开口道, 洛老板, 洛老四哈哈大笑, 陆先生还记得我的声音, 那就真是太好了。 陆老板, 是这样的, 我想今天前去拜访你, 你有没有时间? 陆小峰皱眉, 他没有想到, 洛老四贼心不死, 竟然还想要来找他。 洛老四没有其他事情, 肯定是想要让陆小峰帮忙修复瓷器, 陆小峰不愿沾染这种事情, 他清楚, 洛老四手里的瓷器, 肯定来路都有问题, 如果真是修复, 恐怕就会被牵连进去。 最为重要的是, 陆小峰虽然参与了洛老四的拍卖活动, 但他不愿跟对方有太多的交集。 洛老四察觉到陆小峰没有回应, 顿时就明白了陆小峰的意思, 他连忙道, 陆老板, 你别急着拒绝, 我就是想要拜访你一下, 有些事情想要向你请教。 七, 你就放心好了, 我是纯学术类型的请教, 绝对不牵扯到其他事情。 沈老板是不是在你身边, 沈老板不是有录像设备吗? 我们见面的过程, 你可以全程录像。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好, 你知道我住的酒店在哪吗? 洛老四笑着道, 我知道, 马上就过去。 很快, 洛老四就找到了酒店, 见到陆小峰, 他非常热情, 陆老板, 实在是太感谢了。 陆小峰呵呵一笑, 洛老板客气了。 陆小峰并没有把洛老四带回房间, 他们在酒店的咖啡厅里坐了下来。 洛老四似乎完全不在意, 环顾四周, 好酒店环境就是好。 服务员送来了茶水, 陆小峰倒好茶水, 放在众人的面前。 大家喝了一口茶水, 陆小峰这才看向对方, 洛老板, 你怎么会知道, 我住在哪一家酒店? 洛老四端着茶水, 略微沉吟, 开口道, 是将老板告诉我的。 陆小峰愣住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怀疑纪管长, 怀疑刘俊平, 没想到, 问题却出在江玉祥的身上。 如果是江玉祥泄露了消息, 那么一切就能够解释通了。 刘俊平是江玉祥介绍过来的, 江玉祥知道刘俊平的为人, 猜到他很有可能会带着陆小峰一行人过来, 这才会让洛老四邀请刘俊平, 以便让陆小峰跟着过去。 洛老四见到陆小峰面上表情, 连忙道, 陆老板,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都是我要求江老板, 他实在是迫不得已, 这才告诉我的。 陆小峰无奈, 江玉祥是将死之人, 就算是他想要计较, 又能如何? 不过, 陆小峰本来是非常同情江玉祥的, 觉得江玉祥不容易, 但是现在, 他觉得自己不必同情对方。 江玉祥如果真是透露了这件事情, 哪怕是给陆小峰打个电话, 陆小峰也不会太过在意, 但他这样偷偷摸摸说出去, 陆小峰感觉很不舒服, 感觉像是被出卖了一样。 沈子明同样面色不好看, 他与江玉祥一起创业, 相处得更多一些, 因此对江玉祥也更加同情, 但江玉祥在这件事情上, 确实没有做好。 洛老四注意到陆小峰两人的态度, 不禁皱眉。 洛老四也算是一方枭雄, 能够如此低姿态来找陆小峰, 已经很给面子了, 但是陆小峰两人的态度可不好。 沈子明注意到洛老四的反应, 他开口道, 洛老板, 我们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们和江老板关系很不错, 像是这种事情, 他应该跟我们打个招呼。 不过, 江老板现在的状态可能不是很好, 做事情不周全也算是正常。 沈子明像是怪罪江玉祥, 又像是在帮江玉祥辩解。 陆小峰朝沈子明看了一眼, 没有多说,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也不可能再去找江玉祥的麻烦。 陆小峰转头看向洛老四, 洛老板, 你是有什么事情? 洛老四开口道, 我知道, 陆老板不愿意帮我修复这批瓷器, 我很理解陆老板的做法, 毕竟像我这种人是亡命之徒, 陆老板不愿意跟我有太多的牵扯, 这是正常的。 陆小峰皱眉并没有解释, 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想法。 一方面, 陆小峰在洛老四那里买东西, 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跟对方划清界限。 对于洛老四来讲, 他是感觉很不舒服的, 但这是现实。 洛老四继续道, 洛老板, 我今天过来, 是想要向你请教瓷器修复的, 我已经拍了照片, 你能不能把修复的方法告诉我? 参与修复, 可能会牵连你, 但是传授知识, 这不违法吧? 陆小峰看向洛老四, 满是惊讶, 他实在没有想到, 洛老四竟然想到了这种方法。 不过, 洛老四说得很对, 修复脏物违法, 但是传授知识, 这并不违法。 洛小峰笑了笑, 洛老板, 你把照片拿出来, 我告诉你, 怎么修复? 洛老四见到陆小峰的态度缓和, 他跟着笑了起来, 拿出了照片翻了起来。 陆小峰看了两眼, 他站起身, 找前台要来了纸笔, 他开口道, 修复瓷器要用到胶, 我把秘方告诉你。 洛老四很吃惊, 你连秘方都要告诉我。 陆小峰笑了笑, 这不是什么隐秘的事情, 你多找几个人, 也能够拿到秘方, 只是大家的配方各有不同罢了, 调配好胶水,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最重要的还是修复师的技术, 想要把这粘合部位隐藏起来, 达到肉眼看不到的程度, 这很讨厌水平。 洛老四看向陆小峰, 这种修复, 裂缝也可以看不出来吗? 陆小峰点头, 理论上是能够达到的, 毕竟磁器破损的时间短, 能够达到完全弥合的状态, 如果水平没有达到, 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的。 洛老四问道, 陆老板, 你能做到吗? 可以。 洛老四瞪眼看向陆小峰, 一时间没有开口说话, 他有点后悔了。 洛老四之前从江玉祥那里打听到陆小峰的消息, 他只是觉得陆小峰的水平可能还算不错, 因此并没有想太多, 但是现在看来陆小峰的水平远超他的想象。 沈子明坐在一旁, 惊讶地看过去, 但他并没有多说。 陆小峰翻了翻照片, 针对每一件瓷器的破损情况, 他都给出了修复的方法, 而且详细地写在了纸上, 至于洛老四找谁帮他修复, 这就不是陆小峰操心的了。 翻完最后一张图片, 陆小峰写下所有的修复方法, 他把手里的笔放了下来, 抬头看过去, 洛老板,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洛老四盯着纸张,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陆小峰讲解简单易懂, 甚至连一些小技巧都写了出来。 洛老四非常惊讶, 在他看来, 无论是秘方, 还是这些小技巧, 都是陆小峰的独门秘迹, 他不应该轻易交出去, 他无论是拜访哪位修复师, 恐怕都不会像陆小峰这样详细写出来。 洛老四心里本来还有些嫌隙, 这时候都消失了, 他感觉陆小峰之前表现出来的戒备, 这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毕竟, 无论是谁, 面对他这样的人都会产生戒备心理, 但是像陆小峰这样表现出来的很少, 很多人都会小心翼翼地陪着他, 生怕会招惹他。 洛老四从陆小峰手里接过纸张, 高兴道, 洛老板, 很高兴, 你这是看得起我, 这样好了, 我晚上请你吃饭, 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陆小峰看向洛老四, 开口道, 洛老板,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适嫌? 洛老四面色大变, 他瞪眼盯着陆小峰, 陆小峰却没有说出话题, 他继续道, 我把慈禧修复的知识交给你, 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 你可以学习一下, 以后转行也方便。 洛老四面色铁青, 好一会儿, 洛老四哈哈大笑起来, 如此说来, 我要多谢洛老板。 洛老四面上乐呵呵, 谁也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情绪, 不过, 洛老四没有再提晚上一起吃饭的事情, 他和陆小峰交换了联系方式, 转身离开了这里。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你说这种话做什么? 你这完全是劝师族女子从良, 人家怎么可能没有意见? 陆小峰笑了笑, 没事, 如果真是能够劝服一位, 我觉得还不错。 沈子明瞪眼, 你负责吗? 陆小峰没有多说, 沈子明问道, 以后, 你还去他那里吗? 陆小峰想了想, 以后看机会再说吧。 不过, 好在我简陋的事情没有传出去, 洛老四不知道, 要不然, 可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陆小峰给刘俊平打了电话, 特意提起了洛老四这一趟的意图, 也提到了江玉祥透露的消息。 刘俊平拿着电话, 想要骂两句, 却又骂不出来, 只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晚上, 陆小峰和沈子明两人一起宴请了刘俊平, 对他表达感谢。 双方很默契, 谁都没有提起江玉祥的事情, 毕竟江玉祥已经这个样子, 时日无多, 提到他, 除了生气, 什么用都没有。 刘俊平很高兴, 笑着道, 小峰, 我现在很后悔, 当时没有听你的话, 如果不亏那四十万, 我这次肯定是赚到的。 不过, 现在也不差, 我已经联系了一个买家, 打算把桃楼出手了, 小赚一笔。 陆小峰笑着道, 那我要恭喜刘老哥了, 转手就卖出去了。 刘俊平摆手, 主要是这件桃楼本金太高了, 我也想压在手里几年, 等着涨价, 但是桃楼压在手里, 会影响到资金周转。 小峰, 你手上的两样东西, 有没有出手的打算, 我可以帮你, 保证给你最高的价格。 陆小峰笑了笑, 他手上有大量资金, 因此并不在乎出不出手, 他直接摇头拒绝了, 多谢刘老哥好意, 我就不需要了。 刘俊平呵呵一笑, 小峰, 你入行时间很晚, 沈子明忍不住道, 老哥, 你是什么价钱出手的? 刘俊平笑着道, 不多, 也就四百五十万, 小赚了一点。 沈子明举杯, 一百多万, 这还是小赚一点, 老哥你可真行, 接下来, 你一定要带我们费。 刘俊平端起杯子, 放心好了, 下次遇到这种事情, 我一定要带着你们, 尤其是小峰, 你简直是我的幸运性, 带着小峰, 肯定能发财。 三人一起吃饭, 坐在酒桌上并没有喝多少酒, 他们喝了酒, 唱歌, 刘俊平轻车熟路的联系好, 三人转了场, 喝酒喝到一半, 陆小峰就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 他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都很诧异, 他们今天真是在唱歌, 毕竟跟刘俊平没有那么熟悉, 尽管称呼老哥, 但是他们直接差了二十岁, 差了辈分, 因此, 沈子明玩得不是那么开, 坐在刘俊平怀里的姑娘站起身来, 我去看一看, 刘俊平点了点头, 面上也有点不好看, 这毕竟是他联系的场子, 如果被扫了, 他们一起被带走, 脸上可就挂不住了, 很快, 姑娘走了回来, 没事, 外面两拨人在打架, 大家听到这话, 全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 经过刚才一番担心, 大家心里不免都感觉到晦气, 陆小峰率先站起来, 老哥, 今天时间不早了, 咱们就走吧, 刘俊平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 我这人感觉很灵验, 每次感觉不好的时候, 总会有事要发生, 今天感觉不太对, 你们待在精灵, 应该不着急离开吧,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沈子明又看向陆小峰, 你的店铺着急开门吗? 陆小峰摇头, 不着急, 沈子明道, 既然这样, 咱们就在精灵多待一段时间吧, 有些话, 沈子明不好说出来, 他待在这里, 是为了等江雨昕, 毕竟江雨昕算是他们团队的主创, 也是大股东, 尽管江雨昕直播表现一般, 但是他在新媒体运营方面, 简直是个天才, 江雨昕时日不多, 从医院的反馈来看, 可能就在这几天了, 如果他真是走了, 沈子明他们回到中海, 到时候还要回来, 不是很方便, 不过, 这种话不能说出口, 要不然总有诅咒人家的意思, 陆小峰明白沈子明的意思, 他笑着道, 既然这样, 咱们就多留一段时间, 刘俊平道, 既然这样, 下次我做东, 三人笑着朝外走, 沈子明罕见没有带人离开了, 刘俊平走在最前面, 他打开包厢的门, 就有一道身影撞了过来, 刘俊平被撞得退回来, 陆小峰连忙伸手接住, 刘俊平忍不住朝着 倒在地上的身影赤道, 你在干什么? 不过, 三人看过去, 见到倒在地上的, 竟然是温茂财, 温茂财肥瘦的身体倒在地上, 肚子上被插了一把刀, 刚好挡住了包厢的门, 见到这一幕, 三人惊呆了, 刘俊平皱眉, 怎么这么晦气,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这时候, 有保安冲了过来, 他们看着温茂财, 却不敢动手施救, 毕竟是受伤了, 谁也不知道, 这把刀插到了哪里, 会不会伤到温茂财的性命? 陆小峰把门开得大一点, 小心从旁边走了出去, 他又扶着刘俊平, 沈子明相继走了出去, 店里的经理走过来, 见到地面上的温茂财, 顿时面色大变, 他伸出兰花纸, 指向陆小峰三人, 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能离开, 陆小峰皱眉, 你们现场有监控, 马上报警, 调监控寻找凶手, 我们是这个包厢里的客人, 刚走出来, 保安他们都能够做账, 你现在要抓紧处理现场的情况, 经理三十多岁的样子, 伸手就是兰花纸, 看起来娘到了极点, 他听到陆小峰的话, 这才开始指挥现场, 陆小峰看着地面上的温茂财, 不禁皱眉, 他实在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对方, 上一次在拍卖场, 陆小峰坑了对方一把, 没想到, 转眼竟然会这样见面了, 夜场经理了解现场的情况后, 连忙跑过来, 向陆小峰一行人道歉, 陆小峰也没有在意, 转身离开了, 他们待在这里就是麻烦, 谁都不想进局子, 哪怕只是作为旁观者了解情况, 陆小峰一行人才走出几步, 迎面撞到一位老者, 这人急匆匆冲过去, 但随即又回头, 一把拉住了刘俊平, 慌张道, 刘老板, 你也在这里啊, 刘俊平看过去, 不由一乐, 温老板, 来人正是温茂才的父亲温若海, 温若海看起来六十多岁的样子,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慌张, 他死死地抓住刘俊平的手, 刘老板, 你有没有看到茂才, 我刚才在外面, 听说茂才被人家给捅了, 是不是啊, 这时候, 又一人从外面跑过来, 只是这人衣着暴露, 手里拎着高跟鞋, 等他靠近过来, 才能发现此人浓妆艳抹, 妆容已经完全枯花了, 脸上留下黑色的妆痕, 正是一直跟在温茂才身边女子, 他见到温若海, 声音里带着哭腔急忙道, 叔叔, 茂才就在里面, 你快去救救他, 温若海拉住了刘俊平, 刘老板, 求求你帮帮我, 陪我去现场看一看, 茂才危在旦夕, 你在旁边能帮衬一把, 温若海满面祈求, 这让刘俊平于心不忍, 他转头看向陆晓峰和沈子明, 要不然咱们去帮着看看, 若晓峰无奈, 只能点头硬了下来, 温茂才虽然被捅了一刀, 但他的伤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见到温若海过来, 他还伸手打了招呼, 显然, 温茂才很有经验, 被捅了一刀之后, 直接就开始装死, 对方不敢再继续捅他, 他也因此逃过一劫, 最为重要的是, 他没有动, 就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刘俊平跟着走回去, 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 把温茂才拉走了, 温若海仍旧对刘俊平三人感恩戴德, 离开这里, 刘俊平忍不住道, 肯定是争风吃醋, 像是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常见了, 陆小枫摇头, 我觉得不太像是争风吃醋的样子,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 温茂才是带了女伴过去的, 他又为了谁争风吃醋? 沈子明道, 难道他还能去谈生意不成? 说完, 沈子明就愣住了, 好像谈生意的可能性的确很大, 陆小枫摆手, 反正跟咱们没有关系, 不要管那么多, 刘俊平今晚喝了不少酒, 这时候有些反清醒过来, 他突然看向陆小枫, 那块玉璧真是赝品, 陆小枫笑着道, 你不相信我? 刘俊平恍然, 当时拍卖那块玉璧的时候, 陆小枫的确是说过不看好的话, 当时, 陆小枫加价到一百万的时候, 刘俊平还很惊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切就能够解释清楚了, 陆小枫刻意抬高价格, 就是想要给温茂财挖坑, 沈子明不解,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刘俊平开口道, 我跟温茂财父子是认识的, 但是不熟悉, 但我知道, 温茂财花了一百五十万, 买下汉代龙温玉璧, 他肯定是要卖出去的, 如果他这件玉璧是赝品, 他把赝品卖了出去, 对方后来才察觉到这件事情, 约他到这里来, 捅了他一刀, 不是很正常吗? 沈子明瞪大眼睛, 这正常吗? 按照规矩, 不是代不退换吗? 刘俊平呵呵一笑, 规矩当然是有的, 但是现在谁还这样守规矩?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守规矩了, 温茂财花了一百五十万买回的玉璧, 卖出去至少两百万以上, 你觉得别人就应该承受这样的损失吗? 陆小枫和沈子明都沉默了下来, 在中海时, 陆小枫在福星典当行简陋, 遭遇刘福星的报复, 没想到再精灵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显然时代不一样了, 沈子明道, 不管了, 现在还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三人在停车场分开, 刘俊平回家, 陆小枫和沈子明则是回到酒店。 不过, 次日刘俊平打来电话, 他竟然约了陆小枫和沈子明去医院探望温茂财, 这让陆小枫很诧异。 陆小枫并没有急着答应下来, 按照他的做事原则, 最好不再跟温茂财见面, 毕竟如果真是事发, 大家互不相识, 这是最好的情况。 洛老四在拍卖现场, 他的姓名只是以捉号称呼, 正是要立规矩, 让大家明白, 哪怕是相互认识, 也不能相认。 陆小枫跟沈子明商议了一番, 两人决定不过去, 刘俊平只好独自前往。 到了中午时, 刘俊平找了过来, 他忍不住道, 还真是被我们给猜招了, 还真是因为汉代龙温玉璧起了冲突。 陆小枫很惊讶, 因为这个, 对方就把温茂财给捅了。 刘俊平摇头, 玉璧是赝品,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温茂财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 把对方给惹火了。 不过, 温茂财很幸运, 这一刀完美地错开了体内所有的器官, 只有皮外伤。 沈子明问道, 最后怎么处理? 对方抓到了吗? 刘俊平摇头, 没有, 人家过去向他道歉了, 还赔偿了一百万, 温若海就轻轻放过了。 这件事情, 当成了两个年轻人生气上头处理了, 温茂财的损失不是很大。 陆小枫很惊讶, 一刀捅进肚子里, 这是温茂财命大, 这才没事, 如果真是捅在哪个器官上, 恐怕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没想到竟然被轻轻放过了。 不过, 这毕竟跟陆小枫没有关系, 他也不会在意。 面对这种事情, 刘俊平也很感慨, 毕竟随着越来越多的圈外人进入古玩这个行当里, 以往的规矩也在渐渐发生改变。 接下来, 陆小枫倾弦下来, 沈子明忙着去直播, 祝婷婷也跟着过去了, 只有陆小枫一个人待在酒店, 他再次带着画板来到秦淮河畔, 想要画出秦淮河的神韵。 六朝粉带, 回眸一笑, 顾采薇似乎真得是上课, 陆小枫在秦淮河畔待了两天, 都没有再见到对方。 只是, 陆小枫作画的时候, 不得安宁, 尽管他已经把瓷器修复的所有知识告诉了骆老四, 但这毕竟是一个技术活, 骆老四找到的修复师水平太差, 修复处理的效果总是不能让他满意。 骆老四没有办法, 只能给陆小枫打电话, 向他讨教该怎么修复。 陆小枫在做画, 他就只好视频指导对方, 但是对面的修复师笨手笨脚的, 陆小枫看着视频里的画面, 真是想要跳进视频里亲自动手修复。 陆小枫要避嫌, 他当然不可能再亲自动手。 不过, 看到最终修复出来的效果, 陆小枫不免觉得无奈。 骆老四盯着修复好的瓷器, 不禁皱眉, 这跟陆小枫跟他说的效果相差甚远。 陆小枫不愿前来, 骆老四不可能把陆小枫绑过来, 但是看到眼前的修复效果, 骆老四很清楚, 眼前修复出来的瓷器不可能卖出高价, 价格可能不是腰斩, 而是要斩到脚踝。 陆小枫没有在意这些, 这段时间出来他没有办法去上课, 但是作业还是要上交的, 他需要多花点时间作画。 画了一整天, 陆小枫完成了在精灵的第二幅画, 他把这幅画拍了下来, 传给了苏老师。 苏老师只回复了两个字, 懈怠。 看到这两个字, 陆小枫脑门出汗, 这分明是说他最近太过懒散, 画得太少。 陆小枫收好画板, 起身正要离开, 转身见到顾采薇竟然站在他的身后。 顾采薇穿着一身黑色制服套裙, 一双眉腿被肉色丝袜包裹, 他站在陆小枫身后, 面上带着微笑。 陆小枫看着顾采薇这样一副装扮, 不禁皱眉, 你不是去上课了吗? 顾采薇如花似玉的面上, 显得很高兴, 我下课了呀。 陆小枫无奈, 你是个学生, 怎么这样穿? 顾采薇开口道, 这样穿难道不行吗? 我都已经大三了, 穿得成熟一点, 出了学校, 人家能够帮我安排工作。 陆小枫看向顾采薇, 他很清楚, 肯定是顾采薇听到了什么说法, 才会如此,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刻意。 陆小枫很无奈, 走, 我请你吃饭。 顾采薇欢天喜地, 跟了上去。 两人在附近找了一家餐厅, 陆小枫把画板放下来, 你是怎么考虑的? 顾采薇坐在对面, 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什么怎么考虑的? 我需要考虑什么吗? 陆小枫开口道, 你还在上学, 你这样每天跟着我, 对你的学业会有影响。 再说, 沈胖子他们只是拍短视频的, 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帮助, 顾采薇摇头, 你真是想得太多, 我只是觉得跟着你们很有意思, 哪怕是没有机会拍短视频。 难道我们就不能交朋友了? 陆小枫, 你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你的脑袋里都是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啊? 陆小枫愣住了, 他随即笑了起来, 尽管陆小枫跟沈子明待在一起, 对于一些事情也能够看得开, 但是他不太愿意这么诈。 不过, 顾采薇说得很对, 大家都是年轻人, 哪怕是一起拍短视频, 也不代表有什么。 陆小枫点头, 我在精灵呆的时间不长, 以后会回到中海。 你如果有时间, 可以去我的店里参观参观。 顾采薇瞪眼看向陆小枫, 你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参观你的店里? 陆小枫, 你该不会把我当成你那些网友了吧? 陆小枫笑着道, 吃饭吧。 陆小枫对表演专业很有兴趣, 他好奇地询问起来, 顾采薇会回应陆小枫, 但是他总是喜欢对两句, 吃了饭, 两个各自回家。 回到酒店, 陆小枫就被沈子明拉了出去, 沈子明偷偷摸摸道, 今晚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上一次, 咱们喝酒没有喝得痛快, 这一次一定让你喝得痛痛快快。 陆小枫看向沈子明有些惊讶, 但还是跟着过去了。 上了沈子明的车子兜兜转转一大圈, 没想到沈子明竟然带着陆小枫 到了郊区一个烧烤摊子。 天气已经冷了下来, 烧烤摊门外的座位没有客人, 但是走进门里, 一股热气扑面来, 店里几乎已经坐满了。 沈子明带着陆小枫扫视了一圈, 很快就确定了座位, 两人走了过去。 陆小枫看着吉永的身影, 不禁有些无奈, 他还以为沈子明要带他去听取。 吉永看到陆小枫两人, 连忙朝着他们招手。 陆小枫两人走过去, 见到吉永对面做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 那人对待吉永颇为恭敬, 见到陆小枫两人时, 也笑着点头。 吉永伸手指向对面的人, 介绍道, 这位是秦学真馆长, 他负责精灵博物院的修复业务。 接着, 有指向陆小枫两人, 秦学真盯着陆小枫的方向, 笑着道, 你们过来之前, 纪管长一直在跟我推荐你。 小伙子, 你是师从哪位老师学习了文物修复? 陆小枫摇头, 都是我自学的。 秦学真很惊讶, 他转头看向吉永的方向, 似乎想要求证。 吉永点头, 我跟你提到过, 你自己没有注意到。 秦学真很无奈, 本来对陆小枫是非常有兴趣的, 但是听了这句话, 似乎顿时没有了兴趣。 他笑着道, 纪管长, 你也知道, 文物修复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想要修复好一幅画, 修复好一件瓷器, 都是有技巧的。 如果仅凭自学, 就能够做到很好的地步,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沈子明坐在一旁, 开口道, 他从考古系毕业, 当初曾经听过一些文物修复专业的课程。 秦学真摇头, 只是听过一些课程, 这样的作用不是很大。 如果小枫真是想要学习文物修复的话, 我建议小枫可以拜师系统学习。 如果只是自学的话, 上限不高。 吉永看向秦学真, 你啊, 完全就是刻板印象, 觉得人家自学就学不好。 你这个想法很不对。 我见过小枫修复的作品, 非常不错, 甚至比博物院某些专家修复的都要好很多。 秦学真很惊讶, 他看向吉永, 满是不可思议。 要知道, 博物院里的专家可都是有师诚的, 他们学习了几十年, 修复了几十年, 水平压根不是年轻人能够比得上的。 但是, 吉永既然说陆小枫的修复水平高到这种程度, 他这是不是在夸张? 秦学真看向陆小枫, 小枫, 你有没有修复好的作品, 能不能给我看一看照片? 陆小枫拿出手机, 翻了起来, 他找到了自己修复的作品照片, 递了过去。 很快, 秦学真瞪大了眼睛, 秦学真把图片放大了些, 试图想要找到修复好的画作有没有问题。 但是他看了很久, 终究没能找到问题所在, 他抬头看向陆小枫拍照是不是有失真的问题。 吉永开口道, 秦馆长, 承认人家优秀有这么难吗? 你觉得这是照片失真问题吗? 照片上反映的就是最真实的情况, 这就是小枫修复的效果。 秦学真很惊讶, 他转头看向陆小枫, 这才正式起来。 之前, 秦学真只是把陆小枫当作吉永看中的晚辈, 他觉得吉永说话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看过照片之后, 他感觉陆小枫可能真是如此优秀。 秦学真看向陆小枫, 开口道, 小枫, 你有没有考虑过进博物院工作? 陆小枫看向吉永, 他之前已经拒绝了吉永, 没想到吉永再次操作了这件事情, 还把秦馆长拉了过来, 甚至把沈子明拉来当帮手, 他很想知道吉永的意思。 吉永开口道, 小枫,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尝试一下, 以你的学历情况, 走正规途径进入精灵博物院, 是有编制的, 可是有编制又失去了自由, 我觉得可以改变策略, 你完全可以跟精灵博物院签署协议, 成为合同工, 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 你才需要过来, 平常不作伴。 说吧, 吉永转头看向秦学真的方向, 陆小枫不由眼前一亮, 他还真是没有考虑过这种方案, 不过听起来很不错, 既有安排陆小枫进入博物院, 赚钱倒是其次, 主要是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修复师, 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还能帮陆小枫扬名, 最重要的是, 陆小枫可以为文物保护事业做贡献, 文物修复圈子, 是个小众又封闭的圈子, 如果不能在圈子里扬名, 获得大师的认可, 想要闯出一番事业, 可不容易。 秦学真犹豫了很久, 面上很为难的样子, 吉永开口道, 秦馆长, 你不要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来, 你是什么想法? 难道我不懂吗? 你以为我把小枫介绍给你, 是为小枫找工作吗? 人家压根不缺钱, 我就是觉得人才难得, 博物院里修复师太少, 每年都有一批画会因为年代久远, 需要修复, 我把人才送给你, 你竟然还推三阻四? 秦学真连忙摆手, 吉老哥, 你是我的老哥哥, 你说的话, 我能不听吗? 只是这种事情没有先例, 我需要回去跟馆长商量一下, 吉永摆手, 我让小枫加你的联系方式, 你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搬下来, 小枫马上要离开精灵, 你也不要拖延, 如果有什么困难, 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找馆长沟通, 秦学真连忙点头, 好, 谈完这件事情, 一行人这才放心吃喝, 吃完烧烤, 陆小枫提前付了账, 回酒店的路上, 沈子明哈哈大笑, 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歪了? 陆小枫笑着道, 我本来以为你要带我去听曲, 没想到竟然是机馆长安排的, 不过, 你这两天为什么消停下来了, 你的海狗丸不行了吗? 沈子明瞪眼, 完全就是胡说八道, 你觉得大爷, 我像是需要吃海狗丸的人吗? 以我的身体条件, 那是一束梨花鸭海棠, 夜夜声歌春宵梦,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七, 第二天, 陆小枫接到了秦学真的电话, 秦学真邀请陆小枫前往博物院, 想要试一试他的手艺, 陆小枫和沈子明赶到博物院, 见到了秦学真, 在秦学真的身旁则是一位白发老者, 秦学真介绍道, 这位是贺玉书先生, 是我们博物院的书画修复专家, 他又指向陆小枫, 介绍了陆小枫和沈子明的身份, 陆小枫上前, 朝着贺玉书道, 贺先生, 您好, 贺玉书微笑着点头, 你就是小枫是吧? 学真说你要来这里工作, 特意让我来把关, 我说, 需要我把关做什么? 既然人家敢说这种话, 肯定是有这种本事的, 不过, 学真还是不放心, 想要让我考验一下, 小枫, 你有没有准备好啊? 陆小枫笑着道, 我准备好了, 贺玉书笑了起来, 他回头看向秦学真, 秦学真点头, 贺玉书这才挥了挥手, 很快, 有一位年轻人走过来, 年轻人看起来二十多岁, 走过来时, 气宇轩昂, 他手里拿着一幅画, 放在陆小枫的面前, 贺玉书开口道, 既然这样, 我们就开始吧, 你把这幅画, 当作是需要修复的古画, 你来操作一遍, 我看一看, 陆小枫朝着四周看了看, 这里应该是修复古画的工作室, 设备很齐全, 他朝着贺玉书点了点头, 好, 陆小枫先把这幅画打开, 细细看了看, 这幅画是一幅临摹作品, 水平不高, 画作也没有什么价值, 难怪会被拿过来给陆小枫练手, 陆小枫动手把装表的材料全部取了下来, 他双手拿着画作的两端, 朝着旁边的水缸里直接沉了进去, 贺玉书面上平静, 他看着陆小枫的动作并没有多少表情, 秦学贞则是干脆找地方坐下来, 一副不管不问的样子, 不过, 刚才把画作拿过来的年轻人, 却瞪大了眼睛, 他张了张嘴, 想要惊呼出来, 但终究忍住了, 很快, 陆小枫把整幅画都拿了出来, 铺在了桌面上, 他拿着毛巾吸走了水分, 陆小枫手里拿着镊子, 找到了腹背纸, 他先揭开一脚, 接着一鼓作气, 把整张腹背纸都揭了下来, 揭命纸时, 陆小枫同样动作熟练, 一鼓作气, 命纸很完整, 画作也没有受到伤害, 看到这一幕, 贺玉书忍不住站起身来, 他鼓掌道, 好, 贺玉书转头看向秦学贞, 秦馆长, 不管小枫画得怎么样, 我都要把他留下来, 小枫这一套动作, 如同行云流水, 只有做了大量修复工作之后, 才能做到这一步, 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多做考虑, 直接把他留下来吧, 秦学贞面上复杂, 他开口道, 小枫师从中海大学画家苏柳, 他的画迹很不错, 贺玉书满是惊喜, 当真, 既然小枫有画迹, 那还考验什么, 直接签约吧, 说实话, 我现在有点后悔, 为什么要答应你, 像是小枫这种人才, 应该直接进咱们单位, 这样签合同, 那就太委屈他了, 陆小枫与精灵博物院签订了合同, 从此, 陆小枫也算是有工作的人了, 在签订合同之前, 陆小枫向秦学贞和贺玉书, 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他不太可能随叫随到, 但是会经常过来, 两人都爽快地同意了下来, 陆小枫猜测, 吉永可能跟他们打过招呼, 尽管答应了爽快, 但是贺玉书转身就带着陆小枫去报道, 沈子明在征得贺玉书的同意之后, 拿出了摄像头, 找到了古话修副组的成员, 古话修副组的人员不多, 加上贺玉书一共才七八个人, 贺玉书年纪最长, 现场还有一位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 两位三十多岁的青年, 三位年轻人, 两男一女, 其中就有刚才送话的那位, 贺玉书拍了拍手,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他开口道, 大家可以先放下手头的工作,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 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陆小枫, 不过, 小枫的情况比较特殊, 是馆长特聘过来的, 他平常要在中海学习, 有时间会过来帮我们一起修复, 大家鼓掌欢迎啊,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众人表情各异, 有淡然, 有高兴, 也有不屑, 贺玉书笑了笑, 又帮陆小枫, 介绍了组里的每一位成员, 陆小枫记住了大家的名字, 他注意到, 刚才送话的那位年轻人, 名为左锦山, 左锦山似乎对陆小枫有很大的敌意, 陆小枫搞不清楚, 这是为什么, 毕竟他与对方只是刚见面, 无冤无仇, 对方为什么要仇视他, 贺玉书笑着道, 小枫竟然是已经到了这里, 你不如选一幅画进行修复, 让大家看一看你的功底, 陆小枫笑着点头印了下来, 他很清楚, 贺玉书这是想要称量他的功底, 同时也是让他展示一番, 文物修复是一项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 很难保持热情, 想必书画组应该会经常进人, 但是最终却只有这几人留了下来, 就该知道书画修复该有多枯燥, 陆小枫的到来, 算是给这里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贺玉书带着陆小枫走到旁边, 指着架子上的画作, 你选择一幅画进行修复, 我们这里到点就要下班, 不能加班, 如果今天没有修复结束, 那就明天继续, 我还有事, 要先走了, 算了, 我等你选完再走, 陆小枫点了点头, 他盯着眼前的画作看了起来, 其实, 博物院里并没有所有的书画都是价值高昂的, 也有一些书画是不知名画家的作品, 陆小枫既然是修复, 他肯定选择价值高的着手, 他很快选定了一幅画, 这是明代画家王健的一幅, 侍女图, 这幅, 侍女图, 与陆小枫之前修复的, 修竹侍女图差不多, 同样是庭院, 但是这幅侍女图在庭院里, 还出现了侍女, 侍女面带笑容, 但是身体部分有一定残损, 侍女似乎在荡秋千, 但是这幅画残缺不全, 只剩下秋千和发簪的一脚, 贺玉书见到陆小枫选择的这幅画, 不由大吃一惊, 你怎么会选这幅画? 这幅画的修复难度实在太大, 必须要把这幅画补全, 你能做到吗? 左锦山一直关注陆小枫的情况, 见到陆小枫选择的那幅画, 不由轻蔑一笑, 听到贺玉书的话, 左锦山不禁大声道, 贺组长, 你就不要再劝了, 人家既然敢选择这幅画, 那就说明人家是有充足信心的, 这算什么, 或许人家修复过比他更残破的古画, 贺玉书朝着左锦山瞪了一眼, 他又看向陆小枫, 你可以选其他的古画, 不必较劲, 陆小枫笑了起来, 他看都没看左锦山, 直接道, 贺组长请放心, 我的确是有信心, 贺玉书盯着陆小枫, 见到陆小枫面上平静, 他以为陆小枫之所以选择这幅画, 是想要先给大家一个下马威, 但是在他看来, 这实在没有必要, 不过, 既然陆小枫态度坚定, 贺玉书也就不再多劝, 他点头道, 既然小枫你有信心, 我就不多劝了, 你手上没有工具, 还是去我那里吧, 金佑刚好不在这里, 陆小枫拿起了这幅画, 连忙道, 多谢贺组长, 贺玉书无奈离开了, 沈子明站在一旁, 一直都在拍视频, 左锦山见到贺玉书走远, 忍不住皱眉道,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拍摄, 气, 你知不知道, 这些话都是古话, 都是非常珍贵的, 不能受到刺激, 你抓紧出去, 沈子明不惧对方, 直接道, 我在这里拍摄, 有你们秦馆长的批准, 要不然, 你去问一问秦馆长, 左锦山瞪眼, 你瞎说, 秦馆长怎么可能批准这种事情, 我告诉你, 金陵博物院所有的宝物都很贵重, 如果丢了少了, 你是说不清楚的, 陆小枫能够感觉到, 对方的敌意是针对自己的, 现在对方找沈子明的查, 这分明是针对他, 陆小枫一步迈出去, 站到了左锦山的对面, 他盯着左锦山, 秦馆长会不会批准, 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左锦山, 做好你的份内事, 不要找事, 左锦山大怒, 伸手直接朝着陆小枫推了过来, 陆小枫伸出右手, 右掌拦住了对方, 左锦山却不管不顾, 一拳砸在了陆小枫的右掌上, 陆小枫稍稍用力, 左锦山顿时倒退出去, 在左锦山的背后, 有一大盆水, 是用来浸湿化作的, 左锦山直接一屁股坐了进去, 哗啦, 水花似箭, 工作室里洒出大量的水, 左锦山与陆小枫争吵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看了过来, 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到, 左锦山想要一拳打倒陆小枫, 却被陆小枫伸出右掌拦下来的事情, 大家看着左锦山的样子, 陆小枫是新人, 尽管他占领, 但是大家还是更同情左锦山, 中年修复师皱眉赤道, 这里是工作的地方, 你们在做什么? 陆小枫点头, 我也非常赞同, 我们这里是工作的地方, 有些人就是想要找事, 我很热爱工作, 我要为祖国的文物修复事业奋斗终身, 说吧, 陆小枫转身离开, 在他身后, 几乎所有人都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大家目瞪口呆, 这人的脸皮也太厚了吧, 竟然敢喊出这样的口号, 左锦山从盆里站了起来, 他瞪眼盯着, 陆小枫的方向满是愤痕之色, 左锦山见到陆小枫离开, 他忍不住大声道, 既然陆小枫执意挑选这幅画, 如果他把这幅画修复坏了, 是不是应该照价赔偿? 现场一片安静, 大家都低头忙碌手头上的工作, 没有人搭理左锦山, 这让他很尴尬, 左锦山瞪眼看向旁边的年轻人, 但是那个年轻人抬头偷偷看了一眼, 又低下头去不说话了, 陆小枫刚来, 大家都不清楚陆小枫的底细, 因为大家都没有像左锦山这样急着跳出来, 即便是想要反对陆小枫, 也要等一段时间看一看陆小枫的水平再说, 门外吹来一阵风, 左锦山顿时感觉到一阵凉意, 他浑身差不多都湿透了, 现在正值深秋时节, 天气已经冷了下来, 左锦山打了一个冷战, 他连忙朝外跑了出去, 只是刚跑出门, 他又折返回来, 如果领导问起来, 就说我回去换衣服了, 左锦山再次出门, 刚好看到陆小枫和沈子明两人站在旁边的门外, 正笑音音地盯着他, 这分明是在看他的笑话, 左锦山恼羞成怒, 张嘴想要骂出去, 阿帖, 左锦山没想到他张口打了个喷嚏, 只能灰溜溜地跑走了, 沈子明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可一定要争气啊, 不要把这幅画修复坏了, 要不然不务院可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不过, 我相信以你的水平, 一定没有任何问题, 你有什么调色的问题不懂的, 我可以帮你, 陆小枫笑着摆手, 他很清楚, 沈子明说他能帮忙, 是因为他有公司, 那帮人能够调动, 但陆小枫并不需要, 陆小枫熟练地开始操作了起来, 他这幅画进入水里清晰浸湿, 接着又清理了脏东西, 然后开始接画, 沈子明站在一旁, 全程都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不过, 沈子明很有分寸, 他并没有拍摄陆小枫的面容, 镜头都对准了需要修复的古画, 也正是因为如此, 沈子明才真正明白, 为什么评价陆小枫的修复过程, 如行云流水, 别人需要半天才能完成的工作, 陆小枫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他已经把画心取了出来, 把画心修不好, 用命只拖了起来, 沈子明看着陆小枫快速地动作, 瞪直了眼睛, 忍不住道, 看着你的动作, 我心里产生一种错觉, 如果修复古画这么简单的话, 我也可以做到, 沈子明说完这话, 他转身走了出去, 因为他知道, 把画心用命只拖好, 接下来要慢慢阴干, 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很有可能, 今天都没有办法修复完成, 沈子明来到隔壁, 见到大家都在工作, 他并没有打扰, 而是站在旁边拍摄其他人修复, 在沈子明面前的修复师, 差不多三十多岁, 应该属于年富力强, 又不缺乏经验的那种修复师, 这人正在接命只, 命只是这幅画的拖纸, 直接和画心接触, 命只能够延长画作的寿命, 因此非常重要, 不过, 也正是因为命只和画心完全接触, 因此想要揭开命只, 必须极为小心, 沈子明能够清楚看到, 眼前这个青年男子, 正一点一点地揭开, 不敢有丝毫分心, 这个揭命只的过程极为漫长, 沈子明站的脚趾都麻木了, 对方才刚刚揭开了一小半, 看到这些, 沈子明这才醒悟过来, 像是陆小峰那样, 伸手直接一把揭开命只, 还能不对画心造成损伤的修复尸, 实在是太少见了, 可能压根只有陆小峰才会这样做, 沈子明实在没有耐心等候下去, 只好转身离开了, 见到沈子明离开, 正在揭开命只的青年停了下来, 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见到大家都在休息, 他忍不住道, 肯定是旁边没什么可以拍了, 才会跑过来拍我, 小组里唯一的女孩子张紧笑着道, 可能是因为谢震哥长得太帅了呗, 青年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刚才那个是电视台的吗? 张景皱眉应该不是吧, 如果是电视台的来人, 应该会有宣传部门带过来, 怎么可能随便接受采访? 谢震呵呵一笑, 小姐, 你去隔壁看一眼, 看看他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猜啊, 他现在可能还在第一步, 正在洗话, 正在进行第一步, 张景摇头想要拒绝, 没想到谢震道, 我们都不好过去, 你是一个女孩子, 他们不敢说什么的, 旁边也有修复师跟着道, 谢震说得对, 你是女孩子, 他们不敢把你轰走的, 张景只好点头同意下来, 张景样貌清秀, 但是似乎因为待在这种单位, 他并没有打扮, 穿着黑色外套, 牛仔裤, 看起来并不起眼, 走到隔壁房间, 张景见到沈子明正在百无聊赖的摆弄机器, 见到张景走进来, 沈子明冲着张景笑了笑, 张景笑了笑, 他转头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不由惊呆了, 没想到陆小峰真是并没有在修复古画, 而是坐在画架前正在绘画, 进行古画修复的, 基本上都会有不弱的美术功底, 大家平时都喜欢自己画两幅, 只是很少有人像陆小峰这样, 来到第一天就绘画, 张景盯着陆小峰, 心里想着, 或许陆小峰正在设计补全古画, 只是他不忙着接画, 这时候就开始做设计吗? 张景目光一转, 随即面色大变, 因为他见到陆小峰刚才挑选的那幅画, 竟然已经揭开了, 正在阴干, 这么快吗?张景面色微变, 匆忙跑回去, 大家见到张景这么快跑回来, 不免惊讶, 谢震忍不住问道, 小景,怎么样? 陆小峰是不是还在清理古画? 我猜啊, 他肯定是不能补全这幅画的, 到时候让他赔偿, 谢震这时候也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 对于陆小峰的到来, 谢震也是心里不服气的, 他现在年纪正轻, 前面有老前辈, 中间还有四十岁的老同事, 下面有张景, 左景山这些年轻人追赶, 陆小峰一来到, 似乎就受到了领导的极度重视, 这让谢震很不满, 只是他懂得隐忍, 不像左景山那样直接表现出来, 大家本来想笑, 但是见到张景的模样, 情况似乎有点不对, 张景稍有犹豫, 开口道, 他已经把话接完了, 大家都很惊讶, 年纪稍长的修复师点头, 腹背值已经揭开了, 年轻人动作就是快, 张景摇头, 不是, 是已经在阴干了, 张景一说完, 现场落真可闻, 谢震抿了抿嘴唇, 他觉得自己开口说话, 都变得困难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 他揭开了腹背值, 直接就开始阴干了, 他这样做, 完全就是胡闹, 张景转头看过去, 他能够感受到, 谢震应该是底气不足, 他开口道, 命纸也已经揭开了, 甚至连话心都补全了, 正在阴干, 房间里彻底安静了下来, 没有人在开口, 大家都被深深的震撼了, 这才多长时间, 前前后后加起来, 还不到一个小时, 陆小枫就已经进展到这一步, 这怎么可能呢? 可是, 大家都知道, 张景肯定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不可能帮陆小枫说话, 也不可能说谎, 也就是说, 陆小枫真是进展到了这一步, 年纪稍长的修复师站起身来, 我过去看一眼, 接着, 房间里响起了椅子在地面滑动的声响, 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朝外走出去, 一群人走到隔壁, 果然见到陆小枫正在绘画, 画心果然已经完全修不好, 用命纸拖着, 正在阴干, 此时, 陆小枫笔下的画作, 也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能够清楚看到, 人影和院落的轮廓, 大家站在门外, 面面相觑, 沈子明见到大家, 表现得非常高兴, 热情地朝大家招手, 示意大家走进去, 不过, 大家这时候, 哪里愿意进去, 纷纷摆手离开, 回到工作室里, 大家都感觉被震惊了, 感觉有点消化不了这个信息, 因为大家都是有水平的, 都很确定, 陆小枫完成得又快又好, 等到中午的时候, 陆小枫已经把临摹作品完成, 他把临摹作品盖住, 和沈子明锁了门, 就离开了这里, 陆小枫刚走, 左锦山就赶到了, 左锦山走进工作室, 见到大家正在安静地休息, 他大声问道, 隔壁那个小鳖三呢? 是不是没能完成任务, 下得跑走了? 要我说, 像是这种人, 压得没有什么水平, 怎么能够进入我们不务院呢? 现场一片安静, 没有人搭理他, 左锦山感觉被搏了面子, 他转头看到谢震, 忍不住问道, 谢震, 你说是不是? 谢震比左锦山大了十多岁, 左锦山从进来之后, 向来都是直呼其名, 谢震早已不满, 听到谢震这样说, 他点了点头, 你说得很对, 我觉得你们是同龄人, 就应该比拼一下, 你也挑选一幅差不多的画作, 跟他同时修复, 如果你能够比得过信路的, 或许院里的领导, 就会考虑更为全面一点, 什么人才引进? 你要向领导证明一件事情, 人才引进这项措施, 压根就是一个错误, 左锦山震惊地看过去,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停了一下, 因为谢震完全说中了他的心思, 他觉得博物院的领导, 都是一群傻叉, 怎么会想到引进什么人才? 这压根就是瞎胡闹, 左锦山深以为然, 他郑重点头, 开口道, 好, 我马上也挑选一幅画, 我就是要跟他比一比, 说吧, 左锦山当真去挑选了, 年纪稍长的修复师不禁皱眉, 谢震, 你不要瞎胡闹, 左锦山, 你现在还在实习期, 你是不能独立修复的, 如果你修复出现问题, 你是要赔偿的, 左锦山白首, 王老哥,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我等了三年, 就是想等一个机会, 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都要不起, 我是要告诉别人, 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 大家都看向左锦山的方向, 他们这一批三个人, 近来快三年了, 一直没有给他们安排师傅, 只是让他们苦练基本功, 没想到左锦山的怨气这么大, 竟然用电影台词来表达不满, 张景盯着左锦山, 不免有些感同身受, 他很想拉住左锦山, 但是想到左锦山平日里趾高气昂的做派, 他又忍住了, 很快, 左锦山从一堆古画里, 挑出了明代徐卫的一幅流石图, 这幅画应该是只有一条十六石的枝条, 上面挂了一颗十六果实, 不过, 现在这幅画十六果实没变, 已经基本上看不清十六的样子, 谢震见到老者皱眉, 他连忙提醒道, 锦山, 你要知道, 这幅画可不好修复, 哪怕是有经验的修复师, 都要仔细衡量, 况且, 这幅画的价格非常高昂, 毕竟是徐卫的画, 你可以挑选一幅价格不高的, 当然, 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 你马上就要三年期满, 很快就可以败师了, 你可不要冒险了, 左锦山呵呵一笑, 我左锦山做事, 什么时候怕过, 谢震, 你可不要怂, 既然是怂恿我跟陆小峰比拼, 这时候还假惺惺劝我做什么, 谢震面色大变, 你不要胡说, 是我怂恿你的吗, 年纪稍长的修复师冷哼一声, 行了, 都不要说了, 既然是各自的选择, 只要能够负起责任就行, 左锦山皱眉, 却没有开口, 因为说话的修复师, 就是谢震的师父, 对方这句话, 明显是偏袒谢震的, 不过, 左锦山既然想要证明自己, 就不会在乎那么多, 他就是想要战胜陆小峰, 还要证明, 博物院所谓的三年基础培训, 压根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左锦山觉得像是他这种天才, 完全不必用三年, 只要一个月, 他就能够着手开始修复, 次日, 陆小峰并没有急着赶过去, 他一直等到十点多钟, 这才赶到博物院, 陆小峰和沈子民赶到时, 刚好和贺玉书迎面撞上, 贺玉书不禁皱眉, 小峰, 我听说你昨天下午就不在, 今天怎么还来的这么晚, 陆小峰看向贺玉书, 不免诧异, 他把能完成的工作都完成了, 难道还想要让他多修复几幅画不成, 不过, 陆小峰并没有解释, 只是笑了笑, 家里有点事情, 贺玉书点了点头, 我刚开会解释, 秦馆长很关心你的情况, 还向我问起了你的事情, 我都如实汇报了, 因为你是签了合同引进人才, 但我还是希望你有时间尽量待在博物院, 不要给别人说闲话的机会, 陆小峰连忙点头印了下来, 说话间, 贺玉书已经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他抬头看到, 办公室里挂着正在阴干的画心, 不由愣住了, 贺玉书很惊讶, 这么快, 陆小峰笑了笑, 没有解释, 贺玉书走上前去, 他见到画板被盖上了, 他揭开画板上的遮布, 见到陆小峰设计的修复效果图, 不由呆住了, 许久, 贺玉书转头看向陆小峰, 小峰, 我错怪你了, 我要向你道歉, 贺玉书修复书画的水平很高, 他很清楚, 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多长时间, 画心阴干, 也要很长时间, 陆小峰之所以来得晚一些, 那是因为, 他需要等候画心完全阴干, 晚来一会儿是正常的, 最为重要的是, 贺玉书看到陆小峰画出来的图, 他就知道, 陆小峰的绘画水平是足够的, 陆小峰这幅画, 就像是临摹了王剑的侍女图, 一样, 整张画作的画风与王剑的几乎完全一致, 尤其是陆小峰补权的侍女面容, 侍女面上挂着微笑, 看向旁边的杏花, 人与画融为一体, 贺玉书之前一直觉得, 陆小峰所谓上课是借口, 但是现在看来, 陆小峰的水平超出他的想象, 陆小峰对于古画的研究, 可能比他还要深入, 正常来讲, 补权一幅古画, 需要了解画家的风格, 还要融会时代的特征, 能够把这两点做好, 这需要翻阅不少的资料, 从这幅画来看, 这应该是陆小峰昨天就画好的,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陆小峰隐约猜到贺玉书的想法, 他笑着道, 贺组长, 接下来如果按照这个方案补权, 你觉得怎么样? 贺玉书点头, 这是再好不过了, 说来惭愧, 如果是我来修复, 我都不一定有你修复的好, 陆小峰连忙道, 您可不要捧杀我, 贺玉书笑了起来, 就按照这个方案做, 我还要去开会, 等我中午回来看你的成果, 陆小峰笑着道, 好, 说吧, 贺玉书转身离开了, 沈子明看着贺玉书离开的方向, 他怎么会这么忙, 昨天开了一下午的会, 一早开会, 现在又去, 陆小峰道, 不管了, 先干活再说吧, 陆小峰把画星取下来, 接下来他找出手电筒照射画星, 找到断纹, 他在纸背面贴上断纹贴, 接下来就是填补这幅画了, 对于陆小峰来讲, 王剑作画的过程就在他的眼前, 他直接落笔填补就足够了, 花了一个多小时, 陆小峰把这幅画填补好, 他坐到了旁边, 沈子明坐在一旁, 手里拿着手持摄像机, 忍不住道, 文物修复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你这么熟练, 都要花费这么久, 隔壁那几位, 花几天时间才能修好一幅画, 跟你压根没法比, 陆小峰笑了笑, 沈子明继续道, 听说隔壁有个家伙, 想要跟你比拼修复水平, 我刚才过去, 已经告诉了他, 你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 那家伙正在加快进度, 陆小峰有些惊讶, 是左锦山吗? 沈子明笑了起来, 对, 就是左锦山, 我已经看过了, 他肯定是比不过你的, 陆小峰笑了笑, 咱们过去看一看, 说话间, 张景走了过来, 张景见到陆小峰修复好的古画, 不由一惊, 他看向陆小峰, 这么快就修复好了, 陆小峰笑了笑, 刚修复好, 张景看着这幅画, 我能不能把你这幅画拿到隔壁去, 大家都想要看一看你的修复成果, 陆小峰站起身来, 好啊, 没有问题, 我跟着你一起过去吧, 张景很高兴, 兴高采烈地把这幅画端了起来, 朝着隔壁走了过去, 这幅画刚修复完, 还没有装表, 笔墨也都是湿的, 因此必须要应该才行, 陆小峰一行人跟着走进来, 见到大家都已经停了下来, 只有左锦山还在补色, 陆小峰看了一眼, 不由皱眉, 因为左锦山这幅画明显没有完全阴干, 他就直接补色了, 因此所有的颜色都浮在纸面上, 像是这样补色, 以后很容易会变淡, 最为重要的是, 陆小峰能够看得出来, 左锦山补出来的效果, 与原画有一定差距, 不仅是水平, 更有绘画风格和技巧, 也不一样, 徐卫是明代著名画家, 是泼墨大写艺画派的创始人, 他的画往往大开大合, 追求神似而非形似, 但是左锦山却用公笔画的风格来修复, 这显然是不行的, 似乎注意到陆小峰异性人的到来, 左锦山下笔更快了, 但也因为如此, 这幅画显得不伦不类, 张锦把手中的画放到了一旁, 他看向左锦山的方向, 左锦山收了笔, 他看了看自己的画, 又抬头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修复好了, 陆小峰盯着左锦山修复好的画作, 开口道, 这幅画的列文没有补, 听到这话, 左锦山不由面色一笔, 他这才想起了, 自己为了追求速度, 竟然忘记修补列文, 现场众人不由一正, 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谁都没有太过在意左锦山的进度, 直到左锦山让张锦去把陆小峰的话带过来, 大家这才开始关注左锦山, 没想到, 陆小峰一进门, 就直接说出左锦山没有贴断文, 这让大家很惊讶, 古画修复的每一个步骤, 都要按照前辈总结的经验来做, 如果乱了步骤, 就会影响修复的效果, 就像是断文贴, 这是一定要填色之前做好的, 因为画心是非常薄的, 因为储藏的时候, 古画会被卷起来, 很容易就造成断文, 对断文处进行修补, 能够延长画心的寿命, 古画的断文是非常多的, 每贴一张都要把画心弄湿一处, 在清理画面的时候, 已经浸湿过一次, 现在再次浸湿, 会大大降低画心寿命, 被陆小峰当成指出来, 左锦山顿时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本来还想要跟陆小峰比拼一番, 但被陆小峰一下子指出了错漏之处, 他还拿什么跟陆小峰去比拼,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大家面面相去, 左锦山向来指道气昂, 大家对他都不太喜欢, 但谁都没有料到, 本以为会是非常精彩的一次比拼, 瞬间被陆小峰KO, 这时候, 贺玉书走进来, 他看了看众人, 笑着道, 大家都在啊, 说吧, 他看向陆小峰修复的画作, 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忍不住称赞道, 很好, 简直是完美, 这可以冲到我们的范本了, 贺玉书说完之后, 他看向众人, 这才感觉到现场氛围有些怪异, 他环视一周, 视线落在左锦山面前的画作上, 只是看了一眼, 不由勃然大怒, 贺玉书瞪眼盯着左锦山面前的话, 忍不住大怒道, 是谁让你动手修复的, 左锦山顿时呆住了, 他从未见过组长会有这样的情绪, 完全没有想到, 组长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气, 不过, 左锦山一点都不怂, 他直接开口道, 这是我主动修复的, 贺组长, 我觉得我在这里待了三年, 我应该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修复一幅画, 陆小峰来到第一天, 他就能够动手修复, 凭什么不让我动手, 贺玉书死死地盯着左锦山, 你这是觉得不公平是吧, 我在这里讲得清清楚楚, 陆小峰是人才引进, 他跟你们不一样, 他是有修复经验的, 你们没有任何独立修复的经验, 不能直接修复, 左锦山看了一眼面前的画作, 如果修复的不好, 我把这幅画恢复回去, 重新修复就是了, 左锦山现在也完全认命了, 他本来还抱着跟陆小峰比试的心思, 现在看来, 他压根没有办法跟陆小峰相比, 既然是这样, 那就只能保证工作不受影响, 左锦山在这里待了三年, 看着同事们修复了数十张画作, 他一直觉得修复并不是一件难事, 他也可以动手, 没想到第一次动手就出现了不少的纰漏, 这让左锦山深感挫折, 贺玉书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恢复给我看, 左锦山动手恢复起来, 他把修复画心的宣纸小心撕开, 只是这张纸与画心粘连在一起, 即便是他已经非常小心, 但仍旧撕裂了画心部分, 谢震站在一旁, 扬声道, 锦山, 你小心一点, 这幅画价值不菲, 当初修复的时候, 你自己说, 如果出现损坏的情况, 自己会承担责任的, 你要负责道敌, 左锦山心里本来就很紧张, 听到这话, 一个不小心, 直接把画心撕开了, 左锦山把这幅画放了下来, 他抬头看向贺玉书的方向, 这幅画, 我赔偿, 贺玉书皱眉, 你觉得做错了事情, 赔偿就结束了吗? 我之前教导过你很多次, 三年期满, 一定会给你们安排师傅, 你们第一次修复, 也一定要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 你是怎么做的? 左锦山, 你不要以为自己有背景, 我就不敢处理你, 左锦山看向贺玉书, 那你就处理我好了, 陆小枫站在一旁, 不禁皱眉, 他没有料到, 左锦山竟然会这样顶撞贺玉书, 看来真是很有背景, 贺玉书盯着左锦山, 好, 你第三年的考评, 我会给你不合格, 这幅画是徐位的, 已经被你造成了一定破坏, 我会请财务定损, 你自己来赔偿, 贺玉书非常气愤, 他朝着工作室里年纪最长的修复师招手, 老高, 你跟我来, 老高没有办法, 只能跟了过去, 陆小枫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两人无奈苦笑, 没想到竟然闹出这样的风波来, 不过, 左锦山在这里的人缘不好,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但凡有人帮他盯着一点,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 陆小枫把他修复好的话, 送回了贺玉书的办公室, 他跟贺玉书打了招呼, 转身就离开了, 至于贺玉书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这就跟陆小枫没有关系了, 自始至终, 陆小枫都没有在意左锦山, 一切都是对方自己在作怪, 最终导致这样的后果, 跟陆小枫一点关系都没有, 左锦山把破损的话丢在办公室, 转身也离开了, 谢震摇头, 开口道, 真是经不起一点挫折, 大家都朝着谢震的方向看了看, 大家都清楚, 这都是谢震挑起来的, 但是左锦山自愿上钩, 谁都不好多说什么, 陆小枫两人从博物院离开, 沈子明回去剪辑视频, 陆小枫把林默的话当作作业交了上去, 却被苏老师打电话, 臭骂了一通, 苏老师让陆小枫把秦淮河盼的风景画一遍, 这让陆小枫很绝望, 他回了一句, 又被苏老师骂了一通, 陆小枫只好给宁婉秋打电话吐槽, 没想到不等他张口, 宁婉秋就跟他说, 实在是太忙, 没有时间, 陆小枫只好带着画板, 再次来到秦淮河畔, 架着画板, 开始作画, 刘俊平打来电话, 他在附近的夫子庙古完成, 想要买一幅古画, 想要请陆小枫帮忙鉴定, 陆小枫先让对方拍了照片发来, 看到刘俊平发来的照片, 陆小枫瞪直了眼睛, 因为刘俊平想要买下的这幅画, 正是王剑的侍女图, 陆小枫没有客气, 他直接把侍女图修复前后的照片, 直接发了过去, 七, 刘俊平看到照片的一刹那, 顿时就惊呆了, 片刻之后, 刘俊平赶到秦淮河边, 见到了陆小枫, 刘俊平盯着陆小枫的画板, 看着他把对面红墙黑瓦描绘出来, 不免惊讶, 陆小枫注意到刘俊平的到来, 他并没有立即停下来, 等了片刻, 他才回头看过去, 你不是要买古画的吗? 刘俊平犹豫问道, 你什么时候修复王剑的侍女图? 陆小枫开口道, 今天, 刘俊平瞪直了眼睛, 你给我看的是画心, 也就是说, 你上午刚刚修复好, 怎么就这样巧, 被我碰到了? 陆小枫呵呵一笑, 真记就藏在博物院, 我还能骗你不成, 刘俊平点了点头, 他也听说陆小枫进入博物院古画修复组的事情, 吉永可是一直说, 他帮博物院捡到宝了, 刘俊平摆了摆手, 你不用管我, 你继续画, 我等你, 陆小枫不满道, 你这样一直盯着我, 会让我分心, 刘俊平道, 没事, 这里人来人往也不少, 我身后也有不少人, 你应该已经习惯了, 陆小枫看向刘俊平, 你是有事吧? 刘俊平黑黑笑了起来, 不能耽误了你的正事, 等你画完再说, 陆小枫没有再搭理对方, 他继续画了起来, 等到夕阳渐渐落下, 秦怀河上映着夕阳, 波光灵灵, 顾采薇不知何时出现在陆小枫身后, 刘俊平注意到顾采薇, 他不禁笑了起来, 一直等到天色渐渐有些黑了, 陆小枫这才停了下来, 只是眼前这幅画没有画完, 陆小枫朝着顾采薇点了点头, 他又看向刘俊平, 你的事情着急吗? 现在过去晚不晚? 刘俊平笑着道, 不晚, 一点都不晚, 就在附近的古完成, 趁着现在时间还走, 你帮我长眼, 等结束之后, 我请你们吃饭。 七, 陆小枫看向顾采薇, 想问对方有没有事, 但他终究没有问, 他点头, 咱们先去看一看。 古完成就在秦怀河不远的地方, 他们走了十多分钟, 就到了古完成, 这里有不少商铺, 陆小枫这是第一次过来, 但是刘俊平却轻车熟路, 他带着陆小枫朝着里面走进去。 很快, 刘俊平在一家古完成店铺外停了下来, 他转过头来, 郑重道, 小枫在古话鉴定上, 你是专家, 但是你可能不擅长讲价, 因此, 待会儿谈价钱的时候, 由我来开口, 你就不用多说了。 陆小枫看向刘俊平, 沈子明告诉你的, 刘俊平呵呵一笑, 不管是谁说出来的, 我没有说错是不是? 陆小枫很无奈, 他也不是不擅长讲价, 只是因为陆小枫每次都有充足的把握, 他确定自己能够捡漏, 自己买回来的东西能够价值几百万, 他再去把价格奖下来一万两万。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 当然, 陆小枫未尝没有补偿对方的意思, 毕竟他买下之后, 十倍百倍升值多付出一点, 也让卖家开心一下。 陆小枫抬头, 刘俊平已经走了进去, 老板是个中年男子, 短寸头发, 身上套着黑色的长袍, 看起来很干脸, 见到刘俊平走进来, 不禁热情道, 老刘, 你说自己出去片刻, 你这一趟时间可不短。 刘俊平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出去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 赵老板请放心, 我既然说是还要回来, 肯定还是要回来的。 赵启刚注意到刘俊平身后的陆小枫两人, 他只是扫了一眼, 也就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陆小枫两人实在太过年轻, 看起来像是还在读大学的学生, 尽管如此, 他还是指向两人, 这两位跟你一起来的。 刘俊平笑了起来, 这是我侄子, 还在读大学, 他在首都读大学, 今天回来是有事情要办, 我刚才就是开车去机场接他们去了。 真是没有想到, 我这侄子, 竟然连女朋友都带回来了, 真是让人高兴。 顾采薇满面羞涩, 抓住陆小枫的胳膊, 像是小媳妇一样。 陆小枫偷偷地朝着刘俊平瞪了一眼, 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真不是好东西, 我过来给你帮忙, 你却想着占我的便宜, 刚才还叫老哥, 现在就要喊叔叔了。 赵启刚哈哈大笑起来, 好啊, 这不是好事吗? 刘俊平摆手, 赵老板, 你快点把那幅画拿出来, 给我看一看, 我还要送我侄子回家, 老太太还在家里等着, 如果太晚的话, 老太太该打电话骂我了。 赵启刚很高兴, 好, 好, 陆小枫站在一旁, 看着刘俊平说着谎话, 刘俊平面上似乎没有丝毫的意思。 很快, 赵启刚带回来一幅画, 他一展开, 陆小枫就认了出来, 这正是他刚修复好的那幅画, 王剑的, 侍女图。 看到这幅画, 陆小枫稍稍一震, 随即反应过来, 自己修复的古画, 原画已经遭到了损坏。 既然是这样的话, 又怎么会有临摹之作呢? 刘俊平迫不及待地去鉴赏这幅画, 但是他背在后面的手, 却朝着陆小枫打了手势。 陆小枫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 他伸手摸了过去, 眼前顿时闪过这幅画绘画的情形。 王剑是明末清初的画家, 他的曾祖父是王世珍, 因此绘制侍女图时, 难免有种追忆似水年华的感觉, 眼前这幅画明显是临摹之作, 而且是民国时期的仿作。 刘俊平看了看, 他冲着陆小枫眨眼睛, 询问陆小枫的意见。 陆小枫摇头, 刘俊平盯着这幅画又看了片刻, 算了, 赵老板, 我记得你不是有一幅石涛的画吗? 你把那幅石涛的画拿出来, 给我看一看。 赵启刚盯着刘俊平, 不禁皱眉, 他与刘俊平相识已久, 因此他清楚知道, 刘俊平的秉性, 对方在这里磨蹭了很久, 最终都没能下定决心买王剑这幅画, 后来因为接了电话离开, 现在刘俊平眨眼之间就做了决定, 显然有问题。 赵启刚的视线落在陆小枫的身上, 刚才陆小枫摸了一下这幅画, 如果不是因为陆小枫很快松手, 他差点就要讲出来, 因为陆小枫没有戴手套, 就摸了这幅画。 难道说, 刘俊平之所以这么快就下定决心放弃这幅画, 是因为这个年轻人。 赵启刚盯着陆小枫, 试探着问道, 赵启刚转身朝着店里走进去, 他再次拿出一张画轴, 放在了刘俊平的面前。 刘俊平徐徐打开画轴, 录出了一幅渔航看山图, 这是石涛的一幅作品。 画中展现的是远眺大敌山的情景, 画中江南丘陵玉聪棉根, 让人心持神网。 陆小枫看了两眼, 再次伸手摸了过去。 这一次, 赵启刚瞪直了眼睛, 他伸手拦住了陆小枫, 戴上手套。 刘俊平护独自道, 赵老板, 你怎么就这么抠门, 摸一下还不让了? 我侄子是很有分寸的, 他就是好奇吧。 赵启刚正要反驳, 没想到刘俊平伸手制止道, 行了, 既然是要戴手套, 那就戴手套好了, 你不要太凶了。 我侄子那么怪, 你不要吓到了我侄子,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陆小枫站在一旁, 满是尴尬。 陆小枫当然是懂得规矩的, 他清楚知道, 摸骨花要戴手套, 但是陆小枫觉得, 戴上手套感觉不太好。 用沈子明的话说, 那就是总感觉隔了一层, 不自然。 沈子明转身看向陆小枫, 可以戴手套吗? 陆小枫点了点头, 戴上手套并不会对他造成太大影响, 但是摸纸张的时候, 难免会少了感觉。 每一时期的纸张是不一样的, 摸起来也是有区别的, 如果戴上手套, 感觉就不会那么准了。 不过, 陆小枫不可能把这些都说出来, 因为对方显然是不太清楚, 陆小枫是能够进行鉴定的, 如果陆小枫说出来, 岂不是告诉对方, 他是鉴定师。 陆小枫戴上手套, 伸手摸了过去, 眼前浮现出绘画的过程。 石涛是明末清初的僧人画家, 是明朝晋江王朱亨家之子, 是明末四僧之一。 陆小枫能够清楚看到绘画的过程。 这幅画确实是石涛绘制出来的, 从绘画风格和技法上来看, 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陆小枫很快把手收了回来, 他冲着刘俊平点了点头。 刘俊平看向陆小枫, 不满惊喜起来, 他刚刚把汉代陶楼处理掉, 手上有一笔钱, 现在他要把这笔钱花出去投资。 如果说, 刘俊平之前还对陆小枫不太信任, 那么现在刘俊平是绝对相信陆小枫的鉴定水平, 尤其是陆小枫在骆老四的拍卖中表现出来的水平, 哪怕是成名的鉴定师也比不过他。 最近, 陆小枫更是被吉永请进博物院从事古画修复, 尽管还没有听说具体情况如何, 但是刘俊平相信, 陆小枫一定会非常出彩。 得到陆小枫确定之后, 刘俊平并没有急着谈价, 而是假模假样地继续拿着放大镜盯着这幅画观赏起来。 陆小枫没有站在旁边, 他则是在店里仔细看了起来。 画了一下午的画, 陆小枫也有些累了, 他们进门之前把画架放在了刘俊平的后备箱里, 如果被老板见到, 恐怕会横生波折。 赵启刚的店里挂了不少的画, 有临摩之作, 也有新人新作, 甚至有些画作旁边还有画家的介绍。 陆小枫盯着这些画看了起来, 这里很多画作的水平是比不过陆小枫的, 但也有几幅画水平很高, 估计价格也不会低了。 陆小枫观看每一幅画的时候, 他都会伸手去摸一下, 这样他能够亲身感受到画家作画的过程, 这对他作画很有帮助, 因为这样他就能够学习对方的优点, 避开对方的缺点。 好一会儿, 陆小枫站在一幅画前面顿住了, 这是一幅临摩之作, 因为提拔上写得很清楚, 仿董元的邱山图。 董元是五代时期的绘画大师, 至今仍有画作存世, 不过, 这幅临摩之作并没有盖上前映, 看上去像是无名式的仿作。 陆小枫伸手摸着这幅画, 看着画家的绘画过程, 感受作者的绘画技巧, 他隐隐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一定是他曾经临摩过的画家, 这位画家并非是五代时期的画家。 想了好一会儿, 陆小枫看着这幅空旷寂寥的邱山图, 隐隐感觉像是王剑的笔法。 陆小枫刚刚临摩了王剑的侍女图, 他感觉对方在绘制庭院时的笔法, 与这幅秋山图很相似。 正常来讲, 绘画之后, 画家是一定会盖上前映的, 但也有些情况下, 画家不会盖上前映, 画家对于作品不满意, 觉得自己画得不好, 这相当于草稿, 画家一般都会撕掉。 但是, 也有一些情况下, 这些草稿会被家人, 甚至是家奴拿走, 偷偷拿出去卖掉。 王剑出身名门大族, 曾祖父是王世珍, 这幅画应该是他早年的临摹之作, 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 陆小枫把这幅画摘了下来, 拿了过去。 这时候, 刘俊平已经跟赵启刚谈好了价钱, 刘俊平花费三百万拿下这幅画。 这些年, 石涛的画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因为石涛的真迹很少, 有些篇幅较大的作品, 价格高达两三千万, 这幅画尺寸小了一些, 价格自然也达不到那么高的价格。 不过, 刘俊平三百万买下这幅画, 也算是占了大便宜。 见到陆小枫拿着画走过来, 刘俊平不免有些兴奋, 侄子, 我们着急回家, 你怎么也想要买一幅画,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 陆小枫朝着刘俊平瞪眼, 他能看出来, 刘俊平这是故意占便宜。 赵启刚笑了起来, 刘老板, 你自己要买古画, 不能阻止你侄子也买古画, 你这可不得道。 刘俊平瞪眼, 你懂什么古画, 他连石涛是谁都不知道, 你觉得他能懂什么是古画? 小枫, 你知不知道, 你手里这幅画是谁画的? 陆小枫配合道, 这都没有印章, 我怎么可能知道? 刘俊平伸手接过这幅画, 瞪眼看了看, 对, 这幅画都没有印章, 老赵, 你打算卖给谁? 赵启刚哈哈大笑, 不管有没有印章, 都是古画, 这还是仿了五代时期 著名画家董元的秋山图。 刘老板, 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这是想要压价吧? 这样好了, 既然你买了我一幅画, 这幅画我虽然不能送给你, 但是价格可以便宜一点。 刘俊平点头, 这是我侄子, 他没有多少钱的, 你可一定要给便宜一点。 赵启刚连忙点头, 十万块, 够便宜了吗? 刘俊平瞪眼, 老赵, 我看你压根就是坐地起价, 这幅画连印章都没有, 怎么可能卖那么贵? 我看你这是钻前眼里去了, 一万块, 不能再多了。 赵启刚伸手要去把画接过去, 那还是算了, 我不卖了, 一万块卖出去, 我肯定是亏本的。 刘老板, 咱们都那么熟悉了, 我给你的确实是最低的价格, 这样好了, 五万块, 你觉得怎么样? 刘俊平看了陆小峰一眼, 见到他似乎有些异动, 他立即道, 三万,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 今天我们叔职两个, 算是照顾你生意了。 赵启刚满面无奈, 一副亏大的样子, 遇到刘老板, 算是我倒霉。 三万块, 我肯定是亏本的, 不过, 看在你的面子, 三万就三万吧。 陆小峰站在一旁, 这才拿出钱包打算付款。 赵启刚顿时瞪直了眼睛, 他伸手指向陆小峰的钱包, 你这是钻石卡吧? 陆小峰扫了一眼, 没在意, 去银行办业务, 他们给我换的。 刘俊平直接道, 你父亲也真是糊涂, 竟然把他的钻石卡交给你了。 你这么年轻, 卡里能有几个钱? 用钻石卡, 享受银行一对一服务, 你每次去银行, 都是让你的客户经理, 给你取两百块零花钱吗? 银行卡分金卡, 白金卡, 黑金卡, 钻石卡, 钻石卡享受客户经理专门服务。 这张卡是陆小峰上一次拿到六千万, 他去银行办理业务, 行长硬塞给他的, 因为这张卡的好处很多, 至少预约两百万现金的时候, 不会受到任何刁难, 甚至银行会主动要求提供押运服务。 陆小峰没有料到, 这张卡被赵启刚看到了。 尽管刘俊平强行解释, 但是显然赵启刚已经不太相信两人了, 他觉得刘俊平是个骗子。 付完款, 赵启刚看着陆小峰手里的画轴, 忍不住朝着刘俊平问道, 他真是你的侄子。 刘俊平点头, 认真到了极点, 他真是我的侄子, 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赵启刚皱眉,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记得你有亲兄弟? 既然没有亲兄弟, 又怎么会有亲侄子? 刘俊平一时呆住了, 他的父亲不是我的亲兄弟, 我们是拜霸子兄弟。 赵启刚瞪眼, 老刘, 这两幅古画我已经卖出去了, 单句都已经开给你们了, 你们也不怕我反悔了, 我就想听你说一句实话, 小伙子究竟是什么身份? 我怎么感觉你都是听他的? 刘俊平看向赵启刚, 面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他没有料到, 竟然会在这时候暴露出去, 他跟赵启刚认识多年, 以后还有很多次见面的机会, 他也不愿意欺瞒对方。 刘俊平指着陆小枫坦诚道, 小枫是学画的, 他现在受聘于金陵博物院, 从事古画修复工作。 赵启刚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这么年轻, 就有这样的成就, 已经很不错了。 显然, 赵启刚仍旧是感觉陆小枫太过年轻, 他不觉得陆小枫 能够在古画鉴定上有太高的水平, 哪怕是古画修复师, 也不一定会懂得古画鉴定, 因为修复不需要知道真假。 刘俊平生怕会被对方看出来太多东西, 他带着陆小枫就离开了。 顾采薇跟在两人的身后, 他目睹了全过程, 但是却没有多说一句, 直到三人走出去, 坐进车子里, 顾采薇才忍不住问道, 这是赚钱了吗? 陆小枫和刘俊平对视一眼, 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刘俊平拿着手里的画作, 忍不住嘚瑟道, 小枫赚了多少, 我不清楚, 但是我今天赚了很多。 今天, 我要好好感谢小枫, 如果没有, 他帮我长眼, 恐怕我是不敢下定决心, 买下这幅画的。 小枫真是我的福星, 上次也是他帮了我,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找人给这幅画估价了。 陆小枫笑而不语, 他不喜欢高调, 因为他很清楚, 每一次高调都太拉仇恨。 如果赵启刚得知, 陆小枫买到的是 明末青出画家王剑的临摹作品, 赵启刚该多么痛心。 刘俊平看了看顾采薇, 又看向陆小枫, 咱们去吃晚饭, 我要感谢小枫兄弟。 陆小枫看过去, 不是大侄子了? 刘俊平哈哈一笑, 我马上把纪管长和林如松叫过来, 你把沈子明叫上, 咱们晚上喝一杯。 陆小枫想了想, 摇头道, 喝酒容易误事, 你这幅画这么珍贵, 带到酒桌上, 如果发生意外, 那就不好了。 我看这样好了, 咱们今晚就不吃饭了, 明天约个时间。 刘俊平摆手, 不行, 你不吃饭, 才为姑娘还要吃饭呢? 我带你们简单吃一点。 虽然说是简单吃点, 但是刘俊平带着陆小枫 两人去了附近一家私房菜, 这家菜馆颇为僻静, 只有寥寥几桌。 陆小枫一行人赶到时, 老板已经不愿接待了, 但是刘俊平拉着老板说了几句话, 老板勉为其难地接待了他们, 这里简简单单几道家常菜, 却非常美味。 陆小枫好奇问道, 这里需要提前预约吧? 刘俊平笑着道, 下次你如果想吃了, 提前找我, 我可以帮你预定, 这家饭店的老板, 是我爸的同学。 不过, 也要看人家给不给面子, 最好能够多提前几天预约。 陆小枫点头, 好, 吃了饭, 陆小枫把顾采薇送回家, 他自己则是回了酒店。 沈子明坐在酒店大堂, 见到陆小枫走进来, 连忙朝他招手。 陆小枫抱着画轴, 他把画架放在了车子的后备箱, 今天的作品没有完成, 也就没有发给老师沈月, 见到沈子明招呼, 陆小枫走了过去。 沈子明盯着陆小枫, 你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 为什么不叫上我? 陆小枫盯着沈子明有些发红的眼睛, 你这是睡了午觉刚醒过来吧? 沈子明瞪眼, 瞎胡说, 我是剪辑了一下午的视频, 这才刚刚结束, 哪个能像你一样, 这么潇洒。 陆小枫哈哈笑了起来, 正说话间, 陆小枫的电话响了起来, 陆小枫接了电话, 没想到是贺组长打来的电话, 贺组长直接开口问道, 小枫, 你明天过来吗? 陆小枫愣了一下, 贺组长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明天上午约了人, 有点事情, 下午应该有时间过去, 贺组长问道, 都有哪些人? 你是不是约了纪管长? 陆小枫很惊讶, 你怎么知道, 刘俊平已经给大家打了电话, 约定明天上午见面, 没想到贺组叔竟然已经得到了消息, 贺组叔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刚才, 纪管长给我打电话, 关心你的情况, 我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了, 你可能不清楚, 纪管长是我的老领导了, 当初他在位的时候, 就是他领导我的, 小枫,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下午把你修复的那幅画拿出来, 给大家一起研究, 我们研究了整个下午, 陆小枫对于自己修复的结果很有信心, 因为他就是按照原画进行修复的, 恐怕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才能见到原画, 更清楚知道原画绘制的每一步, 陆小枫笑着问道, 大家研究出什么结果了, 贺组叔道, 我们找来了王剑很多资料, 甚至对照了王剑相似的一幅画, 我们惊讶地发现, 你修复的效果真是太好了, 绘画的技法与王剑几乎完全相同, 甚至连王剑绘画中的一些小细节, 你都注意到了, 真是又快又好, 小枫,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之前是不是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王剑的作品, 要不然,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修复好, 还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沈子明坐在一旁, 他听到贺绿书的话, 不懈道, 怎么可能又快又好, 做男人怎么能这么快, 陆小枫没有搭理沈子明, 他开口道, 巧了, 我今天又买了一幅画, 好像也是王剑的作品, 只是画上没有前印, 贺绿书没有反应, 但是沈子明直接跳了起来, 你说什么, 你买的这幅画是王剑的, 沈子明的声音很响, 此时酒店大堂里并没有什么客人, 惹得前台的姑娘频频看过来, 大概是觉得他们太过过躲躁, 沈子明却压根不在意, 他瞪眼盯着陆小枫, 这是真事, 陆小枫无奈, 我还能骗你不成, 沈子明有些沉默, 我突然感觉, 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剪视频, 是不是不值得, 如果我跟着你一起出去, 是不是也能够剪漏, 比我现在赚钱多了, 陆小枫呵呵一笑, 摇头道, 那可不一定, 你真不一定能赚钱, 陆小枫把明天约定的时间和地址, 告诉了贺语书, 挂断了电话, 沈子明叹了一口气, 有些颓废, 任谁跟陆小枫在一起, 每次都见到陆小枫这样简陋, 都会觉得心里失衡, 陆小枫安慰道, 我把这幅画放在你面前, 你能够鉴定出来吗? 说吧, 陆小枫展开了这幅画, 放在沈子明面前, 沈子明仔细看了看, 无奈道, 这跟王剑有什么关系, 陆小枫挥了挥手, 行了, 想要让我请你听曲, 你就直接说出来, 难道我还能拒绝不成? 沈子明点头, 还是你了解我? 陆小枫看过去, 忍不住问道, 你已经吃了还狗丸了? 你确定自己还能承受得住吗? 你现在眼圈发黑, 状态可不是很好, 是不是要给你准备六位帝皇丸? 沈子明瞪眼, 你真是胡说, 我怎么可能需要六位帝皇丸, 你才需要? 今晚休息一下, 过两天再说, 说吧, 沈子明站起身来, 转身离开了, 陆小枫带着这幅画回到房间, 次日, 陆小枫和沈子明吃了早饭, 两人赶到约定的地点, 刘俊平开了一家古玩店, 名为古军堂, 店面古朴, 位置不算偏僻, 但也不在闹市区, 闹钟取静, 陆小枫两人抵达的时候, 只有刘俊平赶到了, 刘俊平摆了茶碗, 放到陆小枫两人面前, 今天咱们喝大碗茶, 管宝, 沈子明到, 抠门, 刘俊平看向陆小枫, 小枫, 你要帮我看一看, 我这店面里, 还有没有比较贵重的古董, 帮我找出来, 陆小枫端着茶碗没有动弹, 沈子明却已经开口道, 刘老哥, 你让小枫给你帮忙, 就没有想着给报酬, 我觉得不如这样好了, 小枫每帮你找出一件真品, 然后由我随便挑选一件, 当做报酬, 刘俊平摇头, 这样不好, 万一你们两个串通, 小枫指点你一下, 我岂不是亏大了, 沈子明道, 你不相信我, 难道还不相信小枫, 刘俊平回头朝着陆小枫看了一眼, 随即点头, 好, 陆小枫笑了笑, 没有太过在意, 他很清楚, 既然刘俊平这样说, 肯定是因为他这里赝品太多, 基本上没有真品, 要不然, 他可不会这么轻易答应沈子明, 陆小枫把这件事当做是游戏, 他不觉得沈子明瞎懵, 能够拿到真品, 因此, 他也就放心答应了下来, 陆小枫在店里走动起来, 他盯着店里的古董, 一件件拿下来触摸, 走到一半时, 陆小枫停了下来, 拿下来一件青代乾隆年制, 青花八宝纹高足杯, 这是个酒杯, 杯子不是很大, 但是个真品, 陆小枫把这件瓷器放在桌面上, 沈子明走过来, 他抓起, 高足杯看了看, 这是青代乾隆年制青花高足杯, 老刘你运气不错呀, 刘俊平拿起这只杯子, 他一直觉得这件高足杯是赝品, 因为这件高足杯保存得太好, 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没想到竟然是真品, 沈子明有些兴奋起来, 刘老哥, 我挑了, 刘俊平拿到高足杯, 心里很高兴, 当然也不在乎沈子明挑选, 他挥了挥手, 你随便挑, 沈子明哈哈大笑起来, 我这是帮小枫拿鉴定的报酬, 这跟我可没有关系, 刘俊平很高兴, 他很清楚, 陆小枫水平很高, 如果真是请一位鉴定师帮忙鉴定, 肯定需要不菲的费用, 陆小枫虽然是鉴定师, 大家也很熟, 但是如果真是无偿帮他鉴定, 刘俊平自己都会感觉过意不去, 沈子明的主意正合他的心意, 沈子明笑了笑, 他直接穿过陆小枫鉴定过的区域, 走到了前面, 似乎是为了帮刘俊平省钱, 沈子明挑选了一只梅花形漆盘, 这只漆盘大概是正常盘的大小, 形状如同一朵盛开花朵, 这是文房用具, 陆小枫伸手接了过来, 入手一瞬间, 陆小枫不免诧异看向沈子明, 因为他能够清楚看到, 这只漆盘竟然是清代所致, 沈子明看向陆小枫, 得意道, 你表现出那么震惊做什么, 好歹我也是跟你一个专业毕业的, 哪怕是水平不如你, 但也算是有眼光的, 陆小枫转头看向刘俊平, 这是清代的漆盘, 刘俊平表现得很大气, 没事, 既然是答应了下来, 这就是你的了, 陆小枫点了点头, 也没有客气, 他不喜欢那套假客气, 没有必要, 陆小枫能够看得出来, 刘俊平是真心想送, 因为这件漆盘的价格不是很高, 大概也就是两三万的样子, 陆小枫没有必要拒绝, 很快, 陆小枫喝了一杯茶水, 再次出手, 吉永和林如松走了进来, 他们见到陆小枫正在鉴定, 沈子明和刘俊平正在喝茶, 他们不免诧异, 开口询问了起来, 沈子明几句话, 就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 他指着面前的漆盘道, 这就是刘老板付的报酬, 吉永拿起旁边的高足杯, 看了好一会儿, 开口道, 刘老板这个报酬付出很值得, 这件高足杯至少价值数十万, 漆盘也才两三万罢了, 沈子明捂着心口道, 纪班长, 你这样说, 会让我觉得自己手下留情了, 接下来, 我是不是该选一件贵点的东西, 吉永点头, 我支持你, 林如松开口道, 我觉得我可以帮你挑选, 刘俊平连忙阻止道, 你们喝了我的茶水, 现在还要我出血, 你们是不是过分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陆小枫很快又挑出一件扇面, 这张扇面是张大千所绘, 松下高视图, 这把扇子与其他四五把扇子放在一起, 几乎每一把扇子上都写了张大千的名字, 盖上了印章, 不过, 陆小枫却把这柄扇子挑了出来, 因为只有这把, 才是张大千绘制的真品, 陆小枫把扇子放在刘俊平的面前, 他坐了下来, 沈子明扫了一眼, 大为吃惊, 这是张大千画的扇面, 这把扇子的价值可不低啊, 刘俊平欣喜起来, 这把扇子是真的, 陆小枫笑着问道, 你怀疑我, 吉永和林如松都站起身来, 他们跟过来, 见赏了起来, 好一会儿, 林如松率先道, 这是张大千的真品, 吉永跟着道, 张大千的画很有特色, 他自创了泼墨泼彩艺术, 在这幅画上都有所体现, 得到这两人的认可, 刘俊平顿时兴奋起来, 他完全没有料到, 自己之前花了两万块, 买回来五把扇子, 竟然有一把是张大千的真品, 刘俊平朝着沈子明道, 子明, 不用客气, 店里有什么东西, 你随便挑选, 沈子明满面无奈, 他看向刘俊平, 刘老哥, 你这样说,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 小枫都已经把店里所有的东西都看了一遍, 你觉得还能有什么疏漏不成, 难道你想要让我再去挑出一件真品, 回来打小枫的脸, 刘俊平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陆小枫的确是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看了一遍, 沈子明就算是想要挑选, 都没有办法, 吉永笑了笑, 伸手端起了手里的茶碗, 喝了一口, 随即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沈子明似乎是得到了提醒, 他的视线放在茶壶上, 刘俊平用了一件紫砂茶壶, 这件紫砂壶看起来就很不错, 不过, 沈子明摆手, 算了, 我就不要紫砂壶了, 刘俊平反应过来, 满面苦笑, 他无奈道, 两位兄弟仁义, 这件紫砂壶不算太珍贵, 但是朋友送的, 我就不送你们了, 你们尽管放心, 我做人肯定是不会亏待兄弟的, 陆小枫摆手, 刘老哥, 举手之劳罢了, 你不要客气, 刘俊平白手, 你就不要管了, 我自有分寸, 张大千的善面价格不菲, 至少价值上百万, 因此, 刘俊平非常感激陆小枫, 在众人的谈笑声中, 贺玉书赶到了, 贺玉书走进来, 笑着道, 在门外老远, 就听到了你们的笑声, 这是碰到什么喜事了, 见到贺玉书, 急用连忙招手, 大家都是熟人, 我就不介绍了, 小枫在刘俊平的店里, 贺玉书很惊讶, 那我是要看一看, 贺玉书从刘俊平手里, 接过这把扇子, 细细看了起来, 好一会儿, 贺玉书抬起头来, 这是张大千的真迹, 这是被小枫买下来的, 陆小枫解释道, 没有, 纯属帮刘老哥看一看, 林如松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你们昨天买到的那两幅画呢, 全都拿出来, 我们可不能忘记了正事, 刘俊平拿出了石涛的渔航看山图, 陆小枫则是把王剑坊董员的秋山图拿了出来, 大家顿时都来了兴趣, 各自围拢在不同的画作前, 细细分辨了起来, 纪勇盯着石涛的这幅画发呆, 贺玉书和林如松则是站到了陆小枫拿出了的画前, 他们盯着这幅画细细看了起来, 石涛的作品是真迹, 这是能够清楚辨别的, 因此, 纪勇并没有耗费太多时间, 就向刘俊平点头, 表达了认同, 这让刘俊平非常高兴, 陆小枫拿出来的这幅画就有争议了, 毕竟这幅画并没有前应, 想要把这幅画断给王剑,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林如松盯着这幅画看了很久, 他转身看向陆小枫, 你是如何断定, 这幅画是王剑绘制的, 陆小枫伸手指向提拔, 提拔只有短短数字, 仿董员秋山图, 这几个字是中锋用笔, 笔墨秀静流畅, 解体略长, 骨肉肩背, 应该是学了董奇昌的风格, 董员的真迹秋山图早已失传, 最后一次记载, 是出现在王世珍的藏书楼尔雅楼, 王剑是王世珍的曾孙, 少年时跟从董奇昌学习, 后来王剑的书画多是临摹董员, 居然以及袁四家, 这也是我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 陆小枫很无奈, 他当然清楚, 这幅画是王剑的真迹, 但是没有王剑的前应, 就很难使人完全相信,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想要为这幅画证明, 那就需要更多的证据, 林如松盯着这幅画, 点了点头,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件事情, 陆小枫点头, 确实如此, 贺玉书盯着这幅画看了很久, 不轻叹了一口气, 你可真是幸运, 陆小枫看向贺玉书, 有些不解, 贺玉书开口道, 你在博物院不是修复了一幅王剑的侍女图吗? 我们见到你补权的作品之后, 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但是具体好在哪里, 大家莫衷一世, 为了能够证明你修复的效果好, 我们特意找了王剑的一些书画资料, 其中就有一份重要的资料, 能够证实这幅画的来历, 陆小枫惊讶地看过去,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听到贺玉书的说法, 大家不禁围拢了上来, 都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证据, 贺玉书笑着道, 袁书你们都应该知道吧, 他是名墨著名书画家, 收藏家, 他的父亲是袁可丽, 袁可丽是明朝忠臣, 民族英雄, 王剑与袁书交往甚密, 袁书收藏了很多巨人, 董元的作品, 因此他与王剑经常会有书信往来, 互相寄送作品, 精灵博物院就有王剑写给袁书的一封书信, 记载了他临摹董元的《秋山图》这件事情, 王剑在信里说, 他临摹这幅画, 本来是要送给袁书的, 但是画完之后, 他有事外出, 没有来得及提拔, 王剑后来再次临摹这幅画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了这种心境, 因此就再也没有临摹过这幅画, 陆小枫听到这话, 不由大为惊喜, 这可真是瞌睡来了, 有枕头, 不过, 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 如果不是因为陆小枫在博物院用心修复古画, 贺玉书也不会找这些资料, 也就没有办法给这幅画证明了, 其勇忍不住鼓掌道, 真是巧了, 这也算是劳有所得, 如果小枫在博物院没有修复王剑的话, 哪怕是没有修复的很好, 你们恐怕也不会找这些资料了, 现在可算是佐证了这件事情, 但还有一点问题, 董元的真迹去了哪里, 贺玉书道, 董元的真迹一直藏在王家的尔雅楼, 但是后来清军入关, 兵荒马乱之下, 尔雅楼不少典籍都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 也就是说, 世上只有这一幅王剑的临摹作品, 才能一窥董元的秋山图, 众人都惊叹起来, 吉永道, 以古代的条件, 藏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一些收藏家, 他们依靠自身的资源, 搜集古本名作, 也正是因为有一代代的收藏家艰苦的奋斗, 才能有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 大家都沉默了下来, 只有真正了解藏书的艰难, 才能理解吉永所说的困难, 以古代的条件, 想要藏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书画对于温度湿度都有要求, 每年都要晾晒书, 还要防虫防潮, 防水防火, 如果家族延续下去还好, 若是家族衰败中落, 就没有足够的财力, 再去把这件事情延续下去, 甚至王朝更替, 也会影响到藏书楼, 这些书画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 还能够被传承下来,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林如松开口问道, 小枫, 既然这幅画没有前应, 你买下来的价格应该不高吧, 陆小枫点了点头, 三万, 听到这个价格, 吉永和贺玉书不禁面面相去, 林如松则是哈哈大笑, 我感觉小枫你来到精灵压根就不是爱休假的, 你这是想要耗我们精灵古安商的羊毛吧, 刘俊平跟着大笑了起来, 仔细算起来还真是如此, 陆小枫来到精灵一趟, 已经耗了不少羊毛, 陆小枫在林如松的店里买下了象熊天珠, 又跟着刘俊平在这洛老寺那里买下了汉代透光镜, 东汉青铜卡齿, 现在又买下了王健的画作, 仿秋山图, 仔细算一遍, 刘俊平感觉自己被吓到了, 因为这些全部算下来, 陆小枫来到精灵短短几天, 足足赚到了两三千万, 沈子明道, 我现在有点后悔, 当初拍短时间, 就不该答应小枫不让他上镜, 如果我把小枫当作是拍摄的素材, 完全拍他一个人的经历, 我觉得就足以吸引人了, 大家对陆小枫的实力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吉永看向贺玉说, 你昨天在电话里把小枫夸了一通, 今天为什么亲自过来, 你不是要上班的吗? 难道是因为你知道, 小枫买到了王剑的画作, 特意帮他送线索的, 大家都看向贺玉书的方向, 他们都算是熟人, 只是贺玉书很少参与他们的聚会, 因为贺玉书要上班, 古话修复任务繁重, 经常还要开会, 很少有空闲时间, 贺玉书无奈道, 老领导, 你可不要乱说,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小枫的, 想要跟他谈一谈, 陆小枫惊讶看过去, 他知道贺玉书来找自己, 但他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 贺玉书开口道, 其实, 我刚才也说了, 小枫修复古话的水平非常高, 甚至比我还要强几分, 听到这话, 陆小枫连忙摆手, 不敢当, 不敢当, 贺玉书摆手, 你不用谦虚,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可能不清楚, 小枫刚修复好的时候, 我只是稍微看了两眼, 只是觉得小枫修复得很不错, 但是昨晚查阅了资料之后, 我才明白, 只是因为我站得太低, 所以看不到小枫的高度, 听到这话, 陆小枫更加震惊了, 他瞪眼看过去, 连忙道, 贺组长, 你可不要捧杀我, 贺玉书继续道, 你们是不清楚, 小枫修复了王剑的侍女图, 那幅画缺损了一部分, 是由小枫亲自补上去的, 查阅了部分资料之后, 我们才发现, 小枫补笔的话, 在技法上与王剑相差无几, 可以说他完全画出了王剑作品的精髓, 我来找小枫, 是想要说服小枫入职博物院, 如果他进入书画组, 我现在就可以把这幅担子交给小枫了, 大家都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面上表情丰富, 其实, 对于陆小枫能够修复古画的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 他们也都知道, 陆小枫的修复水平很高, 但是完全没有料到, 竟然高到这种程度, 想要达到这种程度, 那就必须对画家的技法特点完全了解, 联想到陆小枫简露了王剑这幅房董元秋山图, 大家这才发现, 陆小枫能够简露, 好像并非是偶然, 吉永忍不住问道, 难道进入大学学习书画, 效果这么好吗? 陆小枫笑了笑, 我是因为水平高, 所以才进了大学的, 沈子明道, 有点凡尔赛了, 当初我跟他一起学习绘画, 我们请了同一位老师, 老师同事教了我们两个, 最后, 老师把小枫推荐给了他的老师, 我就被抛弃了, 刘俊平道, 小枫最近一直都在秦怀河边写声, 我见过他的作品, 真得很好, 贺玉书无奈道, 大家请不要插开话题, 你们应该帮我劝说小枫, 让他跟我去精灵博物院工作, 待在精灵博物院, 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宝物, 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他的修复水平, 林如松开口道, 既然小枫的水平已经这么高了, 为什么不能自由一点, 何必去博物院? 如果我在这个年纪, 有了这么一大笔的财富, 我肯定是不愿意去上班的, 毕竟上班一点都不自由, 小枫, 我支持你的决定, 贺玉书瞪眼, 林如松, 你怎么说话的, 我们这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瑰宝, 这是为了民族传承文化做出贡献, 就算是小枫去工作, 也是可以考虑弹性工作制的, 陆小枫开口道, 既然是弹性工作制, 跟现在又有什么区别, 贺玉书顿时被噎住了, 他想要给陆小枫送编制, 想要完全拴住陆小枫, 却又不可能直说, 只能先劝小枫同意下来, 不过, 现场大家都是人精, 谁都明白贺玉书的意思, 但是没有人愿意点破, 大家都觉得小枫不应该拿这个编制, 贺玉书犹豫了片刻, 真正进了博物院, 你就可以拿到编制, 这样以后会有更高的上升空间, 我们有明确的等级平定体系, 以后医疗养老都有保障, 陆小枫却没有丝毫意动, 他很清楚, 这些听起来不错的条件, 实际上对他来讲都是坑, 陆小枫看向贺玉书, 等级平定体系, 是不是需要写论文? 贺玉书愣了一下, 随即无奈起来, 对于陆小枫这样天才来讲, 不应该用论文来束缚, 但这是体制内必须经历的过程,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 贺玉书面上的阴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他看着陆小枫,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集勇走上前来, 他伸手拍了拍贺玉书的肩膀, 笑着道, 你不要难过, 小枫现在签订的合同, 是我跟秦学贞商议之后的结果, 就像是林如松所言, 小枫现在已经不缺钱了, 你能够拿出来的条件, 他都不会那么在意, 所以精灵博物院很难捆绑住他, 像是现在的情况, 不是很好吗, 他有时间就会过去一趟, 帮你们修复书画,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贺玉书很无奈, 他点了点头, 显然有些失望, 集勇笑了起来, 看着贺玉书的反应, 至少印证了一件事情, 我把小枫推荐到博物院, 这绝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秦学贞刚听说的时候, 还有点不太乐意, 现在他肯定后悔了, 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贺玉书收起了面上的失望, 开口道, 秦馆长肯定会后悔的, 林如松看向陆小枫, 开口问道, 小枫, 你买下王剑这幅画, 你有没有想好, 怎么处理, 陆小枫看过去, 林老阁有兴趣, 林如松点头, 对, 我觉得这幅画真是不错, 很有故事, 我看好这幅画, 如果交给我, 能够卖出大价钱, 陆小枫惊讶地看向林如松, 他一直以为林如松是金钱如粪土, 没想到他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陆小枫略微思寸之后, 点头道, 可以出手, 但是我可能要晚几天再给你, 我想要临摹这幅画, 林如松顿时惊喜道, 没关系, 就算是放在你手里一年, 我都没有意见, 刘俊平顿时瞪大眼睛, 小枫, 你下次如果想出手, 可以找我, 你手上那件青铜卡齿, 要出手吗? 透视铜金呢? 天珠要不要出手? 刘俊平声音急促, 差点急红了眼睛, 他完全没有想到, 陆小枫竟然同意出手这幅画, 陆小枫摆手, 你说的那些都不出手, 刘俊平面上的表情顿时垮掉了, 他晚了一步, 又不好跟林如松抢这幅画, 只能无奈叹息, 陆小枫略微思寸, 开口道, 这两年, 王剑的作品价格上升很快, 目前的市场价格大概在五百万左右, 这幅画, 我就报价五百万吧, 林如松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点头印了下来, 好, 实际上, 陆小枫报价并不低, 这个价格甚至有点偏高, 但是对于林如松来讲, 他并不是想要买下来立即出手, 他想要囤货, 真正的好的古画, 价格比房价涨得还要快很多, 如果能够长期持有, 这幅画的价格肯定会更高, 陆小枫之所以愿意出手, 并不是在乎钱, 而是因为这幅画落在他的手上, 他很难跟别人解释清楚, 这是一幅真品, 但是这幅画放在林如松的手上, 放在精灵当地, 他就完全可以带着买家前往博物院, 翻找出王健所写的这封书信, 印证这幅画是真品, 陆小枫不愿意麻烦, 林如松给陆小枫转了账, 王健的画仍旧留在陆小枫的手里, 等他临摹完了, 再交给林如松, 一切都处理完毕, 大家坐在一切喝茶, 陆小枫坐了下来, 他朝着众人道, 中午我请客, 刘老哥, 你能不能帮我订昨天的那家饭店, 刘俊平摆手, 这件事情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今天是我祖局, 那家应该由我来请客, 你不要管这件事情, 陆小枫还要坚持, 林如松摆手, 让刘俊平请客, 今天你可算是帮了他大忙, 小枫,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去我的店里转一圈, 上次虽然你已经看过了, 但是只看了一半, 因为天珠把你的进度打断了, 陆小枫点头, 他总不能厚此薄彼, 有时间, 我就过去走一趟, 大家坐在一起, 闲聊圈里的八卦, 这个圈子不大, 很多事情传播很快, 像是谁捡漏了, 谁走饱了, 无疑都是闲聊的话题, 当然, 也有一些行业里的秘心, 陆小枫以前并不了解, 通过这样的闲聊, 倒是能够知道不少, 沈子明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并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 但是陆小枫却听得津津有味, 一上午就在这样的闲聊中度过了, 刘俊平安排了昨晚的那家菜馆, 这家菜馆让沈子明大呼过瘾, 吃完饭, 众人各自回去, 陆小枫带着王健这幅画回到酒店, 他待在酒店里, 耐心临摹, 陆小枫发现, 自己临摹的水平确实不错, 几乎能够以假乱真, 但他并不会这样做, 临摹的作品他都会盖章署名, 以防作为, 沈子明似乎是受到了刘俊平的刺激, 他回到酒店之后, 带着自己的摄像机就出门了, 他要在这里的古玩店多逛一逛, 他想要像刘俊平那样, 找到好东西之后, 请陆小枫帮他掌眼, 陆小枫并没有在意, 因为对他来讲, 这不过是多花点时间罢了, 也算是一种消遣, 贺玉书尽管放弃了招揽陆小枫, 但是他晚上还是给陆小枫打了电话, 两人聊了很长时间, 贺玉书才挂断电话, 陆小枫能够感觉到, 贺玉书对他是非常重视的, 竭力邀请他, 再次前往博物院修复古画, 陆小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但是他承诺近期会再次前往博物院修复一幅古画, 次日, 沈子明联系陆小枫, 陆小枫以为沈子明找到了好宝贝, 想要请他掌眼, 没想到沈子明却道, 姜老板快不行了, 陆小枫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前几天, 陆小枫和沈子明打算前去探望姜老板, 但是被他拒绝了, 现在看来, 姜老板那时候的就已经很严重了, 想要和子女享受最后的时光, 才会拒绝他们见面, 不过, 已经到了这种时候, 陆小枫和沈子明也就顾不上失礼了, 他们没有联系姜雨昕, 直接就奔着医院去了, 到了医院, 陆小枫两人见到姜玉祥躺在病床上, 凌若一正坐在走廊里陪着姜雨昕, 在两人的对面, 则是有两个青年男子, 这两人长相与姜玉祥有几分相似, 年龄相差不大, 两人都应该是三十多岁, 陆小枫两人赶过来时, 姜家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年纪稍大的姜家哥哥, 站在姜雨昕的对面, 他瞪大眼睛, 满是怒气, 姜雨昕, 老头子到底给你留了几件宝物, 你应该全部都拿出来, 咱们平分, 沈子明对姜家的了解更多一些, 他低声介绍道, 姜大哥叫姜风火, 姜二哥叫姜寒山, 这两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陆小枫两人站在不远的地方, 两人都没有靠近过去, 毕竟是姜家的家事, 他们不好掺和进去, 姜寒山跟着道, 老三, 我们都清楚, 老头子向来最疼你, 前段时间还帮你买了一套房子, 给你傍身, 老头子做了一辈子的古玩生意, 现在竟然跟我们说, 一件古董都没有, 你觉得哪个会相信, 你就实话实话吧, 老头子到底留了多少好东西给你, 姜雨昕坐在椅子上, 双目无神, 她盯着前方, 目光呆滞, 似乎完全没有听到他们说话, 林若宜坐在一旁, 姜风火, 姜寒山,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姜伯伯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家里的财产已经分配完毕, 你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两套房产, 分到了一大笔现金, 你们还不满足, 想要敲诈, 属于雨昕这一份, 姜伯伯人还在, 你们就这样闹, 难道你们就怕姜伯伯把所有的财产都收回去吗, 姜寒山瞪眼, 林若宜,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管我们姜家的事情, 老头子做了一辈子的生意, 怎么可能才这点家产, 据我所知, 老头子当年可是风光得很, 手中好东西很多, 现在老头子手上所有的好东西, 全都消失不见了, 你觉得哪个能相信, 林若宜冷哼一声, 还不是被你们给败光了, 你算一算, 这些年, 你们两个做生意亏了多少钱, 姜伯伯就算是有再多的钱, 够不够你们给造的, 姜寒山还要开口, 却被姜风火拦住了, 姜风火摇头道, 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 他姓什么, 他姓林, 跟我们姜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就算是跟他辩论三天三夜, 又能有什么结果不成, 姜寒山点了点头, 不懈地看向林若宜的方向, 林若宜气急, 难怪姜伯伯说你们不为人子, 竟然联合起来, 逼着自己的妹子交出财产, 你们还不是看上了雨昕手上的那套房子, 姜风火盯着姜雨昕, 雨昕, 我们是兄妹, 有什么话都可以当面讲, 你就说一说, 老头子到底留下了什么宝物, 你也看到了, 老头子现在这个样子, 都已经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了, 他已经走到这辈子的最后时刻, 马上亲戚们都要来给他送别了, 你该不会想要看到, 我们兄妹三人在这种时刻, 为了争夺家产大打出手, 让老头子最后一点颜面都丢尽吧, 陆小枫和沈子明站在远处, 听到姜风火这句话, 两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们完全没有料到, 姜风火作为姜家长兄, 为了争夺家产, 竟然说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 陆小枫这时候有点同情姜雨昌起来, 难怪之前姜雨昌煞费苦心, 现在看来, 他有这样两个不孝子孙, 的确是应该做好准备, 姜雨昕终于被激怒了, 他抬头看向姜风火, 怒目赤道, 姜风火, 你无耻, 姜风火非但没有任何恼火, 面上反而露出了虚伪的笑容, 雨昕, 过奖了, 你终于肯搭理我们了, 你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三姑距离这里最近, 大概几分钟之内就能够赶到了, 姜风火低头看了一眼万表, 面上挂着威胁的笑容, 陆小枫和沈子明对视, 两人脚步匆忙冲了上去, 刚靠近过去, 沈子明就装作气喘吁吁的样子, 大声道, 姜叔叔呢, 姜叔叔现在情况怎么样, 陆小枫也跟着作息, 雨昕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 怎么会到了这一步, 前几天见到姜叔叔的时候, 他不是还很好吗, 姜雨昕见到陆小枫和沈子明, 本来一直憋着的情绪, 这时候再也忍受不住, 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 陆小枫两人赶到, 刚好帮姜雨昕解了围, 不过, 姜风火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压根不要脸, 面对陆小枫两人, 他直接道, 你们两个是谁啊, 我父亲可没有你们这两个大侄子, 沈子明呵呵一笑, 姜叔叔这辈子就后悔两件事情, 一件是后悔生了两个不孝子孙, 另外一件就是遗憾没有两个侄子, 姜风火瞪眼, 怒斥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知不知道, 老头子把他收藏的那些古董, 都藏到哪里去了, 沈子明呵呵一笑,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 不过, 我倒是劝你一句, 不用白费力气了, 姜叔叔之前可是一直在处理藏品, 他手上可是不剩什么了, 今年他是不是买了三套房, 姜风火没有反应, 姜汉山却点了点头, 沈子明道, 这三套房价格可不低, 他卖出去的藏品, 全都买房子了, 按照姜叔叔的说法, 他怕你们以后不懂得收藏, 怕东西被你们见卖了, 他就趁早处理了, 姜风火愣了一下, 当真是这样吗, 沈子明道, 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 要不然, 你问一问其他人, 圈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话音刚落, 刘俊平赶到了, 姜风火显然是认识刘俊平, 连忙赢了上去, 刘俊平见到姜风火迎上去, 但他却没有搭理, 任凭姜风火态度殷勤, 刘俊平走过来, 面上肃穆, 他见到陆小枫两人点了点头, 情况怎么样, 陆小枫道, 我们也才刚到, 被他们兄弟给拦住了, 非要问我们将老板收藏的古董, 都放到哪里去了, 刘俊平盯着这两兄弟瞪眼, 你们还好意思问, 今年老江买了三套房子, 你们兄妹三人各有一套, 为了买房子, 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你们还想要怎么样, 你们两人前几年创业, 亏的钱还少了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亏钱, 老江会走到这一步, 姜风火和江涵山两人搞不清楚, 陆小枫两人跟刘俊平他们是不是认识, 但是沈子明和刘俊平的解释都是一样的, 这让他们不免怀疑起来, 觉得自己可能真是错了, 紧接着, 吉永也赶到了, 他也说出了相同的话, 直到这个时候, 江家的亲戚们赶到了这里, 江风火和江涵山终于消停了下来, 陆小枫心里很诧异, 他很好奇, 不明白为什么沈子明的回答跟刘俊平, 吉永他们完全一样, 江老板显然已经撑不住了, 大家进入病房看了两眼, 转身就出来了, 毕竟江玉祥已经不能开口讲话了, 走出医院, 沈子明开口解释道, 这是江老板之前就交代好的说辞, 他还特意叮嘱了林若仪, 让林若仪到时候, 先联系我们这些人先抵达现场, 所谓三人成虎, 只要我们都坚持这个说法, 他们兄弟没有任何线索, 也只能就此作罢, 陆小枫很惊讶, 随即释然,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江玉祥的两个儿子, 无疑是非常操蛋的, 如果不做出这样的安排, 恐怕以江玉心的状态, 压根不可能应对两位哥哥的口问, 江丰火和江寒山或许还有几分疑问,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只能就此作罢, 陆小枫想了想, 开口道, 这里事情结束, 尽快安排江玉心回去, 我怕他承受不住两位哥哥的压力, 他是太不要脸了, 沈子明点头, 我明白, 陆小枫回到酒店, 继续临摹王剑的画作, 他还把秦淮河盼的风景画, 也画完了, 一直等到晚上, 陆小枫本来打算出去走一走, 没想到沈子明再次敲门, 我们走, 要快一点, 将家人打起来了, 陆小枫大吃一惊, 他连忙跟了上去, 赶到医院, 陆小枫发现现场哭声一片, 江与心趴在地上, 江峰火正朝着江与心踹过去, 陆小枫快步上前, 他伸手一把抓住了江峰火的脚, 他一抬手, 直接把江峰火丢了出去, 扑通, 江峰火摔倒在地, 江寒山站在前面来, 他瞪眼盯着陆小枫, 你该不会就是这个臭女人的拼头吧, 陆小枫听到这话, 不由勃然大怒, 江寒山和江与心是亲兄弟, 他的妹妹单身未嫁, 他竟然直接说陆小枫是拼头, 这是多么恶毒, 陆小枫朝前走出一步, 一手抓住了江寒山的脖子, 直接把江寒山顶到了医院的墙壁上, 江寒山被陆小枫的手固定住, 挂在了墙上, 看到这一幕, 有些嘈杂的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江峰火爬起来, 刚要冲上来, 但是见到江寒山被挂在墙上, 他顿时犹豫了, 现场一位妇人冲了上来, 他拉住陆小枫的胳膊, 你干什么? 你这是想要干什么? 陆小枫的胳膊纹丝不动, 他回头看了妇人一眼, 吓得妇人后撤, 江寒山的舌头吐出来, 面色苍白, 毫无血色, 片刻, 陆小枫松开了手, 江寒山沿着墙面滑落在地面上, 几乎瘫倒在地, 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沈子明站在一旁, 目瞪口呆, 随即硬气起来, 怒声道, 你们都在干什么? 江叔叔尸尸骨未寒, 你们这是想要闹哪样? 陆小枫回头看向沈子明, 沈子明显然明白陆小枫的意思, 他直接点头, 江玉祥已经走了, 陆小枫走上前去, 他伸手, 想要把江雨昕搀扶起来, 但是江雨昕整个人哭成了一滩烂泥, 完全没有办法站立起来, 现场只有江雨昕的哭声, 所有人面上都显得有几分冷漠, 许久, 江寒山终于缓过神来, 我要告你谋杀, 陆小枫扫了一眼, 态度冷淡, 可以, 江寒山瞪大了眼睛, 他完全没有想到, 陆小枫回答得这么干脆, 不过, 江寒山很清楚, 就算是他去了警局, 去了法院, 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陆小枫盯着江峰火和江寒山, 你们在闹什么,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吗, 江叔叔已经给所有财产做好了分配, 你们已经拿到了该拿的那一份, 如果你们想要继续闹下去, 那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 江峰火瞪眼, 你能不客气什么, 陆小枫呵呵一笑, 我手上有一个账本, 这是江叔叔交给我的, 上面记录了他一部分成交记录, 还有资金流项, 今年年初, 他手上有一只青铜顶, 被他处理掉了, 最终那笔资金流向了江峰火那套房的付款, 江公子, 你可能不太清楚, 这只青铜顶的来历, 是有问题的, 江峰火瞪眼看向陆小枫,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陆小枫笑了起来, 并没有多说, 这不过是他编出来的罢了, 压根没有这回事, 陆小枫只是觉得, 江峰火兄弟肯定不清楚这些规定, 像是夏商周的青铜顶, 只是不能上拍卖会, 私底下的交易是允许的, 没想到, 江峰火压根不了解这些东西, 直接被陆小枫骗过去的, 有了陆小枫这句话,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 大家有条不紊的处理后事, 陆小枫和沈子明两人帮了一天的忙, 一直等到林若怡回来, 他们才放心把江雨昕交出去, 帮了一天, 这让陆小枫渐渐看清楚江家亲戚的态度, 这些亲戚们都觉得家产分给儿子, 他们都愿意跟江峰火和江寒山交流, 不愿意搭理江雨昕, 陆小枫大概也清楚, 这些亲戚大概是觉得江雨昕以后毕竟会嫁人, 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远不如江峰火和江寒山, 接下来两天, 陆小枫和沈子明每天都会过去帮忙, 他们能够看得出来, 江雨昕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不仅来源于他的两位兄长, 也来源于他周围的亲戚们, 按照这些亲戚们的说法, 江雨昕作为女儿的确是应当分一部分家产, 但是他毕竟是女孩子, 以后生活压力会小很多, 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 他们需要更多的钱财, 所有人都怀疑江玉祥留下了大量的宝物, 这些宝物都被江雨昕藏了起来, 江雨昕每天以泪洗面, 陆小枫也听说了这种说法, 他拉着林若仪, 想要让林若仪多宽慰江雨昕几句, 不过, 江雨昕终究没能抵挡住身边的压力, 在附近下葬之后, 他拿出了三件宝物, 召开了家庭会议, 为此, 江雨昕特意请了陆小枫和沈子明前来, 希望他们能够帮忙, 陆小枫和沈子明出现在家庭会议, 这遭到江风火和江寒山两兄弟的排斥, 在他们看来, 陆小枫、沈子明和妹妹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 他们的话压根不可信, 之前在病房外, 沈子明亲口说过, 父亲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财产, 但是转眼, 妹妹就拿出来三件宝物, 这不是撒谎吗? 既然妹妹能够拿出三件宝物, 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宝物存在, 陆小枫也考虑到这一点, 但江雨昕拿出宝物之前, 压根没有跟他们商量过这件事情, 这种时候, 陆小枫两人是非常被动的, 江雨昕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双目红肿, 眼神呆滞, 他伸手指着桌面上的三样宝物道, 这里是父亲交给我的所有宝物, 按照父亲所说, 这三样宝物, 我们每人一样, 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你们自行挑选吧, 陆小枫看着桌面, 在桌面上放了一幅画, 一件瓷器, 还有一件翡翠雕剑, 这幅画很眼熟, 显然是江雨昌之前, 从陆小枫手里买下的正板桥的, 竹石图, 瓷器则是清代乾隆年制粉彩梅瓶, 翡翠则是一件冰种翡翠白菜, 当然这件白菜看起来像是仿慈禧的翡翠白菜, 只是看起来要小很多, 江风火和江寒山盯着面前的三样东西, 眼神中满是贪婪, 他们想要拿下所有的东西, 江风火看向江雨昕, 雨昕, 我们兄妹一场, 我们都是非常相信你的, 既然父亲能把这三件宝物都交给你保管, 我相信, 肯定不止这三件宝物, 你手上还有什么宝物, 全都一次拿出来吧, 省得我们的猜疑, 坏了我们兄妹的情分, 江雨昕双目赤红, 她抬头看过去, 坚定道, 这是全部的宝物了,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发誓, 如果我还藏有什么宝物的话, 那就让我出门被车撞死, 现场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江风火和江寒山两人愣住了,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江雨昕会发这样的毒誓, 三姑坐在一旁, 既然雨昕这样说, 我相信雨昕, 江风火和江寒山两人相继点头, 江风火伸手拿起了翡翠白菜, 我就挑选这件吧, 江寒山则是拿起了正板桥的竹石图, 我选这一件, 两人都挑选过后, 江雨昕似乎镇定下来, 她抬头看向两人, 开口道, 按照父亲的意思, 这三样东西, 要放在我的手里保管, 我们每人都有一件, 作为可以紧急变现的资产使用, 如果我们三人, 有谁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 就可以把宝物兑现, 每人只有一次机会, 当然, 没有任何状况发生, 二十年后, 我也要把这件宝物都分出去, 既然你们现在想分, 那就分吧, 江寒山开口道, 小妹, 你的意思我们明白, 既然已经分掉了, 以后这件事情, 就算是接过去了, 我们作为兄长, 不能帮你排油解难, 但是以后, 也绝对不会拖你后腿, 江风火突然开口道, 雨昕, 你不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吗, 这家公司的股份, 是不是也该分一分, 陆小枫站在一旁, 听到这话, 顿时惊呆了, 他完全没有料到, 江风火竟然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这分明是江玉祥帮江雨昕开的公司, 在此之前, 江玉祥也出资帮他们兄弟创业过, 只是他们相继失败, 没想到, 他们竟然盯上了江雨昕这家短视频公司, 不等江雨昕说话, 三姑突然问道, 雨昕, 你那家公司投资多少, 江雨昕道, 没有太多, 大概一百多万, 公司很小, 三姑点了点头, 蚊子腿再小也有肉, 既然是这样, 你把股份分成三份, 你们兄妹三人平均分, 既然是分家产, 那就要平分, 江雨昕并没有闹, 他很平静, 抬头看向三姑的方向, 可以, 我把股份可以分给他们, 但是我要求家里的房子也要均分, 大哥二哥都有了两套房子, 现在父亲住的这一套还没有分, 刚好可以分给我, 江峰火顿时恼羞成怒, 江雨昕, 你不要太过分, 你那是什么破公司, 不就是拍个短视频吗, 能有什么出现, 沈子明没有忍住, 一下子站起身来, 你说什么, 江峰火个头不高, 面对又高又胖的沈子明, 气势顿时弱了下来, 沈子明冷哼一声, 我是公司合伙人, 你们分家产的事情, 我管不了, 你们分掉股份, 我也不管, 但是你们要确保公司的管理, 只有一人能够进入, 如果公司有任何问题, 我不介意退股, 江峰火和江寒山对视一眼, 江寒山道, 这是父亲给雨昕开的公司, 一切都由雨昕做主, 我们就不要分了, 父亲留下来的房子, 分给我们兄弟吧, 雨昕, 你就当做是体谅两位兄长了, 江雨昕并没有急着回应, 她盯着对面两人, 面上平静, 许久, 江雨昕点头, 既然这样, 我们签订协议吧, 把大家刚才所说的条件, 全部都写出来, 一起签字, 很快, 现场打印了合同, 大家一起签字, 三姑作为见证人签字, 陆小峰和沈子明也签了字, 事情结束, 陆小峰伸手指向正板桥的竹石图, 江寒山, 这幅画, 你愿不愿意割爱让给我, 所有人都看向陆小峰, 只有沈子明理解陆小峰的心思, 当时, 陆小峰之所以把这幅画出售给江玉祥, 更多是因为出于同情, 现在有机会赎回来, 他当然不能放弃, 大家本以为江寒山会拒绝, 没想到他面上很高兴, 你能出多少, 江玉祥生前带陆小峰不薄, 现在江玉祥尸骨未寒, 陆小峰当然不可能坑害对方的儿子, 陆小峰开口道, 五百万, 江寒山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原委, 他盯着画作看了看, 笑着道, 既然你能够开出五百万的价格, 那就说明, 这幅画的真实价值远远高出五百万, 要不然, 你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 我去问问家, 如果你的价格最高, 我肯定联系你, 陆小峰无奈, 如果对方不是姓江, 陆小峰压根不会搭理对方, 江寒山看向陆小峰, 怎么样, 是不是被我猜中了心思, 你开价太低了, 是不是后悔了, 陆小峰从旁边抽出一张纸, 写上自己的联系方式, 交给了对方, 江峰火见到陆小峰起身要离开, 他连忙道, 你帮我估个价, 我也好有准备, 陆小峰扫了一眼, 四百万, 说吧, 陆小峰和沈子明就朝外走了出去, 江峰火大急, 不行, 我们要重新挑选, 我想要这幅画, 江寒山皱眉,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咱们挑选哪一样, 都是商量好的, 你这时候说出这种话, 这会让别人笑话的, 江雨昕站起身来, 这件没平, 你们要不要换, 如果不想换的话, 你们自己解决吧, 江雨昕抱着没平, 转身离开了, 江雨昕当然清楚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知道陆小峰之所以愿意给正板桥那幅画开出高价, 那是因为当初父亲是溢价买到的, 陆小峰当初卖画的时候, 是不太情愿的, 最终同意出手, 是因为父亲情真意欠, 现在, 这幅画落到这江寒山的手上, 这完全就是浪费, 江寒山没有任何鉴赏能力, 倒也罢了, 以他大手大脚的习惯, 恐怕这幅画很快就会被他出手掉, 与其落在其他人手上, 还不如被陆小峰买回去, 江雨昕追上陆小峰两人, 对不起, 让你们看到一场闹剧, 陆小峰看向江雨昕, 你是不是早就聊到, 他们会闹住想要分公司股份, 江雨昕有些迟疑, 点头道, 他们都非常贪婪, 肯定会想到公司的事情, 我确实想到了, 今天拉着你们两个, 不仅是想要拉你们做个见证, 更想要让你们帮忙出手, 沈子明道, 朋友吗, 不就是应该在关键时刻拉出来荡枪使的吗, 陆小峰点头, 我赞同子明的说法, 我们当然是愿意帮你的, 但是你下次最好能够提前跟我们商量一下, 不管是拿出三件宝物, 还是拉着陆小峰两人过来帮忙分家产, 江雨昕都在搞突然袭击, 并没有提前告诉陆小峰两人, 也没有跟他们商量, 陆小峰不是反对帮忙, 他只是觉得有时候会很被动, 他们不明白江雨昕的想法, 如果说错了话, 岂不是好心办坏事, 江雨昕连忙道, 这次真是抱歉, 我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以后没有下次了, 说到这里, 江雨昕的声音有些沙哑, 陆小峰愣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 江雨昕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姑娘, 她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她与自己的兄长对峙, 却找了外人帮忙壮胆, 她的心里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沈子明朝着陆小峰瞪了一眼, 你有事情找我们帮忙是对的, 小峰说的也有道理, 你最好跟我们提前通气, 万一我们今天说错了什么, 岂不是适得其反, 江雨昕点头, 没有多说,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事已至此, 你和林若仪先回到中海吧, 换一个环境, 江雨昕点了点头, 陆小峰和沈子明对视野, 接下来, 短视频公司还要靠着江雨昕来支撑, 他们必须要保护好她, 陆小峰本以为江涵山会等几天才会联系, 没想到第二天她就接到了江涵山的电话, 对方想要把这幅画卖给她, 还给了她一个酒店的地址, 让她赶过去, 陆小峰和沈子明赶到酒店, 两人见到了江涵山, 没想到还有一人跟她坐在一起, 那人正是马仁杰, 马仁杰见到陆小峰两人也不由吃惊, 但她随即镇定下来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江涵山见到陆小峰两人却显得极为高兴, 你们可算是来了, 不过, 我今天给你们找了一个竞争对手, 江涵山伸手指向马仁杰, 这是我的好友, 她也想要买下正板桥的书画, 你们可以竞价, 马仁杰扫了一眼, 面上似乎有些不好看, 但她并没有多说, 陆小峰看了看, 这里是喝茶的地方, 在江涵山的身旁放了一个画轴, 陆小峰开口道, 我要先验货, 江涵山指过去, 自己看, 陆小峰伸手拿起画轴, 一入手, 她就知道, 这幅画没有问题, 即便如此, 她还是展开画轴, 看了看, 确定这是正板桥那幅画, 见到陆小峰把画轴放下来, 江涵山直接道, 既然看过了, 你们两个出嫁吧, 马仁杰呵呵一笑, 她看向陆小峰, 我出三百万, 陆小峰没有丝毫迟疑, 我出嫁五百万, 而且只会出嫁五百万, 这是我与江涵山父亲的约定, 听到这话, 江涵山愣住了, 马仁杰也愣住了, 江涵山看向陆小峰, 不解道, 这件事情, 怎么会跟我父亲联系在一起, 陆小峰, 你不要乱说话, 这压根不可能, 陆小峰摇头, 他看向马仁杰, 如果你开出高价的话, 这幅画, 你就直接拿走, 马仁杰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 我早就跟江涵山说过, 五百万绝对是高价, 这超出了正常的价格范围, 既然你这样说, 我就明白了, 寒山请我来当托儿, 看来我是不能做恶人了, 江涵山看向陆小峰, 很惊讶, 他本以为陆小峰是开了低价, 想要从他手里哄骗这幅画, 现在看来, 真相并非是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江涵山忍不住问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你要花高价买走, 陆小峰开口道, 当初你父亲溢价从我手里买走这幅画, 他是想要把这幅画, 当做是传家之物传下去的, 现在这幅画落在你的手里, 我觉得, 你应该不会收藏下去, 所以才会想着买回来, 五百万是你父亲当初购买的价格, 现在时隔三个多月, 我用原价买回来, 江涵山愣了一下, 面上的失落一闪即逝, 我明白了, 这幅画就卖给你吧, 陆小峰和对方草签了协议, 两人转了账, 陆小峰拿回了正板桥这幅画, 离开时, 马仁杰突然道, 陆老板, 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情, 陆小峰看向马仁杰, 你认识我, 马仁杰笑了笑, 陆老板来到金陵这么长时间, 我如果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这简直就是笑话了, 陆老板擅长书画修复, 眼力更好, 帮刘俊平拿下了桃楼, 陆小峰诧异看过去, 他一直以为对方应该不认识他的, 现在看来, 马仁杰应该是调查过他, 陆小峰摆手道, 那是刘老板自己主动买下来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 马仁杰哈哈一笑, 不管有没有关系,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陆老板, 我倒是想要向你请教一个事情, 你当时在现场买下的几样东西, 都是什么来历, 陆小峰摇头, 没有什么来历, 马仁杰盯着陆小峰, 见到陆小峰似乎有些反感, 他立即就开口道, 陆老板, 你不要介意, 我这人就这样自来熟, 我只是想从陆老板手里, 买几样好东西, 没有其他的意思, 陆小峰开口道, 让马老板失望了, 这一次来精灵, 我没有什么收获, 只有这幅画, 还是上一次来精灵的时候, 卖给了江老板, 现在算是熟回来了, 马老板, 你找我想要商量的事情, 该不会就是这件事情吧, 马仁杰摇头, 杨道友, 是这样的, 我们最近打算搞一场明清书画展, 想要请陆老板过去, 帮我们把把关, 这一次书画展, 有不少青年画家也会参与, 或许陆老板会有兴趣, 陆小峰摇头, 江老板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最近可能要回到中海去, 所以没有时间参与这种事情, 马仁杰道, 那就真是太遗憾了, 沈子明却拉了陆小峰一下, 朝他示意, 陆小峰摇头, 沈子明也就没有多说, 一直等到对方走远, 沈子明道, 你应该答应下来, 我可以去现场拍视频啊, 陆小峰摇头, 我感觉这人太阴险, 我们先回去打听一下情况, 就算是真有这种画展, 刘俊平肯定也会得到消息, 咱们找他不是一样的吗, 沈子明点头, 这样说, 好像也是, 你明天陪我去找刘俊平, 咱们一起去画展, 陆小峰道, 你难道忘记了, 我已经跟贺玉书约好下午去博物院, 沈子明这才想了起来, 他想了想, 开口道, 下午让林若仪陪着你过去, 林若仪帮你设像, 陆小峰没有拒绝, 沈子明已经跟拍他很多次, 现在不过是换个人罢了, 再说, 林若仪长得好看, 至少比沈子明要赏心悦目, 到了中午时, 顾采薇打来电话, 说是下午没客, 想要过来找陆小峰, 陆小峰同意了下来, 没想到对方转眼就到了, 显然顾采薇应该是藏在附近打电话的, 对方如此小心翼翼, 这让陆小峰很无奈, 出门时, 沈子明看着陆小峰一左一右各有美女, 不免有点犯酸, 人与人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有些人能够左拥右抱, 但我却只能孤家寡人, 也就是祝婷婷前几天回去了, 要不然, 你岂不是要前呼后拥? 陆小峰盯着沈子明道, 晚上出去喝酒, 沈子明顿时兴奋起来, 好,晚上我陪你, 陆小峰赶到精灵博物院, 这一次过来, 他明显感觉到, 精灵博物院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仅贺玉书在等他, 就连秦学贞都亲自在这里等候, 陆小峰与他们握手, 签词说了一堆, 秦学贞笑着道, 小峰,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我现在只是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有给你编制? 陆小峰笑了笑, 这样不是蛮好的吗? 秦学贞关心了几句, 这才离开了, 送走秦学贞, 陆小峰看向贺玉书, 贺组长, 该不会是你把秦官长请过来的吧? 贺玉书笑着道, 对待人才, 我们就应该用真诚的态度打动你, 诚挚地邀请你, 参与到精灵博物院的建设中来, 陆小峰道, 我现在不是正在参与吗? 我可没有偷懒, 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陆小峰介绍了自己身后两人, 介绍了两人的身份, 贺玉书笑着道, 你现在是我们这里的人, 想要带朋友进来, 完全没有关系, 陆小峰跟着贺玉书走到隔壁, 工作室里仍旧是之前那些人, 大家正在忙碌, 他们早就听到了隔壁的笑声, 此时见到贺玉书带着陆小峰走进来, 大家都停下来打招呼, 谢震看到陆小峰, 面上挂着笑容, 欢迎欢迎, 张景见到陆小峰本是满面欣喜, 但是见到陆小峰身后的两个女人, 她面上的笑容又消失不见了, 这几天, 尽管陆小峰没有过来, 但陆小峰这个名字, 却一直都是大家谈论的焦点, 张景时常会想到那天的场景, 想到陆小峰快速又准确的手法, 当然, 作为同龄人, 张景也成为大家开玩笑的对象, 大家都调侃张景, 说她配上陆小峰绰绰有余, 张景嘴上笑骂, 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但终归是有了心思, 此时, 见到陆小峰身后的两个姑娘, 又高挑又漂亮, 比她要漂亮很多, 见到这种情况, 她心里难免感觉到酸楚, 心情最为复杂的是左锦山, 那天她修复的画作被她破坏, 惹得贺玉书大发雷霆, 最终左锦山家里帮她赔偿了损失, 费了好大功夫, 这才平息了这件事情, 不过, 左锦山也因此颓废了下来, 她看向陆小峰时, 眼中有愤恨, 也有无奈, 既不如人, 真得很无力, 陆小峰并没有在意大家的情绪, 有贺玉书亲自帮她挑选需要修复的画作, 这倒是省了她不少力气, 贺玉书亲自挑选画作, 她想要充分发挥陆小峰的作用, 那就要尽量挑选一些价值高的, 最终贺玉书挑挑选选, 挑出高克宫的一幅画, 挑选出这幅画的时候, 贺玉书特意问了陆小峰一句, 你对他有过了解吗? 你知道这位画家吗? 陆小峰摇头, 他只是知道, 这是一位元代画家, 对于高克宫了解很少, 见到陆小峰的反应, 贺玉书又迟疑起来, 那我给你换一幅画, 陆小峰摇头, 不用了, 我可以修复好, 贺玉书见到陆小峰神色坚定, 他点头答应了下来, 陆小峰拿着这幅画并没有留在这里, 而是去了贺玉书的办公室, 这里人多, 不利于林若仪拍摄视频, 陆小峰也喜欢亲近, 他不愿意跟这么多人一起, 到了隔壁, 贺玉书仍旧有些不太相信, 他忍不住问道, 高克宫画墨竹很有一套, 这幅画修复不容易, 哪怕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陆小峰笑了起来, 贺组长,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等我修复结束再说, 贺玉书不说话了, 这是一幅墨竹泼石图, 画的是烟雨朦胧中, 绣竹和岩石, 在岩石的后面, 两株修竹亭亭玉立, 右侧有赵孟府提诗, 高侯落笔有生意, 玉立两杆烟雨中, 天下几人能解此, 小小寒避起秋风, 陆小峰查阅了资料, 他才知道, 高克宫在元代的名气极大, 在当时甚至有男友赵魏北有高的称谓, 就是指高克宫与赵孟齐名, 其中,高克宫的梅兰竹菊名气最大, 陆小峰看完资料, 这才开始着手整理这幅画, 这幅画在正中的位置, 有一块破损, 破损的地方有黑色的灰烬, 显然是被烧过, 陆小峰先把破损的部分裁剪掉, 必须要把黑色的部分裁掉, 要不然没有办法修复, 顾采薇盯着被烧过的痕迹, 忍不住问道, 像是这幅画, 价值这么高, 怎么会被烧到? 陆小峰倒是没有在意, 解释道, 这个原因, 古代保存书画的条件简陋, 如果遇到火灾, 书画毁于一旦, 是正常的, 说完之后, 陆小峰抬头, 看到林若仪面上露出笑容, 正举着便携式摄像头, 他不免无奈, 陆小峰本以为林若仪跟着, 他就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林若仪拍摄的时候, 也会想要加点素材, 顾采薇肯定是受到林若仪的指使, 才会问出这个问题, 不过, 陆小峰把这幅画进入水中, 这让顾采薇大吃一惊, 贺玉书今天应该是没有会议, 他坐在办公室, 一直盯着陆小峰的方向, 看着他的动作, 本来有些皱眉, 但是渐渐舒展开来, 因为陆小峰的动作, 真是太麻利了, 简直如行鱼流水一般, 极为顺畅, 看到有些人修复古画, 贺玉书想要自己动手, 但是看到陆小峰修复书画, 贺玉书却感受到强烈的美感, 陆小峰的动作很快, 他很快就把画心处理好, 放在了托纸上, 直到这时候, 陆小峰能够明显听到, 办公室里响起了三道重重的喘息声, 陆小峰转头看过去, 见到顾采薇腼腆一笑, 贺玉书忍不住道, 看到你修复这幅古画, 实在是太顺畅了, 我生怕喘一口气都会打扰到你, 小峰, 你到底修复了多少年的古画, 我怎么感觉, 你像是修复了数十年一样, 陆小峰笑了笑, 为首数二, 接下来, 画心需要晾干, 陆小峰本来打算离开的, 但是见到贺玉书仍旧有些紧张, 他打算把这幅画先淋没下来, 高克宫画墨竹水平很高, 陆小峰刚才修复这幅画的时候, 脑海里已经无数便回忆了这幅画的绘制过程, 因此他可以提笔就画, 顾采薇坐在陆小峰身旁, 看着陆小峰认真的侧脸, 一时间有些吃了, 此时, 隔壁工作室却有些热闹, 陆小峰再次前来, 还挑选了高克宫的墨竹, 这显然让所有人都很惊讶, 要知道, 这幅画很早就放在这里了, 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挑战, 哪怕是贺玉书, 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也都是沉默以对, 并没有主动担当, 按理来讲, 贺玉书是组长, 水平也是最高的, 他是应该可以挑战修复这幅画的, 但是贺玉书似乎并不自信, 他打算请首都的专家帮忙修复, 没想到, 现在这幅画被安排给了陆小峰, 谈论了很久, 大家都在争论陆小峰能否成功, 谢震是坚定的力挺陆小峰, 他觉得陆小峰一定能够成功, 张景本来是力挺陆小峰的, 但是见到陆小峰身后的姑娘, 他现在对陆小峰是怀疑态度, 左锦山本来是不想说话的, 听到大家说了这么多, 他忍不住道, 他才多大年纪, 如果他都能够修复好这幅画, 大家这么多年的努力, 不是全都喂狗了吗? 我觉得, 他一定不能修复成功, 这一次, 他也要赔偿, 大家看向左锦山, 能够明显感觉到, 左锦山怨念很重, 对组长的怨气很大, 谢震看向张景, 张景, 要不然你去探一探情况, 张景作为书画修复组的一枝花, 向来以自己的容貌为傲, 但是陆小峰带来的两个姑娘, 实在是打击他的自信, 张景皱眉, 谢震, 一直都是你在挑事, 你如果想去, 那就自己去好了, 凭什么让我过去? 谢震面上长得通红, 我哪里挑事了, 张景,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不愿意过去, 我去看, 我相信陆小峰的水平肯定不低, 或许他真有可能修复这幅画, 左锦山呵呵冷笑, 北高南照, 高克宫当初可是跟赵孟府齐名的, 墨竹又是他最擅长的作品, 你觉得陆小峰有几年功底, 就敢修复高克宫的话? 谢震并没有理会对方的冷言冷语, 他走了出去, 拐进了隔壁房间, 进入房间, 谢震才注意到, 房间里出气安静, 他走过去, 见到陆小峰正在作画, 两个漂亮姑娘围拢在陆小峰的身旁, 就连贺玉书都站在后面, 看到这一幕, 谢震不免羡慕, 哪怕是让他年轻十岁, 也不可能有这样两个漂亮姑娘围着他打转, 他真是太羡慕了, 不过, 谢震刚站定下来, 就见到陆小峰收起了画笔, 他靠近过去, 能够听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贺玉书盯着这幅画, 忍不住鼓掌, 大声道, 好, 谢震本打算静悄悄走过去, 他被贺玉书的反应吓了一跳, 贺玉书盯着陆小峰的话, 满面惊喜之色, 小峰, 这幅画交给你, 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没想到你的功底, 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只是短暂地研究了这么一会儿, 你就能够把这幅画临摹出来, 真是太让人佩服了, 要不然, 你顺便旁边的诗词一起临摹了, 陆小峰抬头看向贺玉书, 摇头道, 我临摹不出来, 陆小峰临摹画作没有问题, 但是临摹书法, 他就差了一截, 这幅画的题词是赵孟甫所写, 赵孟甫是著名的书法家, 他的楷书与欧阳巡, 严真卿, 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由此也可以看出赵孟甫在书法界的地位, 陆小峰当然能够临摹赵孟甫的题词, 但是他写出来的效果肯定是要差不少, 如果真是临摹出来, 很有可能拉低这幅画的档次, 因此, 陆小峰拒绝临摹这首诗, 贺玉书也想通了这一点, 不再强求, 谢震靠近过来, 他瞪大眼睛盯着陆小峰画出来的这幅画, 不由大吃一惊, 实际上, 整个书画修复组, 所有人都研究过高克宫这幅画, 大家甚至把修复这幅画, 当作是自己的目标, 谢震自然也花了很长时间研究, 他在家时, 也会临摹高克宫这幅画, 想要有朝一日, 能够获得认可, 亲自修复这幅画, 正因为如此, 谢震对高克宫的画作非常熟悉, 此时, 见到陆小峰这幅画, 他不免震惊起来, 因为谢震能够看得出来, 陆小峰画出来的风格与高克宫一致, 甚至在细节处的笔法也是一模一样, 这完全就是把高克宫那幅画完美地复制了出来, 震惊过后, 谢震陡陡然感觉有点空虚起来, 他突然有种信仰崩塌的感觉, 他口口声声相信陆小峰能够修复, 但他心里实际上并不相信, 博物院里来的临时工修复水平比书画组的组长还要高很多, 这种滋味真的很复杂, 陆小峰站起身来, 贺组长, 今天先这样吧, 我明天过来把这幅画修复好, 贺玉书很兴奋, 好, 好, 你不要走, 我晚上请你吃饭, 陆小峰摆手, 我晚上已经有安排了, 咱们下次再约, 贺玉书拦住了林若仪, 这位美女, 给我拷贝一份, 我觉得小峰的修复过程, 完全可以当成我们的教学素材了, 我想把视频留下来, 给大家学习, 林若仪道, 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 我这里拍了不少废镜头, 这样好了, 反正晚上我要处理这些视频, 我顺便帮你处理一下, 明天把完整的修复视频带给你, 贺玉书很高兴, 好,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陆小峰看得出来, 贺玉书非常激动, 但他不太理解, 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晚上, 陆小峰叫上沈子明, 带着两个姑娘, 他们一起在外面吃饭, 陆小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沈子明瞪眼, 你问我有什么用, 难道我能掐汇算不成, 你还记不记得, 你们组里那个小姑娘的名字, 陆小峰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他哪里会在乎那么多, 直到现在, 他还没有完全记住组里所有人的名字, 沈子明拿出手机, 真是鱼木脑袋, 人家也算是小美女了, 你都不在乎, 难怪我感觉他的态度有点不对劲, 陆小峰看过去, 看来我错过了什么, 接着, 沈子明把手机在陆小峰面前晃了一下, 陆小峰能够清楚看到, 沈子明下午时, 竟然还跟那姑娘聊了天, 沈子明给张景发了一段语音, 询问这件事情, 很快, 张景回复了, 这幅画是所有画作中修复难度最大的, 连贺组长都不敢尝试, 陆小峰听到这个回复, 这才反应过来, 他当时就感觉谢震的反应不太对劲, 现在看来, 这是早有端倪的, 只是他一直没明白, 吃了晚饭, 陆小峰和沈子明把两女送回家, 他们两个则是去了风月场所, 待在金陵, 完全没有了沈一鸣的管束, 沈子明算是放飞自我, 风月场所, 纸醉精迷, 陆小峰却很清醒, 并没有迷失, 第二日, 陆小峰感觉有点腰疼, 有点虚, 他到了餐厅, 见到沈子明竟然端了一大锅汤进来, 酒店是自住餐厅, 食物很丰富, 也有汤水提供, 沈子明端着一锅汤, 让大家忍不住侧目, 沈子明却毫无察觉一般, 他把这锅汤放在陆小峰面前, 就安排酒店后厨帮我做的, 炖了一整夜了, 我们都要补一补, 陆小峰摇头, 我不需要补, 说话间陆小峰拿起勺子, 就要咬一勺, 沈子明一下子盖上了, 你不是不需要的吗? 陆小峰笑了笑, 我就尝尝鲜, 沈子明呵呵一笑, 他伸手扶着腰, 小峰啊, 年纪轻轻, 一定要多补补, 我听说人家知名主持人, 连着吃了两个月的牛边锅, 可笑, 难道他以为吃什么补什么? 陆小峰喝着鲜美的人参鸡汤, 牛边锅是不补, 但是人参鸡就补了吗? 沈子明笑了起来, 补哪里不是补? 两人说说笑笑, 竟然喝下了整锅的鸡汤, 陆小峰感觉全身暖融融的, 甚至拳头也充满了力量, 让他很想打一拳试试, 陆小峰两人戴上林若仪感到不悟愿, 因为有了昨天修复的模板, 因此陆小峰修复非常顺利, 一个多小时后, 陆小峰就已经把这幅画修复结束了, 沈子明看着这幅画, 又回头看了看陆小峰的临摹制作, 他突然开口道, 小峰, 你什么时候去刻一枚章? 陆小峰有些诧异, 刻章? 沈子明点头, 你画了这么多画, 上门是不是应该盖章? 以后我好收藏起来, 或许, 以后介绍陆小峰的时候, 会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前缀, 著名画家陆小峰, 这样我不就发财了吗? 贺玉书站在一旁, 听到这话, 他指着画板上的临摹之作, 子明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 这幅画就捐赠给我们博物院吧, 尽管沈子明跟贺玉书接触时间不长, 但是沈子明却跟贺玉书成为了忘年交, 两人说话非常随意, 沈子明拉住了贺玉书, 老贺, 咱们可不带你这样做的, 这幅画就算是捐到博物院, 也进不了你的腰包, 还不如给我收藏起来, 等待以后升职, 小枫这个潜力股是我挖掘出来的, 你可不能抢我的生意, 贺玉书哈哈大笑, 他今天似乎非常畅快, 小枫, 你能把这幅画修复好, 那就说明, 你的修复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觉得你的绘画以后成就肯定也会非常高, 子明的想法很正确, 这边的笑声吸引了隔壁的注意, 谢震率先跑了过来, 紧接着张景和左景山也相继赶来, 看到陆小枫修复好的这幅画, 这些人都被镇住了, 昨天, 谢震回去之后, 一言不发, 并没有声张, 这让其他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谁都没有多想, 现在, 真正见到陆小枫修复好的画作, 大家才大吃一惊, 张景和左景山的鉴赏水平弱一些, 还看不出这幅画修复的妙处, 但是几位老师傅, 却几乎趴在这幅画上了, 大家都研究过高克宫的话, 所有人都深知这幅画的修复难度, 谁都没有想到, 竟然被陆小枫修复到这种程度, 谢震的师傅老高瞪大了眼睛, 盯着这幅画看了许久, 他朝着陆小枫竖起大拇指, 我觉得, 你的水平, 比我们书画组所有人都要高很多, 这幅画实在是修复得太好了, 陆小枫连忙摆手, 不敢, 不敢, 老高这画, 把书画组所有人都包含在内, 但是贺玉书却没有丝毫在意, 贺玉书之所以把这幅画拿出来, 其实是想要测试陆小枫的水平, 他很清楚, 陆小枫初步处理这幅画,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他甚至打定主意, 在陆小枫没有做出修复的方案之前, 会阻止他的下一步行动, 贺玉书完全没有料到, 陆小枫心里早有成算, 他画出来的作品, 让人看不出丝毫疏漏, 现在, 这幅画修复好, 效果也让贺玉书惊艳, 贺玉书早已承认, 陆小枫比他强, 张景看着人群正中的陆小枫, 一时间有些懊悔起来, 他没有想到, 陆小枫的水平竟然会这么高, 更没有想到, 大家对他的评价竟然高, 左景山听着大家的夸赞, 他感觉每一句都是对他的莫大讽刺, 左景山向来骄傲, 他很难承认, 一个同龄人竟然会比自己优秀那么多, 贺玉书开口道, 水平高就是水平高, 这没有什么可谦虚的, 陆小枫, 你可能不知道, 这幅画, 我是打算去京城请专家修复的, 现在被你修复了, 贺玉书突然看向左景山, 开口问道, 左景山, 你怎么看, 左景山呆住了, 他完全没有料到, 贺玉书竟然会这么问他, 这完全就是挑事, 这完全就是在针对他, 左景山满肚子火气, 他忍不了, 贺组长, 我觉得陆小枫的修复水平比你要高很多, 你不如让他来给我们当组长, 场内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向左景山的方向, 大家完全没有料到, 左景山竟然说出这种话来, 这分明是想要造反, 贺玉书却没有丝毫恼怒, 你说得很不错, 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 我们博物院作为国内前两名的博物院, 书画修复水平却一直都是我们的短板, 如果陆小枫真是能够来到博物院工作, 他可以立即成为组长, 众人都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陆小枫摆手, 我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过, 若是有时间, 我会来到博物院的帮忙的, 贺玉书看向极为年轻人, 想要修复做得好, 必须要先学画, 只有对每一位画家的风格有足够的了解, 才能真正把画作修复好, 你们都要向小枫学习, 说话间, 贺玉书扫了左锦山一眼, 面上没有表情, 却忍不住有些失望, 他本以为这批年轻人中, 左锦山是最值得培养的, 但是现在看来, 明年还要招一批新人, 左锦山面上长得通红, 却又无言以对, 陆小枫不愿在这里多待, 他开口道, 贺组长, 这幅画, 现在还需要放置两天, 装表就由你们来完成吧, 我这边还有事情, 我要先告辞了, 贺玉书道, 小枫,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做东, 陆小枫笑着道, 贺组长, 以后机会还有很多, 下次吧, 今天真是有事情要做, 陆小枫态度坚决, 贺玉书也就没有再挽留, 送了陆小枫离开, 走出博物院, 林若仪近不住开口问道, 金陵博物院古画修复组, 是不是水平不太行啊? 沈子明笑着道, 这话可不能胡说, 说出去是要闹笑话的, 你们都不要被贺玉书给骗了, 他说什么书画组的水平是短板, 压根就是谦虚, 金陵博物院的规模在国内排第二, 文物修复水平也是如此, 这幅画之所以这么难以修复, 那是因为全国一共不超过两个人能够修复, 林若仪惊讶地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实在难以置信, 陆小枫也是如此, 他只是觉得自己的古画修复水平不错, 但是从未想过, 自己的修复水平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沈子明道, 我都已经打听过来, 国内只有两位修复专家能够修复这幅画, 而且那两位都在故宫不务院, 高科工的水平那么高, 可不是一般人敢修复的, 林若仪愣了一下, 贺组长都已经承认陆小枫的水平很高了, 为什么不能明着说, 陆小枫现在可以排全国前三? 沈子明呵呵笑了起来, 你是觉得贺组长看起来不太行的样子, 但是你知不知道, 贺玉书是国内文物修复专家组成员, 是国内著名的古画修复专家, 或许在贺组长看来, 陆小枫应该是知道自己的水平的, 压根不需要他说出来, 林若仪呆住了, 他完全没有料到贺玉书竟然这么强, 不过, 林若仪转头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他随即明白过来, 因为他们距离陆小枫太近, 平时感觉陆小枫修复, 好像也不觉得有什么高明之处, 以至于他也觉得贺组长水平也一般, 实际上, 这都是错觉, 贺玉书的水平也非常高, 陆小枫水平更高, 如果不是因为陆小枫在这里, 像是贺玉书这样的专家, 压根不可能搭理他们, 甚至他们连走进博物院的资格都没有, 一切都因为陆小枫在, 他们被魄力进去, 甚至魄力被允许全程拍摄, 这一切并非是理所当然, 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察觉到, 陆小枫走出博物院, 他就接到了吉永的电话, 吉永非常高兴, 称赞了他好一通, 到了下午, 陆小枫又接了不少电话, 这些电话都是问候陆小枫, 询问他最近的计划, 几乎每个人都想要请他吃饭, 大家之前知道陆小枫会修复, 但是谁都没有料到, 陆小枫的修复水平竟然会这么高, 如果放在眼前的修复大师不结交, 岂不是浪费资源, 陆小枫都很客气地婉拒了, 倒是马仁杰打来一个电话, 让陆小枫有些迟疑, 马仁杰之前曾经邀请陆小枫, 参与他们主办的明清书画展, 但是被陆小枫拒绝了, 沈子明倒是通过刘俊平的关系, 拿到了画展的门票, 画展会在明天举办, 不过, 马仁杰打来电话, 却并非是为了画展的事情, 而是因为马仁杰向陆小枫透露了一件事情, 江峰火和江寒山今晚将会卖出一批古丸, 这批古丸是江玉祥留下来的, 听到这个消息, 陆小枫无疑是非常震惊的, 因为他搞不清楚, 江家兄弟两人手上的古丸是真是假, 如果这是一件真事, 那么江玉祥为何要这样做? 江玉祥给两个儿子都留下了一批古丸, 为什么还要给女儿留三件古丸, 给他们三人应急? 江玉星知道这个消息, 他该会多么痛心, 陆小枫只好联系了沈子明, 说起了这件事情, 沈子明瞪大眼睛, 真是不为人子, 他们两兄弟简直不是人, 哪怕这件事情是假的, 他们肯定是受人指使, 他们这样做, 完全就是消费江玉祥的名声, 大家都知道, 江玉祥刚刚刚过世, 很多人不知道内情, 肯定会把这当成是真事, 恐怕会有不少人赶过去, 陆小枫点头, 他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他开口道, 我们给刘俊平和吉勇打电话问一问, 沈子明略微迟疑, 我们打电话问一问, 我猜测, 他们肯定没有得到消息, 要不然不可能不通知咱们, 陆小枫拿出手机, 他先给吉勇打了电话, 纪馆长大吃一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竟然一点都不知情, 他们是不是刻意瞒着我? 你们等我一下, 我先打电话打探一下消息, 纪勇随即挂断了电话, 陆小枫又给刘俊平打了电话, 刘俊平同样吃惊, 他也表示自己要打电话询问这件事情, 片刻, 吉勇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这两个小兔崽子简直就是胡闹, 我都打听清楚了, 他告诉所有的客人, 把我们几个列入了黑名单, 大家怕我们打扰了现场的秩序, 这才故意隐瞒了, 陆小枫开口道, 纪馆长, 我觉得, 你们先不要过去了, 要不然这件事情不好收场, 既然他们兄弟已经打定主意, 想要把这些东西都卖掉, 你们过去阻止, 只是平白得罪大家罢了, 我和子明两个人先过去看一看情况, 我们都是年轻人, 与江峰火和江寒山更容易沟通, 毕竟他们不会觉得我们会批评他们, 吉勇叹了一口气, 我就是替老江觉得憋屈, 江玉祥辛苦了一辈子, 没想到生出这两个破败儿子出来, 老江现在尸骨未寒, 他们就干出这种事情, 不管是真是假, 都会遭到别人耻笑的, 陆小枫拿着手机, 身以为然, 他也觉得江家兄弟实在是过分了, 陆小枫又劝了几句, 沈子明接到了刘俊平的电话, 沈子明劝说刘俊平不要过去, 他和陆小枫赶过去, 挂断电话, 陆小枫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两人都很无奈, 江雨昕和林若仪已经定于今晚离开, 他们只能祈祷江雨昕不要得到消息, 要不然又要大闹一通, 陆小枫站起身来, 走, 咱们过去, 按照马仁杰给出的地址, 陆小枫两人驱车赶到, 这是郊区一处农家乐, 在农家乐附近有一处停车场, 停车场里已经停满了豪车, 沈子明扫了一圈, 看来江峰和两兄弟也不完全是农包, 至少他们还能请来这么多人, 陆小枫盯着农家乐的方向看了一眼, 能够请来多少人, 可不是看人脉, 主要还是有口碑, 江雨昕的口碑好, 大家都觉得他能够留下不少好东西, 因此更多人抵达这里, 这不是正常的吗? 沈子明点头, 他们两兄弟但凡能够努力一点, 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陆小枫两人抵达农家乐门外, 见到马仁杰竟然亲自站在门口等候, 见到这一幕, 陆小枫非但没有高兴, 反而觉得对方可能会有问题, 马仁杰非常高兴, 陆老板, 你终于赶到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过来了, 陆小枫跟对方握手, 开口问道, 马老板, 里面的情况如何, 没有开始吧? 马仁杰笑了起来, 你可能跟他们兄弟交往很少, 不清楚他们的做事原则, 他们兄弟都是贪得无厌之徒, 如果不等所有人都到齐, 他们是不可能开始的, 这一次, 他们肯定是搞价高者得这一套, 待会儿你们出价时, 可一定要注意, 陆小枫连忙点头, 多谢提醒, 马仁杰又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沈老板, 你既然是想要来看一看画展, 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 直接找我不就行了吗? 沈子明顿时不客气道, 马老板, 你也应该知道, 我是搞直播的, 那我明天能不能在现场直播? 马仁杰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道, 直播好啊, 我们希望能够多一点主播过来, 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马仁杰带着陆小枫两人朝里走进去, 他笑着道, 陆老板, 您可真是厉害, 您在古话修复领域, 在国内可是最顶级的专家, 高科工的莫主水平那么高, 你都能够修复好, 真是太让人佩服了, 听到这话, 陆小枫这才明白, 对方听说了这件事情, 想要结交他, 只是精灵博物院也太漏风了吧, 这才多久, 消息就已经传得满天飞了, 陆小枫只好道, 过奖了, 一行人走进去, 见到江峰和两兄弟站在里面迎客, 见到陆小枫和沈子明, 两人不由呆住了, 沈子明走上前去, 冷笑道, 放心好了, 我们没有告诉江雨昕, 今天我们都是客人, 陆小枫冷着脸, 跟着走了进去, 马仁杰落在最后, 被江寒山拉住了, 江寒山压低了声音, 面色难看, 你怎么把他们带过来了, 马仁杰呵呵一笑, 寒山, 你不要紧张, 他们不是已经说了吗, 今天过来就是客人, 只要他们不通知江雨昕就行了, 放心好了, 我很有分寸, 绝对不会让你们兄弟为难的, 说吧, 马仁杰走了进去, 江峰火盯着马仁杰的方向, 皱眉道, 你怎么把他请过来了, 这一次可能会有麻烦, 江寒山摆手, 不管了, 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们只能继续走下去了, 老头子死了, 如果咱们不能多赚点, 以后一大家子怎么养活, 陆小峰两人走进去, 发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人, 这些几乎都是生面孔, 都是陆小峰不认识的, 陆小峰明白, 江峰火他们兄弟, 这是刻意避开了江玉祥生前最熟悉的一个圈子, 把其他人都请过来了, 沈子明压低声音, 小心一点, 我感觉今天可能会有诈, 陆小峰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马仁杰走进来, 他笑着道, 大家都知道, 江玉祥生前有不少好东西留下来了, 因此, 这次拍卖会, 大家都很感兴趣, 待会儿的竞争可能会非常激烈, 陆老板小心一点, 陆小峰点头, 多谢, 很快, 江峰火和江涵山两兄弟赶到, 他们两人满面笑容, 江涵山笑着拱手, 多谢诸位输败兄弟们的支持, 大家也都知道, 彼人父亲刚刚离世, 我们本该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是接下来总还要生火, 因此我们兄弟决定拍卖一部分父亲遗留下来的宝物, 诸位书败兄弟, 大家一定不要客气, 放心大胆地出嫁, 陆小峰盯着江涵山的嘴脸, 不由皱眉, 对方面上满是笑容, 哪里有一点悲伤的样子, 不过, 现场众人似乎都知道江涵山的嘴脸, 没有人感觉到诧异, 紧接着, 江峰火从隔壁拿出一只箱子, 他从箱子里先拿出了第一件宝物, 见到第一件宝物, 陆小峰转头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这件宝物正是江雨昕之前分出去的翡翠白菜, 众人上前, 大家各自鉴定这件白菜, 陆小峰也走了上去, 他摸了摸白菜, 确定这件白菜雕件没有任何问题, 他忍不住朝着江涵山看了一眼, 江涵山恰巧也看过来, 两人对视, 江涵山面上有些不好看, 陆小峰皱眉, 他转身走了回去, 很快, 江涵山开口道, 翡翠白菜, 起拍价三百五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陆小峰坐在下面, 听到江涵山的话, 不由呆住了, 这件翡翠白菜, 也就是三四百万的价格, 如果江涵山的底价放低一点, 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 或许会把成交价抬得更高, 很显然, 江涵山没有任何惊讶, 他开出的底价实在太高, 直接就逼得很多人放弃竞价, 果然, 现场沉默, 没有人出价, 等了许久, 江涵山有些焦急起来, 他的视线落在马仁杰的身上, 想要让马仁杰当托, 马仁杰嘴里独闹骂了一句猪队友, 他并没有出价,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压低声音道, 我想出价, 你借钱给我, 陆小峰点头同意下来, 只要价格不超过四百万, 肯定是赚的, 如果拿到正规的拍卖会, 还会再高不少, 沈子明举手, 三百五十万, 江涵山激动起来, 有人出价了, 有人出价了, 现场有没有愿意加价的, 现场一片安静, 没有人搭理江涵山, 许久, 江涵山看着众人, 只好无奈宣布成交, 沈子明非常兴奋, 他没有陆小峰简陋的眼光, 但是像是这种便宜, 不占白不占, 马仁杰朝着沈子明拱手, 恭喜恭喜, 其实, 很多人都见过这件翡翠白菜, 大家可能觉得, 江叔叔会留下更好的东西, 因此都不愿先下场, 沈老板能够拿下这件翡翠白菜, 这是简陋了, 沈子明哈哈一笑, 倒也没敢笑得太猖狂, 尽管这是一场小型的拍卖会, 但是江涵山带来的东西,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此, 大家可以直接转账支付, 不需要拿着大量现金, 接着, 江涵山又拿出了第二件宝物, 这是正板桥的竹石图, 见到这幅画, 陆小峰不由呆住了, 因为真正的竹石图, 在他的手里, 他仔细研究过这幅画, 因此, 他清楚知道, 这幅画存在的问题, 江涵山请人临摹了这幅画, 此人画工虽然不错, 但是有不少疏漏, 陆小峰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来, 当然这幅画做旧了, 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江涵山开口道, 正板桥的竹石图, 其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江涵山似乎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主动把底价压到了一百万, 不过, 现场众人刚刚鉴定过这幅画, 很多人都不看好, 但也有人看好, 陆小峰甚至能够清楚听到, 有人小声嘀咕, 江涵翔的确是买了一幅正板桥的竹石图, 现场本来有些动摇的人, 这时候选择了相信, 有人率先报价, 一百零一万, 接着又有人加价, 一百零三万, 现场氛围渐渐热烈了起来, 一百零五万, 江涵山非常兴奋, 手上的动作幅度很大, 看起来一副凶狠的样子, 沈子明压低声音道, 原来是这个套路, 先用真品开刀, 接着又拿出赝品, 接下来, 恐怕也是如此, 真假参半, 陆小枫点头, 他也猜出了江涵山他们的套路, 但他不可能揭穿对方, 毕竟揭穿对他来讲, 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 古玩圈里大家的鉴定水平, 是两有不齐的, 很多人并没有足够的鉴定水平, 他们只能跟风, 见到别人出价, 自己跟着出价, 现场也是这种情况, 很多人见到大家出价, 他们也跟着加价, 压根不知道, 自己买到的是真品赝品, 短时间内, 这件赝品的价格就上去了, 达到一百五十万, 马仁杰坐在陆小枫身旁, 笑着道, 陆老板会不会觉得眼熟, 陆小枫笑了笑, 他看着马仁杰似笑非笑, 他感觉马仁杰似乎是故意带他过来, 这是几个意思, 陆小枫直接问道, 马老板, 你是怎么想的, 马仁杰笑着道, 我这人向来不会挡人财路, 我觉得, 只要能够赚到钱, 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手段, 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 江家两兄弟也很可怜, 他们以后没有了收入来源, 这一次至少能够让他们十年二十年一事无忧, 陆小枫盯着马仁杰没有开口, 陆小枫拿出手机, 分别给刘俊平和吉永发了短信,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让他们不要担心, 两人很无奈, 不好打电话过来询问, 只能在家继续等待消息, 很快, 这幅竹石图的价格涨到了两百三十万, 价格就开始几乎停滞了, 最终, 这幅竹石图卖出了两百七十三万的价格, 江寒山忍不住朝着陆小枫的方向看了一眼, 他不免有些庆幸, 幸亏他把那幅真话卖给了陆小枫, 如果拿到拍卖会上, 肯定卖不出五百万的高价, 不过, 江寒山很快就雇不上陆小枫了, 因为江风火又拿出了一件宝物, 这是一件清代黄又雕词菊纹笔筒, 陆小枫走过去看了看, 他看到下面写了王炳荣作四个字, 这件笔筒是瓷器烧制, 通体狮黄又, 表面用浮雕技法雕刻菊花纹, 看起来古朴自然, 只是陆小枫眼前浮现出瓷器烧制的画面后, 他突然就愣了一下, 不由拿起了旁边的放大镜, 盯着这件笔筒看了起来, 很快, 陆小枫把这件瓷制笔筒放了下来, 转身走了回去, 沈子明连忙一把拉住了陆小枫, 怎么样, 这件笔筒值不值得拍卖? 陆小枫摇头, 待会儿看价格, 如果价格高了, 那就不值得拍卖, 沈子明有些诧异, 为什么? 陆小枫朝着四周看了看, 见到没有人注意他们, 他才压低声音, 这件笔筒被重新烧制过, 应该是修复过的, 王炳荣是清代同志, 光绪年间的瓷雕名家, 这件作品水平不错, 但是本身价格不会太高, 这件作品的价格还要腰斩才行, 沈子明点头, 他顿时明白过来, 瓷器修复过, 价格就要大打折扣, 如果没有看出来, 自然也就会出高价, 因此这场拍卖, 肯定会出现高价, 经历了刚才的赝品画作, 江寒山明显有几分兴奋, 他大声道, 这件黄又雕词菊纹笔筒, 起拍价三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千, 大家请加价, 现场灯光有些晦暗, 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这件瓷器的异常, 大家只会觉得, 江玉祥收藏的宝物, 真是丰富, 现场竞价激烈, 三万两千, 三万三千, 三万五千, 很快, 现场的叫价就到了六万块, 江寒山听到现场的价格, 满面红光, 兴奋的差点要跳起来, 马仁杰忍不住问道, 陆老板难道看不上这件雕词, 我觉得这件雕词笔同水平不错, 做工精美, 又是王炳荣的作品, 值得买下来, 陆小峰扫了一眼, 他感觉马仁杰很有可能跟江寒山他们是一伙的, 要不然以江寒山他们的能力, 怎么可能拿到这些东西, 像是眼前这件雕词笔同, 肯定是珍藏已久, 没来得及出手的, 毕竟平常的环境下, 大家都会仔细观察这件瓷器, 花费时间长一点, 就能看到修复痕迹了, 拿到这种场合, 再合适不过, 陆小峰开口道, 我也觉得不错, 但是我对雕词不太感兴趣, 马老板既然是看好这件雕词, 为什么不出手? 马仁杰笑着道, 既然陆老板不愿出手, 说吧,马仁杰举了牌, 七万八, 很快,又有其他人加价, 马仁杰的价格落了下去, 但他并没有在意, 陆小峰盯着马仁杰, 他能感觉到, 对方并不是真心实意, 想要买下这件雕雕, 之所以举牌, 不过是应付陆小峰罢了, 马仁杰这样做, 也实在是太敷衍了吧, 陆小峰转身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两人都没有说话, 这件雕词以十万六千块的价格成交, 陆小峰看到这里, 不由皱眉, 如果都是这种情况的话, 他实在不愿意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毕竟只有第一件翡翠是真品, 后面都是艳品, 或者是带有瑕疵的, 还有什么意思? 江峰火送上了第四件拍品, 这是一件明代永乐铜流金金刚持像, 陆小峰跟着人群走过去, 他伸手触碰在这尊金刚持像的身上, 看到胶筑雕像的过程, 这才松了一口气, 陆小峰能够感觉到, 帮助江家兄弟设计这场拍卖会的人, 真是耗费了不少心思, 前面有真品艳品掺杂在一起, 又出现了瑕疵品, 现在拿出一件真品出来, 而且是一件价值高昂的明代佛像, 这其实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 这场拍卖会前后, 各种宝物价格相差巨大, 看起来不像是精心设计过的, 江家兄弟肯定不懂古董, 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果不其然, 江峰火宣布一百万起拍,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现场几乎沸腾了, 现场很多人都觉得, 这场拍卖会来得直了, 这些东西就是江玉祥遗留下来的, 有不少人甚至已经彻底放下了戒备的心思, 一百零五万, 一百零八万, 一百一十万, 吉永询问现场的情况, 陆小峰拿着手机, 巨石回复了过去, 不过, 吉永收到短信之后, 就没有了声息, 这让陆小峰不清楚, 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 沈子明见到现场反应激烈, 低声问道, 这尊佛像是真品吗? 陆小峰点头, 明代永乐年制, 这件佛修造型简约, 宝箱庄严, 金色厚重, 是一件精品, 沈子明立即就能做出判断, 这尊佛像至少价值三四百万, 现场报价越来越高, 陆小峰来到这里, 还没有任何收获, 这让他有点不甘心, 等这尊佛像的价格到了两百万, 现场报价的人少了很多, 陆小峰参与了报价, 但他的报价极为谨慎, 一般都是一万一万加上去, 这尊佛像价格达到两百八十万时, 现场愿意开价的已经不多了, 大家来到这里都是想要赚一笔的, 如果觉得赚得少, 很多人就不愿参与了, 毕竟古董的价格波动幅度实在太大, 哪怕是估价三四百万, 拿到另外一场拍卖会上, 也不一定会达到这个价格, 再扣除手续费, 亏本都是有可能的, 陆小峰纯属是看好这尊佛像, 他想要请回去, 因此一直很坚定的加价, 陆小峰现场爆出三百万的价格, 现场没有人开口了, 这尊佛像最终被陆小峰请走了, 江涵山看到陆小峰的方向, 面上满是笑容, 他觉得陆小峰参与到拍卖里, 这就是完全跟他们和解的信号, 最为重要的是, 陆小峰买下了宝物, 接下来就不可能把这件事情通知江雨昕, 这对大家来讲都是好事情, 陆小峰本以为江家兄弟接下来会收敛一点,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五件瓷器书画全部都是赚品, 可是现场很多人是没有鉴定出来的, 他们激动的加价, 他们觉得这是江雨昌遗留的宝物, 肯定是真品, 因此大家都抢着要, 不过这些人冲动又克制, 他们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出价, 不至于高出市场价,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全部都是赚品, 接连拍卖了十多件之后, 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陆小峰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他以为这场拍卖很快就要结束, 没想到江峰火接二连三地拿出了拍品, 在经历了之前的狂热之后, 大家渐渐冷静下来, 因为大家不觉得江雨昌会留下这么多的宝物, 江雨昌名气不小, 大家跟他也都很熟悉, 作为一般的古玩商人, 手上能收藏几件好东西就已经不得了, 像是刘俊平, 之前买下桃楼之后, 手上的流动资金就不充足了, 很多人都清楚, 江雨昌临终之前, 他买了三套房子分给了儿女, 这样算下来, 江雨昌能够留下的宝物, 应该是没有多少的, 江峰火和江寒山两人拿出的宝物, 实在是太多了, 从第十五件拍品开始, 现场很多人就不再参与拍卖, 现场出现了第一次流拍, 江寒山本来还没有太过在意, 他觉得是大家的情绪调动不够, 可能是拍卖时间太长, 大家都太过辛苦了, 但是接连两件拍品出现流拍现象, 江寒山就意识到问题了, 他不禁频频看向马仁杰的方向, 马仁杰满事无奈, 他伸手在大腿上妈撒, 很焦急, 江寒山一咬牙, 他转身走过去, 跟江峰火语了几句, 江峰火拿出了第十七件宝物, 这是一件惊气, 现场没有人上前, 大家似乎都不再感兴趣, 现场氛围凝重起来, 马仁杰没有办法, 只能朝着陆小峰道, 陆老板,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陆小峰回头, 见到马仁杰面上有些忐忑, 这让陆小峰越发确定下来, 江家兄弟做这件事情, 有马仁杰的参与, 他这时候, 想要给江家兄弟解围, 陆小峰本来不想上前, 但是他盯着惊气看了一眼, 又联想到江寒山刚才的行动, 他隐隐感觉到, 这件惊气可能是真品, 陆小峰站起身来, 这让马仁杰非常高兴, 他连忙跟着站起身来, 走了过去, 这是一件瓜形扳手碑, 形状像是被切了一半的香瓜, 瓜形有六条棱, 碑耳上有如意形状的镂空, 碑底赞刻了蝉枝花卉纹, 花叶繁茂, 看起来富丽堂皇, 陆小峰端起这只纯金的瓜形扳手碑, 看到了碑子的制作过程, 他能够看得出来, 这只碑子是南宋所造, 应该是南宋权贵所用的酒碑, 陆小峰掂量了一下, 这只碑子重量超过一斤, 哪怕是按照纯金的价格计算, 这只扳手碑也要价值十几万, 看来, 江家兄弟真是下了血本, 想要用这件纯金酒碑吸引大家的注意, 马仁杰真是看了两眼, 连碰都没有碰一下, 就跟着陆小峰转身离开了, 两人刚刚落座, 江涵山就开口道, 这件南宋瓜形扳手碑, 起拍价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陆小峰能够清楚看到, 马仁杰张口想要说话, 他率先道, 十万, 马仁杰顿时愣住了, 他回头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满是诧异, 陆老板看中了, 陆小峰笑道, 马老板不用管我, 你自己拍自己的, 马仁杰盯着金杯子看了看, 举起了手里的牌子, 十一万, 陆小峰立即举牌, 十二万, 现场很安静, 只有他们两人的声音, 马仁杰看到陆小峰, 咽了咽唾沫, 没有再加价了,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继续加价, 他就会被大家当成江家兄弟的托儿了, 马仁杰真是想要扇自己一巴掌, 因为刚才是他邀请陆小峰一起上前去的, 现在陆小峰报价, 他如果一直加价的话, 这让大家怎么想, 大家肯定觉得, 马仁杰跟陆小峰是一伙, 两人都是托, 想要吸引大家上钩, 如果他继续加价, 大家肯定更加确定这个想法, 那么后面, 他就不能再出面了, 马仁杰盯着前面的南宋纯金瓜形般手杯, 感觉心里在滴血, 这件金器至少价值大几十万, 现在没有人出手, 岂不是要被陆小峰剪漏? 不过, 非常时期, 马仁杰没有任何动作, 江涵山瞪直了眼睛, 双眼几乎要瞪出来, 可是马仁杰仍旧没有任何动作, 这让他非常难受, 他很想宣布, 留拍, 但是陆小峰已经报价, 他不可能反悔, 等了许久, 现场没有任何声音, 陆小峰开口道, 江老板, 不成交吗? 江涵山一抬头, 见到马仁杰的事宜, 他只好无奈道, 成交? 江涵山心里默念, 小不忍责乱大谋, 他们今天获取的利益已经不少了, 就算是赔了这一件, 他们也能够赔得起, 接下来, 江涵山并没有急着宣布, 他看向大家, 开口道, 时间已经不早了, 大家可能有点累了, 我感觉大家好像都没有精神了, 不过, 我父亲的确是留了不少好东西, 还剩下几件, 已经不多了,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现场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精神, 但是陆小峰却来了精神, 因为他感觉机会已经到了, 如果能够把剩下的珍品买下来, 至少能让他们这些人少赚一点, 本来, 陆小峰还觉得马仁杰好心请他们过来, 没想到马仁杰并非是想要结交他, 而是想要谋算他, 第十八件宝物, 是清代乾隆年质访官瑶三连葫芦, 这只瓶子造型奇特, 是三只葫芦合在一起的形状, 白右上面有裂纹, 看起来造型古朴, 陆小峰再次上前, 这一次, 沈子明跟着他一起上去, 陆小峰拿起这件葫芦瓶看了看, 确定这又是一件真品, 这让有点怀疑幕后主使者的智商, 像是这种真品, 难道不应该早点拿出来吗? 难道他们以为放在后面, 拍卖价格会高昂很多? 不过, 正常的拍卖会, 的确是最后的价格最高, 但是现在, 大家都不信任他们了, 谁都不愿意拍了, 但是又没有人揭穿, 因为这是各自的眼力问题。 走回座位,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陆小峰点头, 示意沈子明准备拍卖, 不买白不买, 江寒山开口道, 清代前龙年制访官窑三连葫芦瓶, 起拍价五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话音刚落, 沈子明直接举起牌子, 二十万, 哄, 现场突然爆发出哄笑声,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显然, 大家都把沈子明当成了托儿, 因为五十万的起拍价肯定是有问题的,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价格肯定是江寒山临时起义, 抬高了起拍价, 沈子明作为同伙, 却不清楚江寒山把起拍价抬高了, 开头喊出了原价, 江寒山面色难看, 他冲着沈子明怒声道, 滚, 你给我滚出去, 沈子明站起身来, 朝着众人拱手, 诸位, 实在对不住, 我只是觉得, 氛围太过低迷, 给大家开个玩笑, 大家不要太在意, 说吧, 沈子明又看向江寒山的方向, 我现在出价五十万, 刚才确实是开玩笑, 我觉得大家都要睡着了, 想要让大家清醒一下, 如果江老板仍旧觉得有问题, 我现在可以出去, 江寒山尽管内心愤怒, 但是终于碰到有人愿意报价, 他不可能把沈子明往外推, 更何况, 沈子明跟江雨昕一起开公司, 如果沈子明恼羞成怒, 直接给妹妹打电话, 妹妹跑来这里闹事, 他们可吃不消, 江寒山只好点头, 现在这位先生报价五十万, 还有更高的吗? 马仁杰终于还是没能忍住, 五十一万, 沈子明分毫不让, 五十二万, 陆小峰转头看了马仁杰一眼, 这位终于算是现身了, 刚才他都没有上去, 查看这件葫芦瓶的情况, 现在直接拍卖, 显然是暴露了, 不过, 像是眼前这件葫芦瓶, 真正的价值至少过百万, 现在要五十万卖出去, 马仁杰不舍的是正常的, 马仁杰继续道, 六十万, 沈子明笑道, 六十一万, 现场竞价激烈, 坐在旁边的吃瓜群众, 却看得津津有味, 大家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不免觉得诧异,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完全就是两个拖内讧起来了, 不管是沈子明, 还是马仁杰, 他们都是拖, 怎么还一起抬价呢? 难道他们以为, 大家都是傻子吗? 他们以为这样闹内讧, 就有人会上当吗? 没想到, 现场还真是有一位, 突然举起了手里的牌子, 六十二万, 现场顿时再次安静下来, 大家都看向那人的方向, 满是惊讶,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确定, 将寒山两人压根就是在设局, 想要哄骗大家, 他拿出来的都是赝品, 现在报价, 完全就是接盘啊。 沈子明伸手想要举牌, 被陆小峰按住了, 陆小峰朝着沈子明眨眼, 马仁杰则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他直愣愣地看向对面, 完全没有反应, 这短暂的停顿, 让对面举牌的那位, 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本来只是想要凑个热闹, 压根没有想要参与, 没想到现在竟然可能会砸在他的手里, 这实在是太难了, 大家都像是看傻子一样看向对方。 许久, 马仁杰终于反应过来, 连忙举牌, 六十五万, 沈子明跟着举牌, 六十六万, 刚才举牌的那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大家也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马仁杰和沈子明两人再次杠了起来, 两人相互加价, 价格很快就到了八十万, 沈子明直接到八十五万, 马老板, 你如果加价的话, 你就买走吧, 我们平时关系也算是不错, 就当作说把这件葫芦瓶让给你了。 马仁杰看向沈子明, 面上表情惊异不定, 其实, 现场有不少人都是马仁杰邀请过来的, 如果他坐实了当托的身份, 那么这些被他邀请过来的人, 以后还会再相信他吗? 马仁杰家里是做古玩生意的, 也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有如此广阔的人脉, 现在, 如果他买下来, 那就坐实了这件事情, 他不得不考虑, 等了好一会儿, 马仁杰道, 既然沈老板想要, 那就让给你吧。 马仁杰不说这话还好, 说了这话, 就更让大家觉得他是托了, 因为本来五十万的底价, 马仁杰把价格抬高到八十五万, 这时候说是不买了, 这不就是托应该做的事情吗? 沈子明拿下了这件仿官姚葫芦瓶, 他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他拿下来的价格并不高, 这件葫芦瓶如果运作得好, 价格至少能翻倍, 沈子明甚至压根不需要送到拍卖行, 他只需要把葫芦瓶交给沈一鸣, 就能赚到一大笔, 这也是沈子明愿意出高价买好东西的原因, 只要有把握赚钱, 他买回去就肯定能够处理掉, 接下来江寒山又拍了几样东西, 陆小峰每次都上前去看, 这些都是赚品, 现场也没有人进拍, 一直到最后一件, 剩下足足八件宝物, 全部都留拍了, 最为重要的是, 这八件宝物都是赚品, 江寒山宣布拍卖结束, 很多人都朝着江寒山围拢过去, 大家需要付钱带走宝物, 也想要趁早离开这里, 陆小峰排着队, 带走了自己买下的两样东西, 沈子明同样刷卡付款, 一场拍卖下来, 陆小峰感觉自己收获很大, 至少他对于拍卖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江峰伙和江寒山这是完全玩脱了, 如果他们把数量压缩, 多拍一些精品, 他们是完全可以赚更多的, 不过, 他们这一次应该是赚了不好, 但是被陆小峰和沈子明咬下了一大口, 他们尽管心有不敢, 却不敢生账, 陆小峰确定他们买下的东西没有问题, 签子离开了这里, 回到酒店, 已经到了凌晨四点多钟, 陆小峰洗洗澡就睡了, 第二日一早, 陆小峰就被电话吵醒了, 吉永和刘俊平要来找他, 想要问一问昨天的情况, 陆小峰无奈, 只好强打精神起床, 他给沈子明打电话, 没有打通, 显然沈子明还在睡觉, 陆小峰又联系了林若仪, 确定林若仪带着江雨昕已经回到中海,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陆小峰吃了早饭, 赶到茶馆, 吉永和刘俊平已经坐着等他了, 吉永忍不住问道, 昨天到底怎么回事, 陆小峰只好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吉永和刘俊平两人目瞪口呆,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刘俊平看向陆小峰, 竟然有后面发生的这种好事,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陆小峰理所当然道, 因为现场的真品太少了, 压根不够分的, 我和子明一人分一件, 已经算是不错了, 刘俊平忍不住叹息道, 真是后悔, 我昨天应该赶过去的, 吉永扫了他一眼, 你赶过去做什么, 你想要去打草惊蛇吗, 刘俊平笑了笑, 真是没有想到, 他们兄弟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小峰分析的很有道理, 他们两个就算是有这样的头脑, 也没有路子, 必须要跟别人合作, 马仁杰的确是很好的合作对象, 吉永叹了一口气, 谁都没有想到, 江玉祥离开之后, 事情变化这么快, 他们这是自觉道路啊, 其实, 凭借江玉祥的人脉, 他们如果在这个行业里, 能够好好做, 以后或许还会有一碗饭吃, 但是现在看来, 是不可能了, 陆小峰开口道, 纪管长, 你觉得我们这个行当很好吗, 或许对我们这些人来讲, 这个行业是非常好的, 让我们生存, 让我们赚钱,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 他们鉴定水平不高, 该怎么让他们, 在这个行当里生存下去, 纪管长愣住了, 这才恍然想起, 江家兄弟两人, 都跟这个行业无缘, 所以他们做完这笔生意之后, 不会有任何留恋, 陆小峰看向两人, 两位老哥, 我和子明在这里也待了很长时间, 我们最近可能就要离开了, 刘俊平看向陆小峰, 你如果不说这个问题, 我差点就觉得, 你们也是精灵人了, 小峰, 难道你就没有考虑, 在精灵买两套房子吗, 陆小峰惊讶看过去, 为什么买两套, 刘俊平道, 你和沈子明经常来精灵, 完全可以买两套作为投资, 最为重要的是, 狡兔三窟, 已经结了婚, 多几套房子的好处, 你就知道了, 陆小峰看过去, 你养了几方, 刘俊平摆手, 胡说八道, 我这是为了在吵架以后, 至少还有个住的地方, 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吉永接到电话, 有人想要请他帮忙鉴定, 吉永挂断电话之后, 他看向陆小峰, 昨晚拍了东西的, 陆小峰问道, 是哪样宝物, 吉永道, 正板桥的竹石图, 听到这话, 陆小峰顿时愣住了, 你都知道那是赝品了, 为什么还要让他过来, 刘俊平伸手拍了拍陆小峰的肩膀, 笑着道, 小峰,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直接在电话里说, 那是赝品, 对方会怎么想, 对方可能会想, 你这是在敷衍, 纪管长跟对方见面之后, 仔细看过这幅画, 然后告诉对方, 这是赝品, 接着在收对方一笔鉴定费, 对方不仅感恩戴德, 还会觉得纪管长尊重他, 陆小峰顿时愣住了, 他还真是没有考虑那么多, 但是仔细一想, 的确很有道理, 很快, 吉永走了出去, 包厢里只剩下陆小峰和刘俊平两人, 刘俊平开口问道, 昨晚过去一趟, 你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有没有买到什么好东西, 你可以直接转手卖给我, 我绝对给你高价, 陆小峰有些迟疑, 他的确是买了两件宝物, 这两件宝物价格都不低, 当然, 对陆小峰来讲, 他并没有什么资金上的压力, 他把东西带回去收藏, 也没有问题, 见到陆小峰迟疑, 刘俊平连忙道, 小峰, 既然你打算自己收藏, 那就算了, 陆小峰笑了笑, 没有多说, 很快, 吉永走了回来, 刘俊平笑着问道, 是不是赝品, 吉永点头, 是赝品, 因为真品放在小峰手里, 那不是赝品是什么, 不过, 江家兄弟真是畜生, 我鉴定的时候, 那人一直在问候江家兄弟, 毕竟大家都是, 看在江玉祥的面子上, 才会过去的, 没想到被他们兄弟给坑害了, 江玉祥尸骨未寒, 现在肯定有不少人开始问候他了, 正说话间, 包厢的门被敲响了, 陆小峰走过去开门, 见到来人, 他不由愣住了, 因为来人正是昨晚拍下, 逐试图的那位老板, 对方手里拿着画作, 看到陆小峰也惊住了, 吉永扫了一眼, 杜老板, 进来吧, 杜启明连忙走进来, 他再次忍不住, 朝着陆小峰看了一眼, 吉永呵呵一笑, 杜老板很奇怪, 这位是陆小峰, 我们刚才在一起喝茶, 杜启明愣了一下, 我昨天一直以为这个年轻人, 是跟江家兄弟一伙的, 难道他不是托儿? 吉永笑了起来, 他当然不是托儿, 他跟江家兄弟是有矛盾的, 怎么可能去给他们当托儿呢? 杜启明瞪大眼睛, 又看向陆小峰, 昨天这位小兄弟请了一尊佛像, 又买了一件精器, 难道这两件都是真的? 他当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我记得很清楚, 陆小峰对自己的事情没有说的那么详细, 因此, 吉永他们两人并不清楚陆小峰到底买了什么, 陆小峰无奈, 只好简单解释了几句, 刘俊平笑着道, 难怪你不肯详细说清楚, 原来在这里藏着掖着, 陆小峰很无奈, 他看向杜启明, 杜老板想要跟纪管长多聊几句, 杜启明连忙道, 纪管长, 我是觉得这幅画有可能是真品, 你看着画工, 这纸张都是妥妥的真品无疑, 吉永看了杜启明一眼, 他伸手直接指向陆小峰, 这幅画的真迹在陆小峰的手里, 当初, 陆小峰买下这幅画后, 江玉祥溢价从他这里买走了, 后来, 江玉祥离开, 陆小峰又花钱从江寒山手里买了回来, 我很确定告诉你, 你这一幅是赝品, 真品就在陆小峰的手里, 杜启明拿着手里这幅画, 顿时呆住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难怪吉永过去的时候, 并没有看多久, 直接就做出了判断, 原来真品竟然在陆小峰手里, 杜启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杜启明受到了暴击, 他本来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 觉得吉永可能鉴定有问题, 没想到, 真品竟然在陆小峰手里, 不过, 他不可能怪任何人, 只能怪自己的眼力太差, 送走杜启明, 刘俊平吵着, 要去看一看陆小峰手里的宝物, 陆小峰无奈, 只能带他们回酒店, 无论是明代永乐同流金佛像, 还是南宋刮行班首碑, 对陆小峰来讲, 都是他真金白银买回来, 并不完全是简陋, 不过, 刘俊平和吉永听到陆小峰买回的价格, 还是大吃一惊, 因为在他们看来, 眼前这件同流金佛像, 完全就是明代金品佛像, 至少也要五百万, 至于刮行班首碑, 花了十二万买回来, 这跟简陋来有什么区别吗? 这件精致班首碑, 至少价值七八十万, 陆小峰说, 自己没有简陋, 这完全就是得了便宜, 还卖乖, 刘俊平见到南宋纯金瓜形班首碑, 顿时爱不失手起来, 吉永提议道, 咱们去称量一下, 我感觉这件班首碑, 就算是完全容调, 可能都要超过十二万, 三人在酒店找到了称量的器具, 他们惊奇地看到, 班首碑的重量达到七百三十六克, 看到班首碑的重量, 刘俊平看向陆小峰, 我能感觉到, 马仁杰肯定是恨死你了, 七百多克, 按照现在接近五百块的金价来算, 就有三十五万了, 你只花了十二万, 这是赚大了呀, 这件纯金瓜形班首碑, 至少价值上百万, 陆小峰笑了起来, 他对于重量估算的也不是很准, 他也没有料到, 这件纯金班首碑竟然会这么重, 难怪拍卖结束的时候, 马仁杰看他的眼神, 几乎想要吃掉他一样, 刘俊平笑道, 小峰, 你有没有想过出手这件班首碑? 陆小峰呵呵一笑, 刘老板, 你就不用费心思了, 我打算留下来, 刘俊平也不勉强, 笑着道, 小峰, 你手上的好东西不少,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全部存在家里, 陆小峰点头, 他的家里没有保镖, 只有父母在家, 他当然不可能存放在家里, 他都是把保物存在银行, 不过, 陆小峰也清楚, 这样并非是长久之计,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肯定会有更多人关注他的情况, 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是家里没有收藏宝物, 恐怕也会被有心人盯上, 陆小峰现在买的这套房子, 还算是不错, 但是物业的安保并不是非常好, 他需要尽快换一个住所, 接着, 刘俊平和吉永又去看了沈子明买到的宝物, 陆小峰本来打算跟沈子明提出回中海的事情, 没想到贺玉书的电话打了过来, 贺玉书要到酒店来看他, 陆小峰很诧异, 但还是同意了下来, 一行人在酒店的餐厅见了面, 贺玉书满面喜色, 小峰, 你这次真是发达了, 听到这话, 陆小峰莫名其妙, 他看向贺玉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贺玉书看向众人, 他满面笑容, 却闭嘴不谈, 大家各自拿着水杯, 谁都没有配合他, 贺玉书无奈, 只好到, 最近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文物修复活动, 他们有一批古话修复修复, 因为故宫的人手不够, 需要抽掉不少人钱去帮忙, 我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 我推荐了你, 陆小峰有些诧异, 推荐了我, 贺玉书点头, 小峰, 我觉得你的水平是足够了, 之所以没有什么名钱,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过故宫, 其实当初我也是从故宫走出来的, 只有去了那里, 你的水平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只有修复过故宫的古话, 大家才能知道你的实力, 陆小峰没有开口, 他并不觉得自己的水平需要经过故宫博物院的认证, 但是贺玉书说的很有道理, 只有经历过故宫博物院这个平台, 他的实力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可, 沈子明笑了起来, 小峰, 这是好事情, 我觉得, 你一定要去, 你在中海阳明, 在金陵阳明, 你只能成为古话修复师, 但是如果到了故宫博物院, 你有可能成为古话修复大师, 可能你不在乎这些虚名, 但是兄弟我需要, 以后我走出去, 我告诉别人, 我兄弟是古话修复大师, 这多有面子啊, 吉永跟着劝道, 子明说的很有道理, 我也觉得, 你有必要过去, 这是一次好机会, 要不然以你的情况, 以后想要进入故宫博物院, 压根没有任何可能, 陆小峰点了点头, 他的学历只有本科, 还是考古专业毕业, 想要进入故宫修复古话, 肯定是难度很大的, 现在故宫博物院, 一般只招收硕士以上相关专业的学生, 陆小峰显然并不满足这些条件, 陆小峰抬头看向贺玉书, 贺组长, 多谢了, 我愿意过去, 贺玉书哈哈大笑起来, 小峰, 这是一次好机会, 你既然跟人家学习, 同时也要展现自己的实力, 做人要低调, 肯定能够让你受用终身, 陆小峰点了点头, 尽管贺玉书只是帮陆小峰报名, 但是按照他的说法, 这件事情八九不离十, 因为他把陆小峰修复高科宫内附画的视频, 发给了故宫古话修复组组长, 因为事情很急, 大概三天后就会出消息, 接着就要前去报道, 陆小峰和沈子明没有耽搁, 他们驾车赶回中海, 尽快把手头的事情处理掉, 按理来讲, 遇到这样的喜事, 陆小峰应该请大家吃饭, 但是时间所剩时间不多, 大家都劝他尽快回去, 毕竟这件事要跟父母交代清楚, 回到中海, 陆小峰先把自己这才买到的几样宝物, 都存进了银行保管箱, 这才回到家里, 见到父母, 陆小峰把自己接下来, 可能要前往故宫修文物的事情说了出来, 陆嘉诚顿时站起身来, 他瞪眼看向陆小峰, 这是真事, 陆小峰摆手, 现在只是报名, 还不完全确定能不能选得上, 陆嘉诚却深知, 陆小峰如果没有任何把握, 他是肯定不会说出来的, 陆嘉诚非常兴奋, 他一巴掌拍在张素一的肩膀上, 老婆子, 你听到没有, 小峰要去故宫了, 张素一瞪眼, 我耳朵又不聋, 我当然能够听到, 你这么大力气, 拍我做什么? 张素一显然也非常激动, 他拉着陆小峰, 反复追问,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陆小峰很无奈, 还没有完全确定, 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 张素一郑重点头, 小峰, 你是不知道, 我最近去了公园香精角, 看到人家女方的条件, 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你虽然长得不错, 也能赚不少钱, 但是距离人家的要求, 还有很大的差距, 你买了房, 买了车, 但你没有户口, 这一次, 你去了故宫修文物, 我觉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陆小峰却大吃一惊, 妈, 您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你担心我找不到女朋友吗? 张素一摇头, 我不担心你找不到女朋友, 我只是想要看一看, 你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咱们应该找什么样的家庭? 其实, 晚秋那个姑娘还是很不错的, 但我觉得你配不上人家, 人家那么乖巧懂事, 画画也很好, 你不行, 陆小峰呆住了, 我怎么就不行了? 张素一翻了翻白眼, 她不屑道, 你经常满身酒味香水味回家, 还经常夜不归宿, 你以为我们都是睁眼下? 像是晚秋那么好的姑娘, 以你的情况, 怎么可能配得上? 我觉得, 我要帮晚秋找一个更般配的, 你就算了, 陆小峰皱眉, 他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在母亲眼里, 竟然会是这样的形象, 陆嘉诚竟然跟着点头, 一副深以为然的样子, 陆小峰无可奈何, 只能再次叮嘱道, 这件事情没有定下来, 你们可千万不要说出去, 万一没有做成, 岂不是要傻眼? 对了, 我最近打算换房子, 咱们不能住在这里, 不安全, 张素一瞪眼, 换房子? 你才买了这套房子几天, 这就想要换房子了, 陆小峰点头, 最近买了几样东西, 有点贵重, 我怕被别人盯上, 你们住在这里不安全, 咱们换一个更隐蔽一点的住所, 这样我也能放心, 陆嘉诚和张素一顿时紧张起来, 张素一抓住陆小峰的胳膊, 小峰, 你跟我们说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你是不是贩卖那个啥了? 陆小峰摆手, 你们不要想太多, 真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张素一瞪眼, 既然这样的话, 为什么你说这里不安全? 这段时间, 你店里都没有做生意, 一直待在精灵鬼混, 你都没有生意, 怎么赚来这么多钱买房子? 陆小峰看向母亲, 你不要胡说, 我在精灵怎么就鬼混了? 张素一盯着陆小峰, 你现在眼圈发黑, 整个人瘦了一圈, 不是出去鬼混是干什么了? 陆小峰很无奈, 我这是赶路, 回来累到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 等我有空带你们去银行, 算了, 给你们看几个视频吧。 说吧, 陆小峰打开手机, 把自己最近买来的几样东西介绍了一番, 这是东汉时期的青铜卡齿, 王莽发明的是国家一级文物, 价值不可估量, 至少几千万, 这是西汉时期的青铜透光镜, 在阳光下, 能够看到背面的文饰, 价值千万。 陆小峰给父母介绍了自己这次的收获, 父母两人面面相去, 陆嘉诚看向陆小峰, 你老实交代, 是不是去抢博物馆? 陆小峰无奈, 只好把自己在精灵的经历讲了一遍, 张素一听完之后, 忍不住道, 那你买来这些东西, 还是有问题啊, 陆小峰点头道, 正因为如此, 我才没有跟你们说清楚, 就怕你们会把说出去, 张素一连忙摇头, 既然你都已经这样说了, 我们肯定不会说出去, 不过, 这样算起来, 你的年薪可能被我说少了, 难怪相亲缴那些老太太都嫌弃我, 觉得我是从农村来的, 不愿跟我多聊, 陆小峰看向母亲, 您还惦记这件事情呢, 下次可千万不要过去了, 张素一笑了笑, 知道了, 我不过去了, 其实, 你不清楚, 咱们小区也有几个单身女孩, 我觉得还算不错, 可是我又觉得, 你现在这么诈, 把人家好女孩介绍给你, 让你给糟蹋了, 陆小峰站起身来,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 陆小峰很无奈, 他和沈子明情况不太一样, 沈子明是父子俩都一个样, 上梁不正下梁歪, 没人管他们, 但他还有父母管着, 很显然, 母亲大概是早就看不顺眼了, 但是一直憋着没有机会说出来, 现在终于逮着了, 说话家枪带棒, 想要逼着陆小峰改正, 第二日, 陆小峰联系了祝婷婷, 让她帮忙看房子, 祝婷婷瞪眼看向陆小峰, 老板, 我是在你店里上班, 我可不是你的私人助理, 陆小峰道, 接下来, 店里会暂停营业一段时间, 你可能没有事情做了, 祝婷婷皱眉,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拿不到提成, 只拿基本工资, 那就太少了呀, 老板, 我帮你看房子, 不仅要跑腿, 还要倒贴车费, 油费, 你看是不是可以补偿一点, 陆小峰道, 等我把事情办完, 如果你选的房子, 能够让我满意, 补偿不是问题, 如果不满意, 那你怎么办, 祝婷婷笑着靠近过来, 一股悠悠的香气扑面来, 她压低声音, 魅惑道, 你就以身相许呗, 祝婷婷今天穿着黑色职业装, 已经降到了十度左右, 她仍旧穿着肉色丝袜, 今天为了见陆小峰, 她特意化了妆, 妆容精致, 很有魅力, 小妖精, 反推我之心不死, 陆小峰呵呵道, 想得真美, 这段时间, 我不在这里, 你完全可以去帮沈子明拍短视频, 再赚一封外款, 祝婷婷忍不住问道, 老板, 你究竟是要去哪里, 为什么沈子明没有跟着过去, 陆小峰道, 我去故宫修文物, 祝婷婷瞪大了眼睛, 面上满是诧异, 老板, 你这也太强了吧, 修文物都修到故宫去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老板, 我会等你回来的, 陆小峰瞪眼, 不要乱说话, 听着怎么像我去了监狱一样, 祝婷婷哈哈大笑起来, 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因为她很清楚, 如果陆小峰从故宫回来, 店里生意肯定会火爆起来, 到时候, 她的提成肯定不会少的, 陆小峰叮嘱祝婷婷, 把她买房的要求, 仔细说了一遍, 祝婷婷悠怨道, 作为员工, 只能接受资本家的剥削, 眼睁睁地看着老板买别墅买豪车, 以后, 还有可能买飞机, 老板, 我给你当生活助理好不好, 陆小峰摆手, 行了, 不要在我这里胡说八道,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陆小峰又联系了宁婉秋, 宁婉秋仍旧在忙碌, 她是个非常勤奋的人, 每天不是在创作, 就是在构思, 对于陆小峰的邀约, 宁婉秋很愉快地映了下来, 陆小峰坐在宁婉秋的对面, 突然感觉好像配不上宁婉秋, 但是她很快反应过来, 这都是假象, 陆小峰告诉宁婉秋, 自己接下来可能要前往故宫博物院的事情, 宁婉秋非常兴奋, 好啊, 这是好事情, 我马上也要去美院进修半年, 咱们刚好可以做办, 我本来还在想着, 这件事情该怎么跟你说, 没想到也要过去, 我真是太高兴了, 陆小峰很兴奋, 她看着宁婉秋清水芙蓉般的面容, 忍不住问道, 老师知道这件事吗, 宁婉秋笑道, 你是不是傻, 这件事情就是老师安排的, 陆小峰点头, 真好, 没想到咱们会在首都会合, 你到时候出来住吗, 我估计我应该不会加班, 这样每天都能见面了, 宁婉秋面上有些羞涩, 我住在宿舍, 可能不是每天都有时间, 到时候你联系我吧, 如果有时间, 咱们就一起出去吃饭, 陆小峰问道, 为什么要住宿舍, 宿舍多不方便, 那么多人, 宁婉秋道, 我是博士生, 我们都是单独一间,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 条件还是不错的, 陆小峰一时间无话可说, 宁婉秋比陆小峰要晚几天才会赶过去, 因此, 陆小峰倒是可以在首都迎接宁婉秋, 两人吃了饭, 一起出去逛了一圈, 宁婉秋就急匆匆回家了, 她要回家绘画, 陆小峰提前约了苏老师, 之前, 陆小峰帮刘俊平鉴定了店里的东西, 临来之前, 刘俊平送了陆小峰两块鸡血石, 让陆小峰自己请人客张, 陆小峰在秦淮河畔绘画, 他的印章非常普通, 刘俊平早就记在心里, 因此, 特意买了两块鸡血石, 送给陆小峰, 这两块鸡血石质量很不错, 每块都要价值十来万, 刘俊平很用心, 陆小峰打算借花献佛, 把其中一块送给老师, 顺便请老师帮忙, 找一位鸢客大师, 帮他雕刻一下, 陆小峰把鸡血石送给苏老师的时候, 苏老师果然是反对的, 当陆小峰拿出另外一块鸡血石, 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苏老师立即答应了下来, 其实, 如果请好的鸢客大师, 鸢客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但是书画不分家, 苏老师肯定认识不错的鸢客大师, 甚至可能不收费, 当然, 陆小峰算是占了便宜, 陆小峰提出, 他接下来要前往故宫博物院的时候, 苏老师盯着陆小峰的眼神, 明显带着不善, 陆小峰连忙把自己最近的作品拿了出来, 老师, 我最近都有练习的, 您就放心好了, 我肯定不会放松学习的, 苏老师摇头, 你知不知道晚秋要去中央美院的消息, 陆小峰点头, 他随即反应过来, 连忙道, 老师, 这真是巧合, 我是昨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苏老师看着陆小峰的眼神, 明显带着不信任, 好一会儿, 苏老师开口道, 小峰, 如果你真是想要追求晚秋, 我绝对不会阻拦你, 但是你一定要珍惜他, 晚秋一直在大学里成长, 从未接触过外界, 他的世界很单纯, 我不希望他受到任何的伤害, 陆小峰连忙道, 老师尽管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 苏老师点了点头, 行吧, 既然你有自己的事情, 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我知道在故宫修复古画, 是不用加班的, 既然是这样, 你应该也有时间绘画, 两天交一幅作品, 可以吗? 陆小峰无奈, 这也太多了吧, 我到了那边, 可能要逛一逛景点, 还要去古玩市场上转一转, 时间不是很充裕, 苏老师盯着陆小峰, 没有开口, 好一会儿, 陆小峰无奈到, 四天一幅画, 可以吗? 苏老师点头, 一周两幅画, 毕竟你周末休息, 陆小峰连忙点头答应了下来, 其实, 这个工作量已经很大了, 但是老师明显已经做好了决定, 不给他反对的机会, 从老师那里离开, 陆小峰松了一口气, 他又去了沈家店里, 沈一鸣坐在店里, 见到陆小峰进门, 顿时笑了起来, 小峰, 这是忙完了, 陆小峰点了点头, 总算是告一段落, 向老师请了假, 沈一鸣道, 听说你们这一次又简陋了, 这一次过去, 赚了不少吧, 陆小峰点头, 子明不是也赚到了吗? 沈一鸣哈哈大笑起来, 他带回的几样东西, 都让我帮他处理掉了, 收获不小, 前前后后加起来, 赚了接近两百万, 陆小峰很诧异, 这么多, 陆小峰之前没有仔细算, 但是仔细一想,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陆小峰能够帮沈子明卖出高价, 自然就能够赚得更多一些, 说话间, 沈子明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笑着道, 小峰, 你这次去故宫, 等你安顿好了, 我肯定要去找你的, 陆小峰笑了笑, 我在考虑, 到了那边, 我住在哪里? 沈子明笑着道, 他们肯定会安排宿舍, 但是住宿条件应该不太好, 毕竟那里寸土寸金, 如果安排在附近, 条件肯定一般, 如果安排太远, 通勤时间又太长, 我倒是觉得, 你不如直接住酒店, 无论是吃饭, 还是健身运动, 都非常方便, 说吧, 沈子明朝着陆小峰眨了眨眼睛, 陆小峰没有搭理, 他明白, 沈子明眨眼的意思, 肯定带颜色, 沈一鸣笑着道, 小峰, 你压根不需要担心这些, 出门在外, 只要手上有足够的钱, 这些还是问题吗? 以你现在的财富,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陆小峰点头, 其实, 我想买个四合院, 沈一鸣父子顿时瞪眼看过来, 沈子明道, 凡尔赛,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这段时间我不在, 你只能自己寻找拍摄素材了, 沈子明笑了起来, 我手上还有一部分素材, 没有来得及放出去, 不过, 现在我们的账号粉丝, 已经达到了两百万, 需要有变现的手段,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现在公司还没有盈利, 目前剩下的钱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沈子明算了算, 估计还能维持半年左右, 到时候就必须要变现了, 陆小峰道, 我觉得, 你完全可以不急着变现, 等粉丝基础稳定一点之后, 再进行变现, 现在看似有一定基础, 但是并不牢靠, 毕竟我们做短视频的时间不长, 沈子明点了点头, 我再跟江雨昕商量一下, 这一次, 你去故宫, 可以考察一下他们的文创产品, 我觉得, 他们做得很好, 陆小峰点头, 他当然知道这一点, 只是故宫文创需要足够的历史文化底蕴, 更需要专业的文创团队, 这个投资可不小, 不过, 他们一开始也不可能把摊子完全铺开, 完全可以一点一点来, 沈一鸣叮嘱道, 小峰, 你做事向来稳妥, 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赞赏, 但是到了那里, 高手云解, 你不要太过低调, 沈子明直接打断道, 老沈, 你这完全就是好为人师, 小峰什么不懂, 还用你来教, 老头子, 你在教我做事, 沈一鸣瞪眼, 信不信我打你,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老沈完全搞不清楚你的状况, 不要听他的话, 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就行了, 按照贺玉书的原话, 你现在即便不是全国前三, 也应该是全国第四, 压根不用理会这些糟老头子乱说, 沈一鸣问道, 贺玉书是谁, 沈子明道, 精灵博物院书画修复组的组长, 沈一鸣顿时不说话了, 他感觉自己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贺玉书显然比他更有说服力, 陆小峰笑了笑, 我明白, 正说话间, 陆小峰接到了贺玉书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 名额已经确定, 陆小峰后天就要前去报到, 贺玉书叮嘱他不要迟到, 此时, 精灵博物院书画修复组办公室内, 现场氛围压抑, 左锦山瞪眼盯着眼前空荡荡的桌面, 面上恼怒到了极点, 谢震同样恼火, 他本来以为左锦山刚刚犯事, 这个名额他是十拿九稳, 没想到竟然被陆小峰截胡了, 这时候, 贺玉书并不在, 谢震忍不住朝着师父抱怨道, 老师, 组长他是怎么考虑的, 像是这种学习机会, 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内部的人前去吗? 贺组长为什么要让给一个外人? 左锦山忍不住抬头看过去, 他家里是有关系的, 早就知道有这个名额, 他也一直在守着这个名额, 现在到手的鸭子飞了, 左锦山同样恼火, 张锦趴在桌子上, 不知道在考虑什么, 但同样在听他们的对话, 老高无奈, 你如果真是有想法, 那就跟老贺沟通一下, 或许他就能够理解你的想法了, 不过, 这一次, 我倒是很支持老贺的做法, 他把名额给了陆小峰, 这是应该的, 谢震不满道, 为什么? 他又不是咱们的人, 凭什么给他? 老高呵呵一笑, 谢震, 如果你的眼界还是只有这么大点, 我觉得你以后也不会有太大的出现, 陆小峰固然是签合同, 他是临时工, 但是一个临时工的技术比你强, 你觉得自己有脸面看不起人家吗? 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 陆小峰压根就不愿意待在这里, 我相信老贺早就跟秦馆长商量过, 想要给陆小峰转正, 只是人家不愿意罢了, 谢震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陆小峰的修复水平的确是很高, 如果在外面, 肯定能够赚到不少钱, 进入体制内, 反而影响到他的发挥, 拒绝是正常的, 老高继续道,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 老贺把这个名额给了陆小峰, 这是想要留下一点香火情, 这点香火情, 难道是留给老贺自己的吗? 还是说香火情是留给我的, 谢震看向老高, 老高头发花白, 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他一辈子在书画修复组兢兢业业, 虽然没有太大的成就, 但也算是有苦劳, 老贺的年纪同样不小了, 以他的身份, 即便是想要教好陆小峰, 也有很多的途径, 这个名额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真提到香火情的话, 那就应该是针对他们这个书画修复组的, 谢震皱眉, 您的意思是说, 陆小峰以后可能过来担任组长, 老高无奈叹息, 你们几个真是没有出息, 贺组长跟我谈起后面的事情, 他提到明年要多招收几个新人, 我是完全赞同的, 你们只想到陆小峰抢夺资源, 但是你们没有想过, 就算是你们去了故宫, 又能学到多少东西, 我敢跟你们打赌, 以陆小峰的水平, 他到了故宫, 能够学会更多的东西, 以后他还会投套暴力, 回到我们这里来传授, 难道你们, 还没有看明白吗? 老高说完, 就闭上了嘴巴, 谢震三人却心神俱正, 他们这才明白贺组长打的主意, 他这是想要培养陆小峰, 想要让陆小峰回来给他们教课, 左锦山面色难看, 他的关注点, 却放在了招收新人的事情上, 如果真是招收新人的话, 他们可没有多少优势, 张锦则是看了老高一眼, 眼前恍然出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 行云流水般的修复手法, 让人看着痴迷, 一切再次平静下来, 三个年轻人都心潮汹涌, 陆小峰并不知道这些, 江雨昕和筑婷婷拉着他去了商场, 他们要帮陆小峰买衣服, 在前往首都之前, 把陆小峰整翅一番, 顺便给他买一些高档的服装, 陆小峰很无奈, 他对这些并不在意, 觉得舒服就行, 但是沈子明很坚持, 他觉得, 不能让陆小峰过去丢人, 一定要展现足够的风采, 如果不能在修复水平上震慑他们, 那就用一身名牌衣服, 如果一套名牌不够, 那就两套, 三套, 再加一块价值百万的腕表, 终于到了出发的这一天, 陆小峰在家里收拾了一番, 他跟父母告别, 父母却坚持, 要送他下楼, 到了楼下, 陆小峰顿时惊呆了, 因为在单元门的两侧, 站了不少的叔叔阿姨, 这些人都盯着陆小峰的方向, 好像专门在等候他一样, 陆小峰愣了一下, 他转头看向母亲的方向, 正想要开口询问, 没想到张素一已经大声道, 各位街坊邻居, 我们家小峰今天就要出发去故宫了, 他要去故宫修文物, 站在两侧的叔叔阿姨, 全都鼓起掌来, 陆小峰连忙拱手, 大家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有阿姨大声道, 这孩子真是有出息, 都能去故宫修文物了, 这得有多大的本事啊, 我们家孩子, 如果有这孩子一半的本事,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家那个厂子也才三千多人, 他都管不好, 你们家孩子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们家孩子才是真的不行, 整天就知道打游戏, 还要靠打游戏挣钱, 我们能住在这里, 都是靠他打游戏赚来的, 我家孩子是搞直播的, 每天就知道蹦蹦跳跳, 也就自己买了两三套房子, 都是吃青春饭, 能有什么出息, 我就希望他能找个安稳工作, 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我们家今年二十六, 我都着急死了, 整天就知道宅在工作室打游戏, 还参加了什么战队, 陆小枫转身看向张素一, 张素一却丝毫不觉得尴尬, 他笑着道, 小枫这孩子也就能够修点东西, 没有什么大本事, 不过我要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我们可能要搬走了, 孩子老是嫌现在的房子太小, 非要再买一套, 买那么多房子能干什么, 又不能吃, 现场有人附和起来, 就是啊, 买那么多房子又不能吃, 有什么用? 陆小枫看着这群叔叔阿姨,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母亲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变得这么凡尔赛, 面对这样一群凡尔赛本赛, 每天遭受这样的折磨, 母亲能够撑下来, 已经算是不错了, 陆小枫不愿跟这些人浪费时间, 他拉着箱子逃走了, 到了小区门外, 沈子明已经在等他了, 陆小枫本来是不打算让沈子明送行的, 但是沈子明坚持要把他送到机场, 坐进车子里, 陆小枫忍不住吐槽刚才的见闻, 沈子明笑了起来, 老头老太太在一起, 能聊什么内容? 我跟你说, 参与这种聊天的, 多半都是家里孩子没有婚配的, 等他们抱上孙子, 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你想啊, 他们像不像是孔雀开平, 这是想要给自家孩子相亲, 你现在条件不错, 你要防止阿姨帮你相亲, 陆小枫点头, 你这样一说, 我更觉得应该趁早换一套房子了, 沈子明道, 我们家房子还可以, 你可以在我们家小区买房子, 陆小枫问道, 现在大概价值多少? 沈子明想了想, 大概也就八九千万, 不超过一个亿, 陆小枫瞪眼, 他怎么遇到的都是这种人, 不过, 陆小枫当初曾经问过沈子明, 当年沈一鸣买别墅的时候, 只花了五百万, 但是现在价值接近一个亿, 尽管陆小枫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他手上的钱加起来, 的确是没有那么多, 陆小枫的确是考虑过买别墅, 因为别墅的私密性更好, 买下别墅之后, 他能够改造地下事件宝库, 把他逃来的宝物都放在自己的宝库里, 飞机安全着陆, 这里安排了接机服务, 陆小枫联系了跟自己对接的故宫工作人员霍清平, 霍清平看起来三十出头的样子, 见到陆小枫, 他不由一正, 您是陆老师? 陆小枫伸手与对方握了握, 霍老师你好, 我是陆小枫, 霍清平盯着陆小枫, 满是惊讶, 陆老师, 您长得可真是太年轻了, 陆小枫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对方可能没有看到他的资料, 以为他是三十多岁, 陆小枫跟对方寒暄了几句, 就坐在旁边不说话了, 接下来, 又来了两位老师, 他们年纪都不小了, 年纪较轻的都有四十多岁了, 这两位老师大概是把陆小枫也当成了工作人员, 他们只是友好的冲着陆小枫笑了一下, 两人就聊了起来, 大半个小时过去, 霍清平终于站起身来, 三位老师久等了, 咱们现在就出发了, 这时候, 有一位工作人员来接霍清平的班, 那人拿着花名册, 坐在霍清平的位置上, 刚才聊得起信的两位老师不由一正, 三位老师, 还有一人呢, 霍清平伸手指向陆小枫, 何老师, 朱老师, 这位是陆老师, 两人中, 年纪较大的是何新鸣, 来自川省博物馆, 年纪较轻的是朱怀志, 来自桂省博物馆, 何新鸣瞪眼看向陆小枫, 你是来自哪里, 陆小枫道, 精灵博物院, 何新鸣和朱怀志面面相去, 他们都知道, 精灵博物院作为国内三大博物馆之一, 实力雄厚, 古化修复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是远远强于其他省份, 他们没有想到, 精灵博物院竟然派出这么一位年轻人出来, 尽管满肚子疑惑, 霍清平催促离开, 他们只好边走边聊, 显然, 听说陆小枫的来历之后, 连霍清平都来了兴趣, 他们听说, 陆小枫是被贺玉书推荐过来的, 三人不由面面相去, 实际上, 贺玉书在书画修复方面有很大的名气, 既然能够得到贺玉书的推荐, 陆小枫肯定有过人之处, 到了地下室的接送车里, 何新鸣忍不住问道, 小枫, 你是哪一年开始学习书画修复的? 陆小枫开口道, 今年开始的? 何新鸣瞪眼, 这不可能, 你今年才开始学习修复, 贺玉书怎么能够推荐你过来? 贺玉书水平很高, 为人也很正派, 他应该不会因为你砸了钱, 就把你推荐过来的, 陆小枫很无奈, 他看向对方, 何老师, 你觉得我是什么时候学习修复的? 何新鸣道, 这件事情要问你自己, 陆小枫道, 我说了, 但是你们不相信啊, 一路上, 何新鸣和朱怀志都在问陆小枫, 似乎想要把他所有的情况都问个底朝天, 一行人并没有直接去工作场所, 而是被带到了故宫的招待所, 按照霍金平的说法, 这一次一共从全国各地抽掉了十位古话修复师, 大家这半年都住在招待所, 这里距离故宫不远, 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 尽管招待所的环境一般, 但是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房间, 这让陆小枫非常满意, 接着, 陆小枫几人办理了入住手续, 其实这一次陆小枫他们被借掉过来, 跟上班也差不多, 周末节假日都可以休息, 这半年, 他们每个人都有六次往返程机票可以报销, 相当于每个月都能回家, 霍金平给他们发了一张工作证, 明天是去上班的时候, 只需要带着工作证就行了, 安排好这一切, 霍金平就离开了, 因为时间还早, 何新鸣和朱怀志都显得有些兴奋, 他们带着陆小枫就要出去逛, 感受首都的繁华, 一行人去了王府井, 他们逛了一圈, 一样东西都没有买, 回来路上, 遇到了一家古玩店, 何新鸣转弯直接走了进去, 这家古玩店的规模不是很大, 外面天色仍旧很亮, 但是店里却显得有些灰暗, 老板坐在店里, 见到陆小枫三人, 只是抬了抬眼皮扫了一眼, 就不搭理了, 这家店里只有画作, 有古画, 也有当代作品, 以民国的画作居多, 陆小枫扫了几眼, 他本以为这些画都是临摹制作, 但是他伸手拿起一幅画, 不由金注了, 这些画竟然都是真品, 陆小枫三人都是修复自画的, 因此大家都很感兴趣, 他们盯着店里的画作, 各自细看了起来, 很快, 陆小枫选中了一幅画, 这幅画是高齐峰的作品, 孔雀开屏, 高齐峰是民国画家, 岭南画派的创始人, 他的画作细致入微, 眼前这幅画, 陆小枫能够看到孔雀开屏时的每一根细微的羽毛, 看起来栩栩如生, 陆小枫指着这幅画, 开口问道, 老板, 这幅画多少钱, 老板看起来看起来年纪已经很大了, 头发花白, 面上皱纹深陷, 他扫了一眼, 徐徐开口道, 七百万, 陆小枫倒是没有太惊讶, 何新明和朱怀志却是大吃一惊, 两人惊讶地看向老板, 陆小枫点了点头, 这个价格的确是比较合适的, 这也是高齐峰作品的市场价, 老板并没有虚报价格, 不过, 陆小枫既然是想要买别墅, 自然不能乱花钱收藏画作, 他只好按捺住自己的冲动, 点头不再多说, 何新明和朱怀志都被吸引了过来, 何新明盯着这幅画看了好一会儿, 点头道, 这是高齐峰的真迹, 却是能值七百万, 小枫, 你还年轻, 以后多赚点钱, 就能买得起了, 何新明见到陆小枫住嘴不言, 他觉得陆小枫是买不起这幅画的, 陆小枫也没有争辩, 他点了点头, 我努力赚钱, 争取以后把这家店里所有的画都买下来, 何新明和朱怀志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觉得陆小枫这是年轻人吹牛, 老板却扫了一眼陆小枫, 视线落在他的腕表上, 不禁呵呵一笑, 他伸手指向旁边的一幅画, 你可以买这幅画, 陆小枫看了一眼, 见到落款, 不由惊讶起来, 因为这幅画竟然是苏老师的作品, 这是一幅黄浦江畔风景图, 看起来灰红大气, 陆小枫忍不住问道, 这幅画多少钱? 老板道, 四十万, 何新明走过来, 他扫了一眼, 苏柳的作品, 苏柳算是这两年崛起的青年画家, 如果买他的画作, 可以收藏起来, 以后绝对会升职, 苏老师的年纪不大, 也就四十多岁, 以他的年纪, 的确是称得上是青年画家, 画家的艺术寿命是很长的, 可以画一辈子, 因此四五十岁的画家, 都是画坛的中流砥柱, 陆小枫伸手摸了一下, 眼前出现绘画的场景, 看到绘画露出的那双纤细的手, 他就认了出来, 这的确是苏老师的作品, 陆小枫想要买下来, 但是他想到, 这是老师的作品, 他是完全没必要买的, 何新明以为陆小枫手头没有钱, 连忙圆场道,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就不要买了, 陆小枫反应过来, 无奈道, 这是我老师的作品, 何新明顿时愣住了, 你说什么, 苏柳是你的老师, 朱怀志跟着看过来, 你不是已经工作了吗, 我记得他应该是在中海大学教书, 你学的是美术专业, 他教了你, 陆小枫摇头, 我已经毕业了, 后来才拜师的, 这次过来, 我还向他请了假, 这时候连老板都惊到了, 老板坐直了身子, 这么说起来, 你是学画的, 陆小枫点头, 是的, 老板笑了起来, 小伙子很有眼力, 一眼就看到了店里最贵的一幅画, 去年, 我还见过小苏, 这幅画是他送给我的, 放在这里售卖, 也是他同意的, 你可以问一问他, 首都的井老头, 他还记得吗, 陆小枫尽管不清楚对方的身份, 但是他能感觉到, 对方的身份肯定不一般, 能够让苏老师亲自送画, 对方不是画坛宗师, 就是身份尊贵, 陆小枫连忙道, 井老, 您这里的画水平很高, 就算是一些青年才剧, 他们的作品水平也超出一般人, 井老头摆了摆手, 你来到首都游玩的吗? 陆小枫连忙回道, 这一次, 我们是受到故宫博物院抽调, 过来帮忙修复古画, 这是何新明和老师和朱怀志朱老师, 井老头点头, 原来你们都是修复书画的, 难免会败师, 不过, 据我所知, 小苏向来是眼里柔不得沙子, 他很不喜欢学生三心二用, 怎么会收你为徒? 陆小枫笑了笑, 我很感谢苏老师, 他魄力收了我, 井老头看了一眼外面, 行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家吃饭了, 你们下次如果过来, 那就早一点, 不要太晚了, 陆小枫三人只好走了出去, 井老头尽管看起来年纪很大, 但是身体矫健, 他走出来, 关上了卷帘门, 朝着陆小枫他们挥了挥手, 转身离开了, 陆小枫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 老头子, 这都几点了, 怎么才回来? 我差点以为你躺在店里了, 当天晚上, 陆小枫给苏老师打了电话, 询问井老头的情况, 苏老师很诧异, 他没有料到陆小枫竟然会遇到这位, 不过, 苏老师并没有说出井老头的身份, 他只是告诉陆小枫, 井老身份不一般, 正常交往就行了, 不用太过在意, 尽管如此, 陆小枫也能从苏老师慎重的态度中, 感受到不一般, 苏老师警告陆小枫, 让他多花点心思在绘画上, 不要出去瞎溜达, 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陆小枫很无奈, 作为学生, 他肯定要完成作业, 次日, 陆小枫早早起床, 他在招待所吃了早饭, 没想到霍清平竟然也来到招待所, 霍清平笑着道, 今天是第一天, 我怕大家找不到地方, 所以特意过来, 带着大家一起过去, 因为霍清平在这里, 这一次被抽调过来的修复师都围拢过来, 陆小枫这才见到了所有人, 他发现, 被抽调的这些人大部分年纪都不小, 一般都是四十岁往上, 连三十多岁的都没有, 他是唯一的年轻人, 刚开始, 大家都没有在意陆小枫, 以为他是跟霍清平一起的工作人员, 但是听到霍清平称呼他陆老师, 大家才明白, 陆小枫竟然也是修复师, 不过, 众人来不及震惊, 就来到了博物院的外面, 霍清平带着大家进去, 给大家介绍故宫的各处建筑, 让大家不至于迷路, 大概走了近二十分钟, 陆小枫他们一行人, 终于来了办公室外, 霍清平介绍道, 大家想必也都来过故宫, 应该知道, 故宫面积极大, 想要走出去, 都要耗费不少时间, 这一次, 我先带着大家走一圈,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买自行车, 大家明天开始, 可以骑车上班, 这一次, 我们准备了五间办公室给大家, 大家两人一组, 可以自由分配, 来到这里的修复师不少, 基本上大家都有熟悉的同伴, 两两组合在一起, 因为陆小枫年轻, 竟然没有人愿意跟他一间办公室, 最后剩下一位四十多岁的修复师, 他笑着自我安慰道, 跟谁在一起都是一样的, 既然大家都不愿意, 跟这位小同志在一起办公, 那就由我来吧, 或许, 小同志年纪轻, 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 正说话间, 旁边有人骑着自行车赶到了, 霍清平连忙赢了上去, 洛组长, 我算是, 把人都帮你带过来了, 现场有不少人都认识来人, 大家都跟着走过去打招呼, 洛组长正是故宫书画修复组组长洛长明, 他看起来五十出头的年纪, 是国内书画修复最顶尖的人物, 他的书画双绝, 因此修复很有一套, 洛长明笑了起来, 多谢霍科长, 你可是给我们带来了生力军啊, 有了大家的支援, 我相信接下来的修复工作会进展得更加顺利,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里, 大家千里迢迢赶赴过来, 实在是辛苦了, 接下来半年, 还要重要任务交给大家, 因此大家如果有什么要求, 一定要说出来, 大家有需求, 先告诉我, 如果我解决不掉, 那就请获科长解决, 霍清平连忙道, 洛组长客气了, 还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不过, 大家有事尽管提, 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单位, 我就是大管家, 一切都是为诸位服务, 洛组长同大家一一握手, 他甚至叫出了每个人的名字, 最后轮到陆小峰的时候, 他不禁笑了起来, 贺玉书向我推荐你的时候, 给我发来了视频, 但他把视频剪得有问题, 看不到你的脸, 现在我可算是见到你了, 陆小峰小友, 你修复古话的视频, 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看起来像是一幅画一样, 陆小峰很惊讶, 连忙道, 不敢不敢, 您过誉了, 洛长明呵呵一笑, 你不必谦虚, 说吧, 洛长明看向霍清平, 开口道, 我隔壁不是有一间办公室吗? 请霍科长找人帮忙清理一下, 我要把这间办公室安排给陆小峰使用, 陆小峰很惊讶, 连忙摆手, 不用, 我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洛长明笑了起来, 他转头看向大家, 笑着道, 陆小峰是年轻人, 眼明手快, 修复的速度也很快, 接下来, 我可能会给他压一压担子, 所以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大家该不会有意见吧, 因为这里办公条件有限, 所以只能暂时安排大家两人一间, 当然, 如果大家有谁觉得, 我一定要单独一间房,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尽量满足, 现场没有人开口, 大家似乎都觉得能够克服, 毕竟只有半年时间, 不过, 大家好奇的, 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刚才分配房间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跟这个年轻人待在一起, 大家觉得跟陆小峰在一起, 可能会被经常请教, 会被打扰到,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洛长明显然更加看重陆小峰, 竟然给他安排单独的办公室, 还把他安排在自己的旁边, 这分明是, 想要指教陆小峰, 洛长明带着大家进了房间, 帮大家介绍了房间里的各种器具, 介绍了故宫的注意事项, 然后又领来了十位实习生, 这十位实习生, 接下来要跟着大家, 学习古话修复, 除了学习, 还会成为大家的助理, 实习生中有男有女, 洛长明按照顺序分配, 轮到陆小峰的时候, 是一位男生, 陆小峰正要点头, 没想到后面有一位女孩子跳了出来, 我来吧, 洛长明稍稍一正, 随即点头映了下来, 陆小峰看到对方, 不禁愣住了, 因为这位正是他的熟人王菲菲, 当初前教授安排金威和王菲菲, 去陆小峰店里实习, 想要让他们继续走文物修复这条路, 陆小峰带着他们体验了一段时间, 王菲菲最终还是决定想要学美术专业,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 王菲菲主动跟着陆小峰, 这让现场很多人面上露出了笑容, 大家都觉得王菲菲这个小姑娘有胆量, 同时也羡慕陆小峰那么年轻, 能够招女孩子喜欢, 分配了助理, 洛长明特意叮嘱道, 这些助理都是央美的学生, 大家该差遣的时候尽管吩咐, 但是该教导的时候还是要尽到责任, 当然, 一切都是自愿的原则, 大家如果有谁不愿意要助理, 可以提出来, 现场没有人回应, 分配好这一切, 洛长明又给大家大家分配了任务, 每个人都分配了一幅破损的古画, 当做是这两天的任务, 这个任务量不大也不小, 但也算轻松了, 因为大家都不是故宫载边人员, 因此也不需要参与考勤, 做完当天的工作就能够离开, 因此待在这里, 比在单位上班还要轻松很多, 陆小峰和王菲菲跟着洛长明离开, 他们来到洛长明旁边的办公室, 这里并不杂乱, 反而显得很清爽, 完全不需要收拾, 洛长明看向陆小峰, 笑着道, 小峰, 以你的水平需要承担更重的任务, 他能够从对方的笑容中看出狡诈, 他摆手道, 洛组长, 你也不要给我戴高帽子, 我来到这里是来学习的, 洛长明点头, 贺玉书是我的师弟, 我们师叔同门, 他跟我说了很多, 陆小峰差一看过去, 难怪他感觉洛长明怎么会这么熟络, 原来竟然是有贺玉书这层关系, 洛长明笑着道, 你想要学习, 这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 但你是不是也应该多做点贡献, 我可是听说了, 你的修复速度非常快, 能不能在这里充分发挥出你的聪明才智, 陆小峰看向洛长明, 洛组长,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压根就是想要把我完全榨干, 临来之前, 贺组长交代我, 让我好好学习, 多多休息, 一定要在这里多学一点, 把好的经验方法都带回去, 洛长明轻轻一笑, 摆手道, 贺玉书可说不出这么圆滑的话, 洛长明朝着陆小峰招了招手, 既然是来到这里, 肯定是少不了不学压迫的, 我可是早就盼着你过来了, 陆小峰两人跟着洛长明走进隔壁的办公室, 洛长明从旁边的书架上拿出了一支卷轴, 放在了陆小峰的面前, 办公室这个书架显然是特制的, 书架被分成了很多格子, 外面用玻璃挡住, 恒温恒湿的环境, 能够让书架上的书画更容易保存, 洛长明笑着解释道, 这里原本一共有34幅画, 每一幅画都是名家名作, 但也都需要修复, 这几年我陆陆续续修复了十幅画, 现在还剩下24幅画需要修复,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重任交给你, 陆小峰瞪眼, 白手道, 洛组长, 你这压榨的也太厉害了吧, 你花了几年时间才修复了十幅画, 却让我花半年修复24幅画, 这是在开玩笑吧, 洛长明笑了笑, 放心好了, 我也没有让你半年就全部都修复好, 你可以多花几年, 只要你能把这些画都修复好, 看到没有, 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 说话间, 洛长明指了指办公桌后面的黑色老板椅, 这是洛长明的办公室, 他这是承诺, 会让陆小峰成为故宫书画修复组组长, 霍清平安排好外面的事情, 刚好走进来, 听到洛长明这句话, 不由大吃一惊, 洛小峰不清楚, 但是霍清平却知道, 安排给陆小峰的工作室, 那是洛长明自己的工作间, 现在洛长明更是承诺, 要把位子传给陆小峰, 这是想要收徒传授一波吗? 陆小峰摇头, 洛组长, 你就不要诱惑我了, 我是不会屈服的, 洛长明哈哈一笑, 行吧, 既然是这样, 咱们先不说那么远, 先从第一幅画开始, 这幅画是高克宫的作品, 下山过雨图, 你之前修复过高克宫的作品, 这幅画也交给你, 陆小峰点了点头, 并没有太过在意, 他之前修复了高克宫的墨竹泊石图, 他特意研究了高克宫的画, 因此面对这幅画, 他并不畏惧, 不过, 见到洛长明并没有当场打开, 而是带着陆小峰去了隔壁, 把这幅画放在长条桌上, 陆小峰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洛长明打开这幅画, 见到支灵破碎的画纸, 陆小峰不禁皱眉, 因为这幅画完全破损, 分裂成七八部分, 之所以能够卷起来, 是因为用力一张新的画纸包裹起来, 王菲菲站在一旁, 忍不住惊呼起来, 啊? 洛长明笑着, 看向陆小峰, 没有问题吧? 陆小峰盯着这幅画看了看, 他能够看得出来, 这幅画缺损的部分有不少, 比他之前修复的所有作品都要难很多, 不过, 无论破损到什么程度, 顶多就是修复难度大一点, 修复的流程还是一样的, 陆小峰并没有急着回画, 他一一拿起破损的画作部分, 细细看过这幅画的绘制过程, 很快, 陆小峰愣住了, 他拿着一部分破损的画纸, 转头看向洛长明, 洛组长, 这是你画的, 洛长明惊讶地看向陆小峰, 他之所以拿出这幅画, 他是存了考验的心思, 但他完全没有料到, 陆小峰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问题, 王菲菲靠近过去, 他盯着陆小峰手里的纸张看了看, 他一点都不觉得, 陆小峰手里的纸张跟其他纸张有什么区别, 在他看来, 这部分与高科工的话迹一脉相承, 洛长明点头, 好眼力, 你能够认出这部分, 我就能把这幅画放心交给你了, 小峰, 你需要多长时间能够修复好这幅画, 陆小峰盯着这幅画看了看, 开口道, 七天吧, 洛长明盯着陆小峰, 两天, 霍清平站在后面, 他好奇地看向洛长明和陆小峰, 他感觉有点看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陆小峰道, 六天, 洛长明无奈道, 行吧, 我给你留下充足的休息时间, 四天行不行, 今天是周一, 你周五一早把这幅画交给我, 然后我再给你布置新的任务, 陆小峰抱怨道, 生产队的驴都没有那么辛苦, 洛长明和贺一笑, 陆小峰,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最多三天, 如果不会模板的话, 可能两天就能修复好, 我给你多留了一天, 让你临摹, 你还抱怨什么? 陆小峰看向洛长明, 无奈道, 看来, 贺一书真是什么都告诉你了, 霍清平这才恍然明白, 陆小峰修复这幅画, 竟然会这么快, 难怪洛长明会跟陆小峰这样谈判, 正常来讲, 一般的修复师想要把这幅画修复好, 至少也需要一周多, 有些修复师为了能够尽善尽美, 还要查阅很多资料, 根据画家的风格, 把这幅画补充完整, 这样一来, 所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 洛长明并非一定要陆小峰只花四天时间修复这幅画, 他只是想要试探一下, 现在看来, 陆小峰是真有余力的, 洛长明说自己花几年时间修复了十幅画, 这并不是假画, 而是真实情况, 他作为组长, 每天都有很多的公务要处理, 真正能够用于修复的时间并不多, 况且, 他每修复一幅画, 都要查清楚画家的绘画风格, 还要自己做很多套修复方案, 这需要花很长时间, 洛长明叮嘱了几句, 就带着霍清平离开了, 霍清平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 让陆小峰有什么需求, 直接打电话, 现场只剩下陆小峰和王菲菲, 陆小峰拿起旁边的茶具, 开始煮水泡茶, 陆小峰抬头, 见到王菲菲还愣在那里, 他笑了笑, 过来坐啊, 王菲菲反应过来, 我们现在不开始吗? 陆小峰摆手, 不着急, 反正时间还很长, 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我很好奇, 你不是在中海大学文物修复专业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不是大二吗? 王菲菲坐了过来, 从你那里回去之后, 我就向家里做了抗争, 他们同意我转学校, 现在我在央美上学, 也是大二, 学校老师最近说是有一个志愿活动, 因为我之前学过修复, 所以当人不让得过来了, 陆小峰很惊讶, 王菲菲家里的能量可不小啊, 竟然能够帮他跨学校, 似乎猜到陆小峰的想法, 王菲菲开口道, 我母亲在央美教书, 我父亲在中海做古玩生意, 他们离婚了, 陆小峰顿时就明白了, 难怪王菲菲想要学美术, 会受到这么大的阻力, 他并没有宽慰对方, 而是帮王菲菲倒了一杯茶水, 坐下来喝茶, 王菲菲坐下来, 他端着茶杯, 我完全没有想到, 陆老师你竟然会有这么高的水平, 陆小峰笑了起来, 机缘巧合罢了, 王菲菲好奇看过来, 以洛组长的态度来看, 你这可不是机缘巧合那么简单, 陆小峰笑着道, 这些志愿者都是你的同学吧, 大家都看到你主动站出来, 你可能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情,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那些男同学, 全部都变了脸色, 王菲菲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在乎他们, 都是些没本事的, 还想要追我, 想得美, 陆小峰看着王菲菲, 看来, 你即便是换了学校, 也还是风云人物, 说笑了许久, 陆小峰这才开始动手修复, 高科工这幅画, 虽然被分成了很多部分, 但是并不影响修复, 陆小峰只需要把每一部分, 进行分别处理就可以了, 陆小峰的动作很快, 他把腹背纸和命纸都揭掉, 然后把缺损的画心拼在一起, 因为陆小峰清楚看到绘画的过程, 因此他能够准确地把画心拼接出来, 留下部分漏洞, 陆小峰用宣纸把缺损的部分修补好,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 骆长明走回来, 想要看一看陆小峰的修复进度, 他看到陆小峰已经把画心处理完毕, 放在了命纸上, 骆长明瞪大眼睛, 你的动作这么快? 陆小峰笑了起来, 还好吧? 骆长明盯着陆小峰修复好的画心看了好一会儿, 不得不说, 年轻人的动作真是快, 贺语书跟我说, 你的速度非常快, 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吹牛, 现在看来是我太肤浅了, 小峰, 我听说精灵博物院想要给你编制, 你不同意, 如果我们这边愿意给你, 你会同意吗? 陆小峰摇头, 不会, 骆长明盯着陆小峰修复好的画心, 叹了一口气, 那就太遗憾了, 其实, 我觉得你既然跟贺语书他们签约了, 也可以跟我们签约, 现在我们的工作量很大, 我又经常开会, 很少有时间搞修复, 你签约这里, 可以帮我们不少忙? 陆小峰摆手, 骆组长, 你就不要说这么多了, 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打算下班了, 骆长明忍不住问道, 你不打算设计修复方案吗? 陆小峰道, 那是明天的事情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着急, 提前修复好, 把时间留给你压榨吗? 骆长明哑口无言, 王菲菲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其实, 王菲菲早就见识过陆小峰的水平, 他觉得跟着陆小峰修复会更加简单,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按照陆小峰的进度, 他明天会把高克宫这幅下山过雨图画出来, 到时候, 王菲菲完全可以向陆小峰请教, 这能提高他的画迹, 骆长明无可奈何, 只好道, 行吧, 中午我请你吃饭, 陆小峰问道, 在哪里? 骆长明道, 食堂啊, 我下午还有事情, 没有时间出去, 陆小峰摆手, 不用了, 我们出去吃, 我去看一看其他人, 如果他们也完成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吃饭, 骆长明呵呵一笑,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是块枪手?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我怀疑你在开车, 但我没有证据, 陆小峰带着王菲菲, 回到众人之前分配办公室的地方, 他先去了何兴明, 朱怀志的办公室, 进去之后, 陆小峰发现他们刚刚揭开了副辈纸, 两人的进度差不多, 按照他们的速度, 这两天需要马不停蹄, 才能完成任务, 见到陆小峰两人走进来, 何兴明愣了一下, 难道陆组长没有给你分配任务? 你怎么这么清闲? 陆小峰笑了笑, 骆组长让我监督大家完成任务的情况, 完成得好, 就有奖励, 陆小峰注意到, 跟着这两位老哥的是两个男同学, 陆小峰两人一进来, 两位男同学的视线就凝聚到了王菲菲的身上, 王菲菲却冷着脸, 一副无视的样子, 何兴明瞪眼, 这不可能, 我现在就要去找骆组长, 怎么能让你清闲下来? 像你这样的小年轻, 就应该多干活, 朱怀志跟着点头, 我赞同, 你应该多做一点, 让我们这些老年人休息一下, 陆小峰哈哈大笑起来, 我把今天的工作做完了, 正准备出去吃午饭, 你们要不要跟着一起去, 我请客, 何兴明满是惊讶, 不可能, 怎么可能那么快? 陆小峰朝着王菲菲倒, 把成果给他们看一看, 让两位老哥服气, 王菲菲在现场的时候拍了不少照片, 这时候拿出来翻给两人看, 何兴明和朱怀志看完之后, 直接呆住了, 何兴明瞪眼盯着手机, 他把眼镜拖了拖, 努力想要看清楚这幅画, 他伸手把图片放大, 不由惊呼起来, 这是高克宫的话, 洛组长竟然安排你修复高克宫的话, 何兴明瞪眼看向陆小峰, 他很清楚, 尽管古画修复并不分等级, 但是有一批顶级的画家, 普通的修复师是不敢碰的, 高克宫正是其中之一, 他完全没有想到, 陆小峰这样的年轻人, 一来到这里, 竟然直接开始修复高克宫的话, 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朱怀志同样道, 小峰, 你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洛组长让你帮他打下手, 接下来的甜色, 是不是洛组长亲自动手, 陆小峰呵呵一笑, 这幅画, 是完全交给我修复的, 因为我之前修复了一幅高克宫的话, 洛组长很信任我, 把这幅画的修复任务交给我了, 何兴明和朱怀志两人面面相去, 他们一直以为陆小峰的水平一般, 分配房间的时候, 两人想要相互切磋, 甚至都没有考虑陆小峰, 他们没有想到, 陆小峰竟然还是这样一位高手, 甚至修复的水平远远超过他们, 何兴明咽了咽唾沫, 他张口想要说话, 却又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陆小峰朝着两位男同学的方向看过去, 这两位男同学同样也在咽唾沫, 只是他们却是盯着王菲菲的, 完全没有在意陆小峰他们的对话, 何兴明终于还是开口道, 你有没有做好修复的方案, 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查阅资料, 陆小峰摆手, 没事, 我提笔就可以画出来, 我对高科工的画研究了不少, 能够画得出来, 当然, 两位老哥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去我那里指点一二, 何兴明连忙道, 我感觉两天时间完不成这幅画, 反正也完不成了, 我们明天就去看你做画, 陆小峰笑着道, 欢迎, 欢迎, 陆小峰向两人告辞, 他带着王菲菲离开了, 两位男同学却像是施了神一样, 正正地盯着王菲菲离开的方向, 何兴明对两个新人并不满意, 现在看到他们这副诸葛模样, 更是气恼, 人都走了, 你们还看什么, 看到没有, 陆小峰跟你们差不多的年纪, 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你们就应该把心思都花在学习上, 两位同学看了看何兴明, 不敢反驳, 不过, 看过了陆小峰的进度, 看到陆小峰修复的画作, 何兴明两人却感觉心烦气躁, 他们两人修复的画作, 都是非常普通的作品, 连署名都没有, 感觉像是当年宫中嫔妃的游戏之作, 和陆小峰相比, 他们这么大年纪, 感觉像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中午大家坐在食堂吃饭, 何兴明跟别的修复师提起这件事情, 大家纷纷表示不相信, 中午休息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被这一次抽掉的所有修复师知道了, 甚至现场还有故宫的修复师也得知了这件事情, 更多的人不相信了, 很快, 事情闹到了陆组长那里, 陆组长无奈, 只好带着他们去了自己的工作室, 见到了陆小峰处理好的作品, 见到这幅画, 大家并没有太多惊讶, 毕竟只要有足够的基本功, 处理画心这并不是难事, 难的是后续的甜色, 补全画作, 不过, 听说陆小峰只花了一个多小时, 就完成了这些工作, 大家不由惊呆了, 现场有人想要劝说陆组长控制陆小峰的速度, 但是陆小峰已经做完了, 好像也没有出问题, 这该怎么劝, 陆小峰并不清楚这些情况, 他和王菲出去吃了午饭, 直接就让王菲菲打车回学校了, 陆小峰也不急着回去, 他兜兜转转, 又到了井老头的店铺, 井老头看起来很清闲, 坐在店里发呆, 见到陆小峰过来, 他不由笑了起来, 今天不是上班时间吗? 你不是被抽掉来参加修复的吗? 怎么没有去上班? 陆小峰笑着道, 上午已经忙完了, 我想来你这里看一看, 井老, 我昨天跟老师通了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 让我向你学习, 井老头呵呵一笑, 白手道, 瞎说八道, 他只会让你离我远一点, 陆小峰笑了笑, 我就是随便走一走, 恰好走到这里来, 井老, 是这样的, 老师给我交代了任务, 让我每周交两幅画, 你也知道, 在故宫里临摹, 肯定是不能带出来的, 甚至还要销毁, 所以我也不可能在故宫临摹, 您这里有不少好画, 接下来, 我能不能在你这里, 临摹几幅画? 井老头点头道, 好啊, 这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啊, 我有一个条件, 你每周, 不管临摹多少幅画, 都要送我一幅临摹作品, 陆小峰顿时苦着脸, 您这不是给我加重了负担吗? 我要交作业的, 井老头笑了起来,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交作业, 应该只要拍照就行了吧? 如果小苏真是找你要作业, 你直接报上我的名字, 我帮你解释, 陆小峰略微思寸, 无奈点头印了下来, 对于陆小峰来讲, 这里距离他居住的酒店很近, 每天过来都很方便, 他固然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做画, 但是公园里环境不一定好, 还不如待在店里, 有名家名作, 更容易学习, 定下了这件事情, 陆小峰要回去拿纸笔画架, 井老头大手一挥, 既然是来我这里做画, 还需要你自己准备吗? 井老头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 找到笔墨纸验, 还翻出了一张画板, 交给了陆小峰, 陆小峰很惊喜, 他先选中了高齐峰的《孔雀开屏》, 这幅画很有功底, 哪怕是临摹, 也需要耗费很多时间, 井老头看到陆小峰的选择, 并没有多说, 陆小峰先把这幅画, 完全刻印在脑海里, 这才开始临摹起来, 随着临摹作品的增多, 陆小峰临摹时, 渐渐会增加一些自己的理解, 小店面积不大,陆小峰临摹绘画, 井老坐在旁边的躺椅喝茶, 一老一少, 倒是相得一张, 时间过去很快, 陆小峰抬头, 见到外面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旁边的椅子上, 也没有了井老头的身影, 不过, 茶几上放了一碗饺子, 下面压了一张纸条, 陆小峰走过去, 端起饺子, 他能感觉到, 此碗还有余温, 他又拿起纸条, 上面很简单两个字,锁门, 陆小峰抄起筷子吃了饺子, 饺子是韭菜鸡蛋馅, 味道很不错, 吃完它, 把碗洗了, 又把现场收拾了一番, 这才锁门走人, 回到酒店,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陆小峰差不多画了七个多小时, 这幅画仍旧没有完成, 主要是孔雀开屏的细节太多, 几乎每一根羽毛都要仔细画出来, 还有一些绒毛, 并不容易画, 次日, 陆小峰吃了早饭, 挂上工作牌, 赶到故宫, 一路上, 陆小峰遇到不少人, 在大门外, 陆小峰见到了霍清平, 霍清平朝着他招手, 陆小峰连忙走过去, 霍清平无奈道, 你昨天是去哪里了, 大家都领到了自行车,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你, 只能把你的车子骑过来了, 说吧, 霍清平递过来一把钥匙, 以后这就是你的坐驾了, 陆小峰看着粉红的自行车, 不由一正, 怎么是粉红的, 霍清平笑了起来, 粉红色不好看吗, 实在不好意思, 昨天我去买的时候, 只剩下粉红色的, 其他都是老同志, 让他们骑着粉红色的自行车, 终归是不太好, 但你不一样, 你年轻吗, 又有本事, 现在的年轻人, 不都是要骚一点吗, 我觉得挺适合你的, 陆小峰无奈, 你可真骚, 霍清平哈哈大笑起来, 那是, 霍清平这样说, 陆小峰也不好一直坚持要换, 只能骑着粉红色自行车进去, 一路上, 回头率果然高出很多, 到了办公室外, 陆组长也恰好赶到, 见到陆小峰的粉红色自行车, 陆长明笑了起来, 这个车子好啊, 小峰, 你还没有结婚吧, 陆小峰摇头, 没有, 陆长明突然来了兴趣, 开口道, 那你有没有考虑, 在故宫找一个女朋友, 我觉得这个注意好, 等你修复好这幅画, 我带你在这里转一圈, 你就说, 看上了哪一位姑娘, 我直接帮你介绍, 如果实在不行, 我就请院长给你当媒人, 保管让你在这里安家落户, 陆小峰无奈, 我有女朋友了, 陆长明问道, 做什么工作的, 要不要考虑换一份工作, 陆小峰道, 在读书, 陆长明拍着胸脯, 读书那就更好了, 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 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上班, 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毕业, 我来搞定, 我跟你保证, 肯定是有编制的, 陆小峰很无奈, 骗你的, 陆长明立刻就被呛到了, 他剧烈的咳嗽起来, 禽兽, 陆小峰充满了无奈, 陆组长,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你突然对我这么热情, 让我很不适应, 你就说吧, 想要把我卖什么价钱, 骗长明无奈道, 我昨晚遇到井老了, 他跟我聊起了你, 说你做事认真, 绘画的水平很高, 让我一定要珍惜你, 重用你, 小伙子,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陆小峰愣了一下, 他还真是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原因, 陆小峰道, 我和何新明他们出去溜达, 走到了井老的店里, 昨天我又入过, 打算在他店里临摹一些话, 你们住在一个小区, 骗长明点头, 真是既努力又幸远, 我们住同一栋楼, 恰好遇到, 要不然,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既然你的话能够让井老认可, 那说明, 你的水平很高, 陆小峰好奇问道, 井老是什么人, 骗长明瞪眼, 你不知道, 井老是前前任院长, 在绘画的水平很高, 跟很多大师话谈熟悉, 能够认识井老, 那是你的幸运, 陆小峰呵呵一笑, 没有多说, 陆小峰把绘画所需要的东西准备好, 王菲菲赶到了, 王菲菲穿着一身白色的高领毛衣, 下身蓝色牛仔裤, 扎着马尾辫, 白皙的面容若清水浮容, 她坐在陆小峰身旁, 一股悠悠的香气满面弥散过来, 陆小峰转头看向王菲菲, 见到她一副认真的样子, 陆小峰笑了笑, 你坐远一点, 靠得太近, 被你那些同学看起来, 不知道会有多心碎, 王菲菲冷哼一声, 不用管他们, 他们不配, 陆小峰差异看着她, 笑了起来, 既然是这样, 那我帮你告诉他们, 王菲菲扬起脑袋, 随你, 陆小峰笑了笑, 回过头来, 渐渐认真起来, 她盯着眼前的宣纸, 眼前渐渐出现了高颗工绘画的过程, 下山过雨图, 描述的是夏日山雨初季, 山巒如洗的画面, 远山层层叠叠, 近山树木茂密, 很快, 陆小峰把整幅画的绘制过程, 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她拿起毛笔, 开始画了起来, 因为胸有成竹, 所以陆小峰绘画的过程并不会停顿, 一笔接着一笔, 每一笔都很顺畅, 王菲菲坐在陆小峰的身后, 看着陆小峰的绘画过程, 不由惊呆了, 正常来讲, 哪怕是胸有成竹, 但是绘画的过程中, 也需要思考布局落笔, 但是陆小峰却好像画了千百遍一样, 每一笔落下都是非常熟练, 而且她好像知道自己落笔的地点一样, 王菲菲抬头, 不远处正挂着高克宫的原画, 尽管原画有不少缺损的地方, 但是王菲菲能够清楚看到陆小峰画出了作品, 与原画几乎完全一样, 连风格落笔都极为相似, 如果不是因为知道自己面前坐着的是一位画家, 王菲菲差点以为面前是一台电脑, 在一笔一笔复着, 洛长明不知何处出现在房间里, 他站在不远处, 看到陆小峰的落笔, 不由长大了嘴巴, 很快, 何欣明, 朱怀志他们得到消息, 相继赶了过来, 这些人站在不远处, 不敢发出任何的噪声, 他们瞪眼盯着陆小峰,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真的难以置信, 陆小峰则是完全沉浸在画作的世界中, 许久, 陆小峰终于抬起头来, 活动了自己的手腕和脖子, 但他一转头, 顿时吓了一跳, 因为满屋子都站满了人, 陆小峰看到这一幕, 不由愣住了, 大家这是做什么?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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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所有人盯着陆小峰, 热烈的鼓掌, 陆小峰向来觉得自己修复水平很高,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 他还是感觉到不适应, 连忙朝着众人拱手, 大家客气了, 客气了, 好一会儿, 现场的掌声才停歇下来, 洛长明忍不住道, 陆小峰, 你打破了我对天才的认知, 你就是天才, 不仅修复天赋惊人, 你的绘画天赋, 也足以让世人惊叹, 陆小峰连忙摆手, 洛组长, 咱们夸归夸, 但是请不要捧杀好不好, 洛长明哈哈大笑起来, 小峰, 我这可不是捧杀, 你问一问大家, 是不是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我感觉你好像把这幅画完全研究透彻了, 你甚至清楚知道高克宫每一笔每一画出现在哪里, 你就仔细告诉我吧,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觉, 偷偷努力, 研究了一整夜, 陆小峰很无奈, 他想要否认, 但是随即想到, 如果否认的话, 他实在难以解释自己临摸到这种程度的原因, 只好点头道, 的确是研究了一整夜, 洛长明瞪眼, 你真是个天才, 何新明跟着走上前来, 小峰, 你真是太强了, 亏你还在我们面前扮猪吃老虎, 朱怀志虽然没有多说, 但他上前拍了拍陆小峰的肩膀, 嘖嘖称叹, 接下来, 好话一箩筐, 几乎每个人都要称赞一句, 这让陆小峰都有些飘飘然的感觉, 这一次, 不仅抽掉来的修复师来了, 故宫博物院也有不少修复师过来观看,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震撼, 实习生们被挤在门外, 听到里面传来的称赞声, 他们面面相去, 称赞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陆小峰都感觉麻木了, 洛长明这才拍了拍手, 让大家停下来, 他把所有人都赶走了, 还勒令大家不要围观, 洛长明承诺大家, 等陆小峰的修复作品完成, 会通知大家来参观, 现场的修复师这才离开了, 大家纷纷建议洛长明, 一定要把陆小峰修复的过程记录下来, 让大家学习, 洛长明答应了下来,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陆小峰忍不住掏耳朵, 刚才他感觉几十只麻雀在耳边, 耳朵差点听不见, 洛长明道, 小峰, 你尽管修复, 有什么问题直接告诉我, 我帮你解决, 不管是工作上的, 还是生活上的事情, 都可以告诉我, 陆小峰点头, 开口道, 洛组长, 我们这该修复的时候修复,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该请假的时候, 一定要批假, 洛长明点头, 没有问题, 只要你完成任务, 每周帮我修复一幅画就行了, 陆小峰瞪眼, 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洛长明柜子里的那些画, 一共二十四幅画, 如果他真是待在这里半年, 岂不是要给全部修复完, 陆小峰摆手, 我做不到, 洛组长, 你另请高明, 洛长明笑着道, 你努力点, 能够修复多少算多少, 我总不可能为了修复古画, 把你绑在这里吧, 陆小峰点头, 这话说的还像是人画, 我临摹的这幅画该怎么处理, 我能不能带走, 毕竟老师是要让我教画的, 洛长明有些犹豫, 开口道, 按照我们的规定, 所有的话都是不能带出去的, 你这幅画可以保留下来, 但是作为临摹作品, 可以用作展览, 陆小峰无奈, 洛组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修复其他画作, 就不会继续临摹做设计图了, 洛长明瞪眼, 不行, 必须要做设计, 这样修复的时候,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这里都是国宝, 有任何一点损失, 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陆小峰伸手指向眼前这幅画, 洛长明很无奈, 这样好了, 你下次可以在酒店画画, 画好之后, 再回来修复, 每次画好的作品, 你都要交开, 我来审核, 陆小峰呵呵一笑, 并没有在意, 他这是被压迫的太多, 苏老师让他交作业, 如果画出来的都要作废, 他怎么交作业, 按照现场的进展来讲, 眼前这幅画, 大概要画半天, 小店的那幅孔雀开平图, 大概还需要两个半天才行, 接下来, 陆小峰花了半天时间, 把这幅画画了出来, 洛长明来了一趟, 他认真地比对了陆小峰的临摹作品和原作, 不由震惊了, 之前他感觉两幅画的笔触只是相似, 但是现在仔细比较, 他发现, 两幅画的用墨浓弹都完全一样, 甚至落笔触分毫不差, 这是临摹吗? 这分明是复制! 洛长明震惊了, 他转头看向陆小峰, 你还是人吗? 陆小峰呵呵一笑, 洛组长, 我知道你很震惊, 但是有一种大脑, 叫做超级大脑, 洛长明看向陆小峰, 无奈道, 感觉深受打击, 王菲菲点头, 深以为然, 麻木了, 我感觉, 回去之后, 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画画了, 洛长明看向王菲菲, 身表同情道, 陆小峰, 你看到没有, 你把人家小姑娘都带得, 不知道该怎么画画了, 真是罪面深重, 所有, 我觉得, 你应该做一件事, 弥补你的过错, 陆小峰看向洛长明, 没有说话, 洛长明道, 你要把自己修复的方法和技巧, 传授给大家, 陆小峰看向洛长明, 洛组长, 来到之前,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我可是来学习的, 你不能这样做, 洛长明笑了起来, 我感觉你不是来学习的, 你压根就是想要来打击大家的自信心, 贺玉书怎么叮嘱你的, 他让你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你现在可一点都不低调, 我感觉, 你的高调, 会让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 陆小峰争辩道, 污蔑, 这完全就是污蔑, 陆小峰画完之后, 并不急着修复, 按照他的说法, 他要完成作业, 只能半工半读, 下午要去画自己的作业, 临走之前, 洛长明突然开口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去魔画组, 陆小峰摇头拒绝了, 只售千年, 卷售八百, 就算是没有战火, 纸张和画卷都只能保存那么多年, 因此, 为了延续这些画作的寿命, 就需要对古画进行临摹, 故宫有专门的魔画组, 这群人对书画进行临摹, 有些珍贵的古画, 甚至需要临摹几年时间才能完成, 魔画组也有专门的传课师傅, 他们进行临摹印章, 在临摹好的作品上盖章, 陆小峰很早就听说过魔画组, 做这一行, 最为重要的就是守得住寂摹, 守得住规矩, 以魔画组师傅的手艺, 他们如果在外面临摹画作, 甚至可能以假乱真的, 像是当初临摹八大山人的许青山, 才真正算得上是临摹的大师, 当然,陆小峰也能够做到这一步, 但是他不愿意前去, 毕竟进入了魔画组, 要放弃很多东西, 下午,陆小峰带着王菲菲去了锦老的小店, 锦老头看了一眼王菲菲, 听陆小峰介绍王菲菲是央美的学生, 他顿时就来了兴致, 跟王菲菲聊了起来, 王菲菲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锦老头面前, 一下子就把陆小峰卖得一干二净, 甚至连骆长明邀请他前去魔画组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锦老头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你不说这件事情, 我也注意到了, 陆小峰的临摹水平真是很高, 魔画组是有几个高手, 但我觉得小峰的水平并不比他们差, 甚至隐隐胜出一筹, 王菲菲瞪眼, 真是这么厉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可要跟他好好学习, 锦老头笑了起来, 你选了陆小峰做老师, 可算是选对人了, 你看他现在的画法, 就很有水平, 我倒是觉得他继续临摹几年, 应该就能够画出自己的风格了, 到了那时候, 他的画迹就算是大成了, 王菲菲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我感觉自己挺喜欢画画的, 这才转专业过来, 现在见到陆小峰, 感觉我好像做错了, 他的天赋这么强, 让普通人怎么办, 锦老头摆手, 好好学就可以了, 陆小峰并没有在意他们的对话, 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这幅画上面, 不过, 天黑的时候, 锦老头叫了陆小峰, 让他把王菲菲送回家, 陆小峰见到王菲菲, 一副斗志昂扬的状态, 不免惊讶, 你这是怎么了, 像是喝了很多鸡汤, 王菲菲点头, 锦老跟我讲了很多他年轻时候的事情, 锦老真是太厉害了, 他还指点我画画, 我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 陆小峰笑了起来, 走, 咱们晚上喝鸡汤去, 话虽如此, 陆小峰还是带着王菲菲吃了烧烤, 才把他送回了学校, 次日, 陆小峰到了办公室, 不等他动笔, 门外已经有脚步声传来, 陆小峰回头, 见到一位陌生男子站在门外, 见到陆小峰回头, 中年男子顿时笑了起来, 你就是陆小峰吧, 陆小峰点头, 他仔细打量对方, 见到对方穿着黑色夹克外套, 只是额头的头发稀疏, 看起来极为普通的中年人, 中年男子笑道,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张浩峰, 魔画组的组长, 陆小峰有些惊讶, 他和对方握了握手, 你好, 张浩峰道, 小峰, 我是洛长明介绍过来的, 他跟我说, 你临摹的作品非常好, 水平非常高, 想让你跟我去魔画组试一试, 说话间, 张浩峰的视线落在陆小峰临摹的作品上, 看了片刻, 他不由鼓掌道, 好, 陆小峰看着对方并没有说话, 他很清楚, 对方肯定是骗他的, 因为他昨天已经明确拒绝了洛长明, 陆小峰更不可能把他朝外推, 毕竟, 陆长明还要指望他, 想要让他帮忙修复剩下的画作, 张浩峰继续道, 今天有空吗, 要不要跟我过去参观一下, 你可能不太清楚魔画组的情况, 我们那里有不少年轻人, 年轻的姑娘都很漂亮, 走吧, 跟我去看一看, 就算是看两眼, 也不会缺二两肉, 说话间, 张浩峰走上前, 拉住了陆小峰的胳膊, 就要把他朝外拖, 这时候, 王菲菲走进来, 见到这一幕, 吓了一跳, 连忙跳过去, 抱住了陆小峰另外一条胳膊, 王菲菲穿了一身黑色的针织毛衣裙, 显露出窑窍的身材来, 他抱住陆小峰, 惊慌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浩峰满是无奈, 连忙介绍道, 小姑娘, 你不要着急, 我不是想要怎么样, 我是魔画组的组长, 我想带着他, 我们那里看一看, 王菲菲反应过来, 连忙松开了手, 满面尴尬, 哦, 你们组里的姑娘有她漂亮吗, 张浩峰点头, 比她还要漂亮, 我跟你讲, 真的是非常漂亮, 都能够去选世界小姐了, 陆小峰听到这话, 点头道, 什么世界小姐, 我不稀罕, 我就是想要跟你去看一看你们的情况, 张浩峰竖起大拇指,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真性情, 王菲菲瞪眼, 一双眼睛充满了怒气, 陆小峰, 这时候, 洛昌明听到声音, 他冲了进来, 一把抱住了张浩峰, 张浩峰, 你想要做什么, 你这是想要从我这里抢人吗, 张浩峰被洛昌明抱住, 只好松开了陆小峰, 无奈道, 老洛, 你就不能让陆小峰跟我过去看一看, 哪怕只是看一看也行啊, 也许陆小峰就感兴趣了, 洛昌明瞪眼, 胡说八道, 你昨天问我, 我已经帮你问过了, 小峰已经拒绝了, 张浩峰道, 他刚才答应了呀, 洛昌明抱着张浩峰朝外推, 我不管, 我不可能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 把小峰带走的, 张浩峰满是无奈, 他被洛昌明推出去了, 陆小峰看着两位大佬在争夺自己, 突然感觉有点愧疚, 他已经尽量很低调了, 这才来到故宫第三天, 怎么就闹成这个样子, 陆小峰看向王菲菲, 我真有那么优秀吗, 王菲菲呵呵冷笑, 不愿搭理陆小峰, 陆小峰无奈, 看来我真是太过优秀了, 王菲菲恼怒道, 你真是够了, 你就这么喜欢世界小姐吗, 陆小峰愣了一下, 世界小姐在哪里, 王菲菲看着陆小峰, 真是又气又怒, 却又无可奈何, 明知道陆小峰故意气自己, 但他还是止不住想要生气, 洛昌明和张浩峰在外面推推嗓嗓, 两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片刻之后, 两人竟然走回来, 张浩峰笑着开口道, 小峰, 跟我走, 咱们去参观一下, 陆小峰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洛昌明连忙朝着旁边看过去, 张浩峰哈哈一笑, 小峰, 你不用在意他的看法, 他已经同意下来了, 跟我去魔化组, 你的天赋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陆小峰看向洛昌明, 忍不住问道, 洛组长, 张组长到底向你承诺了什么条件, 竟然让你直接把我给抛弃了, 洛昌明无奈, 没有什么, 张组长说服了我, 我也觉得魔化组这两天可能更需要你, 像你这样的大才子, 如果能够去魔化组, 那简直就是施舍他们, 我当然不是抛弃你, 你只是跟他去看一看罢了, 看完之后, 还要回来的, 陆小峰呵呵一笑, 显然并不相信洛昌明的话, 不过, 陆小峰既然已经答应了下来, 他跟着张浩峰离开了, 王菲菲看着陆小峰离开的背影, 被气得直跺脚, 故宫的办公区域在未开放的那部分, 这里是以前宫女太监居住的地方, 到处都是平房, 出了门就能见到茂盛的树木, 这里很少有现代的设备, 为了防火, 私人电器被禁用, 甚至连给手机充电都不行, 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拎着水壶去打热水, 晚上离开的时候, 还要拉闸停电, 不过, 走出大门, 见到四周绿树环绕, 空气清新, 环境还是非常舒适的, 张浩峰带着陆小峰兜兜转转, 走了十多分钟, 两人这才来到了他们的办公地点, 似乎见到陆小峰好奇, 一路上, 张浩峰把道路两旁的建筑, 都给陆小峰介绍了一遍, 抵达魔画组的办公区域, 这里的环境与修复组差不多, 这里两人一间办公室, 每个人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 像是有一些巨幅画作的临摹, 还有专门的工作场地, 故宫里的画都是非常精细的, 能够交到魔画组这里的作品, 都是非常珍贵的, 需要永久流传下去的, 张浩峰带着陆小峰来到一间办公室, 陆小峰见到办公室内, 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老者正在专心绘画, 并没有注意到陆小峰两人的到来, 陆小峰两人也就站在门口等待, 新中国的第一批魔画师, 其实是一批制作假画的人, 他们被招进故宫工作, 早在唐宋时期, 宫廷内府就有了魔画官, 专门临摹书画作为副本收藏, 魔画组每天接触的画作, 基本上都是珍贵的一级文物, 他们甚至可以接触到, 蓝亭旭, 寒仔夜宴图, 清明上河图, 这样名垂千古的画作, 许久,老者终于画泪了, 他抬起头来, 看到张浩峰和陆小峰, 不由一正, 有诗, 张浩峰这才带着陆小峰, 笑着走了进去, 长老,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陆小峰, 修复组最近从精灵博物院, 抽掉了一批修复师, 小峰正是其中一位, 我见到小峰的一幅作品, 我觉得他临摹的作品非常好, 因此想要把他请到咱们魔画组来, 现在带他参观一下, 长老倒是非常高兴, 这是要来新人了, 欢迎欢迎, 我们这里是非常欢迎新人的, 这些年, 我们这里已经很少有新人进来了, 我真怕, 我们这批人退休之后, 会没有人愿意来做魔画, 陆小峰笑着点头, 并没有多说, 他扫了一眼, 见到长老正在临摹的是赵孟府的《人歧图》, 赵孟府的作品向来珍贵, 这幅画同样很珍贵, 没想到藏在故宫里, 张浩峰见到陆小峰不开口, 他笑着道, 得了, 新人还有点腼腆, 我带着他再转一圈, 长老, 您忙, 注意休息, 说吧, 张浩峰带着陆小峰离开了, 接下来, 他们站在门外, 又看了几间办公室, 连的年轻人都没有, 更不用说年轻漂亮的姑娘了, 陆小峰看向张浩峰, 忍不住问道, 漂亮姑娘在哪里, 张浩峰顿时呆住了, 他指着其中一间办公室,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了一幅侍女图吗,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话中不是有漂亮姑娘吗, 陆小峰笑了起来, 他想了想, 开口道, 张组长, 你的心思我明白, 张浩峰连忙拉着陆小峰, 去我办公室里坐一坐, 咱们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 张浩峰的办公室里, 放着一张陈旧的办公桌, 这里的办公环境实在一般, 甚至都难以做到窗明激进, 地面铺的是砖石, 墙面抹的是石灰, 连大白都没有挂, 一杯茶水放在陆小峰的面前, 张浩峰这才坐了回去,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张组长, 你现在是不是完全了解我的魔画水平, 张浩峰略微沉吟, 面上慎重了很多, 不像是刚才那么嬉笑, 他郑重道, 小峰, 我看到了你临摹的那幅画, 高克宫的下山过雨图, 临摹的非常好, 以你的水平, 是完全可以进入魔画组的, 接下来, 我给你提供更好的条件, 你第一幅临摹的画作, 就会是一级文物, 这样一来, 你的起点会高很多, 你可能不清楚, 我早在28岁的时候, 就已经举办了个人画展,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 跟我在这里工作, 也很大关系, 经常接触大师的作品, 对于你的成长, 是很有好处的, 陆小峰点头, 他当然明白这一点, 对于能够进入魔画组, 他心里是非常愿意的, 但是以他现在的状况, 他不愿意把自己接下来的时间, 全部都花在这里, 进入魔画组, 接到一些简单的任务倒也罢了, 如果是巨幅作品, 恐怕也花好几年时间临摹, 这是陆小峰不愿意的, 更何况, 如果真是进入魔画组, 他就不再是抽调, 接下来, 可能要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 想了好一会儿, 陆小峰看向张浩峰, 开口道, 张组长, 你可能对我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我是被精灵博物院推荐过来的, 我之前在那里工作, 不过, 我并不是在边人员, 我跟精灵博物院签订了合同, 工作时间自由, 并不需要每天都过去, 甚至可以长时间不过去, 只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才会上班, 如果我真是来到了魔画组, 这里会不会每天都需要我上班, 张浩峰皱起了眉头, 他还真是没有想到, 陆小峰竟然会有这样的情况, 张浩峰问道, 你这一次来到故宫, 只是被抽掉了半年, 你不上班, 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陆小峰解释道, 我有自己的店面, 专门承接修复业务, 在中海, 张浩峰看向陆小峰, 一时间有些犹豫, 开口道, 我们魔画组很特殊, 想必也你看到了, 如果真是到我们这里, 来上班的话, 工作日是必须要过来的, 你要不要考虑, 把店面关掉, 来这里上班, 陆小峰摇头, 不考虑, 张浩峰没有办法, 只好道, 既然是这样, 那就没有办法了, 小峰, 你真得很有天赋, 但是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天赋, 更不能把自己的天赋, 用在歪门邪道上, 陆小峰明白对方的意思, 笑着点头道, 张组长请放心, 我是不会走歪门邪道的, 张浩峰很遗憾, 却又不得不放弃, 他把陆小峰送到外面, 就被陆小峰劝了回来, 陆小峰独自走在故宫的林荫小道上, 他感觉心情轻松, 尽管拒绝了魔画组的邀请, 但是陆小峰并不觉得遗憾, 来到这里, 他就没有了自由, 毕竟上班跟自己开店是不一样的, 哪怕是张浩峰对自己礼遇有加, 开展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太过客气, 最为重要的是, 陆小峰从张浩峰的态度中看出一些端倪, 大概在张浩峰眼里, 陆小峰只是一个天才, 在临摹高客宫画作这件事情上有天赋, 他不会觉得陆小峰临摹所有画作都有天赋, 因此, 张浩峰放弃陆小峰, 只会觉得可惜遗憾, 而不会有其他情绪, 陆小峰跟着张浩峰转了一圈, 却没有看到转客, 因为每一幅画都有印章, 有些画被收藏了数百年, 每一位藏家都盖上一枚印章, 一幅画上甚至可能盖满了印章, 想要磨画, 那就必须要把所有的印章都重新撰刻出来, 重新盖印, 张浩峰提醒陆小峰不要走上歪门邪道, 这是提醒陆小峰不要把临摹的作品当成真话迈出去, 但他只是提醒一句, 也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张浩峰觉得陆小峰没有办法撰刻, 不能把印章完全撰刻出来, 就不能造假, 想到这里, 陆小峰笑了笑, 他没有去学习撰刻, 这是因为他没有时间, 并不是他做不到, 相比于书法, 撰刻其实更好复制一些, 因为撰刻所用的力道差不多, 不像是书法, 有些时候力道很难掌控, 因此陆小峰临摹书法的时候, 总感觉差点意思, 回到办公室, 骆长明和王菲菲正在等候他, 见到陆小峰回来, 骆长明站起身来, 顿时兴奋起来, 拉住陆小峰不放手,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回来的, 王菲菲站起身来, 面上露出喜色, 但他随即又收敛了起来,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 我不可能在魔画组待下去, 骆长明盯着修复好的画作, 仔细看了很久, 他朝着陆小峰竖起大拇指, 的确是很强, 你的修复技术已经比我强了, 陆小峰摆手, 骆组长, 我可不习惯你这样捧杀, 我怎么可能比得上你, 骆长明伸手追着这幅画道, 其实, 修复最为重要的是还原, 你对于高克宫的画作研究很深入, 因此, 你的还原程度很高, 尽管我没有看过原画, 但是我感觉你修复出来的效果, 跟原画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本事, 我自愧不如, 其实, 以你的天赋, 就算是待在魔画组,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难道张浩峰没有留你? 陆小峰笑着道, 你应该知道, 我在精灵博物院, 是签了什么合同? 骆长明随即醒悟过来, 其实, 以骆小峰现在的状态, 他是不可能进入他们这里全职工作的, 骆长明不免觉得可惜, 但他想到, 陆小峰能够在这里待上半年时间, 接下来, 他办公室书架上的画作, 可就有归宿了, 哪怕是陆小峰一周修复一幅画, 也应该可以完成了, 陆小峰开口道, 骆组长, 这周还有四天时间, 接下来, 我就不过来上班了, 下周一再过来上班, 骆长明瞪眼, 今天才周三, 还剩下两个办工作日, 你这周一共, 也就上了三个半天半, 你这样做, 让我很为难, 陆小峰伸手指向这幅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次就不要把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交给我了, 骆长明连忙摆手, 小峰, 我再跟你开玩笑, 这些天, 你修复这幅画, 担惊竭力, 通宵达旦, 以至于出现了头晕头痛的情况, 接下来几天, 你就休息一下吧,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不禁笑了起来, 骆长明已经帮他想好了请假的理由, 不过, 陆小峰并不在意, 因为他很清楚, 只要自己接下来能够继续完成这样的工作, 无论他提出什么条件, 骆长明都会答应下来, 当然, 陆小峰不会让对方太过为难就是了, 中午时, 骆长明特意请了陆小峰和王菲菲吃了午饭, 又把他们送到了锦老头的小店, 陆小峰和锦老头打了招呼, 他坐下来, 继续开始临摹, 孔雀开屏这幅画, 王菲菲则是坐在陆小峰的身后, 专注地盯着他作画, 王菲菲发现, 看着陆小峰作画能够学会很多绘画技巧, 这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骆长明则是跟锦老头聊了起来, 骆长明把陆小峰好一顿夸赞, 聊完之后, 他才离开, 大概三点多钟, 陆小峰接到了沈子明的电话, 他给对方发了一个定位, 又开始继续作画, 天色江暗的时候, 沈子明带着江雨昕他们终于赶到了, 沈子明先是朝着锦老头打了招呼, 叫了一声锦老, 锦老头看着沈子明感觉莫名其妙, 因为他压根不认的对方, 不过, 锦老头见到沈子明站在陆小峰伸手, 一巴掌拍在陆小峰的肩膀上, 差点毁了这幅画, 他就知道这是陆小峰的好友来了, 陆小峰的手抖了一下, 差点画上去一个污点, 他顿时站起身来, 沈胖子, 你找死, 沈子明吓了一跳, 连忙朝后退过去, 息怒, 息怒, 小峰, 我这是兴奋的手抖了一下, 没想到拍到了你的肩膀上, 你可以想见, 我是多么兴奋, 王菲菲跟着回头看过去, 见到沈子明, 他不禁笑了起来, 当初在陆小峰店里实习的时候, 他经常见到沈子明, 知道这位跟陆小峰关系不一般, 而且还有意思, 沈子明朝着王菲菲摆手, 小美女, 咱们又见面了, 你不是在中海上学吗, 怎么会追到这里来了, 你该不会告诉我, 你为了追陆小峰, 连学都不上了, 追到这里来了, 王菲菲朝着陆小峰扫了一眼, 竟然点头道, 是的, 沈子明瞪大眼睛, 陆小峰, 你过分了呀, 连人家小姑娘都不放过, 王菲菲, 你有没有漂亮的女同学啊, 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王菲菲盯着沈子明上下打量了一番, 摇头道, 沈老板, 如果你能够捡到一百五十斤, 我就帮你介绍, 沈子明摆手, 那还是算了, 陆小峰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作品, 幸亏他刚才演技手快, 他手中的毛笔没有碰到, 要不然这幅话就废掉了, 陆小峰朝着沈子明瞪了一眼, 你昨天不是说周末再过来的吗? 沈子明笑了起来, 我们这不是想你了吗? 想要早点看到你, 这就早点过来了, 陆小峰很无奈, 他只好朝着景老介绍了沈子明一行人的身份, 沈子明很热情, 景老, 我早就从陆小峰口中知道您了, 感谢这些天您对陆小峰的照顾, 小峰出门在外, 我一直放心不下, 生怕他吃不好睡不好, 现在有了景老宁的照顾, 不等沈子明说完, 陆小峰走过去, 一把抓住了沈子明的脖子, 直接把他拎出去了, 王菲菲他们看到陆小峰的动作, 不由大吃一惊, 沈子明的个头很高, 体重足足有两百四五十斤, 没想到在陆小峰手里, 竟然跟拎着一只小鸡差不多, 很快, 陆小峰走了回来, 他开口道, 景老, 今晚我请客, 给他们接风, 景老直接摆手, 不用管我, 我是不会过去的, 你们年轻人自己玩自己的, 陆小峰也没有多劝, 因为他很清楚, 景老不愿意去, 就是不愿意, 他的年纪大了, 对于韭菜的兴趣不大, 反而是家常才更合胃口, 陆小峰向景老提出告辞, 这才带着沈子明一行人离开, 江雨昕和林若仪跟在后面, 他们手里抱着装备, 这一次, 他们显然是打算在首都拍视频了, 陆小峰带着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店, 酒水还没有端上来, 沈子明就猛地一拍桌子, 小峰,咱们既然是来到了伟大的首都, 咱们就该大干一场, 我都已经想好了, 这一次我把所有的存款全部都带过来了, 我就是要跟着你干, 陆小峰问道, 多少存款, 沈子明张了张嘴巴, 又看向桌子上的三女, 他黑黑一笑, 没多少, 也就五六百万罢了, 陆小峰皱眉, 你带了这么多钱, 是打算怎么做, 沈子明道, 当然是要买东西了, 潘家园的名气那么大, 我早就对潘家园浑迁梦绕了, 首都还有不少百年老店, 这些店里的好东西是非常多的, 咱们一起过去闯一闯, 陆小峰无奈, 他看向沈子明, 万一我要是打眼了, 你岂不是要赔光了? 沈子明摇头, 他伸手指向江雨昕的方向, 开口道, 看到没有, 江老板在这里, 我们已经做过一场带货直播, 卖的是玉石, 一次销售了五十多万, 卖出五十多万, 纯利润就有接近二十万, 江老板说, 只要今年能够找到更好的带货项目, 年底咱们就能够分红了, 有了江老板的保底, 我什么都敢干, 陆小峰看向江雨昕, 江雨昕点头, 我们这一次来到首都, 就是想要搞几场带货直播, 如果能够遇到销量大爆的物品, 我们今年就能够实现盈利, 陆老板, 你在故宫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跟故宫合作, 帮故宫带货,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离开之前, 沈子明提到, 让陆小峰到故宫去学习文创产品,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 想要直接帮故宫带货, 其实, 这也未尝不可, 只要能够销售出去, 肯定是能够获得一定利润的, 只是利润相对较低, 肯定比自己带货要差不多, 陆小峰开口道, 我可以帮你们牵线, 但是最终能够谈成什么价格, 我就不确定了, 如果是帮别人带货, 利润肯定低很多, 你们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吧, 沈子明道, 没有关系, 我们都已经想好了, 就算是低一点, 也没有关系,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这周就算了, 我先问一问洛长明, 等下周再具体谈这件事, 沈子明连忙答应了下来, 陆小峰转头看向江雨昕的方向, 江雨昕的情绪已经好了很多, 至少从他的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了, 江雨昕见到陆小峰的目光, 他笑了笑, 拍卖会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陆小峰不免诧意看向沈子明, 沈子明连忙摆手, 这可不是我说出来的, 江雨昕道, 我父亲在经历那么多年, 他还是有几个好友的, 有人给我打了电话, 那天参与拍卖会的人很多, 甚至有人买了宴品, 找到我这里来了, 但是被我拒绝了, 陆小峰差一看过去, 有人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这件事情是他们两兄弟做出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雨昕无奈道, 这件事情是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 即便是找到他们兄弟, 可能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反而不如来找我, 可能还会有收获, 不过, 他们没有想到,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我是不可能赔他们一分钱的, 陆小峰赞同道, 既然是下定决心, 那就一定要坚定决心, 一分钱都不要赔, 以你现在的状况, 接下来最好还是不要, 前往精灵了, 江雨昕点头,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我甚至能猜到, 他们兄弟这一次吃到了甜头, 接下来, 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甚至会更加无耻, 陆小峰满面诧异,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兄弟接下来可能还会举办拍卖会, 他们还想要骗更多的人, 江雨昕点头, 以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是完全不要脸的, 压根不可能放弃, 他们下次再举办拍卖会, 肯定全部都准备赝品, 不过, 这一次之后, 他们的名声就烂大街了, 恐怕不会再有人搭理他们了, 陆小峰点了点头, 他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毕竟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尽管只有几天时间不见, 但是他们还是聊得兴起, 王菲菲甚至把陆小峰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提到陆小峰所引起的轰动, 这引起沈子明的强烈不满, 沈子明拍着自己的大腿, 这是多好的题材啊,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拍下来, 小峰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接下来你肯定是要弥漫天下的, 你不如直接就出境好了, 我都给你想好了, 我在故宫修文物系列, 绝对吸引眼球, 陆小峰白手, 你不用劝我, 沈子明毫无办法, 次日, 陆小峰还在房间里休息, 沈子明就把他的房门敲得帮帮响, 陆小峰开门, 见到沈子明已经衣帽整齐, 显然是打算外出了, 陆小峰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这才六点多钟, 你这是打算去哪里? 沈子明兴奋到, 潘家园啊, 陆小峰无奈, 可是现在也不会开门啊, 这里是故宫的招待所, 但也是对外营业的, 沈子明他们为了离陆小峰近一点, 特意住到了这里, 沈子明道, 我都已经查过了, 周六周日凌晨四点半就开门了, 陆小峰气得想要破口大骂, 今天才周五啊, 沈子明反应过来, 面上不明愧疚起来, 我记错了, 陆小峰看着他, 怎么只有你一个, 江雨昕他们呢? 难道他们不打算出去吗? 沈子明无奈道, 他们说是起不来, 我给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有回应, 陆小峰摆手, 我接着睡了, 你想干嘛就干嘛, 咱们八点钟集合, 碰, 陆小峰说完, 直接就把房门关上了, 一直等到八点多钟, 陆小峰吃完早饭, 江雨昕和林若仪他们, 才姗姗来迟, 他们各自拿了一个包子, 就嚷嚷着要出发, 沈子明已经租好了车子, 他驾车带着一行人赶赴潘家园, 抵达潘家园已经到了九点多钟, 这里的人流量已经大了起来, 沈子明急匆匆要朝里面冲, 王菲菲打来电话, 询问陆小峰的位置, 陆小峰劝说他不要过来, 因为潘家园的面积很大, 想要找人并不容易, 沈子明早已打听了摆滩区, 带着陆小峰一行人, 就直接朝里冲了进去, 江雨昕他们跟在后面, 手里拿着录像设备, 一个跟着陆小峰, 一个则是跟着沈子明, 陆小峰无奈道, 咱们不用那么快, 沈子明道, 如果不快一点, 好东西都被别人抢走了, 洛长明笑了起来, 难道我还不明白吗, 魔化组的规矩比我们还要多一些, 你肯定是不愿意待在那里的, 因为魔化组具有特殊性, 因此对于魔化组的专家们约束也多, 毕竟这些专家走出去, 如果是造假化的话, 恐怕国内的书画圈子就要炸裂了, 陆小峰点头,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撰刻的专家, 洛长明笑着道, 因为他们分开了呀, 撰刻组之前就已经撰刻了大量的印章, 这些印章已经基本上能够供应魔化组的日常需求, 如果有什么新的印章需求, 他们这边提出来, 撰刻组那边自然就会安排起来, 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相互串联在一起, 但是这一招防君子不防小人, 毕竟大家待在一起那么多年, 哪个不认识, 陆小峰看向洛长明, 洛组长, 我这里要忙起来了, 洛长明反应过来, 好, 你忙吧, 有什么事情尽管去找我, 陆小峰重新坐下来打算给这幅画甜色, 他转身见到王菲菲面色不好看, 不禁笑了起来, 我在魔化组的确是见到美女了, 你不知道有多漂亮, 王菲菲冷哼一声, 但是又不免好奇, 陆小峰笑了起来, 好好学画, 不要对自己的样貌太过得意, 你也只是长相一般吧, 王菲菲瞪眼, 你胡说, 陆小峰摆了摆手, 继续填色, 下山过雨图, 这幅画, 陆小峰已经画过一遍, 再加上他之前已经看过无数次, 因此早已胸有成竹, 对于每一笔的填补, 他都是非常清楚的, 王菲菲坐在陆小峰身后, 再次见到了令人震惊的画面, 陆小峰提笔就画, 每一笔都好像完全不需要思考一样, 直接落笔填补, 本来, 王菲菲还有点走神, 但是见到陆小峰专心的样子, 他也只好跟着专注起来, 因为稍不注意, 就会错过关键的几笔, 上一次, 因为现场的人太多, 王菲菲坐在人群最里面, 只是看了一部分过程, 现在只有他一人, 他当然要更加专心, 毕竟像现在这样的学习机会可不多, 其实, 很多画家是不喜欢有人坐在身后的, 这样会影响绘画, 王菲菲也很少有机会, 能够看到别人绘画的过程, 老师上课的时候, 会把每一笔每一画都分解出来, 传授给大家, 但是在陆小峰这里, 就完全属于应用层面了, 就是要把之前学会的绘画技法, 融绘贯通, 中间, 陆陆续续有人路过这里, 他们好奇地看过来, 见到陆小峰做画, 经不住停下来, 不过, 洛组长害怕这些人会影响到陆小峰, 因此特意安排了人手待在门口, 见到有人想要进去, 直接就给劝走了, 无法进入房间, 也就没有人会长时间待在这里了, 何兴明和朱怀志两个人一直在忙碌, 他们被抽调过来, 是来帮忙的, 因此, 洛长明给他们布置的任务, 也开始加大了力度, 让他们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工作上, 自然也就没有时间来陆小峰这里, 一直过了十二点, 陆小峰才把这幅画完全填补完整, 细看过去, 这幅画与陆小峰昨天临摹的作品一模一样, 洛长明似乎一直在关注陆小峰这边的情况, 等他一完成, 洛长明就出现了, 潘家园的名气很大, 这里几乎聚集了全国的古董, 很多人都会赶来这里, 想要依靠眼力淘宝, 陆小峰一心人走进去, 尽管他们身后跟着摄像头, 但是并没有人多看一眼, 因为这里每天都有这样的情形上演, 甚至有摊主也会开直播, 陆小峰寻着摊位, 一个个看过去, 这里的古董种类繁多, 书画瓷器, 琴顶汉瓦, 钱币邮票, 明佛修清瓷器, 无不弃权, 即便是陆小峰到了这里, 也几乎挑花了眼, 想要从一堆艳品中挑选一件真品, 实在是不容易, 林若仪跟在陆小峰的身后, 他一直举着手中的摄像机跟拍, 幸亏摄像机是便携式的, 重量很轻, 要不然林若仪压根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陆小峰把面前的东西, 一件件拿起来, 又一件件放下去, 他的动作不快, 似乎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但又像是没有细看, 不过, 这里的人很多, 谁都不会注意到他, 哪怕是拿着摄像机的林若仪, 也不会太过在意这一点, 很快, 陆小峰路过一个摊位, 他发现有不少人围拢在这个摊位的周围, 大家盯着摊位上的东西, 讨论极为激烈, 陆小峰本来想要绕开, 但是他看着摊位上的东西, 又停下了脚步, 靠近了过去, 这个摊位上已玉器居多, 也有两件水晶杯子, 众人争论的焦点, 正是水晶杯, 战国水晶杯出来之后, 造假水晶杯的事情层出不穷, 很多人都被骗过, 因此大家对于水晶杯非常慎重, 陆小峰没有搭理他们, 他拿起一件双鱼玉佩, 眼前出现了玉佩雕琢的雕琢过程, 看完之后, 陆小峰不由大吃一惊, 因为这两件竟然是真品, 因为摊位前挤了太多人, 陆小峰蹲到摊位前, 林若一压根拍不到陆小峰拿着玉佩的画面, 伸进去对着玉佩拍, 很多双鱼玉佩实际上是一件玉佩, 在上面雕刻两条鱼, 这件显然不太一样, 这件双鱼玉佩真的是两条玉余, 这两条鱼嘴角穿了孔, 用银制的链子连接在一起, 陆小峰看过两条鱼的雕刻过程, 这两条鱼的形态不太一样, 但是雕琢精细, 栩栩如生, 显然不是反品, 陆小峰抬头看向老板, 见到老板四十多岁的样子, 陆小峰笑着举起手里的玉佩, 这对玉佩多少钱, 老板不禁笑了起来, 这件玉佩五万, 不还价, 旁边的老者听到这个报价, 不由瞪眼, 整个市场都没有你的报价高, 老板笑着道, 大家买卖自由, 各凭本事, 老爷子, 您可不要坏了规矩, 陆小峰冲着老者笑了笑, 表达了感谢, 他很清楚, 老者这是想要提醒自己, 老板的报价太高了, 不合适, 不过, 陆小峰有自己的判断, 他并不觉得五万的价格太高, 只要能够买下来,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是一件辽国皇室玉佩, 辽国也就是契丹, 这个民族曾经统治过大半个北方, 双鱼是佛门八宝之一, 辽国出现双鱼玉佩, 也体现出佛教对于辽国的影响, 陆小峰把玉佩放在左手拿着, 他又拿起其他物件, 细细看了起来, 老板看了看陆小峰, 见到他面前有摄像头, 倒也没有在意, 毕竟陆小峰一直在他的眼前, 这里人员拥挤, 就算是抢走双鱼玉佩, 想要逃走都不容易, 接下来几样东西都是赝品, 但是玉智都不错, 看得出来造假很用功, 雕工很惊喜, 很快, 陆小峰拿起一件交紧鸳鸯, 两只鸳鸯脖子缠在一起, 这件玉雕混体白玉, 玉智银润, 在交紧鸳鸯的头部, 有一些血清的痕迹, 但是面积不大, 在一只鸳鸯的头部下方, 有一个穿孔的位置, 这是戴在脖子上的挂件, 交紧鸳鸯显然是来寓意爱情的, 像是这种东西, 肯定是在合葬墓中才会出现, 陆小峰眼前出现了遇见雕刻的场景, 他不免诧异, 因为交紧鸳鸯和双鱼玉佩, 竟然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都是辽国皇室所用, 看到这里, 陆小峰不由抬头看了老板一眼, 他回头看向林若仪, 压低声音道, 林若仪没能听清楚陆小峰的话, 又靠近过来, 几乎把耳朵贴到了陆小峰的嘴边, 陆小峰看着洁净的侧脸, 晶莹的玉耳, 一股幽香飘进鼻孔, 他只好道, 帮我把摄像关掉, 林若仪听到这句话, 照做了, 但他朝着陆小峰瞪了瞪眼睛, 又伸出小拇指掏耳朵, 陆小峰无奈一笑, 随即视线再次落在交紧鸳鸯上, 这两件玉器都不像是刚出土的样子, 至少应该出土十多年了, 但像是这种辽国皇室玉器, 又是两件一起出现, 这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哪怕可能已经转手很多次了, 也要注意, 毕竟很多事情不能细究, 陆小峰不让林若仪继续拍摄, 也是因为他觉得放在网上,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一次, 陆小峰举起手里的玉剑, 老板不由多看了他两眼, 开口道, 这件六万, 陆小峰点了点头, 并没有回话, 他照就把交警鸳鸯放在了左手, 继续拿起玉器看了起来, 接下来, 陆小峰又发现了一枚玉制手柄的锥子, 锥子似乎是一种合金, 锥子仍旧有金属的光泽, 看起来像是新的一样, 陆小峰伸手触摸在玉制手柄上, 他能够看到, 这只手柄应该是辽国时期的物品, 但是他的手落在锥子上, 他能够看到, 这是一种现代合金, 显然, 有人为了让这个锥子容易卖出去, 竟然制作了新的锥子放了上去, 陆小峰想了想, 他拿起了锥子, 朝着老板示意, 老板看了一眼, 略微犹豫, 这件锥子的价格肯定不高, 因为玉饼很光滑, 锥子又是现代伪造, 他是非常清楚的, 片刻, 老板道, 你如果买两件, 这个锥子就当作是送给你了, 正在围观的众人, 不由好奇地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水晶杯吸引过去了, 没想到陆小峰竟然已经挑了三件玉器出来, 陆小峰已经把所有的玉器都看了一遍, 他只挑选出这三件玉器, 至于其他玉器, 很多都是仿骨玉, 虽然玉是真的, 但都是当代雕刻的产物, 陆小峰的视线落在水晶杯上, 这只水晶杯的造型如筒状, 平底, 没有颜色, 也没有纹饰, 在杯子的上方正对的地方, 有两个凸起的地方, 看起来原本应该是有绳链拴起来的, 水晶杯的上方, 有一个流晶的抖力形状的盖子, 盖子上的流晶有少许掉落, 但是因为这只盖子, 让整个水晶杯上档次很多, 因为大家都过手了水晶杯, 但是没有人愿意购买, 一时间现场竟然散去了不少人, 陆小峰看向剩下的两人, 两位, 你们要买吗? 这两人都摇头, 他们只打算看看热闹, 并不打算购买, 甚至都没问价, 按照行内规矩, 如果别人先看了宝物, 又有购买的意想, 陆小峰是不应该拿起来看的, 既然这两人不买, 陆小峰自然也就拿起了水晶杯, 战国水晶杯的名气很大, 那是因为战国在两千年前, 那时候工艺不发达, 能够制作出水晶杯, 足以让人惊讶, 眼前这只水晶杯落在陆小峰的手中, 眼前浮现出水晶杯雕凿的过程, 陆小峰不免惊讶, 因为他能看得出来, 水晶杯应该也是辽国产物, 陆小峰接着又拿起了盖子, 他心下大惊, 因为他清楚看到制作的场景, 在水晶杯雕凿好之后, 盖上了银制的盖子, 在水晶杯两边凸起位置, 则是装了一条精致的链子, 真真是皇家气象, 陆小峰之前看到凸起的位置, 他还在想, 会不会拴一根绳子, 没想到人家直接用的是金链子, 不过似乎因为金链子价格不菲, 被别人拿走了, 陆小峰拿起水晶杯, 开口问道, 这件多少钱? 老板不由惊讶看过了, 陆小峰刚才拿走了三件玉器, 都是问了价格, 这让他心里有点打鼓, 不明白陆小峰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陆小峰再次拿起了水晶杯, 难道他想要把这些全部都买走不成? 老板打起精神, 盯着水晶杯看了看, 似乎想要在心里最后确认一下价格, 他开口道, 七十万, 陆小峰不禁皱眉, 心里也在衡量这件水晶杯的价值, 同时也在思考老板的心理价位, 显然, 陆小峰刚才没有奖价, 抬高了老板的心理价位, 因此, 他的报价绝对是高的,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十万块, 老板摇头, 这个价格太低了, 小兄弟, 你可能不知道, 我拿下这件水晶杯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这样好了, 你给七十万, 你手里的三样东西八万, 陆小峰笑了笑, 他可是清楚记得, 他问第一件双鱼玉配的时候, 对方说过不还价的, 现在还是还价了, 陆小峰摇头, 太高了, 我买了这么多, 你只给我便宜两万块, 这个没有还价, 有什么区别, 老板坚定道, 加起来七十八万, 我的要价已经不高了, 你如果遇到其他摊主, 恐怕会要出天价, 这时候, 沈子明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他听到老板的话, 顿时道, 老板此言诧异, 人家都是按照价值来开价, 你这才是开出高价, 我看看, 都是些什么东西, 双鱼玉配, 这是什么交紧的两只鸭子, 还有玉锥子, 你该不会是想要对我不利吧, 老板听到沈子明的话, 面色难看, 你是谁, 不要胡说八道, 陆小峰道, 我们一起过来的, 他是帮我长眼买东西的, 沈子明笑了起来, 我猜啊, 这七十多万, 肯定大部分都是用来买这件玻璃杯吧, 战国水晶杯过后, 市面上出现了太多的水晶杯, 你竟然还敢买, 陆小峰笑了笑, 没有回应, 但沈子明却明白了陆小峰的意思, 沈子明转头看向老板, 开口道, 这个价格太高了, 水晶杯本身造假就太多, 买下这件水晶杯的风险又那么大, 七十万完全就是天价了, 我给个建议啊, 这件水晶杯三十万, 老板瞪眼, 连忙白手, 不行, 不行, 如果你们只愿意给出这个价格, 我就不卖了, 你这样讲价, 我就亏本了, 小伙子, 这里可不是菜市场, 你以为这是大白菜吗, 沈子明笑着道, 既然是这样, 老板你来开个价格, 我们看看合适吗, 说话间, 沈子明一把拉住了陆小峰的胳膊, 好像一言不合就要离开一样, 老板瞪眼, 这样好了, 给你们再少三万, 加起来七十五万, 沈子明道, 老板, 你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老板盯着沈子明很生气, 却又不好发出来, 他能看出来, 陆小峰肯定是愿意买下这些的, 像是这样的大主顾客不多见, 如果这笔生意成交, 能够抵得上他大半年的生意, 想了片刻, 老板道, 七十万怎么样, 我已经很有诚意了, 沈子明皱眉, 七十万还是太高了, 如果我们兄弟俩花这样的价格买回去, 肯定是要挨骂的, 这样好了, 加起来五十万, 老板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两人相互盯着对方, 谁都没有说话, 好像一开口就会输掉气势一样, 林若仪站在一旁, 忍不住道, 我来给你们一个台阶, 六十万怎么样, 大家都折中一下, 我觉得这个价格很合适, 沈子明似乎仍旧有些不服气, 但是老板已经顺着下了台阶, 行吧, 就按照小姑娘说的价格算吧, 沈子明无奈, 他朝着林若仪瞪了一眼, 似乎嫌弃他多嘴一样, 陆小峰笑了笑, 他感觉沈子明很入戏, 分明都是演出来的, 但是看起来很像, 好像真是那么回事一样, 陆小峰朝着沈子明点头, 他付给了老板六十万, 对方开了一张收据, 交给了陆小峰, 这时候, 陆小峰才问出了 一直想要问的一句话, 老板, 你手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货? 老板拍着胸口, 有啊, 当然有, 我手上的货多着呢, 陆小峰无奈道, 老板, 你应该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 跟我买的这些一批的东西, 还有没有了? 老板略微犹豫, 你还要? 陆小峰点头, 要, 老板问道, 有多少要多少? 陆小峰笑着问道, 你能有多少, 该不会有一卡车吧? 老板白手, 没那么多, 大概还有十多件, 这样好了, 我明天还在这个位置, 我给带过来, 你早点来找我, 如果被别人买走了, 你可不要怪我, 沈子明站在一旁, 看着陆小峰和老板交流, 他能够感觉到, 陆小峰肯定是买到好东西了, 要不然, 他不可能还想要同一批的宝物, 不过, 当着老板的面, 沈子明并没有问出声, 一直等到他们交流完毕, 陆小峰把玉器收进兜里, 又把水晶杯抱进怀里, 沈子明这才拉着他, 快去帮我看一看, 陆小峰好奇看过去, 你是想要买什么? 陆小峰没有见到江雨昕, 显然江雨昕被沈子明撂在外面了, 估计正在帮着沈子明看守宝物, 很快, 陆小峰就见到江雨昕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拿着一只小罐子, 似乎正在直播, 显然, 沈子明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对他来讲, 一场直播很有可能比拍十段短视频还要稀粉, 更能因此收获不少打赏, 陆小峰靠近过去, 见到这是一只陶罐, 罐子上半部分有红黑中三色彩柚, 在罐子的顶端, 则是烧着了一张人脸模样的盖油, 陆小峰伸手拿起了这只罐子, 眼前浮现出罐子烧制的情形, 他很快确定下来, 这是一件真品, 陆小峰朝着沈子明点头, 他把这只彩桃人行罐交到了沈子明的手上, 尽管没有任何言语, 但是沈子明却已经心领神会, 他接过了罐子, 直接跑去跟老板交流了起来, 片刻之后, 沈子明拿出手机, 付了款, 他抱住了这只彩桃人行罐, 从老板手里接过了收据, 走出好一段距离, 沈子明这才朝着陆小峰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收据, 两万块拿下, 怎么样? 陆小峰竖起了大拇指, 沈子明拉住了陆小峰, 急忙道, 快给我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哪个时期的? 我感觉像是养勺文化, 是不是这样? 陆小峰摇头, 这是马家摇文化中的半山类型, 沈子明拿出手机, 开始查了起来, 很快, 他就胸有成竹, 朝着陆小峰竖起大拇指, 我先把直播搞定, 咱们再慢慢聊, 沈子明抱着这只陶冠, 站到了直播镜头前, 兄弟们, 我已经拿下了这只半彩柚的陶冠, 这是属于马家摇文化的产物, 我们知道, 马家摇文化分为马家摇, 半山, 马场三种类型, 沈子明的鉴定水平一般, 但是他对于定价是很在行的, 他了解很多拍卖行拍品的价格, 因此, 只要知道陶器的出处, 他就能够给出定价, 沈子明对这件陶器的定价也很精准, 在描述了一番之后, 他不免有些得意的讲述起来, 兄弟们, 这件马家摇文化彩陶人行冠, 我是两万块买下的, 但是实际价值大概在二十万左右, 也就是说, 我们捡漏了, 翻了十倍, 沈子明的声音很大, 顿时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看过来, 陆小枫甚至能够想到, 这时候弹幕上肯定充满了质疑, 毕竟大家都清楚陆小枫的水平, 不可能他说是真品, 大家就不会怀疑了, 陆小枫注意到大家的目光, 他连忙朝着旁边走了过去, 不愿意跟沈子明站在一起, 他甚至能够感受到, 大家看过了的目光, 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潘家元的直播很多, 其中有些主播压根就是摆拍, 有些则是直接造假, 睁眼说瞎话, 陆小枫正想着, 会不会有正义之事站出来, 没想到, 果真是有一位老者站到了沈子明的对面, 沈子明连忙把陶罐放在地上, 您贵姓, 老者没有搭理沈子明, 他蹲了下来, 拿起这只彩陶罐, 沈子明趁机拍了对方的照片, 直接在网上搜索起来, 资料显示, 老者竟然是马家姚文化研究会会长, 看到百科上的介绍, 沈子明莫名心虚起来, 尽管他很信任陆小枫, 但是不是信任, 就能确保陆小枫不会出错的, 沈子明有点紧张, 但他还是拿着资料, 放在了镜头前, 介绍到, 这位是马家姚文化研究会的王会长, 大家可以查一查他的资料, 我可以发誓, 真的是偶遇,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王会长, 陆小枫站在远处, 看着沈子明周边围拢了一圈又一圈的看客, 不禁庆幸自己提前逃离了, 王会长盯着这只彩桃罐看了半天, 突然抬头看向沈子明, 你觉得, 这是马家姚文化的哪种类型? 沈子明没有丝毫犹豫, 半山, 王会长点头, 小伙子, 眼力不错, 这的确是马家姚文化中的半山类型, 这是一只马家姚文化彩桃人行冠, 虽然价值不一定有二十万, 但也相差不多了, 小伙子没有吹牛, 现场众人已经听到沈子明说起王会长的身份, 此时听到王会长对沈子明手里的彩桃罐的鉴定结果, 大家都幸福了, 有人怀疑王会长可能是托儿, 但是用手机搜索, 的确是能够搜到不少跟王会长相关的报道, 正在观看沈子明直播的网友, 直接就沸腾了, 他们本来想着, 可能会看到一个翻车现场,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沈子明被围在人群里面, 有不少人当场就想要买下这件彩桃罐, 开价从十六万, 十八万到二十万, 沈子明丝毫没有客气, 当场竟然直接让大家拍卖, 这只马家姚文化彩桃人行冠, 最终成交价格达到二十三万, 沈子明净赚二十一万, 这一场直播下来, 打赏比一网更加激烈, 甚至还涨了十多万的粉丝, 这让沈子明非常兴奋, 沈子明把彩桃罐卖出去之后, 他从人群中挣扎走出来, 小枫, 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回去, 以后干脆住在潘家园算了, 我觉得潘家园的氛围实在是太好了, 非常适合常住, 陆小枫笑了起来, 既然你想要住在这里, 那你直接住好了, 但是不要拉上我, 我可不想住在这里, 沈子明也就是这样一说, 他转身跑过去, 再一次开始直播起来, 陆小枫则是把注意力收了回来, 继续沿着摊位看了起来, 之前陆小枫一直觉得潘家园的真品会很少, 毕竟这么多年发展, 很多摊主都不再去外地收宝物, 他们只要守着摊位就足够赚钱了, 但是经过这一次, 陆小枫觉得这里真品还是不少的, 陆小枫手里抱着水晶杯, 怀里揣着玉佩, 他感觉不太方便, 但是这种贵重物品又不方便寄存, 他只好找沈子明拿了车钥匙, 他打算送到车子上, 沈子明干脆利落地把钥匙递给了陆小枫, 他笑着道, 你干脆跟我一样, 直接把这件水晶杯卖掉得了, 水晶杯拿在手上, 多麻烦, 卖掉直接赚一笔钱, 你的钱放在银行卡里, 就不会担心被碰坏了, 陆小枫摇头, 这是一件了带的水晶杯, 卖掉不合适, 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给出合适的价位, 沈子明看向陆小枫, 瞪眼道, 难怪你一定要买下来, 看来这件水晶杯的价格可不低, 我觉得, 你完全没有必要送回去, 毕竟从这里走到停车场, 二十分钟, 你干脆买一只木盒子, 把水晶杯装好, 陆小枫直接把钥匙还了回去, 我去买一只盒子, 陆小枫买了盒子, 又把盒子里面用棉花塞好, 这才把水晶杯放进去, 他把盒子放进袋子里, 请林若仪帮忙拎着, 林若仪皱眉, 却又无可奈何, 我可不是你的丫鬟, 陆小枫笑了起来, 这样好了, 今天回去给你买一套护肤品, 林若仪顿时惊喜起来, 我来挑, 你买单, 陆小枫点头, 他不觉得一套护肤品要多少钱, 他觉得可能也就几百块, 林若仪却有了尽头, 你买吧, 就算是你买一只青铜鼎, 我都能给你拎回去, 陆小枫见到林若仪很兴奋的样子, 有点不太理解, 但是解放了双手, 能够让他买到更多的好东西, 不过, 接下来显然并没有那么顺利, 有些的确是真品, 但是摊主的要价高, 有些价格低一些, 但是品质太差, 卖不出什么价格, 陆小枫想要简陋, 但他也有收藏的心思, 如果真是碰到难得一件的好东西, 他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但是他现在碰到的这些, 可没有什么收藏的价值, 很快, 陆小枫停了下来, 他看到的是一件东汉绿右博山炉, 这件博山炉造型简单古朴, 呈双凤纹, 陆小枫伸手拿在手中, 顿时就看到了这件桃制博山炉的烧制过程, 博山炉是汉晋时期流行的焚香工具, 有青铜器, 也有陶制, 因为远看过去, 博山炉有如风鸾叠杖, 因此得名, 眼前这件绿右博山炉保存尚且算是完好, 绿右很少剥落, 还算是有些价值, 陆小枫拿起绿右博山炉看了看, 他看向老板, 开口问道, 这件博山炉多少钱? 老板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样子, 面上皮肤有黑, 头发灰白, 他扫了一眼博山炉, 开口道, 八万, 陆小枫拿着博山炉, 不由皱眉, 因为这个价格比市价稍低了一些, 但又没有低太多, 像是陆小枫手中这件东汉绿右博山炉市价在十一二万左右, 摊主开价八万, 对陆小枫来讲也不算是简陋, 因为如果送到拍卖会扣掉部分手续费, 可能到手也就八九万的样子, 不过, 陆小枫试探着开始讲价, 老板, 这个价格太高了, 我打算买回去点香, 这个价格高了, 摊主扫了陆小枫一眼, 不屑道, 既然是觉得价格太高, 那你就去买新的, 陆小枫被噎了一下, 他看向老板, 继续道, 三万, 摊主冷笑, 你如果三万能买到一样的博山炉, 有多少, 我全部都买下来, 年轻人, 八万这个价格已经不高了, 看到没有, 那一件博山炉的价格最高, 如果你买那件博山炉, 我就把这件送你了, 陆小枫愣了一下, 他顺着对方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果然见到最靠近摊主的位置, 同样放了一件博山炉, 但是这一件博山炉, 却是青铜博山炉, 远远地看了一眼, 陆小枫就被这件青铜博山炉吸引住了, 因为整件博山炉, 大部分都呈现出绿色的铜绣, 在博山炉上有部分金色的纹路, 这些金色的纹路, 形成了金色的卷云纹, 令人惊艳, 陆小枫靠近过去, 他把这件博山炉拿了起来, 细细看过去, 顿时就被这件博山炉的精细做工震惊了, 博山炉采用了挫金工艺, 金丝粗细得当, 细弱豪发, 粗线条勾勒出祥云图案, 博山炉把手漏掉了三条蛟龙, 蛟龙的龙手护住了炉盘, 在炉盖上则是层栓叠杖, 山林间虎豹奔走, 猴儿嬉戏, 猎人伏击, 野猪逃窜, 只有不到三十公分高的博山炉, 竟然把这样的气象急于一身, 这样的造型, 这样的工艺, 实在是超出陆小枫的想象, 最为重要的是, 陆小枫拿起博山炉的瞬间, 看到博山炉的炼制过程, 他就明白, 自己这是遇到宝物了, 无论多少钱, 都要拿下来, 这是一件稀罕挫金铜博山炉, 以这件博山炉的做工来讲, 可能只有皇室, 才能做出这样的精品, 陆小枫盯着这件博山炉看了很久, 他抬头看向老板, 心里突然紧张起来, 他压抑自己的兴奋, 努力控制情绪问道, 什么价格? 老板看向陆小枫, 开口道, 很多人都找我打听过价格, 但是每次我说完价格之后, 他们就会掩齐息鼓, 小伙子, 你的年纪太轻, 又没有带着家里大人过来, 我是不会给你开价的, 陆小枫错愕地看向对方, 轻轻一笑, 没事, 你开出价格, 我听一听, 或许我能直接做主买下来, 也许你的价格吓不到我, 老板盯着陆小枫, 其实, 我这件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在整个市场上的名气都很大, 因为这件博山炉的价格最高, 我已经放在这里一年了, 没有人敢买走, 我再确认一遍, 你真得确定要买, 陆小枫看向对方, 无奈道, 老板, 你太啰嗦了, 既然整个市场都知道, 你这件博山炉的价格高, 我找别人打听, 肯定能够打探到, 你直接告诉我, 就当做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陆小枫看着对方, 感觉对方真是太啰嗦了, 说个价格, 还说了这么一大堆, 老板开口道, 这件博山炉, 我开价一千两百万, 陆小枫笑了笑,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没有人敢买了, 其实, 在陆小枫看来, 这件博山炉是真品, 无论是铜锈, 还是做工来讲, 都是真品, 但是老板, 把宝物放错了地方, 潘家园的地摊的档次太低, 很多有钱人是不可能来这种地方的, 他们宁愿去拍卖会, 最为重要的是, 即便有钱人即便是来了这种地方, 也不可能相信, 这里会有价值一千万两百万的宝物, 陆小枫开口道, 八百万, 我买走, 老板瞪眼, 不满道, 如果真是八百万的价格, 我早就卖出去了, 一千两百万, 不还价, 陆小枫摇头, 老板, 如果你不松口, 接下来, 恐怕还是不会有人买走, 你觉得潘家园的地摊, 有谁敢开出一千两百万的价格, 老板坚定道, 我就是要开出这个价格, 说话间, 老板激动起来, 声音也高了起来, 我在这里做了一年多了, 很多人都笑话我, 说我用这个价格, 是完全不可能卖出去的, 但是我不信, 我觉得一定会有识货的人, 一定会用这个价格买下来, 老板神色坚定, 似乎这件事情成为了他的信仰一般, 陆小枫看着老板, 似乎完全被感动到了, 他看向老板, 开口道, 或许你不用大声嚷嚷, 咱们以八百万的价格成交, 对外说一千两百万不就行了吗? 老板看向陆小枫顿时惊呆了, 老板的演技算得上是非常好了, 表现得生情并茂, 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 没想到却没能感动陆小枫, 好一会儿, 老板盯着陆小枫, 一千两百万, 陆小枫再次道, 八百万, 老板盯着陆小枫, 一时间有些迟疑起来, 他朝着四周看了看, 见到大家都没有看过来, 他想了想, 开口道, 一千万, 这是底线, 但是, 你必须对外说是一千两百万的价钱, 我不能自己打脸, 陆小枫笑了笑, 点头硬了下来, 其实, 陆小枫相信, 如果继续, 他还能把价格压低, 但是他不愿意节外生枝, 这件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是货真价实的真品, 价值远非千万那么简单, 老板或许把这件博山炉, 当成真品卖,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件博山炉的真正价值, 林若仪站在一旁, 他一手拎着袋子, 另外一手拿着便携摄像头, 看到陆小枫的交易过程, 不由目瞪口呆, 果然是有钱人, 出手就是大方, 林若仪感觉, 陆小枫和沈子明就是两个极端, 陆小枫做事谨慎, 但是他每次交易的时候, 都表现得极为大方, 还价很少, 沈子明则是相反的性格, 沈子明做事粗之大业, 但是每次讲价格的时候, 都资诸必较, 眼看陆小枫要花一千万买下博山炉, 林若仪连忙朝着远处招手, 想要把沈子明叫过来, 不过, 沈子明正在直播, 压根没有看到这边的动静, 因为这件西汉错经铜博山炉的价格太高, 所以陆小枫和老板约定, 他们前往管理中心进行交易, 两人到了管理中心, 这里的工作人员, 听到他们说出来的价格, 立即就沸腾了起来, 现场有一位副主任特意把陆小枫拉到了一旁, 压低声音提醒道, 小伙子, 你确定要买吗? 如果真是买下来, 你算是破了我们这边的成交记录, 我们这里的摊位, 最高的价格, 也不过是六百万的成交记录, 当然, 我并不是说摊位上的东西都是假货,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赝品, 关于这一点, 我们都心知肚明。 陆小枫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 对方这是善意的提醒, 而且说得很明显了, 老板见到陆小枫被拉走, 顿时变了脸色, 他连忙跑了过来, 于主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于副主任朝着陆小枫笑了笑, 你好好想一想, 老板追过来, 脸色显然不好看, 小伙子, 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签字, 你如果反悔, 一切都还有机会, 要不然待会儿转账给我, 可就没有办法反悔了。 陆小枫伸手指过去, 咱们签字吧。 陆小枫走过去, 老板却呆住了, 陆小枫表现得太过干脆利落, 以至于让老板怀疑自己可能做错了。 很快, 陆小枫两人签订和合同, 陆小枫转账给对方, 因为转账的额度太大, 银行特意打来电话确认, 终于老板收到了一千万, 兴奋的差点要惊呼起来。 陆小枫抱着这件博山炉, 转身走开了, 管理中心却一片安静, 大家看着陆小枫淡定的模样, 不免觉得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 一千万就这样直接败掉了。 陆小枫两人过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陆小枫是受到老板的蛊惑, 他这是上当了, 可是与主任都已经提醒对方了, 但是陆小枫他压根不听, 大家只会觉得像是陆小枫这样的富家子弟太过刚愎自用。 好一会儿, 管理中心又沸腾了起来, 大家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写出一篇宣传通稿, 发到媒体上。 不过, 考虑到这件事情可能会出现反转, 领导没能同意,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一千万交易完成, 陆小枫买走了赝品, 很有可能会来找麻烦。 走出管理中心, 陆小枫示意林若仪把摄像关掉, 林若仪这才关掉了, 他忍不住问道, 陆小枫, 你真得花了一千万买这件东西。 陆小枫举起博山炉,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看? 林若仪无奈道, 我总感觉你可能上当了, 要不然, 你把这件博山炉拿到博物院, 请专家帮你鉴定一下。 陆小枫自信道, 难道我不是专家吗? 林若仪站定下来, 他盯着陆小枫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为什么这么自信? 陆小枫笑了起来, 他现在的心情很好, 因为他很确定, 手中这件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就算是拿到博物院, 那也是顶尖的文物。 陆小枫花一千万买回来, 看似价格高昂, 但是相比于这件博山炉本身的价值来讲, 一千万不过是尾数罢了。 陆小枫伸手一拍大腿, 老板还欠我一件博山炉, 他那里还有一件东汉绿油博山炉, 之前说好了, 要送我的。 说吧, 陆小枫快不走回去。 林若仪很无奈, 连忙跟过去, 忍不住吐槽道, 你花了一千万买博山炉, 都没有见你多在意, 那件绿油博山炉价格也不是很高, 但你好像很在意。 陆小枫笑了起来, 这不一样, 两人还没有靠近摊位, 就见到刚才的摊位前面, 已经围满了一圈人。 老板的声音从人群里传了过来, 各位兄弟们, 我发达了, 以后不用来摆摊了。 刚才有个傻子, 在我这里, 花一千两百万, 买走了那件博山炉。 陆小枫听到这话, 面色不禁有些怪异起来, 林若仪则是哈哈大笑, 老板兴奋得得意忘形, 他哈哈大笑道, 我老早就跟你们说过, 这件错经铜博山炉是真品, 你们就是不相信, 现在终于算是有人相信了, 我开价一千两百万, 他都没有还价, 直接就买走了。 现场围观的, 有不少都是旁边的摊主, 大家纷纷恭贺起来。 老刘, 你算是熬出头了, 五十万买下的博山炉, 熬了三年, 终于卖掉了, 而且大赚特赚。 真是羡慕老刘, 你难道就没有留下人家的联系方式吗? 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我们也想要认识一下这样的贵人。 对对, 我们也想认识这样的傻子贵人, 似乎是被傻子贵人这个称呼逗到了, 现场发出了轰然的爆笑声。 林若仪站在陆小枫身旁, 愤慨不已, 但他转身看向陆小枫, 不由惊呆了, 因为他发现陆小枫竟然在笑。 人家都笑他是傻子, 陆小枫竟然还在笑。 难道他真是傻子不成? 林若仪连忙推了陆小枫一把, 你该不会是疯了吧? 陆小枫笑着道, 本来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 不想要刺激他们, 现在看来一定要刺激一下才行啊。 林若仪看向陆小枫满视不解, 不明白陆小枫打算怎么刺激这些人。 陆小枫抱着博山炉走进去, 老板正在哈哈大笑, 见到陆小枫却像是被掐住了脖子, 他连忙止住了笑声。 大家见到老刘的怪异反应, 不免诧异, 随即看到陆小枫, 大家就明白了。 现场竟然有人直接高声问道, 这就是那位贵人吧? 老板看向陆小枫, 尴尬一笑, 小伙子, 咱们签完合同, 一切都已经定下来了, 你是不能反悔的。 说话间, 老板咽了咽唾沫, 他相信, 能够随手拿出一千万的富二代, 肯定不是一般的背景, 在他看来, 陆小枫这样的富二代, 肯定有权有势, 甚至能够让他无声无息消失的那种。 老板很紧张, 他看着陆小枫,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陆小枫伸手指向那件东汉绿右薄山炉, 你说过要送我的? 老板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连忙点头, 对对, 送给你了, 这摊位上的东西, 你随便挑。 陆小枫扫了一眼, 这个摊位上的东西, 他都看过一遍了, 只有这两件薄山炉是真品, 其他都是赝品, 完全没有价值。 陆小枫不屑一顾, 他拿起绿右薄山炉, 转身离开了。 现场众人本来还想要嘲笑一番, 但是大家都被陆小枫的淡定震慑住了。 陆小枫表现得这么镇定, 是信心很足, 还是压根不在乎。 陆小枫带走两件薄山炉, 他就不愿继续待在这里了。 在陆小枫看来, 西汉错经铜薄山炉太过贵重, 万一磕到碰到, 哪怕是掉下一片绣迹, 都是极大的损失。 陆小枫带着林若仪直接去了停车场, 他给沈子明打了电话, 他们约定等沈子明直播结束就离开。 一个多小时后, 沈子明带着江雨昕匆匆跑来, 沈子明一边抹着头顶的汗水, 一边道, 对不起, 刚才有事耽误了一会儿。 你们是不知道啊, 现在整个市场都传遍了, 说是有个傻子富二代, 花了一千两百万, 买下了一件薄山炉。 我现在有点后悔, 我应该多带点宝物, 直接在这里租个摊, 沈子明说到一半, 顿时瞪直了眼睛, 他瞪眼盯着陆小枫的怀里, 看着陆小枫左右个抱着一只薄山炉, 他顿时尴尬道, 那个傻子该不会是你吧? 陆小枫呵呵一笑, 你觉得会是谁? 沈子明问道, 真花了一千两百万。 陆小枫摇头, 沈子明松了一口气, 还好, 我也觉得他是吹嘘的。 陆小枫道, 花了一千万。 沈子明瞪直了眼睛, 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如果我帮你砍价, 肯定能够砍下来不少。 现在整个市场都说你是傻子。 陆小枫摆手, 不用在意, 他们说他们的, 我又不会少一块肉, 快点开车, 咱们去故宫, 我约了人喝茶。 沈子明顿时反应过来, 酸溜溜地道, 去故宫修文物的人果然不一样了, 开口闭口都是故宫。 话虽如此, 沈子明仍旧很快地坐上了驾驶座, 带着陆小枫一行人离开。 陆小枫请洛昌明帮自己约了一位故宫博物院青铜组的专家, 他自己尽管确定这是真品, 但是有些事情, 还需要更有话语权的专家来确认。 洛昌明作为书画修复组组长, 他在故宫多年, 交友广阔, 陆小枫又是他极为看重的, 因此, 对于陆小枫的请求, 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很快, 陆小枫一行人, 进了故宫附近的一家茶社, 陆小枫怀里抱着博山炉, 陆小枫就愣住了, 因为现场除了洛昌明, 竟然还坐了三个人。 洛昌明笑着介绍道, 你把图片发给我, 我拿着图片找过去, 大家都感觉很好奇, 就跟着过来了。 洛昌明还没有来得及介绍, 这三人就已经围了上来, 陆小枫连忙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放在了桌子上。 青铜组的三位专家, 一位年纪最长的, 名为周承杰, 他是青铜组的组长, 中年男子名为吴渊, 最年轻的青年也有三十七八岁了, 名叫郑宇, 三人拿着放大镜, 围着这件博山炉看了起来。 沈子明站在一旁, 不停地走来走去, 看起来非常紧张, 甚至比陆小枫还要紧张。 洛昌明好奇看向陆小枫, 你不过来上班, 是跑去潘家园了? 小枫, 你如果想要鉴定这些宝物, 你告诉我, 我带你去库房, 让你看得够。 陆小枫无奈, 只好指向几人道, 我主要是陪着他们。 洛昌明点了点头, 我看你买了不少东西, 这件博山炉花了多少钱? 陆小枫道, 一千万。 洛昌明愣了一下, 多少? 陆小枫道, 一千万。 洛昌明目瞪口呆, 他从师弟的口中, 知道陆小枫很有钱, 但他没有想到, 陆小枫竟然有钱到这种程度。 这可是一千万, 就这样轻飘飘拿了出来, 买了一件博山炉。 陆小枫这是到底有多少钱啊? 这时候, 周承杰突然放下了 手中的放大镜, 大声道, 好, 众人齐齐震惊看过去, 周承杰看向陆小枫, 这是大开门的好东西, 这是国宝, 你是要捐给故宫吗? 洛昌明拉住了周承杰, 老周, 你可不要乱说, 我拉你过来, 是让你鉴定的, 不是让你拉捐线的。 周承杰笑了起来, 说顺嘴了, 我也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小伙子这么年轻, 花一千万买, 这件博山炉,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陆小枫转头看向洛昌明, 洛昌明很无奈, 他开口道, 小枫是白手起家, 你就不要妄想了, 抓紧说一说, 这件博山炉怎么样? 小伙子买了这件博山炉, 该不会是买亏了吧? 周承杰听到洛昌明这样说, 他点了点头,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不做他想了, 看得出来, 周承杰是非常想要陆小枫, 把这件博山炉捐给博物院的, 毕竟这样的宝物, 实在是难得一见, 博物院也没有这样的宝物, 周承杰伸手指向博山炉, 开口道, 这是一件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这个绿袖真的很漂亮,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袖色, 很有可能会把这件博山炉当成赝品, 但是这个袖色是非常自然的袖色, 只有历经千年的岁月, 才能形成这样的袖色, 这件博山炉最难得的是, 错金工艺很完整, 没有丝毫损坏, 博山炉的炉身造型复杂, 巧夺天工, 栩栩如生, 沈子明问道, 像是这样一件博山炉, 大概能值多少钱, 周承杰笑了笑, 这是一件国宝, 哪怕是故宫博物院, 也没有比这件做工更加精妙的博山炉了, 你如果只是用钱来衡量这件博山炉, 那就是庸俗了, 沈子明听到这话, 脑子里顿时就把这句话翻译了, 也就是说, 这件博山炉的价格可能要过亿, 甚至可能两三个亿, 周承杰道, 这是一件国宝, 如果放在博物院, 肯定是要列入禁止出境名录的, 不仅是文物价值高, 这件博山炉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周承杰不愿说出这件博山炉的价格, 这让沈子明有些失望, 但是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像是陆小峰买回的这么精美的博山炉, 实在是不多见, 更没有任何的成交记录, 至于这件宝物如果拿到拍卖会上, 最终的成交价更是没有办法估量, 正说话间, 周承杰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并没有走开, 而是直接接了电话, 陆小峰距离很近, 他能够清楚听到对面的声音, 周老师, 我是何广源, 潘家元今天卖出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博山炉, 您听说这件事情了吗? 周承杰拿着手机, 他朝着陆小峰看了一眼, 又看向放在一旁的博山炉, 开口道, 没有, 何广源道, 周老师, 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不敢相信, 因为这件西汉博山炉, 竟然是在摊位上卖出去的, 尽管摊主刘老板对外宣称卖了一千两百万, 但是他们是在我们管理中心签订的合同, 我们那里不少人都亲眼看到了合同, 这件博山炉卖了一千万, 周承杰拿着手机, 又朝着陆小峰看了一眼, 哦,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何广源道, 周老师, 我这周末不是跟你约好一起去潘家园吗? 之所以约你, 我就是想要请周老师帮忙看一看这件博山炉, 我觉得这件博山炉像是真品, 但又不敢完全确定, 周承杰听到这话, 手机差点掉下来, 周承杰突然问了一句, 何老板, 你是打算买下来吗? 如果买下来, 你打算捐吗? 何广源顿时被噎住了, 无奈道, 周老师,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怎么能买到就捐出去呢? 我就是想要请您帮忙长眼, 如果那是真品, 我就买了, 没想到竟然被人抢先一步, 周承杰笑了笑, 开口道, 我已经看过这件博山炉了, 这是一件真品, 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何老板, 我觉得你可能亏大了, 一千万的价格, 可能连这件国宝的零头都不够, 何广源顿时惊呆了, 周承杰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无奈叹息一声, 像是这样的国宝, 就应该给更多的人看到, 如果能够摆在博物院的展示里,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不过, 小枫是年轻人, 我就不劳到这些了, 像是何广源这种老板, 都是吃人不秃骨头的, 就应该让他难受难受, 陆小枫坐在一旁, 忍不住笑了笑, 他之前觉得周承杰挺烦的, 一直劳到让他捐赠, 现在看来, 这是个有趣的老头, 洛长明点头道, 何广源确实是吃人不秃骨头, 像他这种人, 就应该质疑质, 周承杰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他拿出手机, 朝着众人展示道, 何广源又打过来了, 他怕是不敢相信, 说吧, 周承杰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拿着手机翻找了一番, 直接开了视频, 视频接通, 周承杰把镜头对准了博山炉, 他直接道, 何广源, 这件西汉错金铜博山炉就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件大开门的真品, 真是可惜啊, 何老板你慢了一步, 被别人抢先了, 陆小枫能够看到, 对面的镜头都晃动了起来, 一张大脸几乎装满了整个屏幕, 何广源面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周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博山炉怎么送到你那里了, 周承杰道, 人家既然能够花一千万买博山炉, 自然也能请到我, 唉, 真是太可惜了, 你怎么就没有早点下手呢, 这件博山炉至少值几个亿, 你错过了, 行了, 既然博山炉被别人买了, 周末我就不过去了, 说吧, 周承杰再次挂断电话, 陆小枫看着手机, 他都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那种绝望的情绪, 这可是几个亿, 哪怕是中彩票, 不知道要中多少次才能赚到那么多, 林若仪和江雨昕坐在一旁, 两人瞠目结舌, 显然被震慑了, 接下来, 周承杰的手机接连响了起来, 他拿着手机看了看, 笑了起来, 好几个人都给我打来电话, 询问我这件博山炉的事情, 沈子明突然开口道, 市场上很多都说小枫是傻子, 他们觉得小枫在地摊上花这么多钱, 完全就是败家行径, 周承杰愣了一下, 看来, 这些信息我要回复了, 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傻子, 他们完全就是游眼不识泰山, 周承杰拿着手机, 一个个直接回复了语音, 这件博山炉, 我已经见过了, 大开门的真品, 这是国宝, 博山炉现在就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件真品, 价值几个亿, 老方, 你也打算买这件博山炉啊, 可惜被别人杰族先登了, 这是价值几个亿的真品, 周承杰是青铜器修复专家, 对于青铜器的鉴定, 自然也是专家, 正因为如此, 他认识, 全里很多人, 这些人听说了这件事情, 都来找他询问, 周承杰接连回复了七八条信息, 每一句都是实话, 但是句句扎心, 哪怕是从没想过, 买下这件博山炉, 仍旧会有很多人会觉得, 几个亿的宝物, 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骆昌明坐在一旁, 心情复杂, 因为他觉得, 陆小枫越是表现出其他天赋, 就越不可能留下来, 直到现在, 骆昌明仍旧打算把陆小枫留下来, 但是现在看来, 却是不可能了, 周承杰跟骆昌明关系很好, 因此, 完全站在陆小枫的角度考虑问题, 所有人问话的人都扎了一遍, 这才停了下来, 周承杰笑着道, 小枫, 你就放心好了, 我回了这几条信息, 你明天再去潘家园, 肯定会换一种画风, 他们这些人, 有眼不识经相遇, 竟然还觉得你是傻子, 真是被猪幽蒙了心, 陆小枫连忙道, 多谢周老师, 周承杰白手, 他看向林若仪手里拎着的袋子, 你们还买了其他青铜器没有, 都拿来看一看, 我有种预感, 你的眼光很好, 可能还要简陋, 陆小枫很无奈, 他从林若仪手里接过了袋子, 开口道, 这是一件撩带的水晶杯, 尽管桌子上还有一件东汉桃制博山炉, 但是现场谁都没有多看一眼, 大家都能看出, 那件价值不会太高, 陆小枫从盒子里把水晶杯拿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大家都围了过来, 拿着放大镜细看过去, 尽管骆长明和周承杰都有各自专精的领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其他古董没有研究, 看完水晶杯, 骆长明看向陆小枫, 你是怎么判断呢? 你怎么知道这是辽带的水晶杯? 陆小枫并没有回应, 他直接从兜里拿出了双鱼玉佩, 还有交紧鸳鸯玉佩, 最后则是预制手柄的锥子, 看到这些, 骆长明等人的目光顿时落在了锥子上, 骆长明拿起锥子, 这些线落在手柄上, 这是刺鹅锥, 吴渊和郑宇两人各自拿了一件玉器, 想要把玉器研究透彻一样, 江雨昕好奇问道, 什么是刺鹅锥? 骆长明解释道, 骆丹人喜欢带着鹰去补天鹅, 当鹰拿住天鹅的头, 把天鹅逼着落在地上, 为了防止天鹅挣扎伤到鹰, 他们会随身携带刺鹅锥, 直接把天鹅刺死, 刺鹅锥的作用就是这样, 但是这把刺鹅锥, 看起来像是现代的产物, 锥子是现代的, 玉制手柄应该是辽带的, 周承杰盯着眼前这些东西, 他看向陆小枫, 开口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一起盗墓的案子? 水晶碑, 两件玉佩, 还有这件刺鹅锥, 恐怕不是一座简单的墓, 周承杰的视线落在水晶碑上, 这只盖子是银制流晶的, 杯子的两边也应该是有链子, 链子也应该是精致或者银制的, 以这样的品质而言, 这很有可能是一座辽带黄世墓, 陆小枫点头, 他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要不然, 他也不会让林若仪把摄像关掉, 陆小枫开口道, 从这几样东西的品项来看, 应该是出土多年了, 周承杰无奈叹息, 这时候, 就算是想要追查, 恐怕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手了, 你如果能够把墓里的东西都买过来, 那就都买了吧, 陆小枫点头, 我会尽力的, 陆小枫点头道, 既然你能够买到这件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这是你的缘分, 希望你能够好好对待, 当然, 你如果愿意出手的话, 我可以找人接手, 说到这里, 周承杰顿时反应过来, 你是年轻人, 我不好意思欺负你, 但是那些有钱的老家伙, 完全可以买下这件博山炉, 捐赠给不务院啊, 骆长明连忙拉住了他, 老周, 你真是昏了头, 这可是几个亿的东西, 有哪一个这么大方的, 那些老家伙, 猫遇到了心, 你觉得他们可能捐赠吗? 周承杰一时间呆住了, 无奈道, 好像也是, 骆长明指着周承杰道, 老周, 你说说, 人家愿意收藏, 你就给人家收藏, 干嘛都要弄到故宫里来, 就算是送到故宫, 你过几年也要退休了, 以后哪里还看得到? 周承杰摆了摆手, 行吧, 你不要管我, 我要回去了, 陆小枫连忙道, 周老师, 我们一起吃个便饭, 周承杰摆手, 我已经在食堂吃过了, 下次有这样的好东西, 你再联系我, 看到这样的好东西, 可比我吃一顿饭要舒服多了, 快要走出包厢时, 周承杰突然转过头来, 你没有我的联系方式吧? 你记一下我的电话, 有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周承杰想了想, 开口道,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潘家园, 咱们一起去转一圈, 抱上你的博山炉, 陆小枫愣了一下, 还是不要了, 这样太高调了, 况且这件博山炉那么贵重, 随身带着不方便, 周承杰反应过来, 点头道, 有道理, 既然是这样, 你就抱着另外一件 陶制的博山炉, 咱们去转一圈, 让他们看一看你这个傻子, 明天一早就过去, 不要迟到了, 周承杰转身离开, 吴冤和郑宇两人 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跟着离开了这里, 陆小枫很无奈, 他看着周承杰离开的方向, 忍不住问道, 周组长一直都是这么高调的吗? 洛长明笑着道, 老周这人有点怪, 喜欢劝人捐献古董, 喜欢对人性格很强势, 你没有看到吗? 跟着他过来的两位, 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敢多说一句, 陆小枫点头, 他也注意到这一点, 只能无奈道, 洛组长, 今晚一起吃饭, 洛长明道, 我中午还没有来得及吃饭, 陆小枫笑了起来, 真是巧了, 我们都没有吃, 那就一起吧, 吃完饭, 陆小枫先去银行, 把西汉错经铜博山炉 和辽带水晶杯放进保管箱里, 接着, 他们才回到酒店休息, 沈子明跟着陆小枫进了他的房间, 见到陆小枫拿出来的玉佩, 沈子明不免有几分羡慕, 陆小枫笑着道, 你在潘家园的时候, 只顾着直播, 没有戏看那里的好东西, 明天, 你可以多看一看, 沈子明笑了起来, 其实, 今天直播也赚了不少, 只是相比于你赚到的, 就远远不如了, 当然, 像你这样简陋, 可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陆小枫笑了起来, 这段时间, 他每次简陋的开销越来越大, 并非是便宜就一定好, 陆小枫坐下来, 他看向沈子明, 你有什么想法, 沈子明开口道, 你有没有联系故宫文创, 陆小枫点头, 我已经联系过了, 只不过, 对方现在还没有给出一个准信, 他们一直都是自己在网上直接销售的, 从来没有请过外面的人直播带货, 因此, 这件事情要一层一层汇报, 这件事能不能做成, 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如果我的名气更大一点, 能有更大的影响力, 或许这件事情就不是问题, 沈子明开口道, 我过来找你, 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你也看到了, 潘家元有那么多的赝品, 或许就会有人看中这些赝品, 如果观看直播观众看中了哪一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采购, 陆小枫顿时明白了沈子明的意思, 他摇头道, 有些赝品的制作成本很高, 你想要卖出高价并不容易, 况且, 很多人看到你我捡漏, 他们想要买这些赝品, 实际上也是抱着想要捡漏的心思, 万一没有捡漏, 他们有没有可能退货, 当然, 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批量生产, 你就算是销售, 也只能一件一件卖出去, 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沈子明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他苦笑起来, 这是沈子明今天刚冒出来的想法, 他想要试一试, 没想到转眼就被陆小枫驳回了, 不过, 陆小枫说得很对, 想要这样卖货, 实际上是有很大缺陷的, 直播带货最为重要的, 要能够批量, 量大了, 自然就能够赚钱, 如果只是单件卖出去, 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沈子明无奈道,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等故宫的答复了, 陆小枫道, 你不能因为我说了两句, 就这样放弃了, 我注意到, 潘家园那里, 也有不少能够批量生产的东西, 或许你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沈子明顿时反应过来, 好像也是, 那里有不少当代瓷器, 也有不少精美的艺术品, 陆小枫开口道, 网上卖货不同于线下, 因为网上存在一个风险, 就是当你的直播间有大量举报的时候, 很容易被封掉, 因此带货的时候, 最好能够选择当代艺术品, 最好直接说明, 这不是古董, 其实, 有一个方向是很不错的, 你可以跟王菲菲商量一下, 沈子明看向陆小枫, 跟他商量, 沈子明觉得王菲菲还在上学, 能跟他商量什么? 陆小枫点头, 你忘记了一件事情, 他在央美上学, 其实很多学生的作品是没有办法编线的, 但是对于大众来讲, 很多人喜欢在家里挂上一幅画, 但是又求购无门, 毕竟市面上很多作品都是印刷品, 你帮这些央美的学生带货不是很好吗? 沈子明顿时惊喜起来, 你说得很对, 这个方向真是太好了, 实际上我有很多观众, 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很陌生, 他们可能只是好奇, 想要通过直播了解更多的东西, 但是如果带货, 他们可能就不会买了, 但是央美学生的话, 这件不一样了, 毕竟对于学生来讲, 他们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出产, 这些话收起来还占地方, 不如直接拿出去变现, 又因为是学生作品, 很多价格并不是很高, 沈子明站起身来, 我去跟江雨昕他们两个商量, 这件事情适合他们出面来联系, 毕竟他们的亲和力更好, 陆小峰笑了起来, 他觉得沈子明说得很有道理, 送走沈子明, 陆小峰喜喜就躺在床上睡了, 尽管只是下午三点多钟, 但是陆小峰却感觉到非常劳累, 今天, 陆小峰看似只摸了摸宝物, 但是每摸一件宝物, 他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不同的画面, 哪怕是一上午, 陆小峰却已经感觉精神有点错乱, 买下西汉错经铜博山炉之后, 陆小峰之所以没有继续下去, 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了, 可能再继续下去, 他就要神经错乱了, 这一觉, 陆小峰睡得很踏实, 到了晚上, 沈子明用力砸门, 陆小峰都没有听到声音, 沈子明无奈, 只好找了前台帮忙, 他们一起进入房间, 见到陆小峰安然睡在床上,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沈子明用力把陆小峰摇醒过来, 要吃晚饭了, 你要不要一起, 吃完之后, 我们一起出去听曲儿, 陆小峰能够听到沈子明的声音, 但他感觉浑身疲惫到了极点, 眼睛都没有睁开, 我太困了, 晚饭不吃了, 沈子明看着陆小峰的样子, 也没有再坚持, 明天早上四点半, 你能不能起得来, 陆小峰开口道, 你拿走我的房卡, 明早来找我, 沈子明这才带着房卡离开了, 次日, 窗外仍旧是黑天, 沈子明却已经推门进了陆小峰的房间, 不过, 陆小峰已经清醒过来, 喜叔收拾妥当, 见到沈子明, 陆小峰笑了笑, 出发, 接连睡了十几个小时, 陆小峰感觉到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 终于恢复了过来, 在此之前, 陆小峰很少像这样, 一次鉴定那么多的物件, 接下来, 他就更加清楚自己的情况, 会适当休息, 沈子明没有多说,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 陆小峰的精神好了很多, 一行人坐上车子出发, 陆小峰接到了王菲菲的电话, 对方已经快要赶到了, 陆小峰稍有迟疑, 没有给周承杰打电话, 因为时间太早了, 没想到, 周承杰却打了电话过来, 我已经到了, 这里已经开市了, 现在天色太黑, 咱们先各自转一转, 等到天亮之后, 七点钟左右, 你等我电话, 咱们约个地方见面, 陆小峰连忙应了下来, 到了潘家园, 王菲菲跟他们会合, 陆小峰没有过多寒暄, 直奔卖辽国玉器老板的摊位赶过去, 老板如约出现, 见到陆小峰一行人, 他连忙招手道, 你们想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们带来了, 陆小峰非常惊喜, 他走上前去, 见到老板拿出一只小布袋, 从里面一一拿出了十多件物件, 陆小峰的视线, 落在双凤纹琥珀卧手上, 不由惊喜起来, 中原地区一般会有玉珠卧, 但是基本上不会采用琥珀, 只有契丹人才会用琥珀卧手, 在契丹人看来, 琥珀具有定神魂的作用, 以琥珀随葬, 则是一种灵魂不灭的信仰, 天色漆黑, 但是却挡不住陆小峰的热情, 他果然看到了另外一只双龙纹琥珀卧手, 这说明, 这处辽戴皇室墓是两人合葬目的, 陆小峰忍住了自己想要多询问的冲动, 因为他很清楚, 既然琥珀握手都已经被挖掘了出来, 那就足以说明, 这处墓葬已经没有了太多的价值, 毕竟这是放在主观里的东西, 接着, 陆小峰的视线落在了一条琥珀串上, 这条琥珀串很长, 拿起来足足有半米长, 挂在脖子上, 差不多能够垂到大腿, 上面有大量如小石子一般的琥珀珠子, 还有圆雕和浮雕的琥珀事件, 这些全都用银丝穿了起来, 陆小峰伸手拿起这件琥珀串, 这也是一件随葬品, 先发现了琥珀握手, 又找到这么长一串琥珀串, 这足以说明, 契丹人对于琥珀的喜爱, 契丹人信仰佛教, 佛教认为水晶代表佛谷, 琥珀则是代表佛学, 这种信仰, 使得契丹人的墓葬中, 会有很多水晶和琥珀制品, 陆小峰本以为自己这一次, 会发现大量的宝物,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过手的几样东西, 竟然全部都是赝品, 几乎都是聊带风格的玉器, 不得不说, 眼前这位老板是很有生意头脑的, 陆小峰能够看得出来, 老板肯定是知道这几样东西都是聊带风格, 所以他才会特意定做了不少聊带风格玉器, 陆小峰有点遗憾, 他能够感觉到, 这位老板肯定是有所保留的, 他并没有把所有的宝物都拿出来, 而是用了几件真品, 把这几件真品当作是耳料, 想要钓大鱼, 不过, 陆小峰显然让他失望了, 因为陆小峰竟然把所有的真品都挑了出去, 等陆小峰把最后一件玉器放下, 老板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陆小峰伸手指向双凤纹, 双龙纹琥珀, 还有琥珀串, 直接问道, 加起来多少钱, 老板看向陆小峰, 小伙子, 我本来以为你是运气, 没想到你的眼光是真好, 陆小峰看向对方, 一时间没有说话, 他能够感觉到, 对方似乎再犹豫, 许久, 老板伸手要把琥珀收回去, 却被陆小峰拦住了, 陆小峰开口问道,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老板看向陆小峰, 我不卖了, 如果这三件琥珀也卖出去, 我剩下这些东西就不好卖了, 想必你也能够看得出来, 这几样东西都是用来吸引注意的, 陆小峰盯着对方, 摇头道, 老板, 我觉得今天就算不是我买走, 肯定还会有其他人买走, 你不应该如此, 沈子明站在一旁, 瞪眼看着这一幕, 不免诧异, 没想到陆小峰竟然把老板都买得害怕了, 现在竟然还想要抢买, 老板瞪眼, 不卖, 陆小峰开口道, 三件二十万, 老板犹豫了, 陆小峰道, 四十万, 老板面上忍不住露出了些许喜色, 但是随即又收敛了回去, 陆小峰再次道, 六十万, 这是我最后一次报价, 老板看向陆小峰, 等了好一会儿, 真不加价了, 陆小峰点头, 这是我最后的报价, 你如果觉得合适, 那就成交, 如果不合适, 就此别过, 老板一时间迟疑起来, 因为陆小峰的报价, 相比于他的收购价, 已经高出了太多, 足以让他动心, 但他还是想要卖得更高一些, 不过, 陆小峰坚定主意, 不愿加价, 老板想了想, 好, 陆小峰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把三件琥珀都买了下来, 拿到收据之后, 陆小峰把三件宝物放在准备好的袋子里, 转身直接离开了, 走出好一段距离, 沈子明忍不住问道, 老板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 这么大一串琥珀, 六十万就给卖掉了, 陆小峰笑了起来, 他感觉对方未尝不知道, 这件琥珀的价值很高, 但是因为对方可能并不清楚具体的价位, 再加上老板在潘家园待久了, 思维受到了限制, 买到了好东西, 也想要通过自己的摊位出手, 只是老板没有想到, 摊位的档次太低, 严重地限制了宝物的价格, 同样的宝物, 如果换到一家古玩店里, 价格可能会翻倍, 换到拍卖行, 可能会翻几倍, 当然, 最大的可能是老板刚才都是演出来的, 他压根就不清楚, 这三件琥珀都是真品, 他以为这些是赝品, 自己简直赚翻了, 陆小峰因为知道这三件琥珀都是真品, 所以他先入为主, 觉得老板也知道这是真品, 以至于会错了意, 不管如何, 买下了这么大串的琥珀, 一切都值得, 接下来, 陆小峰就放松了很多, 他不再要求自己每一样都摸一遍, 而是根据自己的演员, 选择一部分物件进行鉴定, 这时候天色很黑, 即便是这里灯火通明, 但是直播也不会有太多人观看, 因此, 沈子明没有选择直播, 而是打算买几样好东西, 沈子明遇到了好东西, 就会拿给陆小峰过目, 江雨昕, 林若宜, 王菲菲三人则是站在旁边, 他们也各自拿了物件, 装模作样地鉴定一番, 以他们三人的水平, 当然是不可能鉴定出来的, 但是他们却觉得很高兴, 陆小峰在翻找了一番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本, 文征明轻笔抄录的《论语》一书, 这本书看起来平平无奇, 只是纸张看起来有些发黄, 陆小峰发现的时候, 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他看到这本书的字体飘逸, 很有大家风范, 他翻到最后一页, 见到上面写了四个字, 横山居士, 横山居士是文征明的号, 陆小峰伸手放在这本书上, 眼前浮现出一位文士拿着毛笔, 认真抄录的情形, 陆小峰能够清楚看到, 文征明在最后落笔的时候, 有些犹豫, 他写下横山居士四个字之后, 伸手拿起了印章, 又放了下去, 陆小峰拿起这本, 《论语》, 朝着老板问道, 老板, 这本多少钱? 老板扫了一眼, 开口道, 三万, 陆小峰还价, 五千, 老板听到还价的声音, 这才靠近过来, 他盯着论语看了一眼, 开口道, 这可是文征明抄录的, 五千块是不可能的, 两万块吧, 陆小峰听到这个报价, 他就知道, 老板压根不知道这是真品, 他坚持道, 老板, 我能给你五千, 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 要不然我直接给你三千, 你不是一样要卖? 我看啊, 不如这样好了, 我给你两万块, 你让我另外调两本书, 老板稍稍一挣, 随即高兴地点头同意下来, 毕竟他之前都是一本书卖五千, 现在陆小峰给出的价格, 完全是高的, 老板的摊位上有一摞古籍, 这些古籍都不是什么善本古本, 虽然都是古籍, 但因为很多存饰量很大, 因此卖不出什么高价, 像是陆小峰手里拿着的这本《论语》, 很有可能被老板当成了印刷版本, 陆小峰刚才已经把所有的书翻了一遍, 其中有两本书也是他看好的, 一本是《周易经传》, 这是清代课本, 装真精美, 另外还有一册《朱文公孝昌黎先生籍》, 这本书是明代课本, 保存完好, 混杂在大量的古籍书中, 陆小峰把这两本书都挑选了出来, 这两本都是善本, 价格应该不低, 陆小峰把三本书全部都收了起来, 付款拿到了收据, 林若宜赢了上来, 我准备了布袋, 我帮你拿着, 陆小峰愣了一下, 没有反应过来, 林若宜却已经把陆小峰三本书都装了进去, 陆小峰这才反应过来, 我可以拿的, 林若宜笑着道, 你昨天还欠了我一套护肤品, 今天再欠我一套, 陆小峰明白过来, 林若宜这是变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了护肤品, 他笑着道, 好, 没有问题, 很快, 沈子明挑选了一套茶碗, 这套茶碗一共三件, 都是银制流金茶碗, 在茶碗的底端, 还有落款康德三年, 沈子明很看好这套茶碗, 但是他感觉拿不定主意, 只好请陆小峰帮忙查看, 陆小峰拿起茶碗看了看, 他冲着沈子明点了点头, 沈子明顿时兴奋起来, 他找老板开始砍价, 老板并不清楚这套茶碗的来历, 但他能够看出来, 这是银流金茶碗, 因此咬住了五万块, 不愿意松口, 沈子明又朝着陆小峰看了一眼, 陆小峰点头, 沈子明当即拿了下来, 带着三件茶碗离开, 沈子明忍不住问道, 这套茶碗究竟是什么来历, 我感觉像是舶来品, 是不是樱花国的国宝, 陆小峰笑了起来, 沈子明买下的这三只茶碗, 表面上都有樽花, 看起来的确是有樱花国的风格, 最为重要的是, 陆小峰之前简陋买下的樱花国国宝, 买出了六千万的价格, 让沈子明非常眼馋, 陆小峰摇头, 开口道, 的确是有一些樱花国的痕迹, 因为这是维满洲国的遇刺之物, 大清最后一个皇帝在一九一一年退位, 维满洲国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号是康德, 康德三年也就是一九三六年, 我这样说, 你就应该明白了吧, 如果摊主知道康德的年号, 恐怕也不会卖得这么便宜了, 江雨昕花了三千块, 买下了一只鸡血石印章, 这枚印章鸡血含量不低, 算是物超所值, 至于王菲菲和林若仪, 他们都是看了个寂寞, 林若仪还好一些, 王菲菲家里是做古玩生意的, 他没有买一件, 这让陆小枫很惊讶, 江雨昕买完鸡血石, 就开始拉着王菲菲闲聊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陆小枫接到电话之后, 他带着众人去跟周承杰会合, 周承杰和骆长明两人坐在一家店面里, 正在品查, 见到陆小枫走过来, 他们招手示意, 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见到陆小枫他们走进来, 老板连忙又拿了几张塑料的板凳出来, 他连忙道歉道, 诸位, 这里条件有限, 对不住了, 陆小枫摆手道, 老板不用客气, 骆长明伸手指向老板道, 这位是马老板, 我们算是非常熟悉了, 刚好到他这里来坐一坐, 马老板的店面不大, 一行人相继坐下来, 整个店铺就显得满满当当起来, 周承杰一眼看到了沈子明手里的银碗, 他抬手招了招, 沈子明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双手递到周承杰的面前, 周承杰仔细看了看, 不错, 不错, 这应该是维满洲国的御赐茶碗, 算是一件小精品, 多少钱买下来的? 沈子明道, 五万, 周承杰点头, 那你算是赚到了, 这三只碗, 每一只茶碗都能卖出这个价格, 沈子明顿时高兴了起来, 周承杰又看向陆小枫, 你们今天跟他接头, 买到了什么宝物? 陆小枫把他买到的双龙纹琥珀, 双凤纹琥珀, 以及琥珀串都放到了周承杰的面前, 接着, 陆小枫又把他买到的三本古籍放到了陆长明的面前, 书画不分家, 书画修复组也有修复古籍的任务, 因此, 陆长明对于书画的鉴定水平极高, 见到三本古籍, 他坐到旁边, 距离茶桌远一些, 生怕把古籍弄湿掉, 陆长明先看了看, 周一经传, 他翻了几页, 又迅速翻完了, 点了点头, 不错, 接着, 陆长明又翻了朱文公孝昌黎先生籍, 不免惊喜起来, 这本书是韩玉所写, 经过朱熹校正的版本, 从纸张和刻字的风格来看, 这应该是明初的版本, 不过, 这本书一共有十二册, 你这里只有一册, 不过, 也算是不错了, 陆小枫点头, 对于这本书, 他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是陆长明这样评价, 那就应该是不错的, 很快, 陆长明翻到了最后一本书, 面上表情顿时凝重起来, 他翻到最后一页, 盯着上面的落款, 拿着放大镜, 仔细观察起来, 周承杰朝着陆小枫招手, 我看了一下, 这的确是辽带风格, 说明这是一座大幕, 陆小枫面上凝重起来, 这个琥珀串, 如果完全展开, 差不多要有一米长, 应该算是非常少见的, 周承杰摇头, 不是少见, 你这个琥珀串, 应该是我见到的最长的琥珀串了, 你们今天是怎么交易的, 你能不能把交易的过程告诉我, 陆小枫倒也没有隐瞒, 直接把今天交易的过程说了出来, 还把他觉得别扭的地方说了出来, 周承杰盯着陆小枫, 看来我们都猜错了, 这座大幕很有可能是最近挖开的, 陆小枫满是惊讶, 这怎么可能, 我买下的几样东西, 看起来都像是出土几年的, 周承杰道, 想要处理掉这些痕迹, 你觉得很困难吗, 如果他们已经考虑销赃的事情, 提前进行过处理, 你觉得有问题吗, 陆小枫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刚挖开这座大幕, 正在进行销赃, 可是, 难道他们没有想过, 潘家园这里人多嘴杂, 很有可能会让他们的销赃变得不顺利, 周承杰笑了起来, 越是人多, 也就越容易处理, 很多人即便是买到了, 也不会声张出去, 哪像是你, 买到之后, 还要拿出去, 陆小枫满面苦笑, 他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声张好不好, 那天, 他只是想要请周承杰, 帮忙鉴定博山炉, 哪知道对方看到了其他的几样东西, 不过, 当着周承杰的面, 陆小枫不好反驳, 他只好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周承杰开口道, 你把琥珀收起来, 把那个摊位所在的地点告诉我, 我过去看一看, 或许等你一走, 他就会拿出其他的真品出来, 他之所以愿意低价卖给你, 应该是, 想要快速销赃, 陆小枫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感觉有点乱, 但他还是把摊位告诉了周承杰, 周承杰起身走了出去, 陆小枫心里是有点纠结的, 他想要周承杰有发现, 但又觉得周承杰有发现, 就会坐实了大幕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 他买下的这些宝物该怎么处置, 是不是要捐掉, 当然, 周承杰让陆小枫不要声张, 但是这件事情, 有这么多人都知道, 他如果不交出去, 这件事情恐怕就难办, 很快, 周承杰走了回来, 他面上有些不好看, 陆小枫差一看过去, 怎么样, 周承杰摇头, 已经跑掉了, 陆小枫满是惊讶, 跑掉了, 这怎么可能, 他为什么要跑掉, 周承杰摇头, 我怀疑, 他应该是打一枪换一炮, 我问了周围的摊主, 他们都说, 那是个生面孔, 只来了两天时间, 真是没有想到, 竟然这摇桥, 竟然被你碰到的, 我觉得, 很有可能对方只想待一天, 但是因为跟你有约定, 就想着能够从你手里多转一点, 今天才会过来的, 陆小枫点头, 对方逃走了,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毕竟对方逃走, 这件事情就算是终止了, 周承杰哀声叹气, 似乎很遗憾, 骆长明朝着陆小枫招手, 这本古籍, 你也看过了, 你觉得这是不是文征明的真迹, 陆小枫点头, 我觉得, 这是文征明的真迹, 而且是文征明晚年的作品, 这本, 论语, 用的是文征明最擅长的楷书, 字体端正方整, 秀雅合静, 一丝不苟, 有王羲之的笔意, 跟他的存世作品, 前后赤壁腹的字体相似, 骆长明看向陆小枫, 看来, 你不仅擅长修复, 对于书画的鉴定, 也很有一套啊, 不错, 我也觉得, 这就是文征明晚年的字体, 这应该是真品, 像是这种手抄本, 哪怕是故宫, 都没有这样的真品, 周承杰开口道, 老骆, 你该不会是想要劝说陆小枫, 把这本古迹捐了吧, 骆长明瞪眼,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吗, 骆长明把三本书收拾好, 珍重地交到陆小枫的手里, 你把这三本书收好, 这都是真品, 尤其是文征明亲笔抄录的论语, 简直可以作为书法灵天, 当然, 一般人可不会舍得, 时常拿出来灵魔, 陆小枫把这三本书收了起来, 放进了林若仪的布袋里, 林若仪瞪了瞪眼睛, 我现在感觉, 自己拿的布袋有千斤重,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王菲菲笑着道, 你把这个布袋给我拎着, 我可以帮忙的, 林若仪把布袋递了过去, 笑着开口道, 没事, 我可以把我的奖励分给你一份, 王菲菲顿时高兴了起来, 骆长明看向陆小枫, 你是怎么找到这些的, 陆小枫道, 一本一本看过去, 碰巧就遇到了, 当然, 主要是我不像你们有那么大名气, 如果骆组长去买东西, 可能会引起围观吧, 骆长明苦笑, 他是早已名声在外, 潘家元很多人都认识他, 他和周承杰早就碰面了, 两人决定不跟陆小枫他们会合,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 现在看来, 没有早点会合, 这是正确的, 要不然陆小枫可没有时间简陋, 沈子明坐在一旁, 文征明轻笔抄录的《论语》, 能卖出多少钱, 骆长明略微私存, 开口道, 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绝, 他的字价格很高, 但是像这样轻笔抄录的一本书, 市场上还没有出现过, 像是这本书, 至少七八百万, 应该是能够卖到的, 如果操作的好, 卖个几千万也正常, 众人齐齐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他又简陋了, 不管是骆长明还是周承杰, 他们对陆小枫的了解并不多, 只限于当前的情况, 因为他们是非常震惊的, 要知道, 陆小枫昨天就买到二楼西汉错经, 同博山卢这样的国宝, 今天又买到了文征明亲笔抄录的, 《论语》, 文征明诗文书画四绝, 他在画史上, 与沈舟, 唐吟, 裘英合称名四家, 在文学上, 与朱允明, 唐吟, 徐真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文征明的楷书更是一绝, 在群星璀璨的明朝, 有小凯明洞海内美誉, 因此, 陆小枫今天买到的这本, 《论语》, 绝对是一场造化, 洛昌明忍不住道, 小枫, 我怎么感觉, 你距离我越来越远, 故宫博物院,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留下你了, 陆小枫笑了笑, 我现在不是在上班吗? 洛昌明无奈道,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师弟的痛苦, 就是看着眼前的人才难得, 却压根没有办法留下来, 你既然有修复的天赋, 就应该在一条路上走下去, 为什么要学习坚定呢? 周承杰坐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他与洛昌明关系极好, 洛昌明在他面前抱怨过这件事情, 洛昌明自己修复古画很有天赋, 他手中还有一批古画, 但是想要修复完, 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按照洛昌明的说法, 如果完全修复完, 可能要等到他退休, 不过, 洛昌明见到陆小枫之后, 就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 但是陆小枫这么会简陋, 赚了这么多钱, 以他的条件, 怎么可能安心修复? 这时候, 马老板突然开口问了一句, 周老师, 昨天潘家园外面的摊位上, 三百万的博山炉, 据说这是真事, 周承杰哈哈笑了起来, 马老板, 你的消息已经滞后了, 这件事情辟谣了, 马老板大吃一惊, 难道这是假的, 压根没有卖出去? 我之前就听说过这件博山炉, 老板要价很高, 一直没能卖出去, 周承杰摆手, 你可能误会了, 我并不是说博山炉没有卖出去, 我的意思是说, 这件博山炉, 是以一千万的价格卖出去的, 昨天, 何广源特意给我打了电话, 询问这件事情, 马老板很惊讶, 你已经清楚这件事情了, 其实, 我一直怀疑这件事情是假的, 外面的摊位上, 怎么可能卖出去千万的价格, 那位老板真是敢要价, 这可是一千万, 不是一百万两百万, 周承杰笑着道, 马老板, 你不能用老眼光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小峰手里这本古籍, 你觉得一千万会没有人买吗? 我可跟你说, 买下博山炉的那位, 赚大发了, 那是一件国宝, 价值几个亿的国宝, 马老板瞪直了眼睛, 满是不可思议, 价值几个亿, 周承杰道, 何广员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买家一件把博山炉送到了我面前, 我亲手鉴定的, 那是一件西汉错经铜博山炉真品, 造型非常精美, 完全称得上国宝, 马老板震惊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现场众人都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谁都没有揭穿, 唯独马老板没有察觉, 周承杰抬手看了看时间,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出去吃早饭, 老马,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点, 老马白手, 他的神情仍旧有些恍惚, 他感觉自己今天遭遇了太大的冲击, 让他实在难以接受, 陆小峰一行人走出去, 店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周承杰虽说要离开, 但是他并没有离开, 反而让陆小峰带着他前往昨天的那个摊位, 陆小峰本不想再声张这件事情, 但是见到周承杰坚持, 他只能无奈答应下来, 很快, 一行人来到刘老板的摊位前, 刘老板整个人喜气洋洋, 像是中了彩票一样, 不过, 刘老板一抬头, 见到陆小峰一行人走过来, 顿时面色大变, 尤其是周承杰和骆长明走过来, 一路上都有人跟他们打招呼, 周老师好啊, 周老师, 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看一看, 骆老师, 我听过你的课, 骆老师, 你来看一看我这幅画, 周老师, 你要看一看这几件青铿器吗, 刘老板面色煞白, 见到陆小峰站到摊位前, 连忙拱手道, 小伙子, 咱们可是说好的, 前货两切, 因为今天是周六, 潘家园的客人比昨天多出不少, 附近的摊主, 昨天亲眼见到陆小峰, 买走了博山炉, 此时见到陆小峰再次赶来, 大家看热闹不嫌是大, 很多人都伸长脖子围拢过来, 短时间内, 就有不少人围拢在四周, 这些人相互打探, 很快大家都知道了, 一千两百万买下博山炉的事情, 陆小峰转头看向周成杰, 周成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 一位身着西装, 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 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他的胸口带着红色的胸牌, 上面写了经理两个字, 陆小峰能够听到, 周围有人叫唤和经理, 他立即反应过来, 这人正是潘家园管理中心的经理何广平, 何广平挤进来, 见到周成杰连忙伸手双手, 握住了周成杰的手, 周老师, 真是稀客稀客, 您怎么不早说要过来, 一早听说您来了, 我就立刻赶过来了, 如果早知道的话, 我开市的时候, 就该在门口等您的, 还有洛老师, 真是稀客, 您真是太低调了, 您该早点通知的, 周成杰摆手, 没事, 我们就是过来逛一逛, 不用心事动众的, 何广平连忙道, 他可不成, 您想要看什么, 大家不得乖乖送到您的面前来, 这说吧, 何广平转身, 见到刘老板, 不由稍稍一正, 他感觉对方很眼熟, 却又一时间想不起来对方的身份, 周成杰笑着道, 我们刚好路过这里, 就过来看一看, 昨天就是在这个摊位上, 一千万卖出国宝西汉错金铜博山炉的吧, 何广平顿时反应过来, 他瞪眼看向老板, 连忙道, 对, 对, 就是他, 何广平顿时气急败坏起来, 老刘,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件博山炉给我留着, 哪怕是一千两百万, 我也会给你的, 你怎么一千万就给卖掉了, 刘老板感觉有点猛, 他没太搞清楚这是什么情况, 但他心里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卖给了何广平, 肯定卖不到一千万, 毕竟何广平是这里的地头蛇, 不好招惹, 何广平瞪眼道, 刘老板,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你昨天卖出去的那件国宝, 价值几个亿, 尽管昨天周承杰接了不少电话, 也把消息扩散了出去, 但是这条消息, 还没有扩散到刘老板的耳中, 因此,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亏了几个亿, 现在, 陡然听到何广平的话, 刘老板还感觉有几分难以置信, 他觉得, 压根没有可能, 但是, 刘老板看向周承杰的方向, 又看到站在周承杰身旁的陆小峰, 他陡然明白过来, 一定是陆小峰把博山炉拿给周承杰看过了, 周承杰是青铜鉴定的专家, 既然他说这件博山炉是真体, 那肯定是没错的, 这样一想, 刘老板终于相信了, 他突然感觉自己眼前发黑, 脑袋晕了起来, 这可是几个亿, 哪怕是只有一两个亿, 这样的损失, 也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刘老板在这里摆摊多年, 靠着这个摊位养家糊口, 昨天一千万把博山炉卖出去, 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中了头彩, 但是现在这一刻, 他却感觉自己从天堂落进了地狱, 刘老板摊坐在地上, 难受极了, 现场安静了下来, 很多摊主都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昨天大家都看到了陆小峰, 知道这一位花了一千万买下博山炉, 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傻子, 他们却没有料到, 傻子竟然是自己, 这可是几个亿啊, 趁着众人还在发呆, 陆小峰一行人朝外挤了出去, 这时候, 大家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传奇, 纷纷上前, 想要拦住他们, 不过, 陆小峰走在人群最前面, 他伸手右臂, 轻轻一拨, 直接就把挡在前面的人拨开了, 一路畅通无阻地离开了这里, 何广平挤在人群中, 被大家完全包围了, 很多人都逼着他, 想要让他说出这件事情的经过, 在很多人看来, 这完全就是个传奇, 潘家园的摊位上, 买到价值几个亿的博山炉, 何广平刚开始还苦着脸, 这是非常好的宣传机会, 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 岂不是会有更多人前来潘家园? 一瞬间, 何广平甚至已经想到, 如果拉着陆小峰做广告, 潘家园的交易量至少能够翻倍, 陆小峰他们冲出了人群, 周承杰哈哈大笑起来,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非常好? 他们这些人自己没有眼光, 鉴定不出来好东西, 反而嘲笑别人, 简直就是搞笑。 陆小峰朝着周承杰拱手, 多谢周老师, 周承杰摆手, 其实, 我们学习古玩鉴定, 并非完全是为了简陋, 而是为了学习新的知识, 这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陆小峰点头, 他能够感受到学习知识的快乐, 但是简陋的快乐, 却能够翻倍, 甚至翻十倍。 不过, 陆小峰并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很快, 一行人在附近找了一家茶社, 吃起了早餐。 周承杰是个很风趣的人, 说话很有意思, 他不说教,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又发人深思。 骆长明则显得少言寡语, 很少开口。 陆小峰开口问道, 青铜器的修复, 会不会更加枯燥? 周承杰伸手指着自己的脸, 你看一看我这张脸, 再看看老骆, 你觉得哪个更枯燥? 陆小峰笑了起来, 周承杰面上有黑, 粗壮有力, 看起来像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 骆长明则是做办公室的白领。 其实, 陆小峰也研究过青铜器的修复, 相比于书画, 青铜器的修复更加困难, 需要研究合金比例, 在进行修复的时候, 还需要铸造, 板金, 非常麻烦, 耗费体力。 周承杰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实际上是靠着多年修复的结果。 不过, 据陆小峰所知, 周承杰对于鉴定瓷器, 书画, 玉石都很精通, 最终选择青铜器修复, 这跟他的家世有关, 他要子承赴业。 故宫修复师的角色, 早在宋朝就有了, 那时候皇家修复师, 对唐代的书画, 进行踏本, 修复, 这是一门技术, 一般都是父子相传, 周承杰做这行, 也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因为周承杰的回答, 陆小峰觉得他应该放弃学习青铜修复, 毕竟还是书画修复更加轻松。 骆长明看向陆小峰, 你前两天跟我谈的事情, 已经有结果了。 陆小峰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应该是带货的事情, 他问道, 结果怎么样? 骆长明摇头道, 院长没有同意, 他怕你们不够专业, 会影响到故宫文创。 况且, 他们本来已经打算搞直播带货, 而且, 主播的人选已经准备好了。 陆小峰看了沈子明一眼, 满是无奈道, 既然如此, 那就没有办法了。 沈子明面上平静, 似乎并不意外, 而且陆小峰也帮他们出了主意, 接下来还有其他事情可做。 骆长明感觉不好意思, 开口道,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 陆小峰连忙摆手, 您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 我们已经有其他思路了, 只是现在还在计划中。 骆长明开口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做? 我对书画还算是了解, 可以帮你们出一出主意。 陆小峰并没有回应, 而是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沈子明愣了一下, 连忙道, 我来介绍一下吧, 我们考虑直播的观众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 打算售卖央美再读学生的作品, 沈子明已经考虑过很多遍, 因此, 他顺畅地把他们的计划说了出来。 骆长明开口道, 你们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能不能成功, 学生们能不能相信你们, 这个刚开始可不容易。 沈子明伸手指向王菲菲, 正要解释, 却被陆小峰直接打断了。 陆小峰笑着道, 骆组长, 这是要帮我们一把。 骆长明笑了起来, 菲菲他们这批实习生, 都被我请来的, 我在央美那边还算是有点关系, 可以帮你们联系一下。 我在这里多年, 也认识不少人, 想必应该比你们的面子大一点, 至少让学校出面, 学生生命应该会更加信任一点吧。 陆小峰笑了起来, 多谢, 多谢, 这可是省了我们很大的力气啊。 沈子明跟着惊喜起来, 如果能有骆长明出面, 的确会更好。 吃完早饭, 周承杰和骆长明要回去休息。 沈子明想要继续前往潘家园拍摄素材, 顺便进行直播。 之前因为时间太早, 他没有开直播, 甚至没有拍摄视频, 这时候要回去拍一些素材。 陆小峰不适合出现在潘家园, 毕竟这么多人都知道他简陋了, 如果他这时候再回去, 恐怕会被大家围起来。 听到陆小峰要回去, 林若仪连忙道, 你要把欠我的护肤品帮我买了。 陆小峰自然不会食盐, 在哪里买? 附近有没有商场? 咱们一起过去, 你随便挑。 林若仪直接拿出了手机, 我可以自己下单, 你来代付。 这两天, 林若仪一直跟在陆小峰身边, 帮他拿东西,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陆小峰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道, 两套, 你自己下单, 我来帮你付款。 王菲菲道, 我也有一份。 陆小峰道, 可以, 你自己下单。 说吧, 陆小峰看向江雨昕的方向, 大家都买了, 也不差你一个, 我也送你一套, 你下单吧。 江雨昕顿时高兴起来, 好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本来都已经决定要散开的, 因为要买东西, 三个漂亮姑娘又坐到了一起, 他们拿着手机商量起来, 这让陆小峰很无奈。 很快, 林若仪把手机放在陆小峰的面前, 这一套怎么样? 陆小峰扫了一眼, 不免有些惊讶, 陆小峰一直以为, 一套护肤品的价格也就一两千块, 没想到, 他们选中的这套护肤品, 竟然高达八千块。 沈子明坐在一旁, 他盯着手机看了一眼, 你们三个可真够可以啊, 这是海澜之谜吧, 一套八千块。 林若仪瞪眼, 救你多嘴。 难道我们不知道价格吗? 陆小峰笑着摆手, 买。 三女顿时兴奋起来, 他们嬉闹着跑过来, 围在陆小峰的身旁, 又是捏腿, 又是捏肩, 服务周到。 茶馆的客人不少, 大家惊讶地看过来, 见到陆小峰被三个美女环绕, 不禁露出了艳线的目光。 很快, 三女各自散去, 每人都给陆小峰发了一个链接, 陆小峰一一付款, 轮到林若仪, 他见到林若仪只买了一套, 他看得出来, 林若仪这是不好意思。 陆小峰看向林若仪, 不要客气, 按照我们的约定买两套, 你可千万不要只买一套, 要不然, 下次我可不敢麻烦你了。 你觉得以我的身价, 还会在乎这点钱吗? 沈子明跟着道, 对, 你们可千万不能客气, 不能让这样的土豪嚣张下去, 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 既然是要共同富裕, 像是陆小峰这样的土豪, 就必须要做出贡献。 听到开解, 林若仪这才点头硬下, 下单两套护肤品。 陆小峰付完所有账单, 不由笑了起来, 他感觉, 如果三个姑娘任意一个单独买护肤品。 哪怕是只有两个人, 可能都不会选择这个高端牌子, 恰恰三个人一起商量, 他们选择了这个品牌。 江雨昕伸手指向店里的时刻, 他看向沈子明, 看到没有, 刚才我们给陆小峰捏尖的时候, 大家多么羡慕, 你想不想也要这种感觉。 沈子明连忙摆手, 我就不必了, 我的钱包吃不住。 江雨昕瞪眼, 抠门, 沈子明回头看向陆小峰, 你要带我发财啊, 不能再让兄弟这么穷了。 陆小峰深以为然地点头, 我也是这个想法, 我很想让你能够简陋, 但是总不可能我买到手的东西送给你吧。 下次, 你多拿几样东西给我看, 或许真能简陋。 沈子明点头? 好。 陆小峰当然考虑过沈子明的问题, 他跟在沈子明身边, 专门陪了他半个小时, 想要帮他鉴定, 但是一样真品都没有, 这让陆小峰怎么办? 况且, 有些时候, 简陋就是要靠运气, 碰不到就是碰不到。 沈子明也明白这一点, 他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王菲菲打算回学校休息, 林若仪尽管困倦, 但是他不能让沈子明和江雨昕两个人去忙碌, 他去回酒店休息, 只好跟他们一起去。 陆小峰则是前往银行, 他把今天买到的收获全部都存了起来。 短短两天, 陆小峰就收获丰富, 不管是辽带水晶碑, 还是西汉, 错金铜博山炉, 都是非常珍贵的国宝, 还有今天收获的文正明的作品, 还有辽带琥珀玉器。 短短两天, 陆小峰收获巨大, 所有东西都存进银行, 陆小峰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酒店, 陆小峰洗漱一番, 打算休息, 没想到手机却响了起来。 陆小峰拿起手机, 见到这是一个陌生号码, 而且还是首都本地的号码, 还是接通了。 您好, 您是陆小峰先生吗? 我是何广平, 我们刚见过面点。 陆小峰听到对面熟悉的声音, 不由一正, 因为他的确是刚刚见过对方, 他实在没有想到, 何广平竟然会给自己打来电话。 不过, 陆小峰并没有惊讶, 因为他和刘老板签订合同, 就是在管理中心签约的, 那里留了一份合同存档, 上面就有陆小峰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陆小峰拿着手机, 您好。 何广平的声音顿时兴奋了起来, 陆先生您好, 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听说西汉错经铜箔山炉, 您有出手的打算吗? 陆小峰言简一概, 没有。 何广平立即道, 今天见到您买到了一串琥珀, 那串琥珀非常长, 您有没有出手的打算? 陆小峰略微犹豫, 并没有急着回绝, 他是考虑买别墅, 但是手上的钱并不够, 他肯定要卖掉手里的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不能出手, 但是琥珀串应该能够出手。 陆小峰开口道, 你买。 何广平兴奋道, 对, 是我自己买的。 您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们见面谈。 陆小峰开口道, 晚上六点吧, 现在我要休息了。 何广平连忙回道, 好啊, 那就六点。 咱们在哪里见面? 陆小峰把酒店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陆小峰接下来也没有了太多的困意, 他打开手机, 开始查询最近的琥珀成交价格, 这件琥珀串他打算卖出高价。 琥珀是树枝滴落在地, 掩埋在地下千万年, 最终形成的生物化石。 契丹民族由于受到佛教影响, 喜欢琥珀制品, 因此, 辽带有不少的琥珀制品出土。 正常来讲, 琥珀的价格跟琥珀的品质是相关的, 越是透明度, 高且没有瑕疵的琥珀, 价格也就越高, 高品质的琥珀价格能够达到上千一克。 像是陆小峰这一串琥珀, 重量差不多在600克左右, 如果只是按照琥珀价格算, 至少也要60万, 当然, 还要计算文物价值。 陆小峰查了半天, 感觉还算满意, 因为这件琥珀串的价格, 显然要远远高于60万。 中午时, 沈子明他们回来, 大家一起吃了午饭, 陆小峰提到要卖琥珀的事情, 沈子明拍着胸口,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毕竟早上起得早, 又忙碌了一整天, 沈子明他们很劳累, 简单吃过之后, 就各自回房。 陆小峰稍有犹豫, 带着画板去了锦老头那里。 锦老头见到陆小峰, 不禁笑了起来, 朋友过来了, 这两天就松懈了。 陆小峰笑着道, 这两天我都去了潘家园, 买了一些好东西。 锦老头哈哈大笑, 看你这个得意的样子, 肯定是简陋了。 我年轻的时候, 跟你一个样子, 就喜欢朝潘家园跑。 那时候, 潘家园的赝品还不是很多。 其实, 我这半屋子的东西, 都是那时候买回来的。 想一想, 那时候真是高兴。 陆小峰笑着问道, 后来就不觉得高兴了。 锦老头点头, 当然也高兴, 只是没有了年轻时候那种 对于财富的渴望, 有时候简陋可能也就一时的快乐。 说吧, 锦老头白手, 你现在还年轻, 跟我的状态不一样, 还是要好好学习才行。 陆小峰深以为然, 他把画架支开, 开始临摹了起来。 一下午, 陆小峰都在安静了临摹中度过, 直到沈子明给他打了电话, 他才停了下来。 陆小峰把画架直接放在了店里, 他跟锦老头打了招呼, 回到酒店。 沈子明仔细询问了陆小峰 打算出手哪些东西, 又询问了他的心理价位。 陆小峰对于估价并不在行, 他有时候觉得拍卖会上那么多东西, 怎么能记住这些的价格? 但是沈子明却对数字极为敏感, 他能够清楚记住每一样东西的价格, 因为当陆小峰说起琥珀串的时候, 沈子明随口说出一句, 价格最高的琥珀是一件乾隆玉制的一件红色花口喜, 卖出了接近五百万的价格, 但是说实话, 那件花口喜比你这边要精美多了, 像你这件琥珀串, 大概也就一百二三十万的样子, 至于更高的价格, 那就要看对方的诚意了。 陆小峰点头, 这样好了, 你还帮我谈价, 如果合适的话, 那就直接卖掉吧。 还有双红纹琥珀和双凤纹琥珀, 一起出手掉。 沈子明惊讶地看向陆小峰, 难道你不打算收藏了吗? 像是这两件, 品质不错, 如果收藏的话, 以后价格可能会更高。 陆小峰摇头, 我总感觉有点问题, 直接出手了吧。 沈子明点头, 都交给我吧。 对了, 你之前不是买到了双鱼玉配的吗? 还有交警鸳鸦? 你有没有打算出手? 陆小峰仔细想了想, 我打算连带着水晶杯都出手掉。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真是打算买别墅了。 陆小峰笑了起来, 你觉得我是开玩笑的吗? 沈子明本来想要开玩笑, 但是见到陆小峰似乎有些无奈的样子, 他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到了六点钟, 何广平带着一位老者赶来, 陆小峰和沈子明则是准备了包厢, 正坐在包厢里等候。 沈子明直接在桌子上, 把交警鸳鸦玉配, 双鱼玉配, 双凤纹琥珀, 双龙纹琥珀, 琥珀串, 一次排开。 何广平身材很胖, 房间里尽管没有开空调, 但是相对密闭, 因此他一进门, 就迫不及待地把衣服脱了下来。 此时, 见到沈子明摆出的东西, 何广平不由大吃一惊, 这是几个意思? 沈子明问道, 何老板, 你能不能都吃下? 何广平略微犹豫, 这要看鉴定的结果。 沈子明直接拿走了双鱼玉配, 何老板还是对小峰没有信心啊。 何广平坚定沈子明的动作, 连忙道, 放心, 我能够吃下。 沈子明又把双鱼玉配放了下去。 何广平带来的老者, 盯着这些琥珀玉配, 细细看了起来, 包厢里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何广平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又看了看沈子明的方向, 他这才意识到, 这一次最难对付的并不是陆小峰, 而是沈子明, 想要对付沈子明, 恐怕并不容易。 实际上, 何广平很想要买走陆小峰手里的那件西汉错金铜箔山炉, 但是那个价格实在是太高, 以他的财力, 或许能够买下来, 但很有可能会让他伤筋动骨。 老者鉴定得很仔细, 耗事也很久, 但没有人多说一句。 终于, 老者冲着何广平点头, 压低声音道, 聊带。 何广平不免诧异, 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能够简陋很正常, 但像是陆小峰这样, 同时买下这么多件, 可不简单, 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显然都是同样的来历。 临来之前, 何广平已经打探清楚了, 这些宝物都是在潘家园的地摊上买到的, 那人只来了一天半就离开了, 可就被陆小峰遇到了, 还买了下来。 何广平看向陆小峰, 陆老板, 时间不早了, 你开个架。 沈子明拉过何广平, 何老板, 咱们聊, 一切都由我来做主。 何广平看到沈子明, 不免苦笑, 看来这是一场硬仗。 陆小峰则是跟鉴定师聊了起来, 老者名为江森, 对陆小峰的眼光颇为赞许, 他们一起交流这几件宝物的特点, 又聊到了聊带的事情。 江森突然问了一句, 这些东西出自一个地方, 该不会有些问题吧? 陆小峰转身看了何广平一眼, 见到何广平并没有在意, 他笑了笑, 有没有问题, 谁知道呢? 江森点头, 这倒也是。 江森并没有声张, 也没有打断何广平他们讲价钱。 沈子明和何广平争论激烈, 两人互不相让, 感觉就像是在吵架。 陆小峰和江森都没有插嘴,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后, 沈子明拿了一张纸, 放在了陆小峰的面前, 这是最终的成交价格。 陆小峰扫了一眼, 点了点头。 琥珀串价格150万, 双文文琥珀价格8万, 双凤文琥珀价格8万, 交紧鸳鸯预配价格16万, 双鱼预配价格32万, 总共214万。 不过, 沈子明做主免除了4万, 共计210万。 对于这个价格, 陆小峰是非常满意的, 毕竟他买下这些东西的成本不足百万。 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 陆小峰也收到了对方的转账。 这时候, 陆小峰看向对方, 开口问道, 何老板, 我这里有一件辽国的水晶杯, 你要收吗? 何广平满是惊讶地看向陆小峰, 水晶杯? 你也愿意出手? 陆小峰皱眉, 很显然, 何广平已经知道了水晶杯的消息, 很有可能是周承杰告诉了对方。 不过, 既然对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陆小峰也不愿揭破。 他开口问道, 你要接手吗? 何老板, 你要清楚, 辽带水晶杯开价, 肯定是远远比今天更高的, 你要做好准备。 何广平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陆小峰道, 水晶杯被我放进了银行, 既然何老板有意, 我明天就带过来。 何广平点头, 好。 当晚, 他们坐在一起吃晚饭。 吃完已经九点了, 送走了何老板他们。 沈子明一抬手, 听去去。 陆小峰笑了起来, 今天沈子明为了帮他把价格卖得高一点, 耗费了不少的口舌, 请他喝酒是应该的。 不过, 陆小峰还是调侃道, 喝酒听去都没有问题, 我就是怕你承受不住。 沈子明摆手, 放心好了, 我怎么可能承受不住? 最近, 我每天都在吃海狗玩,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还不如六位帝皇玩的效果好。 陆小峰笑了起来, 注意身体, 不要太过操劳。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你也要注意, 你也不比我少操劳。 次日, 陆小峰去银行, 把辽带水晶杯取了出来, 沈子明出面谈价格。 不得不说, 沈子明很有谈价的技巧, 开口就是三千万, 直接把何广平吓到了。 经历了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 两人最终谈妥了价钱, 这件辽带水晶杯, 被陆小峰以一千八百万的价格卖掉了。 交易完成之后, 陆小峰松了一口气, 这一批辽带宝物, 陆小峰基本上全部都处理掉了, 只留下一件玉饼刺鹅锥, 因为这件刺鹅追不值钱, 可能也就能卖几千块, 陆小峰并不打算卖掉, 他打算留作纪念。 前前后后算下来, 陆小峰足足拿到了两千万, 他手中还剩下了三本书, 加上西汉错经铜博山炉。 沈子明坐在陆小峰的对面, 忍不住道, 你这才来了几天, 竟然就有这样的收获, 简直不是人。 陆小峰笑了起来, 笑我没有事情, 你们要不要去逛一逛潘家园, 我可以给你们当鉴定师。 今天已经是周日, 明天我可就要上班了, 上周没能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 差点被苏老师打电话骂死。 沈子明道, 我如果能够买到一件 西汉错经铜博山炉, 我可能就退休了, 哪里还管那么多?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那你下午也去买一件。 沈子明点头, 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做到。 说吧, 沈子明笑了起来, 简陋本来就是很小的概率, 想要买到这样的国宝, 基本上不太可能, 他只是开玩笑罢了。 因为陆小峰的承诺, 沈子明连忙给林若怡, 江雨昕, 王菲菲打了电话, 让他们中午赶回来。 三女今天去了央美, 他们打算先跟一些学生沟通, 看一看大家的想法。 陆小峰和沈子明两人并没有过去, 一则因为有事情要忙, 另外, 他们过去沟通, 显然是比不上三位美女的, 毕竟三位美女会显得更亲和, 至少男同学, 女同学都不会抵触。 到了中午,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江雨昕和林若怡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的沟通非常顺利, 很多人都表达了合作的意向。 接下来, 只要学校里不反对, 事情就会好办很多。 陆小峰开口道, 接下来, 最好还是把他们推上前台, 如果是跟学生打交道的事情, 都交给他们两个, 我觉得, 他们有天然的优势。 沈子明点头,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毕竟以我的身材长相, 如果是跟女学生接触, 他们恐怕会多想, 觉得我图谋不轨。 陆小峰看向王菲菲的方向, 开口道, 你打算参与进来吗? 最好向你母亲请教一下, 毕竟, 不等陆小峰说完, 王菲菲就摇头道, 我刚刚转学过来, 对于本专业,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肯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 没有办法参与这件事情。 现在你们也算是, 有了沟通的渠道, 我就算是工程身退了。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以后, 你所有的话, 都放在我们平台上, 我们会努力帮你把名气推起来。 王菲菲惊喜道, 好啊。 这段时间, 王菲菲也算是帮了不少忙, 但是他们无以为报, 以后, 把平台搭起来, 或许能够帮上王菲菲一把。 其实, 书画并非完全水平决定价格, 名气会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价格的高低。 只要陆小峰他们, 把这个直播平台做下去, 以后很有可能会发展线下的画廊, 推出一部分自己的签约画家, 依靠平台的力量, 他们就能够把王菲菲的作品推出去。 王菲菲也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他非常高兴。 下午, 陆小峰陪着大家来到潘家园, 这一次他没有自己去挑选, 这两天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陆小峰感觉有点头晕, 因此他只会帮大家帮忙鉴定。 沈子明鉴定的底子很厚, 因此他在挑选的时候会非常慎重。 江雨昕和王菲菲因为家庭的原因, 他们也有一定的底子, 但是他们对于鉴定并不精通, 挑选的时候难免会有不少疏漏。 林若仪完全没有任何基础, 完全不知道怎么挑选。 他拉住了陆小峰, 让陆小峰帮他挑选。 陆小峰一行人在潘家园待了三个多小时, 江雨昕三女和沈子明每个人都有收获。 沈子明买到的东西最多, 足足买到了三件真品, 差不多赚到了一百多万。 江雨昕三女各自买到两件真品, 赚到的钱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最后一起把这些宝物都卖给了何广平。 江雨昕赚了四十多万, 王菲菲赚到了五十多万, 林若仪则是赚到了八十万。 林若仪非常兴奋, 拉着陆小峰就朝外走出去, 今天我要给陆小峰买衣服, 你们谁都不要拉着我。 我觉得陆小峰实在是太帅了, 这句话不需要任何反驳。 江雨昕和王菲菲也都欣然点头, 尽管大家赚到的钱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很清楚, 这种事情其实是看运气的, 哪个能够买到真品, 只能靠运气。 至于赚多少钱, 这就跟开盲盒一样。 沈子明跟在最后面, 都没有人考虑考虑我吗? 林若仪兴目瞪大, 她盯着沈子明, 谁能让老娘赚到钱, 谁就是最帅的。 我现在觉得, 男朋友什么的都不重要, 还是赚钱最香。 江雨昕和王菲菲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显然他们都非常认同这句话, 赚钱最香, 只有拿到手里的钱, 才是最爽快的。 江雨昕大声道, 我现在决定了, 以后陆小峰走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他是我的男神, 是我的财神宴。 王菲菲跟着喊道, 陆小峰, 永远的神。 一行人走在步行街上, 四周满是行人, 大家忍不住看过去, 看着三位美女绕着陆小峰, 很多人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到了商场, 三个姑娘拉着陆小峰, 在商场里逛了起来。 林若仪赚得最多, 她拉着陆小峰到了万表的柜台, 想要给陆小峰买一块四五十万的表。 陆小峰直接拒绝了, 她手腕上带着价值百万的表, 哪里会在乎多一块表。 林若仪虽然跟着江雨昕, 沈子明一起创业, 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赚到钱, 一直都还在投入。 陆小峰能够看得出来, 林若仪家里的条件只能算是一般。 陆小峰之所以帮大家简陋, 实际上也是想要补贴一下。 有时候, 钱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沈子明他们一起拍短视频, 之所以还能够坚持下去, 那是因为有光明的前景, 大家才会有干劲。 尽管如此, 林若仪还是花了几万块, 给陆小峰买了两套衣服。 江雨昕则是花了两万块, 给陆小峰买了两条腰带。 王菲菲则是买了皮鞋和领带。 陆小峰很无奈, 来首都之前, 他才刚买了几套衣服, 压根就不缺, 但是他们却坚持要买。 陆小峰他们这一行人的组合, 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尤其是三个姑娘那么漂亮, 他们环绕在陆小峰的身边, 帮他挑选衣服, 甚至亲自付钱, 这让很多人都羡慕。 沈子明跟在旁边, 说话都犯着酸味, 但是没有人在意他的想法。 直到买完这些, 一群人吃了饭, 大家才回到酒店休息。 次日, 陆小峰吃了早饭, 赶到故宫。 骆长明已经在等候他了, 见到沈子明, 骆长明忍不住问道, 听说你把辽带那些东西都处理掉了。 陆小峰点头, 对, 处理掉了。 骆长明点了点头, 赞许道, 小峰, 你是个聪明人, 能够那么快把那批东西处理掉, 说明你很有风险意识。 接下来, 我希望你把心思放到古话修复中来, 如果你能够多花一点心思, 以你的天赋, 以后完全可以横着走。 陆小峰连忙摆手, 骆组长, 你可不要这样夸我, 你这样夸我, 还不是想要让我多干活吗? 骆长明瞪眼, 怎么说话呢? 我这不是想要为你描绘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陆小峰摇头, 你这是给年轻人画大饼, 这个习惯很不好, 我对自己的未来有计划, 你就不要担心了。 骆长明很无奈, 他发现, 现在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 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思进去。 陆小峰笑着道, 骆组长, 其实我明白, 你的意思, 还不是想要让我帮你把所有的古话都修复完吗? 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节奏做下去吧, 你不要着急。 骆长明看着陆小峰点了点头, 他知道陆小峰把聊带遇气, 水晶杯都出手了, 自然也知道陆小峰入账两千万。 陆小峰这才是来到首都的第一个周末, 就已经赚到了那么多, 甚至还有宝物还没有卖出去, 骆长明甚至已经能够想象。 如果让陆小峰在这里待半年, 他会不会富可敌国? 如果陆小峰在首都买一套房子, 他是不是不会走了? 骆长明产生了这种想法之后, 就再也忍不住往深处想下去。 陆小峰则是进了骆长明的办公室, 开始挑选了起来。 骆长明对每一幅画都进行了标注, 因此,陆小峰只要看到标签, 就能大致了解每一幅的情况。 不过,陆小峰既然修复, 他也就没有仔细挑选。 对他来讲, 他能够看到每一幅画的绘制过程, 因此挑不挑选, 都是一样的结果。 不过, 之前修复了高克宫的画作, 这一幅则是赵孟府的作品, 红衣罗汉图。 骆长明这时候走进来, 见到陆小峰拿下来的作品, 不由大吃一惊。 你要修复赵孟府的作品, 你知不知道, 陆小峰点头, 能够猜到, 骆长明瞪眼,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选择这幅画? 我觉得, 你完全可以从其他作品开始。 赵孟府距今时间长, 想要找到他的资料, 怕是有很大困难, 这幅画的修复难度很高。 我建议你, 完全可以先从一些清代画家开始着手, 我们一步一步来。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开口道, 我可以先画出设计图。 骆长明愣了一下, 随即看向陆小峰, 可以先设计方案。 不过, 你这才上班, 该不会明天要待在酒店设计这幅画吧? 其实, 我把你那幅画交给魔画组了, 他们非常满意, 想要恳求你继续帮忙临摹。 陆小峰摇头, 这可不行, 我要交作业。 骆组长,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现在怎么突然变卦了? 骆长明笑了笑, 还不是因为张浩峰一直恳求我。 他们魔画组的任务非常重, 现在人手紧缺, 你这边画作修复好, 他们都抽不出人手来临摹, 因此, 他就把主意打到了你的身上。 你手上不是有一本文征明清笔抄录的, 《论语》吗? 如果你能够答应下来, 我和张浩峰都能帮你盖账。 陆小峰诧异地看向对方, 传世的画作会有很多印章, 其中一枚是画家本人的前印, 其他则是收藏家的印章, 收藏界经常会说传承有序这个词, 所谓传承有序就是指这些印章从古至今不断绝。 陆小峰手里虽然有柱之山的抄录的《论语》, 但他从没有想过要把这本书卖出去, 就是因为缺少最为重要的印章。 骆长明和张浩峰两人都是知名人士, 如果他们盖章, 那就相当于给这本《论语》、 背书承诺这本书的真实性, 这是很不容易的。 陆小峰当然清楚, 如果骆长明他们能够说两句话, 无疑会让别人更加幸福, 但是他从未提过这个要求, 因为他清楚这会让对方为难。 毕竟盖了章, 就是要负责任的, 如果这本书以后被证实是赝品, 他们肯定是要受到牵连的。 骆长明道, 你也不要用老师当借口, 我已经跟你的老师取得联系了。 说话间, 骆长明拿出了手机, 点开了聊天记录。 陆小峰扫了一眼, 这正是老师的通讯软件投降。 骆长明点开了一段语音, 骆师兄, 你就放心好了, 既然小峰能够在故宫发挥更多的作用, 我当然是支持的。 作业的事情, 我可以给他适量减轻, 如果他临摹的作品, 能够被放在故宫展览,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过两个月, 我会过去一趟, 到时候直接在故宫的展厅里, 检查他的作业, 我会会他感到自豪的。 骆长明拿着手机, 他盯着陆小峰, 没有说话。 陆小峰很无奈, 他抬头看过去, 你们怎么认识的? 师兄。 骆长明道, 我们师叔同门, 之前因为各自工作的原因, 只是有耳闻, 从未见过面, 这一次因为你的事情, 我特意联系了他。 你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亲口跟你说。 陆小峰很无奈, 他一时间没有了理由, 只能找借口道, 他们都是有单位发工资的, 我没有工资。 骆长明道, 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交给我, 我们给你发工资。 我们修复组是有补贴的, 每修复一幅画, 都有奖金, 临摹成功一幅画, 也有奖金。 之前因为你们刚来到, 还没有理顺, 现在可以给你们发补贴了。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一时间无言以对。 骆长明道, 以后你如果买到了什么画, 我和张浩峰看过之后没有问题, 都可以帮你改章。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两个对于书画的鉴定水平, 肯定比一般的专家更加权威。 陆小峰很无奈, 他完全没有办法拒绝, 因为骆长明说得很对, 他们两个一个是书画修复大师, 一个是书画临摹大师, 两人对于书画的鉴定水平, 肯定是远远强于普通人的。 陆小峰想了许久, 我想提升书画的水平。 骆长明道, 我来安排, 我把书画最好的老刘介绍给你。 你有空闲的时候, 就去向他请教。 陆小峰终于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让骆长明松了一口气。 陆小峰把这幅红衣罗汉图, 拿到了隔壁房间。 展开这幅画, 陆小峰才发现, 这幅画破损非常严重。 这幅画因为时间太久, 画质有不少地方都开裂了, 这幅画本身也有不少地方破损, 就连罗汉的面部表情都看不清楚。 尽管破损严重, 但是陆小峰却能够看得出来, 这幅画是一位红衣罗汉坐在大树下, 他伸出了左手, 手心向上。 陆小峰伸手触碰在这幅画上, 眼前顿时浮现出这幅画的绘制过程。 这幅画无论是人物, 一是数十, 都采用勾勒法, 采用仿古的绘画方法。 陆小峰仔细观察了几遍之后, 又读了一遍画作旁边的提拔, 仍旧有几分不解。 这时候, 洛昌明走了进来, 见到陆小峰正在仔细研究这幅画, 他松了一口气, 他把一摞书放在陆小峰的面前, 你难道不用查阅资料吗? 陆小峰笑了笑, 我打算先研究一番。 洛昌明伸手拍了拍这一摞书, 开口道, 这些都是我准备的资料, 赵孟甫的生平资料, 还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这幅画涉及到当时的一位藏传佛教的高僧胆巴, 此人是元朝的国师, 后来又被追封为帝师, 此人的长相还不确定, 但肯定与中原人的长相不太一样。 还有, 赵孟甫画这幅画, 实际上是想要隐喻宋公帝的, 这里还有宋公帝的资料, 你仔细看一看。 陆小峰看着厚厚的书籍, 这里足足有十多本, 想要把这些书完全翻完, 至少需要两三个月时间, 然后再设计罗汉的长相, 这个过程极为漫长。 陆小峰修复得很快, 那是因为他能够看到画作绘制的过程, 能够把这幅画复制出来, 但是其他人可做不到。 骆长明准备了这么多资料, 如果他自己修复, 肯定是要把资料完全翻完的, 即便是准备这些资料,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至少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查阅翻找。 陆小峰看了看资料, 又看向骆长明, 我会仔细翻阅的。 骆长明开口道, 我修复这幅画, 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希望你能专心修复, 不要想其他事情。 陆小峰点了点头, 好, 王菲菲今天来得晚了一些, 他一来到, 就看到陆小峰桌子上的资料书籍, 不经大吃一惊, 怎么会有这么多资料? 你究竟想要修复谁的话, 还需要查阅这么多资料? 陆小峰开口道, 赵孟府的, 王菲菲顿时不说话了。 名人王时珍曾说, 文人画起自东坡, 至松学敞开大门。 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 赵孟府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 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 赵孟府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 他是成前起后的一位大家。 陆小峰真正研究了一番, 他才知道, 赵孟府在晚年, 曾经为国师丹巴写过一篇碑文, 这篇碑文就藏在故宫里。 不过, 这幅红一罗汉图, 创作的时间更早一些。 后人称赵孟府为原初画家, 但赵孟府却是宋代宗室后裔, 宋太祖赵匡应十一世孙, 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 他经历了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公帝退位祥园, 进入元代之后, 难免容易产生家国破碎的情绪。 赵孟府在原初时, 长期提学江南, 在江南的盛景中, 故国山河金犹在, 实在太容易, 让他这位宗室后裔触景生情, 在接到丹巴去世的消息时, 赵孟府心情激动, 联想到与丹巴有过不少往来的宋公帝, 他画出了这幅画。 这幅画并非是以丹巴的样貌为范本, 按照《秘艺殿珠林》中所言, 这幅画应该是西域僧的形象, 赵孟府借助圣唐的古艺, 西域僧人的形象, 抒发内心的情愫。 陆小枫尽管已经知道, 这幅画该如何画出来, 但他还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翻阅资料, 想要寻找修复这幅画的一些佐证。 王菲菲看到陆小枫翻阅资料, 他自己则是拿起画笔练习作画。 次日, 陆小枫直接坐在画板前, 开始作画。 陆小枫心里有了这幅画的具体形象, 也找到了足够的佐证, 下笔快了不少。 骆长明来道, 见到陆小枫已经开始动笔, 他不由吃惊, 毕竟想要把这些书研究透彻, 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尤其是这幅画中, 僧人的形象还没有完全确定, 陆小枫这样直接动笔, 他怎么会这么自信? 不过, 骆长明终究没有多说, 因为他感觉陆小枫不像是那种不自量力的人, 或许他已经胸有成竹。 王菲菲坐在陆小枫的身后, 看着陆小枫娴熟的技法, 他不禁皱眉, 因为陆小枫的动作实在是有点太快了, 他压根看不清楚细节, 想要学习都只能学一半。 仔细考虑了一番, 王菲菲找了录像设备, 在旁边录制起来。 陆小枫扫了一眼, 并没有在意。 陆小枫一画就是一整天, 整幅画已经初见雏形, 他并没有着急画完, 而是按照正常的节奏下班。 路过井老头的店面时, 陆小枫特意停了下来, 跟对方聊了几句。 井老头倒是非常好奇, 尤其是听说陆小枫正要修复赵孟府的红衣罗汉图的时候, 不禁失声道, 骆长明怎么敢交给你来修复? 陆小枫笑了笑, 大概是骆组长胆子大, 愿意让年轻人尝试。 井老头笑了起来, 你小子不要太得意, 据我所知, 像是这种话, 因为太过珍贵, 必须要专家组成员同意设计方案之后, 才会进行修复。 区区不才, 正是专家组成员, 可能你设计好的话, 要落在我的手上。 陆小枫满是惊讶, 随即皱眉道, 我昨天看了一整天的资料, 今天开始临摹, 差不多明天上午完工, 明天下午肯定来不及召集你们这些老家伙了。 那就要等到后天, 你们要花一天时间辩论, 我想要修复, 差不多要周五了, 周五一天时间, 我是没有办法完全修复好的, 这样算起来, 一周一幅画的任务完不成了。 锦老头听到陆小枫的话, 不由大吃一惊, 你这是想要做什么? 你竟然想着一周修复一幅画, 这是骆长明给你布置的任务吗? 我看骆长明简直就是疯掉了, 怎么敢说出这种话? 陆小枫坐在旁边, 不免有些尴尬, 但他并没有解释, 这只是他的一个想法,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完成了, 既然是这样, 那就可以把节奏放缓一点。 锦老头继续道, 你以为设计方案出炉之后, 很容易就通过吗? 正常情况下, 如果没有改过十遍八遍, 是不可能通过的。 陆小枫大吃一惊, 这么严苛, 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修复一幅画, 岂不是至少也需要两三个月时间? 锦老头点头, 这个速度已经算是很快了, 毕竟慢工出细活。 陆小枫忍不住道, 我之前修复高科工那幅画的时候, 可没有那么复杂, 这是怎么回事? 锦老头道, 很简单, 我看过你在精灵博物院修复的那幅画, 这两幅画风格相近, 你做的方案发给我们之后, 我们就一致通过了。 难道你以为, 这么珍贵的画作, 就这么轻易, 交给你修复吗? 陆小枫不禁皱眉, 随即苦笑, 他把这件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 仔细想了想, 陆小枫开口道, 我可能不愿意接受改稿。 锦老头抬头看向陆小枫, 满是惊讶, 你不愿意改稿。 陆小枫点头, 确信道, 因为我坚信, 我画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也是最好的设计方案。 我不会同意改稿, 也不会参与讨论。 锦老头诧意看过去, 一时间没有说话, 他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的骄傲, 但是在他看来, 陆小枫还是要谦虚一点才行。 锦老头问道, 你有没有跟骆长明提起过这个想法? 陆小枫摇头, 他并没有告诉我, 做好设计图之后, 还要进行审核改稿。 我还以为临摹好之后, 只要他点头, 我就能够开始修复。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进度, 恐怕会非常缓慢, 我是不是还需要准备一些生平事迹, 创作背景之类的资料? 锦老头点头, 这些资料都需要准备, 甚至还需要写一篇文章来分析。 陆小枫听到这话, 顿时就泄了气, 他看向锦老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锦老头哈哈大笑起来, 你先不要气馁, 或许你明天化好之后, 所有人拍案叫绝, 一致通过也说不定。 陆小枫想了想, 点头道, 好像还真有可能。 锦老头错愕地看向陆小枫, 他感觉, 陆小枫在修复这件事情上, 似乎表现出超出寻常的自信。 锦老头点头, 明天拭目以待, 陆小枫起身离开, 回到酒店。 这两天, 陆小枫没有见到沈子明, 前两天, 沈子明拍了大量的视频, 应该正在房间里剪辑, 刚好陆小枫也没有时间陪他, 大家更忙个的。 次日, 陆小枫来到办公室, 骆长明就已经在等他了。 见到骆长明, 陆小枫有点惊讶。 骆长明道, 锦老昨天跟我谈了你的事情, 他向我转达了你的意见。 骆长明这才明白过来, 他笑着问道, 你答应了? 骆长明摇头, 这件事情很复杂, 虽然我是修复组的组长, 但你也知道, 有些事情并非完全由我做主,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在程序上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陆小枫点头, 我能够理解, 我倒是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接下来应该就轻松多了。 没事, 等我画完之后, 你们可以慢慢开会。 骆长明瞪眼, 你不是说要一周修复一幅画的吗? 陆小枫看向骆长明, 呵呵笑道, 我说过这话吗? 骆长明无可奈何, 骆长明的确是没有在他面前承诺过, 但他在井老面前所说的话, 明显是真心的。 骆长明想了想, 开口道, 先不考虑该搞的事情, 我已经约好了, 专家组下午就会过来, 到时候, 你来主讲。 陆小枫摇头, 算了, 我就不讲了, 交给王菲菲吧。 基本上修复这幅画的理念, 我都已经告诉他了。 骆长明盯着陆小枫, 你该知道, 我们修复古画, 必须要阐明自己的理由, 要不然是, 很难通过专家组审核的。 陆小枫摇头, 没有关系, 我不想与他们争论。 骆长明无可奈何, 只能任由陆小枫做主。 其实, 骆长明一早就来到这里了, 他看到陆小枫设计的半成品, 心里是非常满意的。 陆小枫昨天就已经把红衣罗汉的上半身画出了, 基本上残缺的那部分都在上半部分。 等到王菲菲过来, 陆小枫把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说了出来。 王菲菲瞪大眼睛, 连忙摆手道, 我可不行, 我只是在你查资料的时候, 听你说了几句。 我对这幅画不是很熟悉, 怕是讲不好。 陆小枫笑了笑, 可能他们一见到这幅画, 立即就甘拜夏丰, 不用你多说了。 王菲菲不愿意答应, 但是看着手里的录像设备, 一时间又说不出口, 只好仔细询问陆小枫, 她该怎么应对。 陆小枫口述, 王菲菲连忙开了电脑, 把陆小枫口述的内容记录下来, 整理出来。 中午之前, 陆小枫终于把画作部分的修复方案画好了, 这幅画有很长一段提拔, 陆小枫并不打算写出来, 因为这是赵孟甫最为擅长的小凯, 陆小枫没有把握能够写出来, 这也是他想要学习书法的原因。 骆长明恰好感到, 见到陆小枫修复的这幅画, 他站在这幅画前面, 盯着这幅画, 目不转睛。 陆小枫也不询问他的意见, 带着王菲菲就出去了。 王菲菲很不解, 他开口问道, 为什么你自己不愿意去开会, 让我去开会? 我还是担心自己讲不好, 万一这个方案没能通过, 你岂不是还要改? 陆小枫摆手, 我不喜欢被他们评头论足, 所以还是你去参加吧。 王菲菲无奈, 只能点头同意。 陆小枫叹了一口气, 尽管他嘴上说的自信,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他所说的那么简单。 无论是作画还是修复, 当然会有水准的高下之分, 但是有些时候, 这是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 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陆小枫确定自己完全复原了这幅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这幅画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因为其他人没有见过原作, 因此, 他们在补全这幅画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下午, 陆小枫出了故宫, 他去了附近的书店, 坐在店里看书。 沈子明却给他发了不少的照片, 陆小枫看过去, 不免诧异, 因为这些照片都是一幅幅画, 这些画作的水平不错, 都是央美学生的作品。 陆小枫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沈子明兴奋道, 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谈妥了, 还要多谢骆组长的帮忙引荐, 现在学校已经同意了这件事情,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带货了。 陆小枫很惊讶, 随即道, 你们行动真是太快了。 沈子明哈哈大笑起来, 你现在都已经功成名就了, 已经成为在故宫修复文物的专家, 我们总不能太差吧。 我们虽然可能追不上你的步伐, 但还是要努力追赶。 陆小枫笑着道,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带货, 我要宣传宣传, 努力帮你争取更多的观众。 沈子明道, 下周吧, 这周我们要做好定价, 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 以后, 我们要在这里成立一家办事处, 专门负责这件事情。 闲谈几句, 陆小枫挂断了电话。 陆小枫拿起书本, 正要继续看下去, 没想到手机响了起来。 陆小枫扫了一眼, 见到是王菲菲的号码, 按照正常来讲, 这时候应该是刚开始开会, 这时候打来电话, 难道是想要让他亲自过去? 陆小枫想了想, 没有搭理。 没想到, 王菲菲接二连三地打了过来。 陆小枫无奈, 只好接通了电话。 王菲菲惊喜道, 通过了, 这个修复方案全票通过了。 陆小枫非常诧异, 这么顺利。 陆小枫再次确定了时间, 这时候距离开会不过十多分钟, 这就已经通过了, 这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 王菲菲兴奋道, 大家都想要见见你, 都在会议室里等着。 你要不要过来一趟? 陆小枫正要拒绝, 没想到对面传来景老的声音。 陆小枫, 你不要想着躲开, 快过来。 你如果不过来, 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 陆小枫只能赶过去。 抵达会议室, 王菲菲站在门口, 见到陆小枫走过来, 她连忙上前迎接。 我可是听说, 这是最没有争议的一次。 陆小枫点了点头, 诧异问道, 没有争议吗? 他迈步走进去, 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陆小枫愣了一下, 见到会场做了七八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尽管大半都不认识, 但他连忙攻身行礼。 陆小枫坐在最前面, 朝着陆小枫道, 恭喜恭喜。 陆小枫看向陆小枫, 满是好奇, 他不太明白, 怎么会这么快? 陆小枫笑着道, 其实这幅画我们已经研究很久了, 也开会讨论过很多次, 最终都没有定论。 这一次, 你这幅画一出现, 就征服了大家, 大家觉得, 这幅画就应该是你画出来的样子。 陆小枫很诧异, 为什么会这么认同? 锦老哈哈大笑, 看到没有, 咱们轻易给他通过, 反而让他得意起来, 竟然还要反问咱们。 陆小枫, 我看你这是尾巴翘上天了。 陆小枫笑了笑, 没有说话。 洛长明开口道, 《密殿珠灵》这本书, 已经提到了, 这幅画上是西域僧人形象。 你这幅画, 应该是参考了不少唐代西域僧人的形象吧? 我们设计了很多方案, 大家都觉得有不妥当之处, 只有你这幅画, 大家一眼就看上了。 《密殿珠灵》是清代编载的一本书, 共24卷, 记录了清内府收藏的各种福道书画, 这本书与《石曲宝集》齐名, 也有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的《石曲宝集》上记载了大量的书画收藏。 陆小枫点了点头, 面上满是笑意, 他本来以为要经历一番波折, 没想到这么快就通过了, 不用改搞, 这的确是大喜事。 陆小枫已经打定主意, 如果对方真是提出改搞, 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因为方案通过, 这是一件大喜事, 大家都纷纷向陆小枫道贺。 恭贺过后, 众人相继离开。 不过, 现场却有三人留了下来, 锦老, 罗耀华, 还有魔化组组长张浩峰。 锦老冲着陆小枫道, 是不是很得意? 你就放心好了, 只要你的水平足够, 就不要害怕质疑。 我等着你有空去做一做, 咱们多聊一聊, 跟你聊天, 我感觉自己还算年轻。 陆小枫笑着硬了下来, 张浩峰恭贺了一番, 随即又开口道, 其实, 我是一直希望你能够去魔化组的, 现在我们那里实在确认。 不过, 现在看来, 你无论哪一组, 都能够发挥出不小的作用。 我要感谢你, 你再修复的同时, 也帮了我们魔化组不少忙。 陆小枫笑着道, 您客气了。 陆小枫很想要前去魔化组临摹古画, 但是他很清楚, 自己临摹的话带不走, 因此他也就没有提出来。 张浩峰客气得很, 他笑着道, 你如果哪天手痒, 想要临摹了, 可以联系我, 我这里有很多古画。 都是可以临摹的, 你想要临摹哪一幅画, 我都能给你安排。 陆小枫联盟拱手, 多谢张组长。 张浩峰呵呵一笑, 转身离开了。 骆长明看向陆小枫, 既然已经通过了, 明天就开始修复吧。 陆小枫想了想, 开口道, 我觉得可以迟一点, 毕竟明天一天也不可能修复完成, 总要推迟到下周。 我打算下周再开始修复。 骆长明瞪眼, 你自己说要快一点,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怎么又要推迟? 小枫, 你这样可不好, 你不是自己说每周修复一幅画的吗? 陆小枫摇头, 我没有在你面前这样说过, 以现在的效率而言, 我觉得自己低估了修复的难度, 我觉得两周一幅可能更好一点。 骆组长, 你自己修复的时候, 难道也是一周一幅画的吗? 骆长明愣住了, 无奈道, 好吧, 你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陆小枫哈哈笑了起来, 我觉得你是不该催得太着急, 送走骆长明, 陆小枫还特意向对方表达了感谢, 毕竟如果没有骆长明帮忙联系, 沈子明那边也不会这么快解决。 骆长明摆了摆手, 表示不在意, 会议室内变得安静, 王菲菲坐了下来, 下次能不能不要让我来讲解? 你不知道, 我有多紧张, 坐在会议室里, 这些人都是行业里最顶级的大师, 如果说错话, 以后他们为难我, 我该怎么办? 陆小枫哈哈大笑起来, 你担心这些做什么? 这一次, 你在他们面前刷脸, 大家都认得你了, 以后万一遇到你的作品, 肯定要说几句好话的, 你担心错了。 王菲菲愣了一下, 真的吗? 陆小枫笑道, 我还能骗你不成, 你跟景老也算是熟悉, 要不然我带你去见他, 你跟他聊一聊。 王菲菲抬手, 他看了看时间, 现在就下班了。 你真是不想修复了? 陆小枫点头, 我这周的作业还没有完成, 我要去景老那里多灵墨, 你也刚好跟着一起过去。 王菲菲没有丝毫犹豫, 点头道, 好, 两人把这幅画放了回去, 接着就出去了。 骆长明看到他们, 却不好多说什么。 很快, 陆小枫和王菲菲到了景老的店里, 景老见到两人不由乐呵起来, 王菲菲果然问出了这个问题, 景老笑着摆手, 你想错了, 你能够代表陆小枫开会, 大家反而觉得你有胆气, 会高看你一眼, 也不会觉得你有任何问题, 你现在混了脸书, 以后他们评价的时候会手下留情的。 王菲菲松了一口气, 我差点以为这一次会葬送我的前途, 景老, 我以后如果出道了, 能不能请你参观我的画展? 景老笑着道, 当然没有问题, 到时候你告诉我时间地点, 我一定会赶过去的。 两人乐呵呵地笑着, 陆小枫坐在一旁临摹, 没有开口。 到了傍晚时, 沈子明找了过来, 来到之后, 沈子明立刻就跟景老达成一片, 他把最近正在做的事情说了出来。 景老非常赞赏沈子明的做法, 他笑着道, 学美术的开销很大, 这给很多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你这样做就很好, 能够让很多学生多一份收入, 减轻家庭负担, 我支持你。 如果央美那边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来找我, 我帮你解决。 沈子明顿时惊喜起来, 好啊, 老爷子, 我可记住你这句话了。 不过, 你也放心, 我们既然是从学生手里说话, 肯定要把大头分给他们的, 绝对不会做无良商人。 沈子明聊了很久, 这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他想要找人帮忙站台。 因为他们搞直播, 虽然有一定信誉, 但是很多人可能还会怀疑这些作品的来源, 沈子明想要找人证明, 这些画作都是来自于秧美, 而且都是高水准的作品。 景老听到这句话之后, 摇头道, 子明, 虽然我很想帮你, 但是这件事情, 我不能答应你, 我这辈子从不帮人站台, 也不帮人做宣传。 如果你真是想要找人站台, 最好还是找秧美的老师, 或者是领导。 陆小峰终于把一幅画临摸好, 他坐到了旁边, 见到沈子明面上有些失望, 他直接道, 你真是死脑筋, 难道秧美会没有人帮忙站台吗? 我一直觉得, 有些事情, 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为什么反而到了这种时候, 糊涂了起来。 沈子明茫然看向陆小峰, 不明白他的意思。 陆小峰只好道, 只要钱到位, 一切都好说。 沈子明恍然, 连忙道, 我们想要早一点确定这件事情, 如果能够早点有人帮忙站台, 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客流。 陆小峰摇头, 你们刚开始, 肯定手忙脚乱, 人手不足, 如果一下子冲进大量的流量, 甚至迈出去大量的画作, 你们有足够的人手, 操作这件事情吗? 我反倒是觉得, 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更好一点, 当你们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再去做这件事情, 不是更好吗? 沈子明点头, 你说得很对。 锦老冲着陆小峰竖起了大拇指, 片刻, 陆小峰出了小店, 他和沈子明边走边聊, 转头正想要跟王菲菲说句话, 没想到他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那位卖了聊带水晶杯给他的摊主。 陆小峰朝着沈子明和王菲菲示意, 让他们等候, 他则是靠近了过去。 摊主身后背着包, 似乎在等人, 他有些焦急, 完全没有感受到陆小峰的到来。 陆小峰开口道, 老板! 老板吓了一跳, 转身看到陆小峰面上更惊骇了, 他皱紧眉头, 你是谁? 陆小峰愣了一下, 他并不打算叙旧, 既然不认识, 那就不认识好了。 他笑着道, 老板手上又有好东西了。 摊主仔细打量了陆小峰, 这才恍然明白陆小峰的身份, 他略微点头, 我今天是来送东西的, 你何必盯着我? 陆小峰看着对方, 他总感觉对方鬼鬼祟祟的样子, 他不禁笑道, 老板, 上次从你手上买的宝物, 小赚了一笔, 所以还想从你手里买点。 难道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摊主无奈, 上一次那批东西, 我都已经卖出去了, 等我下次去近货再说吧。 你自己也该知道, 像是那种东西, 想要买回来可不容易, 这是要看运气的。 陆小峰点头, 我理解, 老板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咱们以后联系。 摊主很警惕, 白手道, 你快点走, 我马上要交货。 陆小峰没能拿到联系方式, 他也没有坚持, 他带着沈子明离开了。 不过, 陆小峰转头找了隐蔽位置, 盯着现场看了起来。 很快, 一人急匆匆赶来, 见到那人, 陆小峰又是一惊, 因为他竟然看到了何广平。 何广平把一只箱子交给摊主, 摊主则是把背包交给了何经理, 尽管没有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但是陆小峰却感觉到非常震惊。 这是什么情况? 何广平跟摊主是有联系的, 他们甚至在背地里交易。 可是, 为什么摊主拿到了好东西, 没有第一时间卖给何广平, 而是在潘家园摆摊, 卖给了陆小峰。 何广平花了两千万, 从陆小峰那里买走了所有的东西, 开价甚至比市场价还要高两分, 陆小峰本以为这是巧合, 现在看来背后不简单啊。 两人交谈了几句, 很快就离开了。 陆小峰盯着现场, 见到摊主并没有拉着箱子走, 他很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抱在怀里, 似乎生怕摔碎了箱子里的宝物。 何广平拿到背包后, 似乎毫不在意, 他直接把背包摔进了后备箱, 背包里看上去不像是宝物, 更像是现金。 也就是说, 摊主拿了现金, 从何广平那里买走了古董, 这好像完全说不通。 陆小峰感觉差异到了极点, 摊主应该是买卖古董的, 他不可能从何广平手里进货, 毕竟何广平买到的东西肯定价值很高, 这对摊主来讲不划算。 既然如此,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交易? 陆小峰跟了上去, 等到何广平完全离开, 他才跳出去拦住了摊主。 陆小峰笑着道, 老板, 现在是不是能够交易了? 摊主瞪眼, 看向陆小峰, 更加惊慌了。 他瞪大眼睛, 朝着四周看了看, 见到四周无人,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怎么又追过来了? 小兄弟,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只不过是有一次交易罢了,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陆小峰伸手在鼻尖扇动了两下, 我这个人的鼻子很灵敏, 嗅到好东西就会追上去。 我现在已经能够嗅到, 你的箱子里肯定是有宝物的, 要不要卖给我, 我可以开高价的。 摊主满事无奈, 小兄弟, 你就不要害我了, 你不知道, 差点出了大事, 老板差点让我赔钱, 我就是个小人物, 哪里有什么钱赔, 你就饶了我吧。 陆小峰盯着对方, 瞬间抓住了重点, 好奇问道, 他让你赔钱, 为什么要赔钱? 难道你们合伙做生意亏本了? 但是, 以你卖给我的价格, 是不可能亏本的。 难道说, 他从我手里回收这些宝物, 亏了一千多万? 摊主面色大变, 陆小峰却瞬间反应过来, 何广平压根就是摊主背后的老板, 这批货都是何广平搞来的, 他让白手套带着这批宝物在潘家园里售卖, 没想到被陆小峰买走了。 何广平为了不让这批货物的消息泄露出去, 他只能花大价钱, 从陆小峰这里买回去, 两千万正是亏掉的钱。 如此算起来, 摊主手里的箱子, 应该是装了撩带水晶杯的。 陆小峰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串了起来, 他恍然大悟。 陆小峰看向摊主,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让你为难了, 我马上就离开, 你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卖给其他人吧。 摊主好奇, 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面上诧异。 陆小峰开口道, 你也听出来了, 我不是本地人, 这次是过来旅游的, 我们很快就会回去。 老板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肯定是想要让你卖出去的, 卖给谁都是一样的。 摊主点了点头, 他能明显感觉到陆小峰已经完全猜到了真相, 既然陆小峰能帮到自己, 他也不介意多聊两句。 陆小峰笑了起来, 既然是这样, 我找个人让他买走你手里的东西, 你就放心好了, 我向你保证, 买走之后, 他就直接开车离开这里, 绝对不会让这批东西再次出现在首都。 摊主很迟疑, 他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陆小峰。 陆小峰笑着道,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老板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我与何经理是认识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花大价钱, 从我手里买回去。 摊主皱眉, 只好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 你帮我处理掉吧。 这次的价格, 要比上次高一些。 陆小峰笑了起来, 放心好了。 陆小峰朝着远处招手, 沈子明站在远处, 一直盯着陆小峰的方向, 见到他招手不免诧异, 但还是走了过来。 王菲菲很惊讶, 也跟了过来。 很快, 一行人走到偏僻的地方, 摊主把箱子打开, 果然是见到了上次那几样东西。 陆小峰仔细看了一遍, 确定无误, 他朝着沈子明道, 你买下来, 你来跟老板谈价格, 不能比上次低了。 说吧, 陆小峰朝着沈子明眨了眨眼睛。 沈子明很惊讶, 他不太明白陆小峰的意思, 不明白为什么兜兜转转, 又要买回来。 不过, 既然陆小峰做了安排, 沈子明也不会在意, 毕竟他相信陆小峰不会坑了他。 陆小峰把王菲菲拉走了, 不让他待在现场。 王菲菲欲言又止, 陆小峰开口道,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你就装作没有发生过, 不要过问。 王菲菲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很快, 沈子明拎着箱子走了出来, 他诧异看向陆小峰,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陆小峰看向王菲菲, 你先回学校, 今天就不请你吃饭了, 下次咱们再说。 王菲菲没有多说, 他隐隐感觉到这件事情很怪异, 但他父亲做古董生意, 他隐隐有猜测, 点头离开了。 陆小峰拉着沈子明直白解释道, 何广平黑白通斥, 刚才那位摊主就是何广平的人, 这些东西就是何广平交给他处理的, 也就是说, 何广平有自己的进货渠道。 何广平借助自己的身份, 在潘家园直接销货。 沈子明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完全听明白了, 陆小峰的意思很明确, 这批有问题的货源应该是何广平搞到手的, 何广平安排手下人在潘家园售卖。 本来这种事情应该是翘无声息的, 正常来讲, 很多人买到真品, 而已只会买一件, 不会全部都买走, 哪怕是都买走, 潘家园的买家遍布全国各地, 这些东西都能被翘无声息消化掉。 但是何广平没有想到, 这些东西竟然被陆小峰全部都买走了, 最为重要的是, 陆小峰手里的东西, 被洛长明和周承杰看到了。 显然, 周承杰和洛长明这样的行家, 他们能够判断出这批货问题很大, 甚至因此会猜测有一座大墓被挖了。 如果这件事情暴露出去, 最终肯定会把何广平牵扯进来。 何广平从周承杰口中得知 聊带水晶杯的时候, 想必吓坏了,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就联络陆小峰, 还花了大价钱买回去。 何广平想要让这批宝物销声匿迹, 最好就是买回去, 然后再卖掉, 哪怕是前前后后亏了一千多万, 他都在所不惜。 陆小峰并没有询问沈子明到底花了多少钱, 因为他猜测, 沈子明卡里的钱很有可能会花光。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接下来该怎么办? 陆小峰道, 你算是占了便宜, 老板不愿意卖给我, 现在被你买走了。 我跟老板有约定, 买走之后, 就要把这些东西都带走, 你今天就直接开车回去吧。 回去之后, 你让沈叔叔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 沈子明大写, 好, 这种事情就交给我。 沈子明非常兴奋, 因为他很清楚这些宝物的价值, 尽管和广平买走的时候, 完全就是一价, 但是哪怕是真实的价格, 也是大赚的。 陆小峰开口道, 你不用急着回来, 在家里待个十天半月也行。 沈子明笑了笑, 我要不要买一辆新车开回去? 陆小峰摆手, 太招摇了, 你租一辆车, 路上开车慢一点, 如果太累, 那就找酒店休息, 回去之后给我打电话。 回来的时候, 租的车子可以找个司机开过来, 你就不要受累了。 沈子明笑了起来, 你就放心好了, 我都明白。 像我这样的懒人, 可吃不得苦。 陆小峰笑了笑, 他跟着沈子明一起去租车, 目送沈子明加油, 离开了这里。 从首都开车到中海, 足足有一千两百公里, 至少需要十多个小时, 沈子明即便是快一点, 也要十二三个小时。 现在天色已经黑了, 陆小峰担心沈子明的安全, 但是没有多说, 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起见, 沈子明必须要趁早回去。 陆小峰完全没有想到, 何广平竟然会是幕后的老板, 他一直以为何广平会是前客, 守着这个圈子低买高卖。 没想到, 何广平的业务比陆小峰想象的要广, 陆小峰回到酒店也没有多想。 修复方案已经通过了, 明天还不用上班, 陆小峰感觉非常快活。 在这里生活真是好, 大把钱赚到手, 随着修复的古话越来越多, 想必他的名气也会越来越响亮起来, 到了那时候, 做事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第二天, 陆小峰还在吃早饭, 他接到了沈子明的电话。 陆小峰非常诧异, 你已经到了? 沈子明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 但又带着几分兴奋, 我马上要去睡觉了, 等我休息好, 我再回去。 陆小峰连忙道, 你不用这么着急回来, 可以在家里多休息一下。 沈子明笑道, 老沈已经出门出处理了, 以他的速度, 应该用不了两天就能全部卖掉。 这一路开车回来, 我感觉要了半条命, 就当作是减肥了。 陆小峰笑了起来, 你快休息吧。 陆小峰挂断电话, 终于放下心来, 毕竟这一路上安全很重要。 陆小峰倒是不在乎赚多少钱,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一次利润肯定没有值钱高了。 很快, 江雨昕和林若宜出现了, 他们今天打算再去一趟央美学校一趟, 他们的事业进入了正轨, 他们现在每天都要忙到很晚。 沈子明不在这里。 他们两个人跑过来声讨陆小峰, 说他把重要的劳动力带走了, 他们要拉着陆小峰做苦力。 陆小峰本来是打算去潘家园的, 但是想一想, 潘家园那么大, 他想要转一圈, 这个事情并不着急, 还不如跟着他们去帮忙。 有时候做点其他的杂事, 也是一种休息。 央美在首都的校区面积不大, 陆小峰他们这一次对接的主要是国画学院, 国画学院又分为书法专业和国画专业。 江雨昕他们借了一间教室, 陆小峰他们坐在教室里, 等候国画专业的同学把自己的作品送过来, 陆小峰的作用就是要对这些作品进行定价, 然后江雨昕这里负责签合同, 收下画作。 真正接触到这些学生, 陆小峰才明白, 自己的作品水平好像真得不低。 之前, 陆小峰接触到的作品水平很高, 让他感觉自己的水平好像很低,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因为他所接触的都是顶级大作。 当然, 这些作品的水平一点都不低, 如果拿到家中做装饰品, 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行三人进行分工, 很快就收下了50多幅画, 只有寥寥几人对于作品价格提出了质疑, 但是经过陆小峰解释之后, 很快就接受了。 差不多等到学生们都离开了, 王菲菲挽着一位中年女老师走了进来, 女老师衣着时尚, 看起来40岁左右的样子, 看起来保养很好。 王菲菲伸手指向陆小峰, 开口介绍道, 这位就是陆老师, 我在故宫就是给陆老师做助手的。 这是我母亲严谨欣, 听说你过来了, 她非要过来看一看。 严谨欣听到王菲菲的介绍, 她感到非常惊奇, 因为陆小峰看起来实在是太年轻了, 只有二十多岁, 就已经成为故宫的修复师了。 陆小峰连忙站起身来, 严老师, 你好。 严谨欣冲着陆小峰笑了笑, 陆老师真是年少有为, 这么年轻, 就有这样的成就了。 陆小峰连忙摆手, 您言中了, 不敢当不敢当。 严谨欣好奇地朝着四周看了看, 见到房间里满是画作, 不禁好奇问道, 你们这是打算做什么? 陆小峰只好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介绍了一遍。 严谨欣点了点头, 这很好, 能够给很多学生减轻生活压力。 你也知道, 学美术需要花费不少钱, 如果能够提早变现, 对他们来讲是好事。 这个社会, 其实就是如此, 追求艺术是一方面, 同时也要考虑生活。 陆小峰连忙点头, 他略微有些拘谨, 尽管他与洛长明他们交往, 都没有感觉有任何问题, 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是同事, 但是见到更年轻的严谨欣, 他却感觉不太一样。 严谨欣笑了笑, 中午一起吃个便饭, 我来请客, 你们千万不要客气。 严谨欣说了几句, 转身离开了。 王菲菲把母亲送走, 又走了回来, 实在不好意思, 他非要过来一趟。 陆小峰笑了笑, 没有关系, 阿姨关心你, 这是正常的, 可以理解。 这时候, 有一位年纪稍大的青年走了进来, 他把手里的画作放在陆小峰面前, 这幅画怎么估价? 陆小峰看了一眼, 见到这是一幅人物画像, 看起来栩栩如生, 水平很高。 不过, 普通人家就算是想要挂一幅画, 也都是挂上风景画, 很少有人会挂别人的人物画像, 因此, 陆小峰他们这里是不收人物画像的。 陆小峰解释了一通, 没想到对方很坚持, 冷声道, 既然别人的画, 你都能收下来, 为什么我的画就不收了? 我这幅画, 水平很低吗? 我这幅画上不得台面吗? 陆小峰皱眉, 她能够明显感觉到, 对方的语气不耐烦, 这是想要找事。 王菲菲拉住了陆小峰, 开口道, 她是学校小店的老板, 她也在收话。 青年听到王菲菲的话, 不禁皱眉, 我是过来卖画的, 这跟我的身份有什么关系? 你们既然要收画, 那就连我的这幅画一起收走, 要不然我可不会愿意的。 陆小峰盯着对方, 轻轻一笑, 三百。 青年瞪眼盯着陆小峰, 面色大变, 你在侮辱我。 我也是秧美毕业的, 我的作品甚至拿到过国画比赛一等奖, 你现在会给我开了三百的价格, 分明就是在侮辱我。 你要向我道歉, 现在就要向我道歉。 陆小峰看向对方, 她笑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 怎么向你道歉? 青年道, 王涛。 陆小峰点了点头, 开口道, 王涛, 你真是打算让我道歉, 你真得想好了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这些年, 你在学校里面开店, 想必也收了不少学生的作品, 想必你收购的价格不高吧, 要不然也不会如此气愤。 王涛瞪眼, 这关你什么事? 你管不了我, 你现在就向我道歉, 你刚才侮辱了我。 陆小峰笑着道,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开一个高价? 王涛, 你觉得什么价格符合你的身份? 你一幅画值多少钱? 不如这样, 我们现在就开直播, 把你的画卖出去, 看一看大家给你开什么价格。 王涛看向陆小峰, 一时间犹豫了, 王涛自己就是开店的, 他很清楚, 像是人物画像是最难出手的,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拿着这幅画像过来。 但是, 现在陆小峰想要拿着他的作品, 在直播中竞价, 这让王涛心里打鼓。 王涛自己也上网, 他很清楚, 像是这种事情, 是完全说不准的, 主播完全可以用画术操控一幅画的价格。 最终的成交价低于三百, 都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真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完全是再一次受辱了。 王涛瞪眼看向陆小峰, 凭什么你收别人的话, 都是真金白银, 到了我这里, 就要直接直播拍卖。 陆小峰开口道, 按照我们的规矩, 我们跟大家都签订了保底价格协议, 我们先把保底价格给大家, 接下来, 如果价格调高, 卖出了更高的价钱, 我们会继续支付余下的钱款。 我给你的也是一样的条件, 保底三百, 如果卖的价格高了, 还会不及你。 你觉得如何? 王涛看向对方, 一时间进退两难, 他来到这里, 本来是想要闹事的, 但是陆小峰的表现, 这让他很难开口闹事。 王涛瞪眼, 你给我开出三百的价格, 这就是在折辱我。 我不管你是不是折辱, 今天是一定给我一个说法的。 陆小峰好言好语跟对方商量, 本以为对方会借着台阶走下来, 没想到王涛压根就不是这样的打算, 他非但不想下坡, 还想要趁机闹事。 陆小峰盯着王涛, 既然你不同意, 那就是想要闹事了? 说吧, 陆小峰伸手一把攥住了王涛的衣领, 像是拎着小鸡一样, 直接把王涛朝外拎了出去。 王涛在央美多年, 与人打交道, 大家都很和气, 哪怕是耍无赖, 也很少有人动手。 王涛完全没有想到, 陆小峰一言不合, 竟然直接动起手来。 王涛忍不住惊呼道, 你松手, 你放手, 松开我。 陆小峰压根没有搭理, 他把王涛拎出去, 直接朝着地面丢了过去, 王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接着, 陆小峰把他的话扔到了王涛的身上, 既然想要闹事, 那就需要怪我不客气。 王涛躺在地上, 人物话遮住了他的面容, 看不清他面上的表情。 不过, 陆小峰转身走回去, 却发现王涛仍旧躺在地上, 没有动态。 陆小峰很清楚, 这里是学校, 因此他动手的时候是非常注意的, 并没有用太大的力道。 王涛躺在地上, 这分明是想要耍无赖。 陆小峰走上前去, 他蹲到了王涛身旁, 看着王涛微微闭上的眼睛, 因为太过紧张, 眼珠子还在不断转动, 呼吸也急促不少。 陆小峰看到王涛的样子, 不由笑了起来, 他从旁边的花坛里, 拿出了一块红砖头。 王涛瞥了一眼, 见到砖头, 连忙坐起身来, 你想要做什么? 你要知道, 这里是学校, 如果你真是动手的话, 可是很难收场的。 陆小峰呵呵一笑, 你是打算一直躺在这里吗? 既然是做生意, 那就要靠大家各自的手段竞争, 可不是靠这种小手段取胜的。 你看一看这块砖头, 你觉得如果真是耍手段, 你能比得上我吗? 说吧, 陆小峰把这块砖头放在地面上, 他伸手朝着砖头, 直接拍了过去。 碰, 一声脆响, 砖头瞬间碎裂开来, 王涛能够清楚看到, 在陆小峰用力的掌心位置, 红砖已经化为积粉, 这完全就不是人类所能够拥有的力量。 王涛感觉惊恐了, 他甚至能够想象, 如果这一掌落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的骨头, 是不是也会像这样粉碎? 王涛满面惊恐, 他双手撑在地面上, 迅速朝着后面撤退过去, 只是他手里拿着画, 这幅画在地面摩擦, 也跟着破损了。 王涛瞪眼盯着陆小峰,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靠近我, 陆小峰笑了笑, 你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靠近你的。 王涛爬起身来, 带着破损的话, 转身跑开了。 王飞飞站在门口, 目睹了整个过程, 不由目瞪口呆。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其实, 现场也有不少路过的学生看到这一幕, 他们见到陆小峰看过去时, 纷纷转身离开了, 不敢跟他对视。 陆小峰笑了笑, 从小就有一把子力气, 没想到王涛不开眼, 非要见识一下。 王飞飞笑着道, 他可是吓坏了, 你这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真是让人惊恐。 不过, 王涛他既然能把自己的店面开进学校里, 肯定是有关系的。 你就不怕被赶出去。 陆小峰愣了一下, 他们打通这里的关系, 并不容易, 能够借到教室更不容易, 如果真是被赶走, 大家的心血可就白费了。 其实, 如果不能借到教室, 这门生意也能够做下去, 但这难免就不是很方便。 王涛在这里有店面, 如果陆小峰他们把店铺开在校外, 可能他们的收购价 比王涛高出两三百, 但很多学生觉得麻烦, 就不会往学校外面多走几步。 能够学美术的学生, 家庭条件都不会太差, 毕竟能够从小培养一门艺术, 这么多年下来, 这其中的开销可不小。 陆小峰仔细考虑半天, 无奈道, 兵来将党水来土野, 如果真是有问题, 那就等以后再说吧。 再说, 京城也不是只有央美一家, 我们只是打算以这里为基础, 熟悉流程之后, 会扩展到更多的学校, 甚至外地的学校也要搞起来。 王菲菲点头, 我母亲在这里也待了不少年, 如果真是出了问题, 你告诉我, 我来求她帮忙。 陆小峰笑着硬了下来, 心里却不见得太过在意。 中午, 王菲菲的母亲请客, 陆小峰, 江雨昕和林若怡一同前去。 席间, 王菲菲主动提到 今天有人闹事的事情, 严谨心听说是王涛闹事, 不由皱眉, 你们没有把她怎么样吧? 陆小峰诧异看过去, 这个王涛不简单。 严谨心点头, 她的父亲是副校长, 要不然学校里那么寸土寸金的地方, 怎么可能给她开一间工作室? 表面上是一间工作室, 实际上, 她一直在学校里说过学生的话,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只是没有人点破。 陆小峰不禁皱眉, 她没有想到, 竟然惹到了这样的人物。 陆小峰本以为这件事情, 要等两天才会有结果, 没想到他们下午回学校, 就遇到麻烦了, 保安拦住了他们, 不让他们进入校园。 陆小峰远远地看到, 王涛站在不远处, 正朝着这边张望。 见到陆小峰看过去, 王涛面上露出了笑容, 之前陆小峰打碎了砖头, 王涛的确是被吓到了, 但是他转念就醒悟过来, 在学校里面, 他就是王者, 他为什么要畏惧陆小峰? 严谨心跟陆小峰一起吃饭回来, 遇到这种事情, 面色不好看。 他盯着保安道, 我是学校里的老师,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难道不能进去吗? 保安是个中年男子, 严老师既然他们都是学生, 那就出示一下学生证。 你也不要为难我们, 我们就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严谨心皱眉, 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 保安看过来, 一时间有点尴尬。 陆小峰笑着道, 严老师没有关系, 既然是不让进去, 那就不进去了。 我们上午也说了不少话, 接下来, 我们要把这些话挂到网上去, 事情还有很多。 严谨心看向陆小峰, 见到陆小峰信心满满的样子, 他点了点头, 那好, 既然是这样, 我就不送你们了。 陆小峰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王涛看着陆小峰离开的方向, 他很想追上去, 却又不敢, 待在学校里, 他是王者, 但是出了校门, 他就是青铜。 王涛只要把陆小峰他们挡在门外, 不影响到他的生意就可以了。 陆小峰带着江雨昕和林若仪 离开了这里。 坐进车里, 江雨昕忍不住道, 接下来可怎么办才好? 如果不能走进学校, 咱们的生意该怎么办? 陆小峰笑了笑, 放心好了, 难道没了张屠夫, 就要吃带毛猪不成? 你们放心好了, 今天周五, 过两天就能解决好这件事情。 江雨昕看向陆小峰, 其实, 我们就算是放弃了这里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陆小峰点头, 他当然清楚这一点, 但这毕竟是第一次进校园, 必须要成功, 要不然大家就失去了精气神。 当然, 陆小峰也不可能花费太长时间在这件事情上, 毕竟他接下来还要花时间修复古话。 陆小峰直接去找了骆长明, 他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通, 骆长明还没有下班, 听到陆小峰的说法, 不由咒眉道, 这件事情恐怕不好办。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没有办法吗? 骆长明无奈道, 说实话, 帮你的时候,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还牵扯到别的利益。 你提到王涛, 我也是认识的, 甚至我跟他父亲都是熟悉的, 他父亲是我师兄。 陆小峰瞪眼看向骆长明, 他实在没有想到, 随便招惹一个人, 竟然都能碰到骆长明的熟人, 这样的话, 确实不好办。 毕竟, 王涛算是骆长明的失职, 骆长明偏帮奶一遍都不合适。 骆长明略微犹豫, 开口道, 这件事情, 你最好去请井老帮忙。 陆小峰愣了一下, 井老? 他顿时想了起来, 之前沈子明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井老的确是提到, 如果遇到困难, 可以去找井老帮忙的。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能不能详细跟我说一说? 骆长明略微犹豫, 开口道, 王涛的父亲也是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 还是井老的得意弟子, 王涛算是他的徒孙。 陆小峰点了点头, 尽管听起来错综复杂, 但是不难理解, 骆长明和王涛的父亲都是央美毕业, 后来一同到了故宫博物院, 王涛的父亲被井老赏识, 收为弟子, 后来跳出了这里。 陆小峰接着又去找了井老, 井老听完经过, 随即道, 这件事情交给我, 你们正常的商业竞争我不管, 但是不能不让你们进学校, 这样破坏规则。 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收话, 就能让收购价格上来, 这对学生是有好处的, 我就要支持。 井老没有犹豫, 他直接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很快, 井老看向陆小峰, 没有问题了, 你们可以进学校公平竞争, 如果他还不让你们进去, 你就来找我。 陆小峰连忙拱手, 多谢井老。 井老摆了摆手, 小诗一桩, 我也看到了你的天赋, 希望你能够在古话修复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陆小峰笑了起来, 井老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做好的。 当天下午, 陆小峰也就没有离开, 他坐在店里临摹, 差不多到了傍晚, 一位中年男子带着王涛走了进来。 到了店里, 中年男子连忙朝着井老道, 老师, 我带着王涛来看你了。 陆小峰化得正入神, 听到声音, 他抬头看了一眼, 想必这个中年男子, 就是王涛的父亲王子龙了。 井老看到他们父子, 非常高兴, 好啊, 快坐, 快坐。 几年不见, 没想到王涛已经长这么大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父子都是秧美毕业的。 王子龙笑了起来, 老师真是好记性, 正是如此。 井老的店面不大, 陆小峰整个人都被画板挡住, 因此, 王子龙父子两人只看到有人作画, 却没有注意到作画人的长相。 闲聊几句, 王子龙笑着道, 老师, 我带着王涛过来, 正是想要跟您解释一下上午的事情。 王涛毕业之后, 没有什么正经单位。 我就给他在学校里, 安排开了一间工作室, 平时自己练习作画, 也会收一些作品出售。 王涛, 你来讲一讲事情的经过吧。 王涛连忙朝前走了走, 声音温和, 井老, 这件事情真不怪我。 我听说他们也说过话做, 就跑过去, 想要探一探虚实。 可是没有想到, 陆小峰非但侮辱我, 竟然还威胁我, 他把一块砖头直接拍碎掉, 还把我的作品撕破了,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安排保安拦住他。 王涛越说越激动, 似乎整件事情都是陆小峰的问题。 井老皱眉并没有多说, 他转头看向画板的方向。 王子龙父子稍稍一震, 跟着看过去。 陆小峰无奈, 只好站起身来, 只是他一露面, 王涛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般, 整个人迅速后退, 被身后的椅子半倒在地。 王涛惊恐地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王子龙看着儿子惊恐的模样, 忍不住皱紧眉头。 他没有料到, 陆小峰竟然会给王子龙带来这么大恐慌。 井老开口问道, 小峰, 是不是这回事? 陆小峰开口道, 王涛讲得并不全面, 我来补充几点。 王涛是带着一幅画像找到我的, 按照规矩, 我们是不说这种画作的, 但是王涛不同意。 我给他开了价格, 他不满意, 接着, 我又提议现场直接在网上帮他拍卖, 卖出多少是多少, 但是王涛仍旧不满意, 现场大喊大叫。 接着, 我就把王涛拎了出去, 他躺在地上装死, 我拿着砖头在他的旁边表演了徒手批砖块。 王涛被吓到了, 毁坏了自己的画作, 跑开了。 同样一件事情, 经过两人之口, 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 王子龙朝着王涛扫了一眼, 他尽管更愿意相信王涛, 但是现在陆小峰说的更为全面, 而且王涛竟然不敢反驳, 显然是默认了这件事情。 不过, 王子龙仍旧朝着陆小峰问道, 徒手批砖块? 你要知道, 那里可是学校, 怎么能做出这么暴力的事情? 陆小峰笑了笑, 王校长说的对, 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待会儿我主动去央美一趟, 赔偿央美的财务损失。 王子龙瞪眼, 陆小峰去赔偿一块砖块, 这不是寒碜他吗? 锦老开口道, 要我看, 这件事情就此结束, 谁都不要追究了。 锦老打算祸悉泥, 毕竟他跟两边都能扯上关系, 这样处理再好不过。 王涛却不依不饶, 他毁坏了我的画作, 必须要赔给我。 陆小峰是我花了三天时间画出来, 如果不是被他丢在了地上, 也不可能被我碰坏。 他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必须要把那幅画赔给我。 王子龙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你打算怎么样解释? 陆小峰转头, 见到锦老面上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毕竟这件事情有锦老做主已经做出了裁定, 他们父子这样不依不饶, 分明是不给锦老面子。 陆小峰呵呵一笑, 既然如此, 那我赔给你们。 说吧, 陆小峰转身走回去, 重新坐在了画家的前面。 陆小峰触碰过王涛的画, 因此他能够清楚记得这幅画的所有细节, 他抄起画笔, 直接画了起来。 一时间, 画笔在纸面上飞了起来。 王涛说他画了两天时间, 这包括了构思, 修改的时间, 但是对于陆小峰来讲, 他重新临摹, 省去了这个过程, 就像是直接抄袭答案一样。 最为重要的是, 王涛所用的技法非常简单, 完全没有办法跟明家相比, 因此陆小峰临摹的速度就更快了。 王涛瞪眼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忍不住朝着他父亲问道, 他该不会是想要现场画一幅画给我吧? 王子龙朝着王涛瞪了一眼, 既然是你自己画的, 自己再画一幅就是了。 王涛低着头, 不再开口。 王子龙转身看向锦老, 老师实在是对不住, 孩子从小被他妈惯坏了。 我觉得不需要陆小峰画出来了, 我们不需要赔偿了。 锦老板手, 没事, 让陆小峰画出来, 我也想看一看, 他能够临摹到什么程度。 三人坐下来, 沉默不语。 二十分钟过去, 陆小峰手中画笔放下来, 他直接把画板转了过去, 你来看一看, 是不是你画出来的那幅画。 画板转过去, 王涛见到这幅画, 不由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能清楚看到, 这幅画竟然跟他画出来的一模一样。 当时落笔的时候, 人物像的并角处被王涛无意间滴落了一滴墨水, 没想到连这个细节都呈现出来了。 王涛瞪大眼睛,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画得这么像? 王子龙盯着王涛看了看, 又看向那幅画作, 他虽然没有见到这幅画, 但他能够感觉到, 这幅画无论是风格还是水准, 都跟王涛的作品差不多。 王涛惊讶地说出来之后, 随即反应过来, 他不应该这么简单就承认。 锦老笑着道, 小枫是故宫博物院的魔画组的特聘专家, 他临摹的作品是可以直接展览的。 王涛算是有幸了, 你的画能够享受跟赵孟府、 高克公一样的待遇。 王涛面色微变, 他看向陆小枫的方向满是诧异, 就他是故宫魔画组专家。 如果他是专家, 那我岂不是也能成为专家? 啪! 王子龙一巴掌拍在王涛的脑袋上, 胡说什么? 难道你施工会骗你不成? 王涛愣了一下, 他看向这幅画的方向不由皱眉, 因为他能感觉到, 尽管这幅画跟他的作品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仔细看过去, 还是能够发现细微的差别。 好像陆小枫临摹的作品布局更加合理, 看起来整幅画有了不一样的气域, 但他又实在说不上来好在哪里。 王涛走上前去, 想要取走这幅画, 但是却被王子龙拦住了, 王涛惊讶地看过去。 王子龙朝着井老道, 老师, 实在是对不住, 我教子无方, 给你添麻烦了。 井老笑着道, 称不上麻烦。 王子龙继续道, 我们父子今天还有事情, 就先跟老师辞别了。 井老点头, 目送他们离开。 直到他们离开, 井老才叹了一口气。 我这辈子很少有打眼的时候, 唯独看人这方面打眼过。 当年王子龙是多么淳朴的年轻人, 如今也变得如此圆滑是快。 他已经忘记了初心, 如今说话做事都很油腻, 他的老师年纪大了, 没有什么影响了, 所以他也敷衍了。 陆小枫笑了笑, 圆滑是快, 这不是正常的吗? 井老看向陆小枫, 你要记住, 艺术家完全向市场低头, 那么他就很难有更高的成就。 王子龙能够纵容他的儿子在学校里开店, 那就说明他能够做出更过分的事情。 不过, 如今我已经管不到他了, 有些事情不好说了。 陆小枫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他不管王子龙做了什么, 只要他们能够正常做生意就足够了。 次日, 陆小枫再次去央美, 保安果然没有再管。 不过, 陆小枫特意让王菲菲带着他去了王涛的工作室。 工作室大门紧闭, 显然王涛还没有过来。 王菲菲压低声音介绍道, 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工作室的大名, 听说王涛这人并非是为了做生意留下来的。 每年开学, 他都要找一个小学妹当女朋友, 年年如此, 他在这里开工作室, 就是为了约会方便。 陆小枫皱眉, 既然是这样, 他为什么觉得我们抢他生意, 前去闹市? 王菲菲朝着四周看了看, 开口道, 他自己总要赚钱啊, 很多老师都推荐大家把画作卖到这里来。 我听说, 学校里有些老师收了大家的作业之后, 都不会还给大家, 只会给出作业等级, 然后直接把画都送到他这里来。 陆小枫瞪眼, 他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勾当。 不过, 王涛待在这里, 天时地利人和, 陆小枫很难动得了对方, 难不成打对方一顿? 陆小枫仔细想了想, 他决定把这件事情交给沈子明, 因为沈子明做这种事情很在行。 陆小枫和王菲菲走出去, 恰好碰到王涛搂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走进来, 见到陆小枫, 王涛朝后退了两步, 差点摔倒在地。 王涛朝着四周看了看, 随即醒悟过来, 这里是学校, 他是王者。 王涛冷哼一声, 陆小枫, 你不要以为自己能进得了学校, 就能把生意做好了。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最好退出这里, 要不然就需要怪我不客气。 陆小枫笑了笑, 他朝前走出几步, 王涛, 是吗? 王涛见到陆小枫上前, 他连忙再次后退。 陆小枫呵呵一笑, 王涛, 如果你一直都是这么胆小的话, 我倒是建议你最好不要放狠话。 你这么害怕我, 不如以后见到我就绕路走好了。 王涛朝前走了几步, 却不敢靠近陆小枫, 你胡说什么?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远处有保安在巡查, 王涛朝着远处招手, 保安立即就跑了过来。 有了保安在身旁, 王涛更加有底气了。 陆小枫, 你动我一下试试。 保安见到王涛这样说, 连忙朝前靠近过来, 想要给王涛增加气势。 陆小枫哈哈大笑起来, 王涛, 难道你没有感觉自己就像是小学生, 因为打了败仗就要请家长? 现在更要让别人给你撑场子, 你才敢放狠话。 王涛冷哼一声, 陆小枫, 咱们商场上见真章。 陆小枫点了点头。 好。 两人错身而过, 王涛再次冷哼一声, 看似极有气势, 但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陆小枫面上挂着微笑, 他能感觉到, 王涛只敢在学校里好狠斗勇, 看来要等沈子明回来解决了, 毕竟有些事情, 陆小枫已经不好出面。 沈子明乘坐下午的飞机赶到, 陆小枫亲自去接机。 沈子明非常兴奋, 红光满面, 这一趟真是累死我了, 我整整受了四斤。 陆小枫盯着沈子明上下打量了一番, 他完全看不出这四斤瘦在哪里。 沈子明见到陆小枫的目光, 无奈道, 今天我的体重又恢复过来了, 你当然看不出来。 不过啊, 这一趟是值得的, 我花了不到五百万买下来, 足足卖了一千五百万。 你把卡号给我, 我给你转八百万, 这都是你的功劳。 陆小枫没有拒绝, 他开口道, 八百万太多了, 你转给我四百万, 毕竟你吃了苦的。 沈子明道, 吃这点苦算的屁, 如果这么吃苦, 能赚这么多钱, 老子可以每天都吃苦, 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你如果只要这么少, 我就全部提了现金交给你。 陆小枫无奈, 只好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一人五百万吧, 你不要多说了, 要不然下次不带你了。 沈子明笑了起来, 朝着陆小枫一拱手, 既然如此, 那兄弟就承让了。 沈子明实在是太高兴了, 他只不过花钱买下来, 跑了一趟, 就赚了这么多, 哪怕是只有一百万, 他都知足了, 但是现在, 他足足分到了五百万。 两人坐进车子里, 陆小枫突然问道, 沈叔叔那里, 你分了吗? 沈子明摆手, 老头子给我出力。 那不是应该的吗? 这是不用你管, 回头从我这份礼, 给他的几万块, 他都不会多说一个字。 陆小枫笑了起来, 看着沈子明自信的笑容, 他点头道, 既然是这样, 那就不管了。 沈子明道, 你把王涛的事情, 给我介绍介绍。 陆小枫把整件事情介绍了一遍, 包括他在井老殿里, 跟王涛父子会面的经过, 都说了出来, 又提到了上午见面的情况。 沈子明笑了起来, 你做事啊, 还是太正派, 缺了点邪性。 陆小枫愣了一下, 既然你胸有成竹,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沈子明挥了挥手, 这都是小事情, 我看啊, 这小子就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 今晚我带他出去喝喝酒, 他就服气了。 你总想着从长辈那里着手, 你压根没有考虑一个问题, 只要让他一个人屈服就行了。 王子龙为什么要把王涛放在学校里, 为什么不让他出去工作, 还不是想要看住他, 不想让他出去瞎混吗? 陆小枫想了想, 如果从沈子明这个角度来解读,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沈子明挥手道, 直接把我送到学校去, 你告诉我他的工作室在哪里就行了。 陆小枫把沈子明送到校门口, 他就开车离开了, 来到首都之后, 他们就租了两辆车, 一辆被沈子明开回中海, 沈子明已经请了司机开回来, 另外一辆就在陆小枫这里。 陆小枫离开之后, 他也不管沈子明如何处理, 按照沈子明的手段, 王涛肯定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果不其然, 次日中午,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沈子明摆手道, 放心好了, 我已经摆平了。 江雨昕很好奇, 你是怎么摆平的? 沈子明道, 男人的事情, 你们就不要打听了。 一听这话, 江雨昕就明白了。 陆小枫很好奇, 沈子明多解释了两句, 这个家伙没有见过世面, 小家子气, 我带他见了见世面, 现在对我言听计从。 陆小枫笑了笑, 也没有细问。 接下来两天, 陆小枫一直都在修复赵孟府这幅红衣罗汉图。 陆小枫对于赵孟府的画风和技法, 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甚至下午空闲的时候, 陆小枫在骆长明的带领下去学习了书法。 陆小枫的书法底子薄, 即便右手灵活, 但是他临摹的时候总感觉差了点意思。 经过老师的讲解, 陆小枫很快就掌握了要领。 其实, 陆小枫的书法水平不低, 只是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过, 有些小技巧, 稍微点拨一下, 他就能够把水平快速提升上来。 陆小枫在周二下班之前, 把修复好的红衣罗汉图, 交到了骆长明的手中。 骆长明看着已经修复好的画作, 神色复杂。 小枫啊, 我觉得你可以多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你专心在故宫修复古画, 以后必然前途无量。 陆小枫笑了笑, 不着急, 一幅画一幅画修复吧, 总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陆小枫之前想过一周修复一幅画, 现在看来, 压根不可能, 他也就不着急了, 反而多花点时间, 能够让他对于画家的风格了解更多。 骆长明问道, 央美的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 陆小枫道, 我们已经和解了。 骆长明点了点头, 他开口道, 最近, 央美联系我, 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位老师, 前往央美教授中国画临摹这门课, 我有意推荐你前去。 不过, 现在时机不够成熟, 等你再临摹两幅画再说吧。 陆小枫诧意问道, 中国画临摹, 不应该去找魔画组张组长吗? 骆长明笑了起来, 张浩峰要还人情, 你帮他临摹了画作, 给他省了多少功夫, 这个人情还给你, 不是应该的吗? 放心好了, 这是一门选修课,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陆小枫点了点头, 倒是没有推辞, 他很清楚, 这肯定是骆长明帮他争取的结果, 他不能辜负骆长明的好意。 陆小枫下班走得早, 他特意去了, 看望了何新明和朱怀志。 这两位老师来到故宫之后, 一直勤勤恳恳地修复画作, 他们并不像陆小枫这样自由, 每天都要按时上班, 甚至有疑问, 还要向这里的老师请教。 见到陆小枫过来, 两人非常热情。 上一次, 陆小枫修复了高克宫的画石, 在故宫引起了轰动。 这一次, 陆小枫修复了赵孟府的画, 同样也引起了轰动。 陆小枫对于这一次的轰动并不知情, 因为他上周五压根没有过来。 周四, 陆小枫的修复方案取得通过, 就引起了轰动。 周五很多人跑过去围观, 但是陆小枫那时候已经在潘家园了。 面对何新明和朱怀志的夸赞, 陆小枫一开始还有些诧异, 随即听到他们的解释, 但是他这才明白过来, 不禁笑道, 你们过奖了。 何新明看着陆小枫, 忍不住感慨, 咱们一起过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小兄弟需要我们照顾, 没想到, 转过头来, 需要你来照顾我们。 小枫, 你可要多来几趟, 把你修复的秘诀告诉我们。 陆小枫笑了起来, 他客气了几句, 并没有当真传授什么技巧秘诀, 因为他很清楚, 他们两个跟自己的年龄相差太大, 他如果表现得好为人师, 反而会引起反感。 聊了片刻, 陆小枫正要告辞, 朱怀志突然开口道, 小枫, 最近有没有去过潘家园? 陆小枫愣了一下, 点头道, 去过呀。 朱怀志道, 我听说, 最近潘家园卖出一件西汉错经铜箔山炉, 有故宫的专家称, 这是一件国宝, 价值数益。 陆小枫不好说, 这件宝物就在他的手里。 只能道, 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 朱怀志满面震惊, 竟然真有这样的事情。 这可是国宝啊, 能够捡漏一件国宝, 这也太幸运了吧。 要不然, 咱们周末一起去潘家园转一圈。 陆小枫笑了笑, 好啊。 大家一起约好了时间, 陆小枫这才离开了。 陆小枫一离开, 何欣明忍不住感慨道, 大家都是一起过来的。 你看看陆小枫现在的成就, 再看看咱们, 真是一把年纪活到了狗身上。 朱怀志笑了起来, 老何,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至少咱们多工作几年, 应该比年轻人经验更丰富一些。 而且, 咱们肯定比小枫有钱, 周末的时候照顾照顾他就好了。 何欣明点了点头, 好。 正说话间, 霍金平路过这里, 他走进来笑着问道, 刚才陆老师来过了? 朱怀志点头, 小枫过来看一看, 这个年轻人很不错。 霍金平靠近过来, 压低了生意, 你们听说没有, 陆老师不仅修复古话的功夫了得, 他捡漏的本事更强。 听说这一次在潘家园捡了大漏, 朱怀志心里一凸, 陡然想到刚才他跟陆小枫说的那些话, 他忍不住问道, 那件西汉错经铜博山炉, 该不会是被陆小枫买到了吧? 霍金平道, 原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朱怀志和何欣明对视一眼, 两人面面相去, 尤其是朱怀志, 顿时感觉到面上尴尬起来, 因为他听说买下博山炉的那人, 花了上千万买下来的。 如此说来, 他们不仅修复水平赶不上陆小枫, 连经验都不如陆小枫。 霍金平看着两人, 笑着开口道, 这个事情, 不仅你们洛组长知道, 青铜组的周组长, 亲自鉴定了那件博山炉。 这可是一场大造化, 能够捡漏这样的宝物, 实属不易。 朱怀志有些尴尬, 忍不住问道, 已经确定是陆小枫了吗? 如果我捡到了这样的国宝, 可能就不会过来上班了, 直接卖出去几个亿。 霍金平点头, 我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是陆小枫, 我肯定也不会过来上班了。 不过,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觉得陆小枫真是不一般。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 这件事情前后, 陆小枫一点变化都没有, 他可真是淡定, 装作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何欣明点头, 刚才陆小枫在他们面前, 都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晚上, 陆小枫和沈子明约了酒, 两人已经很久没有外出喝酒了, 这一次, 他们大赚一笔, 当然要庆祝一下。 沈子明非常兴奋, 拿着酒瓶直接朝嘴里灌进去, 他很快就喝得有点醉醺醺的。 沈子明拉着陆小枫, 走, 咱们一起去洗手间, 兄弟, 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 包厢里就有洗手间, 陆小枫不愿陪着他过去, 他让旁边的姑娘陪着沈子明过去, 但是沈子明坚持要把陆小枫朝外面拉出去, 这让陆小枫很无奈。 沈子明好像真是喝醉了, 包厢里分明有洗手间, 但他非要朝外面走, 陆小枫只好跟了过去。 两人到洗手间方便玩, 走到洗手台正洗手, 沈子明突然伸出食指放在嘴边, 示意陆小枫不要说话。 陆小枫愣了一下, 他寻着沈子明锁止方向看过去, 不免有几分惊讶, 因为他竟然看到, 不远处走廊上有人正在被暴打。 陆小枫仔细看过去, 不免吃惊, 因为他看到, 被暴打的正是之前跟他起冲突的王涛。 沈子明压低声音道, 兄弟帮你出口气。 陆小枫很诧异, 他不太明白, 沈子明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他很清楚, 沈子明不可能亲自指使别人做这件事情, 那就只能是巧合。 但是, 沈子明怎么能控制这样的巧合? 不过, 这时候显然不合适, 因为沈子明拉着陆小枫冲了过去, 一边大喊道,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快放手, 不要打我的兄弟! 沈子明喝得多, 跑起来摇摇晃晃, 跑了几步之后, 摔倒在地毯上。 他倒下时, 不忘朝着陆小枫眨了眨眼睛。 陆小枫冲过去, 一把拉开了正在殴打王涛的人。 你们这是做什么? 为什么要打他? 对面有四个人, 因为这里开着暖气, 他们衣着很单薄, 只有薄薄的短袖露出猙獰的纹身。 见到陆小枫冲过来, 为首的青年男子皱眉, 你是谁? 你想多管闲尸? 陆小枫扫了脚下一眼, 王涛被打了一顿, 但是看起来都是皮外伤, 他抱着头, 听到陆小枫的声音, 从胳膊的缝隙中看了一眼, 又抱住了脑袋。 陆小枫皱眉, 这是我兄弟! 青年男子笑了起来, 既然是你兄弟, 那就更好了。 你知不知道, 你兄弟勾搭我的女人? 他竟然还跑到我们的房间里闹事? 既然你们都是兄弟, 那就一起试一试铁拳的滋味。 说吧, 青年男子一拳砸了过来, 陆小枫伸出右手, 轻轻一握, 他顿时就握住了对方的拳头, 他朝外一推, 对方朝后退了几步, 摔倒在地。 其他三人跟着打过来, 但是这些人压根不是陆小枫义和之敌, 都被陆小枫放倒在地。 这些人不敢纠缠, 连忙跑开了。 王涛听到倒地的声音, 他惊讶地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他实在没有想到陆小枫这么能打。 不过, 王涛之前亲眼见到陆小枫拍碎的砖头, 现在打几个小混混,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沈子铭冲上前来, 王涛兄弟, 你没事吧?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跟别人打了起来? 王涛抬起头来, 他的面上已经满是轻重, 尽管不知道身上如何, 但是想必伤势也不轻。 见到沈子铭, 王涛当场哭了起来, 子铭哥,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来到, 就找了十五号, 我们玩得正高兴, 这四个人突然就冲了进来, 说, 那是他的女朋友, 接着就把我打了。 子铭哥, 我实在搞不明白, 既然那是他女朋友, 为什么会让他女朋友过来陪酒? 沈子铭皱眉, 无奈道,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一切都怪哥哥不好, 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涛又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你们认识? 沈子铭笑了起来,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兄弟, 我们一起在杨美说话,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王涛恍惚了一下, 昨天酒憨之时, 沈子铭好像真是说过这件事情, 他有点记不清楚了。 沈子铭继续道, 如果不是因为小峰, 这一次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小涛,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王涛摆手, 不必了。 沈子铭扶起了王涛, 既然没有什么伤, 那就跟我去包厢, 咱们继续喝酒, 我让你沉醉在温柔箱里疗伤。 你说怎么样? 王涛顿时兴奋起来, 好啊, 好啊。 陆小峰跟着两人身后, 看着两人说说笑笑走进包厢里。 沈子铭询问旁边姑娘 关于十五号的事情, 对方果然提到, 十五号有一个老乡好。 王涛叹了一口气, 不免有些伤心, 沈子铭一直给他劝酒, 两人又喝了不少。 陆小峰看向沈子铭的方向, 他可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巧合, 但是沈子铭安排的巧妙, 如果不是因为陆小峰了解沈子铭的为人, 他差点都被骗到了。 当晚, 三人敬花散, 回去路上, 沈子铭再也忍不住得意忘形起来, 兄弟怎么样? 是不是为你报仇了? 我发现啊, 王涛去了一次, 整个人都记挂着那个姑娘。 哪怕是这次被打了, 他好像从没有长记性。 陆小峰提醒道, 这件事情你虽然做得隐蔽, 但是你可千万别把他当傻子, 他或许很快就会醒悟过来。 沈子铭道, 放心好了, 我们已经做好打算了, 如果真是闹饭, 那就放弃这个点。 全国那么多艺术院校, 那么多国画专业, 每年都能产出大量的国画作品, 哪怕不要这个点, 也无所谓。 陆小峰点了点头, 你想好了就想。 次日, 陆小峰待在骆长明的办公室, 选画, 接连修复了两幅画。 骆长明已经对陆小峰非常信任了, 甚至让他自己选画。 陆小峰忍不住问道, 没有赵孟府的作品了吗? 骆长明摇头, 如果有骆长明的话, 我肯定拿出来了。 这里虽然没有赵孟府的作品, 但是有王蒙的画作, 王蒙和赵孟府同为原四家, 你可以尝试一下。 陆小峰点了点头, 把这幅画拿了出来。 这是王蒙的葛之川遗居图, 王蒙是赵孟府的外孙, 他的外祖母是管道生, 舅舅赵雍都是元代著名画家。 赵孟府生活在宋某原初, 王蒙则是生活在元末明初, 因为元代也就维持了百年左右的统治。 这幅画描述的是, 近代倒是葛洪全家, 移居罗夫山修道的情形, 画中葛洪与善观金, 身着道袍, 神态安详, 身后老七骑牛豹子。 这个画面只占据了画中的一小部分, 全画大部分都是崇山峻岭, 清晰小泉, 趋近通幽。 这幅画缺损并不严重, 只有崇山峻岭的部分画面缺失, 很容易不好。 陆小峰展开这幅画, 他观察了片刻, 不禁看向洛长明, 这幅画破损的不是很大, 就算是普通的修复师, 也能够修复了。 洛长明道, 如果交给普通的修复师, 我不放心。 这可是王蒙的作品, 这幅作品太过珍贵, 交给其他人, 我不放心。 小峰, 你现在该不会仍旧觉得自己, 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复师吧? 陆小峰愣了一下, 难道我不普通吗? 洛长明摇头, 在古画修复领域, 你是国内最顶尖的修复专家, 单单凭借你修复了高克宫、 赵孟甫的画作, 你就非同一般了。 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 如果不再故宫修复古画, 你走出去修复那些普通的作品, 这完全就是浪费你的天赋。 小峰,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待在这里, 你压根不需要跟普通的画作接触。 陆小峰无奈, 洛长明几乎抓住一切机会给他洗脑。 不过, 陆小峰并没有在意, 他把这幅画带了回去。 王菲菲坐在工作室里, 正在看书, 见到陆小峰把这幅画拿回来, 他只是好奇, 但是当他见到最后的落款时, 不免大吃一惊。 王菲菲瞪直了眼睛, 这是元代画家王蒙的作品, 洛组长真是欺中你啊, 交给你的任务, 都是名气最大的画家。 陆小峰开口道,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吗? 王蒙的作品又能怎么样? 我现在怀疑, 他的书架下面, 很有可能会有卷本的作品。 陆小峰接触的作品, 以纸本居多, 这些作品都是用宣纸画出来的, 卷本则是在私制物上作画。 在明清以前, 卷多纸少, 因此卷的成本低, 又因为卷更易保存。 因此, 很多画家用卷本创作, 到了明清以后, 用宣纸创作的更多, 卷已经很少见了。 陆小峰能够修复纸本作品, 若是让他修复卷本, 他可没有这样的耐心, 因为卷本如果破损, 需要修补卷, 找来私制物染色, 然后进行修补, 这个过程实在复杂, 考验耐心。 陆小峰打定主意, 他是不可能修复卷本画作的, 但是, 如果只是对卷本画作进行临摹, 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眼前这幅画, 对于陆小峰来讲, 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如果不是为了魔画组的工作, 陆小峰压根都不需要做修复方案。 画了一整天, 陆小峰差不多完成了一大半, 他这才下班回去。 沈子明一直在酒店大堂等候, 见到陆小峰, 一把拉住了他,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陆小峰很诧异, 什么好地方? 沈子明也不解释, 开着车子, 直接带陆小峰离开了。 因为晚高峰, 车子在城里七拐八绕, 来到一处胡同外, 沈子明把车子停了下来, 带着陆小峰朝里走。 很快, 两人来到一处院子外, 沈子明上前敲门。 院门打开, 露出了一张熟悉的面容, 正是卖给陆小峰聊带水晶杯的摊主。 见到对方, 陆小峰不免大吃一惊, 但他很快收敛了面上的金色, 随着对方走了进去。 小院很小, 院子里有一个小棚子, 看起来破破烂烂, 房屋也显得低矮。 三人进了房间, 陆小峰就看到客厅的小方桌上, 摆了不少宝物。 沈子明笑着道, 这京城实在是太小了, 我恰好遇到老周, 就跟他一起聊了起来。 最近老周又进了一批货, 上面指定让他卖出去, 老周正发愁, 所以咱们来帮一帮老周。 陆小峰看向摊主的方向, 尽管沈子明说得隐晦, 但是陆小峰却能够听懂对方的意思, 肯定是潘家园的何广平又买了好东西, 让老周销赃。 陆小峰点头, 我先看一看。 老周笑了笑, 我给两位倒水, 你们慢慢看。 陆小峰拿出小板凳, 坐了下来, 拿起一件玉雕, 细细看了起来。 这是一件汉八刀手法雕刻的玉缠, 像是这种玉缠, 在市场上很常见。 因为这是汉代墓葬的传统, 不仅皇室, 哪怕是达官贵人, 也会用玉缠放入口中, 寓意语化重生。 不过, 陆小峰拿起这只玉缠, 看到玉缠雕刻的过程, 不由皱眉, 因为他能够清楚看到, 这只玉缠是做旧的。 有了第一件玉缠, 陆小峰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整张方桌上放了不少玉器, 这些玉器上不仅有雪庆, 还有鸡骨白, 这些都是老玉器的特征。 但是, 他发现这里的玉器竟然都是做旧的, 陆小峰抬头, 他朝着沈子明看了一眼, 微微摇头, 沈子明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但他很淡定, 坐在一旁不言语。 老周把茶水端过来的时候, 陆小峰已经把所有的玉器都看了一遍, 现场竟然没有一件是真品, 所有的玉器都是赝品。 老周面上挂着笑容, 两位老板看得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 这一批宝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都是他最新迈进的一批货。 沈子明见到陆小峰停了下来, 他就知道这里都是赝品, 他笑着问道, 老周就没有其他货了吗? 你也知道, 我们的胃口大得很, 你只拿这点货源给我们看, 这可不够。 老周很惊讶, 这些都不够。 看来, 我只有把压箱底的货源拿出来了。 沈子明笑着道, 快拿出来, 我们可等着呢。 老周转身进了礼间, 再次出来时, 他的怀里抱着一只锦盒, 嘴里不忘道, 我这件宝物可是了不得的存在。 陆小峰和沈子明都充满了好奇地看过去。 老周打开锦盒, 露出一只金灿灿的宝物。 陆小峰走上前去, 他拿出这件宝物看了起来, 这是一件纯金钙碗, 通体圆润素面, 碗盖中间有莲花纹饰, 底足部焊接了圈足。 老周介绍道, 这是一件汉代纯金钙碗。 陆小峰摸着这只钙碗, 他能够清楚看到整个钙碗的制作过程, 只是看完之后, 他不免惊讶, 因为这只碗是艳品, 但是碗盖确实是汉代之物。 显然, 老周为了这次的见面, 做了充足的准备。 如果陆小峰看不到制作过程, 很有可能就会被蒙蔽了。 毕竟碗盖是汉代, 金碗确实现代制品, 很多人很难想象得到, 有些人看到碗盖的年限不低, 很有可能就会把纯金钙碗直接买走。 好一会儿, 陆小峰抬起头来, 他看向老周, 问道, 还有其他宝物吗? 老周很惊讶, 他看向陆小峰, 难道老板不满意? 这可是汉代纯金钙碗。 陆小峰笑着道, 我想多看一看, 总没有错处。 上次, 我在你的摊位上, 可是一次买了不少的宝物, 或许这一次也是一样的。 老周并没有相信陆小峰, 他开口问道, 这件钙碗, 我开价150万, 老板觉得如何? 陆小峰笑了笑, 老周, 你可一点都不老实。 显然, 老周这是在提醒陆小峰, 如果想要拿下来, 那就要讲价, 谈好价格, 自然能够看下一件。 只是, 陆小峰压根不可能谈价格, 因为谈价格就表达了购买的意向, 谈好价格, 那就需要购买了, 这是行里的规矩。 沈子明看出陆小峰的意思, 他笑着开口道, 老周, 我们两个买了你那么多东西, 难道你还怕我们赖账不成? 快快把你的宝物都拿出来, 如果真是被我们老板一眼瞧中, 就算是花再高的价钱, 也要买下来。 老周似乎不太相信陆小峰, 他一咬牙,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再拿一样宝物出来。 说吧, 老周再次走了进去。 沈子明趁机看向陆小峰, 压低声音问道, 都是赝品。 陆小峰点头, 解释道, 碗该是真的。 沈子明瞪大了眼睛, 他盯着纯金盖碗看了看, 不禁皱眉, 他当然能够理解陆小峰说这话的意思, 老周不可信, 这一次很有可能是专门为他们设局。 老周还真是胆子大, 竟然敢给他们设局? 很快, 老周走了出来, 这一次同样是一只锦盒, 老周从锦盒里拿出了一只刘金盈铜码。 这只铜码并不大, 只有五六公分高, 铜码昂首站立, 张口翘尾, 在铜码的表面流以金盈, 黄白相见, 看起来小巧玲珑, 清心明快。 陆小峰拿起这只铜码, 他仔细看了片刻, 眼前数次出现了这只铜码铸造的过程, 陆小峰很惊讶,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只铜码流金盈, 完全采用古法铸造, 又流以金盈, 然后做就了数年之久, 这才拿了出来, 又是一件咽品。 陆小峰算是看出来了, 今天老周压根就没有打算拿出真品, 这是打算宰他们一顿。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略微摇头, 沈子明顿时会议, 他冲着老周笑道, 老周, 我们可是很有诚意跟你过来的, 你可没有诚意。 老周瞪眼, 老板, 我怎么就没有诚意了? 你们也看到了, 我这次拿出来的, 可都是汉代的宝物, 这些宝物都是出自同一个地方在。 陆小峰呵呵一笑, 很想要反驳对方, 这都是出自同一个造假窝点。 不过, 陆小峰并没有说出来, 他笑着道, 老周, 你手里肯定还有很多宝物, 怎么就不舍得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们也不是没有钱, 你拿出来, 给我们看一看, 或许我们就买走了。 老周无奈摇头道, 两位老板, 我可是把压箱底的宝物都拿出来了, 你们可真是冤枉我了。 如果我手上真是有好东西, 肯定早就拿出来了, 怎么可能还藏着掖着? 沈子明笑了起来, 我相信老周的为人, 如果有好东西, 肯定拿出来了。 既然今天只有这些,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老周瞪大了眼睛, 一见都没有看中吗? 我可是很有诚意了。 沈子明黑黑一笑, 他走上前去, 伸手拿起纯金碗盖, 拿起又放了下来。 行吧, 老周, 下次如果有好货的话, 你再通知我。 陆小枫又在房间里看了看, 没有发现有其他宝物, 他不免有些失望, 本以为再次见到老周, 还能捡漏的, 没想到老周变得这么精明。 老周叹了一口气, 无奈道, 我这里还有一件宝物, 你们要不要看? 沈子明道。 老周, 你如果还是那么没有诚意, 我们真是不需要再多看了。 老周摆了摆手, 转身再次走进去了。 沈子明朝着陆小枫竖了竖大拇指, 待会儿仔细一点, 我感觉他可能要拿出真宝贝了。 真是想不到, 他们都是从哪里买来这些东西的。 很快, 老周拿出一只流金的杯子, 这只杯子很小, 是流金的铜杯子, 部分流金掉落, 暴露出铜锈, 杯子只有七八公分高, 形如岛中, 杯身完全没有任何纹饰, 看起来非常简单。 陆小枫一入手, 他就感觉这只杯子不错, 果不其然, 这是一件唐代流金铜杯。 陆小枫又仔细看了一番, 发现这只杯子确实不错, 只有流金部分有脱落, 其他部分都完好无损。 好一会儿, 陆小枫冲着沈子明点头, 还可以。 沈子明冲着老周道, 老周, 可以开架了。 老周松了一口气, 两位老板, 你们可真是会挑, 我还以为你们会一直都不中眼。 这件流金铜杯看起简单, 但是造型极为优美, 价值不菲。 两位老板觉得二十万如何? 沈子明瞪眼, 老周, 你可真是会漫天要价, 这不过是一件酒杯罢了, 还生了秀, 哪里值二十万? 老周问道, 那你觉得应该价值多少? 沈子明略微沉吟, 这只酒杯看起来应该是清末明初的, 顶天也就八百块钱。 老周伸手, 把流金铜杯抱在怀里, 算了, 我不卖了, 沈子明连忙道, 别啊, 你开出来的价格太夸张了, 两千块怎么样? 老周略微迟疑, 两万。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见到陆小峰神色淡定, 他笑了笑, 这样好了, 我再加一点, 你加一点, 一万块。 老周由于片刻, 点头同意了下来, 买下第一件之后, 老周又有了信心, 但他接下来, 接连拿出了几样东西, 又都是赝品。 沈子明有些不耐烦起来, 老周, 你这里那么多好东西, 为什么就不能一起拿出来? 我们这样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 老周也有些不快, 两位老板, 我拿出来的都是老板亲自买回来的真品, 你们不肯相信, 我能有什么办法? 沈子明呵呵笑了起来, 老周, 快去把压箱底的宝物都拿出来, 一起拿出来, 不要耽误时间了。 老周很无奈, 只好从房间里爆出了一只箱子, 他把箱子撂在地上, 你们自己找吧。 陆小峰打开箱子, 见到箱子里的宝物, 不由笑了起来, 箱子里装了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 可能刚才老周就是从里面随便拿出一样东西, 然后用木盒装起来, 这才会花了不少时间吧。 陆小峰开始翻找了起来, 箱子里装了太多的东西, 陆小峰也不着急, 一件一件细细看了起来。 这一次, 老周这里明显没有什么宝物, 大部分都是赝品, 尽管很多做工不错, 做就也显得自然, 但都是赝品, 并没有太大差别。 翻找了很久, 陆小峰找出一件西汉错金银揪手杖, 这是一只拐杖的头, 银质, 形如斑揪, 错金的表面看起来很有质感。 汉代有七十岁, 官府赐揪手杖的规定, 持有官府赐给的揪手杖, 可以享受优待, 出入官府, 不受限制, 这是古代尊老爱老的一种表现, 不过, 在汉朝时期, 能够活到七十岁,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陆小峰把揪手杖拿了出来, 又翻了一圈, 接下来就没有找到其他宝物了。 陆小峰冲着沈子明点头, 沈子明跟老周, 你来我往砍价半天, 最终以一万块的价格成交了。 沈子明手里拿着揪手杖, 盯着箱子看了起来, 没有了。 陆小峰站起身来, 就带走这两件吧。 老周看着他们两个, 无奈道, 我本来是非常兴奋的, 本以为两位老板能帮我带走不少货, 现在你们只带走两件, 剩下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沈子明笑了起来, 老周, 你这完全就是痴心妄想, 你以为我们能买多少? 如果你们老板跟上次一样, 带回一批好东西, 我们肯定愿意买下来的, 但是现在只有这些, 那就对不住了。 老周摆了摆手, 剩下的只能在潘家园处理了。 陆小峰和沈子明并没有过多逗留, 两人走了出去, 不过, 两人刚出门, 就被老周叫住了。 老周跑了过来, 压低声音道, 周五晚上, 可能会到一批货, 两位老板有没有想法? 陆小峰和沈子明对视一眼, 两人都点头硬了下来。 离开了这里, 沈子明忍不住道, 这位何老板这么神通广大。 陆小峰想了想, 开口道, 大概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 很多人都愿意走他的门路, 如果能够直接把东西卖给他, 无疑会省不少时间。 不过, 何老板胆子够大的, 敢直接把老周安排在市场里, 如早晚要出事的。 沈子明笑着道, 你把东西买走, 何老板可是被吓到了, 要不然也不至于花那么多钱, 又从你手里买回去。 不过, 何老板也太不谨慎了吧, 既然转头又让老周给处理掉。 陆小峰开口道, 这个跟咱们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就当作是没有发生过, 我相信老周也是这样的想法。 那就看一看周五的情况再说吧。 沈子明笑着道, 我在考虑, 要不要把周老师一起请过去。 陆小峰连忙摆手, 他清楚, 沈子明所说的周老师是周承杰, 上次也是因为周承杰 见到了辽带水晶碑, 何广平才会花大价钱 把水晶碑这些物件买回去。 这一次, 沈子明如果把周承杰带过去, 何广平肯定会气的, 想要打死沈子明。 尽管没有买到什么好东西, 但是无论是唐代流金铜碑, 还是西汉错金银揪手账, 都还算是不错的精品, 价格也不低。 像是这件唐代流金铜碑, 因为不份流金掉落, 所以价格要跌不少, 但也能卖出二十万。 西汉错金银揪手账, 价格要更高一些, 毕竟银制的揪手账 存是数量极少, 应该能卖四五十万。 沈子明想了想, 他看向陆小枫道, 这一次我就占你一点便宜, 咱们卖出去, 二八分账, 我二你八。 陆小枫摇头, 五五五。 沈子明连忙摆手, 这可不行, 如果你坚持的话, 那我以后可没有办法跟你一起买东西了。 我觉得咱们之间没有必要这么客气, 你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 你拿多一点, 这是应该的。 陆小枫想了想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三七分吧。 沈子明点头同意了下来, 接下来也交给他来出手。 晚上, 陆小枫回到酒店休息, 何兴明找上门来。 何兴明好奇看向陆小枫, 小枫, 是不是你买到了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像是这样的国宝, 当真在你的手上? 陆小枫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 在我手上, 但是并不在这里。 你这是想要看一看吗? 何兴明连忙摆手, 不看了, 像是这样的宝贝, 肯定要藏在隐蔽的角落。 如果拿给我看, 岂不是被我知道地点了? 陆小枫笑了起来, 何老师恐怕不清楚, 银行有待为保管的业务。 像是这种国宝, 怎么可能藏在酒店? 何兴明愣了一下, 随即善善一笑, 看来, 我真是落伍了, 竟然还没有用过银行的这个业务。 不过, 你既然已经存起来了, 那就放在银行, 你可不要轻易取出来, 像是这种宝物, 一定要注意。 陆小枫点头, 不用对方多说, 他也知道这个道理。 陆小枫本以为何兴明有什么事情要说, 没想到何兴明啰啰嗦嗦说了半天, 最后冒出一句, 周六别忘了一起去潘家园。 陆小枫笑着硬了下来, 等到何兴明离开, 陆小枫隐隐猜到, 对方可能是想要验证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的事情。 财帽动人心, 同样国宝也会让人神魂颠倒, 哪怕是没有办法欣赏国宝的美, 但是数亿的价格也足以让人头晕目眩。 接下来两天, 陆小枫耐心把王蒙的葛志川仪居图画了出来, 交到了骆长明的手上。 骆长明承诺, 他会尽快召开会议, 让诸位专家一同审议。 陆小枫之前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找专家审议, 这其实是对陆小枫的一种保护, 也是对骆长明的保护。 尽管陆小枫和骆长明的修复水平都很高, 但是这么珍贵的画作, 如果修复出来, 以后是要经得起后人质疑的。 万一这幅画十年之后, 有人提出质疑, 觉得陆小枫修复得不够好, 破坏了这幅画。 这时候, 骆长明组织的专家会议就会起到作用, 因为这里有很多顶级画家、评论家、 修复师、魔画师的签字, 这是大家的集体通过的方案, 即便是提出质疑, 也不会牵连到某一个人的头上。 这是体制内工作的智慧, 也是一种弊端。 像是骆长明, 他是书画修复组的组长, 修复水平全国顶尖, 但他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修复, 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开会。 上级召开的会议很多, 甚至修复小组内也要经常开会探讨, 有些定不下来的方案设计, 都要由他来拍板决定。 因此, 骆长明自己修复一幅画, 加上查阅资料的时间, 可能需要半年, 甚至一年之久。 正因为如此, 骆长明才会保护陆小枫, 尽量给他方便, 因为骆小枫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希望, 因为骆小枫可能一两年内, 就能把所有的书画都修复一遍, 这是他的梦想。 骆小枫这段时间了解得越深入, 他就越不愿意留在故宫, 甚至人事处处长亲自找了骆小枫谈话, 想要把编制送给他, 骆小枫都没有同意。 一转眼到了周五, 骆小枫的设计方案再一次全票通过, 这一次骆小枫同样没有在现场, 因为他在接受老师的教导。 最近一段时间, 骆小枫完成了作业, 每次都暗示给了老师。 不过, 骆小枫似乎有些不满意, 他觉得骆小枫去了故宫那么久, 进步却很小, 尽管骆小枫临摹的水平越来越高, 但是却渐渐有了降气, 这是很不好的习惯。 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做得多了, 很容易就会形成套路化的处理手段, 绘画也会如此, 这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降气太重, 就没有了灵气, 化作也没有了精气神。 为了这一点, 苏老师把陆小枫训了半个多小时, 直到骆小枫告诉陆小枫, 他的设计方案通过了, 陆小枫这才恍然回过神来。 苏老师听到了骆小枫的声音, 他在电话那头, 直接道, 师兄, 我把小枫交给你, 你可要静心一点, 你让他临摹这些名作,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你也要纠正他存在的问题。 骆小枫连忙道,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照办。 苏老师又叮嘱了几句, 这才挂断了电话。 骆长明坐在一旁, 忍不住笑了起来。 陆小枫看过去, 你笑什么? 骆长明笑着道, 我一想到, 像你这样的顶级修复师, 还要被老师教训, 我就想笑。 不过, 小枫, 你的天赋是真的很厉害, 年纪轻轻, 就已经成长到这一步, 真是太让人惊叹了。 骆小枫摆手, 你可不要捧杀我。 说到这里, 骆长明突然迟疑道, 你跟何广平后来又有联系没有? 骆小枫摇头, 我跟他没有联系。 听到这话, 骆长明松了一口气, 没有联系就好。 何广平这些年越来越猖獗了, 这一次, 他怕是在劫难逃了。 骆小枫看向骆长明, 你知道他的事情? 骆长明点头, 很多人都清楚他的事情, 他就是一个物业经理, 之前一穷二百, 这些年突然就报复了, 再联系某些事情, 很多人都能猜到。 何广平总是买来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尽管他没有参与盗墓, 但是肯定跟那些人有联系。 说到这里, 骆长明摆手道, 你以后一定要注意, 其实, 搞收藏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很多东西, 来的有问题, 你千万要注意。 骆小枫点了点头, 随着市场越来越规范, 像是这种东西, 很难流入正规的市场。 骆小枫一直等到中午, 这才回到酒店。 沈子明带着一只箱子, 兴冲冲地跑进陆小枫的房间, 准备好了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一次, 我一定要大干一场。 陆小枫摇头, 今晚咱们去喝酒, 就不过去了。 沈子明愣住了, 去喝酒。 沈子明很惊讶, 因为以往都是沈子明主动提出来, 这是陆小枫第一次主动提出来。 陆小枫点头, 最近风声紧, 咱们注意一点。 沈子明顿时醒悟过来, 他瞪眼看向陆小枫。 你是说何广平要完了? 陆小枫点头, 叹了一口气。 陆小枫在何广平那里薅羊毛, 他还打算一直薅下去, 没想何广平这么快就要出事了。 沈子明无奈道, 何广平不够小心啊。 不过, 他做事太高调了。 晚上, 陆小枫两人并没有去喝酒, 他们开车去了约定的地点附近, 亲眼见到何广平被抓走。 陆小枫看向沈子明, 老周这个人怎么样? 沈子明坚定道, 老周这人口风很紧的, 你不要担心。 你要知道, 老周一定要咬死一点, 他完全不知情, 只是帮何广平卖东西, 这样才能保护他自己。 陆小枫点了点头, 明天去潘家园逛一逛。 沈子明笑着道, 好啊, 我很久都没有素材了, 跟着你才能拍好好东西。 我本来还在想, 今晚没有办法拍视频的, 现在反而是好事了。 陆小枫笑着道, 希望明天能有好收获。 周六凌晨四点多钟, 陆小枫一行人就出发了, 何兴明和朱怀志显得极为兴奋。 沈子明忍不住问道, 两位老师, 你们来到这里这么久, 难道就没有去潘家园走一趟吗? 何兴明无奈道, 我们本来以为来到故宫这边会很轻松, 但是没有想到, 任务越来越多。 前两次周末, 我们去了首都的景区, 这次才算是来到潘家园。 不过, 想到小枫在这里, 能够买到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我们就觉得, 这次肯定能够有大的收获。 沈子明笑了起来, 注意我们这次都有大收获, 赶到潘家园, 天色还很黑, 不过, 这里已经来了很多人, 陆小枫和沈子明混入了人群里, 沿着摊铺找了起来。 这一次, 江雨昕和林若怡昨晚睡得太晚, 没有跟过来, 王菲菲也不愿起这么早过来, 因此, 只有陆小枫和沈子明两个, 沈子明也没有急着设想, 而是一个摊位找了起来。 陆小枫的记性很好, 几乎每一件已经看过的宝物, 他都记得很清楚, 因此沿着摊位走过去, 他直接把看过的那些剔除掉, 专门挑选新的宝物。 潘家园很大, 摊位也很多, 但并非是每一个摊位都要看一遍, 有些摊位都是邮票连环化, 这些都是有时间的, 很难做假, 因此, 陆小枫肯定掠过了。 有些摊位几个星期都不会换货物, 陆小枫也直接走过去, 因此, 这一次的速度比上次快多了。 一路走过去, 直到天色大亮, 江雨昕和林若仪赶到现场, 陆小枫仍旧没有出手。 见到陆小枫两手空空, 江雨昕不免惊讶, 你竟然还没有出手, 真是罕见。 林若仪站在一旁,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刚才过来的路上, 还在想着, 你这一次能不能再买回来一件国宝? 咱们在首都待一段时间, 你会不会买下半座首都? 陆小枫瞪眼看向林若仪, 你以后是不打算请我帮你长眼了是吗? 林若仪愣了一下, 顿时反应过来, 他靠近过来, 伸手帮陆小枫捏肩, 风哥, 我错了。 林若仪把尾音拖得很长, 听起来嗲嗲的声音, 陆小枫冷哼一声, 白手道, 行了, 你不用求我, 我很生气。 林若仪满脸无奈, 我帮你端茶倒水, 捏肩垂腿还不行吗? 陆小枫看过去, 真的? 林若仪点头, 真的? 陆小枫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不过, 一行人走出去没有多远, 陆小枫就见到了陆长明和周承杰, 见到陆小枫, 陆长明招了招手, 陆小枫走过去, 你们没有买东西, 陆长明道,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土豪吗? 每次过来, 都要花大价钱买东西, 我们就是过来看一看, 陆小枫问道, 我们刚才在摊位上绕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 周承杰无奈瞪眼道, 你以为所有的好东西都在摊位上吗? 你为什么就不进店里看一看? 我们这些人很少去扫摊位, 因为这不仅耗费时间, 还有很大, 可能不会有收获。 沈子明笑了起来, 你们说的对, 既然是这样, 那就看一看店里有什么好东西。 潘家园有摊位, 当然也会有店铺, 周承杰和陆长明长期混迹在这里, 他们与很多商铺老板都熟悉。 何兴明和朱怀志追上来, 连忙向陆长明两人问好, 陆长明对他们印象, 笑着跟他们打了招呼, 因为又增加了两个人, 因此队伍顿时慢了下来。 进了一家店铺, 陆小枫像是扫货一样, 每一件都要看一遍才行, 沈子明则是好奇的东张西望。 陆长明和周承杰两人坐下来, 他们和老板坐下来喝茶。 见到陆小枫的动作, 周承杰忍不住调侃道, 小枫, 你这个表现太夸张了, 不至于每一件都这样看一遍吧? 陆小枫笑了笑, 没有说话。 林若仪道, 如果不是每一件都看一遍, 该怎么找到国宝? 这家店的老板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样子, 头发灰白, 身材微胖, 他听到林若仪的说法, 忍不住笑着道, 如果你能在我的店里减漏超过一百万, 我当场就给你跪下来。 林若仪看向老板, 老板, 你说话可要算话。 老板康军笑着道, 我说话算话。 这时候, 陆长明也拉住了康军, 大话不要说得太早, 趁着现在还没有结果, 你抓紧把这句话收回来。 康军哈哈大笑, 如果他真是简陋了, 我再收回来也不迟。 显然, 老板每天都盯着店里的宝物, 这些宝物, 他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遍了, 他对自己有信心, 他觉得自己绝对不会走宝。 这时候, 陆小枫手里拿着一幅画走了过来, 众人神色不由复杂起来, 大家都紧紧地盯着陆小枫手里的话。 康军打了赌, 那就更紧张了, 尽管他不清楚陆小枫的水平, 但是见到陆长明和周承杰都很重视的样子, 康军隐隐猜测, 陆小枫的水平肯定不弱。 陆小枫把这幅画放在康军的面前, 这幅画什么价格? 康军盯着这幅画看过去, 这是一幅墨眉图, 这幅画原作是唐伯虎所画, 但是眼前这幅却是临摹之作。 画中眉之苍径, 龙蛋相间的水墨点缀作梅花, 康军一时间犹豫起来, 这幅画并没有落款, 他研究了很久, 不觉得这幅画是揭画, 也不觉得画轴里能藏了什么宝贝。 好一会儿, 康军开了价, 二十万, 陆小枫皱眉, 开口道, 两千。 康军盯着陆小枫, 你难道看出这幅画的作者了? 陆小枫盯着这幅画, 提拔上不是有吗? 这幅画是临摹了唐伯虎的墨眉图。 康军略微迟疑, 至少五万, 低于五万, 我是一定不会同意的。 陆小枫看向康军, 他隐隐感觉到, 对方开出这个价格, 肯定是跟打赌有关系。 不过, 陆小枫不可能轻易答应下来, 他摇头道, 太高了, 我只是觉得这幅临摹作品, 很有唐伯虎作品的味道, 这才想要买下来。 或许这幅画, 就是个婉清秀才画出来的, 压根不值五万。 康军皱眉, 你来开个价。 陆小枫没有客气, 五千。 康军盯着陆小枫, 满是无奈。 年轻人, 你这也太鸡贼了吧? 我开价二十万, 你开价两千, 我开价五万, 你开价五千。 难道这幅画, 不值五位数吗? 陆小枫笑着道, 我开价五位数, 就能成交了吗? 康军并没有回应, 他再次看向众人。 此时, 洛长明和周承杰坐在一旁喝茶,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康军很想向洛长明求助, 但是他能够猜到, 洛长明肯定不会同意, 毕竟洛长明若是指点他, 那就坏了规矩。 但是, 从他们几人的态度中, 康军能够看得出来, 大家似乎对陆小枫很有信心。 康军看向陆小枫, 五万块, 不能再低了。 陆小枫皱眉, 他没有想到, 康军会突然坚定起来。 陆小枫沉默了许久, 点头同意下来。 见到陆小枫点头的一刹那, 康军突然感觉心头一紧, 他感觉以洛长明几人的态度来讲, 陆小枫肯定是有发现的。 不过, 既然已经谈妥了价钱, 康军不好再反悔, 只能任由陆小枫付款。 陆小枫拿起划轴,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康老板伸手拦住了陆小枫, 小伙子, 不要着急啊, 为什么这么着急离开? 陆小枫笑了笑, 康老板, 咱们都成交了。 你还拦着, 我干什么? 难道是康老板准备了茶水, 准备让我多喝一点? 康老板笑着道, 不管是喝茶, 还是闲聊, 你都不用急着走。 你既然买下了这幅画, 肯定是猜到这幅画的来历了。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陆小枫皱眉, 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陆小枫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他不愿当着老板的面, 把自己简陋的宝贝鉴定结果说出来。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 也是对老板的保护, 毕竟如果老板有心脏病, 知道自己走保了, 还不知道怎么想。 康老板态度坚决, 沈子明上前笑着道, 康老板, 你也不要怪小枫, 之前也有这种情况, 陆小枫多说了几句, 最后结果不太好。 因为这种事情, 小枫甚至跟老板结怨了, 所以他不愿意当着老板的面, 说得太多。 陆小枫点头, 有些话他不好说, 但是沈子明可以说。 洛长明见到陆小枫的反应, 不禁笑了起来, 小枫大概是不想多说。 不如这样, 小枫你把这幅画留下来, 你离开这里, 我来鉴定一下。 康老板无奈道, 洛老师, 不是我不相信你, 你也来我店里很多次了, 这幅画你也看过吧。 洛长明无奈, 他看向老板, 老康, 这就不用截短了吧。 我虽然也看过这幅画, 但是并没有仔细看。 陆小枫把这幅画留了下来, 他自己则是走了出去。 见到陆小枫离开, 大家都轻松了一些。 其实, 尽管陆小枫很少说话, 但是大家却仍旧能够感受到压迫感。 洛长明走上前来, 他盯着这幅画, 细细看了起来。 这是一幅墨眉图, 算是非常常见的题材, 梅兰竹菊都是常见的绘画题材, 尤其是墨眉, 王勉一首, 墨眉, 名气极大。 后世的墨眉图就更多了。 这幅画上的提拔, 很明确地写明了, 是临摹唐伯虎的作品, 但是并没有盖上前印。 这是几个意思? 这是想要让后人猜一猜, 这幅画是谁画出来的? 洛长明盯着这幅画看了很久, 终究没有任何发现, 他只好看向沈子明, 帮我给陆小枫打电话, 还是问他吧。 康老板忍不住笑了起来, 要我来说, 这幅画压根就是明清哪位秀才临摹之作。 看来, 你们看好的这位小老弟可能水平一般般。 沈子明拿出手机, 拨通了陆小枫的电话。 陆小枫并不愿吐露真相, 对他来讲, 洛长明没有鉴柄出来, 这反而是一件好事。 沈子明只好道, 小枫, 我觉得做人不应该这么低调, 该高调的时候, 一定要高调。 现在洛老师也在这里, 你把你的猜测说出来, 洛老师不就能帮你盖章了吗? 陆小枫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他这才开口道, 你请洛组长看一看装表用纸, 还有画轴的轴头, 你让洛老师认真一点, 不要只顾着看画作。 沈子明开的扩音, 因此洛长明也能够听到陆小枫的话, 他连忙走上前去, 盯着装表索用纸张看过去, 扫了一眼, 洛长明恍然大悟, 这是梅花玉板间, 这是清代乾隆时期皇室专用的纸张, 我真是当局者迷, 每天都跟纸张打交道, 可能是因为看得太多了, 以至于我忘记了, 这不是在故宫。 还有画轴, 轴头用的是紫檀木, 一般人家可不会用这么好的轴头, 一般轻工藏品都是这样的配置。 洛长明每说一句话, 康老板的面上就黑一分, 听说这幅画来自皇宫, 康老板真是要后悔一辈子。 周承杰盯着这幅画看了看, 他对书画了解少一点, 但也是有眼力的, 他不禁笑了起来, 老洛, 你这是灯下黑啊, 每天接触的太多, 以至于你见到这样的纸张和装表, 都变得不敏感了。 洛长明点头道, 我现在倒是有想法了, 我知道画出这幅画的人了。 康老板满是惊讶, 连忙问道, 这幅画的作者是谁? 洛长明盯着康老板, 老康, 你有没有心脏病? 老康拍着胸口, 放心好了, 咱爷们竟然是把这幅画已经卖出去了, 自然不会反悔, 我的身体笨儿棒,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话虽如此, 大家仍旧能够看得出来, 康老板面上显得极为激动, 他浑身都在颤抖, 似乎这个答案能够给他判死刑一般。 洛长明道, 这是乾隆临摹的作品。 康老板愣了一下, 随即瞪大眼睛, 这不可能乾坤那么喜欢盖章, 每一幅画都逃不过他的盖章, 这幅画为什么没有留下潜意? 我不相信, 绝对不可能是乾隆的, 你们一定是骗我的。 洛长明看着康老板, 一时间也没有办法。 周承杰无奈道, 这件事情我倒是知道一点, 当初更早之前, 故宫也有几幅画没有盖章的。 大家都猜测那是乾隆的作品, 后来翻找了起居录, 确实找到了记载。 这是乾隆刻意所为, 他想要把这些话流传下去, 想要看一看, 如果没有他的潜意, 这些话以后能不能因为水平很高变得值钱。 乾隆晚年是非常自大的, 自好实权老人, 在他的身边围绕的都是溜须拍马之人, 因此他会认为自己的书画水平非常高。 以真实情况而言, 乾隆的书画水平只能算是中上, 如果真是在书画家排名, 他是完全排不上号的。 但是乾隆很自信, 他觉得自己就算是不署名, 就算是没有潜意, 自己的书画作品也能够流芳百世。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 乾隆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康老板瞪眼看向周承杰的方向, 满事不可思议,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乾隆的, 我绝对不相信。 康老板嘴上说是不相信, 但是他的神情却激动到了极点, 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 突然, 康老板眼睛一翻露出了白眼珠, 整个人朝着后面摔倒过去。 沈子明站在康老板身后, 见到这种情况, 连忙冲了上去, 他一把扶住了康老板。 周承杰大吃一惊, 快摸他的口袋, 找一找塑啸就行完。 沈子明把康老板放了下来, 骆长明冲上来, 从康老板的口袋里, 拿出了塑啸就行完, 江雨昕则是端来了一杯水。 众人给康老板扶下了药, 这才打了救护车电话。 众人都安静下来, 大家面面相去, 一时间无言以对。 直到这时候, 周承杰和骆长明才感觉到, 陆小枫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 这主要是陆小枫简陋实在太大了, 乾隆玉笔作品, 这可一点都不普通, 可能要价值数百万。 康老板一下子走保了数百万的宝物, 他怎么可能不激动? 好一会儿, 康老板悠悠醒过来, 他朝着四周看了看, 见到骆长明和周承杰, 他面上有些尴尬, 两位老师实在是对不住, 我失态了。 骆长明连忙摆手, 不要说话, 你好好休息, 身体最重要, 其他都是次要的。 康老板点了点头, 显得很疲惫, 他没有多说。 救护车赶到, 众人一起动手, 把康老板送上救护车, 又帮他关掉了卷帘门, 把钥匙交到了他的手上, 目送救护车离开。 救护车的声音渐渐变小, 骆长明叹了一口气, 看来, 我以后要注意了, 周承杰点头, 老康受不了, 我也感觉有点受不了, 跟陆小枫在一起,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 你们也看到了, 不是博宝, 就是乾隆玉比, 谁能受得了? 沈子明点头, 深以为然, 你们终于能够体会到我的感受了, 你们想一想, 我比你们见到的更多, 我现在每天都要劝服自己, 不要焦虑, 不要嫉妒, 就当做是长见识了。 骆长明看向沈子明, 陆小枫还捡漏过什么宝物? 你能不能说两件, 给我们开开眼。 江雨昕和林若仪也都看了过来, 朱怀志和新鸣也都盯着沈子明。 沈子明打了个哈哈, 白手道, 大家就不要好奇了, 像是这种事情, 你们直接去问陆小枫最好。 骆长明开口道, 给他打电话,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一行人找到陆小枫时, 他怀里抱着一只绿色的罐子, 绿地黄彩开光云龙纹盖罐。 沈子明冲上去,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康老板果然不行啊, 听到真相之后, 直接晕倒在地。 这才只是一幅乾隆玉笔的书画, 他就已经是这种表现了。 如果是那件八桥是会罗电燕香, 康老板岂不是活不过今天? 陆小枫很惊讶, 康老板晕过去了。 陆小枫看向骆长明的方向, 他离开之前, 骆长明可是主动站出来的。 骆长明有点尴尬, 这次的确是我失算了, 咱们下次千万不要在别人的店里这样嚣张了。 老康这种情况还好, 万一真是闹出人面, 那可就是大事了。 他问道,八桥是会罗电燕香, 是被陆小枫买走的。 陆小枫点了点头, 骆长明愣了一下, 没有反应过来, 何新明和朱怀志同样好奇。 周成杰解释道, 发生在中海的事情, 那是一件樱花国国宝, 听说卖出了六千万的价格。 好像是樱花国的商人想要开出更高的价格, 小枫不愿意卖给他们, 直接卖给了本地的商人。 骆长明瞪眼看向陆小枫, 我想起来了, 好像的确是有这件事情。 陆小枫无奈点头, 是有这件事情,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何新明瞪大了眼睛, 这好像是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吧。 小枫, 你真是身藏不漏, 竟然连樱花国国宝都买过。 这时候, 何新明和朱怀志 再也不敢提自己的钱比陆小枫多了, 因为他们意识到, 自己好像真得什么都比不过陆小枫。 他们已经彻底服气了, 骆长明盯着陆小枫手里的罐子看了看, 这是哪朝哪代的? 陆小枫道, 明代万利年制。 骆长明看向陆小枫, 在哪家买的? 多少钱买到的? 很显然, 陆小枫抱着的这只罐子很大, 绿柚上描绘了黄色的龙纹, 这显然是官窑烧制出来的, 尽管还没有办法确切评估价格, 但是想必至少也有数百万。 陆小枫朝着旁边的店面指了指, 我刚走出来, 骆长明扫了一眼, 咱们换个地方聊。 骆长明被康老板的事情吓到了, 他不敢在人家门口说简陋的事情, 尽管陆小枫没有说清楚, 但是大家都已经认定, 陆小枫肯定又简陋了。 很快, 大家找到一处空地, 沈子明把手里画作交给了陆小枫, 刚才离开的时候, 一直都被他捧着。 这时候, 林若仪自告奋勇上前, 我是给陆老板专门拿东西的小跟班, 这幅画交给我吧。 陆小枫摇头, 这幅画太轻了, 你帮我抱着这只罐子吧。 林若仪瞪直了眼睛, 这只罐子很大, 他双臂抱着, 堪堪够用罢了。 不过, 林若仪自称小跟班, 要帮陆小枫拿所有的宝物, 这时候不敢退缩, 只能苦笑起来。 陆小枫把罐子放了下来, 他朝着旁边的一家店面指了指, 这家卖竹篮子, 你去买一只竹篮, 再买点布铺在篮子里, 刚好能放罐子。 跨着篮子, 你就方便多了。 林若仪扫了一眼, 顿时欣喜地跑了过去, 他都没有管陆小枫要钱, 直接自己垫付了, 因为他清楚跟着陆小枫有肉吃。 这时候, 时间已经不早了, 大家走了一圈, 也已经很累了。 陆小枫招呼大家, 一起出去找了一家餐厅坐了下来。 林若仪跨着篮子, 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他先把罐子的盖拿了下来, 然后又把罐子放在了桌面上。 林若仪把盖子盖了上去,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不清楚这只罐子的价格, 但是林若仪很清楚, 能够被陆小枫买下的宝物, 绝对不会便宜了。 周承杰走上前来, 他盯着这只罐子看了起来。 这只罐子是绿底黄彩龙纹, 纹饰清晰, 圈足诗白柚, 看起来富丽堂皇, 不似凡品。 周承杰掀开罐底, 盯着大明万历年之六个字看了很久, 他重新把罐子放在桌面上。 何新明和朱怀志相继上前, 他们也都见上了一番。 沈子明问道, 周老师, 怎么样? 周承杰点头, 没有问题, 这是一件真品。 不得不说, 小枫的眼光真是太好了, 这是万历年的一件官瑶精品, 气型很大, 龙闻飞舞, 有大明气象。 沈子明瞪大眼睛, 忍不住道, 也就是说, 咱们逗留的那会儿, 小枫又买了一件这么贵重的瓷器,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像是这种瓷器, 上了拍卖会之后, 价格肯定要上千万的。 周承杰道, 这件瓷器至少两三千万, 刚才那幅画, 价值也不低, 如果真是上拍, 很有可能上千万。 我记得乾隆那幅松阳汉摆图, 最终的拍卖价格是七千八百万。 听到这个价格, 江雨昕忍不住惊呼起来, 这么高。 周承杰点了点头, 当然, 这幅画可能不会那么高, 这个价格只能作为参考。 何新明突然开口问道, 对了, 松阳汉摆图那个案子, 最后是怎么判的? 陆小枫看向何新明的方向, 稍稍一正, 这幅画怎么牵扯到什么案子了? 大家都看向周承杰的方向, 周承杰却笑着看向了骆长明, 大家跟着看了过去。 骆长明无奈, 见到陆小枫几人面露茫然之色, 只好解释起来, 这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一件事情。 中原省有个健保节目, 你们都知道的, 当地有一个农民, 家里藏了一幅画, 就是乾隆的这幅画。 因为健保节目靠得近, 所以他就带着这幅画去了现场, 现场书画鉴定专家鉴定之后, 说这幅画是假的, 然后又介绍了一位朋友, 花了十几万, 把这幅画买了下来。 谁都没有想到, 一两年后, 这幅画就出现在拍卖会上, 而且拍出了七千八百万的价格, 那个农民查了一下, 拍卖人正是那位专家, 所以他就把专家告上了法庭。 陆小枫满是惊讶, 他完全没有料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知道, 既然人家把家里的宝物拿过来, 那就是信任专家, 信任节目组, 这位专家这样做, 绝对会毁了节目组, 也会毁了自己的名声。 沈子明问道, 官司赢了没有? 洛昌明摇头, 没有, 因为他们交易的时候是有合同的, 所以败诉了。 陆小枫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洛昌明无奈道, 那位是我们的同事, 但他已经退休了, 这种事情知道就行了, 就不要在单位里聊了。 陆小枫看向洛昌明, 见到洛昌明满是无奈, 他点了点头, 遇到这种事情, 洛昌明也没有办法处理, 毕竟这是道德问题, 法院都判决了, 还能怎么办? 沈子明忍不住道, 如果是我, 我绝对不会打官司, 我肯定每天都跟着那个专家, 晚上就睡在他的门口。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陆小枫点头, 这样做, 的确是过分了。 林若仪伸手指向陆小枫的话, 看来下次还是要注意一点, 这一次是遇到了康老板, 对方晕倒在地。 如果是遇到子明这样的年轻人, 他该不会天天跟着你吧? 沈子明瞪眼, 你不要胡说, 这两件事能一样吗? 陆小枫这是正大光明的简陋, 那位专家可不一样, 专家去做节目, 那是收了费用的, 他给别人鉴定, 那是节目需要, 就必须要实事求是, 如果他是自己开店, 收下了那幅画, 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 洛长明摆手, 这件事情不谈了, 一说起这件事情, 我就脑门疼, 你们是不知道, 那段时间, 这件事情闹起来, 真是吵得我头疼。 洛长明看向陆小枫, 我们听说, 你买了不少好东西, 能不能说一说, 让我们开开眼。 陆小枫伸手指向绿地黄彩, 开光云龙纹盖罐, 这只罐子, 你不感兴趣吗? 这只罐子体型那么大, 虽然不是国宝, 但也是非常珍贵的。 洛长明道, 我们想知道更贵重的东西。 洛小枫无奈, 他拿出了手机, 翻开了相册。 洛长明围了上来, 见到洛小枫点开的图片, 是八桥试毁罗电宴箱。 他直接摇头道, 这件宴箱名气那么大,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洛小枫愣了一下, 他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沈子明低了低头, 不敢说话。 洛小枫无奈, 只好再次翻了起来, 他翻出了汉代连胡闻明文透光镜, 但是他随即想到, 洛长明见过这件了。 好一会儿, 洛小枫翻了向熊天珠的图片给他们看。 洛长明看了片刻, 无奈道, 小枫, 你没有诚意。 洛小枫翻到了歌谣灰青又八方挂耳胡, 见到这张图片, 洛长明忍不住惊呼起来。 小枫, 我发现, 你手上的宝贝真的很多, 你手上竟然连歌谣都有, 我想问一问, 你还有什么没有的? 周承杰连忙围上来, 他盯着歌谣挂耳胡, 小枫, 有没有兴趣拿出来, 让这只挂耳胡被更多的人看到。 陆小枫摇头拒绝, 没有兴趣让更多的人看到。 周承杰愣住了, 满是无奈道, 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陆小枫无奈, 周老师, 你如果再多说的话, 我可没有办法让你看得更多了。 周承杰连忙摆手, 我不多说了, 不多说了。 朱怀志和何欣明面面相去, 两人实在是太惊讶了, 他们感觉, 陆小枫跟他们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陆小枫只是给他们看了这些, 就不愿再多翻了。 不过, 这却让骆长明和周承杰 重新认识了陆小枫的实力。 难怪他来到首都之后, 一直能够减漏, 原来他早就开始减漏了。 陆小枫最近买到的这些宝物, 价值都有输益了。 这样算起来, 陆小枫身家真的很高。 众人吃了早饭, 并没有急着走出去。 大家坐在这里休息。 骆长明看向陆小枫, 待会儿是不是还要走一圈? 这一次, 我们就跟着你了。 你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陆小枫无奈。 骆组长, 你这样就有点耍无赖的意思了, 我也没有说不让你跟着。 不过, 我们的队伍太大了, 如果大家一起走, 太过引人注意。 况且, 你们两位名气太大, 如果一起跟着,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骆长明想了想, 点头道, 你说的也对, 既然是这样, 那就分开, 咱们分成两组。 陆小枫问道, 你们走了一早上了, 不累吗? 骆长明摇头道, 能够看到你发财,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 很快, 众人分成了两组, 陆小枫, 骆长明, 林若仪, 何心明一组, 剩下四人一组, 大家各自行动。 林若仪跟着陆小枫, 主要是要帮他拿着东西, 他拿了一块布, 把篮子里的罐子盖住了, 这样别人就看不到。 沿着商铺继续走下去, 每家商铺的情况都不一样, 简陋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骆长明跟在陆小枫身边, 压低声音道, 何广平被抓的事情, 你知道吗? 陆小枫点头, 我已经知道了。 骆长明伸手朝着北方指了指, 开口道, 北方挖了一座辽带公主墓, 结果发现已经被盗了, 结合线索顺着找到了何广平。 不过, 何广平自己并没有亲手安排这件事情, 他交给手下人做了这件事情, 现在这批东西不知所踪, 都被卖掉了。 陆小枫点了点头, 松了一口气, 显然骆长明这些话是跟他说的, 因为骆长明也知道, 陆小枫当时买到了不少辽带宝物。 骆长明继续道, 其实, 像这种事情, 每年都会发生很多起, 这些年渐渐变少了, 市面上的赝品太多了, 压根看不过来, 你自己稍微注意一点。 骆长明拍了拍陆小枫的肩膀, 我还有事要忙, 就不陪你了, 我先走了。 陆小枫点头, 谢谢, 你慢走。 骆长明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陆小枫盯着骆长明离开的方向, 对方之所以提议分开, 就是想要找机会, 跟陆小枫说起这件事情, 让他放心。 很快, 陆小枫到了一家店, 这家店里售卖鸡血石印章。 陆小枫之前曾经收到两枚鸡血石印章, 他送了一枚给苏老师, 另外一枚自己留了下来, 他请苏老师帮忙找人课章, 到现在还没有到手。 见到整个店铺里都是鸡血石, 陆小枫临时起意, 他想要买一块好点的鸡血石, 不管是送给晚秋, 还是留给自己,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作画之人, 每次绘画完毕, 都要盖上自己的名字, 因此印章是非常重要的。 陆小枫走进去, 林若宜带着瓷器, 他找地方坐了下来, 何欣明也跟着走了进去。 鸡血石因其鲜红似鸡血而得名, 含有鸡血越多, 价格也就越贵。 这里有几枚印章, 看起来颜色非常鲜艳, 几乎满是鸡血。 陆小枫拿起来之后, 不禁皱眉, 因为他发现, 这些鸡血石竟然都是人工染色。 老板看起来四十多岁, 见到陆小枫走进来, 他连忙赢了上来, 小伙子, 想要看一看鸡血石啊, 我这里可都是昌画鸡血石。 陆小枫点了点头, 还有很多地方都产鸡血石, 但是昌画的鸡血石价格质量最好。 老板伸手拿起了一块鸡血石, 开口介绍道, 老板, 你看这块印章, 六面都有鸡血, 这是满堂红。 你看这红色, 是不是很鲜艳? 老板手里的鸡血石印章, 正是陆小枫刚才看过的, 是染色的印章。 老板却毫无察觉, 他又拿起旁边的一枚印章, 相比之下, 这枚就差不多, 只有四面有血, 只能成为正品。 而且, 这枚鸡血石的血色暗红, 看起来像是死血, 这就是属于品相不好的。 陆小枫问道, 你手里这枚鸡血石价格多少? 老板笑了起来, 像是这种极品鸡血石, 我们是暗科卖的, 像是这种80%都有鸡血的, 我们成为大红袍。 这枚大红袍鸡血石, 一克三万块。 陆小枫盯着老板手里的鸡血石看了看, 没有说话。 很显然, 这个价格下到陆小枫了, 因为这枚印章至少二十克, 也就是说这枚印章价值六七十万。 何欣明靠近过来, 听到老板的, 忍不住道, 这个价格也太高了吧, 正常鸡血石也就几千块一克。 你这个怎么三万? 老板也不生气, 他笑着道, 你看好了, 这是大红袍鸡血石, 含血量非常高, 价格当然贵了。 这边也有鸡血石, 血量很少, 价格也低, 只要几十块一克, 你可以看一看。 老板从旁边拿出一块鸡血石, 看起来只有几缕血丝, 一看就是便宜货。 陆小枫并没有继续听老板介绍, 他在店里转了起来。 很显然, 鸡血石的价格是透明的, 真正的极品鸡血石, 老板都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开价极高, 买下来并不划算。 很快, 陆小枫看到放在角落里的一堆石头, 这些都是鸡血石原石, 都是没有切割的, 在原石的表面, 能够清楚看到, 上面有丝丝鸡血浸出来。 陆小枫拿起一块原石看了看, 他朝着老板问道, 这种石头怎么卖? 老板扫了一眼, 笑着道, 两万块钱一块原石, 你如果买下来, 我可以帮你切割成印章。 何新鸣瞪大眼睛, 怎么会这么贵? 老板, 你该不会骗我们吧? 你这价格也太高了吧? 老板摇头, 你可不要胡说, 这是正宗的昌画鸡血石, 我怎么可能骗你们? 你如果觉得价格高, 可以不买, 但是不能乱说话。 何新鸣拉住了陆小枫, 咱们走, 我跟你说, 去昌画跑一趟。 压根没有那么贵, 你就在中海, 去昌画都不用几个小时, 到了那里买原石, 可能只要几百几千块。 老板听到何新鸣这样说, 顿时着急了。 你不能这样说, 昌画的原石是很便宜, 但是这些石头, 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 这能比吗? 你们看一看, 每一块原石上面, 都有鸡血, 这样品质的原石, 几百块的原石, 能比得上吗? 何新鸣还要多说, 陆小枫伸手阻止了他。 对于陆小枫来讲, 跑长画一趟, 需要花费的时间太多, 现在肯定不方便, 以后有时间, 或许可以跑一趟。 陆小枫拿起几块原石, 眼前浮现出原石净化的场景。 鸡血石中的鸡血, 实际上是猪杀, 鸡血石的形成, 就是猪杀缓慢融入地开始的过程, 这两者交融在一起, 从而形成了鸡血石。 这个过程极为缓慢, 但是在陆小枫的眼中, 这个过程是可以快进的, 他能够清楚看到, 每一块原石外面, 到底有多少猪杀融入进去。 只需要知道猪杀的数量, 那么就很容易能够判断出一块鸡血石的含血量。 不过, 因为这个过程太过漫长, 对于右臂中, 力量消耗很大。 挑选一枚原石所消耗的力量, 至少足够陆小枫, 鉴定石浮化。 好在这些原石, 也能够为陆小枫提供一些能量, 尤其是原石变化的过程, 岁月流逝, 这种世间上的变化, 隐隐有能量流出, 会如陆小枫的右臂。 不过, 老板显然是吹牛了, 这里很多原石表面的鸡血, 都是造假的, 是用化工染料染上去的。 何欣明见到陆小枫挑选原石, 他随即想到陆小枫的身家, 本来激动的心情, 顿时缓和了起来。 两万一块原石, 对何欣明来讲, 这是不菲的价格, 但是对陆小枫来讲, 不过是九牛一毛, 甚至可能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何欣明平和下来, 就跟老板聊了起来。 老板见到何欣明, 态度突然变化, 不免诧异, 他不由朝着陆小枫多看了一眼。 之前, 老板一直觉得, 何欣明是主事人, 现在看来, 陆小枫的身份似乎不一般。 老板姓万, 是昌华人, 但他自述来到潘家园已经二十年了, 他这家店有整个潘家园最好的鸡血石。 林若仪坐在旁边, 也不说话, 只是看着陆小枫挑选鸡血石。 其实, 林若仪是想要拍视频的, 但他肩负重任, 手里拿着书画还有瓷器, 不方便拍摄, 不管是书画还是瓷器, 出现一丁点问题, 损失就大了。 好一会儿, 陆小枫终于挑选了一块鸡血石, 这块鸡血石差不多拳头大小, 从他看到的回溯场景来看, 这块鸡血石含有大量的朱砂, 很有可能是一块极品鸡血石。 这块鸡血石原石的表面布满了鲜艳的红色, 这是被老板用涂料涂过的。 其实, 鸡血石的造假很简单, 既然鸡血石是朱砂和地开石融合, 那么只要用朱砂在原石的表面涂抹, 就能够给原石造假。 这里很多原石都有这种情况, 万老板故意涂抹了朱砂, 造成原石的表面都是鲜红色的。 陆小枫把这块原石拿在手里, 又接着挑选了起来。 万老板嘴上说他这里的原石是 精挑细选出来的, 但是根据陆小枫看到的情况来讲, 这些原石的质量并不好, 有几块甚至没有任何的朱砂痕迹。 许久, 陆小枫又挑选了两块原石, 他把三块原石放在旁边, 直起腰来。 这里原石放在箱子里, 需要一块一块翻茧挑选, 很累腰。 万老板见到陆小枫活动起来, 他不禁笑了起来, 陆老板, 你要买这三块原石吗? 何新鸣和万老板聊天, 他把陆小枫的信誓告诉了对方。 陆小枫点了点头, 我要买这三块原石, 买这么多, 你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 万老板笑了起来, 既然陆老板开了口, 那就每一块原石一万九。 陆小枫道, 老板, 我也不跟你啰嗦, 三块原石五万块, 你也不需要废话, 答应就成交。 万老板略微沉吟, 冲着陆小枫竖起大拇指, 既然陆老板这么爽快, 我也不多说了, 成交。 陆小枫拿出手机, 付了款。 万老板开出了收据, 交给了陆小枫, 他笑着道, 陆老板, 我帮你切割了。 陆小枫点了点头, 好。 切石头是个技术活, 但是万老板非常熟练, 他拿起了一块原石, 放在了打磨机上, 沿着红色的痕迹打磨起来。 这些原石, 都是万老板亲自动手涂抹猪杀的。 他虽然不清楚每一块原石的情况, 但是心里有点数。 万老板最先打磨的这块原石, 应该是最有可能出现鸡血的原石。 打磨了片刻, 万老板用水冲洗了一下, 兴奋地朝着陆小枫展示了原石上的朱砂, 兴奋到, 出血了。 出血了? 陆小枫看了一眼, 见到原石出现了一片鸡血, 明夜焰得非常漂亮。 万老板又换了一面打磨, 只是打磨了许久, 都没有出现血迹。 万老板征询陆小枫的意见之后, 直接切割了下去。 一刀下去, 原石切掉了一半, 原石里面一片青涩, 没有丝毫的血迹。 万老板冲洗完毕, 不由满脸遗憾, 陆老板, 这块原石可能不太好。 陆小枫点了点头, 很淡定, 继续切下去。 这时候, 林若仪也忍不住走了进来, 他看了看原石, 又看了看陆小枫, 没有多说。 又一刀下去, 仍旧是一片青涩。 万老板面露难色, 似乎很遗憾的样子。 陆小枫并没有在意, 他很清楚, 这是老板必须要表现出来的态度, 如果客人花大价钱买下的原石, 没有切出积血时, 老板却表现得很兴奋。 岂不是让客人愤怒? 万老板安慰道, 陆老板, 实在对不住, 这可能是块血, 就是在原石里, 只有一大块地方有血, 其他的地方没有血。 这枚印章切出来, 可能只有一面有血。 陆小枫仔细回忆了一下, 他隐隐猜到, 这块原石在形成的过程中, 似乎只有一边有朱砂, 从而形成了块血。 想到这里, 陆小枫就有了经验。 很快, 万老板这印章切了出来, 果然只有一面有血。 万老板安慰道, 陆老板, 你不要灰心, 像是这枚印章, 也能回一点本, 大概能卖千把块钱。 陆小枫点头, 咱们继续吧。 万老板点了点头, 好, 你就放心好了, 我肯定要帮你切出一块好机械石。 林若一道, 老板, 你可一定要用心点, 我们陆老板画画很有天赋, 说不得十年后就是大画家了, 这枚印章可能就要印在陆老板的画上。 万老板不以为意, 以为这是林若一开玩笑, 他笑着道, 好啊, 那我可要认真了, 万一陆老板以后成为大画家, 我可以拿出去吹牛了, 这幅画的上的印章, 是我帮陆老板开出来的。 万老板哈哈大笑起来, 他拿起了另外一块原石, 放到了切割机前面。 见到万老板的动作, 陆小枫突然阻止道, 老板, 你换一个面切开。 万老板愣了一下, 他能够看得出来, 陆小枫一行人对于鸡血石懂得并不多, 该怎么切原石, 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万老板盯着手里的原石看了看, 陆老板, 你可能不太清楚, 这块原石表面上, 星星点点的都是鸡血, 这种原石被称作梅花血, 像是梅花血这种情况, 切到里面, 也会是这种情况, 我这样切是有依据的。 陆小枫盯着这块原石看了看, 他记得很清楚, 这块原石几乎是被朱砂包裹的, 正常来讲, 六面应该都是有鸡血的, 含血量非常高, 但是眼前只有一面表现出梅花血的情况, 他感觉有点不太对, 但他还是坚持让老板换了一面。 万老板无奈, 他并没有反驳, 根据陆小枫的指点, 换了一面。 陆小枫只让万老板切薄薄的一层, 万老板也照做了。 切割机发出刺耳的声音, 涓涓细水流淌在切割处, 原石被渐渐切开, 薄片掉落下去, 万老板拿起原石, 见到切明晃晃的鲜艳红色, 不由惊呆了, 因为这块原石几乎大半个面都有鸡血, 实在是难得一见。 万老板朝着陆小枫竖了竖大拇指, 陆老板真是太厉害了, 这样都能看得出来。 陆小枫笑了笑, 他看得出来, 万老板这不过是客套罢了, 毕竟这块原石还有六个面要切开, 每一面都有鸡血, 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 万老板按照陆小枫的指点, 继续切了起来。 每切一刀, 万老板都要惊叹一声, 因为每一面都有鸡血。 见到这种情况, 不仅万老板惊呆了, 就连何欣明和林若仪都充满了诧异, 他们完全想不到, 陆小枫怎么就懂得鸡血石了。 万老板的惊呼声, 甚至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 大家围在四周, 看着万老板一刀接着一刀切下去。 万老板刚开始, 心态还不错, 但当他切开四面, 见到四面都是红色的鸡血, 连他都忍不住震惊起来。 现场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 突然站了出来, 老万, 这是你的原石吧? 这块料子能不能卖给我? 我可以开高架。 万老板见到了熟人, 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转头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老张, 你应该问他。 老张愣了一下, 随即冲着陆小枫道, 小伙子, 你运气不错, 要不要把这块料子卖给我? 我给你开高架, 一万块一克。 你觉得怎么样? 陆小枫扫了他一眼, 不愿搭话, 显然这是个想要简陋的, 这是觉得陆小枫压根不懂。 万老板无奈, 他朝着老张瞪了一眼, 老张,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这块料子已经切到这种程度了, 只有四五十克了, 你花这点钱就想直接买走。 老张一下子反应过来, 笑着道, 小伙子,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价格? 陆小枫不打算卖出去, 他朝着万老板道, 咱们继续切。 万老板只好把原石再次放到了切割台上, 打算继续切下去。 老张顿时着急道, 小伙子, 你可要想明白了, 这一道切下去, 如果没有见血, 你可就亏大了。 你现在卖给我, 我可以给你出一百万。 滑! 现场围观的人群顿时哗然起来, 来到潘家园的买家, 并非全部都是专业的收藏者, 也有不少爱好者, 甚至是游客。 这些人见到这里热闹, 忍不住围了过来, 他们压根不知道机械石的价格, 听说机械石一万块一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大吃一惊了, 现在老张直接喊出一百万的价格, 这些人经不住惊呼起来。 陆小枫却嗤之以鼻, 一万块一克, 这块原始能卖四五十万, 一百万的价格, 不过是涨到了两万一克, 这个价格怎么可能让他卖掉? 万老板再次停了下来, 看向陆小枫, 陆小枫摇头, 万老板只好再次动手, 老张非常着急, 别啊, 小兄弟, 你来开个价, 我买下来。 陆小枫看了老张一眼, 一千万, 老张瞪大眼睛, 这不可能。 陆小枫开口道, 既然不可能, 那就切完再说。 切完这是一块大红袍, 一千万还是值的。 万老板看了老张一眼, 见到老张不再说话, 他只好再次切割了起来。 切割机的声响刺耳, 围观的众人却忍不住惊叹。 鸡血石原来这么贵吗? 我看这家店里的鸡血石, 好像也有几百几千块一枚的印章。 你懂什么? 那是极品鸡血石, 四面都有血, 含血量高于八成的鸡血石, 才能被称作大红袍。 这样的鸡血石, 非常罕见, 价格高也正常。 有些鸡血石雕件的价格非常高的, 现在每年拍卖会上, 都有几件价格上千万的鸡血石雕件。 我们是不是也该买一件鸡血石原石, 如果真是买到了大红袍, 岂不是要发财了? 老张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着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他很想买下这块料子, 但是一千万的价格太高了。 林若宜则是后悔起来, 他觉得自己没有开摄像头,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他问了陆小峰的意见, 这才给沈子明打了电话。 等沈子明一心人匆忙赶过来的时候, 万老板已经把原石切开了。 现场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 万老板的心情一直在变化。 一方面, 万老板很后悔, 卖掉了这块原石, 没有留给自己钱。 但是另一方面, 万老板又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如果能够利用的好, 他这家店一定能够声明确起。 万老板心情复杂, 但却又不得不满面笑容。 他切开这一面, 忍不住高呼起来, 又是满面血。 现场围观的众人, 忍不住跟着惊呼起来。 老张瞪大眼睛, 面色煞白, 万分悔恨起来。 刚才, 陆小峰爆出一千万的价格, 老张没敢答应下来。 他觉得, 这块原石不值这个价, 毕竟还有两面没有切, 其中一面布满了梅花血。 他觉得, 这块原石可能会切垮。 但是, 现在又切出一面鸡血, 如果最后一面生出变化, 那可就不一样了。 即便是最后一面, 只有梅花血, 这样的鸡血石也不多见。 一千万也是值得的。 沈子明从人群里挤进来, 见到万老板手里的鸡血石, 忍不住惊呼起来, 这是大红袍。 不过, 沈子明随即看到了 尚未切开的那一面, 不由遗憾起来。 老张高声道, 小伙子, 想好没有? 你这块原石不可能是大红袍了, 我给你五百万, 你觉得怎么样? 沈子明愣了一下, 随口回道, 八百万, 我觉得八百万可以卖。 老张冷哼一声, 年轻人, 你们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你以为八百万这样的价格, 能够随随便便给出来吗? 我跟你说, 这块料子压根不至五百万, 我之所以开这个价, 是让你现在就把料子转给我。 我请一位雕刻师雕刻一下, 做成雕件, 才有可能不亏本。 如果你继续坚持, 再有一刀下去, 这块原石可就废掉了。 沈子明一时间愣住了, 他对鸡血石了解的并不多, 也就仅限于大红袍罢了, 他并不清楚该怎么处理。 周承杰走过来, 他朝着周边看了看, 老骆呢? 陆小枫道, 他有事先走了。 周承杰开口道, 你买鸡血石, 也是赌石了, 究竟如何取舍? 你自己看着办。 不过, 像是赌石这种事情, 很少有不后悔的时候。 陆小枫点头, 他朝着万老板道, 继续。 万老板大吃一惊, 忍不住劝道, 陆老板, 我劝你还是不要继续了, 这一面是没花血, 基本上出现这种情况, 里面很少会有变化的。 你如果继续切下去, 一刀下去, 至少折损三百万。 陆小枫笑着道, 反正原石不贵, 就算是完全垮掉, 都没有关系。 老张顿时着急了, 你不能这样做, 如果真是切下去, 你可亏大了, 我再给你加一百万, 我真的有办法让这块料子价格更高。 陆小枫盯着这块料子看了看, 切一刀亏损几百万, 也会觉得心疼, 但是陆小枫更想要验证 鸡血石的形成规律。 如果能够摸清楚鸡血石形成的规律, 接下来该怎么鉴别鸡血石, 陆小枫就有了更多的经验。 况且, 陆小枫之前清楚看到, 在形成梅花雪的那一面, 当初是有大量朱砂存在的, 后来朱砂消失, 怎么可能只形成梅花雪? 陆小枫略微犹豫, 直接道, 切。 现场更加喧闹起来,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陆小枫这么果决。 万老板看了看陆小枫, 毫无办法, 只能再次切了过去。 老张站在一旁, 焦急万分, 他很想要拦住万老板, 但却没有丝毫办法。 陆小枫倒是很淡定, 这一块鸡血石切出大红袍, 他并不会因此发财, 损失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因此他非常淡定。 这时候, 反而是沈子明、 林若宜他们交集, 切割机的刺耳声渐渐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盯着原石的方向。 万老板把原石拿了出来, 众人看到一抹红色, 不由惊呆了。 这一块鸡血石竟然是满红, 正宗的大红袍, 完全满红的大红袍, 罕见。 万老板见到这一面的情况, 也忍不住惊叹起来, 他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从未想到过, 竟然会从梅花血切出满红的一面。 本来拳头大小的原石, 虽然被切掉了六个面, 但是因为切得很薄, 并没有切掉多少原石。 剩下的原石, 至少还有两三百克, 哪怕是全部分割切成硬章, 也能够切出四方硬章出来。 这样一块大红袍被切出来, 现场顿时沸腾了。 之前, 很多人都觉得, 这块原石没有办法切出大红袍, 没想到, 竟然当真切了出来, 还是这么大一块。 老张瞪眼盯着这块大红袍, 欲哭无泪, 他现在很想花一千万买这块料子, 但是陆小峰显然不可能再出手了。 沈子明瞪大了眼睛, 这是大红袍。 真正的大红袍。 万老板举起手里的大红袍, 高声道, 这是几品大红袍, 全部都是鸡血, 满血。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店里的鸡血石, 明码标价, 同手无期。 鸡血石原石两万块钱一块, 大家尽管挑选, 挑选好了, 直接来找我, 现场切开。 万老板高呼之后, 他看向老张的方向, 大声问道, 老张, 这块鸡血石价值多少? 老张瞪眼盯着鸡血石, 他清楚知道老万的意思, 但是老万刚才帮了他, 他也要出手帮老万, 只能有气无力大声道, 这块鸡血石, 至少两千万。 这块鸡血石, 能够切出四方印章, 一方印章五百万, 整体价格两千万, 这完全没有问题, 就算是雕刻成其他东西, 价格也不会低于两千万。 现场的氛围顿时热烈了起来, 本来还在观望的人群, 一下子涌了过去, 大家围着原石看了起来, 现场有人看到原石, 也不挑选, 竟然抱起来就走。 万老板看着现场的乱象, 自己都惊呆了, 有人抱着原石, 直接放在万老板的面前, 万老板, 我要买这块原石, 两万块是不是? 我扫给你, 还是你扫我? 现在能不能直接帮我切开了? 又有一人冲了上来, 老板, 动作快一点, 我排在第二个, 你动作麻利一点, 我已经付款给你了, 快点给我切了。 现场已经疯狂了, 陆小枫抱着几品大红袍, 朝后退了出去, 沈子明一行人围在陆小枫的身边, 生怕他被挤到, 大红袍被别人拿了去。 何兴明则是帮着陆小枫, 抱着那块尚未切开的原石, 林若仪和江雨昕早就跑到了外面, 他们守着瓷器和书画, 不敢靠近过去。 一行人安全从店里退了出去, 见到现场蜂拥的人群, 众人不禁恋面相去。 陆小枫本来是把极品大红袍鸡血石抱在手上的, 他连忙把鸡血石放进了兜里, 又把手插到兜里,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万老板待在店里, 一直在高声呼喊, 店里开出了一块极品大红袍, 价值两千万, 想买原石的, 请一定要注意, 这里的原石五万一块。 大家前往不要拥挤, 店里的鸡血石印章都是非常贵重的, 如果碰掉一块, 那就非常麻烦了。 沈子明忍不住道, 这位万老板真是够精明的, 直接涨价了。 万老板陡然涨价, 仍旧没能浇灭大家的热情, 不过, 现场观望的人群变多了, 只有前面那几位花了两万块的人, 买下了原石, 其他人都没有买。 见到这种情况, 万老板面色不免难看起来, 他本以为即便是涨价, 这些人也绝对不会放弃, 毕竟陆小峰可是开出了两千万的极品大红袍。 可是, 现场的人群明显恢复了理智, 大家都盯着万老板, 想要看到他再开一块大红袍。 第一刀下去, 见到了一丝鸡血, 第二刀, 空空如也, 第三刀, 白花花一片, 第一块原石, 很快就切了出来, 彻底废掉。 现场已经付了钱的, 都有些后悔起来, 接下来又切了四块, 几乎每一块都垮掉了, 就算是价值最高的那块, 也只有一点红色。 本来非常热闹的店里, 顿时萧条了下来, 很多人都离开了。 万老板跑出去, 想要把陆小峰找回来, 可是这时候人海茫茫, 哪里还能见到陆小峰的身影? 不过, 万老板随即想到, 陆小峰手里还有一块原石, 他肯定没有切割的工具, 肯定要回来切割, 万老板这才放下心来。 陆小峰一行人走出去, 没有走多远, 他们就被老张拦住了。 老张前额的头发有些稀疏, 一缕长发从左边梳到了右边, 他冲上来时, 刚好拦在江雨昕他们的前面, 露出满面的笑容, 看起来有几分猥琐。 陆小峰走上前去, 张老板, 你怎么追过来了? 老张黑黑笑了起来, 小兄弟,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你之前没怎么接触过机械石吧? 你买到的这块极品机械石, 必须要加工一下, 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陆小峰看向对方, 你不打算买下来了? 老张善善一笑, 现在想要买下来, 价格就太高了, 我怕承担不起。 不过, 我是做御时生意的, 可以帮你找一位老师傅, 帮你雕刻出来。 我刚才说, 这块极品大红袍, 估价两千万, 可一点都没有骗你。 陆小峰看向对方, 加工费多少钱? 老张笑了起来, 这个加工费, 但是肯定不会低了, 可能需要两百万左右, 但是却能够让你这块鸡血石增值数百万。 小兄弟, 你尽管放心好了, 我是有公司有厂房的人, 咱们可以签协议, 如果出了问题, 我来赔偿你。 陆小峰看着对方, 却没有丝毫易懂, 哪怕是有公司有厂房, 又算什么, 这可是价值两千万的鸡血石, 哪怕是一个工厂卖掉, 可能都不值这么多。 周承杰开口道, 不必了, 我帮你介绍一位, 肯定收费低。 老张看向周承杰, 不满问道, 你是哪一位? 你又认识哪位玉雕大师? 周承杰笑着道, 我是周承杰, 在故宫上班, 现在是青铜修副组组长, 跟玉器组的老和关系还算不错。 老张顿时瞪直了眼睛, 他一直都是搞玉器, 因此对周承杰并不熟悉, 此时听到周承杰的身份, 他不由惊呆了。 老张连忙道,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周老师实在是对不住, 对不住, 我这是关公门前耍大刀, 搬门弄斧了。 周承杰摆了摆手, 行了, 就不用客气了。 张老板还有其他事情吗? 老张又看向何新鸣的方向, 何新鸣怀里抱着陆小峰买的原石, 这一块还没有来得及切。 老张善善一笑, 小兄弟, 这块原石卖不卖? 陆小峰好奇问道, 你能给多少钱? 老张想了想, 开口道, 二十万, 你是两万块买回来的, 我花二十万, 你这算是赚到了。 陆小峰呵呵一笑, 张老板, 你怎么想到要买我手里这块原石? 我可是新人, 你买了我的原石, 又能有什么用? 张老板笑了起来, 就是因为你是信任, 所以才能有好手气。 买原石本身就是一种赌博, 新人因为不懂, 所以运气才会好, 我觉得你的运气就很好。 陆小峰摇头, 张老板, 对不住了, 这块原石我不卖, 不是因为运气好, 是因为这块原石的价格更高。 张老板看向陆小峰, 无奈道, 你打算卖多少钱? 陆小峰道, 五百万。 老张吓了一跳, 他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了陆小峰。 小兄弟, 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 我很想知道, 你这块原石到底能够切出什么样的鸡血石来? 我在这行混了很久, 或许能够帮得上忙? 陆小峰接过名片, 见到老张的真实名字叫张太平, 他冲着对方点了点头, 我把联系方式写给你。 沈子明突然道, 我觉得还不如回去把这块原石切掉。 现场虽然热闹, 但我估计等不了太久, 店里可能就会安静下来。 陆小峰看了看时间, 这时候已经中午了, 他开口道, 咱们出去吃饭, 下午再过来。 老张听到陆小峰说吃饭, 他连忙道, 我来请客, 陆小峰摆手, 不用, 应该由我来。 老张笑着道, 今天能够遇到周老师, 还有小兄弟,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一定要让我来请客。 陆小峰一行人出了潘家园, 他们先去了银行, 把这些宝物都存在了保管箱里, 这才找了地方吃饭。 吃过午饭, 何欣明、朱怀志他们就提出告辞, 早上那么早起床, 逛了一上午, 他们感觉到累了, 想要回去休息。 周承杰倒是精神很好, 他笑着拍胸口道, 这就是平时多锻炼的效果。 张太平知道周承杰的身份之后, 一直变着花样吹捧周承杰, 听到他这样说, 连忙道, 周老师年富力强, 咱们差不多的年纪, 我可远远比不上你。 周老师, 你要传授我一点健身的方法啊。 周承杰很高兴, 跟张太平探讨健身的秘诀, 陆小峰走出去, 他想要付款, 没想到张太平说到做到, 他竟然已经付过款了。 一行人再次回到万老板的店里, 这里已经门可罗雀。 见到陆小峰一行人走回来, 万老板不由兴奋道, 陆老板,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可一直都在等你们。 说话间, 万老板朝着陆小峰左右两边看了过去, 极品鸡血石呢? 陆老板, 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把极品大红袍借给我几天, 我想在店里展览一下。 陆小峰摇头, 那块料子太贵重, 万老板这里安保做得不是很好。 万老板愣了一下, 随即道, 那你能不能给我拍几张照片? 我想要宣传一下。 很显然, 万老板已经猜到, 陆小峰可能会拒绝, 因此, 他想了两套方案, 如果陆小峰不同意, 他就索要照片。 陆小峰点了点头, 照片可以。 万老板松了一口气, 其实, 陆老板, 咱们可以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租借给我几天, 我可以付租金的。 上午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这块极品大红袍开出来, 所有人都沸腾了, 我趁机卖了不少东西。 沈子明问道, 台价到五万, 你卖了几块? 万老板脸上一黑, 不说话了, 显然他一块都没能卖出去。 张太平笑着原厂道, 我们回来是想要借你的工具用一下。 陆老板这里不是 还有一块原石没有开出来吗? 我们想要把它开出来。 万老板瞪眼看向张太平, 惊讶问道, 老张, 你可以啊, 什么时候跟他们混到一起去了? 你能不能帮我说两句好话? 张太平朝着万老板眨眼睛, 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这位周老师 是故宫清同气修复组的组长, 陆老板是书画修复组的专家成员。 能够结识这样两位专家, 我算是三生有幸。 万老板瞪直了眼睛, 他盯着周承杰看了看, 又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陆老板是书画组的专家。 张太平笑着点头, 你不要觉得陆老板年轻, 你就小看了他。 陆老板现在可是书画组的扛靶子, 就连组长都让他三分。 陆小枫很无奈, 这些话都是周承杰说出口的, 他也不好反驳, 但确实是事实, 只是听起来难免让人觉得像是吹嘘。 万老板是做机械时生意的, 尽管他跟书画, 青铜器都没有任何交集, 但是听到陆小枫他们的身份, 不由肃然起敬。 万老板冲着陆小枫拱手, 陆老师, 试镜了。 陆小枫摆手, 万老板不用客气。 万老板却顿时热情了起来, 陆老板是想要切原石吧? 既然是从我这里买走的原石, 我当然要负责切出来。 沈子明连忙道, 你们先停一下, 能不能让我拍一个视频, 我想把你们交易的过程拍下来。 算了, 直接拍吧, 待会儿我虚构情节拍出来就行了。 万老板一时间愣住了, 陆老板, 你这还有跟拍的摄影师, 你们在做节目吗? 沈子明连忙解释道, 我们是做短视频的, 刚好想要把切原石的过程拍下来, 发到网上去。 万老板笑了起来, 能不能给我这店名一个镜头? 沈子明顿时为难起来, 这恐怕不行啊, 我们这个短视频账号, 现在已经有两百万粉丝, 每次短视频的播放量都有数百万, 打一次广告五万起。 哪怕只是一个镜头, 也需要两三万。 如果老板问起来, 这让我很难办。 万老板伸手指向原石, 既然是这样, 你挑选一块原石走, 就当作是费用了。 沈子明装作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但他却偷偷向陆小枫使眼色, 见到陆小枫点头, 沈子明这才答应了下来。 陆小枫走上前去, 拿起旁边的粉笔, 划了几道线, 接下来, 万老板就按照这些线条的位置切割就可以了。 接着, 陆小枫朝后退了两步, 林若宜上前。 趁着万老板切割原石, 陆小枫朝装着原石的框子看了一眼, 他压低声音到, 又二最上面。 切割机的声音非常响, 陆小枫开口说话, 又刻意压低, 压根没有办法听到。 林若宜忍不住朝着陆小枫的方向靠近过来, 白皙如玉一般的耳朵靠近过来, 带来一股香气, 陆小枫声音大了一些。 林若宜仍旧没有听到, 他茫然地看向陆小枫。 陆小枫无奈, 只好拉过他的手, 在林若宜的手上写了出来。 林若宜的手软弱无骨, 陆小枫在上面写字, 看上去像是情侣之间的互动。 万老板只是扫了一眼, 就不再多看。 林若宜又去告诉了沈子明, 沈子明挑选了好一阵, 终于把陆小枫指点的那块原石抱在了怀里。 此时, 切割机的声音恰好停了下来, 众人抬头看过去。 万老板把原石拿了出来, 顿时惊叫起来, 又是满血。 众人看过去, 不由惊呆了, 这块原石比上午的还要大几分, 有两个拳头大, 切面上正是颜色鲜红的鸡血。 又见满血。 沈子明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这是要发财。 陆小枫笑了笑, 并没有在意, 现场大概只有他清楚, 这块鸡血石有一面的朱砂要少一些, 这一块可不是完全满血的大红袍。 万老板切了一面, 他稍有犹豫, 把原石放了下来, 他直接冲了出去。 接着, 门外传来万老板的声音, 大家快来看一看, 又出现满血的鸡血石了。 随着万老板的呼喊, 顿时有不少人跟着走进来。 上午的事情历历在目, 很多人并没有第一时间买原石, 而是盯着万老板切割。 万老板动作麻利, 很快就切好了第二面。 他掀开这一面, 再次惊呼起来, 又是满血。 陆老板上午就在我这里, 切出了一块极品大红袍鸡血石, 没想到, 下午又切出两面满血的情况。 大家可以在店里随便看, 看中什么宝物都好说, 今天小店财运横通, 大家在这里买原石, 一定都能发大财。 万老板一边切原石, 一边不忘做广告, 但是现场围观的众人, 仍旧无人动担。 万老板也不泄气, 经历了上午的事情之后, 他变得淡定了很多, 至少不会再加价了。 上午加价之后, 一块原石都没有卖出去。 陆小峰站在旁边, 一直旁观现场的情况, 并未出声, 对于老板的宣传, 他也都默认了, 毕竟他在这里赚了钱, 老板吆喝两声宣传一下, 也算是正常的。 张太平站在陆小峰身旁, 压低声音道, 陆老板真是好眼力, 这又是一块好料子。 陆小峰笑了起来, 幸好上午没有卖给你。 张太平苦笑道, 陆老板眼光独到, 已经看出了这块料子的本质, 肯定是不愿意卖给我的。 不过,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陆老板的厉害了。 周承杰忍不住问道, 你以前没有接触过机械石, 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陆小峰仔细想了想, 开口道, 机械石是由朱砂和地开石融合的产物, 既然是融合, 那就肯定会留下一些证据。 我是通过观察原石的一些细微分布, 这才做出判断的。 当然, 我的判断不一定准确, 只是我觉得这其中有细微差别, 但是距离差别在哪里, 我又说不清楚, 这是一种感觉。 周承杰瞪大眼睛, 那你这个真是厉害了, 只是靠感觉, 就找到了极品大红袍鸡血石。 正说话间, 现场传来一阵惊呼声, 大家能够清楚看到, 万老板再次切开了一面, 又是满血。 陆小峰盯着万老板的方向, 不免有些高兴起来, 毕竟已经是三面都满血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鸡血石。 万老板一鼓作气, 又切开了一面, 第四面满血。 见到这种情况, 现场顿时沸腾了起来, 万老板切开的四个面, 都是侧面, 上下两面尽管没有切开, 大家却仿佛已经看到了 切开后的情况, 又是一块极品大红袍。 万老板兴奋的大吼大叫起来, 大家都来看一看, 店里又一次开出了极品大红袍, 难来的北网的, 大家都来看一看。 这里接连开出了两块极品大红袍, 想要发财吗? 那就买下一块鸡血石原石。 上午那块极品鸡血石价值两千万, 现在这块极品鸡血石至少价值三千万, 大家看一看价值三千万的鸡血石。 陆小峰皱眉, 这块鸡血石不可能价值三千万, 如果最后切出来没有满血, 恐怕老板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万老板也很精明, 他切完四个面就没有继续, 而是停了下来, 抬头看向众人的方向, 视线落在了张太平的身上。 万老板面上笑嘻嘻地道, 张老板, 你有兴趣吗? 张太平稍稍一震, 他回头看向陆小峰, 开口问道, 陆老板有出手的意思吗? 陆小峰一时间有点犹豫, 如果张太平开价很高, 怕是买亏了, 如果开价低, 他又不会愿意。 站在一旁的沈子鸣道, 张老板开个价, 我们听一听, 张太平略作犹豫, 八百万。 华! 现场顿时响起了哗然声, 现场围观的很多都是路人, 他们不太相信万老板的话, 不觉得上午能够开出一块满血的鸡血石, 现在这块鸡血石, 才切开四个面, 就已经价值八百万, 顿时让大家都惊呼起来, 这跟重彩票有什么区别? 两万块的原石, 切出八百万的料子, 这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 然而不等众人惊讶结束, 现场又有一人冲了出来, 大声道, 我出一千万。 众人纷纷回头, 见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 身着黑色唐装, 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他中气十足, 我觉得这块料子不错, 如果不继续切下去, 完全可以调出一件不错的雕件。 就是不清楚, 这位老板愿不愿意割爱? 张太平忍不住惊呼起来, 唐大师幸会幸会。 张太平跟来人握手, 万老板也连忙跟了过去, 他们似乎都是相互认识的。 张太平朝着陆小峰介绍道, 这位是唐大师, 是雕刻大师, 尤其擅长鸡血石雕刻, 他的很多作用都是唯妙唯笑, 非常传神。 陆小峰看着唐大师, 笑着开口道, 一千万, 低了。 唐大师点了点头, 也不回话, 他走过去, 盯着已经切开大半的料子, 细细观察了片刻。 好一会儿, 唐大师转头看向陆小峰, 这件料子, 我可以开价一千三百万, 不能再高了。 陆小峰没有过多犹豫, 他很清楚, 还有两面没有切出来, 其中一面的鸡血数量太少, 如果真是切出来, 恐怕价格立刻会跌到数百万。 况且, 这件料子到了唐大师的手上, 他能够把料子雕刻出来, 更好地发挥作用。 陆小峰点头, 好。 滑, 现场再次爆炸开来, 所有人都瞪眼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大家忍不住惊呼起来。 两万块的料子, 卖出了一千三百万,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的好事情, 为什么没有落在我的头上? 我是不是也应该买一块原石? 这块料子, 也是极品大红袍吧, 一千三百万, 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低了? 陆老板, 我要买原石, 应该怎么挑选? 你能不能教一教我? 现场沸腾了, 很多人都冲向了原石。 大家纷纷挑选了起来, 唐大师走上前去, 他拿起了这块料子, 开口道, 走, 陆老板, 咱们去银行转账。 陆小枫点头, 他回头看向沈子明的方向, 我去转账。 你可以先把手里的料子切了。 沈子明点头, 他冲到万老板的面前, 开口道, 万老板, 我选中了这块料子, 你确定要送给我当报酬吗? 万老板白手, 你就放心好了。 沈子明略微犹豫, 算了, 我还是付钱吧, 咱们也不要抵账, 我付款两万, 宣传费不要了。 不等万老板阻止, 沈子明就已经付了款, 他让万老板写了一张收据, 这才把原石交到了老板的手上, 让万老板切开。 沈子明很清楚, 像是这种事情最容易出问题, 万老板嘴上说赠送, 但是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就不清楚了。 最为重要的是, 沈子明相信陆小枫的眼光, 他觉得这块原石肯定能切出不错的鸡血石, 如果后面万老板眼红起了冲突, 那就不好了, 最好还是先买下来。 其他顾客都还在挑选原石, 沈子明挑到的这块原石, 就已经放到了切割机的旁边。 万老板也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他能够看得出来, 沈子明是完全不懂鸡血石的, 像他这样直接挑选一块原石, 能切出什么。 不过, 既然沈子明付了钱, 万老板心里感觉非常快活, 因此动作都轻盈了几分。 随着刺耳的切割声响起, 石老板动手切割了这块原石, 很快, 被切掉的那部分落在了地上, 刚好翻转了过来。 沈子明看了一眼, 顿时惊喜道, 有鸡血, 有血。 万老板拿起这块原石, 顿时瞪大了眼睛, 惊呼起来, 运气真好, 这一面一半有血, 这可能是一块精品鸡血石, 买涨了。 万老板的声音很大, 几乎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如果说, 刚才陆小枫那块原石, 可能会被大家荡成托儿, 沈子明这块原石切出来, 大家就感觉接地气多了, 因为不是满血, 大家觉得自己, 也可能切出这样的料子。 很快, 万老板又切开了一面, 这一次, 仍旧见到了鸡血, 这让沈子明兴奋起来, 两面见了鸡血, 至少两万块回本了。 接下来, 万老板的动作更快了, 因为已经接连有十多人买了原石, 他要把所有的原石切完, 必须要加快速度。 短短五分钟, 万老板已经把原石的六面, 全部都切了出来, 其中五面都有鸡血, 含血量也超过了一半, 像是这样一块料子, 每克价值尽万。 沈子明拿到料子, 兴奋地想要离开。 万老板苦苦哀求, 小兄弟, 你在这里站一会儿, 哪怕只有半个小时也好, 你就当作是帮我打个广告, 要不然, 我接下来生意不好做。 沈子明本不打算同意, 但是万老板抓起一块鸡血石玉环, 放在沈子明的手上, 这件玉环送给小兄弟, 就当作是广告费了。 沈子明扫了一眼, 这只玉环很小, 只有一半有鸡血存在, 像是这块鸡血石玉环, 市场价足足有三四万。 万老板让沈子明占半个小时, 只要能够卖出两块原石, 就足够回本了。 沈子明略微犹豫, 点头同意了下来。 沈子明站在切割机的旁边, 手里捧着鸡血石, 看起来像是展示商品的模特, 只是沈子明太过肥胖, 没有丝毫美感。 可正是因为如此, 现场才会有更多人买下原石。 沈子明站在这里的半个小时里, 又有六七人买下了原石。 万老板切着原石, 脸上乐开了花。 接下来, 万老板切了五六块原石, 只有一块原石切涨了, 其他原石都垮掉亏了本, 可是大家仍旧乐此不疲。 半个小时过去, 沈子明抵挡了万老板的诱惑, 离开了这里。 沈子明走出来的时候, 陆小峰他们已经交易完毕, 陆小峰拿到了钱, 唐大师拿到了鸡血石料子, 一行人正坐着聊天, 唐大师竭力劝说陆小峰, 想要让陆小峰把极品大红袍也出手给他, 只是陆小峰一直没有怂口。 周承杰坐在一旁, 忍不住道, 我这个无关人员坐在这里, 听到你们谈论上千万的生意, 我竟然一点都不感觉尴尬。 陆小峰笑着道, 周组长, 以你的本事, 想要搞钱并非是什么难事, 现在有那么多健保节目, 你参加两档不就可以了吗? 周承杰摆手, 算了, 我不感兴趣。 见到沈子明赶来, 大家都兴奋地围了上去。 江雨昕忍不住问道, 结果怎么样? 你是不是也要发财了? 沈子明嘿嘿一笑, 发财说不上, 只能说是小赚了一笔。 说吧, 他直接把鸡血石拿了出来。 这块鸡血石料子含量超过一半, 算是不错的精品, 但是拳头大的料子, 沈子明都没怎么花钱, 这可真是赚大了。 沈子明笑着解释道, 这块料子是我买下来的。 切开之前,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如果不给钱, 老板会不会撕回口头的约定, 还是给钱放心。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小枫的眼光, 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随便指点一下, 都能让我买到这样的料子。 众人盯着沈子明手里的鸡血石, 不免羡慕起来。 张太平看向沈子明, 你是打算收藏这块料子吗? 沈子明摇头, 我当然是打算出手的, 这块料子收藏的价值不大, 我觉得不如卖掉算了。 张老板, 你可要给我一个好点的价钱。 张太平盯着沈子明手里的鸡血石看了看, 这块料子非常不错, 我最多能给八千一克的价格。 说吧, 张太平竟然从随身带着的包里, 拿出了一只很小的电子秤。 他把料子放在了电子秤上, 这块料子差不多八十三克。 张太平抬头看向沈子明, 六十六万四千, 零头抹掉, 图个吉利, 六十六万。 你觉得怎么样? 沈子明并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点头硬了下来。 好, 张老板, 我相信你。 张太平非常高兴, 他就是个中间商人, 低买高卖。 沈子明这块料子非常不错, 如果能够收下来, 他至少能赚二十万。 很快, 两人签了合同, 钱货两气。 唐大师看着两人非常干脆利索的动作, 不免羡慕起来, 他看向陆小峰的方向。 陆小友, 你真是不打算出手吗? 这些年, 机械石料子价格是一直在上涨, 但我觉得收藏的意义不是很大。 既然你能够买到两块这样的好料子, 接下来肯定还能买到。 陆小峰笑着道, 唐大师, 既然我能够买到, 你买不到吗? 你是机械石雕刻大师, 难道你对机械石原石没有研究吗? 唐大师满是无奈, 但是你也该知道, 机械石原石不是研究了就有用的, 这是看运气的。 我这辈子切了无数的机械石原石, 但是从来都没有切出过一块这样的料子, 我该到哪说里去? 陆小峰诧异看向唐大师, 不免有些惊讶。 张太平跟着道, 唐大师说的很有道理, 这种事情是看运气的, 我觉得陆老板的运气就很好。 沈子明点头, 对, 不是一般的好。 众人都点头, 大家都很认同这一点。 不过, 好在唐大师并没有逼迫太多, 他和陆小峰互留了联系方式, 双方告别。 陆小峰今天收获很大, 他本来是打算晚上白酒庆祝的, 但是周承杰白手拒绝了, 张太平也跟着离开了。 陆小峰他们只剩下四人, 大家也都感觉到劳累了, 他们也就没有再继续, 回到酒店休息了。 第二天是周日, 陆小峰仍旧休息。 一大早, 房门就被砸得砰砰响, 陆小峰无奈, 只能爬起来开了门。 陆小峰走出去, 见到沈子明站在门外。 不等陆小峰抱怨, 沈子明就高呼道, 昨天的视频, 我们涨粉一百万。 尤其是现场现场切出极品机械时, 卖出一千三百万的视频放了出去, 瞬间冲上了热搜第一, 我们现在已经有四百万粉丝了。 陆小峰面上平静, 说完没有, 沈子明点头, 碰。 陆小峰直接把房门关掉了, 他转身回去继续睡觉, 他完全没有想到, 沈子明竟然会因为这点小事这么兴奋。 不过, 回到床上, 陆小峰却睡不着。 涨粉的事情, 对于陆小峰来讲, 这是小事, 甚至他隐隐感觉跟他关系不大, 但是这种心态好像不太对。 这个视频后, 陆小峰的股份最低, 投入也最少, 付出的精力也少, 因此感情不深, 但是沈子明, 江雨昕, 林若仪他们却是全身心投入进去的。 沈子明感觉到兴奋, 这是应该的, 毕竟他是做了大量投入的, 不管是时间上, 还是精力上, 都投入了很多。 陆小峰反应那么冷淡, 难免会让人寒心。 陆小峰反应过来, 连忙起床冲了出去。 陆小峰赶到的时候, 沈子明他们正在餐厅庆祝, 三人各自点了一块小蛋糕。 见到陆小峰, 沈子明歉意道, 一大早把你叫醒, 实在不好意思。 陆小峰摆手, 是我要向你道歉, 一大早把我叫醒,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 我的态度不好, 我要道歉。 祝贺诸位, 咱们的视频号粉丝突破四百万。 沈子明举杯, 同喜。 大家一起举杯庆祝起来, 同喜同喜。 喜悦是需要分享的。 陆小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他能够感受到, 沈子明他们的快乐。 这是他们的事业, 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进步, 这是需要鼓励和支持的。 周日一整天, 沈子明他们都非常兴奋, 陆小峰的心情也很好。 次日, 陆小峰再次回到故宫, 他感觉有些恍惚, 这两天发生了不少事情, 以至于他都没有时间作画, 有些生疏了。 陆小峰先拿了一张废纸, 画了几笔之后, 这才开始修复, 葛智川移居图。 对于陆小峰来讲, 修复这幅画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之前, 陆小峰习惯赶工, 因此动作很快, 以至于王菲菲一直看不清楚。 这一次, 陆小峰的动作慢了很多, 他一步一步细致解说, 告诉王菲菲该如何接话, 又该如何修复。 陆小峰花了差不多一天半的时间, 他就把这幅画修复好了, 交到了骆长明的手里。 骆长明盯着手里这幅画, 感慨了好久, 为什么就不能有两个陆小峰? 陆小峰听到这话, 脸上一黑。 难道你, 还能把我复制一个出来? 骆长明笑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想要说, 如果有两个陆小峰帮我修复这些画, 我可就轻松了。 你是不知道, 修复师想要把水平提升上去, 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 你也知道,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美院毕业的, 但是毕业之后, 很多人就把钻研绘画丢掉了, 这么多年画下来, 只剩下将棋,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放心把这些画交给他们修复? 陆小峰点了点头, 苏老师又给你打电话了。 骆长明愣了一下, 随即苦笑道, 你可真是聪明, 文贤之雅意, 苏老师让我提醒你, 一定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陆小峰点了点头, 最近他完成的任务变少, 但他却并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绘画上。 骆长明继续道, 讲课的事情已经确定了。 我们商量好了, 就由你来教授这门课。 从下周开始, 央美开设一门选修课, 名为中国化的剑赏与临摹, 你负责主讲, 还有一个助理, 是苏老师指派的。 陆小峰愣住了, 这也太匆忙了吧, 我到现在一点准备都没有。 骆长明道, 你的水平很高, 完全不需要准备, 你可以高屋建林地给他们讲解一番, 然后再细讲, 你可以慢慢完善你的教学大纲。 这周, 我就不给你安排任务了, 你自己备课吧。 陆小峰苦笑道, 你们这样赶鸭子上架, 学生们知道吗? 骆长明笑着道, 都是些本科生, 没有什么水平, 你随便忽悠。 再说, 给你配合的是你师姐,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两个伤了, 今天才周二, 你们完全可以准备起来了。 陆小峰顿时反应过来, 他要来了。 陆小峰拿出手机, 直接给宁晚秋打了电话。 许久, 电话接通, 陆小峰问道, 你到首都了? 宁晚秋接到电话, 似乎很高兴, 我昨天就已经到了呀。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我还以为, 你会一直不给我打电话呢。 陆小峰满面苦笑, 那我前天跟你打电话聊天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说, 自己要过来? 你应该早点通知我, 至少我可以去接你呀。 宁晚秋道, 没事, 我自己已经习惯了, 用不着接我。 对了, 你是不是已经收到通知了, 你会主讲一门选修课。 陆小峰忍不住吐槽道, 这都已经十一月了, 这个学期快要结束了, 让我开选修课, 这不是胡闹吗? 宁晚秋笑道, 我是来进修的, 还要被拉过去, 给你当助手。 你以为我愿意呀? 行了, 你就不要抱怨了, 一共就四个课时, 一个学分, 可能都没有多少学生愿意选修。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让自己的课程有点吸引力, 要不然, 可能只有我们两个待在教室了。 陆小峰无奈,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 陆小峰在酒店见到了宁晚秋, 宁晚秋穿着黑色针织衫, 扎着简单的马尾, 面容白净若清水芙蓉, 他盯着陆小峰, 目光平静如水, 面上满是笑意。 陆小峰走上前去, 他拉住了宁晚秋, 我可是把自己, 在首都做的所有事情, 都打电话向你汇报了。 你来了这里, 为什么不告诉我? 宁晚秋笑了起来, 我凭什么告诉你? 我是要成为一代绘画宗师的, 男人只能影响我绘画的速度。 陆小峰瞪眼, 你也会开玩笑了。 宁晚秋笑了起来, 我为什么不会开玩笑? 陆小峰能够明显感觉到, 来到这里之后, 宁晚秋的性格活泼了很多, 他满面笑意, 掩饰不住的喜悦。 陆小峰牵着宁晚秋, 两人坐在沙发上, 聊着最近的事情。 宁晚秋一直都在画画, 他的世界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就没有其他事情了。 陆小峰的经历显然精彩多了, 尽管他之前都跟宁晚秋讲了一遍, 但他还是简要地说了一遍。 宁晚秋惊奇地看向陆小峰, 这样说起来, 你的灵膜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我听老师提起过故宫魔画组, 能够进入魔画组的, 都是灵膜水平非常高的。 既然你灵膜的作品也被收录, 那你的水平应该是达到了一定程度。 这一次让你讲课, 应该也跟这件事情相关。 你可真是厉害啊, 才来到首都这么一段时间, 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大事, 比我这辈子遇到的大事都多。 陆小峰笑了起来, 我倒是宁愿你一辈子都不要遇到什么大事, 平平安安就好了。 宁晚秋笑着道, 你应该想一想, 你才学花多长时间? 暑假的时候, 我给你们补课, 你那时候才拿起画笔, 这才多久, 你就已经站在了央美的讲台上, 你让我情何以堪。 陆小峰愣了一下, 他笑了起来, 这个速度的确是很快。 宁晚秋道,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这里就有笔记本电脑, 你在这里开始写吧。 陆小峰诧异看向宁晚秋, 现在就开始, 不至于那么早吧。 宁晚秋道, 现在不开始, 你想要做什么? 陆小峰看向宁晚秋, 一时间有些无奈起来, 两人刚见面, 陆小峰心里想着, 两人能够温存片刻, 没想到, 这才说了片刻, 宁晚秋就要开始工作。 然而, 不等陆小峰反应过来, 宁晚秋就已经把笔记本电脑, 把笔记本电脑准备好, 放在他的面前, 又把他拉着, 坐在了电脑前。 紧接着, 宁晚秋又拿出了画板, 展开画板, 竟然还有半幅画没有画完, 画上墨迹未干。 显然, 在陆小峰来之前, 宁晚秋一直在作画, 他们才聊了片刻, 宁晚秋就嫌弃陆小峰浪费时间, 把他赶去工作, 他则是要继续作画。 看到这种情况, 陆小峰一时间感觉很无奈, 他们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进展, 他也很无奈, 不在作画上, 这些俗世他一点都不想管。 陆小峰面对着电脑, 只好开始查阅资料, 准备课件。 陆小峰虽然绘画的时间不长, 但是他对于临摹有自己的认识, 毕竟临摹了这么多名人作品, 陆小峰对于临摹有不少认知。 国画的鉴赏与临摹, 这是个很大的话题, 陆小峰准备了一下午的资料, 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并不清楚, 这些学生本科阶段已经学习了哪些内容, 他不可能把这种课讲成干巴巴的技巧分享课堂, 总要多讲一些, 但又不能跟他们的课本重复。 陆小峰看向宁婉秋, 开口询问这个问题。 宁婉秋愣了一下, 我知道本科阶段的课程, 但是两个学校可能会不一样。 这样好了, 我来帮你联系一下, 让他们把本科阶段的课本给你准备好。 陆小峰点头, 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马上就要吃完饭了, 我带你出去吃饭。 宁婉秋白手, 不用了, 我今天要把这幅画画完, 晚上随便吃点就行了。 你如果有事的话, 就直接走吧, 我不留你了。 陆小峰摇头, 我没有什么事情, 刚好借用你的电脑, 晚上继续把课件做好。 宁婉秋转身, 他盯着陆小峰, 难道你想留宿? 陆小峰看到宁婉秋面容上有几分怒意, 他连忙摆手, 没有这个意思, 我就是想要蹭一蹭你的电脑。 宁婉秋白手, 也没有那么着急。 你先回去, 等我明天给你借来课本, 你再继续吧。 反正你现在水平很高, 讲几节课, 对你来讲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 陆小峰很无奈, 他是想要留下来和宁婉秋多待一会儿, 两人能够好好培养感情, 没想到宁婉秋态度坚决, 想要把他赶走。 陆小峰只好点头, 我把资料保存一下。 对了, 我很好奇, 为什么要开始这门课程?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宁婉秋道, 因为市场需要, 现在很多博物馆都面临古字化保存的问题, 你应该知道, 古字化是有寿命的, 时间太久, 哪怕是保管条件再好, 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既然如此, 博物馆里有大批的书画等待临摹, 但是魔画的人才不够, 只能从央美这种学校招人。 这一次让你去尝试讲课, 只是想要测试一下大家的兴趣, 如果大家很有兴趣, 可能下学期就会专门开设这门课。 陆小峰很惊讶, 为什么在央美试点? 难道中海大学就不需要了吗? 宁婉秋伸手朝着自己指了指, 我不就是吗? 要不然, 为什么要派我过来学习? 这一次, 我不仅要给你当助教, 也要学习临摹的知识, 为中海大学开设这门课程做准备。 陆小峰惊讶地看向宁婉秋, 你打算毕业之后留校? 宁婉秋点头, 目前有这样的打算, 学校也有这样的考虑, 要不然这个事情也不会摊拍到我的头上。 不过, 我没有想到, 竟然会让你来主讲这门课。 时间不早了, 你该去吃晚饭了。 陆小峰扫了一眼万表, 不晚, 才六点。 宁婉秋面上一沉, 已经六点了。 陆小峰无奈, 连忙道, 好, 好, 我马上就去忙。 陆小峰无奈离开, 回去见到沈子明, 陆小峰谈起了宁婉秋的事情。 沈子明哈哈大笑起来, 给他出主意道, 这就是一块深井冰, 你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 才能把他给捂热了。 不过, 既然你接下来要去讲课, 恐怕是没有什么时间 跟我们一起拍视频了。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你们不是已经有很多素材了吗? 现在的重心应该放在直播上, 接下来, 你们不是应该多卖几幅画吗? 沈子明点了点头, 我当然知道应该做这些, 但是你也知道, 大家总是想要看到更多更新鲜的内容。 我感觉跟你一起拍视频, 就能够找到这些感觉。 陆小峰摆手, 不说这些了, 你过来找我是有事情。 沈子明点了点头, 你还记不记得王涛? 陆小峰点了点头, 王涛就是在央美开店的那位, 之前他们起冲突, 还是沈子明出手搞定的, 他有什么事情? 沈子明黑黑笑了起来, 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 他竟然在市场上买了几幅假画, 当成真话挂在店里, 关键这些画都是 临摹了央美老师的作品。 陆小峰差一看过去, 一般的老师也不会去他的店里揭穿这件事情吧。 沈子明点头, 这些老师当然不会过去, 也不会在意这种小事, 可是没有想到, 有一位明星去央美转了一圈, 花了六十万买了一幅画, 这位明星就把这幅画挂到了微博上, 称赞这幅画画得好, 这件事情上了热搜。 结果, 这幅画的原作者直接指出了, 这是一幅临摹制作, 那位明星又指明这是在央美学校里买到的, 这件事情跟着上了热搜。 很多人都以为, 央美自己让学生临摹老师的作品卖出去, 陆小峰呆住了, 他实在没有料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涛的工作室开在学校里, 这对外面的人来讲很有迷惑性, 毕竟如果不是在央美学习生活过, 谁能知道他的底细。 那位明星想必是觉得在学校里买到的画是真话, 要不然也不会挂出来, 大部分的网友也都会觉得在央美校园里的店面, 肯定是官方的店面。 正因为如此, 这件事情的争议才会这么大。 好一会儿,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这件事情该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沈子明摆手,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安排这种事情? 沈子明面上的笑容完全掩饰不住, 尽管他已经把王涛搞定了, 最近一段时间, 王涛甚至不去学校祸害小姑娘, 天天泡酒吧泡夜店。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你每天出去喝酒唱歌, 开销那么大, 以他那个工作室的收入, 应该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吧? 你给他出了主意, 让他买宴品的。 沈子明黑黑笑了起来, 我承认, 这件事情跟我有那么一点关系, 但是这件事情又完全跟我没有关系, 我是带着他出去玩了两次, 接下来都是他自己跑出去的, 跟我没有关系, 没钱之后, 又是怎么想到要卖假话,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压根不可能受人以扁。 陆小峰听到这话, 顿时就明白过来, 肯定是沈子明做了安排, 让别人引导王涛往卖假话的方向考虑, 但是沈子明自己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 应该跟沈子明没有关系。 王涛那间工作室就在校园里面, 虽然位置偏僻, 但是整个校园只有这一家是卖话的。 只要有人前去参观校园, 必然就会从他的店外走过去, 也肯定会有人在店里买话。 至于买到假话的是张三李四, 这都没有关系, 反正最终都会引来麻烦。 只是连沈子明自己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明星跑过去, 还闹出这么大的麻烦。 沈子明有些幸灾乐祸, 陆小峰也同样很高兴, 毕竟王涛之前的所作所为, 的确是让人厌恶。 陆小峰仔细考虑了片刻, 他看向沈子明, 开口道, 接下来, 你还是要注意一点, 你们之前不是已经借了学校的活动室吗? 沈子明点头, 借了一件。 陆小峰道, 你们把活动室退掉, 这件事情不着急安排, 但是你们接下来, 要在学校门外租好房子, 准备转移。 你们可以在活动室里, 宣传搬家的事情了, 这件事情动作要快。 沈子明愣住了, 他瞪眼看向陆小峰, 为什么?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陆小峰点头, 你觉得没有任何关系, 可能连王涛也会觉得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王涛的父亲会认为没有关系吗? 自由心证, 有些事情不需要任何证据, 只要心里有了猜疑就足够了。 沈子明之前一直在幸灾乐祸, 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现在陆小峰一提醒, 他就醒悟过来, 大家都是聪明人, 王涛身处局里, 或许短时间内想不明白, 但是他以后肯定会明白, 沈子明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太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 看似没有任何强制, 但却是翘无声息的引导, 这就是证据。 沈子明点头, 好, 明天一早, 我就安排这件事情, 尽量明天就租好房子, 直接宣传。 等这件事情发酵起来, 尘埃落地之后, 可能就是我们退掉活动室之时。 沈子明没有再多说, 转身就离开了, 他还要通知江雨昕和林若仪, 跟他们商量一下这件事情。 陆小峰则是跟父母通了电话, 聊起最近的情况。 张素一开口道, 小峰, 你们店里的那个小姑娘, 最近总是往咱们家里跑, 你是不是屎乱中气了? 陆小峰差点喷出一口血, 妈, 哪有你这样污蔑自己家儿子的? 他怎么会往咱们家里跑? 他做了什么没有? 张素一道, 这倒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是说, 他一个人在店里上班, 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想着要帮你做点事情。 他就想到, 要帮你静孝道, 过来之后, 就帮家里打扫卫生, 帮我们做饭洗衣。 陆小峰笑了起来, 这不是很好吗? 我每个月还要给他发工资的。 张素一道, 可是, 他经常跑过来, 邻居都以为他是我家儿媳妇, 已经有好几个人这样打去过了, 我怕他们会误会。 陆小峰道, 没事, 反正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你也不要想得太多。 这样好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不要过去了。 张素一连忙阻止道, 别啊, 婷婷这孩子多好啊, 看着就像是个孝顺孩子, 你可不能伤了人家的心啊。 他如果想过来, 那就让他来吧, 反正他在店里, 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白领你的工资, 总要给他找点事情做才行。 陆小峰无奈道, 那好, 既然是这样, 那我可就不管了, 最近你们身体还好吗? 张素一道, 好, 一直都很好。 次日, 陆小峰赶过去找宁婉秋, 他已经起床在作画了。 见到宁婉秋这么勤奋, 陆小峰难免自残行愧, 毕竟他花在绘画上的时间真的很少, 能够走到这一步, 基本上都是依靠右手的缘故。 陆小峰在宁婉秋这里, 果然是见到了课本, 他也没有跟宁婉秋过多交流, 拿起书本开始读了起来。 陆小峰之前以自学居多, 看书也有一些, 但是不够系统, 即便是跟宁婉秋同班读书, 他也很少赶过去, 因此加起来听课并不多。 翻起本科阶段的课本, 陆小峰刚开始不以为意, 他觉得这本书看起来很普通, 很多知识都是他已经了解的。 不过, 真正翻下去, 陆小峰才发现, 这些书真的很有用, 因为关于国画的, 知识整理的非常系统, 以至于陆小峰看过之后, 会有毛色顿开的感觉。 一整天, 陆小峰都坐在宁婉秋的房间里, 研究这些书, 聚精会神, 完全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 陆小峰本来还打算跟宁婉秋相处, 两人能够多聊几句, 没想到宁婉秋画完了, 他还在努力学习。 一直到天黑下来, 陆小峰翻完最后一页, 他抬头看向窗外, 又见到宁婉秋正盯着他, 陆小峰不由心里一热, 咱们出去吃饭, 一起去看电影。 宁婉秋呵呵一笑, 我突然觉得还是你认真的样子更好看一些。 陆小峰靠近过去, 为什么? 宁婉秋道, 你认真读书的样子, 让我感觉你是同道中人, 但是你一开口, 我就感觉你在骗离画家的道路,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陆小峰看向宁婉秋, 一时间觉得无言以对, 宁婉秋的追求是成为大画家, 成为大宗师, 但这不是陆小峰的追求。 宁婉秋虽然从不强迫陆小峰有这样的追求, 但是他话里话外, 总是在敲打陆小峰。 当然, 陆小峰感觉也并非是敲打, 而是因为宁婉秋一心只想着绘画, 他觉得陆小峰也应该跟他有相同的追求, 这是个纯粹的脱离了低速趣味的人。 陆小峰笑了笑, 我们是同道中人, 我这不是正在学习吗? 接下来, 我还要站在讲台上, 传到授业解惑, 我觉得我们一直走在成为大画家的路上。 宁婉秋盯着陆小峰, 显然并不完全相信陆小峰的话, 不过, 宁婉秋并不强制陆小峰一定要这样, 他只是想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陆小峰。 陆小峰道, 咱们现在出去吃饭, 宁婉秋朝着外面看了一眼, 看在你今天上前努力的份上, 我们出去吃。 陆小峰牵着宁婉秋, 两人走了出去, 他们并没有走太远, 在附近的商场吃了晚饭。 吃完之后, 陆小峰拉着宁婉秋去看电影, 他也没有拒绝, 这让陆小峰很高兴。 看完电影, 陆小峰送宁婉秋回房间, 送到门外, 宁婉秋就站定了下来, 他转头看向陆小峰, 一双眸子亮晶晶的, 辽若行尘。 陆小峰看着宁婉秋纯净的眼神, 一时间有些紧张, 你的眼睛里面有我。 宁婉秋点了点头, 他盯着陆小峰没有说话。 陆小峰笑了笑, 我的眼睛里有你。 宁婉秋再次点头, 陆小峰道, 你有地图吗? 宁婉秋摇头, 陆小峰道, 我在你的眼睛里迷路了。 宁婉秋问道, 只有这些了吗? 陆小峰愣了一下, 不太明白宁婉秋的意思, 他略微点头。 宁婉秋开口道, 我给你机会, 让你说情话了, 但是感觉你说得不够好, 也不够熟练。 不过, 这是别的情侣都要做的事情, 尽管没有什么意思, 咱们也应该做一遍, 走个过场。 陆小峰瞪眼看向宁婉秋, 一时间呆住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宁婉秋。 陆小峰有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宁婉秋跟自己谈恋爱, 就像是在完成任务, 她的眼睛里没有自己, 只有绘画。 宁婉秋摆了摆手, 你回去早点睡吧。 说吧, 宁婉秋靠近过来, 在陆小峰的脸上啄了一下。 陆小峰站在门外, 看着宁婉秋缓缓关上房门, 他才慢慢醒悟过来。 好一会儿, 陆小峰这才转身离开, 他感觉自己跟着沈子明学了不守, 怎么就感觉书道用十方横手。 最为重要的是, 宁婉秋分明就是个情感小白, 陆小峰为什么会感觉宁婉秋像是高手一样? 陆小峰去请教沈子明。 沈子明毫不客气,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啊。 他虽然在跟你恋爱, 但是他的主业还是画画, 恋爱只是条件。 你要明白,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姑娘, 不是恋爱脑, 她是吃话。 陆小峰无奈, 如果这样的话, 我跟他岂不是很难有进展? 沈子明笑着道, 你要慢慢来争取跟人家成为同道中人, 你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这就跟打游戏一样, 每一关都不一样。 你难道没有发现, 为什么他今天态度好了吗? 陆小峰愣了一下, 点头道, 他跟我一起吃饭, 还一起看了电影。 沈子明笑了起来, 因为你今天很努力, 是他的同道中人。 无道不顾。 说吧, 沈子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没有想到, 宁老师竟然会是这样的人, 还真是有意思。 陆小峰无奈, 他仔细想一想, 还真是正如沈子明所言, 宁晚秋今天陪着他做这么多, 正是一种同道中人的奖励。 接下来几天, 陆小峰一直在努力完善自己的客舰。 陆小峰有足够的魔化技巧, 但是在理论方面要差一些, 宁晚秋恰好能够弥补, 他帮着陆小峰完善客舰。 当然, 看到陆小峰的魔化技巧, 宁晚秋也感觉很高兴, 他感觉陆小峰灵魔化做很有方法, 甚至比他所用的方法, 还要高明几分。 终于在周六的下午, 陆小峰做好了四节课的课件, 他专门约了魔化组的组长张浩峰。 陆小峰带上宁晚秋, 张浩峰则是拉上了骆长明, 四个人在一间茶社见了面。 陆小峰把笔记本电脑递过去, 请他们两人帮忙指证。 这几天, 陆小峰不可能一直使用宁晚秋的电脑, 因此他特意买了一个新款。 张浩峰是魔化组组长, 骆长明是书画修复组组长。 这两人的组合, 基本上算得上是国内最顶级的专家组。 如果能够请他们两人去讲课, 想必效果会更好。 两人一边翻阅课件, 一边商讨, 还要给陆小峰讲解, 纠正一些瑕疵。 陆小峰坐在一旁, 拿着笔, 把他们所说的情况记录下来。 宁晚秋坐在一旁, 虽然没有记录, 但却听得极为认真。 许久, 张浩峰两人终于翻完了课件, 张浩峰朝着陆小峰竖起大拇指, 很不错, 很专业, 基本上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这个课件, 只需要进行适当的延伸, 就可以成为全国魔化专业的范本了。 陆小峰摆手, 张组长, 你可不要给我戴高帽子啊。 张浩峰笑着道, 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刚好适合本科专业来学习, 看来选你是选对了。 陆小峰忍不住问道, 你们两个水平更高, 像是这种手创的专业, 你们为什么没有亲自教导? 张浩峰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都哈哈笑了起来。 骆长明开口道, 不是我们不愿意, 主要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最为重要的是, 这堂课并不是一定要非常专业高深。 如果能够浅显易懂, 甚至实践操作上简单一点, 那就更好了。 如果让我们教导有经验的学生还好一点, 像是那些本科生, 都是一张白纸, 我们做不好。 陆小峰看向骆长明, 你们俩的意思是说, 我的水平很低, 更接近这些学生, 因此能够教好事吗? 骆长明连忙摆手,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你学化时间不长, 对于魔化的经验更加丰富, 对于初学者可能遇到的问题更加清楚。 我们已经临摹了那么多年了, 对于初学者的体验, 完全没有任何感同身受, 因此很难教好。 张浩峰开口道, 你回头把我们指出的那些小瑕疵改掉就行了, 看得出来, 你这段时间辛苦了。 陆小峰转头看向骆长明, 开口道, 这四节课, 差不多要持续一个月, 接下来这个月, 我就不过去上班了。 骆长明瞪眼, 这可不行, 你的课件都已经做好了, 到时候照本宣科就足够了, 你一定要回来上班, 我还想希望你能够多帮我修复几幅画, 你可不能偷懒。 陆小峰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我为什么要把课件做得这么快, 我是不是应该先做第一课, 接下来每周做一个课时, 然后每周都拿给你们看。 张浩峰笑了起来, 骆长明道, 你是年轻人, 要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 还要有年轻人的刻苦和努力。 我可是听苏师妹说起过你师姐, 你师姐那么刻苦勤奋, 你为什么就不能学一学? 陆小峰转身朝着宁婉秋看了一眼, 见到宁婉秋面上含笑, 他便笑了笑。 陆小峰想要请教, 终究没能如意, 按照骆长明的说法, 陆小峰每次完成设计方案, 每次开会之时, 他都至少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完全没有必要再请假休息。 转眼到了周一, 陆小峰和宁婉秋在央美的校门外, 与骆长明和张浩峰会合在一起。 按照陆小峰的意思, 骆长明他们是完全没有必要跟着过去的, 但是他们坚持要一起过去。 陆小峰很感动, 因为如果陆小峰独自过去, 央美那边明显不会太过重视, 但是骆长明和张浩峰两人一起过去, 那就不一样了。 央美的副校长和国画学院的院长, 专程在校门外迎接他们, 一切规格都上去了。 到了开课的时候, 教室里挤挤一堂, 领导们坐在前排旁听, 国画专业的学生都过来了。 陆小峰打开课间, 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 她有些紧张, 视线落在宁婉秋的身上, 宁婉秋冲着她点头。 陆小峰一抬头, 看到王菲菲也到了现场, 见到陆小峰看过去, 王菲菲展颜一笑。 这堂课, 陆小峰已经准备了很久, 在铃声响起之后, 陆小峰就开始讲了起来。 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好, 这堂课名为古代书画艺术临摹。 早在宋朝时期, 宫廷就有了魔画师, 这些魔画师的作用, 就是要把古画临摹出来, 延续古画的寿命。 陆小峰讲得很顺畅, 台下同学也听得认真。 其实, 陆小峰仔细打听了一番之后, 他就明白, 开设这门课的意义了。 因为到现在, 全国只有故宫有专门的魔画组, 其他博物馆都没有这样的组织设置。 全国共有博物院超过两千座, 这些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的书画, 如果不能很好的保管, 很多书画都会存在缺损的情况, 修复专业已经有了, 修复的人才还是太少, 但是魔画的人才更少。 只受千年,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想要把一幅画长久保存下去, 那就必然要临摹出来。 在央美设置这样一个专业, 这不仅是故宫在推动此时, 更是文旅部门一直在部署的事情, 这是大势所趋。 一堂课下来, 陆小峰加带了不少的私货, 也讲解了一些技巧, 不少学生不以为然, 但是国画院院长却已经竖起了大拇指。 无论是写作, 还是绘画, 实际上都是从临摹开始的, 因此, 很多学生会觉得自己压根不需要听这门课, 但是听过之后, 又会觉得不需此行。 讲课完毕, 掌声雷动。 陆小峰的课程内容详实, 有很多干货, 哪怕是国画学院的院长, 听了陆小峰的课后, 也觉得受益匪浅。 课后, 这堂课的课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陆小峰很清楚, 花花轿子人抬人, 大家听了他的课, 没有人会说这堂课讲得不好。 既然是这样, 这些话听了也没有意思, 但他还是应成了几句。 因为是选修, 一节课足足有一个小时, 从九点半持续到十点半。 等到学生们都走了, 大家走进会议室。 这堂课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 因此, 不仅是上四堂课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是一个实验, 接下来, 大家都要推动一个新的专业诞生出来。 坐进会议室, 大家又开口夸赞了一番, 陆小峰笑了笑, 没有多说。 等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骆长明开口道, 王院长, 你觉得这堂课怎么样? 国画学院院长王长信看起来微胖, 笑眯眯的样子, 看起来不像是个画家, 更像是个政客。 不过, 陆小峰却知道, 这位院长在画坛地位很高。 王长信开口道, 如果接下来三堂课都有这样的水准, 那么接下来就基本上能够确定下来了。 这学期, 我们进行试验性教学, 四节课过后, 寒假就差不多要到了, 到时候, 我们会继续安排学生去实习。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需要把教材编转出来。 骆长明点了点头, 王院长说得很对, 我也是这样的看法,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其实, 临摹很简单, 所有人都会, 毕竟想要学画, 第一步就是要临摹, 但是临摹古画, 还是有不少技巧和要求的。 我觉得, 可以明确在教材里体现出来。 甚至接下来, 如果真是设置临摹专业, 我们可以招收专门的定向声, 直接定向尾赔, 还要择优录取。 王长信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里算是过了。 说吧, 王长信转头看向副校长的方向。 副校长笑着点头, 既然大家都说好, 那就说明是真的好, 我也赞同。 有这两人相继表态, 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他们接下来会以陆小枫的课件为模本, 抽调两家的精干力量, 把这本书尽快编转出来。 陆小枫虽然是第一个讲授这门课, 他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教材上, 但是编转教材并不需要他参与。 这个会议非常顺利,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 结束后, 副校长想要留洛长明他们吃午饭, 但是被洛长明拒绝了, 他每天都很忙, 现在已经耽误了一上午, 他需要尽快去处理。 王长信叫住了宁晚秋, 陆小枫也留了下来。 王长信朝着陆小枫笑了笑, 又看向宁晚秋道, 晚秋, 苏师妹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 学校也帮你安排了公寓, 你怎么没有住过去? 宁晚秋道, 老师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情, 我还不清楚。 王长信点了点头, 我都安排好了, 回头有人会联系你, 你想留校, 这是好事, 其实以你的水平, 待在中海大学有点委屈了。 中海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并不以艺术见长, 中海的商业气息太浓厚, 不利于创作。 你有没有考虑过央美? 央美国画学院是国内最顶尖的, 这里有顶尖的同事, 能够相互学习, 更有良好的艺术创作氛围。 陆小枫很惊讶, 他完全没有料到, 王长信把宁晚秋留下来, 竟然是想要挖墙脚。 不过, 宁晚秋态度坚决, 我觉得中海挺好的, 我的家人在中海, 老师也在中海, 我觉得还是中海呆的习惯, 不过, 还是多谢王师伯好意。 王长信笑了笑,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我就不多说了, 你与陆老师都是中海来的, 你们很熟悉。 宁晚秋道, 他是我师弟。 王长信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起来, 苏师妹真是好样的, 竟然交出两位大才。 不过, 他的口风也太紧了点, 竟然一直瞒着没有告诉我, 这是怕我挖墙脚吗? 宁晚秋神情冷淡, 并不说话。 王长信似乎知道宁晚秋的性格, 他笑了笑, 转身看向陆小峰, 从苏师妹这里来论, 你应该跟晚秋一样, 称呼我师伯。 陆小峰笑着道, 王师伯好。 王长信道, 做得很不错, 接下来再接再厉。 你们中午留下来, 我们一起吃顿便饭。 陆小峰伸手朝外指了指, 王师伯, 您千万不要客气, 我这边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陆组长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他生怕我会留下来。 王长信转头, 果然见到陆长明站在大门外, 正在朝着这边张望。 王长信笑着道, 陆组长, 你难道还怕我把人给你拐跑了不成? 陆长明道, 我还真是这样想的, 你可不能拐走我的人,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王长信愣住了, 因为他是开玩笑的语气, 但是陆长明看起来却非常认真, 好像真得很在乎。 王长信对陆小峰了解不多, 只知道陆小峰是故宫的人, 他以为陆小峰所讲述的课件 是故宫抽人做出来的, 陆小峰只是主讲人, 但他没有料到, 陆小峰的地位好像一点不低啊。 陆小峰道了别, 他拉着宁晚秋走开了。 王长信愣了盯着他们一行人离开的背影, 不禁皱眉, 他随即想到, 前段时间陆长明找他, 让他关照一个做新媒体账号的公司, 他一个电话打了出去。 很快, 沈子明就赶到了院长办公室, 见到了王长信。 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沈子明连忙走上前去, 王院长, 您好, 您好。 这段时间, 真是非常感谢王院长的关照, 如果没有王院长的关照, 我们的事业可不会这么顺利。 王院长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略表心意, 沈子明并不清楚, 王院长把他找过来是想要做什么, 但是他的社交牛逼正发作, 想要趁早堵住王院长的嘴, 王院长盯着沈子明打量了一番, 略微皱眉, 开口问道, 你认不认识陆小峰? 沈子明恍然醒悟过来, 王院长找他过来, 竟然是为了陆小峰, 他顿时放松下来, 王院长,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认识陆小峰, 还跟他很熟悉, 你有什么事情? 直接告诉我。 王长信直接问道, 陆小峰在故宫做什么? 沈子明笑着道, 您这样问, 我就要说起陆小峰的身份了, 他本来是在精灵博物院的, 签了合同, 负责古画修复的事情, 后来, 故宫那边抽人, 就把他戒掉了过来, 他在书画修复组, 专门负责重要书画作品的修复工作, 他已经修复了高客工, 赵孟福等名家作品, 他修复前, 画出的修复方案图, 甚至被魔画组看中, 直接就当成了魔画组的成果, 尽管沈子明说的都是事实, 但是他的语气略带几分夸张, 即便如此, 也足以让王长信动容了, 结合他之前见到洛长明的表情, 他感觉沈子明所说的事情, 可信度极高, 陆小枫并不清楚这些, 他跟着洛长明回到故宫, 已经到了吃饭时间, 陆小枫要赶去食堂, 却被洛长明拦住了, 洛长明毫不客气道, 一顿不吃饿不死, 咱们先去挑选一幅画, 陆小枫瞪眼, 先吃了再说, 工作晚一点, 也没有关系, 陆小枫是有点生气的, 毕竟他本来是想要拉着宁婉秋出去的, 但是洛长明非要拉他回来, 宁婉秋是绝对不会挽留的, 甚至还要劝他专心工作, 因为他也要回去画画了, 因为这样陆小枫心里有气, 所以态度不太好, 洛长明哈哈大笑起来, 小枫,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就没有宁婉秋事业心重,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纠结这些儿女情长呢? 好男儿志在四方, 更何况, 那是你师姐又不会跑掉了, 你专心学画, 以后还能追得上他, 要不然, 你可就真是难以忘记相悖了, 尽管接触时间不长, 但是洛长明却看得出来, 宁婉秋野心勃勃, 当然, 也因为苏老师曾经跟洛长明提起过宁婉秋的性格, 苏老师最得意的两个弟子, 都是天赋极佳, 一个整天沉迷于作画, 无法自拔, 另外一个用鞭子都抽不动, 没有艺术追求, 洛长明见到陆小枫沉思, 他忍不住又刺了一刀, 陆小枫, 你可一定要上进, 要不然追不上宁婉秋的步伐, 你以后会敷刚不振, 陆小枫朝着洛长明瞪了一眼, 吃饭去, 到了食堂, 很多同时都听说陆小枫去讲课的事情, 大家打趣他, 称呼他陆老师, 陆小枫也不在意, 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陆小枫不经常来食堂吃饭, 但是他之前修复的时候, 还是来过几次的, 因此也跟大家熟悉了不少, 尤其是陆小枫修复水平高, 再加上他不是故宫的人, 不占用编制, 也不会挡了谁的路,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因此, 很多人有意跟陆小枫结交, 陆小枫的人缘极好, 何欣明和朱怀志还特意过来, 恭喜了陆小枫, 周承杰路过时, 他朝着陆小枫道, 陆老师, 感觉怎么样? 陆小枫点头, 感觉非常好, 周承杰干脆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周末有没有时间? 陆小枫看向周承杰, 不免诧异, 有什么事情? 您晚秋来了, 陆小枫当然想要趁着周末休息, 多培养感情, 要不然一直这样不温不活可不好? 周承杰道, 有人请我去帮忙修复一件青铜器, 我需要一个帮手, 陆小枫差一看过去, 周组长, 你不应该找我, 你们组里不是有人吗? 我从来都没有修复过青铜器, 你找我可是找错人了, 周承杰笑了起来, 没事, 修复青铜器是一方面, 主要是我觉得那件青铜器可能有点问题, 我想要找人一起鉴定一下, 我觉得你的水平不错, 能够帮忙鉴定, 再加上人也年轻, 适合干点体力活, 陆小枫无奈到, 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吧, 周承杰哈哈大笑了起来, 陆小枫不好再拒绝, 之前周承杰帮了他不少忙, 他觉得自己应该过去, 见到陆小枫同意下来, 周承杰就不再多说, 吃了饭, 陆小枫回到办公室, 他打算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但是骆长鸣冲了进来, 拉着他去挑话, 陆小枫扫了一眼书架, 你帮我挑吧, 我都可以, 骆长鸣见到陆小枫自信的样子, 不由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你安排了, 说吧, 骆长鸣拉着陆小枫朝外走, 陆小枫很惊讶, 不在这里挑选吗, 骆长鸣道, 你跟我走, 两人转了一圈, 到了一间办公室, 见到了霍清平, 霍清平连忙走了出来, 骆组长, 陆老师, 你们这是有什么事情, 直接跟我说一声, 我过去找你们就好了, 你们何必多跑一趟, 陆小枫朝着霍清平笑着点头, 他们打过几次交道, 霍清平每次都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骆长鸣没有客气, 直接道, 年初长安省博不是送来了几幅破损的谈话吗, 你帮我把这几幅画拿出来, 我要启动修复工作了, 陆小枫站在一旁, 几幅画, 骆长鸣笑着道, 放心好了, 不可能全部都交给你修复, 但你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现在各省博物馆的修复力量都不足, 一些简单的修复工作, 他们还可以完成, 但是破损太厉害的书画, 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霍清平道,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敢担责任, 又没有足够的专家会审, 当然不敢下手修复了, 霍清平又带着他们走出去, 朝着仓库的方向走过去, 陆小枫却明白过来, 各省博物馆的实力都要差一些, 像是何新明, 朱怀志他们, 既是抽调工作, 也是培训学习, 故宫修复组就像是培训处, 能够帮忙提升各省的实力, 但是, 各省遇到了困难, 也要求助故宫, 很快, 陆小枫见到了需要修复的画作, 见到画作的一瞬间, 小枫朝后退了一步, 他转头看向骆长明, 还有修复的价值吗? 只受千年, 这幅画的寿命已尽, 即便是修复回来, 恐怕也维持不了百年, 直接临摩算了, 骆长明盯着这幅画, 满是痛惜之色, 这是保存不当造成的, 我们既然是遇到了, 肯定要尽力修复才行, 你该不会有为难情绪吧? 陆小枫点头, 你说得对, 骆长明呆住了, 他说这句话, 是想要激陆小枫, 没想到陆小枫不受刺激也就罢了, 直接就怂了,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 眼前这四幅堂画, 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 画面脏破不堪, 画面上满是霉斑, 就连纸张上, 也满是军裂的痕迹, 似乎只要稍稍一碰, 就会碎裂开, 陆小枫没有触碰, 他转身看向骆长明, 开口道, 这些画想要修复出来, 可不容易, 骆长明点头, 我知道难度很大, 要不然也不会交到你的手上, 但是, 你要明白, 如果你连这四幅堂画也能够修复, 你就是国内最顶级的书画修复专家了, 陆小枫看过去, 周梅道, 你之前就说我是顶级修复专家了, 骆长明愣了一下, 之前, 那是只有我承认的顶级专家, 但是修复好这几幅画之后, 你就是整个故宫都承认的顶级专家, 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组织上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你, 这是对你的信任, 这是一个挑战, 陆小枫看着骆长明, 没有说话, 骆长明随即醒悟过来, 骆小枫就是个没有编制的修复师, 组织上交付的任务, 他也可以选择不接受, 这样一想, 骆长明不敢打官枪, 他笑着道, 小枫, 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把你当兄弟, 你觉得老哥对你怎么样? 关键时刻, 是不是要撑老哥一把? 陆小枫道, 差备份了, 陆小枫转头盯着这四幅堂画, 一时间有些犹豫, 因为陆小枫的右手有异能, 他能够把古画修复做到极致, 尽管现在修复书画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陆小枫敢说, 他现在的确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水平, 如果是他不能修复的古画, 骆长明肯定也做不到, 像是眼前这几幅画, 整个故宫也只有骆长明和他两个人才敢接下来, 但是骆长明太忙, 怕是没有时间, 最终还是要落在他一个人的头上, 陆小枫想了想, 开口道, 我想把整个修复过程拍下来, 到时候可以做一个材料, 放在课堂上, 你要允许沈子明进来, 到时候我可能要把视频发在网上, 但是内容你们可以审核, 这些话, 我做好了设计方案之后, 不会做任何更改, 你们开会的时候, 你要说清楚, 骆长明顿时松了一口气, 既然陆小枫敢开出条件, 那肯定是打算答应下来了, 他不禁心喜道, 好, 我都答应你, 陆小枫想了想, 今天先带一幅画回去, 不过, 我那个工作室不是恒文恒诗, 怕是会对这幅画有损坏, 霍清平对陆小枫接下这个任务, 是非常佩服的, 他虽然是搞后勤工作, 但是对于书画修复的难度, 还是非常清楚的, 像是眼前这几幅画, 几乎没有任何一家省博敢修复, 听到陆小枫的话, 霍清平连忙道, 陆老师请放心好了,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马上帮你安排一间工作室, 陆老师, 其实, 像是修复这样的国宝级文物, 我们都是要全程录像的, 到时候, 希望您能够配合一下, 当然这不会影响到你们自己拍摄, 陆小枫愣了一下, 想到他的办公室里也装了监控, 他并没有在意, 直接点头映了下来, 陆小枫道, 我今天要准备一些谈话的资料, 等我看了资料, 咱们再开始吧, 骆长明道, 资料都准备好了, 我去拿给你, 陆小枫点了点头, 他盯着保管箱里的谈话, 深吸了一口气, 这的确是非常艰巨的挑战, 陆小枫跟着骆长明去拿了资料, 他并没有回去, 直接在办公室里研究了起来, 目前, 世上存在的谈话并不多, 很多都是宋代的模本, 关于谈话的研究论述也是非常少的, 唐代的绘画以壁画为主, 像是墨高窟就有大量唐代壁画, 唐代的卷轴画非常少, 因此, 骆长明提供的资料, 不仅有卷轴画研究, 还有壁画研究, 陆小枫沉浸在资料里, 一页一页翻阅起来, 尽管陆小枫有右手这样的作弊器, 能够完全把一幅画复制出来, 但是陆小枫仍旧愿意花时间研究这些史料论文, 因为他能够复制出来, 却不知其所以然, 多看资料, 能够让陆小枫清楚这些画作的历史背景, 让他清楚这些画作能够这样画出来的原因, 谈话的资料并不多, 关键性的资料更少, 陆小枫下午没有看完, 他带回了酒店, 继续翻阅到半夜, 第二天, 沈子明在酒店餐厅遇到陆小枫的时候, 陆小枫手里还拿着资料, 沈子明伸手在陆小枫眼前晃了晃, 你这是着迷了? 陆小枫抬头看了一眼, 感觉有些恍惚, 看了这么多的资料, 陆小枫感觉自己就像是身处圣堂, 他开口道, 如果在堂代, 可能你的身材算是匀称的, 沈子明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笑了起来, 那是当然了, 我这身材还算是不错了, 你昨天给我打电话, 让我今天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陆小枫回过神来, 开口把自己将要修复堂话的事情介绍了一番, 提到自己争取到摄像的事情, 沈子明顿时惊喜起来, 他瞪眼看向陆小枫, 你真是胆子大, 竟然连堂话都敢见, 像是这种堂话, 修复难度非常大, 不是没变就是破损, 想要补全整幅画都不容易, 陆小枫笑了笑, 这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对了, 之前提到让你从学校里搬出来的事情, 你做好了吗? 沈子明道, 已经搞定了, 其实, 我现在感觉可能多此一举了, 这件事情的热度已经过去了, 除了王涛的工作室被关掉了, 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陆小枫道, 小心没大错, 沈子明笑了起来, 你在学校讲课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一声, 我好去现场给你应援, 我可是听说了, 那天现场可是座无虚席, 陆小枫摆手, 我又不是明星, 不需要应援, 这种事情, 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你们在学校也低调一点, 不要太拉仇恨, 王涛刚被搞了, 这一次会不会被定为诈骗罪还不一定, 王家人肯定恨透你了, 沈子明点头, 放心好了, 我最近已经不进校园了, 甚至不去妖美的周边, 陆小枫这才放下心来, 又花了一上午, 陆小枫终于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了, 吃过午饭, 王菲菲和沈子明相继赶了过来, 他们跟着陆小枫一起来到恒温恒室的工作室, 看到面前的谈话时, 王菲菲呆住了, 王菲菲看向陆小枫, 陆老师, 你这是想要做什么? 这幅画应该怎么样修复出来? 沈子明手里拿着摄像机, 同样非常震惊, 因为眼前这幅谈话破损实在太严重了, 以至于压根没有办法看清楚画上的内容, 不过, 沈子明并没有开口, 他拍视频时一般不会开口说话, 陆小枫盯着这幅画看了看, 开口道, 只要是纸上画出来的, 那就能够修复, 陆小枫动手开始整理了起来, 相比于之前的速度, 这一次陆小枫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起来, 尤其是面对有霉斑的地方, 陆小枫小心翼翼地把纸张延展开, 把霉斑除去, 相同的步骤, 陆小枫之前半天就能够把古画出不处理好, 但是这一次, 陆小枫画了一天半, 他才把整幅画整理出来, 这幅画整理好, 才能清楚看到全貌, 整幅画超过一半以上的位置都缺损了, 只能依稀看到一个男子坐在一张案板前面, 霉斑清理过后, 才能看到落款摩羯居士四个字, 看到这个落款, 陆小枫回头看向王菲菲, 开口道, 你去把洛长明请过来, 王菲菲并没有急着离开, 他好奇地盯着这幅画, 这是王维的作品, 陆小枫点头, 王维自摩羯, 好摩羯居士, 唐代著名画家, 诗人, 他的很多诗句都被大家传送, 王菲菲满是诧异, 他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沈子明把摄像关掉, 他从背后走出来, 我感觉你之前修复书画的时候, 动作如行鱼流水, 很少会这样小心翼翼, 不过, 这既然是王维的作品, 实在是让人惊讶, 我甚至都能够想象, 如果这幅画上了拍卖会, 改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 陆小枫笑了起来, 拍卖市场上很少会出现唐画吧, 沈子明道, 目前为止, 国内拍卖会上从未出现过唐画, 但是国外出现过一幅, 卖出了近四千万的价格, 那位画家的名气不是很大, 就已经卖出了这个价格, 如果王维的画作出现, 岂不是要疯狂起来, 两人才说了几句话, 骆长明就急匆匆跑了过来, 他没有说话, 而是直奔这幅画冲了过去, 骆长明仔细看了很久, 他面上惊喜起来, 他兴冲冲地看向陆小枫, 这是王维的作品, 真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王维的作品, 陆小枫看向骆长明, 这几幅画是刚挖出来的, 骆长明点头, 虽然不是从墓里挖出来的, 但也差不多, 这些画都是从古建筑的家层里发现的, 肯定早已存放多年, 要不然不会破损成这个样子,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需要向上级汇报, 你先不要动, 可以先把修复方案画出来, 陆小枫点了点头, 那你汇报吧, 骆长明又朝着这幅画看了一眼, 他朝着陆小枫竖起大拇指, 你的水平确实是顶尖的, 没想到破损成这样的画作, 你都能整理出来, 我已经年纪大了, 这两年很少修复, 也不全是因为没有时间, 主要是眼睛看不清了, 想要接画, 手都是抖的, 现在看到你的作品, 我感觉后继有人, 陆小枫摆手道, 骆组长, 你就不要煽情了, 我已经下班了, 骆长明顿时被噎住了, 他瞪眼看向陆小枫, 我这不是煽情, 我是在向你陈述事实, 骆小枫点头, 好, 我知道了, 骆长明盯着陆小枫, 无可奈何, 他是想要煽情, 想要把陆小枫留下来, 但是年轻人压根不吃这一套, 骆长明只好转身离开了, 沈子明笑着道, 我觉得骆组长人不错, 就差给你说, 要把一波传给你, 让你继承书画修复组组长之位, 我都能猜得到, 他下一句想要说什么了, 可惜啊, 单位是好单位, 但是进去之后, 可就不自由了, 王菲菲道, 那是因为陆老师有本事, 普通人就算是想要进这个单位, 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努力, 陆小枫看向王菲菲, 你是怎么考虑的, 有没有想要进故宫的想法, 趁着我现在还在故宫, 我可以帮你疏通一下, 王菲菲犹豫道, 我还不确定, 毕竟如果真是进来了, 以后人生可就一眼看到头了, 沈子明笑道, 刚才你自己的说法, 可不是这样, 你好像很羡慕这里的工作, 王菲菲哼了一声, 不说话了, 陆小枫看了一眼时间, 下班了, 就不要继续待在这里了, 陆小枫并不清楚骆长明汇报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 陆小枫早上赶去上班的时候, 发现工作室门外, 已经有两位保安守卫, 陆小枫还是被骆长明领进去的, 按照陆小枫的计划, 他是打算上午把这幅画复原出来的, 但是骆长明却拉着他在现场等候, 陆小枫无奈, 他不愿哭作等候, 就让王菲菲去拿了画板画笔, 他在旁边画了起来, 王菲这幅画破损实在太严重了, 因此所能够看到画面并不多, 如果是交到骆长明的手上, 他不知道还要查阅多少资料, 才能补全, 陆小枫则是没有这个烦恼, 他能够清楚看到这幅画创作的过程, 这幅画名为福生寿经图, 描述的是福生讲授典籍的场景, 福生是秦博士, 秦朝焚书坑儒之时, 福生冒死靶, 尚书藏在墙壁里, 后来秦朝末年战乱, 福生流落他乡, 后来汉朝建立后, 福生回到故乡, 尚书只剩下二十八篇, 福生在齐鲁大帝讲授尚书, 到了汉文帝时, 汉文帝寻找能够治, 尚书的人, 天下只有福生一人, 但这时候, 福生已经近九十岁了, 无法前往长安, 汉文帝只好让朝措赶往邹平, 向福生请教, 尚书, 因为福生年事已高, 无法传授, 这幅画应该正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但这幅画只出现了福生艺人, 福生年纪已大, 白发常然, 瘦骨灵巡, 从绘画难度上来讲, 这是陆小峰画过最简单的一幅画, 一部绘画史,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 绘画是不断发展, 唐朝的画迹已经趋于成熟, 但是相对于后世的作品来讲, 技法相对简单许多, 不过, 即便如此, 王维这幅画仍旧栩栩如生, 福生坐在蒲团上, 蒲团用草编织出来, 先毫必现, 福生的须发同样画得很仔细, 最重要的是, 这幅画所表现的福生是一种老年人的状态, 身上的皮肉松弛, 王维把这种状态完美地表现了出来, 陆小峰沉浸在画作的世界里, 完全没有理会外面的动静, 等到陆小峰画完这幅画, 他把手中画笔放下后,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陆小峰转身, 发现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了不少陌生人, 这些人站在他的身后, 用力鼓掌, 为首的男子高声道, 画得好, 非常好, 骆长明站在一旁, 解释道, 这是工院长, 陆小峰有些惊讶, 连忙朝着对方点头致意, 工院长看起来五十岁上下, 他盯着陆小峰的作品看了看, 又转头看向那幅堂画, 开口道, 我们在这里站了好半天了, 本来我今天上午是要开会的, 但我还是决定推迟掉, 因为我觉得开会远没有王维这幅画更重要, 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画家, 如果能够抢救一幅王维的作品,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骆长明跟我汇报的时候, 我心里很忐忑, 毕竟这些画损毁严重, 想要修复出来, 难度实在太大, 陆小峰站在一旁, 看着工院长没有开口, 看得出来工院长是有些激动的, 工院长继续道, 不过, 刚才来到现场, 见到陆小峰正在创作的画作, 我就放心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修复有望, 其实, 刚才他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一直都盯着, 我仔细对比他创作的内容和原画, 我感觉他像是看过原画一样, 当然, 我对于书画的研究毕竟浅薄一些, 这幅画具体应该怎么修复, 还需要专家组商讨决定, 说吧, 院长看向骆长明, 骆长明点头, 我已经做了安排, 下午专家组就会到位了, 工院长点头, 这是一件大事, 接下来这几幅画也要全力修复好, 陆小枫, 我知道你, 你做得很不错, 接下来一定要继续努力, 书画修复的江山, 要靠你来继承, 骆长明硬了下来, 这些人这才离开了, 骆长明把他们一行人送走, 转身走了回来,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热血沸腾, 陆小枫摇头, 一点感觉都没有, 骆长明瞪大眼睛, 开口道, 我在年轻的时候, 压根就见不到院长, 即便是被组长夸奖两句, 我也会变得非常激动, 感觉热血沸腾, 你是不是年轻人, 为什么就没有一点激情了, 陆小枫看了骆长明一眼, 你激动, 那是因为你有上进心, 我不觉得画大饼就能够让我激动了, 就算是他不说这话, 以后书画修复, 难道还能没有我一席之地,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不会太久, 我又不需要院长来提拔我, 为什么要激动, 骆长明盯着陆小枫, 你活得太清醒了, 人间真实, 这样可不好, 陆小枫摆手道, 午饭时间到了, 我要先去吃饭了, 骆长明连忙到, 马上就有专家组成员赶到了, 你留下来帮他们解说一下, 陆小枫摇头, 那也不能耽误我干发啊, 陆小枫直接离开了, 骆长明看着陆小枫离开的背影, 忍不住苦笑, 他转头看向沈子明, 现在的年轻人都活得这么通透的吗, 沈子明笑了起来, 无欲则无求, 他在故宫并没有什么欲望, 因此他当然清醒了, 骆组长, 你可不能像资本家一样, 只得画大饼, 不给点甜头尝一尝, 沈子明也跟着离开了, 骆长明看了一口气, 感觉很无奈, 他总感觉现在的年轻人跟当年不一样了, 当初, 骆长明刚刚进故宫的时候, 恨不得天天中午不睡觉, 也一定要多学一点知识, 就算是周末在家, 他都要主动加班, 工作积极性非常高, 但是, 陆小枫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却是完全不同的, 陆小枫尽管也勤勉工作, 但他到点下班, 绝不加班, 甚至对于工作任务讨价还价, 不等骆长明想的太多, 很快就有专家组成员感到, 骆长明连忙迎接了上去, 他今天中午是不打算吃饭了, 景老赶到这里, 询问陆小枫的去向, 骆长明说陆小枫去吃饭了, 他跟景老聊了起来, 骆长明忍不住跟景老探讨年轻人的问题, 他说了陆小枫工作的态度, 景老却没有惊讶, 他笑着道, 你提到的问题, 在我看来, 这些完全都不是问题, 你难道没有想过, 陆小枫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吗? 既然工作时间能够完成的, 他为什么还要加班? 就像是今天中午, 你自己不打算吃饭, 你想要接待我们, 但你不能强求陆小枫也这样做, 完全没有必要, 哪怕是你不待在这里, 难道我们就看不了吗? 骆长明愣了一下, 他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景老笑着道, 时代变了, 大家的心思也变了, 只要陆小枫完成得好,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骆长明点了点头, 不再多问, 他也隐隐想得透彻了很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 这是不能强求的, 陆小枫吃了饭, 并没有急着过去, 他在食堂休息了大半个小时, 这才走了回去, 回到工作室, 没想到专家组的成员已经到齐了, 大家都在盯着他创作的修复方案讨论, 即便是在故宫, 也没有多少修复谈话的经验, 毕竟谈话实在是太过稀少, 景老朝着陆小枫招了招手, 他们走到了角落里, 景老压低声音道,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院长已经表态了, 他在书画上造一步浅, 你要做好准备, 接下来, 你可能要出名了, 陆小枫很惊讶, 我要出名, 为什么? 景老笑着道, 单单凭借你能够修复王维的话, 这就足够了, 你要知道, 这幅画修复出来, 那就是国宝, 这边已经安排好了, 这两天就会上新闻了, 陆小枫目瞪口呆, 骆长明说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场诸位专家, 还是讨论了半天时间, 主要是存世的谈话太少, 这些专家对于谈话研究的也不是很多, 因为陆小枫在修复谈话, 骆长明已经把资料交给了大家, 但是这些专家毕竟年纪大了, 他们看书的速度很慢, 并没有把所有资料都吃透, 大家讨论陆小枫的修复方案时, 提出了不少的问题, 但是当大家去讨论这些问题该如何修改的时候, 所有人都哑火了, 因为骆长明事先都已经明说了, 陆小枫不会做任何修改, 大家若是有意见, 可以在陆小枫这幅画上提出修改的方案, 如果讨论通过, 那就以修改方案为模板进行修复, 讨论了整个下午, 大家一处都没有修改, 还是以陆小枫画出来的为准, 直到这时候, 所有人才意识到一个问题, 陆小枫的修复方案几乎是最完美的, 因为他的笔触很有唐画的风格, 不仅每一笔都能把缺漏处弥补出来, 更把整幅画的精气神画了出来, 如果不是陆小枫的样貌太过年轻, 很多人几乎把陆小枫当作穷精好手修复师,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已经来了几次, 每一次都是为陆小枫而来, 其实, 在大家的心里, 已经渐渐认同了陆小枫的实力, 但是直到眼前这幅画, 大家才能感觉到, 那还是没有完全认清陆小枫的实力, 陆小枫的修复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所有人都郑重签名, 这个会议记录还要交给领导审核签字, 毕竟每一幅画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想要修复都栩栩栩审批, 下午, 大家刚讨论结束, 就有电视台的记者赶到了, 他们接到任务, 知道这里将要修复王维的画作, 因此非常兴奋地赶过来, 只是记者一露面, 陆小枫转身就离开了, 他不愿意面对镜头, 尽管如此, 现场却有之前拍摄的录像, 记者现场采访了几位专家, 连陆长明都采访了一通, 大家都把陆小枫好一阵夸赞, 提到这幅画修复的难度, 记者采访结束后, 他拉住了陆长明, 陆组长, 我觉得这条新闻很有价值, 能够体现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修复师的作用, 但是我不建议, 现在就发出去, 我想问一位我们的修复师, 大概多久能够修复好, 陆长明笑着道, 你是没有看到他创作时的视频, 他只花了半天时间就把这幅画创作出来了, 因此, 他修复这幅画, 应该也要半天时间, 女记者不免惊讶, 只需要半天时间, 我之前听说, 我们有些修复师, 想要修复一幅画, 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陆长明道, 这是要根据每一幅画的具体情况来看的, 有些篇幅很大的画作, 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画作会出现破损的情况, 想要修复, 那就要先把修复的方案画出来, 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修复书画, 也要讲究修旧如旧, 要让修复出来的人, 物, 仅都要符合时代的特征, 像是有些人, 物, 还要查阅很多的资料, 想要让作品完全满足这些条件, 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需要很多次修改, 翻阅资料, 对比找出问题来, 有时候一个细节, 甚至要查几个月的资料, 女记者开口问道, 这幅画用了多久? 洛昌明略微犹豫, 周一下午, 我把这幅画交给陆小枫, 今天是周四, 他大概周五上午就能完成修复, 女记者瞪大了眼睛, 可是, 你不是说, 这个过程很复杂吗? 洛昌明道, 当你有了足够的积累, 能够详细了解每一位画家的风格, 做到胸有成竹的时候,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陆小枫是国内最顶级的书画修复专家, 次日, 陆小枫见到了女记者, 但她并没有太过在意, 她能够感受到女记者盯着她, 目光灼热, 陆小枫抬头看了一眼, 她又看了王菲菲一眼, 女记者很有气质, 但是长相比王菲菲差不少, 女记者似乎感受到冒犯, 她朝着陆小枫瞪了一眼, 陆小枫埋头继续修复这幅画,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陆小枫终于把这幅画修复完毕, 女记者把画筒递了上来, 陆老师, 你修复王菲的话, 有什么感觉? 陆小枫道, 感觉很好, 女记者又问道, 你为什么能够修复得那么快? 陆小枫扫了她一眼, 开口道, 这已经不算快了, 陆小枫摆了摆手, 你还是不要关注我了, 多关注这幅画吧, 说吧, 陆小枫转身走开了, 陆小枫并不愿意太过出名, 对于她来讲, 最好的状态就是在小范围内出名, 让那些想要修复书画的人知道她的名声, 但是大众并不认识她, 如果真是搞得人尽皆知, 陆小枫的水平暴露出去, 以后还怎么简陋? 女记者瞪眼, 他盯着陆小枫的方向, 非常气恼, 他感觉这人很不礼貌, 骆长明连忙上前, 宽慰道, 有本事的人总是会有怪癖, 陆小枫这个人, 他就是对美女不感冒, 见到美女就忍不住想要对人家, 见到越漂亮的姑娘, 他就越想对, 骆长明一句话, 顿时把女记者逗笑了, 陆小枫顿了一下, 随即走了出去, 王菲菲跟在他身后, 骆组长真是会拍马屁, 陆小枫笑了笑, 骆长明作为组长, 需要迎来送往, 不仅修复水平要能够服众, 也要有足够的情商, 修复了这幅画, 陆小枫松了一口气, 尽管接下来还要几幅画, 但他并没有那么着急了, 毕竟这里是不提倡加班文化的, 到点就要关门, 对于这一点, 陆小枫满意到了极点, 陆小枫转身看向王菲菲, 今天周五了, 王菲菲点头, 笑着问道, 你是要安排什么活动吗, 陆小枫笑着道, 我要去找晚秋, 你下午自便, 王菲菲愣了一下, 面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哦, 陆小枫注意到王菲菲的表情, 但他并没有开口安慰, 陆小枫赶到宁晚秋的住处, 却吃了闭门羹, 他已经从酒店搬走到学校去了, 这一周, 陆小枫一直处于忙碌之中, 以至于忘记了这件事情, 陆小枫赶到学校, 见到了宁晚秋, 宁晚秋今天待在图书馆学习, 陆小枫把他带了出去, 两人聊起了陆小枫最近正在修复的王菲的那幅画, 宁晚秋对这幅画非常感兴趣, 他好奇地向陆小枫询问这幅画的情况, 陆小枫把这幅画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陆小枫笑着道, 你如果真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这幅画临摹出来, 给你看一看, 宁晚秋道, 既然这样, 事不宜迟, 你就早点动手临摹吧, 陆小枫瞪眼看向宁晚秋在, 现在就动手, 陆小枫忙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休息下来, 他就跑过来找宁晚秋, 正是为了能够跟他多待片刻, 没想到宁晚秋竟然急着让他临摹化作, 宁晚秋点头道, 跟我去公寓, 我那里有笔墨, 陆小枫顿时就不抱怨了, 他跟着宁晚秋朝着公寓的方向走过去, 宁晚秋住在学校附近的教师公寓, 两人一路走回去, 回头率很高, 很多人都忍不住看向宁晚秋的方向, 艺术类学校, 向来都是美女的聚集地, 央美这边的美女也极多, 可是宁晚秋的到来, 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陆小枫拉住了宁晚秋的手, 朝着周围看过去, 果然收获了一路的震惊目光, 两人到了公寓楼下, 楼道里突然有一个青年男子窜了出来, 站到了宁晚秋的面前, 青年男子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模样, 他见到陆小枫牵着宁晚秋的手, 顿时瞪大了眼睛, 宁老师, 您回来了? 宁晚秋点了点头, 他开口介绍道, 这位是李向虎老师, 这是我的男朋友陆小枫, 李向虎瞪眼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面上满是惊讶, 宁老师, 你不是还没有毕业吗? 怎么会有男朋友了? 宁晚秋点头, 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我是有男朋友的, 李向虎面上很尴尬, 他盯着陆小枫看过去, 陆先生是做什么的? 陆小枫扫了对方一眼, 修点东西, 李向虎听到这话, 顿时得以起来修理电脑手机的吗? 宁老师, 你们是不是初中时就谈了恋爱, 要不然怎么会找了一位修手机的男朋友? 我作为宁老师的同事, 倒是想要劝宁老师一句, 你们以后是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倒是不如趁早分手, 宁晚秋皱眉, 他直接道, 李向虎, 你是神经病吧? 这是我的男朋友, 又不是你的男朋友, 你管这么多做什么? 说吧, 宁晚秋拉着陆小枫朝里走进去, 李向虎拦在了前面, 宁老师, 我这是为了你好, 陆小枫朝前迈出一步, 他伸手朝着李向虎轻轻一拨, 碰, 李向虎顿时被拨到了旁边, 撞到了侧面的墙壁上, 尽管陆小枫用的力量并不大, 但是他的右手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没有使出多少力气, 也不是李向虎能够承受的, 李向虎撞在墙壁上, 整个人都呆住了, 陆小枫则是拉着宁晚秋, 朝着电梯的方向走过去, 宁晚秋开口道, 干得好, 这个人真是烦死了, 我都跟他说过, 我是有男朋友的, 竟然还一直搭讪, 陆小枫道, 如果他下次再来纠缠你, 你就直接告诉我, 我来教训他, 宁晚秋点头, 注意分寸, 陆小枫点了点头, 他朝着宁晚秋看了一眼, 他有时候感觉宁晚秋是个精明人, 但有时候又觉得他不太精明的样子, 两人回到房间, 宁晚秋准备了画板画笔, 催着陆小枫把王维奈福画临摹出来, 陆小枫很无奈, 只好坐下来开始临摹, 宁晚秋准备了水果, 茶水放到了陆小枫的身旁, 接着, 宁晚秋就坐在陆小枫身旁, 耐心盯着他画了起来, 宁晚秋的居所是一居室, 房间面积不大, 他入住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却被宁晚秋重新布置了一番, 房间里摆放的物件很少, 看起来极为素雅, 陆小枫坐在画架前, 隐隐能够嗅到房间里淡淡的香气, 这让有些静不下心来, 宁晚秋坐在旁边, 他也不说话, 只是端了一杯茶水, 看着陆小枫, 陆小枫也喝了几口茶水, 渐渐静下心来, 开始作画, 对于陆小枫来讲, 完全不存在记不住的问题, 因为他触碰过这幅画之后, 眼前出现这幅画的绘制过程, 同时也会把整个过程完全记下来, 随着陆小枫动笔绘画, 宁晚秋盯着画面的眼神也变得慎重起来,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小枫抬起头来, 见到外面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陆小枫终于再次把王维这幅符符笙兽精图画了出来, 宁晚秋一直盯着这幅画, 他忍不住道, 你是怎么把这幅画完全记下来的, 陆小枫道, 画了一遍, 我就能够记下来, 宁晚秋诧异地看向陆小枫, 一双清亮的毛子顾盼生辉, 陆小枫则是盯着宁晚秋的面容, 宁晚秋面容轻利, 尽管不失粉带, 但仍旧如同清水芙蓉一般, 他的视线落在画上时, 就会变得一场坚定, 宁晚秋又盯着这幅画看了看, 难怪你会被派来传授魔画课, 你临摹的作品实在是太好了, 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 专门给我传授一点经验, 陆小枫笑了起来, 择日不如撞日, 我看今天机会正合适, 咱们就着这幅画, 我来给你传到授业, 宁晚秋摇头, 今天时间太晚了, 咱们出去吃饭, 宁晚秋拉着陆小枫朝外走, 两人只好走了出去, 到了楼下, 再次见到了李向虎, 陆小枫不禁皱眉, 李向虎却冲了过来, 宁老师, 我就是想要提醒你, 你们两个不合适, 一个修理工, 一个是画家, 你们在一起, 能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跟你说, 今天故宫出了一个大新闻, 有人修复了一幅唐朝王维的画作, 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 但是他能够明白吗? 宁晚秋冷着脸, 他怎么就不能明白了? 李向虎道, 我甚至怀疑, 他压根不清楚王维是谁, 宁晚秋冷声道, 那我来告诉你, 他就是你口中的那位修复师, 正是他修复了王维的浮生寿精涂, 李向虎大吃一惊, 这不可能, 李向虎面色苍白, 他看向宁晚秋的方向, 满是不可思议, 他完全没有料到, 陆小枫竟然就是那位修复师, 竟然是陆小枫修复了王维的那幅画, 宁晚秋朝着房间里指了指, 刚才, 我的男朋友已经把浮生寿精涂临摹了一遍, 就放在我的房间里, 你要不要看一眼, 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难道别人就做不到? 李向虎连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说, 像他这么年轻, 故宫怎么可能让他修复这幅画? 那幅画可是王维画出来的作品, 这可是一件国宝, 宁晚秋拿出了手机, 翻到了这张照片, 这是陆小枫刚刚临摹出来的作品, 你要不要看一眼? 李向虎看着宁晚秋的手机, 瞪直了眼睛, 尽管他从未见过这幅画, 但他能够看得出来, 这幅画就是唐画的风格。 既然宁晚秋敢说出这种话, 应该就不会畏惧他戳穿, 毕竟这种事情已经上了新闻, 如果真是说了假话, 很容易就会被戳穿。 李向虎是国画学院最年轻的讲师, 他也是去年留校的博士生, 对于自己的创作水平, 他有极强的自信, 但是现在面对陆小枫, 他却一时间感觉自己遭遇了重大打击。 李向虎很清楚, 以他的水平, 至少要比陆小枫差一件。 宁晚秋刚刚赶到的时候, 李向虎一直觉得自己实力不错, 应该是整个学院里, 最有资格追求宁晚秋的青年画家。 在他看来, 他跟宁晚秋都是学画的, 两人应该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现在看到宁晚秋和陆小枫站在一起, 他竟然恍惚觉得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李向虎盯着手机看了好一会儿, 虽然你的实力也很强, 但你能修复这幅画, 只能表明你的修复能力很厉害, 这不是你的创作能力。 我觉得我的创作能力应该是远远强过你的, 我是不会放弃您老师的。 陆小枫笑了笑, 朝前走了一步。 李向虎却被吓到了, 他连忙朝后退了数步, 整个人撞到了墙壁上, 他的神色慌乱。 你想要做什么? 陆小枫笑着道, 我可没有出手。 你的创作能力很强吗? 李向虎道, 我创作的秋山落叶图, 放在加德秋拍, 卖出了43万的价格。 陆小枫笑了起来, 卖出去43万, 除去税费, 手续费, 到手也就30万出头, 这个价格也就是看起来很高, 到手却很手, 因此很多画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画, 拿到拍卖行上去出售。 宁晚秋道, 陆小枫修复一幅画, 对方开价2000万。 李向虎瞪眼, 这不可能。 宁晚秋呵呵一笑, 不屑道, 你除了说不可能, 还会说些其他的吗? 李向虎呆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宁晚秋拉着陆小枫朝外走,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你是比不过小枫的。 李向虎跑出去, 看着两人搂在一起, 渐渐走远。 他感觉一颗心, 也跟着凉了下来。 李向虎仍旧不甘心, 他拿出手机, 开始打电话, 他一定要打听到陆小枫的身份, 他很想要知道, 陆小枫到底是什么来历。 陆小枫和宁晚秋走出去, 两人在附近吃了一顿饭。 陆小枫盯着宁晚秋, 我感觉你什么都懂, 为什么还要一直沉迷于创作? 其实, 你也该明白, 生活里有很多东西值得关注。 你为什么只想着这一件事情? 宁晚秋愣住了, 他看向陆小枫沉默了下来。 许久, 宁晚秋轻轻摇头, 我心里很喜欢, 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 我很坚定, 我是一定要成为一位大画家的。 说吧, 宁晚秋直接站起身来, 回去, 我要仔细研究王维这幅画。 陆小枫愣住了, 他们才刚刚吃完, 陆小枫想要跟宁晚秋谈论一下这个问题, 没想到提起这个话题, 宁晚秋就要离开。 陆小枫无奈, 他不好拒绝, 只好跟着离开了。 回到住处, 沈子明正在大厅等候。 陆小枫愣了一下, 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 你在这里等着, 万一我不回来, 你岂不是要等一夜? 沈子明笑了起来, 你去找宁老师, 虽然你想不回来, 但是宁老师肯定会赶你吧。 陆小枫满是无奈, 你在这里等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沈子明笑着道, 我不是拍了视频吗? 我咨询了故宫那边, 新闻报道中午就已经放出来了, 因此, 他们允许我放短视频。 我们下午三点准备好了视频, 直接就发了出去, 这才短短三四个小时, 这个视频上热门了。 我刚才看了一眼, 这个短视频的播放量, 已经达到了千万级别。 陆小枫诧意看向沈子明, 这么多。 沈子明拿出了手机, 放在陆小枫的面前。 见到短视频, 陆小枫松了一口气, 显然沈子明是很有水平的。 他拍摄的时候, 刻意把陆小枫的上半身隐藏了起来, 主要以他绘画的视角进行拍摄。 这样一来, 陆小枫的真实样貌就不会暴露出去。 陆小枫这个视频号, 粉丝基本上都是古玩行当里的人, 还有不少是古玩爱好者。 陆小枫他们出去闲逛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店主, 摊主刷短视频。 如果陆小枫被曝光出去, 以后简陋的难度就大了很多。 看了一遍, 陆小枫点了点头,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只是速度快了一些。 沈子明道, 这还算没什么。 你是太不把书画修复放在眼里了。 你难道没有想过, 书画修复在普通人的眼里,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非常不容易。 破损这么严重的一幅画, 就这样被你修复好了。 而且修复出来的效果, 让人一眼看过去, 跟真的一样。 这是多么高超的技术。 陆小枫愣住了, 他修复的太多, 接触到的修复师也都是水平很高的。 因此, 他渐渐不觉得, 这是什么非凡的技艺。 实际上, 这主要是陆小枫接触到的人, 修复师太强了。 哪怕是看起来弱一些的何欣明和朱怀志, 也都是各自省博的精英人物。 他们的水平放在外面, 也都是非常强的。 何欣明和朱怀志, 他们在当地的省博, 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当地想要请他们修复一幅画, 都是要排队的。 陆小枫本以为, 关于自己的新闻, 并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 毕竟很多人都不会看电视新闻。 让陆小枫没有想到的是, 他跟沈子明分开之后, 电话一直不断。 先是精灵博物院的贺玉书, 秦学贞给他打了电话。 接着, 精灵的吉永, 张新生, 刘俊平都相继打来了电话, 向陆小枫表示祝贺。 很快, 苏老师电话打了过来, 他仔细询问了经过, 夸赞了陆小枫几句。 但他紧接着又批评了几句, 让陆小枫不要翘尾巴。 陆小枫本以为这件事情算是结束了, 没想到母亲的电话随即打了过来。 张苏怡的声音很高, 充满了惊喜。 小枫, 你是不是上电视了? 陆小枫道, 对的。 陆家成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上电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不给我们打电话? 今天下午, 我去公园下棋, 好几个老头子问我, 关于你上电视的事情, 我都答不上来。 张苏怡道, 对, 还有我, 我在小区里溜湾, 也有人问我这件事情, 我竟然一点都不知情。 小枫, 你在故宫到底怎么样? 我怎么听他们的语气? 你好像特别厉害的样子。 之前, 我也跟你打过好几个电话, 你不是说, 自己表现得普普通通的吗? 我还把这句话, 跟很多人都说了, 他们现在都说, 你说了谎话。 陆小枫无奈道, 按照领导的说法, 我现在的水平, 差不多算是顶尖的了。 陆家成兴奋道, 你是故宫顶尖, 还是全国顶尖? 张素一道, 故宫顶尖, 不就是全国顶尖吗? 陆小枫道, 可以这么说, 不过, 你们也不要往外说, 低调一点。 最近, 我这边也比较忙, 等过半个月, 我给你们买机票, 你们直接飞过来, 我带你们晚几天。 张素一连忙道, 算了, 我们就不过去了。 你在那边工作, 我们过去不是打扰你吗? 陆家成跟着道, 对, 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又没有坐过飞机, 过去一趟多麻烦。 我们就不过去了, 你安心工作就行了。 陆小枫道, 这个事情, 就不要你们操心了, 我会安排好的。 到时候, 我让朱婷婷带你们坐飞机, 把你们送过来。 我来安排这件事情。 尽管父母仍旧抱怨了几句, 他们让陆小枫不要乱花钱, 但是陆小枫能够听得出来, 父母是高兴的。 陆小枫聊了好一阵, 正要挂断电话。 陆家成突然道, 小枫, 你在故宫上班, 你那里有没有免费的门票? 老张最近打算过去玩一圈, 想要托我管你要门票。 听到这话, 陆小枫还没有回应, 张素一去跳了起来, 怒声道, 你这是做什么? 小枫只是在那里帮忙, 又不是领导, 他手上哪里会有免费的门票? 你怎么能随便承诺这些呢? 小枫一个人在外多不容易, 你就不该给他招惹麻烦。 陆小枫不愿搭理这种事情, 但是显然父亲已经承诺了, 他也不好驳回父亲的面子, 连忙道, 没事, 这件事情我可以安排, 你让他们把身份信息全部都发给我, 我来给他们买票。 张素一听到这话, 顿时不高兴了, 咱们凭什么要帮他们买票, 凭什么要咱们花钱? 小枫,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说吧, 电话就挂断了。 陆小枫拿着手机, 一时间有些无奈, 但这是人之常情。 父母以陆小枫为荣, 他们外出时, 难免会吹嘘陆小枫的成绩, 这样一来就会遇到这种事情。 陆小枫只是想了想, 也没有在意, 对他来讲买几张票, 只是举手之劳, 但是母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接下来, 陆小枫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沈一鸣, 前教授, 甚至是刘德兴都打来了电话。 一晚上, 陆小枫都处于接电话的状态, 直到电量耗尽, 陆小枫才消停了下来。 等了许久, 陆小枫才重新打开了手机。 这一次, 打来电话的是周承杰, 陆小枫很无奈, 周组长, 你就不用恭喜我了吧。 周承杰道, 我不是恭喜你的, 我是想要提醒你, 马上就到周末了, 咱们周末可是约了事情的,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了。 陆小枫顿时反应过来, 周承杰的确是约他周末一起外出, 但是最近几天实在是太过忙碌, 陆小枫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陆小枫问道, 时间, 地点。 周承杰道, 明早七点半, 到时候我去接你。 陆小枫应了下来, 次日, 陆小枫接到周承杰的电话, 他走了出去, 见到了一辆黑色奔驰, 周承杰坐在后排, 朝他招手。 陆小枫走过去, 打开车门坐下来, 开玩笑道, 周组长很有排场吗? 周承杰笑着道, 那是当然,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出门还要自己开车? 我跟你说, 只要你在故宫修副组, 混到组长的位置, 哪怕你不是组长, 也会有这样的排面。 人家瞧你办事, 不仅要好言好语, 还要车接车送, 多好的待遇啊。 陆小枫扫了他一眼, 你是陆组长的说客吧? 周承杰哈哈大笑起来, 这都被你识破了。 不过, 我的确是想要让你留下来, 因为我感觉你很有意思, 跟你在一起, 或许能够遇到不一样的东西。 陆小枫摆手, 周组长, 你可不要胡说。 周承杰笑了起来, 坐进车子里, 车子朝着成交的方向行驶过去, 陆小枫和周承杰聊天, 倒也不觉得无聊。 陆小枫提起昨晚父亲让自己帮忙买票的事情, 周承杰忍不住笑了起来。 周承杰笑着道, 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我以前也会经常遇到。 陆小枫问道,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周承杰道, 以前的门票都不是实名制的, 每年年底, 我们都会发不少门票作为福利, 我就把这些门票攒起来, 遇到这种事情就能用上了。 不过, 这些年门票已经实名制了, 我没有办法操作了, 只能跟人家直接说, 大家都很通情达理, 基本上都能接受这种事情。 你也不要觉得烦,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在医院上班的, 人家会请托帮忙挂号, 在银行工作的, 请托贷款, 在学校工作, 也会有人请托入校, 这都是很正常的。 如果是小事, 顺手帮忙办了, 如果实在办不了, 又或者是这种买门票的事情, 最好直接拒绝掉, 毕竟有一个就有第二个, 以后你可能就买不起了。 陆小枫点了点头, 周承杰经验丰富, 对于处理这些事情, 很有心得。 因此, 陆小枫一路上都在向周承杰讨教, 周承杰也传授了不少的经验。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 车子拐进了别墅区, 陆小枫朝着窗外看了两眼, 并没有在意, 他对这里不熟悉, 也不清楚别墅的价格。 周承杰笑着介绍道, 这算是首都毕竟早的一批别墅区, 现在一栋别墅价值过亿, 以你的身价, 若是把哪件宝物出手, 应该就能够买一栋了。 陆小枫摆手道, 买不起, 买不起。 周承杰笑了起来, 没有再多说。 很快, 车子停了下来, 周承杰带着陆小枫走了进去。 院子里有一位中年男子, 见到周承杰两人, 他连忙迎了上来。 周老师, 快请进, 您一路辛苦了。 周承杰摆了摆手, 他朝着陆小枫伸手指过去, 这位是陆小枫书画修复组的专家。 这是沈良友老板, 一位青铜器爱好者。 沈良友与周承杰握手之后, 连忙跟陆小枫握手。 见到陆老师之后, 我觉得我也可以是书画爱好者。 陆老师真是年轻有为, 这么年轻就已经是书画修复专家了。 沈良友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模样, 身材微胖, 圆脸高鼻梁, 头发已经稍显稀疏了。 他笑着说话时, 让人感觉非常和气。 周承杰道, 你可不要以为我这是客气话, 陆小枫的确是书画修复组专家, 现在连骆长明都很佩服陆小枫的水平。 这可是骆长明亲口跟我承认的。 陆小枫刚刚修复了一副王维的作品。 沈良友惊讶地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他尽管不清楚陆小枫的水平, 但是王维他是知道的。 他连忙道, 陆老师真是厉害, 佩服佩服。 沈良友带着陆小枫两人走进去, 他们在客厅坐了下来, 客厅有一张茶桌, 茶桌上已经烧好了热水。 沈良友亲自动手泡茶, 滚烫的茶水放在众人的面前。 周承杰开口道, 你把那件东西搬过来, 我们先看一看。 沈良友连忙站起身来, 两位老师稍后, 我马上就搬过来。 等沈良友走开了, 周承杰道, 小枫, 你对青铜器应该也有一定的研究吧? 待会儿帮我仔细看一看, 我总感觉这件青铜器有问题, 但是却又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 陆小枫看向周承杰, 无奈道, 周组长, 我称你周老师, 你该不会是想要考验我吧? 周承杰连忙摆手, 绝对不是想要考验你, 我真是感觉有问题, 但又不是很确定。 你既然都来了, 帮我看一看。 陆小枫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很快, 沈良友抱着一只青铜器走了过来, 他把这件青铜器放在桌子上, 两位老师正是这件青铜犀牛。 陆小枫见到这只犀牛, 不免吃惊, 因为这只犀牛实在是太漂亮了, 高约三十公分, 长有五十公分, 整只犀牛像是抹了一层绿漆, 这是自然生成的铜锈色, 在铜锈外则是一圈圈的金色云纹。 犀牛的眼睛用珠子嵌入, 虽然不大, 但是神采异异, 犀牛四肢短粗, 支撑犀牛站立, 这只犀牛造型流畅, 肌肉囚禁, 看起来非常逼真。 这只错金云纹犀牛尊, 是一种成久的器具, 在犀牛嘴边的地方, 有一只戏管用于倒酒, 犀牛在现在是珍稀的野生动物, 但是在很早之前, 犀牛很常见, 后来因为犀牛的皮能够用作盔甲, 后来犀牛被大量滥杀, 造成犀牛的绝技。 到了西汉时期, 犀牛已经很罕见了, 这只犀牛尊的制作者, 应该是长期观察过犀牛的, 要不然做不出这样的效果。 陆小枫伸手摸了摸犀牛, 眼前浮现出这只犀牛尊的铸造过程, 这应该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错金云纹犀牛尊。 好一会儿, 陆小枫又把视线落在犀牛尊的尾巴上, 这只犀牛尊的尾巴处有一处缺口, 显然是尾巴遭到了破坏。 沈良有找到周承杰, 大概是想要周承杰帮忙把尾巴补上去。 陆小枫坐了回去, 他端起茶杯喝茶, 周承杰却还在研究这只犀牛尊。 陆小枫不由一证, 周承杰感觉这只犀牛尊有问题。 难道他压根没有仔细研究过这只犀牛尊? 既然如此, 他又为何会说犀牛尊有问题? 可是, 陆小枫压根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好一会儿, 周承杰终于坐了下来, 他转身看向陆小枫, 你怎么看? 陆小枫开口问道, 你没有看过这只犀牛尊? 周承杰道, 我看过照片。 陆小枫朝着周承杰竖起了大拇指, 真是厉害, 看了照片都能看出问题来。 沈良有坐在旁边, 不解问道, 两位老师到底是什么情况? 周承杰笑着白手道, 没有什么情况, 陆老师感觉自己上当了, 这是有怨言啊。 沈良有愣了一下, 好奇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果然看到陆小枫面上有些郁闷。 周承杰看向陆小枫, 这件犀牛尊如何? 陆小枫点头, 这只犀牛尊很漂亮, 很自然的秀色, 错经云纹也很华丽, 想必在西汉时期, 这也应该是贵族才能使用的酒具。 周老师, 你想要修复, 恐怕不容易。 周承杰点了点头, 对于这只尾巴的修补, 你难道没有一点想法吗? 陆小枫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原来周承杰把他带过来, 是在这里等着他呢? 周承杰看中了陆小枫的复原能力, 想要请他帮忙设计犀牛尾巴。 陆小枫开口道, 我只是在动物园见过犀牛, 对于犀牛尾巴并没有太多研究。 你要我帮忙, 这不是为难我吗? 周老师, 既然是想要修复犀牛尾巴, 你不应该先带我去公园转一圈吗? 周承杰道, 既然是这样,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我带你去看一看。 说吧, 他当真站了起来。 沈良友一直不太明白他们的意思, 直到这时候, 他才看出来了周承杰把陆小枫带过来, 这是想要让他帮忙, 他不禁好奇看向陆小枫, 这位陆老师当真这么厉害吗? 陆小枫实在不愿意陪着周承杰出去, 他无奈道, 既然如此, 还是算了吧, 咱们不要出去了, 我直接给你画出来。 周承杰诧异看向陆小枫, 你不是没有见过犀牛吗? 陆小枫摆手, 我是没有吃过犀牛肉。 沈良友连忙拿了纸笔过来, 陆小枫拿着笔就画了起来。 很快, 一截犀牛尾巴图就被陆小枫画了出来, 犀牛尾巴很短, 扫动时的形状也不复杂, 再加上陆小枫已经看到了犀牛尾巴的形状, 因此很容易就画了出来了。 见到陆小枫这幅画, 周承杰不禁陷入了沉思, 他盯着这只牛尾看了起来。 许久, 周承杰看向陆小枫, 你是认真的? 陆小枫点头, 当然是认真的, 我见过犀牛, 知道犀牛尾巴该怎么画。 周承杰转头看向沈良友, 你觉得如何? 沈良友连忙摆手, 周老师, 您看着办, 您不需要问我。 周承杰点了点头, 修复这只犀牛尾巴, 需要重新铸造, 还有做旧, 工艺相对复杂。 沈良友直接问道, 周老师, 您看大概需要多少? 周承杰道, 三十万。 沈良友立即点头, 没有问题。 陆小枫站在一旁, 看着两人谈价钱, 不由目瞪口呆, 在他看来, 修复这条犀牛尾巴, 可比修复一幅画难度大多了,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周承杰竟然只收费三十万, 这实在太少了吧。 周承杰看到陆小枫的表情, 不禁问道, 你这是几个意思? 觉得我收费贵了? 这是行情价, 你要知道, 这只犀牛尊至少价值大几百万, 修复之后至少能增值几百万, 我收三十万, 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 陆小枫摇头, 不是, 你说反了, 我是觉得价格太低了,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修复一幅画都要两三十万起步, 基本上三十万算是很少的。 我曾经修复过一幅画, 收费两千万。 周承杰瞪直了眼睛, 惊讶道, 你这也太黑了吧。 陆小枫直接道,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你自己都说了, 我是故宫最顶级的书画修复专家, 这样的身份, 收三十万很低了。 我收两千万, 又能怎么样? 沈良友站在一旁, 目瞪口呆, 他很有钱, 但向来吝啬, 之前还觉得三十万已经很高了, 没想到还有收费更高的, 他准备了一幅画, 想要找陆小枫修复, 这时候都不敢提了。 周承杰看向陆小枫, 难怪他们都跟我说, 你是个土豪, 我还不太相信, 现在看来, 你真是富豪, 只是修复一幅画, 你竟然要收人家两千万? 陆小枫笑着道, 这只是特例, 人家非要给我, 当然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费用, 并不全是修复费用。 周承杰转身看了沈良友一眼, 开口道, 本来沈良友是打算找你修复一幅画的, 现在看来, 沈老板不敢拿出来了, 你这收费也太高了吧? 陆小枫朝着沈良友看了一眼, 果然见到沈良友犹犹豫豫的样子, 他不免有些无奈, 周承杰这个年龄的人, 做事总喜欢藏着掖着, 不把话说完整, 如果他早点说要修复, 陆小枫就不会这么随便了, 不过, 陆小枫也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他现在不在乎这点钱, 就算是不找他修复又能如何? 沈良友笑了笑, 主要还是陆老师的水平太高, 我怕把这幅画拿出来, 会让陆老师觉得不值得。 周承杰扫了沈良友一眼, 无奈道, 你那幅画是宋代的, 目前只有陆小枫和骆长明才能修复, 我知道, 你是想要等骆长明, 但是你怕是等不到了。 故宫有四幅堂画, 小枫先修复了一幅画, 骆长明肯定要接手其中一幅画, 他如果接手, 很有可能要持续半年时间, 他可没有时间帮你修复了。 沈良友大吃一惊, 这可如何是好? 周承杰指向陆小枫, 我为什么把他拉过来? 你以为真是拉他来看戏的吗? 我如果不说, 这件犀牛尊有问题, 他可能就不跟着过来了。 陆小枫愣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这样吧? 不过, 陆小枫不可能反驳, 我周承杰, 他很想要知道, 沈良友手里到底是有什么话, 竟然会让周承杰强烈推荐。 沈良友没有犹豫, 直接道, 两位老师稍后。 我马上拿过来。 等到沈良友走开了, 周承杰笑着道, 我如果不说他几句, 他可能就不会拿出来了。 他只是觉得你太年轻了, 不愿相信你啊。 陆小枫点头, 多谢周老师帮忙介绍生意, 放心好了, 事成之后, 你的那份绝对不会少了。 周承杰道, 我可不是为了, 不等周承杰说完, 陆小枫笑着摆手, 你先不要推辞, 等我看了再说, 可能我不会帮他修复, 也说不定。 如果他这幅画, 是无名小族画出来的, 没有什么修复价值, 我就拒绝了。 周承杰点头, 很快, 沈良友走了回来, 他抱着一只锦盒, 他把锦盒放在陆小枫的面前。 陆小枫扫了一眼, 咱们换一张桌子, 这张桌子上有茶水, 容易把画作搞得潮湿。 沈良友连忙带着两人去了旁边的书房, 书房装修得颇为雅致, 红木家具典雅自然。 陆小枫把锦盒放在书桌上, 他打开锦盒, 看到里面的画作, 只是看了一眼, 他不由愣住了, 因为这幅画破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都在, 中间一大截都直接消失了。 看到这幅残画, 陆小枫差点想要放弃, 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 把上半部分残画拿在手里, 想要放在书桌上。 只是陆小枫伸手拿起这幅画, 不由待住了。 好一会儿, 陆小枫又把这幅画放了回去。 沈良友看到陆小枫的动作, 不由大师所望, 他以为陆小枫不敢修复, 毕竟这幅画破损得实在厉害。 周承杰却忍不住瞪眼看向陆小枫,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陆小枫这种表现,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放弃了? 不等两人开口, 陆小枫直接道, 扑上颈布。 沈良友愣了一下, 不休就不休, 什么? 颈布? 趁着沈良友去找颈布, 周承杰惊讶地看向陆小枫, 这么珍贵。 陆小枫点头, 很珍贵, 应该是浮明画。 沈良友找来了颈布, 铺在了桌面上, 又小心地把颈布搞平整, 他诧异看向陆小枫, 何以见得? 陆小枫头都没有抬起来, 直接道, 看装表。 这幅画的装表明显是皇室所用, 檀香木做画轴, 金丝纸做装表, 这是皇室专用。 陆小枫把这幅画放在颈布上, 徐徐展开来, 这幅画的主体部分已经损坏, 人物大部分都消失了, 修复的难度极大。 尽管如此, 还是能够看出来这幅画的一些端倪, 这是一幅听琴图, 落款已经不见了, 画面上的题词也有些模糊了, 但是仍旧能够看得出来, 这是兽晶体。 陆小枫转头看向周承杰, 你能看出来这是哪一位的画吗? 周承杰盯着这幅画看了好一会儿, 摇头道, 我看不出来。 陆小枫又看向沈良友, 这幅画到你手上时间不短了吧? 你有没有找专家鉴定过? 沈良友连忙道, 我请了鉴定专家, 他们的说辞不一样, 有人说这是宋徽宗的作品, 也有人说不是, 有人说是元代的画作。 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陆老师, 您怎么看? 陆小枫开口道, 这是宋徽宗的一幅画, 听情图。 画上题词是宋徽宗的寿晶体, 这幅画价值很大, 但是残缺的也多。 这样好了, 你还是找洛组长修复吧, 等他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 沈良友愣住了, 他本以为陆小枫介绍完这幅画之后, 会直接提起想要修复这幅画, 这样他就能够趁机压低修复价格。 没想到陆小枫竟然推荐他去找洛长明。 沈良友好奇问道, 陆老师, 您不能修复吗? 刚才周老师也提到, 陆老师最近太忙了, 接下来怕是没有时间。 陆小枫道, 我当然可以修复, 但是我报出来的价格, 你怕是难以接受。 所以干脆还是不要找我, 你直接找洛长明, 他的收费价格低。 沈良友一时间无言以对。 周承杰道, 你干脆直说好了, 要不然沈良友可不甘心。 陆小枫直接道, 百万起步。 沈良友瞪了瞪眼睛, 刚才修复犀牛尊, 要花费三十万, 他都觉得很高了, 没想到陆小枫的报价更高。 周承杰扫了沈良友一眼, 这样好了, 我帮你直接问一问洛长明, 看他是什么意见。 问一问洛长明的报价, 沈良友点了点头。 好, 陆小枫开口补充道, 我还是把我的报价直说吧, 三百万。 沈良友看向陆小枫, 顿时震惊了, 三百万。 周承杰也被陆小枫的话震住了, 小枫, 你这个价格太高了, 我给老洛打电话, 你不会有意见吧? 陆小枫摆手, 放心好了, 没有任何意见, 你直接打过去问吧。 我之所以要说出报价, 就是想要让你们心里有数, 能找洛组长就找他。 周承杰直接给洛长明打了电话, 好一会儿, 电话接通, 对面传来了洛长明的声音, 老周, 什么事情? 周承杰道, 我这里有一幅画, 宋徽宗的听情图, 这幅画破损的厉害, 大概有一半都破损了, 你有没有兴趣修复? 洛长明顿时道, 在哪里? 具体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照片? 周承杰立刻道, 咱们视频聊, 挂断电话, 换了视频, 周承杰把镜头对准了这幅画, 仔细拍了给洛长明看, 洛长明盯着手机, 画面太小了, 我看不清楚, 但是破损很严重, 你们找谁鉴定的, 谁说是宋徽宗的话? 周承杰镜头一转, 直接对到了陆小枫的脸上, 你看这是谁? 洛长明瞪眼, 不禁笑了起来, 既然小枫在旁边, 你们还找我做什么? 小枫修复画作又快又好, 这幅画交给我, 没有一两年修复不了, 但是小枫只需要一周, 周承杰无奈道, 小枫的速度是快, 效果也好, 但是价格太高了呀, 现在连小枫都要推荐, 你来修复这幅画, 洛长明道, 他开了什么价格, 你们竟然会觉得高? 周承杰道, 三百万, 听到这个价格, 洛长明也被吓到了, 这么高? 沈良有连忙道, 洛老师, 您看看什么时间有空, 能不能帮我修复这幅画? 洛长明听到这话, 不免犹豫道, 这是宋徽宗召集的话, 画面缺损实在太严重了, 想要修复这幅画, 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 沈老板, 不是我推托, 你上次也找了我,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修复这幅画, 洛小枫开口道, 洛组长, 既然人家那么诚心诚意, 你就帮这个忙吧, 以你的修复水平, 这压根就不算是什么事, 洛长明瞪眼道,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直接把这个事情接下来不就行了吗? 洛小枫道, 不是我不愿意接, 主要是我的开价太高了, 洛组长, 你周末也没有多少事情, 平时多花点时间, 把这幅画接了, 你可以多赚点养老钱, 洛长明皱眉, 呸, 胡说八道, 主要是我手上已经接了不少单子, 现在就已经排到后年了, 哪里还能接下来? 沈老板, 我倒是想要劝你一句, 如果能够找陆小枫, 还是找他吧, 虽然价格高, 但是物有所值, 就算是交给我, 我的开价也不会低了, 沈良友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开价多少? 洛长明很无奈, 我开价也要达到两百万, 毕竟想要修复这幅画, 需要查阅的资料太多, 甚至还要把赵集的绘画风格学习一遍, 最为重要的是, 关于这幅画是由史料记载的, 听情图中出现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 想要修复出来, 这可不容易, 你再考虑考虑, 沈良友盯着电话, 一时间没有开口, 陆小枫坐在一旁, 他看向周承杰的方向, 不禁皱眉, 这一切看起来很自然, 但却像是周承杰在设局, 因为这一切太巧合了, 一切都像是为了帮陆小枫拿下这个修复的单子, 沈良友朝着周承杰看了一眼, 他也察觉到了, 但他却有毫无办法,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找人帮他修复这幅画了, 沈良友看向陆小枫的方向, 笑着道, 如此看来, 我只能请陆老师来修复这幅画了, 陆小枫摆手, 国内能够修复这幅画的还不少, 我劝沈老板可以等一等, 或许还有其他人能够修复, 洛组长现在很忙, 其实我也不清闲, 周组长没有说清楚, 一共四幅堂画, 洛组长或许会修复其中一幅, 但是剩下的三幅画都是要交给我的, 洛组长现在天天都盯着, 不想让我有任何一点的空闲时间, 他想要把我完全拴在故宫, 让我帮他修复画作, 沈良友本来已经心动, 这时候再次犹豫起来, 他觉得三百万的价格太高了, 这幅画修复好, 价格可能会达到大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三百万几乎相当于这幅画价格的三四分之一, 沈良友开口道, 那我考虑考虑, 周承杰很无奈, 他本来是想着, 能够帮沈良友找到好的修复师, 能够帮陆小峰拉一笔外快, 能够修复宋徽宗的作品, 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 没想到弄巧成桌, 周承杰想了想, 既然是这样, 以后还有机会, 下次我再帮你介绍一位修复师, 周承杰明白了沈良友的心思, 他也就看淡了很多, 不再强求, 陆小峰跟着周承杰离开了这里, 青铜犀牛尊并没有带走, 这件犀牛尊太过贵重, 接下来会有沈良友亲自送到周承杰的工作室, 两人坐在车子上, 周承杰并没有多说, 但他却朝司机说出了一个陌生的地点, 车子行驶不久就停了下来, 周承杰下了车, 让司机离开, 他这才开口道, 我没有想象到, 你的开价那么高, 沈良友明显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价格, 陆小峰笑着道, 正常来讲, 我肯定是不会开这样的高价, 我估计他是不会同意, 才会开出这样的高价, 周承杰愣了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 你不想帮他修复, 这可是宋徽宗的作品, 修复这幅画, 你应该很感兴趣吧, 陆小峰略微犹豫, 开口道, 我感觉这幅画有问题, 尽管这幅画是破损的, 但却是人为破坏的, 正常来讲, 整幅画破损的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从这幅画残留的部分来看, 应该不至于缺损这么大块, 我觉得有人蓄意撕毁了这幅画, 我不知道对方是想要做什么, 但是我不想修复, 周承杰愣住了, 满是惊讶地看向陆小峰, 你为什么不早说, 陆小峰摇头, 我早说有用吗, 周承杰无奈摇头, 有人蓄意撕毁这幅画, 还能做什么, 分明是想要把这幅画分成两幅, 分开修复, 这幅画的年代久远, 纸张断裂的厉害, 因此即便是撕毁掉, 也很难看到撕毁的痕迹, 你如果不说的话, 我还真是没有看出来, 周承杰是青铜器修复专家, 尽管他对书画也有研究, 但是在一些细节上, 他显然比不上陆小峰, 陆小峰开口道, 看出来也好, 看不出来也好, 这幅画的修复难度都很大, 国内能够修复的人不多, 回头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洛组长, 只要他知道了,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周承杰点了点头, 无奈道, 真是没有想到, 沈良友竟然会是这样的人, 陆小峰朝着四周张望, 你带我来到这里做什么, 周承杰朝着旁边的院子指过去, 这家有一件青铜器想要出手, 给我打了电话, 我带你过来看一看, 陆小峰笑着道, 周老师, 你这个行程安排的可真是紧凑啊, 你这是把两件事情安排到一起去了, 你是不是早就打定主意, 想要带我过来, 帮你鉴定青铜器, 周承杰哈哈大笑起来, 我本来是想要帮你介绍生意, 但是没能成功, 现在只能充当鉴定师了, 陆小峰笑了笑, 他很清楚, 周承杰是青铜器修复专家, 鉴定青铜器压根轮不到他, 因此把他带过来, 应该就是为了那幅画的修复, 陆小峰朝着四周看了看, 这里更为偏远了, 已经身处村庄之中, 在他们旁边的这个村庄, 有不少三层小楼, 比别墅区也不差多少, 尤其是在他们身旁的这栋楼, 修得非常别致, 周承杰上前敲门, 连忙传来一阵狗叫唤的声音, 一人急匆匆冲出来开了门, 一边道, 欢迎, 欢迎周老师, 周承杰点了点头, 杜华年, 你手里有什么宝贝, 怎么就想起我了, 杜华年看起来五十多岁, 短寸头发灰白, 他站的笔直, 看起来像是退伍不久的样子, 杜华年笑着道, 周老师说笑了, 我是买到了一样好东西, 想要出手, 周承杰无奈道, 老杜, 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鉴定师, 如果买走你的宝物, 我肯定是要压价的, 这样做, 你岂不是亏了, 杜华年道, 周老师, 咱们打交道那么久, 难道我还能不知道你的为人吗, 周承杰无奈白手道, 我现在可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杜华年哈哈大笑, 他带着陆小枫两人走进客厅, 请两人坐下来, 直接从背后的玄关上, 取下了一件青铜器, 放在了桌面上, 周承杰自始至终, 都没有介绍陆小枫的身份, 似乎陆小枫是他带过来的助理, 陆小枫扫了一眼这件青铜器, 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这是一件青铜行炉, 是一种香薰炉, 可以在行径过程中使用, 炉子也就八九公分长, 上门是镂空的球形袋子, 有手直的把手, 做工算是精美, 陆小枫伸手碰了一下, 他就确定下来, 这是西汉时期的青铜行炉, 价格不低, 花两三万都算是正常的价格, 周承杰拿起行炉, 仔细看了起来, 陆小枫则是站起身来, 朝着四周打量, 杜华年的房子应该是建在宅基地上, 因此面积很大, 客厅面积很大, 因此中间做了一个玄关, 玄关上放了不少东西, 陆小枫走过去, 盯着玄关上摆放的宝物看了起来, 杜华年收藏的东西很杂乱, 有瓷器也有陶器, 甚至还有羽花石, 鸡屑石, 只是这些石头的品项一般, 玄关上也有一些小型的青铜器, 但是这些青铜器的品项, 明显不如杜华年拿出来的青铜行炉, 陆小枫看了一圈, 甚至都不愿下手去碰, 因为这些东西, 看起来就不可能是宝物, 最后, 陆小枫的视线, 落在玄关最下面的一只黑漆碗上, 陆小枫一直不怎么喜欢黑漆碗, 毕竟他总感觉在碗上面刷上一层黑漆, 实在是不干净, 当然, 古代的黑漆都是纯天然制品, 终究要好一些, 陆小枫伸手拿起了黑漆碗, 不由愣住了, 因为在他的眼前浮现出这只碗的烧制过程, 一般来讲, 黑漆碗都是木胎, 是用木头做的, 为了防止盛饭盛水的时候会渗出, 也为了让木碗不会发霉, 涂上一层黑漆能够防水防氧化防霉变, 陆小枫拿起来的, 却是一只瓷碗, 这是正经烧制出来的瓷器, 后来才被涂了一层漆, 好一会儿, 陆小枫看着眼前浮现的场景, 不由倒吸了一口气, 他死死地盯着手中的碗, 拿碗的这只手又加大了几分力道, 生怕这只碗会掉落下去, 陆小枫把这只黑漆碗拿了过去, 放到了桌面上, 此时, 周承杰正在给杜华年讲解这件青铜器, 杜华年见到陆小枫把黑漆碗拿过来, 不免稍有差异, 但是并没有多说, 周承杰拿起青铜行炉, 用手掂量了一下, 像是这件青铜行炉, 应该是西汉达官贵人所用, 制作精美, 但是这件行炉的品项不太好, 你也看到了, 这件行炉的上面有绣迹, 但却不完全是绿色的铜绣, 还有铁绣, 这说明这件青铜行炉含铁, 对整件行炉的品项影响很大, 这件行炉, 我可以给你开出四万的价格, 你觉得怎么样? 陆小枫看周承杰, 不免诧异, 因为周承杰开出的价格真的不低, 杜华年也完全相信周承杰的为人, 直接道, 既然周老师开了这个价, 咱们就按照这个价格成交吧, 我一直都是完全相信周老师的, 周承杰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两人很快转了账, 因为价格不高, 所以也没有签合同, 这让陆小枫不禁皱眉, 周承杰也看到了陆小枫的动作, 他朝着黑漆碗看了一眼, 你看中了这件黑漆碗, 陆小枫点了点头, 他看向杜年华, 杜先生, 这件黑漆碗, 你愿不愿意出手? 杜年华笑了笑, 并没有回应, 而是看向周承杰, 开口问道, 这个年轻人是? 周承杰朝着陆小枫扫了一眼, 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 听说, 我要过来, 非要跟着过来, 很显然, 周承杰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他在沈良友那里, 着重介绍陆小枫的身份是修复师, 到了这里, 又刻意忽略陆小枫书画修复师的身份, 只说他是同事, 杜华年笑了起来, 这么年轻就已经在故宫工作了, 真是年轻有为啊, 陆小枫笑了笑, 干点杂活罢了, 杜华年笑道, 您可真是谦虚了, 能够在故宫干杂活, 那也是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的, 这只黑漆碗, 我买回来很长时间了, 但是却一直没有找到这只碗的来历,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陆小枫看过去, 不禁诧异, 他感觉杜华年真得很聪明, 先打探这只黑漆碗的来历, 这是分明想要探一探价格, 周承杰也来了兴趣, 他伸手拿起这只黑漆碗, 只是一拿起来, 他就愣住了, 因为这竟然是一只磁质的黑漆碗, 这很不常见啊, 陆小枫笑着道, 我们寻常见到的黑漆碗都是木制的, 但这却是一只磁质的, 我感觉这只磁碗或许是烧制好的, 后面又涂了一层黑漆, 我很想买回去, 看一看黑漆里面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磁碗, 杜华年开口问道, 年轻人, 你愿意开价多少? 如果价格太低的话, 还不如我直接把这层黑漆刮掉自己看一看, 陆小枫看向杜年华, 不免有些无奈, 如果不是他说要买下来, 杜华年也不会想到要把黑漆刮下来, 不过, 刮下黑漆显然是不合适的, 毕竟锐气如果刮蹭这件磁碗, 很有可能给磁碗带来不可修复的伤痕, 先生,你开价吧, 杜华年道, 你如果让我开价, 我开的价格太高, 你就不愿意要了, 陆小枫道, 没事, 您先开价试试, 杜华年想了想, 这只磁碗是我花了一千块买回来的, 后来就一直放在玄关, 我跟你一样, 也觉得黑漆包着磁碗有情况, 但是一直没有空把黑漆刮下来, 既然你让我开价,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十万块, 你觉得怎么样? 陆小枫听到这话, 差点直接答应下来, 十万块可真是太划算了, 不过, 陆小枫能够看得出来, 杜华年压根就不懂, 他不清楚, 黑漆不能刮下来, 还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陆小枫也不能直接答应下来,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借此机会把价格抬高, 对方说是十万块, 陆小枫如果立即答应, 对方很有可能直接喊出一百万的价格, 陆小枫开口道, 这个价格高了点, 能不能降一点? 杜华年道, 既然是降一点, 那就降一块钱, 陆小枫看着对方, 不免无语, 对方明显是拿他开涮, 很多中年男人见到小孩子, 都会开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玩笑, 杜华年大概也是这种心态, 陆小枫本来还打算多花点钱买下来, 既然对方这样做, 他没有丝毫客气, 直接道一万块怎么样? 杜华年笑道, 降一万? 陆小枫摇头, 我开价一万, 杜华年摇头, 如果只是一万块, 那还是算了吧? 陆小枫没有在意, 对方愿意把青铜行炉卖四万块, 怎么可能看不上一万块? 陆小枫继续道, 两万? 杜华年仍旧微笑摇头, 陆小枫道, 三万? 杜华年看向陆小枫, 六万? 陆小枫直接应了下来, 好, 杜华年愣住了, 他看向陆小枫满是诧异, 他本以为开价六万块, 陆小枫压根不可能答应的, 陆小枫向来不怎么在乎价格, 对他来讲, 过程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结果, 只要能够拿下这件黑漆碗, 他赚到的肯定是无数倍, 因此, 两万三万, 五万六万对他来讲, 差距都微乎其微, 杜华年尽管很诧异, 但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情, 直接了当地硬了下来, 好, 周承杰看了看两人, 并没有多说, 周承杰跟陆小枫一起去过潘家园, 他很清楚陆小枫的风格, 他向来都不会轻易出手, 只要一出手, 必然就是大动作, 不过, 周承杰毕竟跟陆小枫更亲近一些, 他不可能把这种事情说出来, 陆小枫花了六万块, 买走了这件黑漆碗, 直到走出家门, 陆小枫才松了一口气, 周承杰笑着道, 杜华年人品还算不错的, 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 陆小枫摇头, 人品就算是再好, 如果面对巨大的利益, 也可能会出问题, 我也看出来, 杜华年人品不错, 但还是不敢赌, 周承杰问道, 你看出什么了, 这只黑漆碗到底是什么情况, 说话间, 周承杰盯着陆小枫怀里的黑漆碗, 想要从黑色的漆上看出些许端倪, 不过, 这件黑漆碗乌黑,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痕迹, 陆小枫道, 我来打车, 我们现在回去, 周承杰无奈, 你就不要卖关子了, 直说吧, 陆小枫摇头, 黑漆还没有除去, 我怎么可能知道, 还是等黑漆除掉再说吧, 陆小枫当然清楚黑漆碗的本色, 但他不能说出来, 如果说出来, 他该怎么解释自己看到了里面的情况, 很快, 一辆网约车赶到, 陆小枫两人上车回城, 回到酒店, 陆小枫没有搭理周承杰的追问, 他去市场买了松香水, 用来浸泡黑漆碗, 松香水能够溶解油漆, 这只黑漆碗的时间长了, 需要浸泡的时间长, 因此陆小枫也不着急, 不过, 松香水长期吸入致癌, 毅然一爆, 陆小枫把浸泡的容器放到了洗手间, 一直等到第二天, 黑漆碗表面上的黑漆都被浸泡开, 变得绵软起来, 陆小枫戴上手套, 把晚上的黑漆洗掉, 他又倒出新的松香水, 把碗洗了一遍, 这才用清水洗碗, 然后把这只碗放在了桌面上, 他把松香水拿出了房间, 送到了附近的一家油漆店, 把松香水交给对方处理, 这才重新回到酒店, 不过, 周承杰不知道什么时候赶到了, 正在酒店大堂等候, 见到陆小枫, 周承杰忍不住问道, 情况怎么样? 到底是一只什么碗? 陆小枫很无奈, 他本以为能把周承杰糊弄过去, 没想到周承杰竟然这么坚持, 直接追了过来, 陆小枫只好道, 周组长, 跟我来房间, 你亲自看一看,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周承杰见到陆小枫反应平淡, 他差点以为这只黑漆碗有问题, 他忍不住问道, 难道你买到的这只黑漆碗很差? 这不应该啊, 正常来讲, 谁会把一只很差的碗涂上那么厚的一层黑漆? 陆小枫问道, 正常哪个又会把特别珍贵的一只碗涂上黑漆? 周承杰略微犹豫,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不跟着, 说到这里, 周承杰顿了一下, 好吧, 我跟着你进房间看一看, 我总感觉, 你不像是随便就会出手的人, 这时候, 沈子明从后面追了上来, 你们昨天去了哪里, 一整天都不见影子? 周承杰道, 你不知道啊, 小枫昨天买了一只黑漆此碗, 此碗上有一层黑漆, 我感觉这只碗肯定不一般, 今天特意跟着过来看一看, 你也跟过来, 我觉得陆小枫现在有点不老实了, 说话都不说实话, 陆小枫很无奈, 只好道, 你们跟过来看一看, 就知道了, 沈子明却很赞同, 我觉得你说的不错, 他很有可能没有说实话, 他既然愿意出手买东西, 那就肯定是好东西, 说话间, 三人走进了房间, 沈子明一抬头, 见到书桌上的黑色瓷碗, 不禁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还没有把黑漆去除? 周承杰稍稍一震, 却抢先一步冲了上去, 他站在书桌旁, 双目死死地盯着这只瓷碗, 瞪直了眼睛, 这是黑幼油滴碗, 沈子明跟着走过去, 他走上前去, 这才发现, 这是一件黑幼瓷碗, 在瓷碗的内侧, 有很多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 壮如夜空的星辰, 又肆意滴滴晶莹的油猪, 沈子明盯着这只碗, 忍不住朝着陆小枫问道, 见斩, 陆小枫点了点头, 沈子明忍不住抱了粗口, 你还说这件瓷碗很一般, 你可真是谦虚得很, 陆小枫笑了起来, 没有多解释, 他不喜欢自吹自擂, 更喜欢低调一些, 宋代流行豆茶, 宋代的茶叶会制作成半发酵的糕饼, 饮用石碾碎之后放入茶碗里, 碗里加入废水, 就会形成一圈白色的泡沫, 当时宋代的茶盏有很多中颜色, 但是黑色的茶盏便于衬托白色茶墨观察茶色, 因此流行了起来, 宋徽宗很喜欢豆茶, 因此导致上行下效, 剑瑶的黑幼名气最大, 到了宋代后期, 剑瑶烧制专供皇室的黑幼茶碗用于豆茶, 沈子明所说的油底碗是其中一种结晶釉, 是在烧制过程中铁元素不同的结晶表现, 还有吐嚎, 要便这孤般, 宋代剑盏存饰量不多, 尤其是带有结晶幼的茶碗更是罕见, 因此陆小峰买下的这件北宋黑幼油底碗, 是非常珍贵的, 周承杰转身看向陆小峰, 能不能用这只碗泡茶给我们看一看, 我想要看一看, 宋代皇室豆茶究竟是什么效果, 沈子明跟着点头, 这是个好主意, 陆小峰道, 这里没有茶叶, 沈子明开口道, 酒店提供茶叶包, 我拿过来, 沈子明很兴奋, 他拆了茶叶包, 甚至顾不上把水完全烧开, 就直接倒进了碗里, 茶水倒进去, 茶汤渐渐变了颜色, 碗里的油滴刚开始呈现银色, 渐渐变成了金色, 让人叹为观止, 沈子明兴奋道, 这就是, 呈茶闪金光, 呈水闪银光, 映日透视, 金银夺目, 剑盏名气很大, 剑盏产自福建建阳, 剑盏中油滴, 吐豪, 要变, 这骨斑, 这四种最为珍贵, 传世数量最少的, 其实是要变, 黑又油滴茶碗, 也很罕见, 沈子明盯着这只黑又油滴茶碗, 口水差点流出来, 陆小枫连忙道, 这杯茶水不能喝, 我刚刚用松香水浸泡了这只茶碗, 虽然清洗了一番, 但是难保没有残留的松香水, 沈子明转过头来, 你以为我是想要喝这杯茶水吗? 我是想要这只茶碗, 这可是北宋黑又油滴碗, 你知道有多珍贵吗? 陆小枫笑着问道, 有多珍贵? 沈子明道, 最近几年时间都没有剑盏的拍卖记录, 剑盏实在是太过珍贵了, 之前曾经有过黑又油滴碗的拍卖记录, 但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你可能不清楚, 当时那件黑又油滴碗, 排出了一千三百万港币的价格, 二十年过去了, 这只碗的价格很有可能过亿, 陆小枫诧一看过去, 尽管他很清楚剑盏的珍贵, 也知道自己这一次一定是捡了大漏, 但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只黑又油滴碗能够卖出上亿的价格, 周承杰开口道, 我感觉子明说得很不错, 这件北宋黑又油滴碗的价格可能要达到上亿, 尤其是国内收藏的剑盏实在是太少了, 现在只有寥寥几家博物院才有剑盏收藏, 很多博物馆连剑盏的碎瓷片都没有,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估值具体价值多少, 这就要由市场来决定了, 沈子明开口道, 我的估值向来都很准确, 你就放心好了, 不过, 你们这次究竟是去了哪里, 怎么会买回来一只剑盏, 你们能不能再带我去一趟, 我想看一看, 那家家里还会不会有剑盏了, 周承杰摇头, 还是不要过去了, 我怕他知道这个消息, 会忍不住心脏病发, 沈子明哈哈大笑, 开个玩笑, 我们怎么可能还会找他, 我只是想要提醒你们, 下次一定不能吃毒食, 一定要带上我, 周承杰看着陆小峰, 难怪我帮你介绍生意, 你会开出这样的价格, 你真是不缺钱, 为什么同样是一起出门, 我每次都很正常, 但是你每次都能减漏, 沈子明笑道, 周老师, 你现在终于理解我的心情了吧, 周承杰点了点头, 他开口道, 这件剑盏, 应该算是一次重大发现, 小峰愿不愿意公开, 陆小峰摇头, 还是不要了, 最好不要公开, 要不然就太烦了, 你也知道, 像是这种事情公布出去, 大家关注的不是文物本身, 而是关注文物的价值, 价值上意, 是会让人疯狂的, 杜华年如果真是知道了这条信息, 他会做何感想, 周承杰点了点头, 即便他是个外人, 面对这种事情, 也极度的眼红, 杜华年作为当事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反应, 周承杰问道, 我来拍几张照片, 留作纪念, 陆小峰并没有阻止, 任由周承杰拍了照片, 沈子明盯着这件北宋黑幼游滴碗, 忍不住道, 小峰, 你买下了那么多的宝物, 简直都是明珠蒙尘, 这些宝物, 都被你放进了银行保管箱, 你把这些宝物都留着, 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陆小峰道, 怎么就没有意义, 或许等我以后收藏的多了, 就可以办一家博物馆, 博物馆的作用, 就是要给这些宝物, 一个展示的平台, 顺便收点钱, 足够这些宝物保养就好了, 沈子明点头, 也可以, 周承杰一直盯着这只茶碗, 他想了许久, 抬头看向陆小峰, 小峰, 你有没有考虑过, 可以在故宫帮你办一个展览, 我觉得其他宝物都不需要, 只要把这件茶碗带过去镇场子, 就足够了, 陆小峰走上前去, 茶碗里抛着红色茶水, 书桌靠窗, 窗外阳光照射进来, 黑又油低碗的内侧, 金光闪闪, 煞是好看, 陆小峰笑着道, 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接下来, 他们安静下来, 沈子明把碗里的茶水倒掉, 又朝着碗里倒入了清水, 这只碗里有闪烁着荧光, 难怪连宋徽宗都想要豆茶, 实在是杯子太好看了, 一上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 陆小峰从床头拿过来一只锦盒, 他把这只碗擦拭干净, 小心地放了进去, 沈子明叹了一口气, 我再一次认识到,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 咱们要不要去潘家园转一圈, 陆小峰站起身来, 我要先去银行, 把这件黑幼油滴碗存进宝馆箱里, 沈子明道, 果然是这样, 你真是要存进银行, 其实, 我们家是别墅, 地方很大, 地下室还专门做了一个储藏室, 你完全可以放进我们家里, 周承杰笑道, 你家太远了, 真不如放在我家里, 这不是更方便吗? 陆小峰道, 中午请你们吃饭, 咱们吃了饭, 再出去转一转, 在首都待了一段时间, 陆小峰渐渐感觉自己的日子变得太过规律, 跟普通上班族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日子很平淡, 但却好像缺了点什么, 一行人去了银行, 陆小峰把这只黑幼油滴碗存进保险箱, 这一次, 连业务员都认识他了, 他们又去吃了饭, 席间, 陆小峰提到这个问题, 沈子明道, 那是因为你缺少激情, 你应该向我学习, 每一天都感觉激情满满, 每一天都感觉将会是收获的一天, 这样好了, 下午不去潘家园了, 你跟我出去, 咱们去打高尔夫, 陆小峰看向沈子明, 激情满满, 收获的一天, 收获了男女之间纯洁的友谊吗? 陆小峰也没有揭穿, 他直接道, 我不会, 沈子明道, 就是因为不会, 你才又要过去学习, 你看看, 你现在每天都只做两件事情, 画画和修复, 我感觉你整个人都傻了很多, 你要学会适当地放松一下, 张弛有度才行, 周承杰赞同道, 子明说得很有道理, 我也觉得你的生活太过紧张了, 每天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很紧凑, 你可以适当放松一下, 下午我就不跟你们过去了, 今天能够见识到北宋黑幼幼低晚, 真的很高兴, 陆小峰道, 故宫部也有一件, 周承杰笑了起来, 是有那么一件, 但不是在我的管辖范围内, 不能像你这只碗一样随便造啊, 至少没有人会到一杯茶水进去, 下午, 周承杰离开, 沈子明则是带着陆小峰去了附近的一家高尔夫球场, 这是一家会员制会馆, 也不知道沈子明从哪里搞来了会员卡, 两人直接顺利走了进去, 两人没有自备球杆, 直接在球馆租了两套球杆, 沈子明跑过去找到了经理, 很快带回来两个身着黑色套裙的女子, 这两个姑娘都穿着黑色丝袜高跟鞋, 身材窈窕, 面容出挑, 陆小峰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沈子明就已经吩咐道, 你们两个换一身衣服, 跟我们去打球, 见到两人去了更衣室, 陆小峰忍不住问道, 什么情况, 他们是球童, 沈子明笑了起来, 现在这个季节, 天气已经冷了, 这里生意也不好, 我就帮他们找点事情做, 这两位都是前台的, 你也不要太使唤人家, 毕竟长得漂亮, 总有几分骄傲, 陆小峰看向着沈子明, 难道球童过来不是帮我们拿球竿的, 沈子明想了想, 这倒也是, 既然是这样, 咱们就不要拿一套竿了, 只需要半套就可以了, 一根开球木, 一根屁竿, 一根七号铁, 一根推杆, 一根三号铁, 这样木杆, 长铁, 短铁, 推杆都有了, 这是陆小峰第一次接触高尔夫球, 他之前没有钱, 像是这种贵族运动, 哪里会接触到, 很快, 两位姑娘走了出来, 他们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下身的套裙, 换成了黑色西服裤, 露出脚踝上的黑丝, 脚下的高跟鞋, 也换成了运动鞋, 他们裹了一身黑色毛泥大衣, 窈窕的身材仍旧一览无余, 沈子明朝着陆小峰眨了眨眼睛, 尽管没有开口, 但是陆小峰却已经读懂了, 库里斯, 这两位姑娘面上挂着笑容, 似乎非常兴奋, 沈子明笑着道, 两位, 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过, 早晚要带你们出去打球, 今天实现了吧, 整天站在前台多难受, 就应该出去多运动运动, 呼吸新鲜空气, 左侧的圆脸姑娘竖起大拇指, 感谢沈公子, 沈子明摆手, 叫什么沈公子, 生疏了, 请称呼我子明, 旁边这位是我的好兄弟陆小峰, 他有点闷骚, 你们只管调戏就好了,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陆小峰是钻石王老五, 身价不菲, 如果能够, 你们懂得, 圆脸姑娘笑道, 真是吓唬说, 我们就是想要跟你们出去看一看, 沈子明伸手指向圆脸姑娘, 这是周灵雪, 又指向瓜子脸姑娘, 这是何欣, 这样好了, 咱们分组, 周灵雪跟我一组, 何欣跟小峰一组, 小峰应该是第一次打球, 不懂规则, 何欣你就教一教他, 何欣瓜子脸, 柳眉杏眼, 妆容精致, 肤白如雪, 他朝着陆小峰甜甜一笑, 你好啊, 陆小峰点头, 你好, 沈子明一挥手, 走咱们出发, 走在路上, 沈子明笑着道, 这高尔夫球很简单, 一共十八个球动, 分成短, 中, 长三种, 你只需要打进球就行了, 至于成绩就不管了, 咱们今天就是来散心的, 打打球, 呼吸新鲜空气, 陆小峰点了点头, 好, 我明白了, 到了球场, 沈子明先教陆小峰打球的姿势, 周灵雪拉住了沈子明, 你来教我练一练, 让何欣教小峰吧, 我们小欣可是专业的, 沈子明朝着陆小峰挑眉, 转身走开了, 何欣走上前来, 向陆小峰讲解打球的要领, 陆小峰双手握着球杆, 他一转头, 恰好看到何欣的侧脸, 为了防晒, 何欣戴了棒球帽, 他的皮肤很好, 面上敷了一层淡淡的粉, 几乎看不出来, 似乎注意到陆小峰的眼神, 他的耳朵不由红了起来, 陆小峰笑了笑, 你是专业的? 何欣微微点头, 我学过一些, 你是做什么的? 陆小峰稍稍一正,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他只好道, 我是古画修复师, 沈子明站在不远处, 听到他们的对话, 忍不住大声道, 小峰是故宫的修复专家, 国内最顶级的古画修复师, 他还是个画家, 在央美教课, 沈子明向来很会帮陆小峰吹嘘, 听到沈子明的介绍, 周灵雪和何欣都忍不住惊呼起来, 他们平日里接触的商人很多, 在他们看来, 这些商人身上都有铜锈尾, 听说陆小峰是艺术家, 他们不免产生仰慕之情, 所有的人都爱钱, 但是大家对于有才华的人, 一直都非常敬重, 周灵雪本来站在沈子明身旁, 听到这话, 忍不住跑过来, 他跑得不快, 但是姿势有点夸张, 尤其是前面一蹦一跳, 让人担心会跳出来, 陆小峰之前, 还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周灵雪看向陆小峰, 你这么年轻, 就是故宫的顶级修复专家了, 沈子明笑着道, 周灵雪, 你是不是后悔了, 你应该跟陆小峰一组, 周灵雪点头道, 后悔, 陆小峰哈哈大笑, 何欣也跟着笑了起来, 陆小峰笑着道, 沈总跟你开玩笑, 也不是什么顶级专家, 一般专家吧, 周灵雪瞪眼, 这就是谦虚了, 陆小峰笑了笑, 轮起手中的球杆挥动了起来, 这里是练习的地方, 球动距离不远, 陆小峰轻轻挥动, 高尔夫滑到了旁边, 何欣又拿了一个高尔夫球, 放在了地上, 姿势很不错, 再试一次, 陆小峰再次挥动, 高尔夫球滚落进球洞里, 打了两下, 陆小峰感觉到, 自己好像是可以打球的, 两次训练, 他差不多就能感觉到, 自己每次应该使用的力道, 他的右臂能够调解力道, 比寻常人更加精确控制力道, 和打球的方向, 陆小峰转头看向沈子明, 咱们打一场, 沈子明差一看过来, 不继续练习了, 陆小峰点头, 不用练习了, 我觉得我可以打进去, 周灵雪哈哈一笑, 我第一次打球的时候, 也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真正打球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 这都是错觉, 陆小峰笑了笑, 并没有开口, 沈子明看向陆小峰, 他想到陆小峰巨大的力量, 他点了点头, 走, 一行人坐上电车, 周灵雪和何欣, 开车坐在前面, 陆小峰和沈子明, 则是坐在后排, 很快, 一行人到了场地, 这时候已经是冬季, 地面上的草已经枯黄, 尽管今天天气很好, 没有风, 阳光很暖和, 但是打球的人很少, 只有陆小峰和沈子明两人, 陆小峰朝着四周看了看, 这里视野开阔, 尽管有点冷, 但是陆小峰却感觉到心旷神疑, 长久面对书画, 猛然出来放松, 面对自然的风景, 陆小峰感觉很舒服, 何欣跟在陆小峰身侧, 他也感觉很高兴, 陆先生, 你是不是不经常出来, 我们两个也一直站在前台, 上次沈子明跟我们聊天, 说是能带我们出来, 我还不相信, 陆小峰笑了起来, 他很清楚, 沈子明肯定是胡乱吹嘘, 不过, 沈子明确实很有口才, 也很有执行力, 沈子明道, 小峰每天都是面对画板, 不是在修复, 就是在作画,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很火,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王维的一幅画被修复了, 很快就要在故宫展出, 那就是他干的事情, 何欣和周灵雪对视一眼, 两人摇头, 他们不是圈里人, 也不会关注此类消息, 不知道也算是正常, 周灵雪跟在沈子明身旁, 再次忍不住靠近过来, 唐代诗人王维吗? 陆小峰点头, 王维不仅是诗人, 还是个画家, 周灵雪和何欣忍不住惊叹起来, 王维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是小学生, 也都能背诵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支,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劝君更敬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这也太厉害了吧, 那可是唐代的书画, 纸张不会腐烂吗? 王维还画了画, 竟然还保存了下来,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他画过红豆吗? 我觉得他应该画一幅长河落日圆, 梁女忍不住惊叹起来, 不过, 他们也只能惊叹, 毕竟是外行, 终究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 很快, 大家活动了一番, 开始打球, 核心把球摆在陆小枫的面前, 伸手指向远方, 看到那处标杆没有, 那里就是球洞, 你把球打进去就行了, 陆小枫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自从有了右手的异能, 陆小枫的势力也变好了, 他能够清楚看到远处的标杆, 大概目测距离, 核心靠近过来, 伸手指向标杆的方向, 开口道, 顺着标杆方向打过去, 不能出界, 也不能偏了, 不要用力太大, 要不然很容易出界, 正常来讲, 第一个球, 标准三杆进洞, 你是初学者, 四杆, 五杆, 甚至是六杆, 都是正常的, 陆小枫点头, 他能够嗅到微微的香气, 在鼻尖营绕, 核心的皮肤很白, 在阳光下, 甚至显得有些透明, 沈子明站在一旁, 笑着道, 咱们今天, 纯粹是为了放松来的, 高尔夫一共十八个球洞, 标准是七十二杆, 咱们今天争取一百杆多杆, 不到两百杆解决战斗就行了, 陆小枫朝着沈子明看了一眼, 你这是有多瞧不起自己, 沈子明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你这是有多自信, 竟然敢说出这种话, 陆小枫笑了起来, 他双手拿着球杆, 开始准备起来, 他朝着核心, 新手打球, 你尽量站得远一点, 核心笑了起来, 没事, 我就站在你旁边, 万一你打中我了, 我就赖上你, 不过, 你可千万不要打中我的脸, 周灵雪笑着道, 核心这个方法好, 我怎么没有想到, 陆小枫笑了笑, 没有多说, 这次出来, 陆小枫他们并不是为了打球, 主要是为了放松心情, 有两个美女相伴, 谈笑几句, 果然要比作画要有趣得多, 陆小枫手中球杆挥舞出去, 高尔夫球瞬间滑出, 一道漂亮的弧度, 飞了出去, 沈子明鼓掌道, 漂亮, 好球, 这只球在距离球洞不远的地方落了下去, 又向前滚动, 落入了球洞里, 见到这一幕, 沈子明本来在欢呼, 这时候瞪直了眼睛, 这就进去了, 陆小枫点头, 所以, 你现在应该担心一下, 你要急赶才行, 沈子明拍着胸口, 你这是巧合, 瞎毛碰上死耗子, 我肯定比你强, 咱们要算总的干数, 不能只比一个球洞的, 核心站在陆小枫旁边, 他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他只是教了陆小枫一遍, 但是陆小枫的动作却非常标准, 刚才那一感几乎堪称完美, 核心忍不住道, 陆先生, 您可真是厉害, 陆小枫笑着道, 称呼名字就行, 不要太客气, 周灵雪则是站在沈子明身旁, 加油啊, 我相信, 你能够打得很好, 沈子明挥杆, 这只球远远地飞了出去, 落在了洞口不远处, 陆小枫同样鼓掌, 周灵雪和核心也都送上掌声, 沈子明摆手, 一般一般, 沈子明这一杆打得确实不错, 差不多算是超常发挥了, 只是因为陆小枫前面一杆注意在前, 显得这一杆差了点, 接着, 一行人上了车, 电车行驶过去, 沈子明轻轻一推, 高尔夫入洞, 接着, 就是第二个球洞, 核心摆好了球, 伸手指向远方, 这是一个长洞, 大概要五杆才行, 陆小枫顺着核心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下一个洞确实距离很远, 几乎看不清楚标杆的方向, 只能大致判断出位置, 不过, 陆小枫确觉得还可以, 大致可以判断距离和力度, 沈子明看了看远方, 我感觉都看不清楚球洞的标杆位置, 真是不行了, 有点近视了, 周灵雪问道, 肾虚会导致近视吗? 陆小枫哈哈大笑起来, 他看向周灵雪的方向, 周灵雪的身材更丰满一些, 穿着黑色泥子大衣, 却遮不住傲人的身材, 难怪沈子明要带着他, 这是沈子明喜欢的款。 沈子明也不闹, 笑着道, 多吃点圣宝就好了, 陆小枫双手握着球杆, 挥了出去, 高尔夫球再次飞了出去, 化作一个黑点, 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因为距离太远, 这只球在草丛滚动, 看不清楚, 沈子明也挥动了球杆, 这只球高高地飞了出去, 他们再次上了车, 赶到了球的落点, 沈子明的落点明显进不守, 他下车再次挥了一杆, 距离标杆的地方又近了, 接着, 他们又上了车, 车子再次上前行驶过去, 一路上却看不到陆小枫的球落在了哪里, 沈子明一直盯着车子外面, 等沈子明打完第二杆, 他们来到第二杆的落点, 仍旧没有找到陆小枫的球, 沈子明终于忍不住到, 球打到哪里去了, 难道是落在外面去了? 沈子明拿着球杆, 朝着旁边看了看, 对啊, 你的球飞到哪里去了? 该不会飞出去了吧? 陆小枫开口道, 可能在前面吧? 周灵雪满是惊讶, 都已经走了那么远了, 你的力气这么大吗? 沈子明听到这话, 顿时反应过来, 小枫的力量真的很大, 他应该能够打得很远, 说吧, 沈子明直接加大力道, 把面前的高尔夫球抽飞出去, 咱们到前面去看看, 一行人再次上前, 终于靠近了标杆所在位置, 只是到了附近, 他们仍旧没有看到陆小枫的球, 沈子明再次击球, 河心则是朝着附近跑了跑, 想要找到陆小枫的球, 到底落在了哪里? 只是找了一圈, 河心都没能找到陆小枫的球, 他回过头来, 见到陆小枫一副很淡定的样子, 忍不住道, 你怎么不找一找? 陆小枫道, 我刚才看到了, 好像进洞里了, 河心瞪大了信幕, 这不可能, 那么远的距离, 怎么可能直接落进去? 陆小枫笑了笑, 咱们继续上前去, 沈子明又挥动了一杆, 高尔夫球继续向前, 这一次距离球洞更近了, 第二个球洞有点远, 标准需要五杆, 沈子明接连挥动了六杆, 距离球洞还差一点距离, 至少还需要两杆, 河心实在忍不住, 直接跑到前面, 他在标杆周围看了起来, 只是他找了一圈, 仍旧没能找到球, 沈子明终于把高尔夫球 打到了标杆旁边, 周灵雪走上前去, 他动手想要拔掉标杆, 他朝着球洞里看了一眼, 不由大吃一惊, 球在这里, 河心不由愣住了, 尽管陆小枫一直说, 高尔夫球已经被他打进洞里了, 但是他一直不相信, 在他看来, 那么远的距离, 四五百米, 怎么可能一杆直接打进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 河心才没有去球洞里查看, 他压根就不敢相信, 现在, 周灵雪直接从球洞里拿出了高尔夫, 河心完全呆住了, 他震惊到, 真是打进去了, 沈子明也瞪直了眼睛, 直接进了, 又是一杆直接进洞了, 周灵雪举着高尔夫球, 一手仍旧拿着标杆, 他很惊讶道, 这就是陆先生的球, 我们是做过标记的, 再说, 所有的球洞都是要清理的, 不可能有球还在, 四五百米的距离, 直接就进去了,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沈子明道, 小枫的力气确实超级大, 不仅能够徒手劈砖头, 还能徒手把墙上的砖头砸碎, 陆小枫摆手, 都是运气, 凑巧罢了, 沈子明道, 你这时候就不要谦虚了, 我觉得这是真本事, 或许你真得很有打球的天赋, 要不然, 咱们再试一试, 周灵雪突然开口道, 这样好了, 何欣留下来跟陆先生待在一起, 我和子明到前面去, 我们就守在洞口附近, 待会儿, 打球的时候, 我直接跟何欣视频, 这样不就能够知道, 是不是巧合了吗? 沈子明看向陆小枫, 你该不会想要藏桌吧? 陆小枫笑了起来, 你说, 我要不要藏桌? 沈子明认真地想了想, 开口道, 如果你真是有这样的水平, 完全可以去参加正规比赛了, 咱们今天只是测试一下, 你也不要太过在意, 不用藏桌, 陆小枫笑了起来, 没有多说, 沈子明和周灵雪走开了, 两人上了电车, 沈子明坐上了副驾的位置, 陆小枫能够清楚看到, 沈子明伸手搂住了周灵雪的腰, 陆小枫转身看向何欣道, 我觉得他们有这个提议, 肯定商量好的, 他们这是觉得咱们两个当了电灯炮, 你把手机准备好,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打来电话了, 沈子明开口道, 其实他们也是电灯炮, 陆小枫笑了笑, 没有回应, 沈子明站在陆小枫的身侧, 他盯着陆小枫, 忍不住问道, 你真是在故宫修文物的吗? 有时间能不能带, 我们进去看一看, 陆小枫摇头, 那边安保太严格, 很难带人进去, 何欣无奈道, 你真是跟沈子明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沈子明, 他肯定会先答应下来, 其实, 像是沈子明这样的渣男, 更加受欢迎, 陆小枫笑了笑, 他的确是比我更受欢迎一些, 正说话间, 周灵雪已经打来了视频, 何欣把视频对准陆小枫的位置,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周灵雪道, 我们也到了标杆附近, 你让陆先生直接动手吧, 陆小枫已经动手笔划了起来, 他盯着远处标杆的方向, 心里估算距离远近, 莫算自己需要控制的力道, 很快, 陆小枫手中球杆抡了出去, 高尔夫球高高飞了出去, 核心的手机镜头, 随着陆小枫的挥杆而移动, 他拍到了高尔夫球高高的飞出去的场景, 很快, 对面传来了周灵雪的惊呼声, 球进了, 再次进球了, 再次进球了, 沈子明的声音更加响亮, 卧槽, 刘碧, 陆小枫, 永远的神, 陆小枫抬头, 他能够清楚看到, 镜头上高尔夫球缓缓滑进了球洞里, 核心震惊地看向陆小枫, 又进了, 第三个洞, 差不多距离五百米, 你再次进球了,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 陆小枫举着手里的球杆, 就是这样直接打进去了, 片刻, 沈子明和周灵雪从电车上跳了下来, 两人简直兴奋到了极点, 如果说前面两个都能够用巧合解释的话, 那么第三个球, 那就完全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沈子明大声道, 小枫, 你就是永远的神, 我谁都不服, 就服你, 你这力气也太大了吧, 直接把球打进洞里了, 如果不是视野开阔, 看得清清楚楚, 我差点都要猜测, 中间是不是有人帮你传球了, 周灵雪兴奋道, 陆先生, 你就是天才, 这实在是太神了, 打球能够打这么远也就罢了, 竟然还能直接进球, 核心突然开口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职业选手,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以你现在的实力, 你可以成为世界冠军了, 陆小枫笑着摆手, 不考虑这些, 咱们就是过来玩一玩, 沈子明看着陆小枫, 开口道, 好像这样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你一赶就一动, 整个高尔夫球场一共十八个洞, 你十八杆直接打完了, 咱们接下来还怎么打, 陆小枫愣住了, 他也反应过来, 表现太好, 好像也不行啊, 正常来讲, 打一场高尔夫开电车, 需要三个多小时, 像是陆小枫这样打, 半个小时就能够打完了, 好像真是没有什么意思, 陆小枫看向沈子明, 那该怎么办, 沈子明想了想, 你就该带着核心你们两个去散步, 弹琴说爱, 不要打球了, 陆小枫很无奈, 无敌是多么寂寞, 接下来我尽量放水, 咱们继续, 沈子明想了想, 天气很冷, 要不然你直接把球打回去, 咱们往回走, 陆小枫朝着周灵雪和何欣看了一眼, 见到两人被动的面色发白, 尽管他们套了大衣, 但是开着电车并不防风, 反而会非常冷, 陆小枫点头, 好, 咱们回去, 何欣把球摆好, 再试一试, 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准吧, 陆小枫笑了起来, 他抡起手中的球杆, 高尔夫球高高的飞起, 落在了远处, 他们坐上电车, 很快来到洞口, 果然见到球已经进洞了, 何欣忍不住道, 感觉就跟施了魔法一样, 真是太奇妙了, 陆小枫一行人, 回到会所的大厅坐了下来, 沈子明道, 给我们开个包厢, 我们坐下来聊一会儿, 上一点吃的, 来一壶茶水, 我们一起聊一聊, 周灵雪跑过去下单, 陆小枫两人, 则是跟在何欣的后面, 到了一间包厢里, 何欣道, 我去换衣服, 你们坐一会儿, 陆小枫点头, 他才走了出去, 好一会儿, 何欣两人相继走进来, 他们已经换回了套裙, 穿上了高跟鞋, 黑色丝袜包裹着细长的眉腿, 看起来很有气质, 不过, 在两人的身后, 跟了一位青年, 对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面上挂着笑容, 沈哥,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不是对球场感觉, 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有什么意见, 尽管提出来, 我们马上就改, 沈子明摆手, 没什么不满意的, 就是感觉天气太冷了, 我们你们家两位前台的美女带出去, 这么冷的天, 怕给他们冻感冒了, 周灵雪笑着开口道, 黄经理, 你是不知道, 是他们的球技太强了, 一干就能够进洞, 黄海平愣了一下, 你们不是说, 要去外面的场子打球的吗, 你们刚才一直待在室内打球, 周灵雪道, 就是待在室外, 黄海平瞪直了眼睛, 这不可能, 那么远的距离, 咱们可能呢, 周灵雪拿出手机, 给你看一看我手里的视频, 这是五干的球动, 周灵雪点开了视频, 正是刚才他跟核心视频的片段, 被他全部都录折下来, 黄海平满是惊讶, 你们该不会是错位拍出来的视频吧, 周灵雪直接把手机收了起来, 既然不相信, 你爱看不看, 黄海平不免尴尬起来, 他满是无奈道, 不是我不相信, 实在是这件事情, 太过让人难以置信了, 那么远的距离, 就算是看都看不到, 怎么能打得进去, 更何况, 把球打这么远, 这得需要多大的力气, 核心直接坐了下来, 他不开口, 周灵雪也懒得在解释, 他们见证了奇迹, 可是黄海平不相信, 这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正说话间, 房门被敲响, 黄海平主动去开了门, 本以为是来送点心的, 没想到却是一位球童, 他手里拿着一支球杆, 黄金离好, 黄海平点了点头, 怎么了, 球童抬起了手里的球杆, 刚才灵雪姐把租借的球杆还回来, 我在忙其他事情, 没有来得及细看, 我刚才入库的时候, 仔细检查了一遍, 发现这两支球杆都弯得厉害, 黄海平看着眼前的球杆, 不由呆住了, 他们这里提供的球杆, 都是钛合金材质, 虽然不如钢铁坚硬, 但是很轻便, 可是即便如此, 也很少发生球杆被打弯的情况, 眼前这支球杆的确是弯掉了, 而且球杆的底部几乎完全舍了一百八十度, 黄海平靠近了一些, 他能够清楚看到, 这支球杆差点要断掉, 想到刚才周灵雪的说法, 黄海平一时间惊呆了, 周灵雪听到门口的声音, 他跑了出来看了一眼, 不由道, 这要多大的力量, 才能打出这样的弧度, 沈子明坐在里面, 连忙开口道, 没事, 球杆记在我的账上, 黄海平拿着球杆走进来, 连忙解释道, 我没有其他意思, 我只是想说, 我有点相信了, 陆先生, 你有没有兴趣成为专业的球手, 陆小枫摇头, 算了, 感觉挺没有意思的, 黄海平愣住了, 这是几个意思, 核心在旁边翻译道, 十八个球动, 只要十八下就能打完了, 可能只要三四十分钟, 没有太大的挑战, 陆先生, 是这个意思吗, 陆小枫点了点头, 对, 黄海平瞪眼看向陆小枫,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 沈子明坐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黄经理心情很复杂, 黄海平点了点头, 陆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下周有一场友谊赛, 冠军有奖金拿的, 我承邀陆先生, 能够参与我们这场友谊赛, 当然, 你最好不要尽全力, 放点水, 打成标准杆, 或者成绩更好一点就足够了, 陆小枫问道, 多少钱, 黄海平道, 十万, 陆小枫摆手拒绝道, 我对钱没有兴趣, 黄海平呆住了, 黄海平连忙道, 陆先生有所不知, 我们设置奖金, 只是让大家有个踩头罢了, 能够到这里打球的非复极贵, 就算是出一百万, 也一样有人看不上, 陆小枫开口道, 你们可以设置一千万的奖金, 黄海平无奈苦笑, 您可真是会开玩笑, 陆小枫笑了起来, 黄经理, 如果是十万块, 我真的没有参与的兴趣, 黄海平道, 陆先生, 您可能不清楚, 来到这里, 并非是为了打球, 主要是想要拓展自己的人脉, 您在这里拿了冠军, 这是小事, 但是您可以借此拓展属于自己的人脉关系,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知道陆先生是从事什么生意的, 我可以帮您介绍相关产业的老板, 陆小枫想了想, 开口道, 古董, 绘画, 黄海平一时间呆住了, 尽管文物收藏这个行业已经不算小众, 但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还是不多, 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行业很难做大, 黄海平想了想, 开口道, 陆先生, 我可以帮你介绍顾客, 你可能不清楚, 我们这里很多老板都喜欢收藏, 您如果想要出手东西, 完全可以在这里找顾客, 陆小枫没有被说服, 沈子明却已经心动了, 他笑着道, 好, 我替小枫答应下来了, 陆小枫看向沈子明, 有些无奈, 沈子明笑着道, 放心好了, 保管不耽误你的时间, 到时候, 你至关打球, 至于交际的事情, 那就交给我吧, 陆小枫点了点头, 尽管他不愿意参与此类活动, 但是沈子明想要借此开拓人脉, 他也不反对, 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帮沈子明就是帮助陆小枫自己, 得到肯定的答复, 黄海平不敢多说, 他留下来沈子明的联系方式, 接着就告辞离开了, 周灵雪看向陆小枫, 声音有点嗲, 陆先生, 你的力气真是大呢, 说吧, 周灵雪忍不住靠近过来, 他竟然伸手拉住了陆小枫的胳膊, 陆小枫愣了一下, 河心忍不住道, 灵雪姐, 你这是想跟着陆先生离开, 周灵雪嘿嘿一笑, 沈子明则是朝着陆小枫挑眉, 小枫的力气超级大, 一只手指就能把你挑起来, 周灵雪惊喜道, 真的吗, 陆先生真的能把我挑起来, 陆小枫看着沈子明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看着周灵雪的样子, 好像竟然明白了沈子明的意思, 他不禁皱眉, 他不是很喜欢, 不过, 周灵雪注意到陆小枫的态度, 他这才后知后觉, 知道陆小枫和沈子明虽然是机友, 但是性格有很大区别, 陆小枫和沈子明在包厢又坐了一个多小时, 闲聊结束, 他们这才离开了, 回去路上, 沈子明忍不住道,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心情好一点, 陆小枫点了点头, 他的确是感觉好了不少, 这两天, 陆小枫一直没有去找宁婉秋, 因为宁婉秋给他发了信息, 说是要闭关作话, 让他不要去打扰, 陆小枫也很无奈, 谈个这样的女朋友, 好像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周一上午, 陆小枫再次去讲了课, 反响很不错, 其实, 同学们都了解了学校的意图, 尽管有很多学生不愿意一辈子制稿临摹, 但他们觉得一多不压身, 当然, 也有一部分学生对自己的水平有预期, 对未来也有规划, 他们打算把古画临摹当成保底的一份工作, 如果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这份工作也可以勉强做一做, 正因为如此, 陆小枫的授课, 竟然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下午, 陆小枫马不停蹄赶到故宫, 洛长明给他安排了另外一幅堂画, 这幅堂画不是名家之作, 绘画的内容是唐代侍女图, 像是这种画, 对于研究唐代服饰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对于修复这幅画, 陆小枫有了经验, 因此他的动作更加熟练了, 王菲菲跟在陆小枫身旁, 几乎看得眼花缭乱, 甚至忍不住吐槽, 他是快枪手, 陆小枫笑了笑, 也没有在意, 下午, 陆小枫就把这幅画清理了出来, 接着, 陆小枫又花了一整天时间, 把修复方案画了出来, 洛长明他自己也修复了一幅画, 只是他花了两天时间, 都没有把这幅画完全清理好, 看着陆小枫的修复方案, 不由感慨起来, 如果这四幅画都交给他来修复, 真是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陆小枫不愿意听他感慨, 他笑着道, 你抓紧时间请专家帮忙会审, 什么时候会审结束, 你直接通知我, 会审没有结束, 我就处于休假状态, 洛长明无语, 你这个上班的态度可不行啊, 之前, 你说没有工资, 我们已经把补贴发给你了, 陆小枫道, 要不然我把钱退给你, 洛长明摆手, 你休假去吧, 不要在这里暗言, 陆小枫哈哈大笑起来, 他转身出去了, 下午时间还早, 陆小枫打算去景老那里临摹画作, 他想到了宁婉秋, 给他打了电话, 宁婉秋推说, 完全有事情要忙, 陆小枫提到, 他有一个临摹画作的好地方, 宁婉秋立刻问在哪里, 陆小枫无奈, 只好把地址说了出来, 景老坐在一旁, 乐呵呵地道, 你女朋友? 陆小枫点了点头, 景老, 麻烦你了, 景老摆了摆手, 你的作品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 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 把你的作品放在我这里寄卖, 陆小枫愣住了, 我一直都是在临摹, 原创作品很少, 景老坐在店里, 他伸手指向窗外, 你觉得那里风景如何? 陆小枫循着景老所指方向看过去, 不由愣住了, 远处是一处满是爬墙虎的民国青砖别墅, 在青砖别墅外, 有一条小河, 夕阳落下, 余晖洒落在小河上, 整条河流金灿灿的, 熠熠生辉, 陆小枫拿出手机, 他把这个景象拍了下来, 又盯着这个场景细细看了起来, 想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印在脑海里, 绘画是很讲究细节的事情, 要把每一个细节还原, 尽量化的真实, 当然, 国画也不完全是写实, 也有写意的, 但是无论哪一种, 都要把这幅画的神韵画出来, 宁晚秋抵达的时候, 陆小枫已经开始动笔了, 景老见过宁晚秋, 他冲着宁晚秋点了点头, 伸手指向陆小枫的方向, 宁晚秋站在陆小枫身后, 他盯着陆小枫动笔作画, 并没有挤着自己临摹, 临摹固然能够提升水平, 但是看别人作画, 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宁晚秋并没有打扰陆小枫, 他拿了板凳, 坐在陆小枫的身旁, 看着他作画, 陆小枫的原创作品很少, 因此他画得很认真仔细, 冬日里的爬墙虎已经枯黄了, 墙上爬墙虎的叶子, 藤金非常繁茂, 想要画出来并不容易, 陆小枫一直在作画, 一直等他感觉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他才恍然回过神来, 陆小枫转头见到宁晚秋, 他知道宁晚秋已经到了, 他刚开始没有来得及理会, 后来是真忘记了宁晚秋的存在, 他没有想到宁晚秋一直盯着他作画, 陆小枫笑道, 你又不是不熟悉, 为什么没有找一幅画临摹, 宁晚秋坐在陆小枫身后, 我觉得你作画的时候真得很帅, 你的身上都在发光, 陆小枫笑着道, 既然是这样, 你有没有兴趣画出来, 宁晚秋当真了, 他想了想, 开口道, 你说得很对, 既然这样, 那你作画, 我来把你画出来, 咱们一起作画, 都不会打扰对方, 陆小枫朝外看了一眼, 摇头道, 时间已经不早了, 锦老要休息了, 咱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锦老笑着道, 你们想要出去约会, 不要拿我当借口, 陆小枫笑了起来, 按理来讲, 你这时候应该会被喊回去吃饭, 陆小枫话音刚落, 外面果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老锦, 吃饭了, 锦老有些无奈, 就你猜得准, 陆小枫把自己未能完成的作品, 收了起来, 他要带回去继续画完, 锦老叮嘱道, 你可一定要努力画好, 如果一直卖不出去, 可就丢人了, 说吧, 锦老又看向宁晚秋, 你有没有原创的画作, 可以放在我这里售卖, 宁晚秋稍有犹豫, 我下次拿过来一幅画过来, 不过, 我的画标价一般都很高, 我还在读书, 没有太大的名气, 我怕我的画在你这里, 会卖不出去, 锦老笑了起来, 没事, 放心, 我会尽力帮你推出去的, 如果你在我这里, 能够声明确起, 以后这条路, 必然能够走得更加顺利, 陆小枫忍不住道, 锦老, 你这个态度, 实在是太偏心了吧, 对我就是卖不出去丢人, 对晚秋就是要尽力帮他推出去, 这偏心得也太明显了吧, 锦老站起身来, 这能怪我, 我可是听说过小宁的水平的, 你如果也有这样的水平和毅力, 我也会帮你, 陆小枫道, 难道我修复水平很差, 锦老道, 你那是天赋高, 不算, 说吧, 锦老白手, 时间不早了, 你们早点回去, 我也要回家吃饭了, 陆小枫和宁晚秋走出去, 锦老也没有逗留, 他跟着离开了, 两人找了地方吃饭, 陆小枫开口道, 你明天有时间吗, 咱们一起出去转一转, 来到这里这么久, 我们都没有一起出去过, 宁晚秋想了想, 我明天有时间, 咱们一起去一和园, 最近我在研究古建筑, 我觉得一和园还不错, 刚好可以入画, 陆小枫很无奈, 他点了点头, 好, 宁晚秋笑着道, 我最近翻阅了不少资料, 我发现, 古画临摹真的是一门很难的学问, 你在课堂上讲的技巧非常有用, 之前, 中海博物馆曾经邀请苏老师去临摹, 只是临摹了一幅画, 他们商议之后, 觉得并不满意, 这件事情就停了下来, 正是因为如此, 苏老师才会让我来秧美进修, 学习古画修复的知识, 陆小枫满是诧异地看过去, 他完全没有想到, 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宁晚秋笑着道, 苏老师没有想到, 最终授课的人选, 竟然会是他的学生, 苏老师自己哭笑不得, 他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尤其不能告诉你, 陆小枫好奇问道, 既然是这样, 你之前一直瞒着我, 为什么这时候跟我说了, 宁晚秋道, 我觉得, 咱们之前可以相互信任, 你也能够保守这个秘密, 陆小枫笑了起来, 饭后, 两人走在外面散步, 陆小枫牵着宁晚秋的手, 宁晚秋的手热热的, 有点出汗, 月光下, 宁晚秋只露出一张白净的小脸, 看起来如清水芙蓉, 外面的天气很冷, 陆小枫却不觉得冷, 两人走在街巷中, 宁晚秋看着身旁的四合院, 开口道, 如果能够住在四合院里, 是不是很有失意? 陆小枫想了想, 开口道, 如果改造一下, 应该会很有失意, 你很想住吗? 宁晚秋道, 我只是想一想, 并不一定要做, 陆小枫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送了宁晚秋回去, 陆小枫回到酒店, 沈子明待在楼下, 见到陆小枫, 他忍不住道, 你回来这么早, 陆小枫看了看时间, 这时候才晚上九点左右, 沈子明继续道, 周末的高尔夫球赛, 你有没有考虑好怎么打? 陆小枫想了想, 随手打, 沈子明无奈道, 我是这样考虑的, 你的水平太高了, 我怕你会吓到别人, 你最好能够看一看高尔夫球赛的视频, 了解一些比赛的规则, 真正比赛的那一天, 你最好放水, 不要表现得太好了, 陆小枫只好道, 至于吗? 你不是要去交友的吗? 咱们需要准备这么充分吗? 沈子明点头, 你啊, 就是太随性了, 不愿意受局数, 当然, 如果我也像你这么有钱的话, 肯定也会表现得跟你一样随性, 我猜啊, 周末那场比赛, 会到现场的, 肯定都是一些中年人, 这些人最讲究上下尊卑, 尽管我们现在不提倡阶级的事情, 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是贵族, 但他们也的确是有钱, 又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陆小枫点了头, 他清楚, 沈子明说的是实话, 他开口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 沈子明道, 接下来, 我要教导, 你一些贵族礼仪, 都是些传自西方的规矩, 不等陆小枫拒绝, 沈子明直接道, 这是必须要学的, 毕竟高尔夫是从西方传来的, 陆小枫感觉沈子明太过重视这件事情了, 其实, 这与陆小枫和沈子明受到的教育和个人性格相关, 在陆小枫看来, 只要我的修复水平, 鉴定水平足够高, 对于人脉, 就不需要太过关注, 毕竟负在深山有远青, 很多人脉关系会主动找上门来, 甚至不需要他自己太过维护, 但是沈子明则是不一样, 沈一鸣一直教导他, 一定要注意结交人脉关系, 还要注重维护自身人脉, 人脉如果不维护, 很容易就断掉, 沈子明也是这样的想法, 他觉得很多事情都需要人脉来解决, 陆小枫认同沈子明的想法, 但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毕竟维护人脉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他如果想要走得更远, 那就不能把太多的时间放在维护人脉上, 陆小枫不注意维护人脉, 那么他就要依靠沈子明的人脉帮忙解决一些问题, 既然是这样, 沈子明需要他来扮演某种角色, 陆小枫不好拒绝, 沈子明花了三个多小时, 给陆小枫讲解了礼仪, 甚至把球场的规矩讲了一遍, 他还画了一张草图, 帮陆小枫设计好当天打球的落点, 让他表现得不至于太强, 但也不能太差, 次日, 陆小枫陪着宁婉秋逛一和园, 宁婉秋竟然背着画板, 这让陆小枫很无奈, 逛了大半天, 两人在宝云阁外停了下来, 宁婉秋让陆小枫坐在宝云阁旁边, 他要以宝云阁为主题, 画一幅画, 还要把陆小枫画进去, 陆小枫只好给他当了一整天的模特, 一直等到四五点钟, 宁和园快要关闭的时候, 陆小枫两人才走了出去, 陆小枫悲乐得饥肠碌碌, 宁婉秋却还在想着他的作品, 他觉得自己画得不够好, 有不少地方需要改进, 当天, 陆小枫的修复方案就通过了, 洛长明给他打电话, 让他早点回到故宫继续修复, 陆小枫没有理会, 他在宁和园怎么可能来得及赶到故宫, 次日, 陆小枫赶到, 见到自己的方案旁边有一张纸, 上面写了几条修改意见, 洛长明无奈道, 我知道你的规矩, 但这几条是, 他们共同讨论出来的修改意见, 陆小枫一条一条仔细看过去, 这些修改意见的确是非常好, 如果按照意见修改, 的确是能够让这幅画显得更加美观, 不过, 陆小枫很清楚, 他修复这幅画并不是要改进这幅画, 改进的美观, 这不是他的工作, 好一会儿, 陆小枫抬头道, 这些意见提得不错,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是按照唐朝画作的特点进行修复的, 这些意见不完全是唐画的技巧, 你们有没有根据修改意见, 把这幅方案修改一遍? 洛长明愣了一下, 摇头道, 没有, 陆小枫无奈道, 我有一个技术团队, 能够在电脑上进行修改, 我让他们上午把修复方案做好发过来, 洛长明愣了一下, 你有团队? 陆小枫点了点头, 有啊, 洛长明指着面前这幅画, 难道这也是团队修复的结果? 陆小枫摆手, 只有在我不确定的情况下, 才会需要他们帮忙, 这支团队, 是陆小枫和沈子明一同组建的, 一直负责研究修复叶青英父亲那幅画, 后来, 陆小枫给他们布置了新的课题, 让他们开发一个修复软件, 可以通过扫描, 把一幅画上传到软件上, 需要修改的地方, 直接在电脑上完成, 陆小枫请人用专业的相机, 把这幅画拍了下来, 他发了出去, 又把修改意见一起发了过去, 一直等到中午, 陆小枫收到了修复后的图片, 他把图片打印出来, 交给了洛长明, 洛长明仔细看了一番之后, 直接开始打电话, 邀请专家再次回审, 中午吃饭的时候, 洛长明端着餐盒, 坐到了陆小枫的对面, 我感觉你们团队的软件很不错, 能不能借给我们用一用? 陆小枫轻轻一笑, 借, 洛长明很无奈, 你要收费? 陆小枫道, 这个软件才刚刚开发出来, 还有不少问题, 后续还需要进行修改, 为了开发这个软件, 我们已经投入两三千万了, 之前, 陆小枫一直觉得, 叶轻一给的太多了, 但是自从开始开发软件之后, 他感觉这个钱确实不惊花, 其实, 陆小枫安排开发软件的时间并不长, 这是他来到首都之后的事情了, 软件开发人员的薪水是非常高的, 尽管投入并没有两三千万, 但也有一千多万了, 这些钱都是公司账上的, 陆小枫还没有掏钱, 不过, 陆小枫现在却盯上了洛长明, 他感觉自己回本的机会来了, 只要故宫用了这个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在全国博物馆推广, 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洛长明问道, 大概需要多少钱? 陆小枫道, 这个还需要核算, 现在给你一个版本, 每年都要进行更新维护, 都需要不菲的费用, 这个价钱应该不会低了, 能接受吗? 洛长明想了想, 开口道, 但是也不能太高了, 这样好了, 你准备好之后, 给我一个报价, 这件事情需要进行审批, 接下来, 我要给领导打报告, 希望能够尽快审批下来, 陆小枫笑着道, 好, 我要回去商量一下, 洛长明道, 你不要把价格抬得太高, 毕竟这种软件太小众, 只有我们这些人需要, 如果价格太高, 领导不愿意审批, 你这个软件, 可就砸在手里了, 陆小枫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会慎重考虑的, 陆小枫联系了沈子明, 他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跟他商量价格问题, 沈子明想了好一会儿, 算了,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我马上赶过去, 我要跟洛组长谈一谈, 看一看他们能够接受的价格, 接下来谈判价格的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 我擅长这种事情, 你不行, 陆小枫点了点头, 对于谈价钱, 他的确是不行, 交给沈子明, 至少能够把价格谈得更高一些, 下午, 沈子明急匆匆赶到, 他跑来跟洛长明谈价格, 在沈子明口中, 他们研发成本已经提高到八千万了,